陈楚人穿越到了一个全民领主的世界 在这里 所有人高考完之后 都可以通过领主之心进入万族战场 成为一名征战浩瀚世界的领主 身为孤儿的陈楚人 只能用学校免费发的白色领主之心进入万族 然而 当陈楚人招募英雄时 突然发现脑海里有一本前世看的神话书 他招募到了里面的神话人物 成为自己的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神杨茧 前世一个个耳熟能详的神话人物 将会帮助陈楚人 成为这个世界最强大的领主 这是全民领主的时代 蓝星 所有人高中毕业后 都可以凭借领主之心 前往浩瀚的万族战场 建造自己的领地 开疆阔土 征战四方 陈楚人看着手里的白色领主之心 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领主之心也分等级 白色 蓝色 紫色 金色 还有传说中的红色 白色是最低的 大部分人都会去买一颗蓝色的领主之心 而若是家境优渥的 甚至可以买紫色的领主之心 至于金色级别的领主之心 只有那些富可敌国的家庭 才买得起吧 而最高等级的红色领主之心 已经不是钱能够买到的了 无比珍贵 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 领主之心的等级很重要 后面会提到 大家别急 陈楚人有些无奈 自己穿越到这个平行世界里 结果是个孤儿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靠着政府的补贴 一路将高中读完了 他也没钱去买一个蓝色的领主之心 只能用学校免费发的白色领主之心 白色就白色吧 总比没有好 陈楚人喃喃道 随即 他看了看时间 23点59分 零点 陈楚人脸上 不由地浮现出一抹 激动兴奋的表情 终于到了 刹那间 手中的领主之心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便没入了陈楚人的体内 欢迎来的万族战场 恭喜获得初始物资 普通英雄招募令乘一 普通兵种招募令 识人乘一 恭喜获得初始建筑 兵营乘一 招募抬成一 天道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陈楚人缓缓睁开眼 只见自己出现在了 一片陌生的世界 这就是万族战场吗 陈楚人环视了一圈 自己处在一处空旷的地方 不远处还有条小河 旁边还有一座森林 再远一点的地方 就被迷雾笼罩 什么也看不清楚了 进入万族战场后 每个人的初始位置 都是随机的 但是同一批进来的人 都属于同一个分区 我去 我记了 我出生地在一片沙漠里 开局岂不是废了 哈哈 你这运气也真是 我比你好多了 在一片森林里面 森林啊 这可是个不错的出生地 我在一片洼地 感觉开始不太好种林田啊 陈楚人看着群里 同学们都在热烈地讨论着 有人欢喜 有人忧 陈楚人没有发消息 默默地将手机收了起来 新手期的这几天 领主的聊天频道还没有开启 允许携带通讯设备 后面就不行了 自己这片位置 算是快风水保地了 初始建筑已就位 这时 两道光芒落下 只见一座兵营和招募台 拔地而起 很好 那就开始我的领主之路吧 虽然领主之心差了点 但是我的理论知识学得很扎实 加上运气不错 这个出生点资源丰富 前期好好运营 不会比他人差 陈楚人并没有气馁 立刻走到了招募台前 现在开始打造自己的领地了 招募台可以招募英雄和兵种 新手期 一开始最好是招募兵民 将基础设施材料弄好 后面才能更好的发育 招募台 等级 零 功能 招募英雄 需消耗一枚英雄招募令 招募兵种 需消耗一枚兵种招募令 陈楚人没有犹豫 立刻招募了十个名兵 见过领主大人 十个名兵 纷纷屈膝半跪在陈楚人面前 现在 你们立刻去那边砍伐树木 是 那十个名兵便立刻拿着斧子 朝着一旁的森林跑去 新手期 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扩建建筑 特别是兵营 扩建领地 是为了提升领主之心的等级 领主之心突破一极后 天道将会再次奖励一张兵种招募令 这个招募令 必须要招募士兵 不然的话 根本就抵挡不了接下来的攻击 是的 在新手期第五天 将会出现一波小型兽巢攻击领地 这是对于所有新领主的考验 只有通过了 才算是真正的成为了一名领主 这个考验的淘汰率也很高 将近会淘汰一半的人 所以 必须要在第五天之前 将领主之心提升到一级 得到兵种招募令 但是 兵营的容纳是有限的 初始兵营只有十人的容纳量 所以 只有将兵营扩建了之后 才能够招募新的兵种 随即 陈楚人便再次上前 招募英雄 这时 陈楚人脑海中突然涌出了一道光芒 迷迷蒙蒙之中 陈楚人脑海里 突然浮现出了一本泛黄的书 散发着古老沧桑的气息 有些破碎的封面上 写着转体的神话二字 这是陈楚人穿越前 经常看的那本中国神话大全 上面有着神话里各种各样的人物 我去 这本书怎么会在我脑海里 难不成 这就是我的金手指 陈楚人顿时瞪大了眼睛 激动的呼吸都便急促了起来 只见 那本神话书凭空翻动了起来 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神话人物 快速翻了过去 终于 神话书停了下来 这一页 上面画着的 是一个恶挪多姿的倩影 陈楚人刚想要上前看清楚 神话书便报射出了一道耀眼的光芒 紧接着 等陈楚人再睁开眼时 意识便从脑海当中退了出来 恭喜招目英雄 九天玄女 与此同时 一道亮光闪过 陈楚人下意识地抬起手遮住眼睛 等光芒退散 再缓缓看过去 只见一道身姿恶挪的倩影 站立在面前 白皙光滑的一双狱卒暴露在空气中 只是瞥一眼 便让人忍不住心生上前把玩的冲动 高挑的身姿 没入在长山下 纤细的身段 被衬托得淋漓尽致 那胸前傲人的资本 也根本无法掩饰 在网上看 那白皙如天鹅般的场景 一张精致无比的脸 仙灵环绕在周身 仙气飘然 陈楚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这就是自己的初始英雄吗 居然会是九天玄女 见过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面容清冷 微微汗手道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毕竟自己也是领主 即便心中再震惊 也不能失态 九天玄女见领主气质非凡 好感度加一 当前好感度 八十一 英雄也是 也是有好感度 好感度大于九十 那可就是死心塌地 领主 让英雄去送死 英雄也不会有丝毫犹豫的那种 而好感度过低 甚至是会出现英雄叛逃 通常来说 英雄的初始好感度 应该是七十 但是九天玄女的初始好感度 居然是八十 PS 新书起航 报更中 求各位帅哥们 加加书架 第二章 SSS及英雄 九天玄女 你先起来吧 陈楚人上前将九天玄女扶了起来 多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感受领主的温柔体贴 好感度加一 陈楚人微微一愣 这也能增加好感度 这好感度 这么容易提升的吗 对了 还没有看九天玄女的信心面板呢 九天玄女 品质 SSS及 等级 一级 战斗力 10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武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陈楚人 瞳孔一阵 SSS级 英雄的品质 也是分等级的 从低到高 分别是 F E D C B A S SS SSS级 初始的第一次招募 完完全全就是靠运气 99%的人都只能招募F 或者E级的英雄 只有极少部分 带着更高品质的英雄招募令的人 才会招募更高等级的英雄 所以 新人第一次进入万族战场 是可以携带两个单位的物品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花极大价钱 准备高级的英雄招募令 或者兵种招募令 或者其他的一些珍贵道具 当然 如果携带了更高等级的招募令 天道就不会再奖励招募令了 但为了能够在前期 就和其他人拉开差距 他们才不会在意这些 陈楚人自然是没有那个能力准备这些 但现在 他完全有傲视所有人的资本了 已经几十年没有听说过 有人招募到新的SSS级英雄了 陈楚人十分激动 对了 他注意到九天玄女的性面板里 还有一个天赋 天书兵法 天书兵法 九天玄女带领兵种时 能够提升兵种全属性百分之百的增益效果 并且在带领兵种战斗时 能够极大增强自己的实力 陈楚人倒是没有太意外 在神话当中 九天玄女可是皇帝之师 传授了许多兵法 帮助皇帝战胜了赤油 这样一来 有着九天玄女在 自己领地的实力可谓是突飞猛进 另外 九天玄女的初始战力只有一百 想来 九天玄女虽然是仙神 但是来到这里 受到了天道的限制和封印 只有依靠升级来 慢慢解锁能力 不过一百点战斗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A级英雄 喂喂喂 你们招募的初始英雄怎么样 我踩狗使运了 居然是D级英雄 不过就是好感度 一来就降到了67 哇 D级英雄 你运气可真好 不过好感度可就有点麻烦了 这个可不好提升啊 霍服相依啊 别太难过了 对了 苏绍不是带了一张高级招募令吗 不知道招募到了什么级别的英雄 对啊对啊 苏绍快冒个炮 给我们晾一晾 班级群里又热火朝天了起来 陈楚仁自然也是注意到了 不过 他可没有丝毫聊天的想法 因为他的身世 在班级里基本没什么朋友 甚至还有不少人嘲笑过他 哈哈 没想到大家这么好奇 那我就浅浅透露一下吧 这次运气还不错 招募到了一个A级英雄 什么 A级 苏绍这次可是发了 A级英雄啊 在我们这个新区里面 怕是前几名了 是啊 苏绍花了这么大价钱 弄来的高级招募令 肯定是为了新生领主试炼吧 不愧是苏绍啊 我就说嘛 之前学校里的那些什么知识 对于苏绍来说 屁又没有 就是就是 苏绍有了A级英雄 还需要那些繁琐的开荒教程吗 文化课学得再好 也没啥用 对了 咱们的文化课大学霸陈楚人呢 怎么一直都不见说话呢 看到这里 陈楚人顿时眉头一紧 好端端地扯到我身上干嘛 陈楚人眉宇间 不禁出现了几次怒意 一个A级英雄罢了 要是知道了我招募到SSS级英雄 你们的下巴 估计都要掉在地上了 陈楚人呢 不会是因为白色的领主之星 彻底自暴自弃了吧 哈哈 说不定 他还在哪个角落里 抱着自己招募的F级英雄哭呢 好了 大家就不要再说陈楚人了 毕竟我们也是同学 这时 那个苏浩主动发话 但是看到这里 陈楚人瞬间眉头紧皱 这个苏浩 以前是最喜欢嘲讽自己的了 而且 因为陈楚人理论成绩门门满分 抢了不少风头 苏浩还颇为嫉恨他 时不时在暗中十点小绊子 怎么可能真心帮自己说话 苏绍 你这次招募到了A级英雄 看来我们区第一个突破一级的领主 非你莫属了 哈哈 能够招募A级英雄 实属侥幸 至于第一 新区里卧虎藏龙 我也不敢说十拿九稳 苏绍哪里的话 这不是你实力的体现吗 怎么会是侥幸 这次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就是就是 加一加一 陈楚人冷笑一声 便把手机放了回去 一群舔狗姿态 真是让人反胃 那个苏浩 也还是老样子 这回万族战场的聊天频道 还没解锁 不然的话 这家伙估计就应该跑去 区域聊天频道里装一装了 陈楚人收回心神 还是把注意力 放在自己领地上吧 此时 十个民兵已经 马里带回了一堆材料 木材加石 木材加石 石头加五 领主大人 让我去带领这些民兵吧 九天玄女主动请英 他刚来 肯定要努力展现 一下自己的作用 好 陈楚人点了点头 没有拒绝 毕竟英雄的速度 肯定是要更快的 而且 九天玄女 还有着特殊天赋 带领民兵的话 应该也能用吧 很快 陈楚人就肯定这个想法 九天玄女的天赋 果然能够有效 在他的带领下 民兵们的效率 瞬间提高了一倍 小半天的时间 就已经搜集好了 许多的木材和石头 这些材料 足够提升兵营的等级 扩建兵营 恭喜兵营扩建成功 兵营 等级 一级 容量 三十分之十 陈楚人大喜 她的速度 应该在所有人里面 都是最快了的 毕竟 只有品质很高的英雄 才可能会拥有特殊天赋 很好 现在只需要把招募台 提升到一级 领主之心就能够升级了 领主之心的等级 是随着领地内建筑的等级 而提升的 玄女 晚上之前 能够将招募台提升到一级吗 陈楚人问道 放心吧领主大人 没问题的 九天玄女点了点头说道 她施展着自己的天赋 提升了这些民兵的效率 小半天的时间 足够搜集到升级招募台的材料了 此时 苏浩的领地当中 你们能不能快点 苏浩大声呵斥着民兵 手里还拿着一根木棍 在她的旁边 站着一个浑身冒着火焰的高大身影 恶狠狠地盯着这些民兵 她就是苏浩招募到的A级英雄 火势 那些民兵健壮 都下意识地加快了步伐 心中十分害怕 怎么就碰到这么一个领主了呢 看着民兵们加快了速度 苏浩满意地笑了笑 找这个速度 太阳下山之前 就能够把兵营扩建到一级 再让这些民兵通宵砍伐 明天一早 领主之心就能突破一级了 这样一来 我就是心躯第一了 到时候 就能够得到一张资源兑换券了和称号 还能多得到一张普通兵种招募令 到时候 就能极大的拉开和其他人的差距 苏浩一脸兴奋地想着 第三章 率先升级二本 震惊的众人 然而 就在这时 恭喜序列号159671的领主陈楚人 成为本区第一个突破一级的领主 天道的声音 回响在所有人的耳边 苏浩脸上的笑容 戛然而止 什么 陈楚人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还有人比我还快 苏浩大惊失色 怎么可能有人比自己还快 自己可还花了大价钱 带了一张兵种提升卡进来 这个兵种提升卡 可是极其的珍贵 能够直接让兵种战斗力翻一翻 为了能够在一开始 就和其他人拉开差距 苏浩没有犹豫 将这么珍贵的道具 直接用在了民兵身上 可是结果呢 居然有人杰足先登了 这样一来 他的兵种提升卡 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了 陈楚人 不会就是我们班的那个废物吧 苏浩的脸色 瞬间变得铁青 连忙打开了手机 此时 万族战场中 其余几处领地的领主 也纷纷地惊讶地抬起来头 一个穿着雍容华贵的男人脸上 浮现出了一抹玩味的笑意 看来这个新区里 倒也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敌人 正好 这样一来 前妻就没有那么无聊了 另一处领地内 是一个长相绝美的少女 居然有人比本公主还快 陈楚人是吧 有机会 一定要会一会 此时 陈楚人领地内 恭喜你成为 本区第一个 突破一级领主之星的领主 获得称号 前龙星秀 前龙星秀 所有兵种全属性增加5% 获得道具 资源兑换券 500单位 普通兵种招募令乘2 林田建造图纸 建塔建造图纸 陈楚人心里大喜 正常来说 突破一级之后 天道只会赠送一张 普通的兵种招募令 以及林田和建塔的建造图纸 而自己是第一个突破一级的 所以才会有这些额外的奖励 这些奖励 能够让自己和其他人 拉开不小的差距 特别是那个称号 这可是永久加成 别看只是5% 现在可能就只是 10和10.5的0.5差距 但随着领地提升 后期就会变成500 5000甚至5万的差距 所以 很多人都会花极大的代价 带入一些珍贵的道具 就是为了能够在前期 扩大自己的优势 请为领地命名 陈楚人想了想 说出来两个字 天庭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心 白色 一级 称号 乾隆新秀 兵种 普通民兵乘10 英雄 九天玄女 道具 资源兑换券 500单位 乘1 普通兵种招募令乘2 灵田建造图纸 建塔建造图纸 材料 木材乘200 石头乘150 这时 陈楚人的手机 开始频繁震动 陈楚人 打开一看 只见群里 已经炸开了锅 我去 第一个突破一击的 居然不是苏绍 这个陈楚人 不会就是我们班的 那个陈楚人吧 At 陈楚人 At 陈楚人 快冒炮 是不是你啊 At 陈楚人 冒个炮 陈楚人 冷笑一声 并没有搭理他们的想法 而群里的人 见陈楚人 没有说话 便没有在 At他 陈楚人 没动静 会不会再猥琐发育呢 算了吧 我看 这个陈楚人 估计是另有奇人 我们这个屈少说 也有十万多人 有个同名的很正常 说的也是 就陈楚人 那个白色的领主之心 又没有钱买道具 带进万族战场 怎么可能比苏绍还快 就是就是 他一直不冒跑 不也说明了他心虚吗 此时 苏昊脸色铁青 狠狠地攥紧手机 感觉手机似乎都有些变形了 陈楚人 希望别是你 不然的话 一个月之后 我肯定会好好收拾你一顿 陈楚人 将手机调成了静音 不想再被这些人干扰 继续将目光 放到了自己的领地上 第五天 将会出现第一次袭击 必须要将自己的领地打造好 防御建筑必须要有 打造剑塔 消耗木材乘100 石头乘60 剑塔建造成功 剑塔 等级 一级 功能 释放出无数母舰攻击范围内的敌人 除了初始建筑一开始是零级 其他的建筑物建造好后 都是一级 有点小区别 但不大 陈楚人看了看自己的材料 还可以再建造一个剑塔 所以就再建造了一个 分别坐落在领地的两边 陈楚人觉得 剑塔还是少了 至少四方应该都要有一个 眼下材料已经不够了 玄女 你带着他们 再弄点材料吧 过一会儿回来休息 陈楚人说道 是 九天玄女点了点头 便带着民兵们 又冲进了森林 好在陈楚人的 领地旁边有个森林 木材和石头这些基础材料 是不缺的 已经是黄昏了 陈楚人 现在还有一个林田的建造图纸 开垦林田 林田 等级 一级 容量 零一百 介绍 蕴含林立的田地 可种植基础农作物 随着等级提高 可以解锁种植更多的农作物 陈楚人眼前便出现了一大块田地 十分肥沃 而且正如介绍里面所写 里面还蕴含着灵力 不过可惜 暂时还没有种子 陈楚人难难道 解锁了林田之后 自己的英雄和兵种击杀敌人后 就会有几率掉落种子 不过 这得是后面几天的事情了 幸好有资源兑换券 陈楚人立刻兑换了500单位的食物 这个资源兑换券 并不是什么珍贵的道具 但是在新手第一天 却是尤为的重要 大部分都只能在第三天 才将领地提升到一级 那个时候才解锁林田 而获得种子 可能就是第七天第八天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 他们新手期就要二八九天的时间 这对于兵种来说 是什么有害的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补充 兵种的战斗力和效率 就会大大降低 严重拖延领地提升的速度 特别是前期需要民兵 来获取材料建造建筑等等 所以 也有一部分人 在开局携带的道具中 选择了资源兑换券 这个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对于那些买不起招募令的人来说 算是首选 啊 好饿啊 不知道后面几天该咋过了 忍一忍吧 反正有领主之心在 我们也不需要什么食物 不过 我的那些民兵看样子不太好啊 这后面几天咋搞 你们没有带资源兑换券吗 有点贵啊 足足要二十万一张呢 我家里只给我哥买了一张 那你们有点惨了 虽然这些民兵饿死了可以复活 但是会严重影响效率 我都有点担心第五天的攻击了 以现在的情况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撑过去 聊天群里又热火朝天了起来 不过陈楚人并没有看 九天玄女带着民兵们回来了 这会儿功夫 陈楚人的材料足够再修建一座剑塔了 将这些材料拿去修建了第三座剑塔后 陈楚人便将食物分给民兵 多谢领主大人 民兵们感激地吃了起来 陈楚人则是走到了招募台前 是时候招募一直有战斗力的兵种了 陈楚人想着 便直接将两只普通兵种招募另用了 忽然 脑海里的那本神话书再度亮了起来 第四章 SSS及兵种 玄女君 神话书依旧翻在了九天玄女的那一页 然后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恭喜招募SSS及兵种 玄女君 紧接着 光团落下 20个穿着轻银战甲 手持长矛的女兵 出现在了陈楚人面前 一个普通兵种招募令 只能招募十人 两个招募令便是二十人 一般来说 领地每升一级 便只能使用一次兵种和英雄招募令 不过在一本和二本时 可以使用相同品质的兵种招募令来扩大原先招募的兵种 但是也有限制 一支兵种最多在使用额外的一次招募令 也就是说 在一本和二本时 一支兵种只能使用一次招募令来扩充 选女君 SSS级 兵种和英雄的品质都是一样的划分 A级的兵种都已经是那些高阶领主的王牌部队了 像在新手期 能够招募到一级兵种就已经是十分强大了 见过领主大人 20位女兵全部半跪下来 恭敬地齐声喊道 都起来吧 陈楚人说道 这时 九天玄女走了上来 那双美眸当中秋水涌动 感谢领主大人将我的军队带到此方世界 九天玄女微微汗手 陈楚人心道果然 那本神话书不仅可以帮助自己招募到神话英雄 还能够招募到对应英雄麾下的兵种 开玩笑 神话人物的军队会弱吗 陈楚人心里不由地激动起来 不过脸上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 无妨 以后这支军队就交给你亲自操练 陈楚人说道 多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颇有些感激地说道 随后 弄完这些 陈楚人便也坐下来吃了些东西 虽然有领主之心在 他们这些领主不再需要食物摄取能量 但饥饿感还是会有的 一边吃着东西 陈楚人一边打开了手机 有个联系人发来了消息 宁红夜 陈楚人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居然比苏浩还要更早升到一级 陈楚人打开了聊天框 回复了起来 运气罢了 宁红夜是陈楚人的同桌 人美心善 而且平时也挺关心陈楚人 算是三年来在班级里唯一的朋友 不过陈楚人也清楚 宁红夜多半也是因为自己悲惨的身世 而可怜同情自己罢了 但是别人也是善意 他也不会那么冷漠 消息刚发出去 对方就回复了 不管怎么说 你现在应该发育的还不错吧 本来我还担心 你那个白色的领主之心 会不会因此而消沉呢 都怪我 本来都已经给你买了一个蓝色的领主之心 结果被我爸发现了 陈楚人轻轻一笑 宁红夜家里也很有钱 不必那苏浩落多少 基本上 他们所在的这个新手区里 就属宁红夜和苏浩两人的资本最雄厚了 他们都是紫色的领主之心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 白色的领主之心也够用了 陈楚人回复道 接着 宁红夜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苏浩这次为了拿下前期优势 可是下了血本 这次你抢了他的第一个突破一级的奖励 他那么记仇 以后可能会想办法报复你 你要小心啊 好的 随后 陈楚人便发了句说了 结束了聊天 时间也差不多了 大家都休息吧 陈楚人站起来说道 随后众多民兵和选女军都进入了兵营 领主大人 怎么了 我们今晚上睡哪儿 陈楚人 等于等于 环视了一圈 他们俩没有地方睡啊 领主府没有见 有些尴尬了 没办法了 今天的木材和石头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领主府只能明天休了 陈楚人无奈地摆了摆手 那领主 今晚上我们怎么办 九天玄女有些好笑地问道 美眸笑盈盈地弯成了月牙状 抱歉了 今晚就只能将就一下打地铺了 随后 两人便躺在了地上 用几件衣服垫着 万族战场的天空和蓝星 没有什么区别 两人背对背躺着 陈楚人隐隐都能闻到一股芳香味 神清气爽 看来得赶快把领主府修好 跟这样一个大美女躺在一起 怎么睡得着觉 不睡好觉 怎么当好领主 怎么变大变强 领主大人 您冷吗 九天玄女忽然转过身 柔声说道 她那珠唇好齿清奇 一股带着淡淡香味的热气 打在了陈楚人的耳朵上 瞬间让陈楚人身子颤抖了一下 我不冷 安心睡觉吧 陈楚人紧紧地闭着眼 生怕一会儿看到九天玄女 那张美艳动人的脸 自己会有某些反应 两世楚男的陈楚人 还是第一个和女生离得这么近 领主大人 你的身体怎么在抖啊 九天玄女一脸关切地凑了上来 嘴角阴阴有着几次笑意 她这不凑都还好 一凑上来 那温软的身体 瞬间便贴到陈楚人的身体上了 陈楚人猛地瞪大了眼睛 背后传来的那股温软的感觉 直接让她的心脏 喷喷喷地跳了起来 那股体香也直接弥漫进了鼻尖 陈楚人连忙往旁边挪了挪 我真的不冷 快点睡觉 不然我可要生气了 陈楚人连忙说道 语气还刻意严肃了下来 见状 九天玄女嘴角的笑意 顿时忍不住了 不过 美眸中涌动的秋水 满是欣喜 那好 领主大人晚安 九天玄女柔声说道 便躺了回去 不过 脸上隐隐浮现出了一抹幸福的笑容 九天玄女认为领主坐怀不乱 意志坚定 是一个值得托付的好男人 好感度家务 陈楚人微微一愣 不过随即 心里也是一喜 没想到 居然还有意外收获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大早 整个领得便醒了过来 现在木材和石头 也没有那么紧急和稀缺了 所以 陈楚人便不打算让九天玄女 再带着民兵们行动了 现在临天已经开垦出来了 需要种子 根据高中所学 在领主前期规划 人教版中有详细介绍 前期的种子 基本上都只有通过 击杀领地附近的怪物获得 在新手七领地附近 刷新的怪物等级都不会太高 基本都是在一到五级之间 SSS级英雄 加SSS级的兵种 击杀这些怪物 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玄女 你带着玄女军 去扫荡附近的怪物吧 不过要小心 万一碰到打不过的 就撤退 陈楚人说道 请领主大人放心 九天玄女微微汗手 打不过 开玩笑 随即 九天玄女便带领着 二十名玄女军 进入了森林 附近最有可能 刷新怪物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而民兵们 都是在森林最外围 砍伐树木 获取石头 没过一会儿 陈楚人便隐隐从森林里 听到兽吼声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第五章 玄女军军魂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很快 陈楚人便得到了结算消息 看样子 九天玄女那边 应该是十分顺利的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斑虎王 获得一百点惊艳 零米种子乘一百 黑铁装备乘二十 看样子 那边的战斗 应该是已经结束了 而且收获颇丰 陈楚人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么快 就爆出了种子 而且还是零米种子 如果只是普通的种子 在灵田里面孕育 也能够汇聚一些零米 但是效果远远不如零米 零米不仅仅 可以极大的饱腹 它体内的零米 还可以滋养英雄和兵种 可以增强它们的实力 还能增加经验 这在资源匮乏的前期 可是极其宝贵的资源 这头斑虎王 看样子是一头小boss 爆出来了不少好东西 除了珍贵的零米种子外 还有二十件黑铁装备 刚好选女军有二十人 给选女军装备上的话 实力又会大大增强 装备的等级很简单 从低到高分为 不入流 黑铁 青铜 白银 黄金 薄金和钻石 在网上 应该还有更高级的装备 不过陈楚人在高中所学的人教版教材里 并没有提及 随即 陈楚人叫来了五个民兵 你们把这些种子 播种到灵田里 陈楚人把种子交给他们 是 民兵们接过种子 连忙便跑到了灵田忙碌起来 随后 九天玄女便带着玄女军回到了领地 是陈楚人让他们回来的 虽然经历了一场厮杀 但无论是九天玄女 还是玄女军 身上都没有一丝狼狈 看来先前的战斗 对于他们来说 十分的轻松 不愧是SSS级英雄 和SSS级兵种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 上前微微汗手 他才杀了一小群斑虎 都还没有舒展开身子 就被叫了回来 自然是有些疑惑 先前那只斑虎王 爆出了一些东西 对你们应该有不小的帮助 随即 陈楚人便把那二十件 黑铁装备拿了出来 多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 微微汗手 身后的玄女军 则是感激地半跪下来 高声道谢 玄女 领地这边也差不多了 我们一起出去吧 陈楚人说道 好的 九天玄女点了点头 随后 陈楚人便带着一行人 进入了森林当中 森林里面特别大 也不知道 都会刷新什么怪物 领主大人 我在前方 感知到了一伙怪物的气息 九天玄女说道 陈楚人大喜 连忙带着众人赶了过去 一共二十几只史莱姆 普通史莱姆 等级 一级 技能 无 介绍 没什么好说的 经验宝宝而已 在这二十多头史莱姆中央 有着一头体型明显大得多的史莱姆 普通史莱姆领袖 等级 三 技能 暴怒 暴怒状态下 大幅度提升属性能力 但会逐渐降低理智 介绍 没什么好说的 厉害一点的经验宝宝 史莱姆一族 的确是没有什么厉害的技能 在万族战场里 同等级的怪物中 说成是经验宝宝 倒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玄女 你去击杀中间那头史莱姆领袖 其余人 解决其他的史莱姆 陈楚人一声令下 是 随即 九天玄女便率先冲了出去 玄女军紧随其后 好 史莱姆群自然也是 发现了冲过来的敌人 纷纷拿起武器 一根根木棍 那头史莱姆领袖 则是掏出了一把更高级的武器 一根简陋的木质长矛 九天玄女直接冲了上去 体内的气势毫不保留地散发出来 那只史莱姆领袖顿时大惊失色 他明明感觉到 对方的等级比自己低 怎么散发出来的气势如此强 求生本能是他立刻转身逃跑 聂畜 休逃 九天玄女大喝一声 身体立刻暴逝而出 体内灵力狂涌 身体瞬间绽放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九天玄女右手往前一抬 一态十分端庄优雅 但却是爆发出了一股灵力无比的气势 晚在玉壁上的红铃 瞬间射了出去 九天乱舞 刹那之间 霞光一彩 九天玄女体内 爆射出一道耀眼无比的光芒 一直照耀到了天际 那原本柔软的红铃此刻 像是一把利剑一般 尖锐锋锋利 而且速度奇快无比 仅仅只是眨眼间的功夫 九天玄女的红铃 便直接刺穿了史莱姆领袖的胸膛 就像是刀切豆腐一样 没有丝毫的阻塞 史莱姆领袖 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便失去了意识 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摔倒下去 底面都微微颤动了一下 虽然这只史莱姆领袖的等级 比九天玄女高了足足两级 但九天玄女可是SSS级英雄 足以跨越两级秒杀 可谓是无比强大 恐怖如斯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普通史莱姆领袖 获得一百点经验 豪华灵主府建造图纸 豪华灵主府 陈楚人微微一愣 心想这玩意儿 有点鸡肋啊 本来灵主府作为开局特殊建筑 不需要图纸就能够建造 结果来了一个豪华版的 但是 豪华版的又对领地的实力 没有丝毫提升 没啥用 而且还要更加耗费建造材料 不过等交易所开启了 应该能够把这个玩意儿卖出去吧 陈楚人想着 呜呜 看到自己的领袖被击杀 其余的史莱姆纷纷悲愤不已 但同样 他们心里也不满了恐惧 伴随着首领的死亡 这些史莱姆也已经丧失了斗志 哼 玄女军爆发出来 强大无比的气势 那整整齐齐的队列 居然爆发出了军魂 这可是兵种提升到了十级之后 才有很小概率可以领悟到的 玄女军居然一击 就自带了军魂 不愧是SSS级兵种 军魂凝聚 形成了一个高大威压的神女将军 高大的身躯几乎遮天蔽日 一根巨大的神枪猛地往下一砸 哄 一声巨响 二十多头史莱姆 几乎是被秒杀般的屠戮干净 您的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史莱姆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史莱姆 获得十点经验 很快 就传来了一大串结算消息 这一波除了经验外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收获 这很正常 前期开荒就是这样的 而且 主要也是为了提升 英雄和兵种的等级 对于这些史莱姆 陈楚人也没有抱有什么 爆出珍贵物品的期待 走 我们继续前进 陈楚人说到 随后便继续深入 没走多久 前方就遇到了一个怪物巢穴 蜘蛛精巢穴 普通蜘蛛精 数量20 等级2级 蜘蛛精领袖 数量1 等级5级 简介 比史莱姆强不少的经验宝宝 第六章 九天玄女突破 领主之心升级 果然 这些怪物巢穴 刷出来的怪物 都要强一些 那些野生的史莱姆纯纯 就是弱鸡 这个蜘蛛精巢穴里面 最弱的都是2级 那头蜘蛛精领袖 还是5级的 足足比九天玄女 高了4级啊 这种等级的巢穴 对于新手领主来说 已经是难度相当高的了 对于大部分新手领主来说 英雄等级没有5级的话 恐怕还真不敢 来清理这个巢穴 但是 自己的英雄和兵种 可都是传说中的SSS级 能是其他领主可以比的吗 玄女 有把握吗 陈楚人问道 九天玄女 赶着了巢穴里面的气息 随后点了点头 自信地说道 请领主大人放心 一群蜘蛛精霸了 没有任何难度 既然九天玄女这样说了 陈楚人自然不会害怕 那就上吧 把这个巢穴扫荡干净 陈楚人一声令下 九天玄女 带着玄女军冲了进去 没过多久 巢穴里面 便传来了一声声 利物切割肉体的声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蜘蛛精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蜘蛛精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蜘蛛精领袖 获得一百点惊艳 护腕 青铜级 乘一 软身甲咒 青铜级 乘一 陈楚人大喜 没想到 只是一头五级的蜘蛛精领袖 居然就能够爆出青铜级的装备 这可真是踩到狗屎运了 一般在新手的前五天里 很少有人能够刷出来青铜级的装备 甚至是能够刷出黑铁级装备的 都是凤毛麟角 陈楚人这次 还是一次爆出了两个青铜级的装备 这一下是赚大发了 于是 陈楚人便打算让九天玄女 穿上这两件装备 然而就在这时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提升至二级 接着 一道光芒笼罩到九天玄女之上 他突破到了二级 就在这时 陈楚人忽然觉得自己的领主之心里 似乎出现了一股暖流 在这股暖流下 陈楚人体内的那颗白色的领主之心 居然开始发光 渐渐的 领主之心的颜色 在一点点滴变化 这 这是 陈楚人一脸震惊 领主之心居然还会发生变化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情况 几秒钟之后 领主之心发出的光芒也消散了 但是 领主之心的颜色 居然变成了蓝色 陈楚人瞪大了眼睛 一脸都不敢相信 这怎么可能 自己的领主之心 还真的从白色变成了蓝色 万族战场里 还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闻所未闻 陈楚人的呼吸 不由地急促起来 他清晰地感知到 自己体内的领主之心 变得更加强大了 领主之心里 反馈到身体里的力量 愈发凝炼 领主之心的品质 之所以会那么重要 是因为这关乎到了领主 以及英雄兵种的成长上限 这时 九天玄女 带着玄女军走了出来 九天玄女撬脸上 满是兴奋的神采 领主大人 我成功升到二级 九天玄女欢喜雀悦地说道 居然有了一丝小女孩的姿态 恭喜 陈楚人微笑地看着她 这时 九天玄女之间冲了上来 紧紧地抱住陈楚人 诶 陈楚人身子瞬间一僵 大脑一片空白 连先前因为领主之心 升级的巨大震惊 也一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楚人只觉得自己像是 被一团水给抱住了 又像是处身在一片花的海洋当中 鼻尖里闻到了一股股迷缘的芬芳 感受着皮肤上传来的那股温软的感觉 陈楚人一时间有些迷离了起来 过了两秒 陈楚人回过神来 连忙将九天玄女了 轻轻地推出了怀里 嗨嗨 我们搜寻下一个怪物巢穴吧 陈楚人有些尴尬地说道 九天玄女看着陈楚人那微红的脸颊 玩耳一笑 是 领主大人 随后 陈楚人便把先前抱出来的青铜及护腕和甲咒 送给了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将护腕和甲咒装备上 战力大增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二级 装备 护腕 青铜级 卵身甲咒 青铜级 战斗力 27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等级提升了一级 战力提高了20点 然后两件青铜级装备 一共加了100点战力 九天玄女的初始战力是100 已经比其他英雄高了好几十 而黑铁装备 一般只能加10点战力 而青铜级 一般可以加50点战力 毕竟就九天玄女的等级 现在还很低 因此 看起来装备加成十分高 等到了后期 九天玄女升一级 战力恐怕就能够之间涨好几百 要知道 这可是在新手期啊 绝大多数人只有七八级 甚至更高 才有能力击杀这些爆装备的怪物 绝大多数的领主 他们的英雄 只有十多级之后 才能够得到青铜级装备 这样一套下来 陈楚人感觉 九天玄女 至少能够战胜十级的怪物了 甚至十级还有点点保守了 毕竟九天玄女 可是SSS级英雄 想到这里 陈楚人便十分激动 之前的尴尬 自然也就抛之脑后了 很快 他们又发现了一座怪物巢穴 狼腰巢穴 普通狼腰 二级 乘二十四 狼腰领袖 五级 乘一 介绍 差不多的金艳宝宝 没有犹豫 九天玄女 直接便带着玄女军冲了进去 扫荡了这个狼腰巢穴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狼腰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狼腰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狼腰领袖 获得一百点惊艳 金铁石乘武 金铁石 是一种珍稀的矿物 可以用来打造兵种的装备 在前期 也是比较热门的材料 在各大区的交易所里 都有着不少金铁石的交易 陈楚人现在暂时是不缺装备了 但是建筑物铁匠铺 肯定是要打造的 以后肯定用得着 就算现在没啥用 第三天开启了区域频道后 就可以在交易所出售 也能赚一笔不菲的钱财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突破至二级 玄女军也提升到了二级 战力大增 陈楚人没有再往前 继续搜寻下去了 这里离领地 也有一定距离了 可以换的方向 瞬间一路缩回到领地 此时 苏昊也将领地提升到了一级 获得了新的兵种 招募令 他招募了一了一只 地级的冲锋兵 哈哈 没想到我运气居然这么好 苏昊大喜 在前期常见的几个兵种当中 冲锋兵是最强的 随即 他便脑海里 便浮现出了陈楚人的脸 陈楚人 就算你昨天领先了我 但后面有着冲锋兵在 我的提升速度 肯定比你快 第七章 领地遭受袭击 十级怪物 发现地精巢穴 地精巢穴 普通地精 二级 乘十六 地精领袖 五级 乘二 介绍 和史莱姆一样的经验宝宝 眼前是一个地精巢穴 普通地精的数量 只有十六只 但是地精领袖 却有两只 九天玄女并没有因此而犹豫半步 直接带着玄女军冲了进去 玄女军整齐划衣 手中的长毛 齐齐出向了那些地精 虽然只是二十人 但却爆发出了 不小于百人的威势 这些地精 都是些二级的经验宝宝 实力低微 面对训练有素的玄女军 自然是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只普通地精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只普通地精 获得十点经验 随后 九天玄女也轻松地击杀了 那两头地精领袖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只地精领袖 获得一百点经验 火箭塔建造图纸乘一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只地精领袖 获得一百点经验 铁匠铺建造图纸乘一 没想到这两头地精领袖 倒是爆出了两个好东西 陈楚人心中一喜 火箭塔是箭塔的升级版 射出来的箭雨 附带着可怕的火焰 威力大增 是前期领地防御设施里 最强的几个建筑了 陈楚人倒是很意外 他这个时候就爆出来了 而且铁匠铺的建造图纸也出了 他可以提前建造铁匠铺 之前的金铁石 也可以拿来打造装备 不得不说 自己的运气真是好 自己不仅是个挂逼 居然还是个欧皇 领主大人 前方又出现了一座怪物巢穴 这时 九天玄女说道 陈楚人微微有些意外 通常来说 怪物巢穴之间 都会保持一定的距离 没想到 这次居然碰到两个 挨得这么近的 那就扫荡干净吧 陈楚人说道 于是 九天玄女再度大展身手 两分钟后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蓝蛇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蓝蛇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蓝色领袖 获得一百点经验 讨伐令乘一 全是讨伐令 陈楚人十分意外 没想到 自己又爆出了一个好东西 讨伐令 顾名思义 可以选择一名领主 作为讨伐目标 届时 两座领地之间 便会出现一座传送门 讨伐者可以出兵攻打 被讨伐者的领地 掠夺资源 不过 在前期也很少有人爆出来过 也没几个人在前期就用 毕竟大家都在新手期 你能够掠夺多少资源呢 陈楚人微微皱起眉头 这玩意儿 现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而且 讨伐令虽然可以掠夺别人的资源 但无冤无仇的 陈楚人也不想去做这种事情 再说了 自己刷资源的速度快多了 也用不着去掠夺别人的资源 走吧 时间也不早了 打到回府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回到了领地 此时 也刚好是黄昏时分 领主大人 民兵们也纷纷将自己获取的材料 带了回来 陈楚人轻点了一下 木材有700 石头有450 没想到这群民兵 居然这么勤奋 你们也辛苦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陈楚人说到 事宜那几个 还打算去森林砍树的民兵回来 不辛苦 这都是 我们应该做的 感谢领主大人关心 十个民兵不约而同地说道 听到自家领主的话 他们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 没想到领主大人 居然如此体恤他们 他们暗暗想着 明天一定砍更多的树才行 陈楚人来到林田 上午刚种下的林米 此刻就已经长出了稻碎 在这个充满灵气的万族战场 在充满了灵力的林田当中 林米的生长速度 居然能够这么快 估计明天一早 就能够彻底成熟了 这块林田目前的容量是100 一次性能够接出100单位的灵米 一单位的灵米 就足够一个人吃两天了 因为灵米当中蕴含灵力 要比寻常的食物更加易于饱腹 不能多吃 吃多了 容易导致体内的灵力失衡 既然这样的话 趁着明天开启交易所 可以拿一部分灵米去卖 陈楚人想着 顺便吩咐民兵们 开始做今天的晚饭 趁着这会儿功夫 陈楚人打算将箭塔升升级 一座箭塔升级到火箭塔 需要100木材和50石头 是否花费400木材和200石头 将四座箭塔升级为火箭塔 是 光芒落下 原本七八米高的漆黑箭塔 一下子窜到了十米高 而且 原本漆黑的塔身 也出现了一点点红色的条纹 看起来更加神武 那裸露出来的箭雨上 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随后 陈楚人找了一个空地 打算把铁匠铺也建造出来 是否花费200木材和150石头 建造铁匠铺 是 一座铁匠拔地而起 吃完饭后 陈楚人便打开了手机 群里依旧很热闹 姐姐 我那几个民兵 好像饿得不行了 今天都没砍多少树 好拖累 我的发展速度 我的也是 明天交易所开了 大伙能不能支援一点啊 今天下午的时候 不少人也陆续将领帝升到了一级 到晚上 他们也才刚刚把林田开垦起来 相比于陈楚人 招募了20名选女军 其余人都只能额外获得一个兵种招募令 也就是10人 全是一级 他们也不敢直接去打野 大家别担心 今天我猎杀了一些怪物 弄了一些肉 明天可以卖给大家一些 这时 苏浩在群里冒泡了 一副十分慷慨的模样 笼络人心 他还是有一套的 今天招募了一只冲锋兵 苏浩便带着去打野了 遇到了一处虎妖巢穴 冲锋兵联手杀掉了六只虎妖 伙势则是牵扯住了 那头四级的虎妖领袖 当然 伙势并不是那头虎妖领袖的对手 拿到足够的肉之后 他们就直接退走了 明天卖点肉 然后给伙势买件黑铁机的装备 基本上就可以去扫荡周围的怪物巢穴了 那时 我的发育速度就会大幅度提高 陈处人 你就算一时运气好领先我一步 明天开始 你就再也追赶不上我了 苏浩忍不住大笑起来 虽然目前的情况和计划的有所出入 但他有信心 一定能够将这个兴趣的第一拿下 此时 天庭领地 九天玄女忽然猛地抬起头 玄女 怎么了 陈处人一脸疑惑地问道 只见九天玄女的脸色凝重了下来 领主大人 我感知到了一头强大的怪物 正在靠近领地 顿时 陈处人弹射般站了起来 所有人戒呗 玄女军纷纷拿起了长矛 就连民兵们也纷纷握紧了手中的斧头 在领地大门严阵一带 几分钟之后 一头庞大的身躯 便出现在了众人眼中 夜魔猿 等级 十级 介绍 新手期遇到他 你也是够倒霉的 全是 十级怪物 第八章 击杀夜魔猿 领地保卫者 全是 十级怪物 陈处人瞳孔一阵 心中十分震惊 在新手期 的确是会有极小的概率 在领地周围刷新怪物 但等级一般都不会超过五级 十级的怪物 已经不是新手期的领主 能够抗衡的了 陈处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脸色十分凝重 玄女 有几分把握 陈处人紧张地问道 只见九天玄女 毫不犹豫地达到 十成 请领主大人 允许我上前迎敌 九天玄女主动请应 这一次 终于来了一个像样点的对手了 她也想要看看 自己现在就能够施展几分实力 也趁这个机会 在领主大人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好 不过你也要小心 陈处人点了点头 既然九天玄女说了十成把握 那么陈处人 自然也对她十分有信心 听到陈处人的叮嘱 九天玄女 心中微微一暖 随即 她美眸暴射出坚毅的筋芒 灵力运转 猛的一跃 飞至半空当中 好 夜魔员看到九天玄女飞过来 顿时咆哮一声 猛地捶了捶自己的胸口 紧接着 她也不甘示弱 连忙爆发出了体内那股强悍的灵力 恐怖的气浪瞬间袭来 哪怕是陈处人等人 隔了足足有几十米远 也都被波及到了 因为对方只有一个 而且九天玄女 也主动上前与其搏斗 为了防止误伤到九天玄女 陈处人便没有使用火箭塔防御 孽处 胆敢犯我领地 今天就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九天玄女大喝一声 随即右手一抬 灵力裹挟着那条红铃 瞬间变成了一根长长的细剑 直接朝着夜魔员刺去 顿时 漫天都布满了琉璃的霞光 全都散发着 无比威严强大的气势 九天乱舞 九天玄女周身的红铃 顿时飘舞起来 每一根都斜卷着恐怖无比的威势 好 夜魔员大吼一声 身体顿时发出了一阵阵 新红色的光芒 看起来十分甚人 漆黑的夜幕 都被染成了一片新红 这头猩猩看起来好吓人啊 是啊 也不知道旋女大人 能不能杀死她 一众民兵 都被夜魔员的气势给吓到了 纷纷小声议论起来 而一旁的旋女军 则是一脸严肃 并没有任何的慌乱 这就是SSS级兵种 自然不是不入流兵种民兵 能够比拟的 而且 身为九天旋女的亲卫部队 他们自然是对九天旋女 有着最大的信心 哼 雕虫小剑 九天旋女不屑地冷哼一声 随即双手猛地抬起 体内的灵力急速运转 刹那间 九天旋女的身体 绽放出了无比耀眼的七彩霞光 照耀了整个黑夜 将夜魔员的新红气势 瞬间盖过了 接着 九天旋女双掌 抬在头顶之上 灵力尽数汇聚 呼呼呼 夜晚的冷风 忽然大做起来 斜卷着一股股灵力的气流 在四周暴虐 聂畜 受死 九天旋女大喝一声 双掌猛地往前一抬 巨大的灵力球 瞬间朝着夜魔员射去 灵力球气势如虹 仿佛一颗 从天而降的陨石一般 夜魔员感受到 那扑面而来的恐怖气势 本能地产生了恐惧意识 他想要逃 但是灵力球的速度太快了 他根本来不及躲闪 只能防御 夜魔员抬起他那粗壮的双臂 灵力尽数汇聚在双臂上 试图抵挡灵力球的攻击 哄 一声巨响 灵力球重重地打在了夜魔员的身上 巨大的光芒 顷刻之间便将夜魔员给吞噬了 紧接着 恐怖的气浪爆发出来 像是一缸清水里 突然砸下来一颗巨石 夜魔员身后的树林 瞬间被这恐怖的气势侵袭 一根根树木拔地而起 一息之间 这片树林 直接被夷为了平地 陈楚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九天玄女不愧是SSS级英雄 仅仅才是二级 爆发出来的力量就这么恐怖 随即 爆炸的光芒散去 气浪也逐渐平息下来 只见夜魔员先前站立的地方 出现了一个足足有五米深 十米直径的大坑 夜魔员的尸体四分五裂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夜魔员 十级 获得八百点经验 终极英雄招募令乘一 终极兵种招募令乘一 夜魔谷乘十 陈楚人大喜过望 心里顿时充满了激动 终极英雄招募令 终极兵种招募令 这哪里是 前妻能够爆出来的东西 要知道 一般的boss 都不一定能够爆出 终极的招募令 而陈楚人这次 只是击杀了一头十级怪物 居然就一次性爆出 英雄和兵种的终极招募令 这下真的是赚妈了 不过 我有着这本神话书在 无论怎么样 招募的都是神话人物 或者麾下的兵种 都是SSS级 招募令的等级 似乎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陈楚人难难道 招募令的等级 关乎到招募出的英雄 和兵种的等级 比如一枚高级英雄招募令 那么他招募到的 B级英雄的概率是最大的 运气好点 可以是A级甚至是S级 就算运气再差 也能够是C级英雄 像开局天道 送的普通招募令 绝大部分人都只能招募到S级 运气好点的才是E级 再好点就是D级 至于C级以上 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不管怎么样 这可是个好东西 这时 九天旋女的身体 忽然亮了起来 这事 又要升级了 也是 这头夜魔猿 足足给了800点经验 完全足够九天旋女升级了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旋女 成功突破到三级 光芒大作 两秒之后才缓缓消散 九天旋女脸上洋溢着喜色 连忙跑了过来 领主大人 幸不如命 陈楚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九天旋女的实力 的确让她十分满意 没想到这么快 就提升到了三级 通常来说 大部分的领主 往往需要十多天 二十多天的时间 才能将自己的英雄 提升到三级 随后 陈楚人让民兵们 将那头夜魔猿的尸体分解了 看能不能再得到一些 有用的材料 与此同时 陈楚人所在的新区里 也有几个领地 遭遇到了怪物袭击 不过他们遇到的怪物 都只有六级 对于这些新手七领主来说 英雄连二级都还没有 哪里会是怪物的对手 血耗十五万九千四百三十四的 领主增扬 被火焰蛇击杀 领地覆灭 血耗十五万九千一百零一的领主 何故被暴力熊击杀 领地覆灭 弱大的新区里 足足有将近十个新手领主死亡 我去 好吓人 幸好我们没那么倒霉 不然碰上了六级怪物 也只有死 就是就是 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不合理 新手第二天就刷新这么强大的怪物 哪里能打得赢 现在真的有人 能够打得赢六级怪物吗 Ad 苏浩 苏上冒个炮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哈哈 来了来了 第二天在领地外随即刷新的怪物 的确是有机会击杀的 不过都是那些大背景的人 近来就带了两张高级招募令 不然的话 普通领主 绝无击杀怪物的可能 然而就在这时 恭喜序号十五万九千六百七十一的领主陈楚人 击杀了夜魔猿 获得称号 领地保卫者 第九章 震惊的众人 恭喜序号十五万九千六百七十一的领主陈楚人 击杀了夜魔猿 获得称号 领地保卫者 群里突然陷入了寂静 过了将近几分钟 才有人发话 陈楚人 是我们班的那个陈楚人吗 不可能 肯定是同名同姓罢了 陈楚人一个白色领主之星 又没有资本带高级道具进去 怎么可能抵挡六级的怪物袭击 有道理 有道理 我就是怎么可能会是陈楚人那个废物吗 等一下 你们看那个序号十五万九千六百七十一 和我们的是挨在一起的 好像 就是陈楚人 序号 还真是 我的天啊 真是陈楚人 我去 真是陈楚人 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顿时 一些没有怎么讥讽过陈楚人的家伙 开始爱特起了陈楚人 先前说陈楚人废物的人 也默默地把消息撤了回去 陈楚人看了看消息 并不打算理他们 不过 凝红叶却给他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你小子隐藏的还真是深啊 居然能够击杀六级的怪物 然后还配了一个气鼓鼓的可爱表情 陈楚人笑了笑 运气罢了 去你妈的运气 以前高一第一次模拟考试 你考了满分 你跟我说是运气 结果之后的三年回回考试都是满分 还装呢 我的运气比较好 而且持久 气死我了 本来我还说等交易所开了 给你点东西 看来现在是不需要了 然后凝红叶发了一个哼的表情 对了 你现在缺食物吗 陈楚人问道 毕竟凝红叶这个三年的同桌 对自己也不错 陈楚人也想着帮他一些 不缺 此时 凝红叶正地坐在自己的领主府里 气鼓鼓地看着陈楚人发来的消息 他还担心陈楚人前期发育不好 会被其他人甩下去 然后打击到他三年考试满分的自信心 结果陈楚人一声不吭地 便宰了一头六级的怪物 真是气死我了 亏我还那么担心你 凝红叶翘脸气鼓鼓地 看起来倒也十分可爱 这时 一个美丽的精灵走了过来 这是凝红叶的A级英雄 万花精灵 领主大人 这是怎么了 万花精灵微笑着问道 一个气死人的家伙 凝红叶怒气冲冲地说道 万花精灵笑了笑 看着自家领主那份模样 心里也大致有了几分猜测 不过他只是微笑着 并没有说什么 简单地聊了几句之后 陈楚人便发了晚安 随后 陈楚人还是选择建造了 那座豪华灵主府 反正图纸都有了 不见白不见 他也不是差那一两百木材的人 苏浩的领殿 可恶 可恶 陈楚人居然能够击杀六级怪物 苏浩脸上满是震惊 还有着几次愤怒和不甘 他出生在一个豪门家族里 自己的天赋也颇为优异 一直以来 都是大家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直到高中 他发现自己 居然比不过一个锅 每次考试 他都是万年老二 陈楚人每次考试都是满分 满分 一次两次就算了 苏浩他还可以接受 但是每次都这样 他每次都第二 每次都被陈楚人压在下面 随着时间流逝 他心中的极度 就积压得越来越多 极度 是会让人逐渐堕落的 运气 肯定是运气 他一个锅 还是个白色领主之星 那只怪物不一定是六级 也有五级的情况 陈楚人肯定是运气好 才击杀了那只怪物 苏浩有些魔障地说道 他的A级英雄 还有强化后的兵种 都不一定能够击杀六级怪物 他又怎么能够相信 陈楚人凭实力 击杀了一头六级怪物呢 苏浩的眼神 变得阴逸下来 忽然 他抬起头 朝着外面喊道 火势 火势走了进来 领主大人 苏浩看着他 一字一句地说道 让那些民兵们通宵砍伐 加快获得材料的速度 然后 你带着冲锋兵 连夜去领地外面刷罐 务必在明天之内 突破到二级 火势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不过还是应声道 是 随后 火势便走了出去 英雄火势对您的好感度一 这时 苏浩猛地抬起头 随即 他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马德 居然还感到好感度 等我招不到新的英雄 就把你打入冷宫 苏浩恶狠狠地说道 当然 他也只是做气罢了 哪怕是在后期 每个英雄都是领地里最强大的战领 又怎么可能轻易舍弃 更何况 火势还是个A级英雄 马德 还等想办法 提高英雄好感度 真是烦人 都怪陈楚人 如果你老老实实当个普通领主 不就好了吗 非要跟我抢 苏浩低着头 此刻他 心中充满了怨恨 英雄怎么提高好感度来着 高一的知识 有点旺了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伸了个懒腰 便起床了 今天是第三天了 交易所和区域聊天频道 正式开启 聊天频道里面 已经充满了密密麻麻的消息 大家好 我是来自临安中学的 Triple X 请多多关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安江中学的 Triple X 请多多关照 大家好 我是来自 怀远中学的 Triple X 请多多关照 大部分都在混个脸书 当然 还有一些求材料的消息 特别是食物 大佬们 有没有多的食物啊 可以卖点吗 同求食物 急急急 我也想要点食物 顺便收购种子 高价收购 看着这些消息 陈楚人嘴角轻轻上扬 他不打算和这些人私自交易 而是挂到交易所上面去 陈楚人先是清理了 一下自己的食物 民兵们早早地就将零米收割好了 足足一百单位呢 陈楚人想了想 决定分三批 每批卖出十单位的零米 简单操作后 便挂到了交易所上面 每批零米的价格是一百零主币 新手零主 每个人可以获得一千的零主币 获得零主币的渠道有很多 比如在卖材料给交易所 还有击杀boss 天道奖励等等 有人卖零米了 一次性还是十单位 这么富的吗 我去 居然还全部都是 这个这个叫陈楚人卖的 一共三十单位的零米 乖乖 这家伙肯定是爆出了许多零米种子 有人这样说道 能够卖出三十单位的食物 证明他肯定还存有更多的食物 我想起来了 这个陈楚人 就是那个第一个突破一击的 天道奖励了五百单位食物兑换券的 怪不得呢 三十单位零米说卖就卖 大手笔啊 这时 陈楚人清理了一下自己的物品 这个讨伐令也没啥用 干脆卖了吧 陈楚人想了想 将讨伐令挂到了交易所上面 售价八百零主币 现在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只有一千零主币 谁会拿出八百来买讨伐令 不过 反正陈楚人不着急 这时 苏昊也在浏览着交易所的信息 三十单位的零米 这个陈楚人 苏昊眼睛里都要喷出火焰了 他现在都没有多少食物 可恶 这些东西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陈楚人 你给我等着 等后面 我爆出讨伐令 我肯定要狠狠地洗劫你的领地 苏昊恶狠狠地说道 当然 他也不至于会攻击陈楚人 他只是想把陈楚人的资源全部抢走 然后狠狠地羞辱他一番 虽然他现在资源一般 但是有着冲锋兵和A级英雄 再加上被强化了的民兵 也有一战之力 他相信 在战斗力上陈楚人 是远远不如自己的 这时 他又看到了陈楚人发布的新交易 讨伐令 哈哈 陈楚人 这可是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第十章 讨伐 讨伐令 哈哈 陈楚人 这可是 你自己送上门来的 苏昊大喜 毫不犹豫地 便买下了那个讨伐令 生怕晚了一步 就被别人抢先了 这时 陈楚人正打算出门刷怪 您的交易已完成 八百领主币已到账 陈楚人连忙查看了交易信息 嗯 居然还真有人在这个时候买讨伐令 陈楚人颇为惊讶 随后一看 居然是苏昊买的 陈楚人有种不祥的预感 皱起了眉头 苏昊 这个家伙这个时候买讨伐令 难不唱 哼 无所谓了 要是敢对我动什么外星子 我会让你知道 为什么花儿这样红 不过陈楚人耸了耸肩 也不打算去管这个 反正这八百的领主币 他是到账了 时间很紧迫 他得抓紧时间去打野 陈楚人收拾好 立马便走出了领主府 九天玄女 已经整顿好了玄女军 恭敬地集结在领地当中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带上中午的食物 今天傍晚再回来 陈楚人说道 过了两分钟 玄女军带上了足够的食物 陈楚人便打算带着他们出发了 就在这时 领主苏昊使用讨伐令 讨伐目标为领主陈楚人 请双方做好准备 十分钟后 两座领地之间将会出现传送门 陈楚人瞬间皱起了眉头 这苏昊居然想要讨伐我 看样子应该是缠上了我的资源 陈楚人难难道 稍微有些意外 不过想了一下 这也倒在情理之中 这时 整个区域的聊天频道就炸了 我去 这个时候 就使用了讨伐令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啊 这个讨伐令 我记得 就是这个陈楚人卖的 有点离谱 自己卖的讨伐令 被别人买来讨伐自己 太离谱了 聊天频道里 不少人开始笑了起来 不过 大部分人都开始讨论了起来 陈楚人之前 拿过区域第一个突破一级的奖励 他们倒是听说过这个名字 这个苏昊是谁 居然敢去征讨陈楚人 他难道不知道 陈楚人是第一个突破一级的吗 不是很清楚 有没有认识的人来介绍一下 苏少可是我们西南苏家的大少 招募了一个A级英雄呢 原来是苏家大少啊 还是A级英雄 怪不得有底气 在这个时候使用讨伐令 A级英雄啊 前期很多区都找不到一个 能招募A级英雄的领主 真是让人羡慕 没错 这样一看 那个陈楚人多半是有些危险了 A级英雄 这怎么打 依我看 这个陈楚人干脆主动交出资源吧 毕竟对方可是A级英雄 要是打起来 一个不注意把领主之心打碎了 那可就全完了 不错不错 毕竟是A级英雄 投降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至少领主之心在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陈楚人自然也是 看了看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嘴角轻轻一笑 投降 开玩笑呢 一个小小的A级英雄罢了 在九天玄女面前不过蝼蚁 哼 陈楚人冷笑一声 既然那个苏后这么不知好歹 那这次我也就教训她一顿 这时 九天玄女一脸凝重地走了过来 眉宇间也有着几丝怒意 领主大人 此人居然如此嚣张 请允许我击杀此聊 九天玄女恶狠狠地说道 那就狠狠地教训她一顿好了 居然敢来寄予我的资源 陈楚人说道 嘴角轻轻上扬 见状 九天玄女点了点头 这时 宁红夜发来了私信消息 陈楚人 陈楚人 那个苏昊要来打你了 我听说 他可是招募到了一支冲锋兵 你行不行啊 如果不行的话 就低个头 把资源给他吧 看得出来 宁红夜十分着急 不要问一个男人 行不行这种问题 陈楚人回复道 心里微微一暖 没想到这个老同桌 居然还挺关心自己的 这个时候 你就别逞强了 苏昊的运气的确有点好 加上他家世雄厚 你就别和他硬扛了 打不过就认输吧 万一他发痕起来 要毁掉你的领主之心怎么办 不用担心 对付苏昊的话 我还是有把握的 陈楚人回复道 此时 宁红夜十分焦急地 在自己领主府里徘徊起来 苏昊虽然资源没搜集多手 但是英雄和兵种却十分强大 真要打起来的话 连他都不一定是对手 这个陈楚人 怎么这么酱啊 打不咬之后 我送你一些资源吗 宁红夜猝起眉头 翘脸上布满了忧愁 高中三年里 苏昊一直都很嫉妒陈楚人 时常找他的麻烦 再加上这一次 苏昊也是下了血本 想要拿下第一个突破一级的奖励 结果被陈楚人给抢先了 苏昊这个人 牙字必报 心眼极小 万一发痕起来 还真有可能 想要毁掉陈楚人的领主之心 一旦领主之心被毁 那可就直接生死到消了 这让宁红夜 怎么能不着急 领主大人 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万花精灵走了进来 兵种已经在外面集结好了 随时准备去扫荡周围 可是这个时候 宁红夜 哪里还有心思去扫荡啊 万花 你先带着他们去扫荡吧 宁红夜说道 他现在心急如焚 实在是抽不出心思去扫荡了 见状 万花精灵便没有再多说什么 点了点头退了下去 与此同时 领地 幽明森罗 穿着黑袍的男子 看着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嘴角轻轻上扬 露出一个十分邪魅的笑容 有意思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点 就发起讨伐的 陈楚人 男人难难道 随后 一个岩石凝聚的身影走了进来 如果有人在这里的话 一定会大惊失色 因为这个岩石身影 是A级英雄 暴炎战士 而且 还要比苏浩的那个A级英雄伙势更加强大 领主大人 冲锋兵已经集结完毕 暴炎战士恭敬地半跪在地上 像一个仆人一般 要是这被其他人看到了 肯定又是一阵阵惊呼 哪怕是苏浩这样的大家族子弟 招募了一个A级英雄 平常都是客客气气的 走吧 今天想办法把你升到三节 另一边 领地 天水之地 那个身穿蓝色长裙的少女 也是绕有兴致地看着聊天频道 真是有意思呢 这个陈楚人 能够比我还要快两个小时突破一级 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这时 他的英雄也走了进来 也是A级英雄 玄水精灵 领主大人 冲锋兵已经准备就绪 行 那就出发吧 随即 少女也走了出去 第十一章 玄女显微 被秒杀的苏浩 此时 苏浩已经集结好了自己的冲锋兵 伙势也站在一旁叙事待发 他们站在领地门口 等待着传送门的开启 陈楚人 薪酬就和一起算 这次 我一定要把你给搜刮干净 苏浩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兴奋的癫狂 他脑海里 已经浮现出了自己攻占陈楚人的领地 将所有的材料食物 尽数搜刮 陈楚人则是狼狈地跪在他面前 瑟瑟发抖 大气都不敢喘一声 哈哈 陈楚人 为你之前的所作所为后悔吧 苏浩忍不住大笑起来 一旁的火势健壮 顿时皱起了眉头 不过 他很快就掩盖了下去 终于 十分钟的时间到了 讨伐令生效 下一秒 一座传送门便出现在了陈楚人和苏浩的领地门口 冲 苏浩大吼一声 火势便带着冲锋兵冲了进去 光芒一闪 场景转换 火势带领着冲锋兵便冲到了陈楚人的领地前方 此时 陈楚人站立在领地面前 九天玄女站在一旁 绝美的脸上满是淡抹冰霜 前方 二十名玄女军严阵以待 那一杆杆锋利的长毛 仿佛已经凝聚出了实质性的气势 黑压压地笼罩着整片天空 此时 刚刚从传送门里冲出来的苏浩 脸色顿时一僵 脸上的笑容立马凝固住了 看着那二十名严阵以待的玄女军 苏浩心神微微一颤 虽然都是女兵 但仅仅只是散发出来的气势 都不容小觑 苏浩没有太放在心上 虽然出现了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兵种 但就陈楚人一个普通兵种招募令 能够招募到什么强大的兵种了 可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这么好的运气 陈楚人 好久不见 苏浩朝着陈楚人 露出了一个有些玩味的笑容 在他看来 陈楚人的领地 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好久不见 苏浩 陈楚人微微一笑 配上他那俊俏的脸和高挺的身姿 那一笑 令人如目春风 然而 苏浩对此却是嗤之以鼻 随即 苏浩扫视了一圈 目光先是落在了陈楚人身旁的九天玄女上 他的眼睛瞬间直勾勾地看了过去 眼珠子都给爆出来了 然后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他生平以来 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有物 陈楚人这家伙 还真是艳福不浅 招募到的英雄 居然都是如此角色 我怎么就没有这个艳福 苏浩愤愤不平地想到 再看了看一旁被火焰包裹的伙事 心里更加不平衡了起来 A级英雄 一下子不香了 九天玄女也感受到了苏浩那猥琐的目光 顿时眉头紧皱 他灵力运转在掌心 便想要上去狠狠地教训这个灯徒子 不过随即想到 现在是对方使用了讨伐令 如果对方还没有攻击的话 自己主动出手 是不是不太好 九天玄女还不清楚 这讨伐令的具体规则 但是一想到万一破坏了规矩 受到天道惩罚就糟了 他可以不在乎 但是不能让自家领主大人受到牵连 于是 他便悄悄放下了手掌 等一会儿开打了 绝对不会放过那个灯徒子 此时 陈楚人的眉头也紧皱起来 他知道苏浩好色 高中的时候 可没少骚扰过自己的桶桌宁红叶 没想到 居然还用这种下流的目光 看自己的九天玄女 陈楚人也十分生气 玄女 一会儿不用手下留情 陈楚人说道 苏浩那恶心的目光 让陈楚人 都想直接挖了他的眼睛 九天玄女眼睛一亮 心中颇为感动 看来领主大人还是很在意我的 于是 九天玄女紧紧地攥住了拳头 恶狠狠地看着苏浩 直接对上了苏浩那猥琐的目光 不由的 苏浩身子打了一个哆嗦 被九天玄女的气势给吓到了 嗨嗨 苏浩收回了目光 毕竟对方是英雄 自己身为领主 有些失态了 虽然陈楚人身旁的英雄 的确相当角色 不过多半是个花瓶 不足为虑 随即 苏浩便扫射了一圈领地里的建筑 那是 火箭塔 这个陈楚人 运气这么好吗 居然都已经爆出火箭塔的建造图纸了 真是可恶 随即 苏浩又看到了陈楚人的豪华灵主符 这个家伙 倒还会享受啊 这个豪华灵主符 我也收下了 接着 他便看到了陈楚人的那一座灵田 灵田上 种满了灵米 苏浩的眼睛顿时直了 没想到陈楚人这个家伙 居然还有灵米种子 足足一百单位的灵米 而且很明显 陈楚人的种子肯定还不止这点 苏浩不禁十分兴奋起来 虽然灵米在万族战场是最基础的作物 但在前期 那可绝对是宝贝 有了这些灵米 他的民兵和冲锋兵能够得到相当大的增益 这在前期绝对能够帮他和其他人拉开巨大的差距 真是天助我眼 苏浩情不自禁地仰天长笑一声 十分的兴奋和得意 陈楚人微微眯起了眼睛 心想这个家伙莫名其妙地笑什么呢 然后微微扫了一眼自己的玄女君 那如红贯天的气势恐怖无比 再看看苏浩那得意忘形的样子 陈楚人很疑惑 苏浩这家伙到底在得意什么 陈楚人 虽然你抢了我的一级第一的奖励 但我苏浩也是个大度的人 只要你肯乖乖交出所有食物和资源 我便放过你 苏浩说道 随即 一旁的伙势便释放出来自己的气势 身上的火焰瞬间跳动了起来 与此同时 身后的冲锋兵也纷纷立起了手中的长枪 一时间 气势也爆发了出来 苏浩十分得意地环抱着双手 饶有兴趣地看着陈楚人 自己的英雄可是A级 兵种也是前期最强大的兵种之一 这场战斗的结果 毫无悬念 呵呵 陈楚人冷笑起来 什么叫我抢了你的第一 陈楚人特意重读了 抢这个字 很莫名其妙好吧 自己凭本身得到的奖励 怎么就成了抢的苏浩的了 你 苏浩大怒 心里也十分惊讶 没想到陈楚人居然还敢盯嘴 行 陈楚人 这可是你自找的 那就怪不得我了 第十二章 您的英雄伙势已死亡 行 陈楚人 这可是你自找的 那就怪不得我了 索浩英狠一笑 随即 他便轻轻地挥了挥手 一声令下 上 火势双拳相碰 周身的火焰顿时沸腾起来 这些天 他就只和那些怪物交手过 那些怪物空有一身灵力 但却没有丝毫的智慧 打起来也算不上轻松 但却关键是 打赢之后 并没有给他一丝成就感 如今 他终于可以和其他英雄交手了 心里也是有些激动 火势的目光 同样火热无比 他直接冲了出去 化作了一道火红的流光 直冲陈楚人的领地 宛若天降陨石一般 这个家伙交给我 你们去把这些冲锋兵清理干净 九天玄女说完 便也飞了出去 就在他起身的那一刹那 周身的红铃 也宛如油龙般飞舞了起来 九天玄女的身体 绽放出耀眼的霞光 圣洁又无比威严 曲曲蝼蚁 居然妄想挑战我 看着冲来的火势 九天玄女十分不屑地冷哼道 火势虽然是A级英雄 放在外面 绝对会受到无数领主抬爱吹捧 但是 对于九天玄女来说 和凡人并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他这个曾经高高在上的神女来说 火势也不过蝼蚁罢了 蝼蚁 你好大的口气 火势顿时怒了 他身为A级英雄 自然也是相当高傲的 你不会觉得 靠着自己的角色容貌 便能够高人一等了吧 在万族战场 光有脸蛋没有实力 那可是相当悲惨的 火势冷笑道 万族战场 终究也是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没有实力 只能够任人宰割 在新手期 有着天道所去的保护 暂时还没有什么 但是 一旦度过了新手期 可就没有天道的保护了 那可就真是弱肉强食的世界里 那个时候 没有足够的实力 这副绝美的脸蛋 便会化作催命符 万族战场 也发生过不少类似的事件 比如 某个色魔灵主 看上了别人的英雄角色精灵 便用讨伐令强行侵占 逼迫对方领主 然后侵犯了对方的英雄 最后 英雄受辱 好感度直接降到了60以下 好感度低于60 英雄叛逃 便是符合天道规则的 于是 那名英雄便叛逃了 但是叛逃之后 便被那个色魔领主抓住了 受不了侮辱 那名精灵便自杀了 因为叛逃之后 他也就相当于 和原来的领主切断了联系 自然也无法通过领主之心复活 彻底地消散在了万族战场当中 因此 伙士对救九天玄女的态度 极其地轻蔑 陈楚人 我的伙士可是A级英雄 如今也突破到了二级 战力强大 可不是普通英雄能够比的 苏浩得意地说道 陈楚人冷哼一声 孰强孰弱 打了便知道了 见到陈楚人 仍旧不死心的模样 苏浩摇了摇头 自己已经给过陈楚人机会了 是他没有把握住 那可就怪不得我了 伙士 不用手下留情 苏浩对伙士说道 是 火势点了点头 随即 火势便运转起了全身的灵力 又闭一台 火之掌 无数的火焰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掌 朝着九天玄女急速掠来 所过之处 就连空气都要被这高温点燃 雕虫小剑 九天玄女不屑地冷哼一声 这种手段 在她眼里 不过是小把戏 虽然现在 实力被大大封印 但是怎么可能把这种小伎俩放在眼里 只见九天玄女 轻轻地挥舞起了手臂 那修长的手指不断轻抖 四周的灵力 瞬间狂暴起来 朝着九天玄女凝聚 霞光一彩 瞬间将整个黑夜照亮 如同白昼一般 星月神话 九天玄女的气势 凝聚到了一个极点 哄 天地之间 隐隐传出一声轰鸣 火势的身体 猛然一阵颤抖 像是看到了什么极为可怕的东西一般 虽然那道声音极其微弱 甚至都不能确定是不是真的有这么一道声音 但是 那道轰鸣却清晰无比地传入了她的内心 剧烈的声音狠狠地震撼她的心脏 这一刻 九天玄女的气势终于爆发了出来 这个女人 很强 火势眼睛眯了起来 脸色十分凝重 九天玄女眼神凛冽 默然地看着火势 如同天神看待凡间云云众生一般 紧接着 九天玄女手指轻轻一动 指尖猛然向前点出 刹那间 四周的灵力像是受到了指引 瞬间急速凝聚起来 朝着火势狂涌 九天玄女的灵力也尽数爆发出来 天地之间顿时霞光无数 法则弥漫 这一刻 九天玄女如同这片天地的主宰一般 整个天地的力量都听从着她的意志 顷客之间 火势释放出来的那道烈火掌 直接被这股灵力冲刷得粉碎 丝毫没有阻碍到这股灵力 如同沙滩上堆砌的沙宝 在狂涌的海啸下荡然无存 不好 火势瞳孔一震 他感受到朝着自己狂涌而来的力量 心头大震 他深知 这股力量远远超过了自己 火势立刻想要凝聚灵力来抵挡 可是九天玄女释放出的攻击极快无比 就像狂勇的海啸一般 顷客之间数百里 火势的灵力刚刚开始调动起来 那股斜卷着天地之势的灵力便已然冲至身前 哄 刹那之间 火势的身体便被吞噬 一个柴火 在海啸面前显得是那么的渺小 您的英雄火势已死亡 这时 苏浩脑海里便传来了提示音 他的脸上瞬间布满了极度惊恶的表情 这这这 这怎么可能啊 苏浩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自己的英雄可是A级啊 怎么在陈楚人的英雄面前 那么的不堪一击 苏浩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半空当中的九天玄女 此刻 她的眼神当中不敢再有之前的轻浮和淫欲 有的只是恐惧 九天玄女身上的红铃随风舞动着 那无限的霞光尽数照耀在她的身躯上 宛如一位天神般 但同样 她心里还是无法接受 很明显这个绝美的女人品质恐怕还在新的伙食之上 可是陈主人明明是个孤儿 又没有提前带高级招募令进来 怎么可能招募到这么强大的英雄 饶食他们苏家也都是耗费了极大心血 才弄到一枚高级招募令 为什么会是这样 第十三章 各方反应 为什么会是这样 苏浩目瞪口呆 在这巨大震撼的冲击下 神情都变得呆滞了 此时 玄女军气势如虹 而反观苏浩的冲锋兵 因为伙食的落败 冲锋兵也士气大减 再加上玄女军本来就要强大许多 二十个冲锋兵很快便土崩瓦解 而玄女军却没有一丝的伤亡 陈楚人特意叮嘱 让玄女军不要使用军魂 但仅仅只是他们的气势 已经瞬间冲垮了苏浩的冲锋兵 这就是兵种之间的巨大差距 此刻 苏浩震惊的已经失神了 原本浩浩荡荡的二十个冲锋兵便已经消散了 只能让苏浩回去之后 耗费极大的代价复活 苏大少 现在的情况 似乎有点不太一样啊 陈楚人微微一笑 这笑容 落在苏浩的眼里 自然是充满了讽刺意味 陈楚人 你 你 苏浩下意识地咽了咽唾沫 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我什么 陈楚人眉头一挑 玩味一笑 这时 九天玄女落了下来 轻轻站在陈楚人的身旁 周围的霞光也都缓缓散去 领主大人 此人怎么处置 苏浩毕竟是个领主 九天玄女觉得 还是要问一问陈楚人的意见 陈楚人嘴角轻轻上扬 苏少 这件事情 你看怎么解决比较好呢 陈楚人上前几步 玩味地看着苏浩 苏浩支支吾吾了几下 有些不敢看着陈楚人的眼神 你 想要怎么解决 苏浩颤微微地问道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失败 本以为能够轻松地攻占下 陈楚人的领地 可是事实却刚好相反 自己引以为傲的A级英雄伙士 却在对方手下 直接被秒杀 巨大的差距 犹如天欠鸿沟 令他绝望 那算了吧 陈楚人的眼神便冷了下来 轻轻摇了摇头 玄女 就我之前说的 随你处置吧 说完 陈楚人便直接走回了领地 是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应声道 玉手紧紧地攥在了一起 随即美眸当中怒火发作 恶狠狠地看着苏浩 苏浩顿时心脏一颤 看着九天玄女那怒火冲天的模样 再想到之前火势的下场 他就忍不住双腿发软 陈楚人 等等 大家都是同学 看在往日的情面上 就放我一马吧 苏浩立刻高声喊道 生怕晚一秒九天玄女 便冲到了自己面前 陈楚人停了下来 不过并没有转过身 情面 苏浩 这三年 你可没少针对我 这次还大张旗鼓地 拿着讨伐令来攻击我 你说 我没有什么情面 苏浩语色 无法反驳 陈楚人重新抬起了脚步 静止地走进了领主府内 老实说 如果不是因为讨伐令的限制 陈楚人都想要顺着这个传送门 去把苏浩的领地洗劫干净 不过估计也没啥东西 可洗劫的 陈楚人 陈楚人 苏浩连忙着急地大喊道 九天玄女已经明白了 自己领主的意思 直接走了过去 别打扰我家领主 飘舞的红铃 随着九天玄女 落在了苏浩身前 此刻 看着那张绝美而又冷漠的脸 苏浩心底再也生不起一丝淫欲之念 心里只有恐惧 灯徒子 九天玄女眼里满是厌恶 灵力凝聚在手掌心 接着猛地按下 哄 一声巨响 庞大的灵力凝聚压缩在一点 爆射到了苏浩的小腹之下 啊 苏浩瞬间倒地 蜷缩在一起 五官痛苦地极度扭曲在一起 双手死死地按住小腹之下 鲜血瞬间湿透了她的裤子和衣角 啊 苏浩痛苦地哀嚎着 不断地在地上翻滚着 九天玄女俯视着她 淡默地看着苏浩在地上翻滚哀嚎 九天玄女一脸厌恶地抬起手 四周的灵力顿时巨拢 形成了一根巨大的手臂 正准备对苏浩再来一击重伤时 一道光芒落下 将苏浩笼罩 这场讨伐战已经被天道裁定胜负了 天道便直接将苏浩传送了回去 可恶 九天玄女还没解恨 就让苏浩跑掉了 但是她也不知道 这讨伐令的裁定居然这么快 不过 就算九天玄女第一时间下杀手 也不会奏效的 因为在新手期内 讨伐令是不允许出现领主伤亡的 只不过 因为很少有人能够在新手期里得到讨伐令 所以 教材里面也没有提 嫌有人知 领主苏浩 使用讨伐令 讨伐失败 领主陈楚人 成功守卫自己的领地 这场战斗的结果 立马便被天道公布了出来 顿时 整个区域的频道便炸了起来 特别是认识苏浩和陈楚人的那些同学 我去 怎么可能 苏绍可是有着A级英雄的呀 怎么会输给陈楚人 而且 苏绍还招募到了冲锋兵 Q加上A级英雄 前期几乎可以横扫了 居然输给了陈楚人这个白色领主之心的家伙 怎么会这样 陈楚人到底招募到的是什么品质的英雄啊 连拥有A级英雄的苏浩都不是对手 聊天频道里 砸成了一锅粥 特别是那些熟悉苏浩 陈楚人的同学 他们是知道苏浩有多么强 居然会输给陈楚人这个白色领主之心的家伙 原本 那些以前就瞧不起陈楚人的人 都已经幸灾乐祸了起来 可是最后的结果 让他们大跌眼镜 苏浩 居然输了 那个苏浩居然有A级英雄 这么厉害都会说 那看来 陈楚人也是招募到一个A级英雄了 你没看他们说的吗 那个陈楚人是白色的领主之心 招募英雄和兵种时 获得高品质的概率更小 我还真没有听说过 有白色领主之心的人 能够招募到A级英雄 但是能够打赢那个苏浩 说明那个陈楚人 肯定是有着更强的英雄 不一定 那个陈楚人 毕竟是白色领主之心 顶天只能够招募到一个B级英雄 我估计 他多半是刷到了什么 比较强的防御建筑 楼上说的有道理 我估计这家伙 应该也是刷到了什么 高级的防御建筑 哈哈 不管怎么说 我只觉得这件事情有些滑稽 我还是第一次 看到有人主动使用了讨伐令 结果还没打赢 哈哈 说的也是 怪不得那个陈楚人 还把讨伐令拿出来卖 应该也是知道自己实力强大 不会担心其他人攻击 聊天频道里 热烈讨论了起来 大家都很好奇 白色领主之心的陈楚人 究竟是怎么战胜 拥有A级英雄的苏浩 此时 领地幽名森罗 那个男人 嘴角邪魅一扬 有意思 居然是白色的领主之心 不过却能够战胜 拥有A级英雄的领主 看来这家伙 肯定有着什么特别之处 暴炎战士走了过来 说道 那个讨伐一方 虽然也是招募到了A级英雄 但那伙势 在A级英雄中 也只是垫底之流 同等级 我能一招击败他 领主大人不必忧心 来人轻轻一笑 以后会有机会遇到的 第十四章 愿读的苏浩 啊 苏浩在自己的领地前 满地打滚 小夫下不断传来 撕心裂肺的疼痛 刺痛着他每一寸的神经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领地里还在忙碌的 民兵们纷纷跑了过来 一时间不知所措 他们心想 自己领主 不是带着军队 去掠夺其他领地的资源了吗 怎么会变成了这样 领主大人一个人 躺在领地外面 小夫下一直流出浓浓的鲜血 而冲锋兵和伙势 都不见踪影 先把领主大人送回府里吧 不知道是哪个民兵率先说道 随后 一众民兵们便小心翼翼地 抬着苏浩进入了领主府 苏浩的身体稍微一动 小夫下面就传来了 极度的撕裂痛感 伴随着苏浩 那一阵阵鬼哭狼嚎般的剃叫声 民兵们放置好苏浩 便急匆匆地退了出去 之前苏浩有过命令 不允许民兵进入领主府 因为苏浩觉得 这些民兵都是些卑贱的兵种 再加上苏浩还对民兵 使用了兵种强化卡 都还是没能成为 第一个突破一级的领主 一方面 苏浩急恨上了陈楚人 另一方面 苏浩也迁怒到了这些民兵身上 觉得他们实在是废物 使用了兵种提升卡 都还比陈楚人慢 陈楚人 苏浩咬牙切齿 小夫下的疼痛终于开始减轻了 神志逐渐恢复了清明 想着先前受到的侮辱 他愈发的愤怒 自己只不过是用了讨伐令 想要拿回一些属于自己的资源 那些被陈楚人抢去第一的奖励 而且 自己也战败了 根本就没有对陈楚人 造成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即便是这样 陈楚人却还只是自己的英雄 废掉自己的根 真没想到 你居然是如此牙子必报之人 苏浩恶狠狠地说道 怒垂了床板 今日之仇 我必将百倍奉还 苏浩发誓 他绝对要报仇 不知道是不是一时激动 又牵扯到了哪根神经 小夫下面传来的疼痛 更加剧烈了几分 啊 痛苦的惨叫声 持续回荡在苏浩的领地四周 领地 天庭 领主大人 让那个家伙逃掉了 九天玄女走进领主府 恭敬地说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他也没有料到 天道居然主动将苏浩传送回去了 不过这样也行 把命根子废了 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这可以说是对一个男人最大的侮辱了 随即 陈楚人看了看九天玄女 你们休息一下吧 陈楚人关切地说道 毕竟九天玄女他们 也才经历了一场战斗 还是需要休整一下 不用 对付这种蝼蚁 我和玄女军都没有影响 九天玄女说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既然九天玄女这样说了 那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好 我们出发去扫荡其他的怪物巢穴吧 是 随后 陈楚人便带着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朝着森林出发 附近的巢穴都是会刷新的 除非陈楚人将领地不断扩大 一直蔓延到了这里 很快 陈楚人便遇到了一个怪物巢穴 血狼巢穴 普通血狼 二级 血狼领袖 六级 介绍 比史莱姆强大不少的经验宝宝 相较于昨天 今天的怪物巢穴里 怪物的实力都有着明显的提升 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轻车熟路地冲了过去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便解决了战斗 您的冰种 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 普通血狼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冰种 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 普通血狼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冰种 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 普通血狼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英雄 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 血狼领袖 获得150点经验 玄灵簪 青铜级 乘一 虽然这个怪物 巢穴的实力挺弱的 但却爆出了一件 青铜级的装备 玄灵簪 刚好适合九天玄女 玄女 这个给你 陈楚人将玄灵簪 拿了出来 递给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 突然小脸一红 心里有些欢喜 像是一个 收到心爱之人 送定情信物的少女一般 怎么领主大人 突然送我簪子 这根簪子 还真是好看呢 难道说 领主大人 是对我有意思吗 这这这 九天玄女 开始胡思乱想了起来 翘脸上又浮现出了 一抹抹的潮红 像一个情斗初开的 怀春少女一般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对您的好感度加一 而陈楚人 并没有注意到 九天玄女的变化 他急忙忙的 便查看起了 九天玄女的信息面板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三级 战斗力 32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足足320的战斗力 一件青铜级的装备 就能够增加50的战斗力 普通的SSS级英雄 10级也都才300战斗力 当然 如果除去青铜级装备的加成 九天玄女三级 大概只有150左右的战斗力 这个数值 已经是相当于S级英雄 在10级的战斗力 也就是说 哪怕苏浩的那个英雄伙势 突破到了10级 也依然不会是九天玄女的对手 随着时间推移 英雄品质的差距 会让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嗯 玄女的好感度又增加了 陈楚人这才注意到 九天玄女好感度的变化 心里有些莫名其妙的 算了 还是刷怪要紧 陈楚人没有在意 这些细枝莫节 连忙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一旁的九天玄女 轻轻地嘟起嘴 似乎有些埋怨自家领主 有些不解风情 苏浩的领殿 苏浩终于艰难地爬下了床 连忙让民兵进来 搀扶着他走了出去 即便他心中再愤怒 现在的情况 已经没有时间让他去想其他的了 被抓紧时间 将伙式和冲锋兵复活出来 可恶 这两天存的资源又白费了 苏浩咬了咬牙 付出了许多的资源后 将伙式和冲锋兵复活了 这一次 他可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第十五章 转化铁匠 扩充民兵 此时 陈楚人带着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不断地扫荡着周边的怪物巢穴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班虎 获得十五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班虎 获得十五点经验 获得十五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班虎领袖 获得一百五十点经验 铁匠兵种转化卡乘五 零米种子乘三十 铁匠兵种转化卡 顾名思义 可以将任意兵种转化为铁匠 陈楚人现在的两只兵种 并不是很缺武器装备 但随着时间推移 对武器和装备的消耗量 是会大大增加的 光靠刷怪爆装备 是很难满足这个需求的 所以 铁匠的转换肯定是必须的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 太阳也快落山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陈楚人说道 随即便带着众人回到了领地 几个民兵也做好了饭菜 吃完饭修整好后 陈楚人决定将这五张铁匠 转化卡用掉 使用铁匠转化卡 使用成功 五名民兵已转化为铁匠 现在 陈楚人的兵种就有三种了 五名民兵 五名铁匠 以及二十名玄女军 因为民兵有一半转换为铁匠 材料获取的速度 肯定会大幅降低 所以 民兵的数量需要扩充 但是兵营的容量 已经到达了极限 所以 陈楚人还需要将兵营扩建 扩建兵营 是否消耗一千木材 五百五十石头 将兵营提升至二级 是 恭喜 兵营已提升至二级 兵营 等级 二级 容量 三十斜杠一百 升了一级之后 兵营的容量 从原来的三十一下子 提升到了一百 足足多了七十人 除了高级兵种 和铁匠这种特殊兵种以外 民兵的数量 是可以通过领主臂来扩充的 一百领主臂一人 陈楚人看了看自己的信息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星 蓝色 一级 称号 乾隆星宿 领地保卫者 兵种 普通民兵乘五 铁匠乘五 玄女军乘二十 英雄 九天玄女 道具 终极兵种招募令乘一 终极英雄招募令 材料 木材乘1420 石头乘760 领主币 3100 之前刷怪得到的材料 陈楚人都直接卖给了交易所 然后还有一点灵米 加上那个讨伐令 这么一算下来 陈楚人的领主币 已经突破3000大关了 这在新手期是 相当罕见的 陈楚人现在也不着急 用领主币去买什么 他也没什么缺的 索性就直接都用来扩充民兵好了 扩充民兵 扩充数量 嗯 30的吧 是否消耗3000领主币 扩充30位民兵 是 扩充成功 于是民兵的数量一下子 便增加到了35 兵营 等级 二级 容量 60100 民兵 35 铁匠 5 旋女军 20 陈楚人很是满意 自己的战力 又有了极大的飞跃 民兵一下子增加这么多 照这么下去的 估计过不了多久 自己的领地 就能够突破到二级了 领地突破二级的条件是 英雄等级 大于等于二级 领地内所有建筑的等级 大于等于二级 突破二级之后 陈楚人就又能够使用一次 英雄招募令了 兵种招募令 倒是没有使用限制 不过 因为自己脑海里的 那本神话书 自己招募出来的兵种 应该都是和招募到的 神话英雄相关的 所以 陈楚人一直在等 招募到新的英雄 再来使用兵种招募令 陈楚人已经见识到了 旋女军的强大 SSS及兵种 名不虚传 所以 陈楚人对于新的英雄 和所携带的兵种 都十分的期待 随后 陈楚人打开了聊天频道 他这才注意到 有不少人都来添加了好友 基本上都是之前的那些同学 估计是因为自己 这次击败了苏浩 让这群见风使舵的家伙 想要来巴结一些吧 陈楚人直接将所有的申请 清除掉了 这时 他才看到宁红夜 给自己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你居然真的赢了苏浩 看来你还真是深藏不落 明明有十列 还不跟我说 亏我还担心了 你那么久 宁红夜似乎是有点生气 可是陈楚人就纳闷了 自己之前不是说过 不用担心吗 明明宁红夜自己不相信 还在这怪我没告诉他 女人还真是莫名其妙 陈楚人发了一个 流汗黄豆的表情 此时 宁红夜看到陈楚人发来的表情 立刻大火了起来 陈楚人 你什么意思啊 他堂堂宁家大小姐 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敷衍自己 气死我了 陈楚人 你给本小姐等着 宁红夜气得直跺脚 心想自己这么关心陈楚人 结果他还这么敷衍自己 哼 陈楚人 我很小气的 我决定了 我要一天不理你 宁红夜躺在床上 小脸气鼓鼓的 不过随即 他的眼神里便涌出了一丝不舍 哼 本小姐人美心善 还是一晚上不理你好了 于是 宁红夜便关闭了聊天系统 睡去了 第三天 就这么度过了 第四天 一大早起来 35个民兵早早地便开始忙碌了 陈楚人走出领主府 便看到民兵们已经搜集了好几百的木材 人数多了 效率蹭蹭蹭地往上涨 陈楚人很是满意 此时 九天玄女也已经整顿好了玄女军 就等陈楚人的命令了 领主大人 玄女军已准备就绪 九天玄女恭敬地说道 那张绝美的脸上满是坚毅 既像宫廷美人的雍容华贵 又像这战场上令人闻风丧胆的女战神一般 陈楚人点了点头 那就出发吧 争取今天多爆出几个防御建筑的图纸 毕竟 明天就要迎接第一波考验了 陈楚人说道 随即便走出了领地 带着士气冲天的玄女军 第十六章 精英巢穴 掉落白银级装备 您的兵种击杀了一头普通地鼠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击杀了一头普通地鼠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击杀了一头普通地鼠 获得十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鼠领袖 获得一百点经验 珍贵鼠皮乘武 经历了大半天的战斗 他们已经扫荡了足足四个怪物巢穴了 再扫荡一个 就能够让玄女军突破到三级了 呼 陈楚人长舒了一口气 脸上也有着一丝兴奋 四天时间 将英雄和兵种纷纷提升到三级 这个速度 可谓是相当恐怖了 按照人教版 新手七灵主攻略 能够在第五天前 将英雄或者兵种任意其一 突破到二级 就已经是相当优秀的了 第五天的第一波怪物袭击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高等级的怪物 普遍都是二级左右的怪物 合理运用英雄和兵种 再加上领地里的防御建筑 基本上是能够击退的 除非是那些混得太差了 连基本的防御建筑都没有弄好的 那才会被淘汰掉 这次袭击 不仅仅只是为了淘汰掉那些不合格的领主 更重要的 这次领地守卫战 还会有一次整个区域的排名 前一百都能够获得相当丰厚的奖励 这是前期范围最大的一次排名 所有人都卯足了劲去冲刺排名 基本上 这次领地守卫战之后 前一百的领主会和后面的领主产生极大的差距 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后期很少能有反超的 所以 哪怕是陈楚人 也相当地重视这次领地保卫战 尽最大的努力去提升自己的实力 走吧 继续搜寻怪物巢穴 陈楚人说道 很快 九天玄女便察觉到了 前方有着一股不弱的气息 领主大人 前方的气息十分杂乱伶俐 比之前的那些都要强不少 九天玄女说道 都要强不少 陈楚人微微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 九天玄女说出这样的评价 看来 这次遇到怪物巢穴 恐怕不简单 于是 陈楚人便问道 有把握吗 九天玄女点了点头 当然 他只是说 这次怪物巢穴要比之前的强 但这并不表示 他解决不了 对于九天玄女来说 这些怪物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是小蚂蚁和一只大一点的蚂蚁罢了 那行 走吧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他们朝着前方走去 很快 便看到了一座巨大的怪物巢穴 流星狼巢穴 普通流星狼 三级 乘三十 流星狼领袖 十级 乘一 介绍 有点危险 但依旧是惊艳宝宝 好家伙 全是十级的怪物 陈楚人还是有些惊讶 真不知道 是自己运气太好还是运气太倍了 若是别的领主遇到了 肯定是只有跑的份 但是自己就不一样了 SSS级英雄 SSS级兵种 依旧能够虐杀 上 陈楚人一声令下 九天玄女率先冲了出去 浩浩荡荡的玄女军紧随其后 好 巨大的咆哮声从巢穴里传来 声浪都让周围狠狠地颤抖了一下 陈楚人心想 这不是流星狼巢穴吗 怎么听声音这么像之前碰到的那个夜魔猿 或许是因为等级都差不多 紧接着 一头通体暗银色的狼走了出来 那柔顺的毛发 深邃的眼神 矫健有力的四肢 以及散发出来的强大气势 仅仅只是站在那里 就有着一股领袖的气质 这是陈楚人目前为止所碰到的怪物巢穴里 最像领袖的怪物 哼 九天玄女极其不屑地冷哼一声 如水一般柔软的玉壁轻轻一抬 那曼妙的身姿便从平地升起 刹那之间 霞光四起 耀眼的光芒 直接将那头领袖流星狼刺得睁不开眼睛 一声声狼嚎从巢穴里面传出 其他的流星狼也纷纷冲了出来 其他的流星狼就交给你们了 九天玄女对身下的玄女君说道 随即灵力运转 再掌心凝聚 紧接着周身缠绕的红铃 顿时变得坚硬无比 隐隐之间 还有法则之力硬刻在上面 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好 流星狼领袖 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嚎叫声 身体也发出了光芒 那一道道银色纹路亮了起来 发出了阵阵强大的气势 只不过 跟九天玄女比起来 不过引火之光罢了 九天玄女那强大的气势 横绝天地 不断冲击着周遭的一切 那些参天大树 纷纷被连根拔起 流星狼的气势 瞬间被碾压成了粉碎 紧接着 九天玄女一碾一动 红铃如一刀利剑一般 直刺而出 眨眼之间 便穿破了流星狼领袖的身体 速度之快 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刹那之间 他的双眸 便直接暗淡失神 身体重重地倒了下去 宁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流星狼领袖 获得八百点经验 天玄灵 白银 成一 流星狼 找成五 我去 白银级的装备 陈楚人大喜过望 白银级的装备啊 这即便是在中期 都是中流砥柱般的装备了 他还是在新手期就爆了出来 陈楚人兴奋地 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在其他人 还在为了那么几件 黑铁级装备 愁眉苦展的时候 则则则 陈楚人自己都觉得自己运气 实在是好得过分 流星狼领袖一死 剩下的普通流星狼 自然也没有了什么抵抗能力 两分钟之后 便尽数死在了玄女君的长矛之下 您的兵种玄女君 击杀了一头普通流星狼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君 击杀了一头普通流星狼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君 击杀了一头普通流星狼 获得二十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君突破到三级 陈楚人尝出了一口气 脸上的喜色更深 终于将玄女君升到了三级 玄女君本身还是SSS级兵种 而其他人 现在基本上都是F级 D级兵种 还基本上都是二级 陈楚人可以自信满满地说 玄女君足足可以挑翻 一百个苏号的冲锋兵 第十七章 领地守卫战即将来临 陈楚人将天玄灵 交给了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心里又是一喜 不过 陈楚人完全没有在意 九天玄女的神情变化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九天玄女战力的增加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三级 装备 护腕 青铜级 软身甲咒 青铜级 玄灵簪 青铜级 天玄灵 白银级 战斗力 47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介绍天命玄鸟 降而升伤 陈楚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足足增加了150点的战斗力 不愧是白银级装备 陈楚人心情大好 看看时间 也不早了 索性就打道回府了 回到领地时 也差不多黄昏了 吃完饭之后 大家早点休息吧 养精蓄锐 准备明天的领地保卫战 陈楚人说道 于是 玄女军和民兵们 便回到了兵营休息 九天玄女 则是跟上了陈楚人 玄女 你不去休息吗 陈楚人有些疑惑地问道 只见九天玄女翘脸一红 居然有了几分小女人的姿态 领主大人这几日也颇为劳累 所以我想给领主大人 捏捏肩膀按摩按摩 九天玄女低着头说道 那红杖的脸蛋 似乎都要泼出水来了 声音越来越小 别看九天玄女在神话中 无比强大尊贵 但也几乎没有接触过其他的男性 实际上 在男女之事上 还是一张白纸 因此 他说出这番话也是克服了心中的羞涩 也行 陈楚人点了点头 心想 自己这段时间也的确是有些累 有人按摩 那肯定是极好的 听到陈楚人同意了 九天玄女心中一喜 连忙点着脚尖跟了上去 陈楚人躺在床上 九天玄女坐在床檐上 翘脸微红 轻轻地给陈楚人捏着肩膀 陈楚人则是打开了聊天频道 明天一走 便是领地守卫站了 所有人都十分紧张 特别是那些领地发展的并不好的人 现在极其慌张 老哥们 江湖旧疾啊 有没有多的木材石头啊 我这才只修了一座剑塔 完全不够啊 同上 木材石头差太多了 兵种和英雄的等级也还是一级 现在来不及了 只能吸老哥们 失出援助之手 不少人开始在聊天频道里 开始祈求材料 没办法 他们要是没有这些材料的话 明天的领地守卫站 肯定是撑不过去的 只能放下脸面来乞讨 可是 这里是万族战场 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哪怕是曾经的好兄弟好闺蜜 都不一定会示意援手 更何况是聊天频道里的这些陌生人 曾经 大家都是一个学校一个班级的同学 可是在这里 万族战场当中 所有人都要去争夺那有限的资源 甚至因为各种各样的排名 大家都还是竞争对手 仁慈 心善 在这里会成为致命的毒药 老哥们 求求你们了 给我一点木材吧 只要五十 我就能再建一个建塔了 老弟莫急 我这里倒是刚好 还剩下五十木材 老哥 跪谢了 哎 别急嘛 我还没说完呢 这点木材 我也是花了好大功夫才弄到的 老弟 你不可能白嫖吧 这 老哥想要多少 一百零主币 什么 老哥 你这是在抢钱啊 交易所的收购价 都才只要三十零主币 买不起就别那么多废话 老哥 便宜点吧 我现在只剩下三十零主币了 一分不能少 老哥 求求你了 这样吧 我先给你三十 后面再还你七十k不 盖部赦账 很快就有其他人加了进来 老哥老哥 你这五十木材 我要了 一百零主币是吧 我刚好还剩下一点 两人完成了交易 这个时候 有一些材料赋予的家伙 便趁机坐地起价 狠狠地宰上一笔 那些缺材料的人 也没有办法 为了撑过领地守卫站 只能够买下这些高价材料 不然的话 到时候领地守卫站失败了 就算有领主币 也没有机会花了 但是 有些人已经把领主币 花得差不多了 现在根本就买不起 这些高价材料 只能干着急 然后在聊天频道里 不厌其烦地祈求着 希望能有位阔绰的大佬 可怜一下 但是 一直重复地发送消息 是会有些风险的 检测到续号 154783的领主和海 不断刷屏 违反了领主聊天频道守则 禁言一天 于是 第一个被禁言的领主产生了 陈楚人摇了摇头 有些同情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领主 多半是撑不过领地守卫站了 当然 陈楚人也不可能大发圣母心 给别人送材料过去 自己的材料 的确还剩下不少 但非亲非故的 白送给别人干嘛 在万族战场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圣母只会让自己死得很惨 此时 苏浩的领地 火势已经被苏浩复活了 那20名冲锋兵也被复活了 苏浩一脸阴沉 为了复活火势和冲锋兵 几乎将他的材料给掏空了 以至于他的领地里 都只有两座箭塔 其他的防御建筑是一个没有 不过 有着冲锋兵这个强大兵种在 安然无恙地度过领地守卫战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只是 想要在领地守卫战 取得一个靠前的排名 就有点困难了 可恶 可恶 苏浩心中满是怨恨 都是陈楚人 如果不是他 我都能够冲刺领地守卫战的第一了 苏浩将所有的怒气 都撒在了陈楚人的身上 在他看来 如果陈楚人 没有抢走他的第一个突破一级的奖励 他发展的就会一帆风顺 轻轻松松拿下领地守卫战的第一名 但是事实上 这个新区里 还是藏文卧虎 只不过因为异军突起的陈楚人 将他们的光芒暂时给掩藏了下去 这时 有不少人找到了苏浩 都是以前的高中同学 苏绍 救急啊 我现在只有一座剑塔 能不能借点材料啊 苏绍苏绍 可以借点材料吗 我想修一个荆棘篮 但是还差点木材 看着这些消息 苏浩心中的怒火更甚了 他现在都没有多的材料了 拿什么剑 都怪陈楚人 陈楚人 第十八章 领地守卫战 开始 夜幕降临 大部分领主都睡去了 但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四处求材料 没有食物 民兵们也无法在一碗上开采到足够的材料 他们心急如焚 就这样 第四天过去了 第五天如约而至 陈楚人早早地变起来了 所有的领主也同样如此 每个人都相当地重视这次领地守卫战 若是失败 则会失去领主的资格 驱逐出万族战场 甚至是直接死亡 只要通过 便能够得到十分丰厚的奖励 特别是前一百的领主 陈楚人走出领主府 此时 民兵们也纷纷忙碌了起来 抓紧时间开采材料 九天玄女也在整顿着玄女军 力求以最好的状态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一路走过去 众人都十分恭敬 陈楚人都是回忆微笑点头 呼 陈楚人也有些紧张 自己能不能在这次领地守卫战里 拿到第一呢 虽然自己现在拥有的 可是SSS级英雄和SSS级兵种 但是 如果是那种豪门大族的弟子 开局肯定能够拥有极其恐怖的资源 比如强大的特殊建筑 恐怖的物资 让他们的领地固若金汤 领地守卫战 不仅仅只是靠英雄和兵种 更重要的是领地的综合实力 防御建筑 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 陈楚人可没有苏浩那么自打 一般来说 一个兴区里面所容纳的 足足有几十万的新手领主 这几乎是一个省的所有同届学生了 在这里面 卧虎藏龙肯定有着不少强大的领主 陈楚人也有些紧张 距离领地守卫战还有一段时间 陈楚人先看看自己领地的总况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星 蓝色 一级 称号 乾隆新秀 领地保卫者 兵种 普通民兵乘三五 铁匠乘五 玄女军乘二十 英雄 九天玄女 建筑 领主府乘一 兵营乘一 招募台乘一 铁匠铺乘一 火箭塔乘四 道具 终极兵种招募令乘一 终极英雄招募令 材料 木材乘二四二零 石头乘八六零 领主币三千一百 多的招募令现在也用了 只有领地升级 才能够扩充一个英雄位和兵种位 想了想 陈楚人又建造了四座火箭塔 目前为止 他只有在防御建筑上有些薄弱 交易所倒是有出售几个防御建筑的图纸 不过陈楚人看了看 觉得可有可无 就没有买 索性就多来几座火箭塔好了 后面肯定是可以爆出更多的建造图纸 领主大人 不知道这一次的袭击 怪物会有多么强大 九天玄女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之前他听陈楚人提到过几次 不免有些好奇 当然 九天玄女本身还是十分自信的 怪物本身的等级并不高 但是数量会比较多 这次领地守卫战 本质上是对新手领主的一个考核 更加偏向于领地整体的防御力 不仅仅只是英雄和兵种的战斗力 陈楚人说道 根据鼠教版 新手领主攻略手册当中所写 第五天的领地守卫战难度并不会很高 袭击的怪物基本上都是在二级左右 可能会有少数三级的怪物 但是数量相当多 对于普通领主来说 光靠英雄和兵种是很难抵挡的 S所以 在这次领地守卫战中 领地的防御建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当然 对于陈楚人来说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毕竟自己的可是SSS级英雄和SSS级兵种 即便怪物再多 对于九天玄女而言 恐怕也只是一脚 才死一群蚂蚁那样轻松罢了 听完陈楚人的话 九天玄女心里捋清了大致的脉络 明白了 那领主大人 我这下去不止了 九天玄女便离开了 根据战况的不同 她也要将民兵和玄女军 做出不同的安排 既然是实力低微 但又数量多的怪物 便需要利用好领地里的防御建筑 来减少伤亡 虽然这些怪物 对于玄女军来说脆弱不堪 但是数量太多了 玄女军也不一定能够支撑那么久 陈楚人简单看了看 也没有去干扰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 可是有着天术兵法的天赋 不仅仅只是有着数据上的增益 这些排兵布阵上 自然也是十分强大的 陈楚人自然不用担心 只需要让九天玄女 放手去安排即可 呼 陈楚人轻吐了一口气 看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朝阳 不禁有着一丝期待 不知道这次排行榜 会涌出多少强大的领主 此时 其他的领主们 也纷纷抓紧时间准备 领地 幽名森罗 那个身着华贵的男人 站在领地外面 不断地催促着民兵 完善建筑 还有栅栏 他在领地最前面 摆放了足足十多牌的荆棘兰 荆棘兰在领地守卫战当中 可是比较热门的防御建筑 物美价廉 而且好用 就连男人这种出手阔绰的富豪领主 也对这荆棘兰青睐有加 一旁的鲍炎战士 也是满脸凝重 显然 即便是身为A级英雄的他 也对这次领地守卫战 十分重视 无论是鲍炎战士 还是这个男人 他们对于领地守卫战的胜败 并没有一丝的在意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可能失败 他们在意的 是领地守卫战的最终排名 男人的目标 可是排行榜榜首啊 这是前期第一个 能够反映整个区域里的领主实力差距的排行榜 第一个突破一级 这个其实多少也是看运气的 如果出生地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 那么突破一级的速度 肯定就会大打加快 而若是出生在条件恶劣 资源平级的地方 突破一级的速度自然就会变慢 所以运气也是十分重要 但是这次的领地守卫战 那可就是实打实地反映了领地的综合战力 英雄 兵种 还有防御剑主 这一次 榜首我势在必得 男人眼里满是坚毅的目光 与此同时 领地 天水之地 蓝衣少女也是在指挥着民兵加快速度 她的防御剑主只有六座剑塔 然后领地前方也是放了许多的荆棘篮 除此之外 她的兵种也已经严阵以待了 这一次 榜首飞我莫属 时间逐渐流逝 7点59分58秒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平住呼吸 7点59分59秒 所有人的心神瞬间紧崩 8点 领地守卫战 开始 第十九章 领地守卫成功 8点 领地守卫战 开始 好 好 一声声震耳欲聋的寿名声 从领地前方传来 陈楚人一眼望去 只见天边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怪物 朝着领灯猛冲而来 随即 九天玄女便下达了军令 按计划行事 九天玄女大喝道 玄女军纷纷冲到了领地前 分开成了两波 哼 玄女军大喝道 士气凝聚 恐怖无比 在天空上都笼罩出了一层浓浓的阴霾 如枪般锐利的锋芒 九天玄女脚尖轻轻一点 身子便直接腾空而起 周身缠绕的红铃随风飞舞 真是仙女本尊 好 好 率先冲过来的是一群斑虎 他们发出阵阵吼叫 眼睛血红 看起来像是受到了什么极大的刺激一般 失去了理智 哼 玄女军整齐滑衣的大喝一声 紧接着 纷纷朝前猛地刺出了长枪 动作整齐滑衣 凌厉无比 刹那之间 他们身上笼罩的气势 顺着那一根根 枪尖刺了出去 无形的枪势 顿时爆发出了恐怖的威势 吼 最前方的那几十只斑虎 瞬间被这枪势给直接撕碎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十点惊艳 又是一波惊艳 这些斑虎倒下后 后面的地精冲了上来 直接踩着斑虎的尸体 狂奔而来 呵 玄女军大赫 同样的枪势 再度爆发出去 枪势横扫 前排的地精 又是倒下了一大片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点惊艳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点惊艳 不过地精的数量 要比斑虎多不少 玄女军每次释放枪势 都需要短暂的时间来凝聚 还有一小部分地精 幸存了下来 不过 当这些地精 不断靠近领地 终于进入了 火箭塔的射程范围内 嗖嗖嗖 无数力见其射而出 剑尖还燃烧着剧烈的火焰 像是白昼下的 一道道陨石般 带着恐怖无边 毁灭一切的气息 眨眼之间 火箭直接穿透了 这些地精缠弱的身体 剑雨上的火焰 也顺势将它们的尸体点燃 烧成了灰烬 地精身后的那一片蜘蛛精 也都被波及到了 哼 玄女君也叙事完成 一枪刺出 剩余的蜘蛛精 也直接被恐怖的枪势带走 仅仅只是一分钟 陈楚人的领地面前 就已经成为了一片血泊 密密麻麻的怪物尸体 倒下血泊当中 一团团火焰燃烧着 化成了一片血色火海 就连明媚的天空 都染上了一丝血红色 好 天边又传来了 更加剧烈的售吼声 陈楚人抬头一望 密密麻麻的黑影 变得更加密密了 这一波的怪物 大部分都是二级的 再加上这么恐怖的数量 危险程度直线上升 不过陈楚人并不担心 一群惊艳宝宝罢了 好 率先冲过来的 依旧是一群斑虎 不过等级比先前的提高了一级 哼 叙事之后 玄女君猛地刺出长枪 恐怖的枪势又洗脚去 因为这群怪物都提升了一级 在这枪势之下死亡的数量 比先前少了不少 大概只有一百多的班虎 被枪势一击毙命 别看数量比先前少了不少 但这已经相当厉害了 毕竟玄女君也都才三级 这要是换了其他领主手下的兵种 能不能击杀石头二级班虎 都是一个问题呢 剩下的班虎 似乎没有丝毫的恐惧之心 面部猙獰地冲了过来 搜搜搜 进入到火箭塔的范围之后 满天的火箭自然是骑射而出 在这满天火雨之下 班虎被杀得片甲不留 紧接着 他们身后的地精和蜘蛛精 又冲了上来 此时 九天玄女出手了 只见她右手往前一落 缠绕在右手上的红铃 瞬间飞了出去 那一条条红铃看似柔软 但却散发着一股刀剑般凌厉的气势 红铃像是化作了一把 无限长的刀刃 猛地切下 那群地精和蜘蛛精 瞬间化作了一片血雾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五点惊艳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五点惊艳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十五点惊艳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蜘蛛精 获得十五点惊艳 紧接着 玄女军也爆发出了一股强悍的枪势 将剩余的怪物一扫而光 鲜血愈发浓烈 凝聚成了一条血河 流动到了玄女军的脚下 不过还没结束 好 天边又传来了一声巨响 这一次 并没有之前那么密集的身影了 陈楚人数了一下 大概只有不到二十头的样子 但 却是清一色的三级怪物 有史莱姆 地精 银月狼 蜘蛛精等等 哦 最前方的银月狼 长笑一声 紧接着便冲了过来 身后的其他怪物也紧随其后 玄女军也丝毫不敢懈怠 气势再度凝聚 哼 枪势灌天绝地 铺天盖地地朝着怪物们攻去 这一次 这些怪物也不甘示弱 连忙运转体内的灵力抵挡 见状 九天旋女也挥舞着红灵 红灵再一次化作了一把锋利的刀刃 轰轰轰 一道道闷响声爆开 终于 这二十多头怪物 也纷纷化作了一团团的血舞 您的英雄九天旋女 击杀了一头银月狼 获得三十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旋女 击杀了一头史莱姆 获得三十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旋女 击杀了一头地精 获得三十点经验 又是一大波的经验 呼 陈楚人长舒了一口气 恭喜 领地守卫成功 终于 领地守卫战结束了 和预想当中的一样 并没有费多大功夫 不到十分钟 便结束了战斗 自己的领地 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 只是不知道 会在排行榜当中排第几 第二十章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公布 领地 幽冥森罗 暴炎战士从天而降 双拳猛地往地面一砸 哄 一声巨响 瞬间地动山摇 那二十多头三级怪物 损伤惨重 紧接着 冲锋兵士气大增 直接冲了上去 哦 怪物的惨叫声 此起彼伏 鲜血淋漓 恭喜 领地守卫成功 听到天道的提示音 来人脸上 忍不住浮现出了一抹得意之色 十分零九秒 这个速度已经比前两年所有星区的第一都要快上十几秒 男人心中大喜 这一次 他不仅速度十分快 而且伤亡也很低 只有几个民兵战死 看来 这次星区的第一非自己莫属了 男人心情大好 报言 你去把剩下的食物拿出来 好好地犒赏一番 男人说道 慷慨地挥了挥手 谢领主大人 报言战士拱手谢道 其余的冲锋兵和民兵们 脸上也是不约而同地露出喜色 纷纷跪拜叩谢 男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便走进了领主府 等待着排行榜的公布 领地 天水之地 蓝衣少女撑着脑袋 婉然笑着 仿佛眼前的 不是一片血海 而是花海 恭喜 领地守卫成功 蓝衣少女站起身 伸了个懒腰 嘿嘿嘿 看来这次的第一是我的了 少女脸上满是得意 随后便蹦蹦跳跳地 回到了领主府里 随着时间的流逝 越来越多的领主 都成功守卫了自己的领地 当然 也有失败的 序列号163 4895的领主苏寒宇 守卫领地失败 领主之心破碎 序列号163 4145的领主张返 守卫领地失败 领主之心破碎 序列号163 4195的领主 越路守卫领地失败 领主之心破碎 天道的通报声 络绎不绝 他们区域里几十万人里面 将近有着三分之一的人 都被淘汰了 不过大部分人 唏嘘了一阵之后 心里便只有喜悦了 他们通过了领地守卫战 终于能够成为一名 真正的领主了 而且 马上就能够得到 大量的奖赏了 排行榜还没有出吗 还要等多久啊 天道是不是死鸡了呀 死鸡 你以为天道是程序是吧 你怎么不说出bug了呢 有道理 天道会不会出bug了 你小子还真是油烟不尽是吧 聊天频道里 又热闹了起来 所有的领主都翘首以盼 就连陈楚人 也都待在领地里 没有出去 而是让九天玄女 带着玄女军 在外面去走当 自己则是待在这里 等待着排行榜的公布 这时 宁红叶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这次领地守卫战你 花了多少时间 M 忘记了 我没有记时间 这你都你能忘 宁红叶有些生气 愈发地觉得 陈楚人是在敷衍他 但是事实上 陈楚人的确是忘了去记时间 通关时间 是排名的一大重要因素 甚至是决定因素 通关时间越短 排名也就越高 那你伤亡人数是多少 这个你总知道吧 宁红叶接着问道 伤亡人数 好像没有 陈楚人回复道 他还仔细回忆了一些 玄女军一个也没少 受伤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宁红叶十分惊讶 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 不过一想也是 陈楚人能够击退苏浩 领地里的防御建筑 肯定很强 宁红叶是知道 苏浩的A级英雄 和冲锋兵种的 他自然不会觉得 陈楚人的英雄和兵种 还要更强 所以只能 往防御建筑上想 随即 宁红叶又躺了下去 眼睛眯成了两万月牙 嘿嘿嘿 你猜猜我用了多久 宁红叶问道 一副欢欣雀悦的模样 多久 陈楚人问道 宁红叶瞬间眉头一皱 随即小脸便气鼓鼓的 这个家伙 还是一如既往的木头 真是不解风情 十五分钟 你个木头 说完 宁红叶便不理陈楚人了 他是生气了吗 陈楚人挠了挠头 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自己哪里说错了吗 想了半天 陈楚人也没有想到 自己哪里做错了 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 女人心海底针 恭喜各位 成功守卫自己的领地 就在这时 天道的声音再度浮现 所有人眼前都出现了 这一排金色的大字 来了 来了 排名出来了 所有人都十分激动了起来 聊天频道里 也没有人在说话 此刻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地 看着那排金色的大字 马上 就是排行榜了 所有成功守卫领地的领主 都将获得大量奖励 称号 守护的开端 称号效果 领地内作物生长速度 加5% 领地建筑防御力攻击力 加5% 随机黑铁装备乘5 500单位食物 所有人心中 都是十分激动 称号 装备 还有食物 对于他们来说 都是相当大的增益 这份奖励 不可谓不丰富 然而 这还只是开始 这是所有领主 都能够获得的奖励 真正的重头戏 还在后面的排行榜上 仅仅只是一开始 就有这么丰厚的奖励 那排行榜前100人 所获得的奖励 又该是多么丰厚 众人的呼吸 都急促了起来 特别是那些比较自信 觉得自己有希望 进入前100的人 现在公布 每次领地守卫战 表现最好的前100名 本次排行榜 依据通关时间 兵种伤亡程度 领地损耗程度等 多个因素综合排名 公平 公正 公开 祝 一切解释 全归天道所有 来了来了 所有人心中 都是无比激动 无数双眼睛 都全神贯注地 盯着那排金色的大字 一颗颗心脏 都在扑通扑通地跳着 那些自信的人 期待着自己 能不能进入前100 又或者能够挤入多少名 而那些自知 没有进入前100希望的人 也好奇着 这次排行榜的奖励 会有多么的丰厚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一百名 领主 寒天风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1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领米种子乘20 第21章 我居然不是第一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一百名 领主 寒天风 耗时 30分钟 伤亡人数 14 领地损耗 31%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1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普通宝盒乘1 领米种子乘20 顿时 那位叫寒天风 激动地一下子跳了起来 他原本是没有抱有上榜的希望的 可是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刚好踩到了第一百名的位置 我去 寒天风 厉害啊 没想到你居然能上榜 看不出来啊 是啊 以前倒是看你形式低调 没想到这次可是一鸣惊人了 很快 那些认识寒天风的人 纷纷上来巴结了起来 这很正常 毕竟能够在几十万人里面 脱颖而出 而且 前一百的奖励 的确相当丰厚 凭借着这些资源 不断地滚雪球 会逐渐拉大和其他领主的差距 根据这么多年 无数区域的资料汇总 领地守卫战前一百名 和其他的领主 明显有着一道分水岭 而且 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 差距越来越大 没想到这第一百名的奖励 就如此丰厚 青铜集武器啊 是啊 那可是青铜集武器啊 通常在二本之后 才会刷出来 二本 就是领地的等级 为了和英雄兵种的等级区分开 许多人用一本二本来表达 不止如此 那普通炮台的建造图纸 也是相当珍贵啊 不错 炮台可比剑塔强了不止一个层次 威力惊人 哪怕是面对比自己高一级的兵种 也能凭借炮台扳平烈士 还有那个宝盒 里面的东西全是随机的 要是运气好 说不定还能开出白银级的武器呢 第一百名尚且如此 不知道这后面的奖励 又会多么恐怖了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 第99名 领主亡灵 耗时 29分钟 伤亡人数 14 领地损耗 30% 获得奖励 青铜集装备乘1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普通宝盒乘1 领米种子乘25 排名升了一级 奖励只是多了5颗领米种子 众人觉得 也是在情理之中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98名 领主增山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97名 领主卫骑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50名 领主前围 耗时 20分钟 伤亡人数 11 领地损耗 21% 获得奖励 青铜集装备乘3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优秀宝盒乘1 领米种子乘30 终于 到第50名的时候 奖励又出现了一个飞跃 不仅仅只是青铜集装备 一下子增加了两个 宝盒也从普通集变成了优秀集 宝盒的划分十分简单 从低到高 普通 优秀 精良 史诗 普通宝盒大概率是能够开出黑铁集的宝物 若是运气极好的人 甚至是有几率开出白银集的装备 而优秀宝箱 开出青铜集的装备 极少部分能够开出白银集装备 甚至运气逆天的人 还能够开出黄金集的装备 这一下 众人再也按耐不住了 我去 这一下 就给优秀宝盒了 天哪 真的是优秀宝盒 好羡慕啊 优秀宝盒呀 要是运气好 甚至能够开出黄金集的装备 我也好想要啊 几乎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放在了优秀宝盒上 相比之下 那三件青铜集装备 就显得有些黯淡无光了 毕竟 那优秀宝盒 可是能够开出黄金集装备的 哪怕只有不到万分之一的概率 也足够让所有人为之疯狂了 领地 幽冥森罗当中 那个男人脸上 也是洋溢着喜悦 每一次排行榜的奖励 都不是完全一样的 就连他都没有想到 这一次 居然会给出优秀宝盒 不知道我的第一名奖励 又该有多么恐怖了 男人不禁有些憧憬了起来 即便是他 心里都有些火热 同样 领地 天水之地 蓝衣少女躺在床上 赤裸着狱卒 轻轻地上下晃动 那洁白修长 没有一丝坠肉的眉腿 不断摇晃 任何剑了 恐怕都会忍不住垂涎 第五十名 就有优秀宝盒来 那我的第一名奖励 怎么也得 有个金粮宝盒了吧 少女也是十分开心 领地首位站排行榜第四十九名 领主赵天谷 领地首位站排行榜第四十八 领主齐悦 天道陆续公布排名 终于到了前十名 领地首位站排行榜第十名 领主红墙 耗时 十六分钟 伤亡人数 十四 领地损耗 百分之十五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五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一 金粮宝盒一 零米种子乘五零 第十名戳罗 居然真的有金粮宝箱 天哪 不可思议 金粮宝箱里 大概率是能够开出白银和黄金级的装备 但同样 有那么极小的概率 能够开出白银级的装备 所有人都沸腾了 特别是 那个叫红墙的人 他心里也是十分庆幸 自己刚好彩线 进入了前十 一个名次的差距 奖励就从优秀宝盒 变成了金粮宝盒 而先前那个第十一名的领主 则是郁闷不已 天哪 就差一名 就差一名 我恨啊 一个金粮宝盒 离我那么近 可恶啊 要是我能再快一分钟 不 半分钟 这个宝盒就是我的了 然而 不管他怎么后悔 事实也无法改变 正如前一百名的领主 和其他领主的差距 前十也是一个巨大分水岭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九名 领主月云 耗时 十六分钟 伤亡人数 九 领地损耗 百分之十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五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一 金粮宝盒乘一 零米种子乘六零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五名 领主苏浩 耗时 十五分钟 伤亡人数 十一 领地损耗 百分之九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六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一 金粮宝盒乘一 零米种子乘一百 苏绍果然厉害啊 全排第五 不愧是苏绍 苏绍牛逼 苏绍牛逼 顿时 原来的那些高中同学 纷纷在聊天频道里 拍起了马屁 然而 此时的苏浩 却并不是很开心 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猜第五 苏浩大为不解 之前使用讨伐令 他也见识到了 陈楚人的厉害 自知是不如的 但即便这样 他也并不觉得 自己会掉出前三 甚至在这次领地守卫战中 火势和冲锋兵 表现得都很不错 他觉得自己 应该还能拿第二呢 然而事实上却是第五 苏浩开始思考了起来 通常来说 挨着的几个省份 会被分到一个新区里 进入万族战场之前 苏浩还特意调查过 周围几个省份 这一届 根本就没有几个 能入他眼的对手 陈楚人在我前面 这在我意料之内 可是 还有三个人会是谁 第二十二章 排行榜第一 领主陈楚人 陈楚人在我前面 这在我意料之内 可是 还有三个人会是谁 苏浩苦思冥想 也想不出来 苏绍居然才第五 怎么可能 什么叫才第五 法尔赛是吧 不是啊 苏绍可是有着A级英雄 和冲锋兵种的 什么 A级英雄 还是冲锋兵 嘶 这可是大佬啊 是啊 以往这个阵容 都能拿第一了 聊天频道里又炸了 之前苏浩使用讨伐令 结果败给了陈楚人 当时绝大部分人 都还在外面刷怪呢 根本没有注意 聊天频道里的事情 毕竟一个区里 足足有几十万人 不像这次 全区的所有领主 都在盯着排行榜 和聊天频道 绝大部分人 都还是第一次 见到苏浩这个名字 连这么恐怖的阵容 都只能屈居第五 前面的四个大佬 又该多么恐怖啊 是啊是啊 我都不敢想了 众人感慨道 他们自己 都还只是D级C级 甚至还有些 E级F级的英雄 可别人呢 A级英雄 都才第五名 或许是为了给大家 更多的时间来讨论 天道公布排名中间的时间 隔了许久 过了将近五分钟 天道才公布下一位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 第四名 领主宁红叶 耗时 15分钟 伤亡人数 9 领地损耗 8%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6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金粮宝盒乘1 0米种子乘120 什么 全是宁红叶 难怪 宁红叶招募到的 也是A级英雄 好家伙 宁红叶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 原来 是在背后偷偷卷啊 要是A级英雄啊 那没事了 苏浩看着眼前的金色大字 脸上瞬间布满了愤怒 五官都扭曲在了一起 全是宁红叶这个贱人 苏浩顿时大怒 宁红叶的家境 跟他差不多 但总归是要弱上一些 以前苏浩还想要追求宁红叶 毕竟宁红叶的确是沉鱼落雁 国色天香 但宁红叶从来就没有对他 有过什么好颜色 苏浩之所以针对陈楚人 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宁红叶 时间久了 苏浩也渐渐记恨上了宁红叶 在他潜意识里 宁红叶和陈楚人 已经是一对狗男女了 然而没想到 这次领地守卫战牌行榜 这对狗男女都踩在了他的头上 苏浩怎么能够不生气 领主大人 宁消消气 伙视见状 也想要上前宽慰两句 我没事 苏浩摆了摆手 随后便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你赶紧带着冲锋兵去刷怪吧 我们已经被他们甩开太多了 陈楚人 宁红叶 我一定会反抄你们的 苏浩眼里闪烁着音译 伙视见状 原本还想要再劝阻两句 先前的领地守卫战中 冲锋兵伤亡也十分严重 需要休长 但见自家领主这副模样 他要是敢有不同意见 恐怕绝对会被斥责一顿 所幸 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伙视退了下去 带着勉强 还有着战斗力的冲锋兵 离开了领地 现在第四名也已经出了 马上就是前三了 好激动啊 好激动啊 虽然前三跟我办毛钱关系也没有 谁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么紧张 按照往年惯例 前三的奖励 可又会上一个台阶 第四第五都 已经是金粮宝盒了 那前三又会是什么 难不成会是史诗宝盒吗 我觉得不太可能 哪怕是之后的大型活动里 都很少有出现过史诗级的 楼上说得不错 前期不太可能送史诗宝盒 金粮宝盒就已经顶天了 赞同楼上 加一 终于 天道的金色大字再次浮现出来 所有人瞬间沉默了下去 全神贯注地看着眼前 那一个字一个字接连浮现 领地守卫站排行榜第三名 领主罗合成 耗时 十分钟 伤亡人数 零 领地损耗 零 获得奖励 青铜集装备成九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成一 金粮宝盒成二 零米种子成150 我去 十分钟 天哪 居然只用了十分钟 这怎么可能 是啊 教材里面写的 一般能够在十五分钟左右通关 便能够拿下第一了 这罗合成 居然只用了短短十分钟 大老 真大老 没想到 我们区居然还有这么强大的大老 聊天频道炸了 就连苏号 也都沉默了下来 居然只有十分钟 这个罗合成 究竟是谁 看来 这个区里 除了陈楚人和宁红叶 还有藏龙卧虎 领地 天水之地 罗合成 罗 没想到 居然碰到了西蜀罗家的人 蓝衣少女玩耳一笑 这是这一笑 却没有了之前的那股淘气 然而有着一股莫名的深意 然而仅仅只是一秒之后 她的脸上便凝重了下来 十分钟 我也是十分钟 难道说 我还只能是第二名吗 少女的心 一下子悬了起来 原本还自信满满的她 瞬间开始紧张了起来 领地 幽冥森罗 什么 我居然才只是第三 罗合成瞪大了眼睛 那邪魅狂军的脸上 满是暴怒的神情 但是很快 她便冷静了下来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哪两位和方神尚 居然还在我之上 罗合成死死地 看着眼前的那排排金色大字 眼底闪过一丝阴狠 天呐 十分钟 这才只是第三名 我们这个区里面 到底是来了什么样的大佬啊 我去 你不说 我都没有注意到 十分钟 这前两名的 到底是和方神尚 居然还能更快吗 顿时 所有人都震惊了 连这样傲人的成绩 都只能屈居第三 聊天频道里激烈讨论着 十分钟过去了 终于 天道的金色大字再度浮现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二名 领主崔灵 耗时 十分钟 伤亡人数 零 领地损耗 零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成十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一 精良宝盒乘三 灵米种子乘150 十分钟 又是十分钟 同样是十分钟 零伤亡 零损耗 看样子 天道只统计了整数时间 不过排名应该还是更加细致 这崔灵 应该要比罗合成快上一点 不错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有谁知道 这二位大佬吗 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是啊是啊 这两位是什么来头 居然能够十分钟通关 实在是恐怖如斯 这个罗合成 我估计 应该是西蜀罗家的人吧 什么 西蜀罗家 是那个西蜀最强豪族罗家吗 是那个西南地区的最强豪族罗家吗 是那个西部地区最强豪族罗家吗 别叠了 就是那个西蜀罗家 难怪啊 西蜀罗家 这一切就合理了起来 是啊 我们这个区 基本上都是西南极省的人 也就只有西蜀罗家 能够有这个实力了 那这个崔灵 又是哪个大家族 崔 西南地区 没有姓崔的大族吧 崔 我记得 东南地区好像有一个 聊天频道里更加火爆了起来 等一下啊大火 这还只是第二 我去 还真是 我都差点忘了 这特么的都才第二 这第一 究竟会是谁啊 顿时 所有人又好奇了起来 究竟是谁 能够将如此恐怖的罗合城 以及崔灵 压在下面 此时 苏浩恶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他的心里满是震惊 第一名 他已经猜到是谁了 怎么可能 真的是他吗 他的实力肯定在我之上 不然我也不会败得那么惨了 可是 他居然能够有这么强吗 连十分钟通关的那两人都不如他 终于 天道的金字再度浮现 所有人凭住呼吸 眼睛一眨也不敢眨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一名 领主陈楚人 第二十三章 史诗宝和 领地守卫战排行榜第一名 领主陈楚人 耗时 五分钟 伤亡人数 零 领地损耗 零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十五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一 史诗宝盒乘一 零米种子乘二百 五分钟 这是什么神星啊 我的天 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了吧 聊天频道炸了 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 要知道 以往的第一名 十五分钟就已经足够了 而这一次 他们这个区 十五分钟才只能排第四 陈楚人居然只用了短短的五分钟 这几乎是 只有苏浩和宁红叶四分之一的时间 等等 你看奖励 是史诗宝盒 我靠 居然真的 给了史诗宝盒 我有理由怀疑 这次是因为陈楚人的通关速度太快了 天道故意把奖励提升了一个级别 同一楼上的说法 这陈楚人 着实强得过分了 连西蜀罗家的罗和成都差了不少 太恐怖了 没想到 我们区居然还有这么强的大佬 五分钟啊 真的是太恐怖了吧 哪怕是现在的那些顶尖领主 领地守卫站的时候都进不了十分钟 聊天频道里彻底炸了 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刷的一下几百条消息便过去了 整个区域里的人都在为陈楚人的恐怖速度而感到震撼 此时 陈楚人还悠哉悠哉地躺在床上呢 五分钟 的确是有点快呢 陈楚人难难道 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居然会这么快 老实说 陈楚人虽然有着八座火箭塔 但在整个区域里 领地的防御建设还没有跟他们拉出很大的距离 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SSS及英雄和SSS及兵种 这个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而且 随着英雄和兵种的等级提升 这个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不过又因为陈楚人遇到的怪物等级 又要比其他人的高很多 不然的话 按照崔璃和罗合成 他们遇上的怪物等级 陈楚人一分钟就能解决干净了 此时 陈楚人又收到了一大波的好友申请 密密麻麻的 一秒就刷新了几十上百下 真是的 陈楚人觉得有些烦 便直接清空了好友申请 瞬间暂时关闭了好友申请权限 陈楚人 你这也太强了吧 宁红叶发来了消息 配上了一个大惊失色的表情包 运气罢了 陈楚人回复道 运气个屁 回回你都说自己运气好 哈哈 可能就是运气比较好 所以每次运气都好 老实跟我说 你的英雄是什么品质的 你的兵种又是什么 宁红叶没有拐弯抹角 直接切入主题 陈楚人犹豫了一下 毕竟 这可是自己的底牌 哪怕是至亲之人 都不会随便告诉 想了想 陈楚人回复道 这个 是秘密 以后再告诉你的 然后陈楚人再配上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脸 自己的SSS级英雄 现在还没有到暴露的时机 领先别人一级 那是天才 可要是领先别人十级 那可能就会变成不被接受的怪物 所以 陈楚人打算 先将九天玄女的品质隐瞒下去 不到非不得已的情况下 不会主动暴露出来 陈楚人 你也太小气了 一个英雄品质而已 有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宁红叶很生气 不过 他也很识趣的没有 在纠缠询问下去 他也清楚陈楚人的意思 但正因为如此 宁红叶才更加生气了 赶快去提取奖励吧 陈楚人说道 嗯 宁红叶回复道 便结束了话题 陈楚人也没有在意 他现在也相当的激动 这一次的奖励 实在是太丰厚了 提取奖励 恭喜 获得奖励 青铜级装备乘15 普通炮台建筑图纸乘1 史诗宝盒乘1 零米种子乘200 青铜级装备 足足有15件 陈楚人想了想 打算装备到玄女军身上 这要是让其他人知道了 一定会大呼奢侈 他们连黑铁机的装备 都不一定能够满足兵种所需呢 陈楚人这边 就已经开始更换到了青铜级 玄女军有20人 只差5件青铜级装备就够了 这两天刷怪 总归是能够刷出来的 然后就是普通炮台的建造图纸 这个肯定是要建造的 但是缺少材料 木材和石头都够了 但缺少两样至关重要的东西 铁和火药 这两样东西 暂时可以在交易所里面买 但价格也有些昂贵 估计只能够建造两座 陈楚人打算 这两天先让九天玄女 他们多注意一下 看能不能找到金铁矿和火药 如果实在没有 那就先去交易所里买 至于这200颗灵米种子 相比之下 用处就不是那么大 陈楚人平日里扫荡 也能够刷出一些 到目前为止也都不缺 不像其他领主 如果没有这次 天道送的500单位食物 有不少人都还要为食物发愁呢 呼 接下来 就是这个史诗级的宝盒了 陈楚人意念一动 一个紫色的宝盒 缓缓地飘浮在了陈楚人的手上 陈楚人仔细端向了一番 宝盒上面雕刻着一条条纹路 散发着一股神秘的气息 拿在手里 一点重量都感觉不到 史诗级宝盒 大概率是会开出白银级的装备 小概率会开出黄金级的装备 还有那么一丝极小的概率 能够开出薄金级的装备 自从进入了万族战场之后 陈楚人就觉得自己的运气 一直都很好 怎么也得给我个黄金级装备吧 陈楚人喃喃道 眼里满是期待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陈楚人便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宝盒 刹那之间 宝盒里绽放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直接将陈楚人照耀的眼睛都睁不开 恭喜获得 玄天耳坠 薄金级 成衣 光芒很快便散去了 陈楚人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地看着手中 那是一对水晶般的吊坠 上面散发着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居然是 薄金级装备 第24章 薄金级装备 恐怖的战斗力加成 居然是 薄金级装备 陈楚人实在是太震撼了 史诗宝盒的确是有几率 能够开出薄金级的装备 可是 那个概率不到万分之一啊 陈楚人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能够成为 那不到万分之一的幸运 哈哈 陈楚人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心中实在是喜悦无比 而此时 九天玄女也带着玄女军不断地扫荡着怪物巢穴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灵妖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灵妖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灵妖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灵妖领袖 获得150点经验 金铁石乘20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斑虎 获得15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斑虎领袖 获得150点经验 灵弥种子成十 天道的提示音不断传来 一下午的时间 九天玄女又扫荡了 足足五六个怪物巢穴 傍晚 陈楚人便让九天玄女他们 回到了领地 今天你们也辛苦了 就早点收工吧 陈楚人说道 多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和玄女军齐声道 不过 他们其实也很享受战斗 毕竟 每一次都能直观地 感知到自己实力的增强 玄女 我有洋东西给你 陈楚人说着 将九天玄女叫上前 九天玄女顿时翘脸一红 脸上止不住的心息 还没等陈楚人拿出东西呢 他就连忙道谢 多谢领主大人 在他眼里 无论陈楚人给他什么 都是无比珍贵的礼物 陈楚人将玄天耳坠拿了出来 九天玄女 连忙小心翼翼的结果 如获至宝 多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连忙道 眼睛里都闪烁着 一点一点的小星星 看着那一闪一闪的水晶耳坠 九天玄女也是十分喜爱 哪怕是他 也有着小女生的姿态 对于这些漂亮的饰品 打心底里的无法抗拒 九天玄女将耳坠戴上 然后朝着陈楚人 焉然一笑 领主大人 好看吗 九天玄女俏脸同红 似乎轻轻一戳 就要胀破了一半 不比动人 如那满天大雪里绽放的墙威 好看 陈楚人点了点头 不过心思并没有在欣赏眼前这绝美的风景 他迫不及待地 查看起了九天玄女的属性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三级 装备 护腕 青铜级 软身甲咒 青铜级 玄灵簪 青铜级 天玄灵 白银级 玄天耳坠 薄金级 战斗力 167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冰魂 陈楚人胸口猛的一阵起伏 战斗力直接突破了一千大关 足足有着1600 这实在是太恐怖了 一件白银级的装备 大致能够增加150的战斗力 而这薄金级的玄天耳坠 一口气足足增加了1200的战斗力 实在是恐怖 不愧是薄金级的装备 陈楚人按捺住心中的激动 平复下来 随后将15件青铜级装备 分发了下去 至于剩下的5人 只能后面再给了 九天玄女见状 有些生气地撅起来小嘴 领主大人 还真是不解风情 九天玄女 有些忧怨地想着 随后 陈楚人便去看了看民兵们的状况 走到铁匠铺面前 陈楚人微微皱起了眉头 铁匠也有了 要不去交易所看看 有没有黑铁集装备的图纸 也好陆续给民兵们装备上 陈楚人思考着 这时 九天玄女走了上来 对了 领主大人 先前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感知到了一处比较强大的巢穴 而且和之前的怪物巢穴有些不同 那里似乎有着其他的什么东西 当时 因为陈楚人叫他们回来 九天玄女就没有停留 直接回到了领地 哦 陈楚人一听 便来了兴趣 离领地大概有多久的路程 嗯 大概十多分钟吧 十多分钟 陈楚人想了想 现在其实时间也还早 一来一回 应该也耽误不了太多时间 只是 他刚刚都发话了 说今天让他们早点收工吧 这回又变卦 突然带着玄女军出去 是不是有点太压榨了 领主大人 现在时间还走 不如我们去看看吧 九天玄女说道 这 陈楚人有些犹豫 随后看了看正在休息的玄女军 领主大人 玄女大人说得对 现在还走 我们一起去吧 一个玄女军站了出来说道 先前他们也很想要去看看 但是想到陈楚人的命令 便着急回到了领地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去看看吧 早去早回 陈楚人点了点头 便带着众人出发了 此时 大部分的领主 也都心情极好 早早地便让各自的兵种英雄休息了 哪怕是那些勉强通关的领主 也都十分喜悦 美滋滋地清理着自己的奖励 一时间 整个新区都沉浸在了喜悦的氛围当中 领地 天水之地 崔玲眉头促起 脸色有些不太好看 这个陈楚人居然这么高冷 半天过去了 都还没有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虽然比我高一名 但也不至于这么高冷吧 崔玲有些气愤地说道 自己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被人忽视过 要不要再发一个好友申请 不不不 这好丢脸啊 而且发多了 会不会给陈楚人 留下一个不太好的印象 崔玲有些犹豫 但最后 还是又发送了一条好友申请 申请失败 对方已关闭好友申请权限 什么 崔玲愣住了 然后随即大怒 这个家伙 居然把我拉黑了 陈楚人 你给我等着 领地 幽冥森罗 罗河成也因为同样的事情 皱起了眉头 算了 既然对方不想添加好友 我也不勉强 陈楚人 我一定会超越你的 第25章 金铁实况 十分钟后 陈楚人来到了一座巨大的巢穴前 发现精英怪物巢穴 鬼虎巢穴 普通鬼虎 四级 二十只 鬼虎领袖 十五级 一只 介绍 需要小心一点的金燕宝宝 柱 鬼虎似乎在铸守着什么东西 陈楚人微微一惊 没想到 连怪物巢穴里面的面板都有注视 铸守着什么东西 毫无疑问 觉得是好东西 玄女 叫给你们了 随即 陈楚人便下达了命令 他也没有再去问 九天玄女有没有把握 开玩笑 都有薄金级的装备了 肯定可以秒杀这头鬼虎领袖了 随即 九天玄女便带着玄女军冲了进去 哦 一阵阵咆哮声后 紧随其后的是一阵阵凄惨的惨叫声 鲜血从巢穴中一流而出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鬼虎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鬼虎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鬼虎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击杀了一头鬼虎领袖 获得1000点经验 黑铁武器锻造图纸乘1 黑铁铐甲锻造图纸乘1 黑铁战靴锻造图纸乘1 仅仅只是三分钟之后 怪物巢穴便被扫荡干净了 看到鬼虎领袖爆出来的东西 陈楚人大为震惊 那1000点经验 陈楚人都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那黑铁集装备的锻造图纸 可就无比珍贵了 别看陈楚人现在一堆青铜级装备 白银级装备 甚至还有一个薄金级的装备 但锻造图纸不一样 有了锻造图纸 铁浆铺就可以自己打造对应装备 只要材料足够 这只鬼虎爆出来的锻造图纸 几乎囊括了一整套的装备 这样一来 我都能够给民兵们 装备上黑铁集装备了 民兵也是兵种 除了开采各种材料以外 也是具备一定战斗力的 虽然很弱 但若是有了黑铁集装备 战斗力应该也能勉强达到 地级一级兵种的水平 当然 有了装备 它们开采的效率 自然也会大大增加 不过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它现在最缺少的 就是金铁石了 就在这时 九天玄女有些激动地冲了出来 领主大人 我们发现了一个铁矿 陈楚人瞳孔一震 什么 没有一刻耽误 陈楚人直接冲了进去 恭喜发现一座金铁矿 陈楚人顿时大喜 没想到刚想睡觉 就有人送来了枕头 真是太好了 这样一来 我们的黑铁集装备 就不会缺了 陈楚人连忙通知了民兵 让他们奋出一部分人手来 专门开采金铁石 有了金铁石矿 除了满足自己的装备需要 还可以把拿出一部分 到交易所售卖 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领主 肯定都会想要黑铁集装备的 陈楚人 还能狠狠地赚上一笔 玄女 你们这次 可真是立下了大功 陈楚人忍不住赞叹道 为领主大人分忧 是我的荣幸 九天玄女汉手道 心中也是一阵窃喜 没想到误打误撞 居然帮上了大忙 既然要开采铁矿 那么这一块区域 就得彻底扫荡干净 纳入领地的范围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便让民兵和玄女军们 专门开辟出一条安全的道路 免得遇到怪物袭击 回到领地之后 陈楚人在交易所上 买了五百火药 花了足足三千的领主币 加上之前获得的一部分金铁石 足够建造两座普通炮台了 于是 陈楚人便没有犹豫 两座炮台拔地而起 普通炮台 等级一级 功能射出威力强大的火炮 爆炸范围广 射成较远 建造完两座普通炮台后 火药还剩下三百 足够再建造三座炮台了 但是金铁石已经用完了 只能等明天开采出足够的 金铁石再说了 吃完晚饭后 陈楚人便打开了聊天频道 这个点 所有领主都休息了 自然也都聚集在了聊天频道 哎哟 这个普通炮台 要金铁石和火药才能够建造 但是这两个材料 上哪去弄啊 就是啊 感觉这建造图纸 暂时也没什么用 其实 这两种材料交易所 都有卖的 废话 交易所大部分材料都有卖 但是谁买得起啊 就是说啊 一个普通炮台 就要一百火药两百金铁石 交易所买的话 差不多就是三千零主币了 我们区现在有谁掏得出那么多钱 说的是啊 看来这个炮台 暂时是用不上了 不一定 要是谁运气好遇上了金铁石矿 那可就赚大了 那可不一定 首先 这种矿脉 向来都是十分稀少的 前期很难遇到 二来 矿脉都会有强大的怪物巢穴镇守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谁能够将其扫荡 说的有道理 可惜了 这普通炮台建造图纸 只能单看着 看了一会聊天频道 里面基本上 都是些没有什么营养的内容 陈楚人默默地关闭了聊天频道 还是看一看自己领地的发展状况吧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心 蓝色 一级 称号 乾隆星宿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兵种 普通民兵乘35 铁匠乘5 玄女军乘20 英雄 九天玄女 建筑 领主府 一级 乘1 兵营 二级 乘1 招募台 一级 乘1 铁匠铺 一级 乘1 火箭塔 一级 乘8 普通炮台 一级 乘2 道具 终极兵种 招募令乘1 终极英雄 招募令 材料 木材乘22420 石头乘5860 领主币 1100 最基础的木材和石头 竟有很多了 再加上 现在有了金铁石矿 陈楚人 打算将领地 提升到二本 首先 就是将所有的建筑 提升到二级 这可需要大量的材料 但是相对的 领地提升到了二级 陈楚人 就可以再招募 一位新的英雄了 这几天就争取将领地升级吧 第26章 返回蓝星 公告 领地守卫站圆满结束 明日早上8点 将会开启蓝星返回传送门 各位领主将有三天休息时间 请合理安排时间 终于可以回蓝星了 无虎 休息三天美滋滋 聊天频道里 顿时爆发了一阵阵欢呼 毕竟都是一些刚毕业的高中生 独自在万族战场待了五六天 肯定还是很想家的 所有人都十分喜悦 不过 有些人喜悦的原因 却有些不同 苏浩紧紧地攥住双拳 眼里闪烁着一丝得意 终于可以回去了 这一次 我又能带一张高级招募令 等升到二本后 我大概率又能招募到一个B级 或是A级的英雄 那时 肯定可以反超陈楚人 想到这里 苏浩就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起来 每次返回蓝星之后 都可以携带两个道具 回到万族战场 和开局是一样的 因此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弯道超车的绝佳机会 基本上 每次领主之间的实力波动 都是在从蓝星返回万族战场之后 此时 看到这条消息 陈楚人倒是没有太大的波动 要回去了吗 陈楚人难难道 虽然只有三天时间 但陈楚人还是有些不舍 老实说 要是可以的话 他甚至都不想回到蓝星 和其他人不同 他们回去是想念家人亲人 或者是为了补充强力道具 可陈楚人是个孤儿 没有家人亲人 也没有资本去购买强大的道具 回到蓝星 也不知道干什么 对于陈楚人来说 还不如就在万族战场 带着九天玄女她们 去刷刷怪 但是没办法 这个是强制要求的 玄女 我要回去三天 这三天你就把领地附近 清扫干净 务必要保证金铁石矿的开采 刷怪都可以先放一放 让民兵们抓紧时间开采 等三天后回来 我们就开始准备 将领地升到二级 陈楚人对九天玄女说道 请领主大人放心 玄女定不负所托 九天玄女汉手道 不过 得知自家领主要离开三天 她心里也是有些伤感 三天 三天 嗯 你做事我也很放心 陈楚人点了点头 听到陈楚人的肯定 九天玄女心里顿时就是一喜 第二天 陈楚人站在领地门口 将所有人都召集在了一起 把接下来三天的任务 都安排好了 蓝星返回通道已开启 请所有领主在三分钟内离开 一道巨大的传送门 出现在了陈楚人面前 大家加油 三天之后 我可要检验一下成果 陈楚人微笑着说道 请领主大人放心 众人齐声说道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抬起脚 打算踏入传送门 领主大人 保重 九天玄女一一不舍地说道 眼眶里都闪烁着几次晶莹 嗯 这三天 领地可就交给你打理了 陈楚人说道 随即便踏入了传送门 放心吧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大声说道 他已经做好了打算 这三天 一定会圆满完成 领主大人布置的任务 把领地打造好 让领主大人回来的时候 大吃一惊 随即 九天玄女便转过身 看向了众人 一脸干净十足 好了 大家现在抓紧时间 完成各自的任务 随即 九天玄女便吩咐了下去 众人便开始忙碌了起来 领地天庭 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南星 光芒散去 陈楚人便回到了家里 这个只有一间屋子的小家 唉 这还没有我的豪华领主府大 陈楚人不由得难难道 没办法 自己的经济情况实在是太差了 不过 这都只是暂时的 陈楚人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这时 手机响了 一道电话打了过来 陈楚人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班主任 老师 有什么事情吗 陈楚人 恭喜啊 你这才可是在万族战场里 大放一彩了 电话那头 传来了班主任热情喜悦的声音 这也多亏了老师你们的教导 不然我也不会在万族战场里 发展得那么顺利 哈哈 你小子一直都这么谦虚 今天打电话 主要是因为你这次 在万族战场里的优异表现 学校打算给你颁一个 优秀毕业生奖 所以 希望你明天能够回学校一趟 这个 当然 这个奖金还是有的 十万块钱 虽然不多 但是买一些资源 回万族战场 也是可以啊 对吧 毕竟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那就多谢老师 还有学校了 陈楚人感谢道 虽然这三年在班里过得 并不是特别开心 但是班主任 对自己还是很好的 学校也没有亏待自己 再说了 自己进入万族战场的 那颗白色领主之心 都还是学校免费发的 于情于理 陈楚人都没有拒绝的理由 而且 学校还有十万块的奖金 这点钱 对于苏浩这些人来说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对陈楚人来说 可就是个不小的数字了 当然 正如班主任所说 连个兵种招募令 都不一定买得到 但是买些资源卡 还是足够的 再说了 蚊子再小也是肉啊 不要白不要 咚咚咚 就在这时 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陈楚人有些疑惑 自己除了凝红叶之外 也没有什么朋友 会是谁来敲自己的门呢 打开房门一看 是一个穿着黑色职业装的 年轻女人 也颇有几分姿色 你是 陈楚人问道 你好 我是临江市市长秘书 您就是陈楚人先生吧 女人露出一副和善的职业笑容 伸出了纤细洁白的手 陈楚人并没有伸出手 一脸疑惑 市长秘书 有什么事吗 陈楚人疑惑地问道 心想 市长秘书 怎么突然找到了自己 不过随即 陈楚人便大致猜到了几分 恐怕也是 因为自己在万族战场当中的表现 市长邀请陈楚人先生一句 车子已经在楼下了 女人依旧是那副和善的笑容 见状 陈楚人便点了点头 毕竟是市长 自己肯定还是要给起分面子的 那好吧 于是 陈楚人便跟着女人下了楼 第27章 市长邀请 大力培养 楼下停着一辆黑色的礼宾车 陈楚人有些意外 没想到市长的邀请 还搞这么正事 陈楚人便跟着秘书上了车 不到十分钟之后 陈楚人便来到了市政厅 秘书一路领着陈楚人 来到了市长办公室 市长大人 陈楚人先生到了 秘书轻轻敲了敲门 随即便退了下去 哈哈 陈楚人同学来了 快请见 快请见 市长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 看起来十分和蔼 他热情地走了上来 连忙拉着陈楚人坐了下去 看到市长这么热情好客的模样 陈楚人一时间有些别扭 市长大人 叫我过来 是有什么事情吗 陈楚人连忙问道 市长和蔼一笑 陈楚人同学 别那么紧张吗 先喝口茶 市长将一杯刚刚沏上的茶递了过来 陈楚人连忙道谢 向征信地小敏了两口 哈哈 你别太拘束了 市长笑了笑 虽然嘴上这么说 但他心里也明白 陈楚人第一次见到自己 肯定是十分紧张的 市长大人 不知道这次找我 是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吗 陈楚人再度问道 不过这次 他的眼神变得有些凝重了起来 见状 市长自然也不再废话 那我就直说了 市长顿了顿道 你在万族战场里的表现 我们也都看到了 实在是惊为天人 没想到连罗合成跟崔灵 都不是你的对手 对了 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两人的身份 这罗合成是西蜀罗家的大少爷 西蜀罗家 你肯定知道吧 整个西南地区 数一数二的豪门大族 而那个崔灵 也同样不容小觑 他是省长的孙女 省长的孙女 陈楚人着实是被吓了一跳 罗合成的身份 他也能够猜到一二 毕竟西蜀罗家 在整个西南地区 都是大名鼎鼎的 作为八蜀省的人 陈楚人自然是不陌生的 没想到这崔灵来头也不小 居然是省长的孙女 省长 那可是整个省拳头最大的人 哪怕是罗家 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陈楚人心里顿时掀起来 惊涛骇浪 不得不说 自己的运气还真是不错 居然和这样两个背景通天的家伙 分到了一个新区里 所以说啊 你这次在领地守卫战中的成绩 居然还超过了他们两人 实在是让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市长接着说道 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了 因此 作为我们是最有天赋的领主 甚至是整个西南地区的最强新手领主 我们自然是会对你进行大力栽培 紧接着 市长便拿出了几个道具 陈楚人定睛一看 顿时心脏一颤 因为市长拿出来的东西 每一样都无比珍贵 一枚高级英雄招募令 一枚高级兵种招募令 一张领地十倍扩张卡 一张兵种升级卡 每一样 放到外界 都是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的价格 甚至那两枚招募令 不仅仅只是几百万 就能够轻松买下的了 市长大人 您这是 陈楚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一脸震惊 这样不能怪陈楚人 主要是他这十多年来穷惯了 哪里见到过这么珍贵的东西 这次休息 三天之后 回到万族战场 你可以带两样道具 从这里面任选两样吧 当然 如果你有其他想要的道具 我也可以尽量满足你 市长微笑着说道 这这这 市长大人 这个实在是太贵重了 陈楚人连忙说道 不不不 这些道具虽然珍贵 但也只有你这样的天骄 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这是我们对你的栽培 希望你 能够在万族战场上 为我们临江市 为我们巴蜀省 为我们整个大厦 夺得更多的荣誉 市长有些激动地说道 不由地想起了 自己曾经在万族战场上的那段时光 年轻 热血 可惜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而且 他在万族战场上 也并没有走得太远 万族战场 不仅仅只是关乎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更是关乎到 整个人族兴亡的关键 所以 像你这样的天才 我们花费再多的资源培养 也是值得的 陈楚人 我想你应该也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就不要扭捏了 收下吧 市长劝慰道 陈楚人眼神深邃 沉默了几下 市长说得对 万族战场上 可是关乎到整个人类生死存亡的 每一个人最终离开万族战场时 他所拥有的一切资源 都将反补回来 这将会大大的提升国力 甚至是整个人族的力量 因此 各个国家也都在大力培养领主 那我就确之不公了 陈楚人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见状 市长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随即 陈楚人便看着桌子上的四个道具 仔细地斟酌了起来 两个招募令 都是高级的 常规来说 一般都能够招募到B级 甚至是A级的英雄和兵种 但是 陈楚人有着那本神话书 似乎是可以强行招募到 其中的英雄和兵种 既然是那本神话书里的 自然不会低于SSS级 如此一来的话 招募令的等级 对于陈楚人来说 就无关紧要了 同样 这张兵种升级卡 似乎对于选女军来说 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了 半晌过后 陈楚人眼底闪过一丝精芒 心中已经做出了决定 他抬起头 坚定地看着市长 说道 市长大人 我选好了 就这两个吧 陈楚人说完 便一把将那领地 十倍扩张卡 和兵种升级卡拿到了手中 见状 市长眉头微微一皱 陈楚人的选择 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 陈楚人 你要不再仔细想一想 这高级招募令 难道不是最适合你的吗 市长问道 这四件道具里 招募令肯定是最珍贵的 而且也是最有用的 陈楚人已经经历了领地守卫战 回到万族战场之后 估计过不了多久 就要升到二本了 那个时候 有了高级英雄 招募令和兵种招募令 就至少能够招募到 B级的英雄和兵种 领地的实力大大增强 市长从来没有想过 陈楚人居然没有选择 这两枚招募令 另外的这两个道具 他也只是拿出来 充一充数量而已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就这两个 PS 报庚四张 各位帅哥 求催更免费小礼物 第28章 宁红夜的邀约 我已经考虑清楚了 就这两个 陈楚人缓缓说道我 语气当中带有着坚决 的确 高级招募令的价值 远远超过了这两个道具 但是 高级招募令 对于陈楚人来说 和普通招募令 并没有什么区别 相比之下 还不如领地十倍扩张卡 和兵种升级卡 领地十倍扩张卡 不仅仅只是将领地的范围扩大 而且还会一次性地 搜集这个范围内的材料 还省去了民兵们 开采的时间 至于兵种升级卡 虽然对选女军 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可以用来提升民兵啊 民兵是一个 领地发展的基础 普通民兵 只是最低级的F级兵种 但是也正因为品质极低 兵种升级卡的效果就更好 基本上可以一次性 将民兵的品质提升到D级 这样一来 民兵的开采效率 就足足能够提升近十倍 这可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数字 过不了一段时间 陈楚人的资源 就能够将其他人远远甩开 当初 苏浩选择对民兵 使用了一张兵种升级卡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能够招募到A级英雄 所以一开始 就想着 在前期通过资源 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结果被陈楚人 抢走了第一的称号 随后又讨伐陈楚人 结果全军覆没 辛辛苦苦存的资源 全部拿去复活英雄 和冲锋兵了 不然的话 宁红叶的排名 恐怕还真不一定比苏浩高 那好吧 既然你执意要这两样道具 我也不阻拦 不过 这万族战场里 你也得小心为上 市长再三叮嘱道 毕竟陈楚人可是临江市这么多年来 出现过最有天赋的新手领主了 可以说 陈楚人展现出来的天赋越强 走得越远 那么市长他自己的仕途 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随后 市长便和陈楚人聊了一会儿家常 时间也不早了 我让秘书送你回去吧 市长起身说道 随后便让秘书 送陈楚人回到了家里 秘书回到办公室里 脸上的笑容便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是一副疑惑的表情 市长大人 这陈楚人虽然在领地守卫战中一鸣惊人 但他终究只是白色领主之心 越到后面 发展就会受到越大的阻碍 您如此大费周章 还花下了这么大的血本 着实是有些不划算啊 秘书说道 这我当然知道 不过 我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只能搏一搏 不然的话 我就只能待在临江市 一直到退休 市长难难道 他又怎么会甘于临江市这种小城市 至少 也得回到蜀都 但是他政绩平平 又没有什么深厚的背景 能够做到市长之位 就已经顶天了 想要再进一步 难如登天 因此 陈楚人的出现 便是他上升的唯一机会 他只能搏一搏 成了 他就能平步青云 升到省厅里 若是没成 大不了 也就损失个几百万吧 反正这些钱 他也不敢花出去 秘书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然后下一秒 一只宽厚的手 便直接拦住他的腰 秘书翘脸一红 知名一声 便羞涩地靠在了市长的身上 市长办公室的大门 早就已经反锁了 回到家后 陈楚人搜出了一包泡面 正打算吃晚饭 这时 手机又响了 陈楚人一看 是宁红叶 陈楚人 干嘛 吃晚饭了吗 还没 正打算弄呢 那正好 我刚好路过你家楼下 要不一起去吃个饭 宁红叶站在楼下 笔直纤细的双腿交叉站立着 脸颊微红 似乎是有些羞涩 算了吧 你也知道我没什么钱 陈楚人说道 对于他来说 出去随便吃一顿 就要花不少钱 现在的他 可没有那个经济能力 说到底 还是太穷了 穷得发指 哎呀 我请客 毕竟也是三年的同桌 别在意这些 可是 我觉得这不太好 你这个人真的是死将 要不这样 回万族战场之后 你给我点材料和食物好了 宁红叶有些生气了 心想自己鼓起勇气的大老远跑过来 陈楚人居然还这么扭扭捏捏的 一点也不像个大男人 不过生气归生气 宁红叶也知道陈楚人的情况 表示理解 所以 一开始便打算请陈楚人吃饭的 陈楚人看了看手里的泡面 这几天 在万族战场里 吃着大鱼大肉 的确是不太想吃泡面了 正所谓 由减入奢益 由奢入减难 那好吧 陈楚人便答应了下来 两分钟便下了楼 陈楚人 宁红叶见到陈楚人的身影 立马挥起了手 脸上绽放着强威般的笑容 好久不见 陈楚人微笑着走了过去 他们也有一段时间没见了 高中三年里 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在一起 毕竟两个星期才放一天假 嘖嘖嘖 你现在不得了了 费了这么大的劲 才把你约出来 宁红叶鼓起嘴 故作生气地说道 抱歉抱歉 主要是最近手头不太宽裕 陈楚人尴尬地笑了笑 你傻呀 你现在在万族战场里 囤了不少材料吧 随便卖点不就有钱了吗 宁红叶说道 陈楚人笑了笑 摇了摇头 的确 陈楚人在他们新区里 也是打下了名声 若是肯卖材料的话 这两天 估计已经有一大拨人来找自己了 不过 对于陈楚人来说 钱多钱少并没有什么区别 反正以他现在情况 以后肯定能够在万族战场走得很远 说不定 还能够成为最顶尖的领主 那个时候还会因为蓝星上的金钱而烦恼吗 算了算了 我们去吃饭吧 你有没有什么想吃的 宁红叶问道 随便吃点吧 陈楚人说道 毕竟是宁红叶请客 他肯定也不好意思去什么高档餐厅 听说前面新开了一家西餐厅 我们去那吧 说着 宁红叶便直接拉起陈楚人的手 兴冲冲地跑了过去 第29章 苏浩 陈楚人你别得意 西餐厅的氛围的确要好很多 安静 灯火摇曳 那斑斓的灯光照在宁红叶的翘脸上 将他那红彤彤的脸显得煞是可爱 怎么样 好吃吗 宁红叶忍不住笑着 身子下意识地往前凑着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其实真要说问道 也只是大差不差 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吃 图个新鲜 而且还是宁红叶请客 陈楚人怎么可能说一般呢 那岂不是太没情商了吗 嘿嘿 听到陈楚人的话 宁红叶笑了起来 脸颊越发的红润了 心里也是暖乎乎的 对了 你现在材料囤了多少了 宁红叶问道 嗯 木材还有两万吧 怎么了 两万 你这材料这么多啊 宁红叶大吃一惊 小嘴张大成了一个O型 要知道 这毕竟才过完第五天 十个民兵玩了命的开采 也顶多只能有几千材料罢了 而且 这还是不算建造各种建筑的消耗 你到底是哪来那么多材料的 宁红叶好奇地问道 我之前不是在交易所 卖了不少东西吗 我就拿这些钱 去扩充了一下民兵的数量 陈楚人说道 见状 宁红叶心里的震惊 才消退了几分 那这样一来 你岂不是过不了几天 就要升到二本了吗 那不一定 毕竟我这建筑还挺多的 想要全部升级一遍 估计还得需要一部分材料 陈楚人说道 宁红叶也点了点头 各种建筑越多 领地的实力自然也是越强 但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弊端 数量多了 领地升级的速度 就会被拖延 所以 很多时候大部分领主 都会刻意去保证 建筑数量的平衡 不会无脑地狂修 各种各样的建筑 那后面这两天 你打算怎么安排 宁红叶一脸期待地问道 他已经偷偷买好了 两张欢乐谷的门票 还有两张电影票 以前高中 家里管得也很严 平时都不会让他出来玩 现在毕业了 好不容易从万族战场 回来三天 家里也不会反对他出来玩 所以 宁红叶也是十分欢欣雀跃 连忙跑来 找到了陈楚人 一想到可以和陈楚人 去欢乐谷 去电影院 两个人一起 宁红叶心里 便十分地欢喜激动 红扑扑的脸蛋 似乎都一出水来了 这个 我明天估计要回一趟学校 学校说 要给我颁发一个 什么优秀毕业生 陈楚人缓缓说道 回学校 宁红叶脸上的笑容 顿时凝固了 怎么了 难道学校没有给你颁这个奖吗 陈楚人问道 在他看来 宁红叶和苏浩 能够拿下领地守卫战的前五 也是极其优秀的了 毕竟他们所在区域 几乎是囊括了西南地区所有人的 因此 陈楚人以为 学校也应该给宁红叶和苏浩两人 颁了这个奖 宁红叶摇了摇头 你傻啊 这个优秀毕业生 每年不是就只有一个吗 有你注意在前 学校怎么可能找我 宁红叶有些失落地摇了摇头 他倒不是因为 自己没有得到这个优秀毕业生的奖 而是因为 不能和陈楚人待在一起 才颇为失落 这 陈楚人有些尴尬 不过随即 宁红叶脸上的失落便退去了 取而代之的 又是之前的那副期待 那你后天有空吗 宁红叶眨着他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问道 后天 应该没有什么事吧 陈楚人想了想 自己一个人 能有什么事情呢 怎么了 陈楚人问道情 心想 宁红叶怎么一直关心自己有没有什么安排呢 嘿嘿 宁红叶开心地笑了起来 翘脸更加红润了 那个 我爸给了我两张欢乐谷的门票 让我去好好玩玩 要不后天你陪我一起去 好吗 宁红叶鼓起勇气邀请道 大眼睛一眨一眨的 一脸稀奇地望着陈楚人 那楚楚动人的模样 任何一个男人见了都不忍心拒绝 这 你都请我吃饭了 再让你请我去一趟欢乐谷 这我怎么好意思啊 陈楚人摇了摇头 虽然他和宁红叶的关系的确不错 可正是因为这样 他更加不想占宁红叶的便宜 你真的是 宁红叶瞬间鼓起了嘴 你个木头 怎么老是在意这些 回万族战场之后 你送我点资源不就好了吗 陈楚人听了 心想也是 这你说的倒也对 毕竟万族战场里的资源 也是相当值钱的 那你这是同意了 宁红叶瞪大了眼睛凑上来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顿时 宁红叶无比欢喜 激动的都要从座位上蹭起来了 嘿嘿嘿 那可就说定了哦 宁红叶开心的眼睛 都眯成了一个月牙 看起来愈发的可爱了 呦 我说是谁呢 原来是我们的榜首陈楚人啊 这时 一道不客气的声音突然响起 陈楚人转头一看 眉头顿时紧皱了起来 苏昊 还真是巧啊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了 陈楚人冷冰冰地说道 来人正是苏昊 苏昊走了过来 眼里满是怨毒之色 陈楚人 你居然还有钱来这种餐厅吃饭吗 看来我还是小瞧你了 呦呦呦 这不是宁小姐吗 原来如此 我说你怎么有钱在这里吃饭 原来是傍上了富仆啊 苏昊顿时轻蔑地笑了起来 苏昊 你嘴巴能不能干净点 宁红叶站了起来 翘脸上也满是怒气 陈楚人心里也是窜起了怒火 缓缓地走到苏昊面前 瞪着他 苏昊 看来之前的教训 还是太轻了 陈楚人缓缓地说道 语气相当冰冷 哼 陈楚人 你别得意 就算你现在拿下了领地守卫战的榜首 风光无限 但你终究只是一个白色领主之星 前期再风光 又有什么用吗 而且过不了多久 就要升二本了 到那时 我再带一枚高级英雄招募令 至少也能够招募一个B级英雄 你呢 之前运气好 让你招募到了一个强大的英雄 但是运气总有用完的时候 越到后面 我们的差距 就会越来越大 苏昊一脸得意地说道 呵呵 陈楚人冷冷一笑 你说对了 越到后面 我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第三十章 我给他时间追赶 直至他遥望不见 你说对了 越到后面 我们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陈楚人冰冷的声音 一字一句地落进了苏昊的耳里 不知道怎么的 苏昊身体猛地一颤 像是感觉到了什么极其恐怖的事情一般 陈楚人 你 苏昊猛地往后一退 眼神里竟然忍不住生起了几次恐惧 他感觉到陈楚人散发出来的气势 冰冷刺骨 但是 他怎么可能表露出惧意呢 苏昊强忍着克服了心底的惧意 一脸怒气地瞪了回去 陈楚人 你别太嚣张了 别忘了 这次我又可以带两个道具 经万族战场 等我的领地升到二级 我肯定会想办法 再弄得讨伐令 到时候 我要把上次的耻辱 加倍奉还 苏昊恶狠狠地说道 加倍奉还 陈楚人冷笑一声 也是 毕竟你现在也十分尴尬 厕所都不知道静男厕所 还是女厕所 听说古代的那些宦官 也都因此变得心理变态 嘖嘖嘖 真是可怜啊 陈楚人一脸惋惜地说道 你 陈楚人 苏昊瞬间语色 勃然大怒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反驳 因为陈楚人说的 的确是事实 他现在 的确是成为了一个阉人 而且 苏昊其实也有种感觉 自从那里被废掉了之后 自己的脾气 真的越来越暴躁了 难道说 苏昊脑海里 瞬间浮现出了一个 猥琐因意的老太监 暴怒地抽打着 手下的太监和侍女 脸上满是变态的 争鸣笑容 咦 苏昊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 怎么 被我说中了 现在恼羞成怒 陈楚人轻笑一声 声音里满是嘲笑与讥讽 让苏昊大为愤怒 这时 周围的人也纷纷看了过来 什么意思 我怎么有点没听懂呢 嘖嘖嘖 这你都没听懂 意思说 那个人模人样的家伙 是个人妖 不不不 应该说是个太监 而且还是 心里变态的那种 啊 不会吧 那人看起来 穿着十分华贵 应该是大家族的弟子 这你就不知道了 这越是大家族里的人 心里就往往越发变态 嘘 小声点 免得被人听到了 感受到周围的 窃窃私语 和讥讽的目光 苏昊心中又羞又闹 他没有想到 陈楚人居然敢在 大庭广众之下 揭露自己的痛处 高中三年里 他可没少去嘲讽陈楚人 陈楚人也 从来没有反驳过什么 顶多就是当没听到没看到 怎么这回就这么强势 苏昊低着头 感受着周围 不断聚集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脸色愈发的难看 最后 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陈楚人 你给我等着 等我升到二本之后 所有的耻辱 我都会加倍奉还 说完 苏昊直接逃逝地 离开了餐厅 见状 陈楚人便缓缓地坐了回去 而宁红叶愤怒也消退了 反而露出了一个好奇的模样 陈楚人 刚刚你说什么太监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苏昊的脸色 一瞬间那么难看 宁红叶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这 陈楚人笑了笑 之前他不是对我使用了讨伐令吗 然后见到了我的英雄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睛 到处乱瓢 我的英雄自然十分生气 然后下手就中了一点 把他下面给 陈楚人做了个手势 就没有再说下去 宁红叶瞳孔猛地一说 也就是说 苏昊现在已经被 活该 然而 宁红叶却是十分解气的模样 这个家伙 以前可没少欺负那些普通女生 现在他没了作案工具 看他以后还怎么去欺负那些女生 宁红叶顿时出了一口恶气 随即便说了 苏昊曾经的罪恶 原来 苏昊仗着自己的家世 曾经抢卤过几个家世普通的女生 苏家在临江市 甚至是在整个巴蜀省 也是说得上话的家族 对于那些普通女生来说 可以说是 只手遮天的庞然大物 他们也只能将事情咽下肚子里 苏昊当初还对宁红叶动过歪心思 不过也是碍于宁家的威势 苏昊也不敢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但是苏昊的那些恶行 宁红叶也是知道的 因此 得知陈楚人把苏昊给淹了 心里十分痛快 没想到这苏昊 居然还是恶观满益 陈楚人十分震惊 虽然陈楚人很讨厌苏昊 但也只是因为以前苏昊经常出言嘲讽自己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还做出这等天分人怨的事 人渣都不足以形容他了 简直就是人族的败类 这家伙 看来我还是下手太轻了 陈楚人紧紧地攥住拳头 如果苏昊下回还赶来找自己麻烦 那可就不再只是 切除掉他某个部位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陈楚人也不怕苏昊找麻烦 不过 陈楚人你现在 可是彻底地将苏昊得罪了 有一点他说的没错 苏家毕竟家大业大 每次回蓝星都可以补充两个强大的道具 特别是高级英雄招募令 这样一来 他就能够极大地拉近你们之间的差距 甚至是超过你 一旦他的战斗力超过了你 他肯定会想方设法地找到讨伐令 然后攻击你的 宁红叶不禁有些担忧地说道 陈楚人微微一笑 高级英雄招募令 呵呵 自己有着神话书在 招募到的英雄和兵种 可都是传说中的存在 妥妥的SSS级 其他的不敢说 光说英雄和兵种 他们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陈楚人微微一笑 轻轻地拿起红酒杯 中指与拇指微微发力 手腕一抖 杯中的红酒随着摇曳 在透明的玻璃杯上 晃出了一个灿烂的玫瑰 更是将陈楚人的笑容 衬托得英俊迷人 让宁红叶煞世间看呆了 败在我手中之敌 从来不会被我视为对手 我给他时间追赶 直至他遥望不见 陈楚人缓缓说道 那雌性的声音听起来质地有声 还富有着一股迷人的魅力 让人忍不住幸福 宁红叶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紧紧地盯着陈楚人 眼睛里闪烁着如星星般的光彩 此刻 陈楚人的身姿烙印在他心里 如同一颗闪闪发光的璀璨明星 第31章 充实的一天 陈楚人 宁红叶突然喃喃道 脸颊瞬间涌起了一阵飞红 怎么了 陈楚人眉眼一挑 问道 没 没什么 宁红叶立马低下了脑袋 似乎是有些不太敢和陈楚人对视 只是 突然觉得 你刚刚说那句话的时候 感觉很霸气 宁红叶羞涩地说道 声音细弱闻声 陈楚人只是笑了笑 没有说什么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便按照约定的时间 回到了学校 很快 校长便亲自接见 哈哈 陈楚人同学 快坐快坐 校长十分热情地 将陈楚人拉进了办公室 想当初 你刚进校的时候 我们应该还见过 那时的你还颇为青涩 没想到时间过得真快 一眨眼 你就已经是万族战场上 赫赫威名的新手领主 校长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 想要拉近和陈楚人的关系 陈楚人也只能时不时地点点头 这一次 你能够超过罗合成和翠玲 实在是把我们所有人都给震惊到了 所以 今年的优秀毕业生 毫无疑问 非你莫属 当然 希望你也不要嫌弃我们学校的这个优秀毕业生奖 毕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校长笑眯眯地说道 陈楚人连连摆手 道 校长这是哪里话 我感激都还来不及呢 怎么可能会嫌弃呢 哈哈 你也就别谦虚了 校长笑着说道 随即便拿出了一张巨大的奖状 上面还压着一张银行卡 这里面是我们优秀毕业生的奖金 里面有十万块 希望你别嫌弃 说完 校长便把这些东西递到了陈楚人面前 那我就确实不公了 多谢校长 陈楚人小心翼翼地将奖状和银行卡收好 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三年 学校也对他很照顾 不仅学费全免 每个月都还有1500的补贴 这才让陈楚人完成了高中三年的学业 最终成功地进入了万族战场 所以 对于学校和政府 陈楚人还是相当感激的 另外 就是一会儿有个采访 不知道你方便吗 校长笑眯眯地问道 一脸期待 陈楚人点了点头 自然是方便的 校长大喜 于是马不停蹄地 便把外面等候已久的记者叫了进来 陈楚人同学 这一次 你在万族战场大放异彩 就连威名赫赫的罗家罗合成 还有省长孙女崔玲 都屈居第二第三 不知道你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成功的秘诀吗 一个记者提问道 陈楚人不紧不慢地回答道 嗯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 主要是将学校里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 合理地分配有限的资源 再加上一点运气 这才侥幸铁列第一 一旁的校长满脸笑容 对陈楚人的这个回答相当满意 他心想 这是十万块美白花啊 接着有一名记者提问 陈楚人同学 这次从万族战场归来 不知道之后的领地发展计划 是可以给我们大致说一下吗 陈楚人也没有回避 还是简单的提两句 其实也没有太新奇的东西 就是按照课本和老师教授的经验 先囤资源 将领地提升到二级 然后招募新的英雄和兵种 领地的战斗力提升上去后 就开始继续扩张领地的范围 陈楚人说的 也没有什么营养 几乎就是把教材书上的内容 润色了一下 这也在众人的意料之中 随后 记者们又继续提问 陈楚人这次表现 不仅仅只是优异那么简单 最重要的是 就连西蜀罗家的罗和成 以及省长孙女崔玲 都被压了一头 这才是最让人吃惊的 因此 这些记者好些都是 专门从蜀都大老远跑过来的 采访完之后 校长笑呵呵地 把这些记者送出了学校 接着又安排了一个全校大会 让陈楚人所谓优秀毕业学长 上去给学弟学妹们分享经验 说实话 陈楚人有些梦了 光是采访就直接花了一上午 本来以为采访完就可以回去了 结果又来个全校大会 陈楚人不知道说什么了 真的想把这钱给退回去了 校长这还真是物尽其用啊 但也没办法 毕竟收了钱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了 于是 将近傍晚 陈楚人才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校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 这一天 为了这十万块钱 陈楚人几乎是被校长给榨干了 不行 得好好补一补 于是 陈楚人罕见地吃了一顿大餐 不过 一想到第二天 还要陪宁红叶出去玩 顿时更加觉得累了 也不知道玄女她们怎么样了 一时间 陈楚人忽然有些怀念起了领地的生活 不仅住地吃得都很好 还有这九天玄女 时不时地按摩揉肩 那日子 才叫一个快活 算了 还有一天 再忍忍吧 就能回去了 陈楚人归心四见 对于她来说 万族战场的领地 才更像是她的家一样 于是 第二天 陈楚人便再次拖着疲惫的身体 陪着宁红叶玩了一天 不过 其实挺好玩的 宁红叶也很开心 开心得像那小女生一样 终于 吃完晚饭后 两人是时候告别了 拜拜 宁红叶穿着一身淡蓝色的长裙 低着头 双手背在后面 脚尖在身前画了画 有些依依不舍地说道 拜拜 陈楚人微微一笑 朝着宁红叶挥了挥手 便转过身 想要离开 喂 宁红叶见状 心里一急 连忙喊住了她 陈楚人转回身 有些疑惑地看着宁红叶 只见宁红叶低着头 黄白的灯光打在她脸上 那脸颊愈发的红润 她沉默着 似乎是想要说什么 可是那几句话 却是一直卡在喉咙里 怎么也说不出来 心里似乎是在纠结 半晌 宁红叶缓缓抬起头 微微一笑 然后摇了摇头 脸上的红润愈发浓郁了 没事 陈楚人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拜拜 拜拜 第32章 回归 领地扩建 回到家之后 陈楚人早早地便睡下了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早早地便准备好了 7点59分58秒 7点59分59秒 8点 终于 时间到了 领主之心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直接将陈楚人给吞噬了 传送门已打开 请各位领主 及时回到万族战场 陈楚人踏入了传送门 光芒一闪 画面一转 陈楚人便回到了领地门前 九天玄女 玄女军 还有民兵铁匠们 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 领主大人 众人齐声道 每个人眼里 都颇为喜悦 特别是九天玄女 眼睛里都闪烁着 一颗颗的星星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见到这一幕 心里也是暖洋洋的 随后 简单地视察了一下 他们的工作完成情况 领地的范围 也扩大了不少 而且也开辟了一条 宽阔的道路 一直通往金铁石矿 另外 这些天九天玄女 也带着玄女军 扫荡了周围的怪物 爆出了不少东西 刚好五件青铜级的装备 陈楚人便装备 给了剩下的那五名玄女军 至此 玄女军便已经 全副武装青铜级装备 然后 还有玉米种子 万族战场里 种出的玉米 也是蕴含着极大的灵力 比灵米还要珍贵许多 然后就是一些材料 接着 陈楚人查看了一下领地信息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星 蓝色 一级 称号 乾隆星秀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兵种 普通民兵乘35 铁匠乘5 玄女军乘20 英雄 九天玄女 建筑 领主府 一级 乘1 兵营 一级 乘1 招募台 一级 乘1 铁匠铺 一级 乘1 火箭塔 一级 乘8 普通炮台 一级 乘2 道具 终极兵种招募令乘1 终极英雄招募令 领地十倍扩张卡 兵种升级卡 材料 木材乘29420 石头乘8860 金铁石乘2141 特殊 金铁石矿满 领主币 1100 陈楚人很满意 三天时间就开采了足足2000的金铁石矿 民兵的数量增长 上去了 效率也是极大的提升了 金铁石现在也够了 陈楚人在交易所买了一些火药 又建造了两座普通炮台 快没钱了 想要升到二级的话 除了木材和石头 普通炮台还需要一大部分的火药 陈楚人难难道 所以 眼下还是得抓紧时间挣钱啊 陈楚人叫来了那五个铁匠 这是黑铁机装备图纸 你们抓紧时间打造 陈楚人将图纸交给他们 黑铁机的装备 在交易所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 如果陈楚人直接售卖金铁石的话 利润估计只有不到10% 可一旦金铁匠之手 打造成了黑铁机装备 那利润可就直接翻到了200% 这可是相当恐怖的利润 可以说 铁匠铺将会是陈楚人这之后 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赚钱的最大途径 差不多了 该使用道具了 陈楚人没有犹豫 立刻拿出了市长给的道具 是否使用兵种升级卡 使用目标 对民兵使用 使用成功 随着天道的声音落下 民兵们瞬间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他们感受到自己体内的变化 脸上纷纷浮现出了喜悦和激动 多谢领主大人 他们立刻朝着陈楚人跪拜了下去 他们当然知道 自己的变化是谁赐予的 都起来吧 努力开采 领地发展 可就靠你们了 陈楚人微笑着点了点头 一时间 民兵们纷纷干劲十足 立刻朝着金铁石矿跑去 他们要拼尽全力 来报答领主大人的悉心栽培 随后 陈楚人便拿出了领地十倍扩张卡 使用道具 道具使用成功 一刹那 四周顿时流光一彩 原本高大的树木森林 顷刻之间变化作一个个光点消散 领地的面积 直接朝着森林里扩张了十倍 恭喜获得材料 木材乘5191 石头乘31256 领地扩张后 原本那些地方所存在的资源 也直接纳入了陈楚人的包里 都不用开采 一下子就进账了这么多材料 都比这几天民兵们开采的还要多了 陈楚人颇为吃惊 心想这张道具卡 还真是没有白费 除了这一次性增加的材料以外 领地免你扩大之后 里面可以容纳的建筑 也自然而然地增长了许多 材料一下子这么多了 建个大点的仓库吧 陈楚人难难道 随即便建造了一个仓库 专门用来囤放这些材料 随后 就开始一一升级这些建筑了 林主府升级 林主府升级成功 招木台升级 招木台升级成功 铁浆铺升级 铁浆铺升级成功 林田升级 林田升级成功 顺便 陈楚人也把刚刚建造的仓库 升到了二级 呼 陈楚人常常舒了一口气 心中大喜 这样一来 除了四座普通炮台以外 其他的建筑他 已经全部都升到了二级 只等铁匠们 打造好几件黑铁机装备 就可以卖到交易所 那个时候 就有钱去买火药了 铁匠铺只有五人 产量并不高 黑铁机装备的话 大概是三个小时出五件 不过 一件黑铁机装备 卖到交易所 都要上签的领主币 接着 陈楚人便带着九天玄女他们 继续去扫荡周围的怪物巢穴 领地 幽名森罗 罗合成早早地便带着 暴炎战士和冲锋兵 去扫荡怪物巢穴了 相比于陈楚人 他这次带来的道具 依然是高级英雄招募令 和高级兵种招募令 对于资源获取之外 他更加在意的 是英雄和兵种的战斗力 况且 在扫荡怪物巢穴的过程中 也能够爆出大量的材料 还能够卖一个好价钱 也能够加快领地的建设 照这样下去 明天或者后天 我就能够升到二本了 到时候再招募一个 强大的英雄和兵种 等战力排行榜一出 我肯定能够反超那个陈楚人 罗合成一脸兴奋地想到 不由地加快了赶路的速度 第33章 率先升二本 排行榜开启 普通矮人巢穴 普通矮人 四级 乘三十 矮人领袖 十二级 乘一 介绍 惊艳宝宝尔 随着领地守卫战的结束 周围刷新的怪物巢穴等级 也提高了一些 不过 对于九天玄女和玄女军来说 依旧是一刀一个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矮人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矮人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矮人 获得25点经验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矮人领袖 获得400点经验 玉米种子 经验翻倍卡 三小时 乘一 经验翻倍卡 陈处人仔细查看了一番 经验翻倍卡 三小时 道具使用后 英雄和兵种击杀怪物 获得的经验翻倍 持续三小时 看完介绍 陈处人知道 这可是好东西啊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等级提升至四级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等级提升到四级 端掉这个怪物巢穴之后 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纷纷突破到了四级 三小时 刚好 陈处人算了算时间 三小时之后 差不多就得回去了 于是 陈处人没有犹豫 直接使用了经验翻倍卡 道具使用成功 经验翻倍卡 效果持续中 走 玄女 我们抓紧时间 陈处人说道 是 九天玄女硬声道 随后 一大拨人便加快速度 寻找怪物巢穴 然后扫荡 于是 一下午的时间便过去了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班狐领袖 获得350点经验 玉米种子 乘20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精领袖 获得400点经验 黑铁级装备乘5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零妖领袖 获得400点经验 经验储存器乘1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班狐领袖 获得400点经验 青铜级装备乘1 一下午的时间 又扫荡了七八个怪物巢穴 有着经验翻倍卡在 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又涨了一大波的经验 虽然没有突破到5级 不过也不远了 当然 也爆出了一大堆的物品 材料还有道具 唯一值得陈楚人注意的 便是这个经验储存器 经验储存器 用来储存溢出的经验 可以由使用者随意支配经验 主 获得经验储存器之后 击杀怪物 可以掉落多余经验值 陈楚人大喜 这也就意味着 今后他就多了一个 获得经验的途径 猎杀怪物后 也有几率获得额外的经验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 太阳快落山了 就带着众人返回了 回到领地后 陈楚人立刻便跑到了铁匠铺 一下午的时间 五个铁匠足足打造了 十件黑铁机装备 陈楚人全部挂到了交易所售卖 我去 居然有人在售卖黑铁机装备 还真是 一次就是十件 大手笔啊 这不是陈楚人大佬吗 也是 对于大佬来说 这些黑铁机装备 已经没什么用了 在众人的惊叹声中 十件黑铁机装备 瞬间被一抢空 陈楚人看着一下子 疯涨了一万多的领主币 脸上抑制不住笑容 随后 陈楚人立刻在交易所里 购买了一大堆的火药 一万多的领主币 一下子就缩水 没剩下多少了 陈楚人有些肉疼 刚刚富裕起来 一下子又回到了解放前 不过陈楚人 没有再过多地去想这些 他得抓紧时间 去提升建筑等级 和之前一样 第一个将领地升到二本的 也是会有丰厚奖励 区域里第一个升本的领主 都会受到天道的嘉奖 陈楚人深吸了一口气 立刻将普通炮台升到二级 至此 整个领地所有建筑 便都提升到了二级 巨大的能量 从领地之中涌了出来 尽数汇聚到了 陈楚人的领主之心当中 哼 冥冥之中一声轰鸣 陈楚人的领主之心 也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领主之心 二级 恭喜 领主陈楚人 第一个将领地提升至二级 奖励 高级兵种招募令成一 领塔建造图纸成一 天道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区域 顿时 所有人都坐不住了 什么 陈楚人大佬 已经将领地提升到了二级 怎么这么快 是啊 别说领地的等级了 我现在 一个建筑的等级都提升不了 这就是我和大佬的差距吗 哭 大佬们的速度也太快了吧 我感觉自己 在这个区里 要被卷死了 一堆人在聊天频道里哭诉 甚至控诉陈楚人太卷了 当然 大部分人也是都是开玩笑的 同样 对于陈楚人获得的奖励 大家也十分羡慕 我去 高级招募令啊 这在蓝星 都要几百万一枚了 不仅仅是招募令 你看 还有一个灵塔建造图纸 灵塔 就是那个可以聚集灵气的建筑 没错 就是那个灵塔 有了灵塔 会让整个领地的灵气 变得更加浓郁 英雄和兵种的等级提升速度更快 作物出成长速率 也能大大提高 我去 真是让人羡慕啊 领地 幽名森罗 罗河城刚刚结束了一天的扫荡 一回来就听到了 这个让人不爽的消息 可恶 这个陈主人 怎么这么快 难道说 他带了什么资源道具卡吗 估计是了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这么快的 不过 虽然他获得了一张高级兵种 招募令 但是英雄招募令就难受了 不出意外的话 顶多只能是D级或者C级 这样一来 等我招募到新的A级英雄 优势就在我了 罗河城紧紧地攥住拳头 脸上满是期待和兴奋的表情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缓缓地抬起头 突破二级的领主已经出现了 那么排行榜应该也快出来了吧 罗河城南南道 就在这时 所有人眼前便出现了天道的金色大字 第一个突破二级的领主已经诞生 24小时之后 将开启战区排行榜 第一个排行榜为英雄战力排行榜 统计每个领主挥下所有英雄的战斗力总和 上榜领主将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住 每个排行榜开榜后 每一个月更新一次 顿时 整个战区都沸腾了起来 我去 排行榜开启了 没想到第一个居然是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这下我记了 我的英雄只是急 彻底玩玩了 谁不是啊 我基本都把资源砸到领地建设上了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肯定是跟我没关系了 是啊 这个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我就不争了 还是等后面的排行榜吧 此时 罗河城一脸的兴奋 太好了 没想到 这次开启的第一个排行榜 是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这样一来 陈楚人的英雄品质 肯定不如我 自然也就会被我压在下面 同样 另一边的苏浩也是十分激动 哈哈 真是助我也 24小时 现在让民兵们通宵开采 应该也能够赶上 到时候 两个A级英雄 哪怕第二个是B级英雄 也能够将陈楚人踩在脚下 第34章 第二名英雄 二郎真君杨简 领地 天水之地 崔莉儿看着天道的金字 心里也是颇为吃惊 没想到陈楚人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 不过仔细一想 便也没什么了 毕竟自己选择了那招募令道具 这也就意味着暂时放弃了领地发展的 哼哼 有舍才有得 这次就让你再得意一会儿吧 崔莉儿鼓起嘴说道 有些不服气 另一边 宁红叶看着这个消息 水灵灵的眼睛看直了 眼睛里都冒着星星 陈楚人 好厉害 不行 我也得加油了 争取在英雄排行榜开启之前 升到二本 招募到新的英雄 宁红叶干劲十足 然后躺回到了床上 明天再加油吧 现在得休息了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吗 陈楚人难难道 嘴角轻轻往上一扬 如果是其他的排行榜 陈楚人可能还不敢说十拿九稳 但是唯独这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陈楚人可以说 这榜首百分百又会被自己收入囊中 整个战区里面 除了自己以外 最高的英雄品质是A级 而九天玄女可是SSS级 这个差距就已经是不可预悦的鸿沟了 更何况 九天玄女身上 可还是有着一件薄金级的装备 战斗力直接飙升到了1600 而其他人呢 哪怕是罗合成以及崔灵 他们的英雄战斗力也就三四百顶天了 陈楚人心情很好 对了 现在有了那个经验储存器 我可以把多的经验分配给新英雄 这样一来 新英雄的升级速度也能够大大提升 每次招募到新英雄 练级都会是一个相当麻烦的事情 因为麾下的英雄等级已经颇高了 领地所需要的也都是高级材料 如果带着新英雄去练级 就只能刷低等级的怪物巢穴 这样一来 就会严重拖延领地发展的速度 所以 很多人都会想方设法地去购买一些 提升经验的道具 但是陈楚人现在就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这也会成为陈楚人的优势之一 那么 便开始招募新的英雄吧 陈楚人走到招募台前 深吸了一口气 想要抑制住心中的激动和兴奋 不知道这一次会招募到哪位神话人物呢 陈楚人再次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睁开眼 眼神中暴射出一阵坚毅 九天玄女站在一旁 心里也有些紧张 她也知道 陈楚人这是要招募新的英雄了 怎么说呢 九天玄女紧张 很大部分原因是在担心 万一自家领主又招募出了一个女性英雄 这样一来 不就会有人跟自己争宠了吗 九天玄女搭拉着眼皮 两只白嫩玉华的手紧握在一起 看得出来十分地紧张 使用终极英雄招募令 陈楚人有些紧张地说道 下一秒 招募台便发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光芒满天 瞬间将陈楚人给吞噬了 紧接着 陈楚人意识便进入了脑海 那本古朴的神话书 开始发出了淡淡的光韵 十分柔和 接着 神话书开始快速翻页 一个个神话人物一闪而过 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 通天教主 女娲娘娘 平心娘娘 一个个神话洪荒里最强大的圣人 然后就是一大堆陈楚人耳熟能详的神仙 其中比较熟悉的 有八仙过海的八位仙人 风神榜里出现的仙人 等等 哪怕是最低级的十二生肖 来到万族战场 也一定是SSS级 毫无疑问 会是谁呢 陈楚人的眼珠子 紧跟书液翻动 呼吸变得急促了起来 心里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知道自己的新英雄会是谁了 终于 神话书翻页的速度变慢了 陈楚人瞳孔猛的一张 眼睛一眨也不敢眨 死死地盯着神话书 要来了 要来了 终于 在陈楚人全神贯注的注视下 神话书终于停了下来 陈楚人的目光 一瞬间便刺了过去 停留的那一夜上 是一位风神俊朗 身着铠甲的神将 右手里立着一把两米多长的三尖两刃刀 身后的披风 哪怕是在书页上 也像是在飘舞 陈楚人心中大喜 无比激动 他已经知道这是 哪位神话人物了 除了这身打扮 这位神话人物 还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征 那就是 额头有一只树立的天眼 没错 这就是传说神话中的二郎显胜真君 杨茧 这时 光芒再度吞噬了陈楚人 画面一闪 陈楚人便从脑海里退了出来 恭喜您成功招募英雄 二郎显胜真君杨茧 光芒落下 一道高大的身影显现 只见此人 一容轻俊帽堂堂 两耳垂间目有光 头戴三衫飞凤帽 身穿一领淡鹅黄 吕金削衬盘龙袜 玉带团花八宝装 腰胯弓星月样 手执三尖两刃枪 正是二郎显胜真君 杨茧 一眼望去 那额头的天眼 便散发着无比恐怖的压迫 杨茧 见过领主大人 杨茧立刻半跪了下去 单手立着三尖两刃刀 陈楚人心中无比激动 不过身为领主 表面自然还是做出了那副 不卑不亢的淡漠之色 起来吧 陈楚人点了点头 随后上前轻轻将杨茧扶起 同时 陈楚人也迫不及待地 查看起了杨茧的信息面板 二郎显胜真君 杨茧 品质 SSS级 等级 一级 装备 三尖两刃刀 虚化 战斗力 10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帝 披山射日 张默有注视 看着杨茧的信息面板 陈楚人有些疑惑 这个三尖两刃刀 虚化 是什么意思 此时 一旁的九天玄女见到杨茧 一副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玉手轻轻地在一对雄风上轻抚 舒缓着气息 还好还好 不是女的 紧接着 陈楚人便带着杨茧 在领地里熟悉了一下 让民兵和玄女军们认识一下 以后 领地的建设 也要靠你了 陈楚人轻轻地拍了拍杨茧的肩膀说道 末将定不负领主大人所托 杨茧抱拳说道 他的性格便是如此 成熟稳重 忠厚不屈 相比之下 九天玄女的性格就要跳脱很多 PS 披山救母的可不止陈湘 杨茧披山救母的神话 有许多典籍 另外 因为大家熟知的宝莲灯里 又是杀的九个金屋 所以就稍微结合了一下 第35章 SSS级兵种 草头军 紧接着 便是新的兵种了 陈楚人再度走到招募台前 使用了那枚终极兵种招募令 正如陈楚人所料 脑海里的那本神话书 再度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继续停留在二郎神的那一页 恭喜您成功招募兵种 草头军 光芒落下 十位全副武装的士兵 出现在了陈楚人面前 每一人都散发着凌厉的气势 像是一把把即将出鞘的利刃 草头军光听名字 或许会让人觉得 是什么乌合之众杂牌军 但实际上 这可是二郎神的亲自培养的司军 战斗力远超那所谓的 十万天兵天将 就当初 玉帝派下十万天兵天将 去捉拿孙悟空 结果却丢兵器甲 猴毛都没捞到 随后 二郎神带着一千二百草头军 将那些猴子一网打尽 别以为花果山上的那些猴子 都是普通猴子 他们在洞天伏地当中 受到天地灵气滋养 也是成为了妖 不然也不会将天兵天将击退 除此之外 在二郎神披山救母等各个神话当中 草头军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另外 比较出名的眉山六兄弟 就是草头军的统领 所以 这草头军的实力 可以比那些天兵天将强得多 陈楚人怎么可能会不兴奋 又是一个SSS级的强大兵种 而且还有一点 如果陈楚人没有记错的话 这草头军里 是既有近战冲锋 又有远程射手的 也就是说 只要有足够的装备 陈楚人可以将草头军 打造成一个完备的军团 一想到这里 陈楚人心里便一阵火热 现在 他已经有了强大的选女军 近战这方面已经不缺了 所以 陈楚人打算将这支草头军 打造成射手军团 弓箭的话 可以去交易所 买黑铁机的弓箭图纸 一天就能打造出来 唯一的问题 是陈楚人现在已经没有多少钱了 对了 我不是还有一枚高级兵种招募令吗 陈楚人眼珠子一转 便有了主意 随即 陈楚人立刻给宁红叶发去了消息 宁红叶 我这有没高级兵种招募令 你要不要 很快 宁红叶就回复了 高级兵种招募令 就是刚刚的奖励 你傻呀 你自己用啊 给我干嘛 宁红叶皱着眉头 有些为陈楚人生气 这么珍贵的东西 可以大大增加领地的实力 干嘛要给别人 哪怕是给自己 宁红叶也为陈楚人感到不值 当然 陈楚人这么一问 还是让宁红叶心中大为感动 没想到陈楚人这个木头 这个时候居然还能想着我 宁红叶想着 只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这你就别操心了 我现在肯定是不缺这一枚招募令的 陈楚人连忙回复道 不过怎么说呢 宁红叶的话 也让他有些感动 这但凡换成了其他人 肯定二话不说 就答应了下来 这么大的便宜放在面前 有几个人能够抵抗 然而就是这样 宁红叶却还是在为自己着想 这妮子 还是和以前一样 太善良了 陈楚人想着 以前 大家都是高中生 大部分人都是和和气气的 可是 进入万族战场后 那可就真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了 很少有人能够保持着曾经的心态 而且 在这样残酷的世界里 善良 有时候会成为害死自己的毒药 陈楚人想好了 以后有余力的话 还是尽量帮一下宁红叶 陈楚人 你认真的吗 看到陈楚人这么坚决的语气 宁红叶不免有些疑惑了起来 他自认为 还是很了解陈楚人的 陈楚人从来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也不会在这种严肃的事情上开玩笑 我现在不缺兵种了 所以这枚高级兵种 招募令 就卖给你好了 陈楚人说道 但即便是卖 这玩意儿 也是有价无事的 不像在蓝星 一次性只能带两个道具 进入万族战场 相比之下 就不会有那么必须了 你傻呀 那就留着之后再用呗 我有一枚终极兵种招募令足够了 宁红叶还是拒绝了 我现在真的不用 以后也不用担心 这样 你把那枚终极兵种招募令给我 然后再拨一点领主币 陈楚人说道 你真的不用吗 真的 那 好吧 最后 在陈楚人的强扭下 宁红叶还是答应了下来 顺便 陈楚人趁热打铁 把那枚高级英雄 招募令也换掉了 两人交换了招募令 随后宁红叶大手一挥 又给陈楚人 打来了五千的领主币 好家伙 这妮子 居然都存了这么多钱了 陈楚人很是惊讶 这段时间 宁红叶一直在囤材料 攒了不少钱 但是五千领主币 对于高级兵种招募令 和中级兵种招募令之间的差距来说 那是微不足道的 这点钱就先垫着 以后我再把剩下的还你 宁红叶说道 不用了 之前你不是请我吃了饭 又请我出去玩了吗 就当作是回礼了 陈楚人回复道 嗯 那好吧 等下次我们回蓝星 到时候再一起出去玩吗 再说吧 聊完之后 陈楚人便立刻回到了招募台前 使用终极兵种招募令 道具使用成功 光芒大作 紧接着 脑海里的那本神话书 光芒大作 依旧停留在二郎神的那一页 果然 这一次招募出来的 依旧是草头军 更加验证了陈楚人的猜测 也就是说 只要是招募令 无论是什么等级的 都会招募到神话书里面的英雄和兵种 这对陈楚人来说 可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以后收集到的中级高级招募令 全部高价卖掉 换成普通招募令 赚一个巨大的差价 不过 等到兵种达到了40人之后 就只有生本 才能够再使用兵种招募令 招募令的使用限制 会逐渐增加 陈楚人平息了心中的喜悦 随后便到交易所购买了黑铁及弓箭的锻造图纸 让铁匠抓紧时间打造出来 一共20个草头军就需要20把弓箭 需要半天的时间 你们早点休息吧 明天再锻造也不迟 陈楚人对5名铁匠说道 毕竟草头军刚招募出来 先去练练集 然后再转职也不迟 第36章 杨简 草头军升级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起来一看 那5个铁匠已经打造好了20套黑铁机的弓箭了 不是说让你们早上起来再开工吗 陈楚人看着铁匠脸上的五双熊猫眼问道 多谢领主大人关心 但是我们也不想拖累大家 铁匠说道 好吧 辛苦你们了 随后 陈楚人便让5名铁匠赶紧回兵营里休息 今天的黑铁机装备就暂时不打造了 接着 陈楚人便立刻让这20名草头军装备上了弓箭 草头军本身就适配所有的兵种 因此 草头军现在也比那些专精神射手军团强 这就是SSS级兵种的强大之处 随后 陈楚人便带着浩浩荡荡的玄女军和草头军 出发扫荡怪物巢穴 现在 他需要尽可能去提升养箭的等级 这样一来 等晚上的英雄战斗力排行榜出来 自己也就更有把握拿下第一了 虽然陈楚人并不觉得整个战区里 有谁能够超过九天玄女的一千七的战斗力 但是 养箭的战斗力越高 自然是越好的 就算没有这个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提升英雄的等级也是相当重要的 发现一座怪物巢穴 血妖怪物巢穴 普通血妖五级 乘三十 血妖领袖 十五级 乘一 介绍 依旧是金燕宝宝 又过去了一天 周围刷新的怪物巢穴也变得更强了 玄女 你带着玄女军打头阵 杨箭 你带着草头军在后方援助 清理杂兵 陈楚人发出了命令 是 九天玄女和杨箭皆是应声道 随后 浩浩荡荡的两支大军便冲了过去 与玄女军相同 只是一级的草头军便凝聚出了强大的军魂 一道宛如天神的巨人 恐怖无比 没过几分钟 这个怪物巢穴便被扫荡干净了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血妖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血妖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草头军击杀了一头普通血妖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兵种草头军击杀了一头普通血妖 获得二十点经验 您的英雄二郎真军杨茜击杀了一头血妖领袖 获得六百点经验 普通装备强化十乘五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等级提升至二级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军杨茜等级提升至二级 九天玄女特意将血妖领袖流了一口气 然后让杨茜去给她致命一击 经验储存器额外获得四百点经验 陈楚人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个经验储存器居然能够额外得到这么多经验 这个怪物巢穴扫荡下来 总归也才一千多的经验 陈楚人没有犹豫 立刻将这些经验全部分配给了二郎神杨茜 走吧 继续扫荡 很快 一天的时间便过去了 加上经验储存器里的额外经验 杨茜和草头军纷纷突破到了三级 陈楚人轻贬了一下击杀怪物领袖爆出的物品 有一百多的灵米或者玉米种子 然后还有几件黑铁级的装备 现在这些黑铁级的装备对陈楚人来说 已经没有太大的帮助 于是便直接挂到了交易所上去售卖 然后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过这次还是爆出了一些新东西 有五块普通的装备强化石 强化石可以用来强化装备 强化成功 能够直接将装备的品质提升一级 但概率是会随着装备品质升高而大幅度降低 比如这颗普通的装备强化石 将黑铁级装备强化成青铜级装备的概率 也猜不到10% 而想要将青铜级装备强化成白银级装备 那更是不到1%的概率 至于想要强化到黄金级 那简直就是做梦 这已经不是概率的问题了 陈楚人将东西收好 暂时放在了一边 然后查看起了杨检的信息面板 二郎显胜真军 杨检 品质 SSS级 等级 三级 装备 三尖两刃刀 虚化 战斗力 14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射日 陈楚人的目光 落在了那个三尖两刃刀后的虚化上 这是什么意思 三尖两刃刀为英雄的特征天赋之一 但由于过于强大 无法实质化 这把虚化的三尖两刃刀 只有骑行 并无实质 也就是说 需要装备新的武器 陈楚人点了点头头 大致明白了 因为三尖两刃刀太强了 不可能直接随着杨简招募出来 不然的话 有着三尖两刃刀的加持 杨简的战斗力 恐怕直接便突破了一万 甚至更多 所以 这个三尖两刃刀 只有一个空壳子 也就是说 杨简需要一把武器 但是眼下陈楚人 也并没有其他的装备了 连青铜级装备都没有了 只剩下几个黑铁级装备 那就试试用这几颗强化石 能不能弄一件青铜级装备出来 10%的概率 五次机会 强化 强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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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四次全部强化失败 陈楚人的脸瞬间黑了下来 只剩一颗了 总该给我强化成功吧 陈楚人暗暗道 强化 强化成功 恭喜获得 斩马刀 青铜级 还好 最后还是强化成功了 陈楚人喃喃道 随后 将斩马刀拿了出来 杨简 这把斩马刀就给你了 杨简接过 连忙道 多谢领主大人赏赐 杨简定不会负领主大人所托 不知道是不是天道的原因 杨简招募出来后 对陈楚人十分忠诚 道士和神话里有些不太一样 不过 反正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把斩马刀 品质有些低了 还远远配不上你 等过些日子 我再寻一把上好的武器 这段时间 就先委屈一下你了 陈楚人说道 领主大人哪里的话 杨简抱拳道 回到领地后 民兵们也将开采出来的金铁石矿 还有木材石头等等 全部放进了仓库里 接着又把领天里的领米和玉米收了 陈楚人清点了一下 把多的作物挂到了交易所上面 呼 应该差不多了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 24小时 马上就到了 没过一会儿 所有领主的眼前 便出现了一排金色的大字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开启 第37章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开启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开启 所有人都秉息凝神了起来 无论有没有对自己 抱有上榜的希望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一版 领主 赵海 英雄总战力 60 拥有英雄 图武士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一 青铜级装备乘一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 我靠 60就能够上榜了 好气啊 早知道我就该把这点钱砸下去 买个黑铁机装备 就有60的战力了 战区频道里顿时又热闹了起来 不少人垂胸顿足 后悔不已 他们距离上榜的英雄战力只差了一点点 只需要一件黑铁机的装备 就能够弥补这个差距 而第100名的奖励 就有一件青铜级装备的奖励 血转啊 但现在是血亏啊 好气啊 这波亏大了 我也是啊 我的英雄战力都55了 要是我狠下心去借点钱买个黑铁机装备 就能赚一个青铜级装备回来了 不只是装备啊 还有称号啊 称号对领地的加成可是永久性的 该死 明明机会就在我面前了 但我却错过了 不过排行榜已经锁定了 他们现在再去买黑铁机装备已经来不及了 而那名获奖的领主 则是无比兴奋和激动 他本来也没有抱有太大的希望的 只是刚好爆出来了一件黑铁机装备 他就让英雄穿上了 没想到刚好卡到了排行榜的最后一名 接着 天道继续公布排行榜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99 领主 孙祥 英雄总战力62 拥有英雄 暴怒受人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一 青铜级装备乘一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 第100名到第90名的奖励 都是一模一样的 也不知道 第89名的奖励 会不会发生变化了 我觉得 多半会有所提升吧 一般都是10个名次 为一个奖励等级 很快 天道继续公布排名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89 领主 陈清风 英雄总战力70 拥有英雄 海巫师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二 青铜级装备乘二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 奖励也只是增加了一点 并没有制的飞跃 这也在众人的预料之内了 不过 这英雄经验单和青铜级装备 本身就已经十分珍贵了 哪怕是只是增加了一个 也足以让不少人相当眼红了 大部分人的英雄 都还停留在二级 一颗英雄经验单 足够让他们的英雄 提升了一级了 这可以节省他们好几天的时间呢 我倒是开始期待起了 前50的奖励了 甚至是前10的奖励 那得有多么的丰厚啊 是啊是啊 实在是令人羡慕 也不知道这一次 谁能够夺得榜首 我觉得是罗绍 这次回蓝星 他肯定又带了一枚 高级英雄招募令 这个时候 多半已经提升到二本了 招募了新的英雄 是啊是啊 两个英雄 还都是A级英雄 那对我们几乎是碾压啊 这怎么玩 还有之前的那个崔灵 来头估计也不小 估计不会比罗绍弱 我估计啊 这次的榜首 就是在他们二人之间了 诶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陈楚人啊 他可是之前 领地守卫战的榜一啊 陈楚人 这几天 他的身份信息 早就被扒出来了 他毫无背景 就是一个锅 靠着学校发的 白色领主之心 才侥幸进入了万族战场 什么 白色领主之心 那他是怎么拿下 领地守卫战第一的 还能是什么原因 无非就是运气好呗 我估计 是他前期降临在一个 资源丰富的地方 大力发展领地防御建筑 有道理 你这么一说的话 那他想要提升到二本的话 所需要的资源 也就是一个相当恐怖的 天文数字了 是啊 毕竟想要提升领地等级 就得把所有建筑 全部升级一遍 领地守卫战中的优势 现在反而变成为了 他升级二本的劣势 一时间 整个战区聊天频道里 都充斥着 对陈楚人的不看好 此时 看着这一条条消息 苏浩的脸色阴沉无比 几乎都要滴出水来了 他之前对陈楚人 使用过讨伐令 见识到了陈楚人的真正实力 那可不是 靠着什么防御建筑 苏浩不禁回想起了 那道绝美 而又强大无比的身影 不由的 他的下身 直直地打了一个寒战 陈楚人 苏浩攥紧了拳头 脸色无比阴狠怨毒 天道继续公布排名 很快 便公布到了前十 一时间 聊天频道也都安静下来了 静静地等待着眼前的金字浮现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十 领主 红墙 英雄总战力 150 拥有英雄 清零将军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5 青铜级装备乘3 优秀宝盒乘1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 哇 终于爆出宝盒了 居然是优秀品质的 我记得之前领地守卫战的时候 前十名都已经是金两宝盒了吧 怎么这次才优秀宝盒啊 你这不是问的废话吗 之前那可是整个新手期结束的最终排行榜 这次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只是其中一个排行榜 后面还有资源排行榜 领地排行榜等等 原来如此 不过 这优秀宝盒也是相当让人眼红羡慕的了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五 领主 苏浩 英雄总战力 310 拥有英雄 火势 长剑骑士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5 青铜级装备乘5 优秀宝盒乘1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乘1 我靠 第六名的战斗力才150 这苏浩 居然直接高了近200点的战斗力 我去 你注意看 他是两个英雄 这个苏浩 已经升到了二本了 天啊 这么说的话 我们战区 已经有五个人升到了二本 我这距离二本 恐怕还有好几天呢 差距 呜呜 然而此时 苏浩并不是很开心 脸色有些阴沉 他两个英雄 而且还是 有着三件青铜级的装备 居然才第五 也就是说 陈楚人和宁红叶 多半也都在他之上 陈楚人就算了 他毕竟也是领教了 那个女英雄的厉害 可是这宁红叶 为什么又比他高 苏浩很不服气 PS 今天怒干三万字了 帅哥们可以支持一下我吗 第38章 陈楚人要是第一 我直播倒立洗头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四 领主 宁红叶 英雄总战力 460 拥有英雄 万花精灵 春风精灵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6 青铜级装备乘6 优秀宝盒乘1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乘1 紧接着 天道继续公布 第四和第五的奖励差距不大 没错 不过接下来的前三名 应该就会有差距了 此时 宁红叶兴奋地跳了起来 这次多亏了陈楚人 那枚高级英雄 招募令 让我又招募到了一个A级英雄 宁红叶难难道 本来他只准备了一枚 终极英雄招募令 就算运气再好 顶多也只能招募出B级英雄 那样的话 他的排名 估计就要和苏浩对调了 也不知道陈楚人怎么样了 没想到他看起来冷冰冰的 实际上还是很为我着想的 连高级英雄 招募令都愿意给我 宁红叶心里美滋滋的 翘脸愈发的红润了起来 陈楚人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难道 难道说 他喜欢我吗 哎呀 应该不会吧 但是 他对我这么好 应该是喜欢我吧 陈楚人人也很好 而且长得也的确很英俊 宁红叶滴着脑袋 脸越来越红了 仿佛轻轻一戳 就要出水了一般 过了一会儿 天道继续公布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三 领主 罗合成 英雄总战力 575 拥有英雄 暴炎战士 幽灵剑士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6 青铜级装备乘6 金梁宝和乘1 称号 伟岸英雄之主乘1 我去 青梁宝和 果然 第三名的奖励 又提升了一个档次 妈爷 575的战斗力 这些人也太恐怖了吧 都已经是我的十多倍了 你这不废话 就你一个E级英雄 能跟别人两个A级英雄比 哎 我这不是装备有些垃圾吗 后面装备好了 战斗力 还是能够追上一些的 别做梦了 等你刷出青铜级装备 那几个大佬 估计都已经不缺白银级装备了 然而此刻 领地幽名森罗内 罗合成 则是一脸的阴翼 怎么可能 我居然又才第三 罗合成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他这次运气还不错 又招募到了一个新的A级英雄 加上他早就准备好了的一套青铜级装备 还有一件白银级装备 可即便如此 居然才只是第三 崔莉儿在我上面我认了 毕竟是省长的孙女 背后的资源 恐怕还在我之上 那另外一人 难不成 还是那个陈楚人 不应该啊 他不是没有任何背景的相巴佬吗 怎么可能会在我前面 罗合成不断地思考着 之前的领地守卫战 陈楚人运气好就算了 他认了 但是这一次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那可是完全靠不了运气的 就算是运气好 那也是建立在一定资本上的 比如运气较好的 才能用高级英雄招募令 招募到A级英雄 此时 天水之地 一身浅蓝色长裙的翠铃 正搭拉着他那修长的双腿 坐在灵主府前 悠哉悠哉地看着旁晚的残阳 看来这罗合成不太行啊 本来还以为 他会是我最大的竞争对手呢 崔莉儿难难道 轻轻地拿起旁边 洗好的果子吃了起来 嘿嘿 不过也是我运气比较好 上回的那个金粮宝盒里 开出了一个黄金级装备 不然的话 恐怕也就比罗合成 高个十几点的战斗力 这么看来的话 第二名应该就是那个陈楚人了 倒是有些令人意外呢 崔莉儿难难道 他回去之后 也是仔细调查了陈楚人的身世背景 所以 他自然不会觉得这一次 陈楚人还能够压在他上面 但即便如此 能够超过罗合成 也是相当让人吃惊了 同样 聊天频道里 也有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话说 现在这三人 也都是之前 领地守卫战的前五了 那陈楚人 岂不是又是前二 不可能 之前算他运气好 但这一次 可是英雄 战斗力排行榜 就他那一穷二白的绅士 怎么可能进入前二 可是前二除了之前的崔莉儿之外 这剩下的一个人 还能够是谁 说的有道理 万一这陈楚人 还藏有什么底牌呢 我看小说里那些主角 通常都喜欢扮猪吃老虎 切 你也都知道 那是小说了 陈楚人是我高中同学 他的底细 我是一清二楚的 要是他这能进前二 我今晚上直播倒立洗头 我截图了呀 一会儿要是被打脸了 可别赖账啊 那肯定是不会赖账的 反正陈楚人是不可能进前二的 聊天频道里 又热闹非凡 很快 天道金字再度浮现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二 领主 崔莉儿 英雄总战力 685 拥有英雄 玄水精灵 潮汐巫女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乘七 青铜级装备乘七 精良饱和乘一 称号 伪暗英雄之主乘一 此时 崔莉儿脸上的休闲惬意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取而代之的 是无尽的震惊 怎么可能 我居然才第二 那第一是谁 难道说 那个陈楚人的英雄战斗力 还在我之上 怎么可能 就算有史诗宝和 他开出了黄金级装备 也不可能比我还高 毕竟 我也有三件白银级 除非 他开出了薄金级装备 不仅仅是崔莉儿 整个战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我靠 685的战斗力啊 居然都还只是第二 崔莉儿大佬 居然只是第二 那第一 不会又是陈楚人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陈楚人 他又没有那个资本 购买高级英雄招募令 其他排行榜就算了 这个英雄 战斗力排行榜 是最不可能成为榜首的 没错没错 难道说 我们战区里 还隐藏了其他的大佬吗 此时 看着天道公布的第二名 大家都是猜测纷纷 他们的重点 都不是崔莉儿本身 而是即将公布的榜首 究竟是新的隐藏大佬 还是陈楚人再度蝉联 大家都不敢肯定了 就连之前那个 说直播倒立洗头的那人 心里也都开始慌了 你妈妈得 陈楚人不会真是榜首吧 等了足足有七八分钟 天道的金色大字 才再度浮现 顿时 所有人都无比紧张 心神紧绷地看着眼前 一点点浮现的金色大字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一 第39章 碾压的战斗力 战区震动 英雄战斗力排行榜第一 领主 陈楚人 英雄总战力 1890 拥有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真君 获得奖励 英雄经验单成十 青铜集装备成十 白银集装备成二 史诗宝和成一 称号 至尊英雄之主成一 聊天频道里 沉默了两秒 因为所有人都傻眼了 随后 整个聊天频道都炸了 什么鬼 我不是在做梦吧 1890点的战斗力 居然真的是陈楚人 而且 这个战斗力 也太恐怖了吧 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滴乖乖 这战斗力 是我的三四十倍了 这样太恐怖了吧 怎么可能啊 天道会不会是计算错了 怎么有这么高的战斗力 哎 先前那个说 陈楚人不可能低的那个 要直播倒立洗头的那个家伙 直播几点开始 快点冒个泡 哈哈 我差点都忘了 还有这个 那个家伙怎么不说话了 不会是要撞死吧 虽然我之前也不太相信 陈楚人能够再拿榜首 不过 我可不会傻乎乎的说那么慢 人呢 人呢 这小子 不会真是要装死吧 多办事了 兄弟们 不然我们大家重筹一个讨伐令 狠狠地教训他一顿 好主意 好主意 这种说话不算数的家伙 就应该狠狠地教训一顿 别别别 老哥们 我错了 我一会儿就开直播间 你们别用讨伐令啊 一时间 整个聊天频道都炸了 此时 崔莉儿看着眼前的金色大字 陷入了沉思 就算陈楚人真的开出了一件薄金级装备 也不可能会有这么高的战斗力啊 除非 他还有许多件白银级的装备 可是 就他的背景 怎么可能弄到那么多的白银级装备呢 英雄品质 也不可能 他又不像我们 天道赠送的普通英雄招募令 运气再好 也只能够招募到地级英雄罢了 崔莉儿眉头紧皱 百思不得其解 不仅仅是他 其余人也是同样如此 苏浩脸色无比阴沉 拳头死死的钻井 几乎都要掐出血了 可恶 可恶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他其实也有预感 这一次 陈楚人可能还会再度霸占榜首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陈楚人的英雄战斗力居然会这么高 已经接近两千的战斗力了 这差距 实在是太特么大了 高中三年 虽然他的确记恨陈楚人的考试成绩 压自己一头 但他从来就没有正眼瞧过陈楚人 因为他知道陈楚人的背景绅士 万族战场当中 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 单靠学的理论知识 那是绝对走不上顶峰的 反观自己 身为苏家少爷 资源不用愁 到了万族战场里 一定可以大展身手 遥遥领先 然而现在 冷酷的现实 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这个一直以来都没有让他正眼看待过的穷小子 居然凌驾在了自己头顶 而且 还是以一个巨大的差距 遥遥领先 苏浩无法接受 陈楚人 陈楚人 同样 领地幽冥森罗里 罗合成也是一脸的震惊 不敢相信 1890点战斗力 这怎么可能 这陈楚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说 他有什么隐藏背景吗 罗合成难难道 一个孤儿出身的家伙 怎么可能将英雄战斗力 提升得这么快 就算是之前的那个史诗宝盒 开出了薄金级装备 那也达不到1800呀 就算加上许多的白银级装备 也绝对达不到 如此恐怖的程度 罗合成已经想好了 得再去仔细地打听一下 陈楚人的背景 此时 宁红叶看着陈楚人 再度拿下榜首 美眸里星星闪烁 哇 陈楚人好厉害啊 1890点 这战斗力 也太恐怖了吧 怪不得他愿意 把那枚高级英雄招募令给我 不过 要是他自己用那枚高级英雄招募令的话 运气好 招募到一个A级英雄 说不定现在的英雄战斗力 就突破2000了呢 宁红叶难难道 想到这里 他的心里还是一阵感动 陈楚人对我这么好 以后我也要好好报答他 还有那个苏浩 找机会 我也得收拾他一顿 让他以后别再去找陈楚人的麻烦了 宁红叶攥紧了小拳头 鼓起嘴 做出一副粪粪的模样 不过看起来倒是煞是可爱 此时 陈楚人并没有在意 聊天频道里的热火朝天 而是默默地提取了奖励 英雄经验单是个好东西 陈楚人没有犹豫 直接便分给了九天玄女和杨姐二人 九天玄女吃了四颗 终于提升到了五级 剩下的六颗全部给了杨姐 也帮助他提升到了四级 距离五级也不是很远了 再刷几天的怪姑祭 就能够升级了 与此同时 陈楚人也感觉到了 自己的领主之心有了异动 散发出了一股柔和的力量 流淌在全身四处 虽然并没有达到升级的效果 但也有所提升 可以预见 随着两名英雄等级的提升 他的领主之心也会随之增强 迟早会进化成紫色领主之心 陈楚人心中很是激动 领主之心能够升级进化 那还真的是闻所未闻 整个万族战场 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说不定 以后还能够升级到金色领主之心 陈楚人想到这里 不禁有些心痒痒 随后 陈楚人便拿出了装备 青铜级装备 其实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也没有太大的价值了 挑了两件适合杨简的 其余的全部扔进了仓库 加上那两件白银级的装备 全部给了杨简 多谢领主大人 杨简连忙谢过 陈楚人点了点头 然后 就是那个称号了 其他人的 都是伟岸英雄之主 效果是 增强全体士兵和英雄5%的恢复 而陈楚人的至尊英雄之主 效果就有着极大的增加 首先 增强了全体士兵和英雄10%的回复效果 然后提升5%的战斗力 这就相当恐怖了 就像是原本英雄都是1000的战斗力 多了这个称号 战斗力也就凭空多了50 别以为很少 哪怕是一点战斗力的差距 就已经足以让许多人为之疯狂了 果然 无论在哪里 榜翼都是牛逼轰轰的 随后 陈楚人看向了手中的史诗级宝盒 希望这一次也能够开出一件薄金级装备吧 陈楚人难难道 当然 上一回的确是他走了大运 这一次就没那么好运了 不过黄金级装备也很满意了 第40章 又是薄金级装备 开启史诗宝盒 陈楚人深吸了一口气 缓缓地打开了史诗宝盒 一阵光芒乍现 恭喜获得装备 焚天眼月刀 薄金级 陈楚人瞳孔一阵 没想到 自己居然真的又开出了一件薄金级装备 自己的运气 也实在是太好了一点吧 焚天眼月刀 刚好适合杨简 于是 陈楚人便把这件装备给了杨简 多谢领主大人 跟我还客气什么 随后 陈楚人便查看了一下杨简的信息面板 二郎显胜真君 杨简 品质 SSS级 等级 4级 装备 焚天眼月刀 薄金级 青灵甲 青铜级 战士护腕 青铜级 勇气战靴 白银级 勇气护腿 白银级 战斗力 176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射日 杨简的白银级装备 还要比玄女多一件 因此 战斗力居然还反超了九天玄女 这也太恐怖了 就这一下 陈楚人的英雄战斗力 就直逼四千大关了 此刻 还在为陈楚人 1890点战斗力 而震惊的众人 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不知道又会震惊到什么地步 一时间 陈楚人的后台私信又炸了 因为关闭私信 最多只能持续几天时间 时间到了 又得重新去关闭私信权限 陈楚人有些头疼 私信里基本上都是各种巴结的人 甚至还有些自以为 有点滋色的女生 发来了一些比较凉快的照片 陈楚人看都没有看一眼 老实说 不说实力 陈楚人光凭自己的这张脸 就不会缺女人 只不过陈楚人一心想要变强 女人 只会成为自己 变强道路上的绊脚石 陈楚人 快说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战斗力 一下子高了我们这么多 1890点 这也实在是太恐怖了吧 宁红夜发来了消息 配上了一个无比震惊的表情 关于这个 其实陈楚人也想好了说辞 这你都没有猜出来吗 还真是笨啊 你才笨呢 你才笨呢 快点说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之前不是得到了一个史诗级宝盒吗 我运气比较好 开出来了一件薄金级装备 什么 薄金级装备 宁红夜无比震惊 不过随即便点了点头 怪不得 一件薄金级装备 加的战斗力 就有1200点了 难怪陈楚人的英雄战斗力 居然这么高 不过 宁红夜心里多少还是有些担忧 虽然陈楚人这次 靠着薄金级装备 在英雄战斗力上遥遥领先 可是装备的差距都是暂时的 大家迟早也都会得到更高级的装备 英雄就不一样了 那品质是固定的 随着时间推移 差距还会越来越大 所以 一想到这里 宁红夜就觉得自己十分亏欠陈楚人 如果陈楚人自己使用那枚高级英雄招募令的话 此刻多半也能够招募到一个新的A级英雄吧 唉 宁红夜不仅有些后悔 当时被高级英雄招募令冲昏头了 一时间忽略了陈楚人的发展 如果再给他一次选择的机会 他说什么 也不会要陈楚人的高级英雄招募令 渐渐的 聊天频道里也安静了下来 前一百的人开始清点自己的奖励 沉浸在喜悦当中 而那些没能上榜的人 也是在暗暗激励自己 很快 天道的金色大字再度浮现 明日同一时间更新兵种排行榜 兵种排行榜 嘖嘖嘖 我的都是一级兵种 看来又和这次排行榜无缘了 说的也是啊 兵种排行榜和英雄战斗力排行榜 都是靠品质和装备决胜的 这可是 极其看背后资本的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实在是太难了 是啊 是啊 我还是老老实实去建设领地吧 等下一个排行榜 别气馁啊 你们看陈楚人大佬 他不也是贫寒出身吗 不照样登顶榜首了 切 说到底 还不是开局的优势 让他一直领先到了现在 他的英雄战斗力之所以那么高 多半是因为之前的史诗级宝盒 开出了薄金级装备 薄金级装备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史诗级宝盒的确是有极小的概率 开出薄金级装备的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上千的战斗力 楼上说的没错 只有薄金级装备 才能解释这么高的战斗力了 不过运气好不也是实力的体现吗 哼 一次运气好 总不可能次次运气好 他的装备都给了英雄 那兵种 他总不可能有那么多的装备了吧 到时候原形毕露 估计前一百名都进不了 不得不说 楼上说的还挺有道理的 没错没错 毕竟现在可不就是拼背后的资源吗 陈楚人那个纯属运气 这次的兵种排行榜 他自然也没有办法 还别说 估计陈楚人想上榜的话 可能还真有点够强 诶 等等 先前那个家伙怎么有点眼熟 你不就是那个说直播倒立洗头的吗 怎么还不直播 就是就是 先别管别人能不能上榜 先兑现你的承诺 此刻 那个说要直播倒立洗头的领主 脸色阴狠 这群家伙 怎么一直揪着自己不放 但是 一想到这群人要是真集资 买一个讨伐令来讨伐自己 他这个小领地 可接受不了这样的摧残 所以没办法 他只能开启了直播 可恶 都怪那个陈楚人 这会让我丢脸丢大发了 马德 等明天排行榜一出来 我肯定要在聊天频道里 狠狠地嘲讽你 出口恶气 他愤愤地想到 随后哭丧着脸 让一个民兵 给自己端来了一盆水 然后便立刻让民兵出去 把大门关上 免得让这些士兵们发现 自家领主在做这么丢人的事情 一个弄不好 说不定会让他们好感度大将 第41章 血腰结晶 薰衣 兵种排行榜吗 陈楚人难难道 看着眼前浮现出的天道金字 陈楚人心中开始盘算 他注意到 这次排行榜里 并没有提到战斗力 也就是说 和之前的英雄战斗力 排行榜不同 没有了最清晰 直接的衡量标准 陈楚人估摸着 这次的排行榜 主要是以兵种的品质 等级为考量 至于装备的话 就说不准了 除雀民兵和铁匠以外 两支战斗兵种都是SSS级 在品质这一方面 陈楚人是肯定不用担心的 所以 明天就得抓紧时间提升等级了 自己有着经验储存器 也可以用来帮助兵种提升等级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不过 陈楚人多少还是有些担心 万一其他人 有携带了帮助提升等级的道具 进入万族战场怎么办 所以 陈楚人也不敢掉以轻心 第二天一大早 陈楚人便带着杨俭 和九天玄女 以及草头君和玄女君 领地已经扩张了很大了 新手试验期过了 领地附近也不会再刷新那些弱小的怪物巢穴了 足足离开了领地有一公里多 才发现了第一个怪物巢穴 发现精英怪物 血妖巢穴 普通血妖 4级 25只 精英血妖王 16级 1只 注意 精英血妖王比较危险 新手领主请勿靠近 特别提醒 该血妖巢穴可生产特殊物品 血妖结晶 陈楚人眼睛一亮 并不是因为这个精英血妖王的强大 而是这个血妖结晶 血妖结晶可以用来给装备进行熏印 熏印之后的装备 将会携带特殊的属性 常见的有冰属性 火属性 雷电属性之类的 装备被熏印之后 便可以产生对应属性的额外伤害 而血妖结晶 熏印的话 则是会大大加强使用者的血气力量 这可是是一个相当强力的加强 因此 这些能够熏印装备的特殊材料 也是极其的珍贵 陈楚人没想到 自己的运气居然如此之好 居然能够遇到 生产血妖结晶的怪物巢穴 注意 不是掉落 而是生产 意味着陈楚人只要攻占了这座巢穴 就能拥有一个源源不断的 血妖结晶生产线 当然 这个生产线的效率或许不会很高 不过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也是相当可观了 玄女 杨简 以最快速度 将这座怪物巢穴扫荡干净 陈楚人一声令下 是 两人抱拳领命 立马便带着两支军队 冲向了血妖巢穴 巨大的威势爆发 也立马将那些血妖惊动了 那头足足有两人高的血妖王 带着一众血妖走出了巢穴 恶狠狠地瞪着杨简和九天玄女 杨简 这头畜生身上的灵力威压倒是不弱 要不让我先打头阵吧 九天玄女说道 毕竟她可比杨简早来好几天呢 这头血妖王的等级比她们高了许多 散发出的威势连她都有些不敢小看 所以 九天玄女也有些担心 对于杨简来说会不会棘手了一些 玄女前辈多虑了 一头畜生罢了 不过一刀的事情 我的天眼已经看到了她的死状 杨简淡淡地说道 她是封神时期才踏上仙徒的 而玄女早在炎黄时期便已经修道有成了 所以杨简尊称她一生前辈 不过话一说完 杨简便立刻提起了手中的焚天眼月刀冲了上去 体内瞬间爆发 出来一股恐怖的威势 顷客之间弥漫在四周 那实质化的灵力 形成了一道道金色的霞光溢彩 看起来神意非凡 原本还呲牙咧嘴 面容猙獰的血妖王 顿时瞳孔瞪大 双腿都下意识地开始打颤 那扑面而来的气势 让她都感觉到了恐惧 哼 聂畜 杨简健壮 顿时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随即 她抬起手 手中的焚天眼月刀瞬间绽放出了恐怖的光芒 如同一轮耀眼夺目的骄养 那恐怖的气势 如同开闸的洪水一般 势不可挡 顿时 一股恐怖的威压 直接笼罩在了所有血妖的身上 一时间 众多血妖纷纷害怕恐惧地颤抖起来 见状 玄女军和草头军立刻发起了攻势 杨简则是将自己的灵力全部凝聚 锁定了那头血妖王 披衫 杨简高举起手中的焚天眼月刀 如同洪水般滔滔不绝的灵力汇聚而来 形成了一道齐天的巨斧 仿佛一刀下来 连天幕都能够直接撕开 九天玄女心中也是十分惊讶 不得不承认 单论攻伐的话 自己的确不是杨简的对手 二郎真君果然名不虚传 九天玄女难难道 虽然炎黄时代之后 她便隐世在昆仑 再也没有出世过 但是仙神界发生的事情 也都有所耳闻 特别是后面的两次亮节 她也十分关注 杨简的鸣声 她自然也是听过的 今日一见 果然名不虚传 斩 杨简冷声一喝 手中的焚天眼月刀 猛地往下一劈 那道灵力凝聚而出的巨斧 也重重地落下来 如同一颗陨石坠地 又带着一股无比灵力的气势 眨眼之间 巨斧便直接劈到了 那头血妖王身上 巨大的威压 让血妖王动弹不得 根本就没有丝毫躲闪的空间 哄 一声巨响 血妖王的身躯 瞬间被这恐怖的巨斧瓦解 顷刻之间便飞灰烟灭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君 击杀了一头精英 血妖王 获得1300点经验 血妖谷乘5 灵花种子乘10 紧接着 草头君和血女君 也将其余的血妖扫荡干净了 您的兵种血女君 击杀了一头血妖 获得70点经验 您的兵种血女君击杀了一头血妖 获得70点经验 您的兵种草头君 击杀了一头血妖 获得70点经验 随后 陈楚人便让血女君进入巢穴 仔细地搜寻了一番 果然发现了一个充满了鲜血的祭坛 这就是生产血妖的祭坛 而陈楚人所需要的血妖结晶 也就是通过这个祭坛生产 发现可改造的血妖祭坛 是否改造 陈楚人一秒都没有犹豫 直接确认改造 恭喜 改造成功 血妖祭坛 可生产血妖结晶 产量 五颗一天 陈楚人很是满意 普通装备第一重薰印 也就只需要消耗一颗血妖结晶罢了 而随着薰印重数增加 所需要的材料也会递增 不过 对于现阶段的来说 这个产量已经足够了 第42章 又是第一 接着 陈楚人又带着众人继续扫荡 到了傍晚 才回到领地 一天的时间下来 材料收获颇丰 加上经验储存器的分配 草头军和玄女军都得到了一大波经验 不过距离升级还是差了一点 有些可惜 要是能够再刷两三个怪物巢穴 估计就足够升一级了 但是这可能得浪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有点太晚了 虽然升级很重要 但前世深受996毒害的陈楚人 实在是不想再让自己的士兵遭受这种压迫 或许草头军和玄女军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但陈楚人不愿意 至少 现阶段还没有到必须要晚上加班的程度 回到领地之后 陈楚人便开始准备为装备薰印 血妖巢穴里的祭坛改造完后 就爆出了时刻的血妖结晶 陈楚人便分别为草头军和玄女军 薰印了五件装备 毕竟一会儿要对兵种进行排名了 所以就优先提升兵种 等明天后天再给杨简和玄女薰印装备 你们试试看吧 陈楚人将薰印好的十件一重薰印装备给了他们 一名草头军拿起薰印好的弓箭 缓缓一拉 顿时 一阵淡淡的血色光芒散发出来 他只感觉体内突然涌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Soul 一道血色利剑直接划破天际 多谢领主大人 那个草头军立刻跪拜了下来 十分激动 他感受到自己的巨大提升 顿时十分激动和感激 一旁的五位玄女军 也是拿起薰印好的长剑挥舞了几下 血色剑芒绽放 看起来强大无比 气势更加凌厉 多谢领主大人 十人全部跪拜在了陈楚人面前 起来吧 陈楚人淡淡地说道 随后看向了其他的士兵 大家也不用羡慕 用不了几天 大家都能人手一剑的 听到陈楚人的话 其余人也是十分的激动 很快 公布排行榜的时间到了 兵种排行榜现在公布 天道的金色大字浮现在所有领主的眼前 所有人都凭住呼吸 又到了这令人紧张的时刻 兵种排行榜第一摆 领主 苏上香 兵种 短任兵 奖励 兵种经验单乘一 黑铁级装备成石 称号 优秀兵种之主乘一 短任兵 我记得就只是一个一级兵种啊 没想到 居然还能够上榜 早知道 我也努力冲刺一下了 对啊 我也是一级兵种 我以为肯定是没戏的 今天就一直在建设领地 囤材料 准备升二本 是啊 我也是这样想的 早知道一级兵种也能够上榜 我肯定也要冲一冲 一时间 聊天频道里又炸了 大部分人都在垂胸顿足 后悔不已 这也是常态了 兵种排行榜第99 领主 天力 兵种 虎刀兵 奖励 兵种经验单乘一 黑铁级装备成石 称号 优秀兵种之主乘一 紧接着 排行榜一次公布 奖励基本上和之前的英雄战斗力差不多 只不过原先的青铜级装备换成了多件黑铁级装备 很快 便到了前五名 第五名 苏浩 第四名 宁红叶 陈楚人也是有些意外 虽然宁家和苏家都是他们那里最显赫的家族 但宁家还是差了苏家一点 不然的话 这次回万族战场 宁红叶拿的也就不只是终极英雄招募令了 很快 便是前三名了 陈楚人虽然对自己也很有信心 但也多少有些紧张 终于 第三名公布了 依旧是罗和成 可恶 我居然又只是第三 罗和成看到自己的排名 瞬间大怒 在进入万族战场之前 罗和成从来就不会担心排名什么的 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罗家 这个雄具在西南地区的庞然大物 一个能够给他无尽资源的恐怖家族 但他运气不好 遇到了催灵 这个罗和成认了 毕竟对方的背景不在自己之下 可是 那个陈楚人 明明就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靠 罗绍居然又只是第三 那个陈楚人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难不成 他又会是第一 我的天 太离谱了 这小子 难道真有什么隐藏背景吗 一时间 所有人在震惊的同时 也都不敢再小看陈楚人了 哪怕他们心中依然觉得 陈楚人就不应该会碾压催灵和罗和成 此刻 他们也敢再像之前 那么笃定了 因为陈楚人 已经创造过太多次的奇迹了 很快 天道继续公布排名 兵种排行榜第二 领主 崔玲 兵种 冲锋兵 乌法兵 奖励 什么 这么说 榜首真的又是陈楚人 不敢相信 陈楚人居然又拿下了榜首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猜测 陈楚人不会把这次的排行榜榜首 全部收入囊中了吧 这个就不太可能了 毕竟时间和资源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每个方面都做到第一 即便是以往那些背景雄厚的 也都只是重点培养几个方向罢了 一时间 聊天频道里又炸开了锅 领地 天水之地 崔玲儿看着眼前的金色大字 眼底闪过了一丝不甘 白嫩纤细的手攥成了拳头 仿佛有着巨大的力量 陈楚人 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为什么 为什么又能够在我之上 崔玲儿心中也充满了一股挫败感 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 从小到大 她还从来没有输过 不过 仅仅只是几秒之后 崔玲儿便调整好了心态 陈楚人 下次交手 让我看看 你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抵御 能够一而再而三地战胜我 崔玲儿美眸里满是好奇和期待 很快 天道终于公布了最后的排名 只是这一次 所有人都猜到了结局 兵种排行榜第一 领主 陈楚人 兵种 草头军 玄女军 奖励 兵种经验单成十 青铜集装备成十 白银集装备成二 实施宝和成一 称号 至尊兵种之主成一 第四十三章 抵御域外魔族 战区首领 果然 陈楚人大佬又是榜一 这也太强了 是啊 跟大佬一对比 我这啥也没发展起来 哎 差距啊 陈楚人直接提取了奖励 得到了两件白银级装备 勇气护腕和玄灵金簪 刚好适合九天玄女 于是 陈楚人便直接给九天玄女装备上了 然后查看了一下玄女的信息面板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五级 装备 勇气护腕 白银级 软身甲咒 青铜级 玄灵金簪 白银级 天玄灵 白银级 玄天耳坠 薄金级 战斗力 180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介绍 天命玄鸟 降而升伤 两件白银级装备加持 九天玄女的战斗力 便直接突破了1800的打官 紧接着 陈楚人便打开了那个史诗宝盒 有些紧张和激动吗 熟悉的光芒再度显现 史诗宝盒 能够开出薄金级装备的概率 那是万中无一 前两次 真的就是陈楚人狗运好 恭喜获得装备 天赤甲 黄金级 这一次 陈楚人就只开出了一件黄金级装备 虽然没能开出薄金级装备 有些可惜 不过陈楚人也很满意了 要是其他人的话 100个史诗宝盒 都开不出一个薄金级装备 自己也该知足了 那么 这件装备该给谁呢 仔细地斟酌了一下 这件天赤甲 还是更适合杨俭一点 而且 杨俭现在的装备 要比玄女差一点点 加上玄女现在等级 也比杨俭高一级 陈楚人想了想 最终确定 将这件装备给杨俭 二郎显胜真军 杨俭 品质 SSS级 等级 4级 装备 焚天眼月刀 薄金级 天赤甲 黄金级 战士护腕 青铜级 勇气战靴 白银级 勇气护腿 白银级 战斗力225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射日 黄金级装备 直接加了500的战斗力 让杨俭的战斗力 率先突破了2000的打关 随后 其他的奖励 也就没有什么了 那个称号 还是比其他人的增益效果 强了不止一倍 明日同一时间 开启领地建筑排行榜 新的排行榜 也随之开启了 众人又继续努力 不过 第二天 领地建筑排行榜第一名 领主 陈楚人 第三天 作物种植排行榜第一名 领主 陈楚人 随后的几个小排行榜 第一名毫无例外的 都被陈楚人拿下了 我的妈呀 陈楚人大佬 这也太强了吧 所以的榜翼 全部收入囊中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 根据往年的经验 哪怕是那些背景深厚的大佬 也都是重点发展几个方向 很少有能够做到面面俱到 是啊 没想到我们去 居然出了一个这么强的大佬 陈楚人大佬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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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以后能不能跟你混啊 只消大佬 偶尔能赏点汤喝 滚 跑到聊天频道里来跪舔 真是丢人 陈楚人大佬看他我呀 我跪舔的技术更好 看着聊天频道里的信息 陈楚人轻轻一笑 摇了摇摇头 现在 还是独立发展的时候 他可没空去帮助别人 陈楚人轻点了一下 这次排行榜得到的奖励 现在还剩下三个史诗宝盒 一堆灵米种子 灵花种子 然后还有一些经验单 特殊材料 建筑图纸 以及几个称号 这几个称号 直接让陈楚人的领地加成属性 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 首先是战斗力加成 足足增加到了20% 然后恢复速度增加到了30% 这个数据可谓是相当的恐怖了 陈楚人打开史诗宝盒 得到了三件黄金级的装备 恭喜获得装备 战灵护腕 黄金级 恭喜获得装备 天旋灵甲 黄金级 恭喜获得装备 天旋项链 黄金级 加上之前的那个黄金级装备 刚好就旋女和杨简一人两个 装备上新的黄金级装备后 两人的战斗力 又得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提升 旋女的战斗力达到了2790 杨简的战斗力则是2720 陈楚人心中很是激动 这个战斗力 可以横扫整个战区了 与此同时 其他人也在轻点自己的奖品 崔玲将装备分配下去 她也终于开出了一件黄金级的装备 现在 她的两名A级英雄 也纷纷突破了1000战斗力的大关 陈楚人这次又得到了几个史诗宝盒 恐怕英雄总战斗力 已经突破了3000大关了 差距还是十分大 崔玲难难道 老实说 在遇到陈楚人之前 她真的没有想过 这个战区里会有比她还强的领主 如今 她感受到了巨大的落差 不过 她也并没有因此而气馁 反而更是干劲十足 她一定要后来居上 反超陈楚人 如今陈楚人的领地发展 已经遥遥领先了 光靠万族战场上的发展 她估计是很难反超了 除非陈楚人遇到巨大的变故 或者崔玲她 能够遇到什么大机缘 所以 崔玲现在只能 寄托于自己背后的资源了 下次回去 一定要让老妈 给我多准备一点东西了 不然的话 恐怕就会被陈楚人 给甩得越来越远 崔玲难难道 美眸里秋水涌动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眼前突然浮现了 一排金色的大字 排行榜公布结束 三日后 各个领地外 将出现大量的域外魔族 请各位领主及时排兵布阵 做好准备 结束之后 将会进行积分排名 排名第一的领主 将成为战区首领 统御战区 并获得天道气韵加一 第44章 崔玲儿的战斗力翻倍卡 战区首领 抵御域外魔族 不是吧 居然是抵御域外魔族 这在历年的首领选拔考核 里面都是最难的了 哇 我们区怎么会抽到 抵御域外魔族的考核呀 为什么会这么呗 聊天频道里 许多人都在哀嚎 战区首领的考核 基本上都是在这几个排行榜 公布结束之后出发 但是考核的内容和形式 有很多种 简单一点的就是 比猎杀怪物 根据积分排名 像抵御域外魔族 这个几乎是最难的考核了 而且还伴随着极大的威胁 因为这个域外魔族 是直接刷新在领地外围 要是抵御失败 轻则领地遭受巨大的损失 重则 领主的生命安全 都会受到极大的威胁 因此 那些领地发展并不好的人 此刻都开始慌乱了起来 抵御域外魔族 陈楚人看着天道的金色大字 下意识地喃喃道 他也有些意外 根据高中所学习到的内容 战区首领的考核 难度都不高 至少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但是这一次 他们居然遇到了 抵御域外魔族的任务 老实说 陈楚人有种预感 这次考核 之所以会如此困难兼具 估计是跟自己有着不小的关系 因为自己的领地 发展得实在是太强了 至少已经是远超了 这个阶段的其他人 毫不客气地说 哪怕是遇到了其他战区的榜一 陈楚人也能够拥有碾压的优势 其他的都还好 主要是英雄和兵种上 陈楚人的SSS级品质 实在是太恐怖了 整个蓝星历史上 拥有SSS级英雄和兵种的领主 都是屈指可数的 而且 哪怕是在一众SSS级英雄里 九天玄女和杨检 肯定都是最强的那一批 嘖嘖嘖 也不知道 这次会有多少人被淘汰 陈楚人难难道 这次考核结束之后 陈楚人成为了战区的首领 战区里的其他人 都是自己的下属成员了 他们也都是战区的一部分 任何一个人的损伤 都是战区的损伤 之后 还有战区和战区之间的比拼对抗 所以 在发展自己领地的同时 还要适当地帮助战区里的其他领主 战区首领选拔还没有开始 陈楚人就已经把自己 放在首领的位置上思考起来了 陈楚人对战区首领的位置 势在必得 除了地位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先权之外 陈楚人最为看重的 便是那气韵加一 气韵 是一个相当虚无缥缈的东西 但是却是无比重要的 气韵增加 整个领地里的灵气浓郁程度也会上升 运气也会大幅度提高 甚至可以做到 出门就发现一座矿买 气韵越高 所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强 算了 还是先把自己管好吧 其他事情等成为了战区首领再说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便休息了 这个时候 不少人都睡不着了 不少实力比较弱的领主 在担忧该怎么度过域外魔族的攻击 当然 还有人 心思则是活落在了这个首领之位上 哼 陈楚人 虽然暂时让你领先了不少 不过这次的首领之位 我是势在必得 崔莉儿额眉轻挑 翘脸上浮现出了一抹得意的神色 这时 他身前的虚空突然破碎 一张散发着金色光芒的卡片钻了出来 落到了崔莉儿的御手掌心上 崔莉儿见到这张卡片 顿时翘脸一醒 这是一个强大的道具 战斗力翻倍卡 顾名思义 可以让英雄和兵种爆发出两倍的战斗力 虽然持续时间只有短短的30分钟 但对于这次抵御域外魔族的考核 也是够用了 这就是崔莉儿信心的来源之处 每次从蓝星进入万族战场 都可以携带两个道具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十分特殊的传送道具的方式 跨区传送 这个传送的限制更大 而且代价昂贵 哪怕是罗合城背后的罗家 都无力负担 因此 这足以见得崔莉儿背后的势力 有多么恐怖了 嘿嘿嘿 这样一来 这个战区的首领之位便是我的了 崔莉儿俏脸上满是欣喜和得意 随后便带着笑容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早早地起床 先是在领地里将那些菱花种子播种下去 这些菱花可以增加灵气的浓郁程度 当然 不会很多 但还是有着不小的装饰作用 反正九天玄女见了 那是相当的欣喜 紧接着 带好物资 众人便出发了 今天 陈楚人计划将草头军和玄女军都提升一级 然后剩下的两天 着重提升杨俭和九天玄女的等级 三天之后便是抵御域外魔族了 要趁这个时间抓紧提升领地的战斗力 民兵和铁匠们也都知道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更是提起了十二分的力气 开采资源和锻造装备的速度都提升了不少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狼腰 获得七十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击杀了一头普通狼腰 获得七十点经验 半天下来 扫荡了三个怪物巢穴 不过 等级要比昨天遇到的那个血腰巢穴低一些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提升至四级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军杨茧提升至五级 终于 草头军也终于升到了四级 杨茧也升到了五级 呼 太好了 陈楚人长出了一口气 随后拿出了经验储存器 现如今 这个经验储存器里 还存了有将近三四千的经验 这点经验也不少了 不过对于两个英雄 和两个兵种来说 就有些不够看了 陈楚人一边让士兵们 继续搜寻怪物巢穴 一边在心里计算着 按照如今的进度 剩下两天也不可能让九天玄女 或是杨茧提升一级 两个兵种也是一样的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 陈楚人想了想 看着手里的经验储存器 心中已经有了决断 第四十五章 首领 崔莲的自信 一天的战斗下来 经验储存器里 大概有着六千左右的经验了 回到领地之后 陈楚人将血妖祭坛里 产出的血妖结晶 给杨茧和九天玄女薰印 装备薰印之后 并不能直接增长战斗力 但会提高战斗时的威力 然后 陈楚人便将经验储存器里的经验 分配给了民兵和铁匠 恭喜 您的兵种民兵 提升至三级 恭喜 您的兵种铁匠 提升至三级 六千经验 直接让民兵和铁匠 连升两级 一般来说 度过了新手期 不少人都会忽略掉民兵和铁匠 殊不知 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 民兵和铁匠 几乎是负责领地建设的绝对主力 将他们的等级提上去 对于领地的发展 也是有着莫大的好处 不过 因为他们不负责战斗 很难获得经验 只能用兵种经验单来提升 但这个就十分昂贵了 哪怕是那些有资本 买兵种经验单的人 也都不愿意使用民兵身上 不过 对于陈楚人来说 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他有经验储存器啊 随后的两天里 陈楚人便带着两只士兵 不断地扫荡周围的怪物巢穴 也爆出了不少材料 然后又修建了四座防御建筑 并升级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领主之心 蓝色 二级 称号 乾隆新秀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至尊英雄之主 至尊兵种之主 领地建筑王 作物开墾王 兵种 普通民兵 三级 乘三五 铁匠 三级 乘五 玄女军 四级 乘二十 草头军 四级 乘二十 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真君杨检 建筑 领主府 二级 乘一 兵营 二级 乘一 招募台 二级 乘一 铁匠铺 二级 乘一 火箭塔 二级 乘八 零塔 二级 乘一 普通炮台 二级 乘六 道具 普通强化石城石 普通兵种招募令乘一 材料 木材乘二九四二零 石头乘八八六零 金铁石乘二一四零 特殊 金铁石矿脉 血腰祭坛 领主币 六千四百二十 陈楚人的领主币 已经突破到了六千大关了 如果不算其他领主背后势力的支援 他们到现在 估计也赚不到两千的领主币 可以说 陈楚人也算是整个战区里的大富翁了 然后陈楚人将多余的青铜 及黑铁机装备 分发了下去 嗯 差不多了应该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看着逐渐下落的夕阳 陈楚人的心里多少也有些激动 马上 域外魔族的袭击叫来了 另一边 领地 天水之地 崔璃也在加紧排兵布阵 他的两名A级英雄操练着两支军队 其他的民兵也在急忙堆砌着防御栅栏 增强领地的防御力 夕阳的黄昏照应在崔璃的脸庞上 他讹眉一簇 崔璃看着手里的那张战斗力翻倍卡 心里居然涌出了一丝犹豫和担忧 这次的首领考核是抵御域外魔族 以前也都没有怎么了解过 因为抵御域外魔族的考核十分罕见 高中的教材当中也只是简单地提过 并没有过多的详细介绍 所以崔璃心里也有些没底 因为战斗力翻倍卡 只能够持续三十分钟 崔璃不太确定 三十分钟的时间 能不能清理掉所有的域外魔族 应该是没问题 崔璃默默地说道 像是给自己打气一样 要是我都抵御不了域外魔族 那么整个战区里 也就没人能够抵御了 天倒不可能会这样做的 想到这里 崔璃瞬间便自信了许多 随后 崔璃查看了自己的领地面板 则 只有两千三领主币 崔璃的领地里 种植了不少作物 这也是他大部分的经济来源 随后 他在交易所里浏览了一圈 买了几件青铜级的装备 给了自己的两个英雄 马上时间就要到了 能够提升一点战斗力 是一点 领主大人 外面的护栏已经安置完毕了 民兵走了过来说道 行 那你们再去盯梢 以防万一 崔璃说道 是 那名民兵点了点头 便立刻离开了 这时 崔璃的两名英雄 也走了过来 A级英雄 玄水精灵 A级英雄 潮汐巫女 两名英雄的容貌 都是一等一的绝美 若是换了一个男性领主 恐怕一开始就费尽心思地 去提升好感度了 英雄好感度提升了 嘿嘿 大家懂得 领主大人 士兵们已经操练完毕了 潮汐巫女缓缓说道 那宽厚的袍子下 依然能够看出 几次傲人的曲线 每次看到潮汐巫女的身材 崔璃儿有些羡慕 她的容貌甚至还在两个英雄之上 只是身材方面就差远了 年纪轻轻便拥有了飞机场 好 辛苦你们了 对于英雄 崔璃儿也给了十足的尊重 领主大人不必客气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两名英雄说道 随后 崔璃儿便转过身 看向了天边逐渐消失的夕阳 地平线一片昏暗的光线 从天边一直延伸到了她的脚下 有一种危险降临前夕的安静 不管如何 这次的首领之位 肯定就是我的了 崔璃儿紧紧攥紧绣拳 眉宇间闪烁着几次得意 陈楚人 等我成为了首领 看你还怎么嚣张 崔璃儿有些生气地说道 一想到 之前她主动给陈楚人 发了好几次好友申请 都石沉大海 她心里就一阵火 一直以来 她都是众星拱月般的存在 随便一句话 周围的人都如同圣旨盘 她哪里有过这种遭遇 哼 到时候 必须主动给我发好友申请 让我拒绝几次 出了这口恶气 不然的话 我可不会轻易给你高层的位置 第46章 这一批 你又该如何应对呢 我可不会轻易给你高层的位置 战区除了首领之外 也还有三个高层人选 高层可以帮助首领管理战区 也拥有一定的权限 所以 如果成为不了首领 许多人也会去想办法 争取一个高层的位置 这时 最后的一缕黄昏光线 彻底地没入了地平线下 黑夜降临 与此同时 天道的金色大字 出现在了所有领主的眼前 狱外魔族已经降临 考核开始 请所有领主 竭尽全力 击杀狱外魔族 祝各位领主好运 与此同时 寂静的黑夜里 突然涌出了一阵阵 阴森圣人的叫声 陈楚人定睛一看 就在领地前方的几百米处 突然出现了一个漆黑的传送门 里面散发出一股 阴森可怕的气息 吼 一声声来自深渊的恶魔低影 紧接着 一道道散发着邪恶气息的 猙獰身影 从传送门当中走了出来 他们面容猙獰 身上满是疙瘩浓流 头顶还长着触角 瞳孔血红 看起来十分的恐怖 要是一些胆小的女生 见了 恐怕都会被吓到 陈楚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倒不会被这些东西给吓到 只是单纯地觉得有些恶心 但都不是最主要的 陈楚人关心的 是这群域外魔族的等级 域外魔族 魔族士兵15级50支 魔族队长25级一支 陈楚人下意识地瞳孔一缩 这域外魔族本身就是十分强大的 等级居然还如此之高 陈楚人心里很是惊讶 他倒不是担心自己 无法通过这次考核 他担心的是 战区里的其他人该怎么应对 到时候 自己通过考核 成为了战区首领 结果发现 整个战区就只剩下了寥寥几人 这还怎么玩 就算陈楚人再强大 之后的战区对抗当中 他也不可能以一己之力 对抗别人整个战区的力量 马德 天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会弄出这么强大的域外魔族来 陈楚人心中很是不解 这时 这一批域外魔族 从传送门当中走了出来 整队完毕之后 便开始朝着陈楚人 嘶牙咧嘴 为首的是一头魔族队长 他的目光落在了陈楚人的身上 眼里闪烁着思虑的光芒 陈楚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很明显 这个魔族队长是有着智慧的 魔族队长走上前一步 立声说道 人类 放弃抵抗 我可以给你个痛快 陈楚人不禁冷哼一声 你们放弃抵抗的话 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 听到陈楚人的话 魔族队长脸上顿时有了一丝怒意 既然如此冥顽不灵 那就别怪我们了 魔族队长怒喝一声 随即一声令下 身后的五十个魔族士兵 瞬间冲了出去 紧接着 杨俭和九天玄女也冲了出去 玄女军和草头军也是整队而出 哼 玄女军娇喝一声 虽是一群女子 但却爆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气势 军魂凝聚 一个巨大的神女将军 手持一杆神枪 朝着那魔族士兵直刺而去 灵力的巨大神枪 携卷着恐怖无比的威势 仿佛连这片黑夜 都要被长枪贯穿了一般 四周的灵力 也被这气势搅得无比凌乱 顿时狂风大作 谁能够凝聚军魂 那魔族队长健壮 心中也是无比震惊 能够凝聚出军魂的军队 哪怕是在他们强大的魔族当中 也是顶尖中的顶尖 而这一次 他带来这些士兵 不过都是一些低级士兵罢了 在军魂面前自然是不够看的 不过好在对方军队的等级很低 就算有军魂 也无济于事 如果这就是你的底牌的话 那你可以安心去死了 魔族队长冷哼道 该死的是你 突然 一声焦鹤传到他耳中 顿时一道绝美的身影闪现 好快 魔族队长顿时一惊 体内的魔力瞬间暴涌而出 一股股黑色的实质魔器笼罩全身 身体往后暴退了数十步 稳住身形后 他定睛一看 只见九天玄女 傲立在先前自己所站立的地方 那飘舞的绸带 却坚硬得如一把锋利的刀剑 寒光乍现 魔族队长感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威胁 如果他刚刚没有躲过去的话 那根绸带恐怕就直接穿透他的身去了 这个女人不简单 魔族队长心中难难道 心中很是震惊 他能够感知到 眼前这道身影的等级 比他弱了无数倍 但却能够爆发出如此凌厉的攻击 实在是匪夷所思 魔族队长再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之心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感觉到 背后袭来了一阵恐怖的气息 不好 魔族队长连忙运转体内的魔力 形成了一个遮天蔽日的黑色护盾 远远看去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黑洞一般 想要吞噬着周围的一切 然而 一道巨大的刀芒落下 那个黑洞般的护盾 居然出现了几丝裂缝 怎么可能 魔族队长心头大震 这可是他凝聚了几乎五分之一灵力的护盾 哪怕是同等级的族人 也都无法轻易攻破 魔族队长透过护盾 看着那神威铠甲的杨茧 心中顿时掀起来惊涛海浪 你这龟壳倒是还不错 不过吗 这一批 杨茧抬起手 灵力运转 手中的焚天眼月刀 瞬间绽放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芒 哄 天地之间传出一声轰鸣 夜幕之下 所有的灵气都在朝着杨茧手心凝聚 像是海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断地吞噬着周围的海水 刹那之间 一柄巨大的战斧虚影凝聚 仿佛一斧头下来 连这天幕都要被劈开一个巨大的口子 魔族队长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双腿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 他害怕了 这股强大的气势实在是太恐怖了 终于 气势凝聚到了极点 杨茧面无表情 手掌一翻 把柄巨斧虚影重重地劈下 一瞬间便劈到了魔族队长的护盾之上 哄 一声巨响 整个天地似乎都震动了 魔族队长的护盾连一秒都没有支撑到 顷刻之间便四分五裂 如同刀切豆腐一般 毫无阻塞 紧接着 巨大的战俘直接横批魔族队长的身躯 一道寒光乍现 他的身躯瞬间四分五裂 最后绽放出了爆炸般的刺眼光芒 他死了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君杨茧击杀了一头魔族队长 获得两万五千点经验 魔族号角乘一 魔区之谷乘识 第47章 域外魔族 全部击毙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君杨茧击杀了一头魔族队长 获得两万五千点经验 魔族号角乘一 魔区之谷乘识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真君杨茧提升至六级 魔族队长直接便被击杀了 海量的经验直接便让杨茧突破到了六级 杨茧的战斗力虽然比九天玄女低一些 但是论功法绝对是最强的 周围的那些魔族士兵们健壮 顿时士气低迷 面面相去 似乎已经有了退意 毕竟他们的队长都死了 他们再继续留下来 肯定也是只有死路一条 陈楚人健壮也只是冷笑一声 现在才想要逃走 已经晚了 玄女君 草头君 将这些狱外魔族全部击杀 一个不留 陈楚人下令道 是 只听到一声如雷鸣般的应声 紧接着 两个强大的军魂凝聚出来 一个十几米高的浅色神女将军 单手持着一把巨型长枪 有着贯穿苍穹的威能 一个是十几米高的金色神将 宽阔的臂展伸开 一把神弓被拉到了极致 一根仿佛能射穿天地的利剑凝聚完毕 杀 玄女君和草头君大喝一声 所有的灵力伴随着他们那恐怖无比的气势 喷涌而出 神女将军一枪刺出 神弓将军 一箭射出 恐怖的灵力波动 仿佛都要将整个天地给绞碎 哄 一声轰鸣 整个天地似乎都震动了 魔族士兵们早就被这股恐怖的气势 给吓得腿软无比 毫无抵抗之力 顷刻之间 这几十名魔族便被巨大的攻击波吞噬 飞灰灭 彻底消散在了这个天地当中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君 击杀了一头普通魔族士兵 获得一千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君 击杀了一头普通魔族士兵 获得一千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魔族士兵 获得一千点经验 魔族士兵也被清扫干净了 领地里 那些原本看到魔族 还有些害怕的民兵们 也纷纷走了出来 脸上满是激动的神色 显然 他们也被两支军队 和杨检的强大给震撼到了 民兵们眼里 也充满了羡慕 他们也想要拥有强大的力量 不过他们也有自知之明 只能更加努力地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此时 陈楚人的目光 落向了那个传送门 里面散发出一股股 强大又邪恶的气息 那里面 连通的应该就是 域外魔族所在的深渊位面了 陈楚人有一种冲动 让杨检和九天玄女 带着人直接冲进去 狠狠地杀一波 赚一大笔经验 恐怕要不了一天 就能连升几级 不过陈楚人也只是想想 他很清楚 深渊位面里有多么的恐怖 今天来的这些魔族士兵 在深渊位面里 恐怕都还是最底层的一批 陈楚人正想着 传送门忽然光芒闪烁了几下 随后便消失了 与此同时 陈楚人的脑海里 也想起了天道的提示 恭喜 成功击溃域外魔族 陈楚人脸上立马升起一抹喜色 随后便让民兵们出来 打扫了一下战场 毕竟就在自己领地面前 多少也得清理一下 与此同时 领地 天水之地 崔莉尔的冲锋兵和无法兵 正在奋勇杀敌 潮汐巫女和玄水精灵 也都在和那个魔族队长激战着 战斗十分胶着 难分难减 可恶 没想到 居然会刷出15级的魔族队长 哪怕是用力战斗力翻倍卡 潮汐巫女和玄水精灵 都很难短时间内取胜 崔莉尔眉头紧照 她没有想到 这次的考核居然这么难 月外魔族本身就十分强大 等级又这么高 该死 这天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样一来的话 就算我最后成为了战区首领 那整个战区 还能有几个领主幸存下来 崔莉尔心中无比焦急 心想 自己就算当上了这个战区首领 可光敢司令一个 又有什么用吗 随后 崔莉尔让剩下的民兵 驾驭着剑塔 对魔族士兵扫射 几番攻击下来 终于将魔族士兵击溃了 不过她的两只兵种 也是损伤惨重 几乎战死了接近三分之二 但现在 崔莉尔也没有时间去心疼了 因为还有一个最棘手的家伙 便是那个魔族队长 剩下的人 立刻支援潮汐巫女 和玄水精灵 崔莉命令道 是 那些残余的冲锋兵和无法兵 拖着伤痕累累的身躯硬道 随后朝着魔族队长冲了过去 玄水浪潮 玄水精灵大喝一声 周身的灵力 形成了一股股浪涛 朝着魔族队长 汹涌地拍打而去 雕虫小剑 那名魔族队长冷哼一声 随后大手一挥 血色灵力在身前凝聚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锥形物体 随后一用力 与那浪涛激烈地碰撞在一起 乌法兵极力运转灵力 释放出了一颗硕大的法球 射了过来 紧接着 朝溪巫女身形闪动 出现在了魔族队长的背后 糟糕 魔族队长自然也是反应了过来 连忙想要转过身 可是身前的浪涛 丝毫没有削减 一旦他转身了 身前的防御就会被攻破 旁边还有一颗硕大的法球 他现在恨不得 自己有三头六臂 激流射线 朝溪巫女大喝一声 身形瞬间凝聚出了一个淡蓝色的光点 四周的灵力和潮水 都不断地朝这个光点凝聚 然后压缩 压缩 再压缩 终于 压缩到了极点 然后喷射出去 形成了一道灵力无比的射线 具有着十分恐怖的贯穿力 第四十八章 考核结束 哄 一声巨响 魔族队长的身躯 直接被这射线穿透 然后重重地摔落下去 恭喜 成功击溃 域外魔族 听到脑海里传来的天道提示音 崔璃愁苦的脸上 终于闪过了一丝喜色 可算是成功了 崔璃松了一口气 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 残余的乌法兵和冲锋兵 拖着残躯回到领地 潮汐巫女和玄水精灵 也同样不好受 他们体内的灵力 也都损耗得差不多了 而且 那魔族队长的攻击十分灵力 他们也都受了不小的伤 崔璃健壮 连忙让潮汐巫女 和玄水精灵 去休息疗伤 然后 崔璃便通过领主之心 来复活那些战死的士兵 崔璃是紫色领主之心 复活所需要消耗的材料 要比蓝色领主之心少很多 不过 复活将近三分之二的士兵 这对于崔璃来说 也是十分巨大的数字 没事 只要能够成为战区首领 这点材料 还算不上什么 崔璃咬了咬牙 还是把士兵们复活了 他想的没错 跟成为战区首领 所带来的好处相比 这点材料 的确是算不得什么 不过 前提是 崔璃能够成为战区首领 与此同时 战区里的其他领主 也都陆陆续续地解决了域外魔族 吓死我了 我原本还担心 打不过域外魔族呢 没想到天道真够意思 这些魔族士兵 都只是三级 那个魔族队长 也只有六级 靠着领地防御建筑 终于把他们耗死了 一个领主终于通过了考核 一屁股坐在地上 虽然领地已经遭受了 极大的损失 就连兵种和英雄 都死伤惨重 只剩下了几个民兵 但他好歹是活下来了 脸上满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同样的场景 也发生在了战区的各个角落 时间流逝 夜色越来越深 陈主人已经将领地收拾好了 基本上和域外魔族 到来前没有什么区别 当然 主要也是因为 域外魔族 根本就没有对领地造成什么伤害 就已经被斩杀了 战区首领考核结束 本次考核参加人数 154,321人 本次考核通过人数 154,321人 天道的金色大字 再次浮现在每一个的眼前 陈楚人心中一惊 所有人都通过了考核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按照陈楚人 遇到的域外魔族 整个战区 恐怕都找不到 第二个能够通过的人了 难道说 这次考核 每个人遇到的 域外魔族实力都不同 陈楚人仔细思考了一番 这是最可能的原因了 不过陈楚人心中 还是有些庆幸 幸好 这样一来 他也就不会是光感司令 一时间 其他领主们 也纷纷反应了过来 怪不得自己遇到的 域外魔族实力 并没有预想得那么恐怖 而像崔灵 苏浩 宁红叶等人 也是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 他们先前也都觉得纳闷 那些域外魔族十分强大 连他们也都只是勉强通过 那么其他人 岂不是都只能丧生在 域外魔族刀下 所有通过本次考核的领主 都将获得以下奖励 顿时 所有人眼睛一亮 都有些激动了起来 有奖励 奖励如下 木材乘6000 石头乘1000 白银级装备乘1 普通兵种招募令乘1 领主必乘1000 这些奖励 虽然都不是什么特别珍贵的 但是加在一起 也是相当的丰厚了 本来大部分人 虽然通过了这次考核 但领地建筑 还是英雄兵种 都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修复领地 复活英雄和兵种 都是一笔极大的开销 有了天道的这些奖励 也让他们舒服了不少 甚至也完全弥补了 他们在这次抵御 域外魔族的战斗中的损伤 本次考核的最终结果 将在十分钟之后公布 各位领主可以在公布之前 对战区首领的人选猜测下注 没想到 天道这次居然还开了赌注 众人顿时来了兴趣 纷纷看了过去 虽然说可以随意下注 但是 只有五个选择 陈楚人 崔莉 罗合成 宁红叶 缩号五人的名字 诶 为什么只有五个大佬的名字 不能给其他人下注吗 这不是废话吗 很明显 这五位大佬是这次考核最强的五人 你给别人下注 那钱不是纯纯地打水漂了吗 说的也是啊 那我们这次 还是无脑压陈楚人大佬吧 毕竟前面那么多的排行榜都是第一 拿了那么多的资源 就是就是 一时间 不少人都想要直接压陈楚人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道的金色大字再度浮现 特别提醒 堵住最高的领主 若最终没有被选为首领 将自动获得高层之位 顿时 陈楚人几人眼睛一亮 没想到 天道还来搞这一手 一时间 罗合成和苏浩两人 心思都开始活络了起来 他们知道 这首领的位置 肯定是跟他们没关系了 但是这高层的位置 说什么也要争取一下 可是 该怎么做 才能让大家给自己下注呢 这时 崔莲也轻轻皱起了眉头 本来 他是想给自己偷偷下注的 然后所有人都下注到陈楚人身上 自己的赔率就一下子升高了 他也能够借此赚上一笔 但是天道突然来了这一手 崔莲觉得 自己肯定是 能够成为战区首领的 可是 万一呢 一想到凭空出现的陈楚人 将他死死地压在下面 崔莲忽然也有些担心了起来 权衡了许久 崔莲最后还是做出了决定 他在聊天频道里发言道 我在这次考核当中 使用了一张战斗力翻倍卡 所以我 肯定是最有希望成为战区首领的 希望大家给我下注 顿时 所有人都愣住了 什么 战斗力翻倍卡 我去 这玩意儿可昂贵了 不愧是崔莲大佬 这么珍贵的道具都能弄到 我去 幸好 我刚刚还没来得及下注 赶快压崔莲大佬 一时间 所有人都下注到了崔莲身上 大家也都清楚 战斗力翻倍卡 在这次考核当中 会发挥出多么大的作用 罗合成和苏浩健壮 也只能放弃了心中的盘算 眼下他们 也无能为力了 为了减小一点自己的损失 他们也给崔莲下注 多少也能赚一点领主币回来 陈楚人见状 嘴角轻轻往上一扬 这崔莲 还真是个大好人啊 陈楚人心中大喜 默默地 将自己所有的领主币 压到了自己的身上 本来陈楚人还觉得有些可惜 这次赌注赚不了多少 这下好了 他能给狠狠地赚上一笔巨款 很快 十分钟便过去了 战区首领考核结果公布 第49章 战欧首领 战区首领考核结果公布 终于 天道开始公布考核结果了 究竟谁会成为战区的首领呢 所有人都很紧张激动 一方面 他们都很好奇 最后统领他们所有人的会是谁 另一方面 他们也刚想知道 自己刚刚压下去的赌注 究竟是不是一本万利 虽然得知 崔莲使用了战斗力翻倍卡 他们都觉得 崔莲肯定是战区首领了 但只有最后的结果出来了 他们才能够彻底安心 赌注已封锁 目前赔率 崔莲1比1.001 陈楚人1比104.5 苏号1比105 宁红叶1比105 罗合成1比105 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投注到了崔莲身上 陈楚人等其余四人的赔率 都相差了一大截 而陈楚人的赔率 之所以比另外三人低一点 也是因为 他自己给自己投注了6000领主币 嘿嘿嘿 这次可真得好好感谢一下崔莲了 陈楚人笑嘻嘻地说道 要不是崔莲在聊天频道里发话 估计现在赔率最低的 就是自己了 1比1.001的赔率 6000领主币投下去 也就只能赚6块钱 那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哇塞 这赔率都降到这么低了啊 我这 这才只赚得到1块5 估计整个战区所有人都压在了崔莲大佬上 赔率就拉到这么低了 不过 这也太少了吧 我连1块钱都赚不到 一时间 聊天频道里 许多人都开始哭诉了 大部分的人 连1000领主币都没有 根据抵御域外魔族的表现 最终选定的战区首领为 领主陈楚人 天道的金色大字浮现 整个战区的聊天频道 煞时间沉寂了片刻 紧接着 我靠 什么鬼 为什么会是陈楚人大佬 崔莲大佬不是用了战斗翻倍卡吗 为什么不是他呢 黑幕 黑幕 肯定有黑幕 一时间 所有人都震怒了 老实说 谁是战区首领 对于他们大部分人来说 都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他们吓住了啊 这样就意味着 他们先前投下的全部家当 瞬间打了水漂 换作是谁都无法接受的呀 天道自然是不会去理会这些声音的 此刻 崔莲脸色也完全僵住了 小脸上满是震惊的神色 他花费了如此高昂的代价 跨区传送进来一个战斗力翻倍卡 就是为了得到战区首领之位 这本来就是十拿九稳的事情 可是最后的结果 却是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不 不 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 我的领主币啊 辛辛苦苦攒了六百 结果就这么没了 果然 毒狗不得好死 以后再也不会去碰这玩意儿了 可是我觉得奇怪 照理说 崔莲大佬使用了战斗力翻倍卡 怎么也该是战区首领了 为什么会是陈楚人呢 谁知道呢 或许陈楚人大佬也有着什么底牌 或者说 或者说什么 能不能别迷语人 要说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 崔莲大佬会不会压根就没有用战斗力翻倍卡 看到聊天频道里众人的猜测 崔莲脸色刷的一下变得铁青 他当然明白 这些人会怀疑到自己身上的 随后 他立刻发了一张截图 正是那战斗力翻倍卡的道具图鉴 抱歉诸位 本来我以为自己是十拿九稳了 但没想到陈楚人更是深藏不露 不过 我并没有诓骗各位 崔莲说道 他也不想让大家怀疑自己 虽然没有当成战区首领 但他也能做高层 所以 也需要这些人信服自己 人心还是很重要的 原来如此 看来是我们误会了 请铃儿解原谅 无妨 大家怀疑也是情理之中 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紧接着 大家的目光和注意力 都放在了陈楚人的身上 没想到陈楚人大佬 还真是深藏不露 崔莲大佬使用了战斗力翻倍卡 都没能超过陈楚人大佬 是啊是啊 不过不管怎么说 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得恭喜陈楚人大佬 成为战区首领了 对对对 恭喜陈楚人大佬 成为战区首领 恭喜陈楚人大佬 成为战区首领 一时间 许多人都开始刷屏了 虽然他们大部分人都不认识陈楚人 但是对于强者 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生出一股服从感 而且 身为一个战区的首领 基本上是掌握了整个战区的生杀大权 因此 此时的苏浩脸色无比阴沉 可恶 为什么偏偏是陈楚人 该死 该死 苏浩死死地攥住拳头 脸色阴沉的都要滴出水来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下陈楚人岂不是想怎么报复 我就怎么报复 不行 我不能坐以待避 苏浩恶狠狠地想到 此时 陈楚人也终于在聊天频道里发话了 说了几句客套话 然后便开始轻点得到的奖励了 恭喜 您已获得战区首领权限 领地气韵值加一 话音一落 陈楚人便感觉到周围的灵气便浓郁了好几分 而且自己体内也涌出了一个暖流 不断地流淌到全身各处 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爽感 同样 杨简 九天玄女 还有其他的士兵们也都感觉到了领地的变化 脸上都浮现出了一抹喜色 第五十章 卫面频道 九个樱花战区 气韵值带来的好处 不仅仅只有这些 还有许多看不到感受不到的隐形好处 更是让人为之疯狂 陈楚人压制住心中的激动 让自己稍微冷静下来 此时 赌注也结算了 恭喜获得六十二万七千领主币 陈楚人大喜 说实话 这个赔率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真得好好感谢 一下这个催灵 足足翻了有一百倍 陈楚人忍不住大笑起来 看着领主币的数字金额 心中忍不住狂喜 主要是 这个钱实在是太多了 就像是一个乞丐 忽然得到了一张百万英镑的支票 战区首领已经选出 战区频道已接入未面频道 天道的金色大字 再次浮现在所有人面前 他们心中都有些激动 接下来 就是战区和战区之间的对抗了 与此同时 陈楚人的眼前出现了一排金色大字 请为战区命名 陈楚人想了想 便写下了两个字 洪荒战区命名成功 洪荒战区命名成功 天道的声音顿时回响在所有人的耳中 洪荒 崔莉儿难难道 虽然他并不理解这两个字背后的含义 但依旧能够感受到一股苍茫古老 又神秘强大的气息 一时间 他仿佛看到了一张瑰丽绚烂的画面 画面里 充斥着各种各样强大的身影 他想要仔细看清楚 但发现自己 无论怎么努力 都只能依稀看到一个个遥远模糊的轮廓 仿佛存在着某种规则 让他无法直视 虽然无法看清 但他依旧能够感觉到 自己似乎在这些不可直视的存在下 是有多么的渺小 呼呼呼 崔莉儿猛的一阵神 将自己的心神拉了回来 他这才发现 自己已经满头大汗 香汗淋漓了 呼吸十分急促 颇具规模的胸口不断起伏 昭示他那久久无法平静的心绪 崔莉儿更加好奇 这洪荒二字背后究竟有什么含义 但是他不敢再去思考 不然万一又被拉入到刚刚那个情况 恐怕心率太高 直接给自己猝死了 其他人也对战区的新名字感到十分好奇 洪荒 他们下意识地喃喃道 他们也感觉到了一股无比苍茫飘渺的气息 只不过 他们并没有像崔莉儿那般 被拉入到那不可言状的情景当中 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牛逼的样子 没想到陈楚人大佬不仅实力牛逼 还这么会取名字 BIG蛋 你居然敢直呼首领大人名坏 一时间 聊天频道里又是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大部分人都十分激动 当前所处10086号未免 拥有十个战区 分别为 洪荒 天照 月独 须佐 八旗 玉藻 高天元 伊邪纳美 伊邪纳奇 比良版 未免聊天频道开启 一瞬间 所有人都愣住了 等等 看这名字 我们不会掉进小樱花窝了吧 天照 月独 须佐 八旗 这特么不全都是樱花那边的东西吗 完蛋了 完蛋了 我们这运气 也真是太贝了吧 十个战区里 九个都是樱花人的战区 兄弟们 这一下肯定是凉了 我们肯定会被那九个樱花战区联合针对的 我们的领主生涯 可能不会走太远了 一时间 战区聊天频道里 哀声四起 陈主人也是眉头紧皱 满腔的喜悦 瞬间被冲散了 这 天道不是在故意针对我们吧 居然和九个樱花战区放到一起 整个樱花国 一年也才十个战区 特么的 陈主人忍不住抱了一句粗口 每个战区里 都是在蓝星位置相邻的人 整个大厦 一年大概会有35个战区 像陈主人所在的战区 基本上都是巴蜀省和周边的人 也就是大厦西南地区的一部分 离谱 离谱 陈主人心里也是郁闷至极 向来冷静的他 也都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 毫无疑问 接下来的时间里 那九个樱花战区 肯定是会抱团取暖 率先针对陈主人他们 与此同时 另外的九个战区 也看到了天道的金色大字 洪荒 这个应该不是我们樱花帝国的战区吧 我已经派人去打探了 查到了查到了 是大厦的战区 什么 大厦 真是天照大神保佑啊 天照大神显灵了 不仅让我们九个樱花战区 在同一个位面 还让大厦的战区加了进来 兄弟们 接下来的日子 就让我们好好地招待一下 大厦的客人吧 让他们见识见识一下 我们樱花帝国的武士道 一时间 九个樱花战区的人都十分激动 虽然这里是平行世界 但大厦和樱花国也都是世仇 血海深仇 不知火香是天照战区的首领 他也是樱花国最强大的家族之一 不知火家族的大小贱 可以说 在这一年的樱花国领主里 他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人 因此 在这个九个樱花战区里 不知火香的实力 也是最强的 洪荒战区 真是有意思 希望这群大厦人能够多坚持一点时间 让我多爽一会儿 不知火香脸上挂着一丝玩味的笑容 一身红色的衣服 两对雄风 几乎都要从那短窄的衣袋里挤出来了 如果陈楚人在这里 肯定会下意识地说一句 不知火 他躺在领主府的豪华大床上 旁边是两个邪魅俊俏的男人 浑身健美的肌肉 他们就是不知火香的两名英雄 而且都A级英雄 他们对不知火香的好感度 也已经超过了95 好感度达到95 那可就意味着 英雄不会违背领主的任何命令 全身心地为领主服务 随即不知火香的目光便收了回来 在身旁的两个英雄上扫射了一圈 接着 他轻轻抬起白玉之般的脚尖 一名英雄便熟练地抬起来 然后低下头 不知火香闭上眼 脸上露出了快活的表情 PS 难搞 要实习 累死了 早上六点起 大太阳下干一天 晚上十点多才能回去 哭死啊 第五十一章 不知火香 整个洪荒战区都陷入了低迷 哪怕是崔玲 也都有些惆怅忧虑 他也在思考今后的发展 接下来 基本上都是战区和战区之间的对抗 而洪荒战区 肯定会被九个樱花战区孤立针对 沦为十个战区之末 在这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在这群樱花人面前 毫无反抗能力 想了想 崔玲最后 直接在战区聊天频道里 艾特陈楚人 陈楚人 你现在是战区首领 对于现如今的情况 你有什么对策吗 崔玲直接在聊天频道里问道 他这一开口 其他人也纷纷艾特起了陈楚人 要知道 说句不好听的 这可是关乎到了他们的身家性命 没有一个人不重视 陈楚人自然也不会忽略这个问题 或许 他一个人也能够发展得很好 但现在 他是战区首领 就有责任来保障 其他人的安全正常发展 更何况 这一次 他面对的还是可恶的樱花国人 陈楚人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在聊天频道里说道 大家先不要慌张 虽然我们被夹在了九个樱花战区中间 但是小小的樱花国 就算人多一点又怎么样 我有信心 碾压他们的首领 只要他们过不了我这关 就不可能进入 我们战区为非作歹 大家可以安心发展自己的领地 听到陈楚人的话 大家也都安稳了不少 虽然相比于那些樱花战区 他们获得的资源会少一些 但至少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让不少人都松了一口气 三天之后 将进行战区排位赛 排位赛的内容 每次击杀怪物时 将会获得对应的积分 将以战区内所有领主 击杀怪物的积分和排名 依照排名 靠前的五个战区 将获得不同等级的奖励 靠后的五个战区 将获得不同程度的惩罚 就在这时 天道的金色大字再度浮现出来 洪荒战区原本安稳下去的众人 瞬间又立刻慌张了起来 马上就是排位赛了 他们一区对抗九区 那肯定是没有一点胜算的呀 陈楚人连忙在聊天频道里发话 诸位别紧张啊 这次的排位赛 是战区和战区之间的比赛 他们樱花国九个战区 互相之间也无法帮忙 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影响 大家加油扫荡怪物巢穴 我们还是有很大希望 拿下排名第一的 陈楚人说完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虽然一个未面里 同一国家的战区越多 就越有利 可以相互帮助 但是这才刚开始 战区之间的位置 还都是未知的 也无法相互之间进行传送 而且 这次排名赛的内容 是比拼击杀怪物的积分 也是无法互相交易的 所以暂时 是对洪荒战区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大家先早点休息吧 接下来的三天 争取多击杀一些怪物 让我们拿下排位赛第一 陈楚人说道 于是 众人原本慌乱紧张的情绪 也排解了不少 大家都开始休息了 准备接下来的恶战 陈楚人则是开始 理议自己现在的首领权限 看看有没有什么 能够帮助到这次排位赛的东西 首先 他身为领主 是能够看到整个战区 所有人的分布 也拥有传送权 只要陈楚人想 他现在就可以立刻 传送到别人领地的大门口 无需使用讨伐令 同时 如果战区之间的成员 相互使用了讨伐令 需要陈楚人这个首领的审核 只有陈楚人同意了 讨伐令才可以升效 如果是跨战区的讨伐令 则就不用各自战区首领审核 直接升效 除此之外 战区的管理层 还有三个高层的位置 除了因为赌注最高的崔灵 已经被自动任命 为了高层 还剩下两个位置 全权有陈楚人决定 另外 陈楚人也有权剥夺高层的职位 不过 每次新任命的高层 必须等到一个星期之后 才可以剥夺其身份 陈楚人想了想 向崔灵和罗合成 发送了好友申请 很快 两人便通过了 关于剩下的两位高层 陈楚人已经想好了 罗合成以及明洪叶 刚好 他们四人 也都是这几次排行榜的前四名 至于第五的苏浩 陈楚人压根就不会考虑 不说以前高中经常来恶心自己 进入万族战场之后 还对自己用讨伐令 陈楚人虽然不是什么小气的人 把他淹了之后 也不屑针对他 但是给他高层的位置 是万万不可能的 哪怕苏浩的领地实力 比崔灵都强 陈楚人也不可能让他当高层 简单地跟罗合成 客气了几句 便商量好了 罗合成也表达了感激 一时间 原本对陈楚人还颇有威慈的他 心里也多了几分好感 而宁洪叶就有些惊讶了 陈楚人 你真要把这个高层给我啊 怎么 你不想要 要啊 肯定要 只是 你对我这么好 我以后该怎么报答你啊 一时间 宁洪叶躺在大床上 看着陈楚人发来的消息 翘脸红到了极点 虽然暗场里来说 高层都会是最强的几人 但是陈楚人在他心里不一样 陈楚人只是做一些很平常的事 但在他的心里 就是对自己的特殊照顾 陈楚人看着宁洪叶发来的消息 微微皱起了眉头 他怎么感觉 宁洪叶说话有点阴阳怪气的感觉 你帮我管理好战区就行了 陈楚人回到 随后便开始设置高层位置 首领陈楚人将领主罗合成任命为高层 首领陈楚人将领主宁洪叶任命为高层 随后 他们三个高层之间也相互添加了好友 方便以后联系 战区排位赛 猎杀怪物 积分 这不是亮身为我打造的吗 不知火香轻轻一笑 突然一把将吸吮着自己狱卒的那个英雄踢开 然后脸上的潮红瞬间退去 脸色变得漠然 你们现在就带着蓝红武士军队 去清扫怪物巢穴 是 两名英雄低下头硬声道 随后便立马走出了城主府 PS 审核卡了三个小时 吐了 第52章 陈楚人难道已经能扫荡精英级巢穴 寂静的深夜里 大部分人都已经陷入了沉睡 陈楚人却还在熟悉自己的首领权限 嗯 居然还有首领专属的交易所 陈楚人这才发现 交易所界面里 突然多出了一个首领专属的分区 陈楚人点进去一看 瞳孔一缩 他现在可以通过领主币来扩充自己的兵种 通常来说 只有民兵被招募之后 是可以直接花费领主币来扩充的 而其他的兵种 都只能通过兵种招募令 只有领地的等级提升到一定程度之后 才可以在现有的兵种上使用领主币扩充 而现在 拥有首领权限的陈楚人 居然就可以直接花费领主币来扩充兵种 这可是以前教材里 从来没有提到的知识 毕竟高中教材里的内容都是比较基础的 服务于绝大多数人 而首领之位 一个战区只有一人 这种都是高考状元级别的了 陈楚人深吸了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仔细地看了起来 根据兵种的品质 扩充所需要的领主币也会不同 普通的A级兵种 大概是1000领主币一人 而SSS级兵种 就需要1万亿人了 这个价格 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那是相当昂贵的了 陈楚人现在的全部家当 也都只有60万 这还是因为 在之前的赌注里 翻了100倍 原本陈楚人还觉得自己 能够有6000存款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没想到 自己还是那个穷光蛋 接下来的三天 需要大量击杀怪物 来赚取积分 陈楚人得想尽办法拿下第一 他现在也无法帮助 战区里的其他人 只能想尽办法 来增强自己的实力了 现如今 扩充兵种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 陈楚人只能咬咬牙 花掉所有的领主币 来招募兵种 不过有个问题 兵营的容量 只剩200了 陈楚人轻点了一下 自己的资源 足够升级兵营 于是就将兵营 升到了三级 容量从原先的100 直接提升到了500 随后 陈楚人花费了60万领主币 分别招募了30旋女军 和30草头军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便立马带着杨简 9天旋女和100名士兵 离开了领地 现在我们的时间很紧 所以我们得加快 清扫怪物的速度 接下来 我们分头行动 杨简 你带着草头军往那边 我和旋女带着旋女军往那边 天黑直接回领地集合 两只兵种的实力 几乎都足以碾压这些怪物 如果一起的话不仅耽误时间 而且经验还会分摊下来变手 所以分头行动效率更高一些 半天下来 陈楚人和九天旋女 就已经扫荡了三个怪物巢穴了 累计有3万积分了 而杨简那边也差不多 也有3万左右的积分 发现精英怪物巢穴 地魔怪物巢穴 普通地魔 16级 50只 地魔王 25级 一只 终于 陈楚人又遇到了一个精英级的怪物巢穴 九天旋女二话不说 便带着旋女军冲了上去 面对他们强势凌厉的攻击 地魔巢穴 很快便被击溃了 相比于之前的怪物 这一次的精英怪物巢穴 就有足足3万的积分 是普通怪物巢穴的三倍 看样子 如果想要大幅度提高赚取积分的速度 得想办法搜集精英巢穴了 陈楚人难难道 但是精英巢穴可以遇不可求 自己这段时间能遇到几个 都已经是运气十分好了 而且 其他人就算遇到了 也只有乖乖绕倒 就算是两只A级兵种 也很难弥补 和精英怪物之间的巨大等级差 但是对于陈楚人来说 二十级精英怪物 依旧无法在九天旋女手下撑过一招 所以 如果真的有能够快速找到 精英怪物巢穴的方法 对于这次排位赛 就更加有把握了 想了想 陈楚人联络了崔灵 要说整个战区里 谁最有可能有办法的话 那绝对是崔灵了 毕竟她的背景是最强大的 或许能够有什么办法 快速找到精英怪物巢穴 你要这个干什么 崔灵很是不解地问道 她压根就不会想到 陈楚人想要快速扫荡精英怪物巢穴 如果能够有快速找到 精英怪物巢穴的办法 这次排位赛我就更有把握了 真的 崔灵十分震惊 那好 我这就去给你想办法 崔灵答应了下来 随即 她便立刻和家里联系 像他们这种背景的 还是可以花大价钱 携带能够和蓝星通讯的装备 爹爹 有没有什么办法 快速找到精英怪物巢穴啊 崔灵撒娇道 灵儿 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精英怪物巢穴 对于现在的你来说 还太强了吧 崔灵一脸疑惑地问道 她就是崔灵的父亲 也就是现任的八叔省省长 当然 她的身份 可不仅仅只是一个省长那么简单 爹爹 你就说有没有办法吗 行行行 我这就让人 给你送的定向指南针好吧 定向指南针 谢谢爹爹 崔灵儿眉开眼笑地挂断了电话 东西是要到了 可是陈楚人 为什么突然要这个东西 为什么有了这个 她就更有把握了 突然 崔灵儿瞳孔一缩 难道说 陈楚人这家伙 现在已经有了 扫荡精英怪物巢穴的能力 不可能吧 我的两只兵种 都才刚刚四级 普通的十级怪物 都很难应付了 可是 如果她拥有 扫荡精英怪物巢穴的能力 那么之前 抵御域外魔族的时候 我用了战斗力翻倍卡 都不如她 这就说得通了 想到这里 崔灵儿忍不住 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楚人 现在真的能够 扫荡精英怪物巢穴 她终于明白 自己和陈楚人之间的差距 有多么大了 崔灵儿美眸里 绽放出了一抹坚定的光芒 这样一来的话 哪怕他们战区 被九个樱花战区 夹在中间 也不是没有机会破局 有陈楚人在 或许 她依旧能够在创神话 第五十三章 招募令的奖励 全驱震动 很快 崔灵儿便收到了 跨区传送过来的 定向指南针 定向指南针 并不是什么珍贵的道具 只不过 她一般 只有在领地发展中期 才会爆出图纸 这个跨区传送消耗的代价 就已经是这个 定向指南针价值的千倍不止了 哪怕是罗合城背后的罗家 都不一定能够承担得起 而且 就算他们勉强能够承担起这个代价 也不会用给罗合城一个新手领主 这么珍贵的机会 他们肯定会用给家族里那些更强大的领主 由此可见 崔灵儿背后的势力 绝不只是一个省长那么简单 随即 崔灵儿便直接将定向指南针 发给了陈楚人 陈楚人 这次可就靠你了 陈楚人接收 然后回道 我会尽力的 随后 陈楚人便开始弄起了定向指南针 定向指南针 可以侦测出指定物品 或生物的具体坐标 当然 是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不过对于刚刚度过新手期的陈楚人来说 这个范围已经是相当大了 随后 陈楚人便立马使用了定向指南针 侦测精英及怪物巢穴的位置 侦测中 侦测结束 当前范围内 发现了16个精英及怪物巢穴 坐标如下 陈楚人大喜 没想到 居然一次性侦测出了16个精英及怪物巢穴 仔细一看 定向指南针的侦测范围半径 居然足足有10公里 这催连背景果然不简单 陈楚人难难道 能够弄到一个明显不是这个时期的道具 还能够传送过来 足以见得起背景之恐怖 不过陈楚人并没有过多去思考 而是抓紧时间 开始前往最近的精英及怪物巢穴 同时 陈楚人也把16个精英及怪物巢穴的坐标 发给了杨浅 让他带着草头军自行前往最近的巢穴 陈楚人对杨浅的实力 还是相当放心的 毕竟杨浅的功法 还在九天玄女之上 一下午的时间 陈楚人和九天玄女这边 扫荡了就近的三个精英及怪物巢穴 不得不说 精英及怪物巢穴扫荡起来 效率就是高 一下午就有接近十万的积分了 而且还带来了庞大的惊艳 直接让玄女军们突破到了六级 另外一边 杨浅和草头军也扫荡了三个精英及怪物巢穴 同样有接近十万的积分了 今天一天就有接近三十万的积分了 同样 草头军也突破到了六级 旁晚 回到领地后 陈楚人便立刻让众人回去休息 毕竟这一天可比之前消耗的多多了 陈楚人轻点了一下战利品 大部分都是一些材料 青铜级的装备 还有不少的终极招募令 招募令虽然十分珍贵 但精英及怪物巢穴 爆出终极招募令的概率 还是挺大的 陈楚人挑了一些比较好的装备留下来 其余的材料和装备 直接打包卖给了交易所 大概有十万的领主币 然后陈楚人立刻又招募了十个兵种 陈楚人心里轻松了不少 也对这次排位赛更加充满了信心 这样一来 他能够得到大量积分 又能够获得大量的资源材料 还有海量经验 既可以反补兵种和英雄提升等级 卖的材料还可以用来扩充兵种 进一步提升战斗力 然后又能够加快获取积分的速度 如此良性循环 要是能够多给点时间 陈楚人就有十足的信心 让洪荒战区取得这次排位赛的第一 这个时候 绝大部分的人 英雄兵种都还只有两三级 领地周围的怪物巢穴 大多都还只有五六级 一个怪物巢穴扫荡下来 积分都不一定有三位数 而且 他们扫荡怪物巢穴 可都没有陈楚人这么轻松 领地周围的怪物巢穴 是会逐级升高的 比如一开始 会有十个五级的怪物巢穴 而当你清扫完其中八个 第二天刷新出来的怪物巢穴 就会提升一两级 以此类推 陈楚人之前 基本上是把那些低级怪物巢穴 给扫荡干净了 所以这后面的怪物巢穴等级 比其他人遇到的高很多 这个时间 大部分人都回到了领地休息 然后便开始在聊天频道里讨论起来 哇 这个积分好难攒啊 大伙今天刷了多少了 我今天才只有180 瑟瑟发抖 就打了两个怪物巢穴 抬头兵的状态 就已经无法再战斗了 只能回去 我也差不多 都只有200多一点 不过我的材料 马上就给我升二本了 到时候再招募一个英雄和兵种 赚积分的速度 就能够大大提升 我也一样 估计明天就能够升本了 英雄兵种的招募令 早就准备好了 虽然只是普通的 是啊 要是有个终极的招募令就好了 那不是废话吗 不过终极招募令 至少也都是十几以上的怪物领袖 才能够爆出来 交易所也有卖 十万 你买得起吗 呃 我也只是想想嘛 陈楚人看到聊天频道里的谈话 忽然眼睛一亮 随后 想了想 他便在聊天频道里发话 诸位 为了激励大家 扫荡怪物获取积分 这三天 每天晚上 我会根据当天赚取积分 低价 售卖一枚终极兵种招募令 给前十位的一本领主 顿时 聊天频道里沸腾了 敢问首领大大 这低价出售 是多少啊 一千领主币 陈楚人回复道 一千 天哪 首领大大 这是下了血本啊 我们实在是太感动了 是啊 没想到首领大大出售 如此阔绰 一千跟十万比起来 那跟白颂有什么区别 太让人感动了 可是 有个问题 就算是一千领主币 我也拿不出来啊 这 说的也是 一千领主币 估计也没几个人拿得出来 狂喜之后 大家很快便想到了现实 自己裤兜里 几乎是一分钱没有了 一千领主币 整个洪荒战区 也没有多少人 拿得挨出来 更何况是那些 还停留在一本的领主 我知道大家的经济情况 所以可以赦账 等大家手头宽裕了再给我 第五十四章 万灵之拳 破局的希望 我知道大家的经济情况 所以可以赦账 等大家手头宽裕了再给我 陈楚人说道 顿时 整个战区都震动了 这这这 首领大大 你真不是在开玩笑吗 还可以赦账 这我没有看错吧 首领大大对我们真好 我决定了 今天通宵刷怪 一时间 那些一本领主 无一不十分激动 其他人也是相当的震惊 一般的首领 权柄极大 几乎是掌握着战区 其他人弱小领主的 生杀大权 一个心情不好 就可以随便收拾你 更不要说是 拿出如此丰厚的奖励 一时间 陈楚人在所有人心目当中 都树立起了一个光辉伟岸的形象 就连崔璃和罗合成 心中也是佩服不已 平心而论 哪怕是他们 坐在陈楚人的这个位置上 都坐不到如此慷慨大方 哪怕他们也知道 这样做肯定能够 极大的激励整个战区 崔璃看着热火朝天的聊天频道 脸上不禁浮现出了一抹笑容 似乎 陈楚人这个首领 坐得倒还不赖 或许有他的带领 我们还是有一线生计 崔璃难难道 随后 陈楚人便通过首领权限 查看了现如今整个战区的积分 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一千万积分 毕竟整个洪荒战区 也都有十五万人 随后 陈楚人便仔细地筛选 得到了一本领主积分前十位 一人一个终极兵种招募令发了过去 然后截图发在了聊天频道当中 恭喜以上十位领主 终极兵种招募令已发 注意查收 很快 那十人欣喜若狂 我靠 真的收到了 感谢领主大大 我也收到了 感谢领主大大 天哪 太感动了 以后 我一定为领主大人马首施战 一时间 其他人见状 心里也是有了极大的动力 目前 整个洪荒战区 突破二本的领主 也才不过几千人 剩下的领主 基本上都 已经踩在了生本的灵界口 所以 见到陈楚人 真的给了终极兵种招募令 所有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有些人 甚至已经穿好衣服 带着英雄士兵们 连夜通宵刷怪 显然 陈楚人这一波操作的效果 很是不错 虽然终极兵种招募令 的确是很珍贵 以一千零主币的价格卖出去 可以说是血亏 但陈楚人更加在意的 是和九个樱花战区的对抗 如果只是普通的战区对抗 陈楚人肯定不至于下这么大的血本 但那九个 全是樱花战区 说什么 也要把樱花人 狠狠地踩在脚底下 哪怕是在另外一个世界 陈楚人也绝对不能忍受 这群小鳖三在自己头上跳脚 这一次排位赛 九个战区之间的差距 应该不会太大 而且 樱花战区之间 也暂时没有互相帮助的手段 所以 这一次的情况 对陈楚人来说 已经算是很好了 所以 陈楚人要抓住机会 来扩大洪荒战区的优势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从领地出发 还是和昨天一样的安排 侦测中 发现精英及怪物巢穴23个 坐标如下 居然又多刷新了几个怪物巢穴出来 陈楚人心中一喜 连忙带着九天玄女和玄女军 前往就近的那个精英级怪物巢穴 血狼怪物巢穴 普通血狼 17级 30只 血狼领袖 27级 一只 估计是因为 昨天陈楚人扫荡了大量精英级怪物巢穴 今天刷新出来的怪物巢穴等级 又提高了许多 陈楚人心中一喜 这样一来的话 积分经验又会增加不少呢 几分钟之后 怪物巢穴便被扫荡干净了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血狼 获得1500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血狼 获得1500点经验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血狼领袖 获得15000点经验 万灵之拳 建造图纸乘一 陈楚人一愣 居然爆出了一件特殊建造图纸 万灵之拳 陈楚人的呼吸 不由地变得急促起来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东西 有了万灵之拳在 就可以直接来恢复 英雄和士兵们的状态 只要万灵之拳不枯竭 那么自己的英雄和士兵 就是永不会疲惫的 没想到 居然能够爆出万灵之拳 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陈楚人大喜过望 有了万灵之拳 他们猎杀怪物的速度 又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陈楚人仔细看了一下 建造所需要的材料 都是一些价格不菲的东西 而且有一些材料他也没有 只能去交易所买 但是陈楚人把所有的积蓄 都拿去扩充兵种了 囊中羞涩 只能今天晚上回去再看看了 陈楚人将万灵之拳的 建造图纸收好 然后继续前进 今天的扫荡速度提升了许多 一天下来 侦测出来的二十多个怪物巢穴 几乎被扫荡干净了 获得的积分 也足足有着一百三十多万 实在是恐怖 同时 在庞大的经验冲击下 杨简和九天玄女 也突破到了七级 玄女军和草头军 也同样先后突破到七级 陈楚人清点了今天的战利品 将一些有用的材料 装备和招募令留下 其他的一股脑卖给了交易所 大概有着五十万灵主币 随即 陈楚人便购买了万灵之拳 所需要的材料 花了三十万 然后 剩下二十万 全部拿去扩充兵种 陈楚人立刻开始建造万灵之拳 万灵之拳 等级 一级 作用 源源不断地恢复领地 所属生物的体力 万灵之拳珍贵 造价也昂贵无比 陈楚人目前的积蓄 都不够升二级的 但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一级的万灵之拳也是足够了 领主大人 有了此等宝物 请允许我率领草头军 连夜清扫怪物巢穴 这时 杨俭突然半跪在陈楚人身前 主动请应道 见状 九天玄女也不甘示弱 连忙上前道 我也想带领玄女军 连夜清扫怪物 请领主大人允许 陈楚人想了想 便点了点头 有了万灵之拳在 可以源源不断地 恢复士兵们的体力 一级的万灵之拳 足够源源不断地 恢复两百人了 随后 陈楚人将定向指南针 交给了他们 于是 杨俭和九天玄女 便马不停蹄 带着士兵离开了领地 接着 陈楚人重新排序了 今天的一本领主当中 积分前十位 当然 这里面肯定是排除了 昨天已经得到过奖励的人 一一发放完 终极兵种招募令后 陈楚人便睡去了 第五十五章 心情大好的 不知火香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从沉睡当中起来 因为杨俭和九天玄女 带着两只兵种在外面 今天的领地 显得有几分冷清 也不知道他们咋样了 随即 陈楚人便查看了一下 积分情况 这不看还无所谓 一看吓一跳 这这这这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千万 一千九百万积分 卧槽 陈楚人瞳孔一阵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这这 陈楚人震惊的话 都说不利索了 随后 他连忙仔细地查看起来 原来 杨俭他们一行人 一夜之间 居然连续扫荡了 二十多个精英级怪物巢穴 还有数十个普通的怪物巢穴 而且这些怪物巢穴的等级 居然都快到二十级了 怪不得能够弄到 这么恐怖的积分 陈楚人连忙查看了杨俭 和九天玄女的信息面板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九级 装备 勇气护腕 白银级 天玄灵甲 黄金级 玄灵金簪 白银级 天玄灵 白银级 天玄项链 黄金级 玄天耳坠 薄金级 战斗力 290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舞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介绍 天命玄鸟 降而生伤 二郎显胜真君 杨俭 品质 SSS级 等级 九级 装备 焚天眼月刀 薄金级 天赤甲 黄金级 战灵护腕 黄金级 勇气战靴 白银级 勇气护腿 白银级 战斗力 286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射日 两人双双突破到了九级 同样 草头军和玄女军 也突破到了八级 因为现在两支军队的人数上去了 升级所需要的经验也是大幅度增加 陈楚人心中感慨万千 欣喜万分 这万灵之拳果然非同凡响 一晚上下来 杨俭他们都没有感觉到一丝的疲惫 甚至还越战越勇 所幸 陈楚人也就没有让他们回来 不过 杨俭他们缴获的战利品 陈楚人可以直接提取 陈楚人轻点了一下 又是一阵狂喜 除去十几枚中级的英雄兵种招募令 还有两枚高级的兵种招募令 然后就是一堆珍稀的资源材料 还有几个建造图纸 有廖望塔 荆棘陷阱等战争建筑 也有旅店 酒馆 毒馆等民用建筑 随着领地发展 领地里面也会逐渐迎来万族战场里的土著 这些建筑 也将会成为领地的一大收入 陈楚人现在的材料也相当充裕 这些建筑所消耗的 也只是最普通的木材石头罢了 所以 陈楚人没有犹豫 全部建造并提升至二级 像酒店这些民用建筑是没有等级的 随后 陈楚人便把剩下没用的材料资源 卖到了交易所 足足有170万领主币的巨款 陈楚人虽然早就有所预料 但是看到这么庞大的金额之后 还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陈楚人花费了90万领主币 去购买材料来升级万龄之权 万龄之权是支撑两支大部队的源头 随着兵种扩充 一级的万龄之权 恐怕就有些捉襟见肘了 所以 陈楚人便升到了二级 随后 剩下的80万 便用来扩充两支兵种 不过随着兵种人数的暴增 装备数量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陈楚人原本想的是 让两支兵种 全员配置青铜级装备 但是现在人数 已经突破200了 青铜级装备远远不够 没办法 陈楚人只能从铁浆铺的存货里 挑了一些好点的黑铁级装备给他们 看来 找个时间去弄张青铜级装备的锻造图纸了 陈楚人难难道 二级的铁匠就可以锻造青铜级装备了 只不过目前为止 陈楚人还没有对应的锻造图纸 后面有时间了 也得去找一找 接下来 陈楚人密切关注着整个战区的积分变化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今天晚上 就要决出排位赛的名次了 那些樱花小鬼子 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一人赚的积分 就能够抵上一个战区的人 陈楚人嘴角轻轻往上一扬 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天照战区 聊天频道 游戏 今天我运气不错 足足有三百积分 森衣 你今天的收获倒是不赖啊 我今天才只有两百积分呢 你们这么弱吗 我都有接近四百积分了 刘川军 你毕竟之前也上过排行榜的 自然不是我们能够比你的 对了 我们现在大概有多少积分了 能不能稳住第一名啊 不知道 这个只有不知火小姐能够看到 随后 不知火香便在聊天频道里发言 目前为止 我们天照战区一共有五千四百万积分 顿时 聊天频道里爆发了一阵惊呼 哇 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 全靠不知火小姐的英明领导 没错没错 有不知火小姐带领我们 这一次排位赛 我们天照战区肯定是第一 天照大神保佑 天照大神保佑 此时 不知火香那娇媚的脸上也是露出了几分喜色 他派人去打探过了 另外几个区只有四千多万的积分 离他差远了 所以 这一次排位赛第一名 非他莫属了 想到这里 不知火香便心情大好 不过 他的两名英雄都已经外出扫荡怪物巢去了 他一个人在领主府里 该怎么发现这份快乐呢 唉 不知火香忧怨地叹了口气 目光落在了他那鲜鲜玉手上 PS 求求关注 好评和免费小礼物 贵谢各位帅哥 第五十六章 排行榜后五名公布 不知火小姐 不知道你们天照战区现在有多少积分了 这时 隔壁阅读战区的首领发来了消息 不知火缓缓从床上坐了起来 脸上的潮红慢慢退去 轻轻地擦了擦纤细玉纸上的晶莹 脸色有些不悦 似乎是因为被打扰了而有些生气 怎么 你难道对第一还有什么想法 不知火香的语气也不是很客气 估计是有些生气的原因 没有没有 在下也只是在担忧那个大下人的战区 毕竟这次排位赛都是各区单打独斗 也无法充分利用我们人数的优势 不是吗 哼 你觉得有我在 那个洪荒战区能够掀起什么风浪吗 这 这是自然 有不知火小姐在 那肯定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只是 不知道不知火小姐打算怎么处置这个洪荒战区呢 怎么 你就这么好奇 不过告诉你也无妨 这段时间 先给他们施压 让这群大下人丧失希望 然后再派人击败他们的首领 让洪荒战区成为我的附属战区 作嘎 这个安排倒是相当合理 那之后 还希望不知火小姐 能够多多提携在下了 不知火没有再聊下去的心情了 缓缓走出灵主府 天色已经越来越黑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知火香难难道 随后看了一下战区的积分总和 5700万积分 不知火香信心满满 排位赛结束 积分停止计算 这时 天道的声音再度浮现 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紧张无比地等待着排名的结果 特别是洪荒战区的众人 只要不是后五名就行了 没错没错 我们也不求去争第一 只要不被惩罚 就万事大吉了 众人心中 纷纷开始祈祷起来 陈楚人见状微微一笑 心想 你们也太小瞧自家首领了吧 随即 陈楚人的眼色 变得寒冷了下来 这一次 他要把这九个樱花战区 全部给踩下去 哪怕是在万族战场里 也绝对不容许他们樱花人撒野 现在陈楚人有实力了 自然有胆量说出这番话 也敢去实施 与此同时 卫面聊天频道里 也开始热闹起来了 这一次 我们阅读战区 肯定能够取得领先排名 哦 你们有多少积分 下午的时候 首领透露 说有接近五千万积分了 五千万 这么多 看来你们阅读战区 这次的确是很强啊 我们虚左战区也不差 下午的时候 就有四千七百万了 你们都这么强吗 我们首领没有说过 积分具体有多少 感觉应该是不如你们的 我有点慌了 樱花酒区的人 都在卫面聊天频道里 激情发言 而洪荒战区的人 则更愿意在自己的战区 聊天频道里交流 毕竟 人都是更愿意抱团的 而且 大夏和樱花 又向来敌对 哎 不知道大夏的诸位怎么样了 是啊 这么久了 都没有看到大夏的人发言呢 哈哈 这群大夏人 不会是害怕了吧 哈哈 大夏人还真是胆笑如鼠 在我们樱花帝国面前 孱弱无比 看到樱花人的嘲讽 洪荒战区里有不少人都气不过了 大家都是年轻人 正值血气方钢石 臭鬼子 害怕你满了个仇臂 勾东显 你们也配让我们害怕 我们只是不想跟你们说话 免得脏了我们的眼睛 一时间 不少人便涌到外面聊天频道里 开始怒骂樱花人 你们这群大夏人 真是太失礼了 怎么能够说出 如此低俗会语 是啊 大夏果然是礼乐崩坏 素质低下 和我们樱花帝国比起来 真是云泥之别 就你们小樱花 还配合我们奖礼 一群只知小礼 而不知大义的家伙罢了 大胆 你们大夏人就是 只会成口舌之力 一会儿看天道 怎么惩罚你们 妾 你说惩罚就惩罚 说不定 我们还能进前五呢 哈哈 一群无知狂妄的大夏人 你们要是能够进入前五 我山野次郎直接切服 好 我截图了 到时候可不准耍赖 那是自然 不过你们大夏 是不可能进入前五的 这些樱花人 还是相当自信的 一方面 因为樱花人比大夏人口少 所以资源也就相对更加集中 基本上 这九个战区当中 每一个战区 都有着一个樱花顶尖大族的人 而反观洪荒战区 首领居然还只是一个 孤儿出生的穷小族 这群樱花人 自然是更加瞧不起 洪荒战区了 呵呵 陈楚人冷冷笑着 眼底的寒意越发凌厉 这群樱花人果然是老样子 也罢 就让你们稍稍见识见识 我们大夏的强大 陈楚人难难道 终于 在众人激烈的争吵当中 排位赛的名次开始公布了 本次排位赛后五名 第六名 高天园战区 积分 4200万 惩罚 全区作物减少10% 不 我可就靠种植作物来发展领地了 这样一搞 我可是损伤惨重啊 还好还好 反正我的作物本来就少 一瞬间 高天园战区里 所有人领田里的作物 都直接枯死了十分之一 第七名 八旗战区 积分 4100万 惩罚 全区建筑受损10% 一瞬间 整个八旗战区 所有人领地里的建筑 都受到了损伤 这想要修复 也都是比不菲的开销 第九名 玉藻战区 积分 3900万 惩罚 全区作物减少10% 领地建筑损耗10% 接连四个都是樱花战区 战区里的人 开始为这些惩罚 感到十分痛苦 不过 一想到最后一名是大下战区 将会受到更惨的惩罚 他们心里就舒服多了 哈哈 大下战区是最后一名 他们要完蛋了 就是就是 不知道会是什么惩罚 一时间 这些樱花人都开始幸灾乐祸了起来 而洪荒战区的众人 也都开始紧张了起来 不会真是最后一名吗 完蛋了 这下估计 是真的要记了 崔莉尔也眉头紧皱 心中无比紧张 自己之前可是耗费了巨大代价 弄来了定向指南针 要是真成了最后一名 那可就亏到姥姥家了 陈主人 可不能让我的定向指南针浪费了 第57章 第二 樱花人的意料之外 陈主人 可不能让我的定向指南针浪费了 其实定向指南针倒不珍贵 但是这个跨区传送 那可是相当昂贵的 连他都只有在争夺首领之位时 才让家里跨区传送了一张战斗力翻倍卡罢了 这一次 也是因为面对樱花国 有着特殊的buff加成 让崔莉尔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要是输给樱花人 那可真是给老祖宗丢脸 陈主人 可就靠你了 终于 天道继续公布 第十名 比两板战区 积分 3800万 惩罚 全区所有人气运 0.5 什么 居然是比两板战区 不是洪荒战区 比两板战区的首领是谁 赶快出来 居然连大厦都不如 真是给我樱花帝国丢人 一时间 樱花人大跌眼镜 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一名 居然不是洪荒战区 这一下 不少人都十分愤怒了 特别是之前那个最后一名 不是洪荒战区 就要欺负自尽的家伙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欢喜的 自然便是洪荒战区的所有人 最后一名不是我们 我们进前五了 哈哈 太好了 这一下狠狠地打樱花人的脸 众人心中都十分地畅快 然后立刻跑到外面聊天频道里 开始嘲讽樱花人 喂喂喂 刚才那个山野次郎呢 快点切副 别乱张啊 就是就是 我天照战区的山野次郎 快出来 此时的山野次郎脸色一黑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洪荒战区居然进入了前五 该死 先前装个屁呀 山野次郎心里十分后悔 不过同时 他心里也十分地愤怒 都是 这比两板战区的人太废物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轮得到这群大厦人嚣张 他越想越气 于是就忍不住在聊天频道发问 我觉得 比两板战区的首领 有必要出来谢罪 居然连一个小小的大厦都不如 真是丢尽了我们樱花帝国的脸 他这步伐不要紧 一发就出事了 原本比两板战区的人 就因为气运被减了0.5 心情十分郁闷 整个战区的人 除了首领 还剩下0.5的气运 其他人气运都变成负的了 看到山野次郎 居然还来指责他们 他们心里更加愤怒了 山野次郎 你这是什么意思 照你这么说 又不只是我们 前面的玉藻战区 八旗战区 他们不也不如洪荒战区吗 没错 照你这么说 我们五个战区都要谢罪了吗 真是可笑 山野军 作为一位樱花武士 必须践行自己说过的话 践行自己的诺言 切伏自尽吧 是的 山野军 请不要违背武士精神 山野军 不要抹黑我们樱花帝国的武士道 山野次郎 脸色更加铁青了 没想到这群人 居然还来让他践行武士道 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就这么切伏自尽 看到这一幕 洪荒战区的众人 则是开心坏了 这群樱花人 开始狗咬狗了 真是有意思 这群樱花人 也就这样了 快去声援他们 让那个什么山野次郎 赶快切伏 截图我已经发过去了 马上马上 这就去声援 比两板战区 众人自然是看热闹不嫌失大 当然 一方面也是为了狠狠地 打樱花人的脸 陈楚人见状 嘴角也是轻轻上扬 心里对于这些樱花人 是更加比喻了起来 樱花人的本性就是如此 表面上再怎么伪装出 一副谦虚懂理的样子 已经掩盖不住 他们那狭隘的本质 这不 就开始内斗了起来 大部分的樱花人 过于狭隘愚蠢 此时 不知火香也是眉头紧皱 娇媚的脸上 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真是个蠢货 废物 这个山野次郎 居然把矛头转向了同胞 这个时候 应该一致对外 这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不知火香脸上满是厌恶 随即 不知火香便叫来了 他的那么英雄 三分钟后 不知火香发了一张截图 在未免聊天频道当中 照片里 山野次郎 切腹自尽 一旁站着的 便是不知火香的英雄 我已经让我的英雄 担任戒错人 帮山野次郎 完成了切腹一事 他淡淡地说道 整个未免聊天频道 似乎都冷了几几度 那群樱花人倒还好 洪荒战区这边的人 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群樱花人还真是 大部分人都不太理解 不过这毕竟是樱花人 樱花的传统 向来都是有些变态成分在里面的 这个女人不简单 陈楚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看着聊天频道里的不知火香 不知火 陈楚人眉头一皱 这个姓氏 可是樱花国的超级大家族 不知火家 看样子 这个女人 应该就是这几个樱花战区里 最强的家伙了 而且 发现樱花内部出现了内讧的情况 毫不犹豫地 便把那个山野次郎杀了 寻常高中毕业的少年少女 可不是都能够 有这个魄力和果断的 后面得小心一下这个女人了 现在公布排位赛前五名 第五名名 伊邪纳美战区 积分 4300万 奖励 战区所有人作物生长速度 提升5% 伊邪纳美战区的人 一阵兴奋 这提升虽然只有5% 但可是永久性提升的 而先前的惩罚 都是及时的 不会影响后面的作物和建筑 紧接着 第四名 伊邪纳其战区 积分 4600万 奖励 战区所有人作物生长速度 提升10% 第三名 阅读战区 积分 5100万 奖励 战区所有人气运加0.5 终于 来到了第二名 櫻花战区这边 前面八个战区的人 脸色都不太好 因为直到现在 红荒战区的名次都还没有公布 第58章 我们是冠军 各区震动 这也就意味着 红荒战区已经超越了他们八个战区 进入了前二 这对于樱花人来说 可谓是巨大的失败 哈哈 这群樱花人肯定脸都绿了 先前还在嘲讽我们 结果有八个战区都不如我们 小小樱花 可笑可笑 一时间 红荒战区的众人都十分兴奋 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你们说我们能不能拿下第一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玄了 那个天照战区 好像是九个樱花战区里最强的 而且首领还是不知火家的大小间 我们大家都没有几个家族 能够吻压他们一头 没错 而且我们战区大部分都是西南地区的人 如果能有几个京城大家族的人 说不定还能对抗一二 说的有道理 天照战区的抢洒 他们也在外面聊天频道里有所耳闻 所以也都没有抱有第一的幻想 能够拿第二 他们就已经相当满足了 崔璃则就不一样了 他忽然有种预感 陈楚人或许真的能够带领 红荒战区一飞冲天 会是第一名吗 崔璃难难道 美眸里闪过一丝期待之色 原本他还是颇为担心的 可是随着排名一次次公布 最后锁定了前两名 他忽然觉得 第一名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陈楚人 已经创造了太多不可能的奇迹了 此时的不知火香也是眉头一皱 脸色十分不悦 没想到这个洪荒战区 居然还有两把刷子 不是说他们那个首领 只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家伙吗 不知火香十分不解 突然觉得自己还是掉以轻心了 看来 这个洪荒战区 恐怕绝对没有表面上那么简单 他们的那个首领 也绝对不简单 不过 这样才更有趣 要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 那该多么无趣啊 不知火香不禁笑了起来 只是 配上他那本就娇媚的面容 这么一笑 看起来就有些淫荡了 旁边的两名英雄便凑了上来 上下起手 不知火香也轻轻避山欢迎你家 躺了下去 享受着愉悦 几分钟之后 天道终于公布了第二名 第二名 天照战区 积分 5900万 奖励 战区所有人气运加一 整个未免聊天频道 都陷入了死寂 片刻之后 爆发了一阵阵惊呼 怎么可能 为什么 天照战区 居然才只是第二 这肯定是假的 我肯定是在做梦 樱花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们不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洪荒战区进入了前五 他们可以接受 洪荒战区进入了前二 他们也勉强能够接受 可是 洪荒战区 居然超越了天照战区 成为第一 这个是他们怎么也无法接受的 天照战区 可是由不知火香领导的 综合实力 在九个战区里 是最强的 可即便这样 居然都输给了一个小小的大厦战区 一个有毫无背景的小子领导的战区 不知火香也猛地坐了起来 原本潮红无比的脸上 满是震惊和错愕 旁边卖力上下其手的两名英雄 也是拾去地停了下来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樱花九大战区陷入了绝对的失落 那么 洪荒战区这边 自然就是士气大振 我靠 我们 我们居然是第一 不会吧 不会吧 嘶 刚刚让我的英雄掐了我一下 好痛 这不是做梦 这不是做梦 我们是冠军 我们是冠军 一时间 整个洪荒战区的所有人 情绪都相当地激昂兴奋 他们也都没有想到 居然能够成为第一名 崔莉儿眼眶里 不禁都有些精英闪烁了 全真的是第一名 陈楚人 你果然没有骗我 崔莉儿心里 也是无比喜悦 同时 也对陈楚人 无比佩服了起来 老实说 对于这个首领之位 他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毕竟他花了那么大的代价 全部都打了水漂 可是 如果他真的当上了首领 面对这个情况 他肯定是束手无策的 那时候 在他的带领下 整个战区 恐怕都会沦为 九个樱花战区 欺辱的对象 那样的话 他如何对得起 战区里的十几万成员 以及蓝星上的家人和同胞 相比之下 一个小小的首领之位 也就算不得什么了 崔莉儿美眸里 闪过一丝坚定的目光 他想好了 以后就竭尽全力 去辅佐陈楚仁 将洪荒战区发展起来 他相信 在陈楚仁的带领下 洪荒战区 或许能够再创奇迹 即便是在九个樱花战区的围困下 也能够突围而出 接着 天道公布了最后的排名 第一名 洪荒战区 积分 7400万 奖励 战区所有人气运加一 首领气运额外加0.5 战区将会降下 负责单路 7400万 居然这么高 洪荒战区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我严重怀疑 洪荒战区是作弊了 不然不可能这么高 连天照战区 都才只有5400万 樱花人彻底傻眼了 然后开始熟练地质疑了起来 这点跟他们 隔海相望的邻居 如出一辙 狭隘的小民族是这样的 滚 你们输了 就说我们作弊是吧 能不能要点脸 不知道还以为 你们是泡菜国的呢 输不起吗 就是 樱花人果然和泡菜国 是一丘之河 低劣的下等民族 于是乎 未免聊天频道里 又吵了起来 虽然一区占九区 但是洪荒战区 在骂战当中 却丝毫没有显露过烈士 反而还隐隐占领上风 不得不说 论剑盘侠的话 其他国家还是略逊一筹 当然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这次拿下了第一 有实力 有底气 比什么都重要 真是第一 7400万 陈楚人用定向指南 真弄了多少积分啊 虽然早有准备 但是看到最终的结果 崔灵还是吓了一跳 他之前也仔细地算过了 哪怕是大家 受到了兵种招募令的激励 也就顶多 4500600万的样子 这也就意味着 多出来的3000万积分 几乎是陈楚人一人得到的 这也太恐怖了 崔灵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心中佩服不已 PS 50个输评才会出评分 大家懂我意思吧 第59章 福泽甘露 呼 陈楚人长输了一口气 饶式向来冷静的他 也都不免有些兴奋 这一次排位赛 除开他 整个洪荒战区加起来的积分 也就只有4500多万 全靠杨俭和九天玄女的疯狂扫荡 直接将积分拔高到了7000多万 当然 这也多亏了崔灵弄来的定向指南针 不然的话 杨俭他们空有强大的实力 也无法在这么短时间内扫荡几十个怪物超学 领主大人万岁 领主大人万岁 陈楚人大大万岁 此时 洪荒战区的聊天频道里 众人发自肺腑地开始欢呼 原本 他们还以为陈楚人的出身 而对他并不完全信服 但眼下 他们是诚心拜服 完完全全地发自肺腑 陈楚人笑了笑 随后便查看起了这次获得的奖励 全区所有人的气韵加一 他身为领主 还能额外加0.5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福泽甘露 福泽甘露即将降下 请所有领主做好准备 没想到这么快 陈楚人立刻冲出了领主府 此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也带着大部队回来了 所有人 全部出来 接受福泽甘露 陈楚人说道 顿时民兵 铁匠们也纷纷聚集了过来 下一秒 狂风大作 天空中出现了一朵朵乌云 汇聚在领地正上空 说是乌云也不太准确 因为这些云都是洁白无瑕的 稀里里 顿时 这些洁白无瑕的云层里 落下了一滴滴金色的雨水 啊 好舒服啊 民兵们感受到 滴到身体上的雨水 瞬间进入了体内 一股说不清楚的畅快之意 油然而生 那些雨水进入体内之后 不断地在他们经脉当中游走 这雨水 是在清理我的经脉 人体的经脉穴位当中 不少都是堵塞的 哪怕是兵种和英雄 也是同样如此 而这些雨水 就可以帮助他们 打通全身的经脉和穴位 陈楚人默默感受着 那些雨水一点点地流通经脉 运行了一个又一个周天之后 又汇入了他的肉体当中 顿时 陈楚人感觉自己的肉身 也被这股雨水滋养 呼 陈楚人下意识地一拳轰出 顿时一阵阴暴 陈楚人心中大喜 毫不夸张地说 这一拳的力量 足足是之前的十倍 陈楚人之前 得到的增强也并不多 经过这福泽甘露的洗礼之后 就能够有这么强的蜕变 更不要说其他的兵种了 这雨水倒是颇为玄妙 杨俭难难道 他能够感知到 自己这幅身躯里的不少杂志 都被这些雨水清理掉了 忍不住发出了一声痛快的长书 九天玄女也是如此 这场福泽甘露 只持续了不到五分钟 但众人都得到了巨大的提升 我感觉 我现在一锤子下去 能够直接打穿半个钢板了 一个铁匠兴奋地说道 言语之间颇为得意 玄女军和草头军 也是交头接耳起来 兴奋地交谈着 同样 这场福泽甘露 也降临在了洪荒战区的 其他领地上 感受到身体里的变化 所有人都十分兴奋 卧槽 我感觉我现在可以打死一头牛 切 我能打十个 呦 你挺能啊 要不我们来切磋切磋 谁怕谁 你们就别吵吵了 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可不能内讧 咱可不是愚蠢的樱花人 说的也是 这次可多亏了陈楚人大佬 不然的话 那群樱花人 还不知道嚣张成什么样了 就是就是 从今以后 谁要是敢不服首领大大的命令 我第一个干他 不用你说 我也会干他 看着聊天频道里众人的发言 陈楚人微微一笑 通过这次的排位赛 让洪荒战区的人 开始有了凝聚力 虽然这是一个开始 但已经是 领先于其他战区的了 一个万众一心的战区 自然是十分强大的 洪荒战区 正在朝着这个目标 有序迈进 想了想 陈楚人便在战区聊天频道里说道 这次排位赛取得第一 是我们大家种植成城的结果 这三天 也辛苦大家了 不过这九个樱花战区虎视眈眈 我们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希望大家也不要松懈 努力发展领地 请务必拿出我们大下精神 狠狠地拷打小樱花 一时间 众人也都受到了鼓舞 特别是听到拷打小樱花 所有人都跟打了鸡血一样 有首领大大在 这群小樱花 不过是跳梁小丑 大家加油干呐 不说了 我这就回去狠狠地操练我的英雄 嗯 我记得 你的英雄是女的吧 嗯 有点不对劲 细说操练 接着 陈楚人这才开始清理 今天杨检和九天玄女 获得的战利品 把招募令和装备挑了一些留下 其他的都一股脑 卖给了交易所 交易所的交易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将物品挂在上面出售 直接卖给其他领主 另一种 就是直接卖给交易所 算是一种回收 因此 这种方式赚得的利润 要少很多 但陈楚人也不想浪费时间 也就不在意这点损失了 于是 这一次陈楚人 获得了将近三百万的领主币 这波真是血传 陈楚人很是兴奋 随即 陈楚人看了看手中的定向指南针 他很清楚 这一次排位赛 可全是靠这个东西 算了 这终究是别人的 陈楚人摇了摇头 便将定向指南针还给了崔灵 虽然他知道 这个东西 能够让他获得巨大的利益 但毕竟是别人的东西 而且肯定也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 陈楚人也是有底线的 不过随即 崔灵就将东西发了回来 这个东西 我也没啥用 在你手里 才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还是你留着吧 这一次 可全是靠你力挽狂澜呢 就当是谢礼吧 陈楚人笑了笑 也没有再拒绝 随后 打了一百万领主币给崔灵 PS 同桌在这里贵求帅哥们给个好评 星号 第六十章 交集的总局 一百万领主币 哪怕是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 相比于这个定向指南针的价值 那就是远远不如了 这点钱你拿着吧 我知道 为了这个定向指南针 肯定花了巨大代价 行 那我就不客气了 不过 只要你能够带领红荒战区 战胜樱花战区们 这点代价 就不算得什么了 崔灵如实说道 老实说 他一开始想的 只要能够让红荒战区进入前五 不受惩罚 花费大代价弄来的定向指南针 也就值得了 而最后 陈楚人居然直接带领红荒战区 超越了所有樱花战区 已经大大超过了崔灵的期望 相比之下 这一点代价 又算得什么呢 随后 陈楚人在交易所里仔细地翻了翻 还是没有看到青铜集装备的锻造图纸 有些失望 看样子 估计短时间内 交易所是不会刷新出青铜集装备的锻造图纸的 就是不知道 其他人能不能报出来 不过仔细一想 这不太可能 毕竟陈楚人自己 都已经杀到了二十多集的精英级怪物巢穴 都报不出来精英级怪物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算了 后面再看看吧 想了想 陈楚人便买了一些青铜集装备先用着 然后买了一些升级万灵之全的材料 还剩下了八十万多点 便全部用来扩充兵种 身为首领 陈楚人当然要拼命扩大自己的优势 特别是周围的九个樱花战区虎视眈眈 陈楚人只能一刻不停地提升自己 在有余力时 照顾一下战区的其他人 现在杨检和九天玄女 已经刷到了二十多集的怪物 其他几个战区的首领 恐怕也才勉强能够应付十多集的怪物吧 陈楚人难难道 目前为止 他的个人战斗力 已经是远远超过了所有人 只是这后面的 未免当中 战区之间的对抗 肯定是越来越多 樱花战区的人数优势 就会越来越大 所以 任重而道远啊 蓝星 大厦 万族战场总局 这是大厦负责所有领主相关的机构 同时 也算是整个大厦权力最大的机构了 各国都有这样的部门 有一个战区 和九个樱花战区分到了同一个位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几个看起来颇为老太 稳重的人围在一起 商讨着 他们所在的会议室 周围全都是密闭隔音 固若金汤 没想到居然会这么糟糕 但凡有几个其他国家的战区 也都不至于这样了 我们得赶快采取措施了 这都已经拖了三天了 排位赛的结果都应该出了 这样下去 可能过不了多久 这个战区就要损失惨重 几人眉头紧皱 眼帘低垂 脸上满是挣扎的神色 终于 他们无奈地叹了口气 决定做出那个选择 就在这时 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冲了进来 小李 你干什么 不知道我们在开会吗 其中一个男人 直接怒斥道 那个名叫小李的年轻研究员 连忙弯下身子 对不起韩老 主要是 出现了紧急情况 是关于洪荒战区的 听完小李的话 会议室的温度瞬间骤降 让人不寒而栗 众人心脏紧绷 表情凝重 难道说 洪荒战区已经 众人低下脑袋 似乎有些不忍 听到这最后的结果 心中满是后悔 早知道就不应该 犹豫那么久的 那个洪荒战区 他们 他们 小李还在喘着气 不知道是因为太激动了 还是因为一路跑过来累的 他们 他们拿下了排位赛的第一 顿时 整个会议室 都陷入了死寂 几秒过后 小 小李 你刚刚说什么 第一 我最近越来越耳背了 韩老 你没听错 这次排位赛 洪荒战区 真的拿下了第一 而且还是以巨大的优势 碾压了第二的天照战区 你是说 连不知火家族带领的战区 都被洪荒战区碾压了 是的 韩老 顿时 众人瞳孔一震 脸上满是震惊 就连呼吸变得十分急促起来 特别是 他们本来年纪就大了 可受不得这么大的刺激 随后 众人连忙深呼吸 让自己冷静下来 那么 我们还要不要 其中一人问道 当然要 而且 还得尽快 没错 这个洪荒战区 居然在九个樱花战区当中 脱颖而出 更是难得 可以说是潜力无限 这样的战区 绝对不能毁在樱花人的手中 那好 这就派人联系 樱花国的万族战场总局 让他们剩下的那个战区 和洪荒战区交换位置 不惜一切代价 樱花国一共有十个战区 有九个都分到了一起 所以 他们想的是 通过谈判 让剩下的那个樱花战区 去和洪荒战区交换位置 现如今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你去找其他国家的人 他们肯定也不会愿意 跑到九个樱花战区的位面里 哪个战区去了 哪个战区也就废了 唯有樱花国自己人可以 所以 为了拯救洪荒战区 众人也都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 不用想 樱花国肯定会趁此机会 做地起价 狠狠地载一笔 此刻的天照战区 所有人并没有因为得到了天道奖励 而感到兴奋 甚至还十分地不甘 特别是不知火香 他那张娇媚的脸上 也都没有了往日的轻浮和浪荡 额没紧咒 见状 身旁的一名英雄 便想着让他开心开心 便轻轻地俯下了身子 将灵力汇聚在中指和无名指上 然而不知火香 则是直接一脚把他踹开了 他现在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足以见得 他是有多么的生气了 想了想 他便穿好衣服 走出了灵主府 你们两个 立刻带人 跟我一起去猎杀怪物 今天晚上不休息了 不知火香冷冷地说道 骄傲如他 哪里能够接受这样的失败 更何况 还是在这种情况下 输给了一个大吓人 陈楚人 我倒要看看 你能够撑多久 不知火香冷哼了一声 大胯步走了出去 那两名英雄 也连忙穿好衣服 跟了出去 PS 你麻麻的 实习累死个人了 早上六点多出去 大太阳下弄一天 晚上九点多回去 真勾巴的牛马 牛马 牛马 操 第61章 领地巢穴 接下来的日子里 有着定向指南针的帮助 陈楚人的SS SS级大军 那可是进展神速 两只兵种 也都扩展到了各200人 除了大量的资源 道具 招募令以外 还找到了另外两座 血妖祭坛 因为血妖巢穴的等级要高不少 这两座血妖祭坛的生产量 要高不少 这段时间下来 将两只兵种的装备 全部熏映了一重 杨简和九天玄女的全身装备 则是熏映了三重 另外 两只兵种 也都提升到了十级 杨简和九天玄女 也都提升到了十级 则则则 这下兵种的人数 要快500了 兵营的容量不够了 陈楚人难难道 现在一万领主 必一人的高昂价格 对于陈楚人来说 已经算不得什么了 但是三级兵营的容量 只有500 照这么下去的话 恐怕过不了多久 兵营就不够了 想要提高兵营的容量 只有升级 肯定建筑的等级 最多只能比领地的等级高一级 现在兵营已经是三级了 想要升到四级 就必须把领地升到三本才行 可是要把领地升到三本 陈楚人看了看自己的材料资源 嘖嘖嘖 还差了不少呢 估计一时半会儿 是凑不齐升本的材料的 那只能先暂缓招募兵种的速度了 陈楚人难难道 虽然有些可惜 但陈楚人也十分知足了 这个时候 其他首领虽然也有 扩充兵种的特殊权限 但他们可没有那么多的领主币啊 再加上陈楚人 又是SS级兵种 陈楚人可以相当自信地说 哪怕是樱花九战区的首领联合起来 他也能够横推 只是可惜 估计是没有这个机会的 就在这个时候 宁红叶突然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我发现了一座领地巢穴 领地巢穴 领地巢穴 陈楚人瞳孔一震 怪物巢穴之中 有着一种极其特殊的巢穴 便是领地巢穴 领地巢穴 可以算是一种万族战场当中 那些土著怪物发展的领地 这些都是次要 最重要的 是这个领地巢穴里 可以爆出特殊的兵种 只要占领了这座领地巢穴 便可以招募出新的怪物兵种 这个兵种 是不受兵种为限制的 因为正常来说 领地每升一级 才能够多招募一个兵种和英雄 即便是各大战区的首领 也只能在现有的兵种上扩充 而这领地巢穴里的兵种 则就不会受到这个限制 所以 领地巢穴对于所有人来说 都是一块无法抗拒的大肥肉 但是 领地巢穴既然如此珍贵 自然也有着巨大的危险 领地巢穴里的怪物 可都要比同等级的怪物 强大不少 因此 一般人哪怕是 发现了领地巢穴 也不敢贸然进攻 通常来说 都是多位领主合作 一起攻占领地巢穴 不得不说 陈楚人 还是有些佩服宁红叶的运气 这个领地巢穴 可不是轻易就能够遇到的 哪怕是陈楚人 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遇到过 当然 陈楚人也用定向指南针 试过寻找领地巢穴 但是一无所获 在陈楚人领地附近的巨大范围里 没领地巢穴 陈楚人 我们叫上灵儿姐跟罗合成 一起打下这个领地巢穴 怎么样 宁红叶说道 陈楚人想了想 最后点了点头 老实说 这领地巢穴 因为是宁红叶刷到的 等级肯定不会很高 因此 陈楚人一人 就足以将这个领地巢穴 攻占下来 但是 对于陈楚人来说 这个领地巢穴就是鸡肋 虽然领地巢穴里的兵种 是不会占据它的兵种位 但是会占据兵营的容量 陈楚人能够扩充两只SSS级兵种 又怎么会去培养另外的兵种 不过 陈楚人有另外的打算 你把具体信息 还有坐标发给我吧 陈楚人说道 随即 宁红叶便把坐标信息发了过来 有了具体坐标 就可以进行传送了 没想到 居然是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这个领地巢穴里能够产生的兵种 是森林之子兵种 是B级兵种 陈楚人十分震惊 这宁红叶的运气也太好了 不仅发现了领地巢穴 而且还是能够产生B级兵种的领地巢穴 要知道 崔璃 罗合成等人 可都是花费了高级兵种招募令 才能够招募到A级兵种 高级招募令 也有很大的概率 是会招募到B级兵种的 也就是说 这个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几乎是可以和一枚高级招募令媲美了 不对 陈楚人把杨简和九天玄女叫了回来 过了一会儿 崔璃和罗合成那边也准备好了 陈楚人就打开了传送权限 一道传送门出现在了面前 走吧 陈楚人带着众人踏入了传送门 光芒闪过 陈楚人定睛一看 自己处身在了一片茂密的森林当中 前方 有着一个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 陈楚人 宁红叶立马便小跑了上来 翘脸上绽放着桃花一般的笑容 紧接着 旁边也出现了两道光门 罗合成以及崔璃两人 也带着各自的部队赶到了 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吗 罗合成跟崔璃一来 目光便被前方森林当中 高耸而出的巨树吸引了过去 那里 就是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普通森林之子 十三级 一百家 森林之王 十七级 一只 居然有一百多只普通的怪物 陈楚人难难道 这个数量 的确是比其他的怪物巢穴多不少 不过 在玄女军和草头军面前 数量再多 也翻不起什么风浪 那我们商量一下对策吧 这里面的怪物数量很多 崔璃 率先说道 宁红叶和罗合成 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陈楚人往前站了一步 目光看向那参天古树 缓缓道 不用了 我一人带队就足够了 第六十二章 一人剿灭 震惊的三人 不用了 我一人带队就足够了 陈楚人上前几步 深邃的眼神里 射出一道坚毅无比的光芒 让人不敢生出一丝一毫的怀疑 陈楚人 你 罗合成跟崔璃 皆是一脸震惊地望着陈楚人 宁红叶更是夸张 小嘴张大 陈楚人 那可是领地巢穴 别开这种玩笑了 我像是那种开玩笑的人吗 陈楚人望着那棵参天古树 面容平淡冷静 像是在决定某种日常小事一般 我去去就回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杨俭 和九天玄女二人 冲进了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内 身后的五十名草头军 和五十名玄女军 齐齐而出 紧随其后 他的这两名英雄 不简单啊 罗和成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在杨俭和九天玄女的背影上 来回打量了一番 虽然他感觉不到杨俭和九天玄女的真实信息 但那股飘渺苍茫之意 却是让他心中无比震撼 就连他身边的两名A级英雄 都十分地紧张 同样 崔莉也察觉到了杨俭和九天玄女的不凡 不过 他更在意的是陈楚人的两支军队 每一支军队都是整齐严肃 一股锐意叙事待发 犹如一头潜藏在暗处随时准备扑出来的猛虎 果然 陈楚人能够拿下战区首领 又凭一己之力带领战区超越九个樱花战区 底牌自然是不简单 崔莉难难道 这还只是陈楚人表现出来的 崔莉知道 这些恐怕还不是陈楚人的全部实力 宁红叶则是满脸的担忧 可是陈楚人话说得相当斩钉截铁 他也不敢跟上去 他心底下意识地 十分信服陈楚人的话 此时 陈楚人并不知道三人的心理 全神贯注地进入了森林之王的领地内 人族 离开这里 这时 一道威严的声音从四面八方 回荡在陈楚人的耳朵里 这声音 应该就是这座领地巢穴里的那个森林之王了 陈楚人冷笑一声 并不打算理会 抱歉 这可能就无法入你的愿了 陈楚人冷冷说道 随即 身后的杨俭和九天玄女便走上来 眼神凛冽 气势叙事待发 直接上吧 速战速决 得到陈楚人的命令 杨俭和九天玄女 立刻便冲了上去 可恶的人族 我和你们无冤无仇 为何要攻击我的领地 森林之王的声音 变得无比愤怒了起来 紧接着 一个个木藤缠绕的人性生物 从巨大的树壁上钻了出来 这就是森林之子兵种 九天乱舞 九天玄女直接腾空而起 两边的红灵 变成了根根锐利的长剑 直射而出 玄女那纤细曼妙的身姿 如果不看四周鲜血淋漓的尸体 那就真是一个美轮美奂至极的舞蹈 扑扑扑 一道道森林之子的尸体落下 走吧 那个家伙也出来了 杨俭难难道 他已经感知到了森林之王的气息 下一秒 一张满是褶皱的脸 从树壁当中拖了出来 人族 全敢杀害我的士兵 我要你们不得好死 话音一落 森林之王的身躯 便直接从树壁里冲了出来 全身上下都是由一根根藤腕缠绕 头顶还长着一棵小树 树叶还挺茂盛的 手中拿着的一把巨大的斧头 真君 这次就让给我吧 九天玄女随即便冲了上去 杨俭也没有说什么 默默地立着焚天掩月刀站在旁边 如果九天玄女遇到危险 她就会立刻出手 不过 这头森林之王有些弱 玄女应该是能够轻松解决的 与此同时 四周的树壁当中 涌出了密密麻麻的森林之子 草头军和玄女军立刻释放出军魂 轰轰 轰轰 两声沉闷的轰鸣 那密密麻麻的森林之子 在两军的攻势之下 直接化作了一片血泊 不 见到这一幕 森林之王瞳孔都要凸出来了 她无比震怒 自己老老实实地在这里发展领地 也从来没有主动攻击过这些人族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些人族二话不说就冲进来 击杀自己的士兵 然而 这里是万族战场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 弱小就是唯一的原罪 陈楚人听着森林之王的话 心里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他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 来到万族战场后 也是迅速适应了这里 这里 圣母心可是大忌 自己的领地要发展 就是需要去击杀怪物 获得资源 这就是万族战场的生物规则 就像是浪吃羊一样 你能够说狼就是邪恶的吗 你还是管好自己吧 九天玄女冷冷地说道 眨眼之间便跃至了森林之王的身前 随后灵力运转 红灵宛若一道锋利的长剑 直刺而出 携卷着无比恐怖的气势 好快 森林之王瞳孔一震 下意识地拿起手中的巨斧抵挡 原本心中的愤怒瞬间被紧张和害怕代替了 因为九天玄女爆发出来的气势 让他心神紧绷 毫不夸张地说 但凡他有一点松懈 恐怕就已经死了 然而即便如此 这一击下 他手中的巨斧也瞬间被击飞了 森林之王只感觉自己像是被一杆万斤锯锤给击中了 一股恐怖的巨力直接震到了他的身体里 仅仅只是一瞬间 森林之王的右手就直接抹了 毫无知觉 森林之王脸色满是震撼之色 眼前这个看起来娇媚柔弱的女人 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力量 森林之王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恐惧瞬间涌出 站满了心头 顿时 他便生出了逃离之意 然而九天玄女又岂会给他机会 直接一手抬出 另外一边的红灵紧接着射了出来 化作了一道游龙 直接将森林之王的身体缠绕住 森林之王连忙使出全力挣扎 然而却没有一点用 他越用力 身上的红灵捆得就越紧 又是一道红灵射出 这一次直接击穿了森林之王的心脏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击杀了森林之王 获得三千点经验 森林之王的巨斧成一 森林之王的巨斧 凭借此物 可以在占领的森林之王领地巢穴当中 招募毕级特殊兵种森林之子 陈楚人心中一喜 这样一来 这座特殊的领地巢穴便拿下了 此时 领地巢穴外面 崔莲三人的眼里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的信息也发生了改变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已被占领 三人脸上皆是一阵错愕和震撼 这才几分钟 陈楚人就一人单刷了这座领地巢穴 第六十三章 兵种分配 感动的几人 陈楚人 已经攻占下了这领地巢穴 崔莲不敢相信的难难道 随即 三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一时间都有些措手不及 这陈楚人一个人都直接横推过去了 那我们来 这是干嘛 就来当个背景板是吧 三人的英雄和士兵们也都是手足无措 本来都已经做好了 会是一场恶战的准备 结果 这都还没动手呢 就已经结束了 原来根本就用不到自己啊 嗨嗨 罗合成干咳了两下 神色颇有几分尴尬 他都还特意把之前得到的爆发性丹药带来了 就是为了一会儿能够表现好点 争取一会儿分赃的时候多分点 好吗 这下是白准备了 没过一会儿 陈楚人便带着杨俭等人走出了领地巢穴 崔莉儿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看了过来 紧接着 快速打亮起了陈楚人身后的两位英雄 和两只强大的兵种 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 就扫荡完了一个领地巢穴 这是得多么强大 可惜 杨俭和九天玄女都收敛了气息 哪里是崔莉儿三人能够轻易感知到的 已经弄好了 诺 就是这个玩意儿 陈楚人拿出把柄森林之王的巨斧 是一刀 不得不说 这斧头的确是很沉 而且足足有陈楚人手臂那么长 崔莉儿三人也都明白陈楚人的意思 这个就可以用来招募兵种吗 没想到居然会是一把斧头 宁红叶有些好奇地说道 你怎么有什么想法 陈楚人看了看三人 随即 崔莉儿三人互视一眼 既然这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是你独自占领的 这个自然 就是你和宁红叶分了 崔莉儿说道 虽然他心里也是颇为眼馋 不过自己毕竟一分力都没有出 他也不会那么 不要脸面地去争抢 罗和城也是同样如此 他们这种大家族出身的人 都有着自己的傲气 我 我也只是碰巧发现了这个领地巢穴而已 一点力气 也没有出 既然陈楚人你一个人占领的 那这把斧头 就你自己留着吧 宁红叶说道 见状 陈楚人便也点了点头 当然 他这不是认同了宁红叶的话 能够碰到这个领地巢穴 就已经是占了一大功劳 不管怎么说 宁红叶都有资格来分战利品 他同意的 是自己来安排这个森林之王的巨斧 既然这样的话 这个巨斧 就由我来分配了 陈楚人说道 崔莉儿三人点了点头 那么 这样吧 现在这把石斧 一共可以产出四十名森林之子 全部都由宁红叶招募吧 然后接下来几天 每天可以额外产出的十名森林之子 就交由你们招募 如何 陈楚人缓缓说道 那你呢 这都给我们 你不要吗 宁红叶连忙问道 陈楚人笑了笑 摇了摇头 我对这森林之子的兵种 并不感兴趣 但是我觉得 这或许是能够大幅度提升 我们战区实力的机会 听到这话 崔莉儿几人的心中 结实一阵 这也就是说 陈楚人一个森林之子都不要 全部给他们几人 这 这 这 崔莉儿三人结实一阵错愕 一时间话都有些结巴了 你的意思是 这些兵种就白送给我们了 罗合成小心翼翼地问道 仿佛在怀疑自己耳朵 是不是出问题了 陈楚人点了点头 毕竟你们也是战区的高层 你们的实力提升 对于战区来说 也是尤为重要 一个战区的顶尖战力 基本上就是首领和三位高层 基本上 战区之间的强弱 也都能和各战区的首领 高层之间的强弱一致 所有 陈楚人首先想要将 崔莉儿三人的战力提升上去 这森林之子兵种 就是一个绝佳的途径 而且 这也不会让陈楚人损失什么 这 他们虽然也能理解陈楚人的意思 但是心里还是震惊不已 心中对陈楚人 更是钦佩了几分 没想到陈楚人居然为了战区发展 如此的慷慨无私 我自愧不如 罗合成心中喃喃道 他也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陈楚人会是战区首领 只有这样的人成为首领 才会让洪荒战区 在九大樱花战区包围下 脱颖而出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去之不公了 崔莉儿率先点头 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也知道了 陈楚人并不是那种 婆婆妈妈的性格 陈楚人这么说了 心里也就是这么想的 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思 所以 崔莉儿也就没有再推辞 不过我们白拿的话 还是有点不太妥当 这时 罗合成说道 那你的意思是 崔莉儿问道 我们出钱啊 总不能白拿吧 也是 你说的有道理 崔莉儿也赞同弟点了点头 陈楚人也没有意见 这把森林之王的巨斧 每天都可以产出 十个森林之子兵种 本来陈楚人也打算 把这些兵种 适当地分发给一些 比较上进的领主 但是免费发放的话 或许有些人还会不知足 而花了钱的 他们也更会用心去培养 这样的话 那就一人一百领主币吧 币级兵种的话 如果使用首领权限去扩充 也都需要三百领主币一人 所以 陈楚人定的价格 也是相当低了 真就是白菜价 等你们扩充完兵种后 之后产出的森林之子 给占区其他人 陈楚人说道 三人也都没有意义 第六十四章 苏浩的选择 最后 三人又仔细地商量了一下 宁红叶先拿着四十森林之子 然后第二天再拿十个森林之子 一共是五十名兵种 因为宁红叶 现如今资源有限 人数越多 所耗费的资源经验和时间 都会成几何倍数增长 这会在一定程度上 拖累他的领地发展 所以 宁红叶在二本阶段 暂时只要五十名森林之子 而崔梨和罗合成 则是打算要六十名兵种 他们要富裕一些 但再多一些 也就有些负担不起了 毕竟不是谁都像陈楚人一样 依托于英雄和兵种的强大 完全不用担心资源不够的问题 而且 有着定向指南针的存在 让陈楚人完全不会因为扩充新兵 而导致整支兵种的等级受到拖累 然后 陈楚人开放了权限 在四人的领地里都建立了传送门 通往这个领地巢穴 四人轮流派兵驻守 十几天之后 宁红叶三人都已经招募了足够的兵种 于是 陈楚人便在战区聊天频道里发言 我和三位高层发现了一座领地巢穴 已经攻占下来了 可以产出新的兵种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 加快战区的发展 我将会定期依照战区贡献 发放新兵种名额 一人五百零主币 特别注意 不是根据战区贡献点的多少 而是根据战区贡献的增长程度来判别 每个人只能获得一次招募新兵种的机会 具体招募数量上限由我评判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顿时 聊天频道又炸了 什么 巢穴 新兵种 五百亿个 这 这么珍贵的东西 也能有我们的份吗 哇塞 首领大大和高层大大们 运气也太好了吧 居然能够遇到领地巢穴 岂止是运气 更多的是首领大大 和高层大大们的恐怖实力啊 没错 一般的领地巢穴 没有七八个领主合力 是不可能攻占下来的 而首领大大 他们四个人就能够攻占下来 当真是恐怖如斯 首领大大们 真是为我们考虑 我真是感动的都要哭了 这么珍贵的东西 都愿意分享给我们 是啊 能够遇到陈楚人大佬们 是我一生的幸运 不说了 今晚就熬夜刷怪去了 多弄点材料 多增加点战区贡献点 我也是 可不能让你们给抢先了 一时间 大家都十分激动了起来 不少人连夜爬起来 带着英雄和士兵冲了出去 每个人的实力增长 领地发展 都会成为战区发展的一部分 会转化成可视化的贡献点 陈楚人这里 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每个人的贡献点变化 高层也可以看到 这样一来的话 整个战区的发展态势 也能够变好许多 陈楚人难难道 脸上也忍不住露出了一丝笑意 然而此时 有些人却并不是很开心 苏浩看着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眉头紧皱 特别是那些夸赞陈楚人的话 更加让他觉得讽刺 曾你何时 他还嘲讽陈楚人 甚至用讨伐令去讨伐陈楚人 一个他从来没瞧得起的孤儿 此刻却变成了统一 他们战区的首领 这种感觉 让他心里极为的难受 特别是 那众人拥戴的场景 让苏浩心里 更是如刀割一般 老实说 苏浩也很后悔 哪怕是嘲讽几句 也就只是口头上说说 自己主动低头 也是可以和解的 但是 千不该万不该 用那个讨伐令 自从陈楚人当上首领之后 他整日提心吊胆的 就怕陈楚人直接传送到他门口 把他杀了 这些天都平安无事 但苏浩总感觉 陈楚人就是故意 在玩弄自己 让自己处在心惊胆战当中 等自己精神崩溃之后 再来给自己致命一击 但实际上 如果没人提的话 陈楚人可能都忘了 自己战区里 还有苏浩这一号人 苏浩低下头 大脑飞速运转 他好歹也是一方 豪强家族的公子 又岂能坐以待毙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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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浩双手挠头 苦思冥想 不断地揪着自己的头发 扮上之后 他紧紧扯着头发的双手松开了 缓缓抬起头 一只手轻轻地往下滑 摸了摸空荡荡的身下 脸色阴沉的 都要滴出水来了 苏浩眼底 闪过一丝阴狠与决绝 没办法了 陈楚人 我也不想这样的 我也只是 想要自保的 随后 苏浩默默地打开了 卫面聊天频道 仔细地翻了翻 找到了目标 然后发送好友申请 苏浩不知道的是 正是这个决定 将他推向了万丈深渊 紧接着 他站起来 走出林主府 火事 常见其事 带着所有人 立刻出去猎杀怪物 那些民兵 也都赶快起来 抓紧时间开采材料资源 顿时 原本已经快陷入 沉睡的领地 又忙活了起来 那些民兵们 揉着朦胧的睡眼 拿起斧头 缓缓地走出领地 见状 苏浩顿时眼睛一冷 能不能快点 平时我没给你吃饭吗 苏浩直接上去就是一脚 把那个民兵踹倒在地 对不起 对不起 林主大人 我这就去 那名民兵 连忙磕头道歉 然后提着斧头 拼了命地 朝着外面跑出去 其他的民兵 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纷纷加快了脚步 看着这一幕 火事和常见骑士 相视一眼 他们都从对方的眼神当中 看到了一丝失望 火事微微叹了一口气 走吧 随即 两人跟了上去 带着两队士兵 跟着苏浩离开了 又是一个不眠夜 另一边 天照战区 不知火箱劳累了好几天 今晚上正打算和两名英雄 好好休息一番 他的兴致也已经来了 缓缓地躺了下去 闭上眼 准备享受正式的欢愉 然而这时 一条消息谈了过来 不知火箱眉头一皱 刚想到把消息屏蔽 但是当他看到对方的ID信息时 眉头轻轻一挑 苏浩 洪荒战区 呵呵 有意思 不知火箱同意了好友申请 不禁有些期待起来 这个家伙突然加自己好友 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啊 这时 不知火箱突然焦 羞得大喊一声 脸颊上飞红到了极致 他低下头 媚眼如丝地看了看 正对着自己的那名英雄 似乎在责怪对方 第65章 通敌 罕见 三天之后 陈楚人打算清点一次贡献点 选出一人奖励森林之子兵种 于是 陈楚人根据贡献点增长速度 进行排行 哦 陈楚人微微有些错愕 因为除了自己和三位高层之外 贡献点增长速率最快的 居然是苏浩 我都忘了 还有这么一号人 陈楚人难难道 之前这个苏浩 可还用过讨伐令来攻击自己呢 不过 既然这个苏浩 开始为战区发展 做出努力贡献 那么陈楚人 也断然不会区别对待 苏浩的确是颇为可恶 当初还敢觊觎自己的资源 不过九天玄女 也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让她从公子哥 变成了公公 这可比杀了她还难受 算了 既然她达到了我的要求 这个奖励自然是要给她的 不过 这小子 以后还敢有什么小心思的话 我可不会在手下留情了 陈楚人难难道 眼底闪过一丝狠辣 现在可是特殊时期 外有虎视眈眈的九大樱花战区 陈楚人绝对不允许 在这个时候 内部还有人在捣乱 一旦发现 陈楚人绝对不会心慈手软 陈楚人为了战区发展 可谓是给众人发放了诸多的好处 越是这样 陈楚人就越发痛恨那些老鼠屎 随后 陈楚人便在聊天频道里发言 顺便把贡献点增长速率排行的截图 发了上去 这次考核贡献点增长速率最快的是苏浩 将会获得特殊兵种的奖励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学习 努力参与 顿时 众人纷纷看了过来 哇 好羡慕啊 我也想要新兵种 我去 这苏浩的贡献点增长速率 居然是我的十倍 这样太离谱了吧 我这几天都是通宵战斗 苏浩 我记得 他好像也是有着A级英雄的大佬 比我们强这么多 不是很正常吗 说的也是 等他拿了这次奖励 下次我们的机会就能大大增加了 没错没错 那我们继续努力 下次的奖励 就是我们的了 大家虽然都很羡慕 但却并没有生出极度的心思 反而还更加激励自己 这样的良性竞争 是陈楚人乐意看到的 随后 陈楚人便使用权限 在苏浩的领地门口 开启了一座传送门 苏浩 你直接通过传送门过来吧 陈楚人给苏浩发消息 这还是陈楚人第一次给他发消息 紧接着 苏浩便通过了传送门 这 这是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苏浩通过传送门之后 大惊失色 这 这也就是说 这个兵种 是B级的森林之子 苏浩不敢相信 之前陈楚人说的是 五百灵主B一人 苏浩还想当然地以为 是什么D级兵种呢 没想到 陈楚人居然如此阔绰 连B级兵种都愿意拿出来分享 但此时 苏浩的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激 你就是苏浩 这时 罗河成走了过来 今天轮到他派人指手这里 因此就主动过来 安排苏浩招募兵种的事情 嗯 苏浩点了点头 随即 罗河成便带着苏浩 来到了森林之王的巨府面前 你想要招募多少兵种 想清楚 量力而行 多了对于你来说 也只是负担 罗河成缓缓说道 他担心苏浩没有什么远见之名 被B级兵种给冲昏头 这我自然是知道的 苏浩点了点头 眼底闪过一丝不屑 心想这个 还有你提醒吗 我会不知道 这个 我现在最多能够招募多少人 陈楚人之前说 有上限的 苏浩装出一副 小心翼翼的模样问道 首领说的是 最多三十人 罗河成淡淡地说道 苏浩点了点头 眼珠子一转 心里便已经想好了 那我就招募三十人好了 我现在的资源也养得起 罗河成也没有说什么 随即 在罗河成的指示下 苏浩把一万五的领主币 转给了陈楚人 接着 苏浩便用森林之王的巨斧 招募了三十个森林之子 苏浩大喜 虽然他的两只兵种 都是更高的A级 但是能够凭空 多出一只B级的兵种 人数还高达三十人 自然是兴奋的不得了 多谢了 苏浩道谢一声 随即便踏入了 那个传送门 不过 在离开之前 回到自己的领地之后 苏浩立刻打开了聊天界面 不过 苏浩犹豫了 真的 真的要这么做吗 苏浩也知道 这这个决定 无疑是会被众人唾骂的 可是 苏浩低下头 看着下面愈发的空旷 脸上的狠毒之色 更加浓重了 陈楚人 别怪我 这一切 都是因为你 苏浩恶狠狠地咬了咬牙 他不断地在心里默念着 自己这么做 也只不过是为了自保 那个陈楚人 肯定在想方设法的 折磨自己 寻找机会击杀自己 他要自保 他不能坐以待毙 随即 苏浩的眼神 变得坚定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 打开了 和不知火箱的聊天界面 陈楚人他们 攻占的是 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能够招募 毕级的森林之子兵种 这是坐标 苏浩把坐标发了过去 随后 他立刻关闭了聊天界面 似乎也有些 不敢面对不知火箱的回复 他心里也十分地难受 纠结 这不能怪我 这不能怪我 都是陈楚人 如果不是他想要杀我 我也不会为了 自保出此下策 对 对 都怪陈楚人 不能怪我 不能怪我 苏浩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 似乎想要催眠麻痹自己 来消除心中的罪恶感 PS 实习是真的累死人 哎 时间太紧了 都没时间马字 帅哥们见谅 第66章 山本线人的突袭 天照战区 不知火箱看着苏浩发来的消息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这群大下人 总是会有许多蠢货 喜欢窝里斗 哈哈 不过这也恰恰说明 大下人始终不如我们樱花帝国 不过 也有可能是大下人的陷阱 也说不定 虽然 派人调查了一番 那个苏浩 的确是跟陈楚人结仇了 但大下人向来狡猾无比 总归还是要小心一些 不知火箱难难道 从一开始 收到苏浩的消息 不知火箱立刻就去派人调查了苏浩 从得到的情报来分析 不知火箱觉得他真心投诚的概率有七成 而且 如果苏浩提供的消息说 陈楚人得到了一座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那可是能够产出B级兵种 如果任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洪荒战区可就能够多出许多只B级兵种 这对于不知火箱来说可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 哪怕这苏浩的消息 只有一成的概率是真的 不知火箱也必须要派人去毁掉 随即 不知火箱思考了一下 给一个名叫山本县人的发消息 山本县人是天照战区的高层之一 也是不知火箱的手下 坐标发给你了 这里是洪荒战区发现的一座领地巢穴 今晚上连夜带人去把它毁掉 破区传送符已经发给你了 破区传送符 可以传送到同位面其他战区的任何已知坐标的位置 不过不能够是其他领地方圆十公里范围内 这也是天道对领主的一种保护措施 明白 山本县人没有一丝犹豫 立刻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 他立刻把在外面战斗的英雄和兵种叫了回来 深夜 一小队的玄女军来到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跟罗河城的士兵交换岗位 交接完后 罗河城的士兵就踏入传送门离开了 随即 十位玄女军便分散站在了领地巢穴的大门前方 虽然这一段时间以来 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 训练有素的玄女军依然保持了最高的警惕性 纪律严明 就这样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 突然 一道光门出现在了领地巢穴正前方 警戒 一位玄女军立刻大吼道 随即 周围的玄女军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集合 你们赶快回领地 通知领主大人 这只玄女军的小队长立刻做出了决定 是 一名玄女军应声道 立刻爆发出灵力 朝着自家领地的传送门狂奔去 想要立刻回去通知陈楚人 然而下一秒 传送门突然关闭了 就连通往催连三人领地的传送门也都齐齐关闭了 糟糕 玄女军们也都明白 对方是有备而来的 特意用手段把传送门给关闭了 妖西 一道猥琐的笑声从光芒里传来 紧接着 密密麻麻的声音从光芒当中走了出来 妖西 为首的是一个武士打扮的地中海男人 不得不说 那八字狐再配上她那笑容 真的是猥琐至极 她背后则是有着四十道身影 两支兵种 居然都是清一色的A级兵种 妖西 山本仙人看到玄女军的时候 顿时眼睛一亮 玄女军每一个的容貌姿色 虽然远远不如九天玄女 但也都是一等一的 山本仙人一见 顿时小腹下升起一团邪火 自从进入万族战场之后 她连一个女人都没有看到过呢 这个陈楚人 居然还有如此美艳的兵种 真是羡煞旁人 嘿嘿 不过正好 抓回去好好享受一番 山本仙人淫荡地笑了起来 看起来猥琐到了极点 玄女军们眉头紧皱 聚在一起 一脸厌恶地瞪着山本仙人 花姑娘爹 山本仙人兴奋地搓了搓手 银鞋的目光 不断地在玄女军身上扫射 玄女军每个人容貌姿色都是上乘 她在樱花国的时候 几乎都很难看到这样的姿色 一想到这次居然可以得到十位这样的美人 山本仙人身下就是一阵火热和滚烫 一股异样的冲动瞬间涌起 像是狂涌的洪水被堵住了一般 一旦开闸释放 就是一阵阵滔天之势 不要把这几位美人伤到啊 不然为你们试问 山本仙人立刻朝身后的士兵们警告道 是 随即 山本仙人的四十位士兵便冲了上来 两只A级兵种等级都已经达到了五级 这可是山本仙人的最强战力 哪怕是在整个卫免 十大战区里 这个配置都是顶尖了 然而 他面对的可是陈楚人啊 呵 顿时玄女军气势凝聚 整齐华一地刺出长枪 气势瞬间升到了极点 狂暴的灵力倾泻而出 因为神女将军的虚影 瞬间笼罩在玄女军头顶 不过 相比较之前几十人凝聚出来的神女将军虚影 这次的要暗淡一些 但对于山本仙人的四十个士兵来说 已经是如同天威一般 这 这 这 怎么可能 山本仙人瞳孔一阵 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这十个已经被他视为盘中参的玄女军 居然能够爆发出如此恐怖的威势 他们不是才十个人吗 怎么可能 然而 玄女军自然不会回答他心中的疑问 弥漫在四周的恐怖威势 让山本仙人的士兵们全部愣在了原地 像是身上背负着一块万金巨石 让他们动弹不得 哼 玄女军齐声大喝道 恐怖的灵力 血卷着气流 爆发出无比震撼的力量 顿时狂风大作 紧接着 神女将军也高举起手中的长枪 猛地朝着那四十位士兵刺去 哄 一道耀眼无比的光芒 瞬间将那四十人吞噬 恐怖的余波气浪爆发出来 直接将山本仙人 给震飞了数十米远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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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是怎么回事 山本仙人大惊失色 连滚带爬地冲向了那道光门 钻了进去 光门关闭 与此同时 另外四道传送门 则是又重新打开了 呼呼呼 十位玄女军粗喘着气 刚刚那一击 可谓是聚集了他们全身的灵力 原本他们以为 敌人人多势众 十分强大 因此直接使出了权力 结果 好吧 他们这是高估这群小鬼子了 就这群乌合之众 十位玄女军 哪怕只用一成灵力 也能够轻易剿灭 第六十七章 既然你要当罕见 那我可就留不得你了 随即 一位玄女军连忙回到领地 向九天玄女通报 九天玄女眉头紧皱 绝美的脸上满是震怒之色 你连忙去兵营里 再调五十名姐妹 去镇守领地巢穴 绝对不能让这群小人有机可乘 是 那名玄女军便退了下去 九天玄女小心翼翼地 走到陈楚人的房间门口 抬起手刚想要敲门 可是御守却停了下来 算了 领主大人都已经睡了 我还是不要去打扰领主大人了 九天玄女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他决定亲自去镇守 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山本县人连滚带爬地 回到自己的领地 破驱传送符也失去了功效 传送门立刻便关闭了 呼呼呼 山本县人粗喘着气 额头满是汗水 一惊也全部都被汗水淋湿了 一想到刚刚面对的恐怖威势 山本县人浑身都是一阵后怕 他感觉 但凡当时离那四十个兵种近一点 自己就已经死在了那十个美人枪下 长得这么美 居然还这么强 山本县人心中很是震惊 他第一眼看到玄女军的时候 还以为这是陈楚人 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私兵 并不是什么战斗力强大的兵种 结果 好吗 不仅仅是外貌让他震惊 实力更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意料 山本县人心中一阵后怕 心想这陈楚人 究竟是怎么弄到这样的一支兵种 不仅仅外貌动人 实力还如此恐怖 不行 这样的家伙 必须要尽早铲除 不然的话 迟早会成为我们樱花帝国的心腹大患 山本县人恶狠狠地说道 他连自己战死的兵种都还没有复活 就连忙联系起了不知火香 然而此刻 不知火香还在领主府里夜夜声歌 一直到第二天一早 不知火香才慵懒地从两个怀抱当中醒来 看了看凌乱无比的房间 不知火香轻轻舔了舔手指尖 脸上还一副回味无穷的模样 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熬战呢 不知火香慵懒地抬起 他那天鹅般的预警 撩了撩头发 紧接着 不知火香扭动起身子 还想要趁着清晨的硬起 再来大战一场 嗯 山本给我发消息了 不知火香这才注意到 山本县人发来的消息 点进去一看 顿时眉头紧锁 原本愉悦的心情 瞬间被冲散得一干二净 什么 山本县人的四十个流川武士 居然还打不过对方十个女命 废物 废物 亏我还给他弄来了破区传送服 和传送禁止服 不知火香的胸口不断欺负 心中满是震怒 他为山本县人准备了这么多 结果却大半归 这让他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 不知火香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心情稍稍冷静了一些 山本县人的两只流川武士 也都是A级兵种 就算陈楚人作为首领 资源更多 发展更快 也不可能靠十个人 就直接秒杀了四十个流川武士 这个陈楚人 果然很不简单 不知火香的眼睛里 闪过一丝凝重和狠辣 但是 一想到那座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不知火香心中就十分着急 时间拖得越久 那座领地巢穴里 产出的森林之子兵种也就越多 对洪荒战区的增议也就越大 这样一来 对他们也就越不利 不行 必须得阻止他 不能让洪荒战区发展起来 不知火香恶狠狠地说道 死死地攥住拳头 随即 他想起了什么 眼珠子一转 心里开始盘算起来 首领争霸战 估计也快了 到时候 就能够趁此机会 一举铲除陈楚人这个心腹大患 不过 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 必须最大程度地 遏制陈楚人的发展 随即 不知火香便让山本县人派人 将那座森林之王领地巢穴的消息放了出去 甚至连坐标也都伪装了一番放出去 当然 肯定是要隐藏陈楚人 已经攻占了这座领地巢穴的消息 此时 陈楚人也得知了昨天半夜 有人攻击森林之王领地巢穴的事情 陈楚人眉头紧锁地 站在领地巢穴门口 崔莉 宁红叶 罗合成三人也都站在一旁 根据玄女军的描述 袭击者是那群樱花人 当然 也只有这群樱花人了 而且 这群家伙还是直接传送到了领地巢穴门口 显然 是得到了坐标的 陈楚人凝重地说道 听到这里 崔莉三人也是眉头紧皱 然后相互看了看 陈楚人 你的意思是 我们当中有内奸 崔莉问道 毕竟知道 这座领地巢穴的 就他们四个人 内奸是肯定有的 不过并不是在我们当中 陈楚人缓缓说道 罗合成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似乎想起了什么 对了 昨天不是有个人获得了招募兵种的奖励吗 难道是他 顿时 崔莉和宁红叶也想来起来 你是说苏浩 这 宁红叶皱起了眉头 虽然他一直以来都很讨厌苏浩 但他觉得 苏浩应该不会做出如此 丧尽天良的事情吧 但是转念一想 之前苏浩还无缘无故地对陈楚人使用讨伐令 受到了九天玄女的惩罚 由于心中怨恨的驱使 说不定 陈楚人嘴角轻轻往上一扬 然后点了点头 他可不像宁红叶这个傻白甜一样 苏浩牙字必报的本性 他是早就莫得一清二楚 再加上苏浩被九天玄女废了 成了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妖 这种人 心里是相当容易扭曲的 做出这种毫无人性的事情 也不是没有可能 苏浩 既然你要当罕见 那我便留不得你了 第六十八章 焦急的苏浩 苏浩 既然你要当罕见 那我便留不得你了 陈楚人恶狠狠地说道 眼睛里满是憎恶 这样吧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处理 你们这段时间 多注意一下战区里的防御 以免有人攻破战区结界 来攻击我们战区 陈楚人说道 每个战区和战区之间 都有着一层坚硬的结界 通常来说 这个结界距离战区边缘的领地 也都有着相当远的距离 但是随着领地的扩张 陈楚人担心 樱花战区迟早会找到 洪荒战区的结界 现在让崔莉儿他们盯着一点 没有坏处 行 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安排 崔莉儿几人点了点头 便通过传送门 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他们几人 将会安排人手去边界巡逻 随后 陈楚人开始思考了起来 显然 樱花战区一旦得知了 自己拥有森林之王的领地巢穴 绝对不可能会坐以待毙 他们一定会在想方设法地去破坏 这一次 他们失败了 之后 恐怕还会想其他办法的 而且 因为九个樱花战区 围堵洪荒战区 战区里恐怕也有一少部分人 意志不坚定 樱花人肯定会想办法 去和这些人联络 陈楚人想了想 觉得 这是一个铲除内部老鼠屎的 一个绝好时机 不过 这里面的细节 还是得好好计划一下 免得到时候翻车 陈楚人还是喜欢稳妥一些 随后 陈楚人清点了一下 最近清扫怪物获得的战利品里面 有没有什么能用的 嗯 这个真视之眼 应该有用 陈楚人难难道 翻到了一个真视之眼的建造图纸 真视之眼放置后 会处于隐形状态 并且可以无死角的 实时监控方圆一公里内的范围 这玩意儿的建造材料消耗还不小吗 陈楚人一次性建造了十个 把其中八个 全部都安置在了领地八方 至于剩下的两个 陈楚人叫来了几个草头军 让他们晚上的时候 偷偷放置到苏浩的领地附近 一来是监视苏浩的动向 看谈他会不会还要搞破坏 另一方面 陈楚人担心 苏浩会主动让樱花人 通过他的领地 进入洪荒战区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陈楚人也好 提前做好准备 几天之后 陈楚人依然按照之前的规矩 将森林之子的兵种 分发了下去 看到这几人领到了奖励 原本不少人还有所怀疑 现在深信不疑了 而且得知奖励的 还是B级兵种森林之子 众人更是发了风势地 去扩建领地 发展领地 来提升自己的战区贡献点 陈楚人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是十分高兴的 当然 这并不代表 他忘记了潜在的威胁 事实上 这些天他可做了不少的准备了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遍 苏浩这几天下来 一直都是心惊胆战的 都已经有好几个人得到奖励了 现在暴露坐标 就算陈楚人有 所怀疑 也不会有证据指向我 苏浩难难道 随后立刻给不知火箱发消息 不知火箱小姐 你们现在可以动手了 之前他把坐标 发给了不知火箱 是为了以此 来得到不知火箱的信任 不过他也特意说了 让他过一段时间再去破坏 免得让自己暴露 然而苏浩不知道的是 不知火箱 压根就没有在意苏浩的话 说到底 苏浩的暴不暴露 跟他都没有任何关系 他甚至巴不得这些大下人 全部自己打自己 他在一旁看戏呢 哦 我早就已经派人去袭击过了 不知火箱冷冷地回到 看到他的回信 苏浩顿时瞳孔一震 什么 不知火箱小姐 我不是之前一早就说过了吗 让你们过一段时间再行动 你们这样 我不是就彻底暴露了吗 苏浩顿时急了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群樱花人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一刻 苏浩真的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该去投靠这些樱花人的 现在陈主人肯定早就知道 自己已经投靠了樱花人 之所以还没有对自己动手 恐怕是在背后 憋着什么坏水呢 完蛋了 完蛋了 苏浩现在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原本想的是 暗中投靠樱花人 帮助他们彻底击败洪荒战区 到时候 陈主人也只能选择成为 樱花战区的附庸战区 等到了那个时候 自己说不定还能替代陈主人 成为新的战区首领 可是 这些都是很后面的事情了事 结果现在倒好 自己刚准备当卧底呢 就直接暴露了 这还玩个屁呀 苏浩 我警告你 注意一下和我说话的态度 不知火箱明显有些生气了 苏浩咽了咽口水 不知火小姐 你们这样让我很难做呀 要不 你能不能弄个领地搬迁令 让我去你们战区吧 缩好也没办法 事已至此 他心里即便再愤怒 也只能对不知火箱低声下气了 因为陈主人这边 肯定已经是彻底没戏了 他只能希望 不知火箱现在愿意拉自己一把 搬迁令 这个可不是什么寻常的道具啊 哪怕是我 也不一定能够拿得出来啊 领地搬迁令 使用之后 可以让领地搬迁到 同位面内的其他战区里 不过 需要对方战区首领的同意才行 这个道具 可是相当的昂贵 不然的话 缩好早就自己想办法去弄了 整个位面里 恐怕也就只有不知火箱 才能够弄到领地搬迁令 可是 不知火箱小姐 这次毕竟是因为你们的失误 让我提前暴露了 我再继续待在洪荒战区 那是相当危险啊 毕竟我也是帮助了你们 你们总得保证我的安全吧 我们当然会保证你的安全 不过 搬迁令暂时未弄不到 不过 只要你听我的命令行事 我肯定会尽快帮你弄到搬迁令 可是 我现在已经暴露了 陈楚人肯定 你放心 既然他没有第一时间对你动手 那这后面应该 也不会轻易对你动手的 这 好吧 不知火箱躺在床上 瞧着二郎腿 那双洁白如玉枝 没有一丝坠肉的修长双腿 轻轻地晃了晃 让人看了 恐怕瞬间就被吸引的神魂颠倒 哼 看来这陈楚人还想放长线钓大鱼呢 不过也好 就让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哈哈 不知火箱放肆地大笑起来 第69章 兵种技能学习塔 蓝星 大夏 万族战场总局 最高会议室当中 怎么样 樱花那边给了恢复吗 给了 他们说可以 这是他们给的条件 一个年轻的研究员 把一长串的清单递到了一个年迈老人的面前 韩老 请过目 那个年轻研究员 有些颤抖地说道 韩老仔细一看 眉头越皱越深 可恶 这群贪婪的樱花人 顿时 韩老怒斥一声 重重地把那张清单拍在了桌子上 随即 其他几人也纷纷将清单抢过去看了看 看完之后 所有人都无比气愤 胡子都要吹起来了 这群樱花人 还真是坐地起价 这么多珍贵的材料 我们怎么可能会给他们 就是 这群樱花人 真是妄想回复他们 这些东西想都不要想 至少减半才有谈的机会 一时间 其他几位也是 无比愤怒 如果不是碍于身份休养 他们早就想破口大骂了 小李 你通知樱花那边 告诉他们 我们已经摆出了我们的诚意 希望他们也能够拿出诚意 韩老缓缓说道 然后掐了掐额头 可是 那名年轻研究员 有些迟疑 怎么了 樱花那边说 如果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条件 那么就不用回复他们了 他们说 没得伤了 顿时 所有人的脸色都阴沉了下来 会议时陷入了死寂 那名年轻的研究员 也是一阵紧张 都不敢大声喘气 半晌 韩老才缓缓抬起头 环视了一圈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了 其他人一听 纷纷迟疑了起来 可是韩老 这次樱花人摆明了 是狮子大开口 我们也要 是啊 这些东西的价值 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战区的价值 我们这样 他们心里都不是很赞同这个选择 围坐在会议室里的这几个人 全都是大下话语权 最大的那一小批人 对于他们来说 洪荒战区里的那些人 都不是什么非就不可的 哪怕是洪荒战区里 背景最大的催灵 他背后的势力 跟这个会议里的几位大佬相比 都像是蚂蚁和大象的差距 你们这是什么话 那可是十几万人 十几万 我们大下人 怎么可以放弃 顿时 韩老怒了 他怒气冲冲地看着这些人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的话 这些人已经被千刀万剐了 韩老 您别激动 这 他们也只是一时被樱花人的贪婪给惹怒了 您别放在心上 另外几个人连忙出来打圆场 韩老身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不断起伏的胸口 他自己也知道 年纪大了 不能太激动 但是刚才那两人的一番话 着实是让他无比愤怒 先前的话 我不希望再听到第二次 随后 韩老示意一旁的那个年轻研究员过来 你现在就回复樱花国 这些条件 我们可以答应 让他们赶快落实转移战区的事情 是 那名研究员连忙小跑了出去 韩老瞥了一眼那两人 冷哼了一声 随即甩了甩袖子 一把蹭起身离开 八蜀省 蜀多 此刻 不少人也都陆续得知了 洪荒战区的情况 洪荒战区那些领主的家人们 无意不是担忧万分 就连崔莉儿的父亲崔省长 也都焦急万分 洪荒战区的事情 一开始京城那边是故意压了下来 就是为了不引起恐慌 而昨天 消息才逐渐撒播出来 不过崔省长 则是几天前就得到了消息 这段时间 他一直在想尽办法 去弄一张跨卫面领地搬迁卡 普通的领地搬迁卡 只能在同位面里转移 但是洪荒战区所在的位面当中 另外九个战区 全是樱花战区 他更不可能让自己女儿 跑到樱花战区里 那不是洋入虎口吗 普通的领地搬迁卡 他散尽家财 找尽关系 或许还能够勉强 弄到一张普通的领地搬迁卡 但是跨位面的领地搬迁卡 他是真的弄不到 他的阶级层次摆在那里 跨位面的领地搬迁卡 不是他这个层次的人 能够接触到的 唉 看来只能够去找他了 崔省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拨打了那个埋藏 在心里的号码 嘟嘟嘟 喂 是你 万族战场 斩 伴随着杨俭的一声大喝 身躯如小山一般的怪物 轰然倒地 恭喜 您的英雄杨俭 击杀了一头三十妖领袖 获得三万经验 兵种技能塔建造图纸成衣 顿时 陈楚人瞳孔一阵 心中大喜 原本陈楚人 还因为随着英雄和兵种等级的提升 导致升级速度越来越慢了 而感到焦虑 现在心中的烦闷 瞬间被一扫而空 所有的兵种突破到十级之后 便能够解锁一项特殊的功能 技能学习 不过每个兵种所能够学习的技能 都是不同的 比如说 一个D级兵种 所能够学习的技能 可能就一个强化 或者狂暴这种 而一个A级兵种 则就能够学习好几种技能 而且还有某些特殊的强大技能 而陈楚人的两只SSS级兵种 那能够学习的技能 肯定也是相当强大的 陈楚人连忙回到领地 建造了兵种技能学习塔 并直接升到了二级 然后 陈楚人打开了面板 玄女军目前能够学习的技能 有四种 除了两个比较基础的强化 急速以外 有两个专属技能 神女心法 玄天九枪 而草头军也是一样 两个普通技能 两个专属技能 百战不灭 幻世无形 PS 求点打赏和好评吧 同桌我快 吃不起饭了 第七十章 BOSS朝学 陈楚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这些技能光听起来就十分厉害 不过想要学习 得花费不少的时间和资源 目前 兵种技能学习塔 一次性能够容纳一百名士兵 而技能学习所需要的时间 也是不同的 一般来说 越高级的技能 所花费的时间也就越多 但另外一方面 这也是 要看士兵们自己的悟性 悟性 这个是和兵种的品质没有关系 甚至同一个兵种里的士兵 他们的悟性 也都是参差不齐 比如一个D级兵种里 可能有一个士兵的悟性 比那些A级兵种的悟性还要高 陈楚人想了想 让学女军个草头军 各出50人 然后又分成两拨人 分别学习两个技能 这每天的消耗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陈楚人不禁有些肉疼 因为两只兵种 都是SSS级兵种 技能也都是最强的那批 每日的消耗 也要比正常的多很多 一天下来 就要将近花费十万领主币 果然 培养一支强大的军队 就是无比烧钱 陈楚人难难道 不过 要是学女军和草头军 他们的悟性好一些 能够缩短一些时间 也能够帮他节省不少钱 安排好进入兵种技能 学习塔的人选后 陈楚人再度带着大军外出扫荡 现在又多了一笔巨大的开销 陈楚人得更加卖力 赚钱才行 九天学女和杨茧 也是善解人意 更加卖力起来 虽然兵种人数少了一些 但总体的收益和效率 并没有因此衰减多少 不过就是对九天学女 和杨茧的消耗增加了一些 这段时间下来 经验储存器里的经验 也攒了不少了 陈楚人故意没有给草头军 和学女军用 再说了 这点经验 对他们也来说也是杯水车薪 半级都不够 但是对于民兵和铁匠来说 那可就很多了 陈楚人将经验加全 平均分给了民兵和铁匠 让他们直接升到了四级 因为陈楚人要早早地着手 准备升三本 这对基础材料的需求是巨大的 因此也需要提升民兵的等级 而铁匠 他们则也可以增加建筑的耐久 减少修补建筑的材料消耗 这样一来 可以最大程度上 加快陈楚人升三本的速度 这个消息 要是被别人知道了 恐怕又要掀起一阵阵惊叹 哪怕是现在 整个卫面十大战区里 都还有接近一半的人 没有升到二本呢 而陈楚人 已经开始准备升三本了 领帝升到三本之后 会有一个质的飞跃 在万族战场 有这样的一句话 三本之下接楼椅 不入三本中成空 因为在达到三本之后 领帝将会对领主自身进行反馈 主要表现在 随着英雄和兵种的提升 领主自己也会得到巨大的变化 将能够得到英雄一部分的力量 万族战场当中 那些强大的领主们 自身就已经拥有匹敌英雄的战斗力了 可以说 只有突破到了三本 才算是真正在万族战场 站立了脚跟 当然 这才是真正地踏上了 征战万界的旅途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座 特殊的怪物巢穴 这时 杨检突然说道 他们按照定向指南针上面 检测到的精英 及怪物巢穴前进 突然发现 前面有一股特殊的波动 陈楚人加快脚步前去一看 注意 前方发现BOSS巢穴 注意 前方发现BOSS巢穴 注意 前方发现BOSS巢穴 陈楚人一连收到了三次提示 怪物巢穴当中 有着一种极其特殊且强大的巢穴 BOSS巢穴 也被称之为副本 BOSS巢穴里 有着密密麻麻的普通怪物 然后会有几只中级怪物 最后 还有一只强大无比的BOSS怪物 就和打游戏一样 先是一堆小怪 然后小BOSS 最后打大BOSS通关 BOSS巢穴就十分类似 陈楚人大喜 没想到自己的运气还不错嘛 居然能够刷到BOSS巢穴 不过陈楚人并没有被兴奋冲昏头脑 首选还是得看一下BOSS巢穴的信息 暗月之邀BOSS巢穴 等级 30级 状态 未开启 开启时间 21-00-01-00 介绍 十分危险 请谨慎选择 没想到还有时间限制 必须得晚上9点才开 陈楚人有些意外 因为BOSS巢穴里的怪物不同 有些怪物自身的特性 可能会导致怪物巢穴的开启时间 有所限制 陈楚人心想 这什么暗月之妖 大概是只在半夜里才出没吧 这个点可能还在睡觉 所以 天道对他们有所保护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 现在才下午3点多 杨姐 把这个坐标记下来 我们9点再来吧 是 领主大人 随后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先绕开了这座BOSS巢穴 等晚上再过来 陈楚人心里 还是颇有些期待的 BOSS巢穴里 那些小怪 可都是一大波的经验啊 除此之外 那些小BOSS也不比其他的精英怪物领袖差 都还是可以爆出不少珍贵的材料 更何况 还有那个最后的大BOSS 这个BOSS级的怪物 可是能够爆出相当珍惜的材料 价值远远超过了前面所有小怪 和小BOSS爆出材料的价值之和 可以预见 一旦陈楚人把这个BOSS怪物巢穴的消息放出去 恐怕又会让那群樱花人有所动作 不过 这座BOSS怪物巢穴的等级 足足有28级 整个未免十个战区里 恐怕除了陈楚人 就没有人能够能够拿下了 就连那十多级的领地巢穴 都得好几个强大的领主联手 才能够攻占 更不要说更强大 等级更高的BOSS怪物巢穴了 希望晚上的收获 可别让我失望啊 陈楚人难难道 眼里满是期待 PS 哎 实习是真的累 大太阳下晒一天 帅哥们 以后大学选专业 尽量避免土木倒桥测量这种工程类专业 这些是真特么的牛马 第七十一章 暗月之妖 聂畜 休逃 九天玄女一声大喝 右手边的红铃瞬间化作了一道尖锐锋锋利的长剑 扑 一瞬间 不远处还想要逃顿的一只怪物瞬间倒地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击杀了一头恐狐领袖 获得两万七千点惊艳 天玲花种子乘十五 玄女君也将剩下的怪物清扫干净了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这时 崔灵突然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我们找到了一处新的战区节俭 紧接着 是一串坐标 陈楚人眉头一皱 开启传送权限 然后传动了过去 看样子 还是有必要修一座传动阵 陈楚人难难道 他每次使用首领权限来传送 都需要消耗不少的领主币 一来二去的 这个花销就十分大了 而修建一座传送阵 虽然一次性消耗不少的材料 但是修建了之后 都不会再有额外的消费了 长远来看 很明显 修建一座传送阵 要划算很多 一阵光芒闪烁 陈楚人便出现在了战区节节边上 崔灵眉头紧皱着 带着一对冲锋兵围在那里 见陈楚人来了 崔灵连忙小跑上来 怎么样 陈楚人问道 暂时还不知道对面是哪个战区 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 对面暂时还没有发现这个节节 崔灵说道 这样的话倒还好 陈楚人松了一口气 虽然陈楚人倒是不害怕樱花战区 但是几个樱花战区夹击起来 对于洪荒战区其他人来说 是相当危险的一件事 不过我们还是得注意 对面迟早会发现节节的 我们也需要做好准备 陈楚人说道 这是自然 崔灵点了点头 她心里也有些庆幸 这个节节刚刚离自己的领地最近 这样一来 她就可以及时派人驻守这里 要是其他领主遇上了 可不像她一样 能够分出多余的人手 如果需要支援的话 及时联系我 陈楚人说道 这时 陈楚人拿出了两枚真实之眼 交给了崔灵 这个给你 应该能够帮上忙 崔灵接过 翘脸上闪过一丝震惊 你运气这么好 这么早就刷出了真实之眼的建造图纸 崔灵说道 心想陈楚人的运气是不是有些太好了吧 什么好事都能碰到 怎么自己就没有这样的运气呢 哈哈 我的运气一向都比较好 陈楚人笑了笑 随后便带着九天玄女等人离开了 回到领地之后 陈楚人便在交易所里 使用首领权限 购买了传送镇的建造图纸 嘖嘖 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 陈楚人颇有几分肉疼 不过并没有犹豫 直接建造了一座传送镇 并升到了二级 然后 距离九点还有一段时间 陈楚人便回到领主府 调出了安置在苏浩领地周围的 珍视之眼的画面 画面显示 这几天 苏浩并没有什么异常 一大早出去扫荡怪物巢穴 晚上回来 每日如此 嘖嘖 这小子倒也是能够吻得起 陈楚人难难道 虽然陈楚人有些疑惑 为什么苏浩会蠢到 刚得到兵种奖励 就让樱花人来袭击 这不是明摆着告诉陈楚人 他已经投靠樱花人了吗 照理说 苏浩没有那么蠢才实 好几天的录像 要全部看完 还是很浪费时间的 陈楚人跳着看了看 忽然 陈楚人看到了什么 连忙到回去慢放 根据时间显示 就在昨天晚上 几个身影偷偷带进入了苏浩的领地 并且再也没有出来 而且第二天 苏浩也和没事人一样 继续扫荡怪物 嗯 陈楚人眉头一皱 心中有几分担忧和震怒 如果没猜错的话 那几道身影 恐怕是樱花人的兵种吧 估计苏浩是担心暴露之后自己的安危 特意让樱花人派人来保护自己 陈楚人倾笑一声 不懈地摇了摇头 陈楚人一开始就没有担心过苏浩会跑 因为领地搬迁令 可是相当珍贵的 就算不知火箱能够拿得出来 也不可能现在就给苏浩 但是陈楚人也想到一个问题 苏浩肯定是知道自己暴露了 樱花人也应该知道了 在这个时候 樱花人居然还会派出人手 来保护苏浩这个已经没有用的棋子吗 对于这些樱花人来说 苏浩终究是一族 如果没有利益关系 怎么可能白白浪费人力呢 看样子 这群樱花人肯定也猜到了 我会监视苏浩 故意用这种方式来迷惑我 陈楚人难难道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 估计过不了多久 樱花人就会故意弄出一些人 到苏浩那里 让自己以为 樱花人通过苏浩的领地 来攻击洪荒战区 然后自己被迫调转人手去防御 但是实际上 这只是樱花人故意放出来 吸引自己的注意力 他们的真实目标 应该是在其他地方 至于会是哪几个地方呢 陈楚人心里 也都大致能够猜到 不过 为了以防万一 陈楚人还是打算 增加对苏浩的监视 陈楚人又弄了几个真实之眼 交给两个草头军 让他们安置在苏浩领地周围 真实之眼放置好后 是隐形的 除非有着特殊的检测手段 不然是 无法探查到的 因此 有着真实之眼 可以省去了人工监视的 过了一会儿 陈楚人看了看时间 差不多快九点了 于是便让杨俭和九天玄女 整顿军队 然后通过传送阵 直接传送到了 BOSS巢穴门口 暗月之邀BOSS怪物巢穴 等级三十级 状态已开启 介绍 十分危险 请谨慎选择 巢穴的大门 也已经打开了 像是一个巨大的光门 陈楚人带着众人走了进去 杨俭和九天玄女 走在最前方开路 也顺便保护 陈楚人的安全 这个BOSS巢穴 是一个巨大的地下宫殿 陈楚人一进来 看看到四周围上来了 密密麻麻的怪物 酷似人性 但全身都是血红色的粘稠物 一双腰异腥腥红的瞳孔 在湖南的地下宫殿当中 显得是那么的阴森圣人 普通暗月之邀 等级 二十八级 这个BOSS巢穴的等级是三十级 不过普通小怪 只有二十八级 杨俭 玄女 速战速决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第七十二章 天玄果树 杨俭 玄女 速战速决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是 两人应声道 随即便化作了一道流光 直接冲了出去 杨俭率先挥舞出 焚天掩月刀 一道纵横数十米长的刀芒 瞬间斩下 哄 一声巨响 伴随着尘土飞扬 几十个暗月之妖 瞬间被击毙 紧接着 九天玄女也不甘落后 狱卒轻轻一点 整个曼妙的身体 轻盈一跃 星月神话 刹那之间 四周仿佛出现了一颗颗闪烁的星辰 绚烂无比 然而 在这绚烂当中 蕴含的是 无尽的杀意 嗖嗖嗖 九天玄女身后的红铃 瞬间暴射而出 化作了一根根锋利无比的刀刃 扑扑扑扑 又是几十名暗月之妖 倒地死亡 然而即便如此 四周依旧涌来了密密麻麻的暗月之妖 他们张牙舞爪着 丝毫没有注意到脚下同伴的尸体 怎么感觉这群暗月之妖 没有什么灵智呢 陈楚仁觉得有些疑惑 哼 哼 玄女军也和草头军 也七七冲了出去 气势凝聚 军魂显现 在他们凌厉的攻击下 周围的暗月之妖 不断地被清扫 轰轰轰 一批又一批的暗月之妖倒下了 紧接着 又是一批批暗月之妖 前扑后继 陈楚仁真感觉自己 像是在玩某种 击杀丧尸的闯关模式 这些暗月之妖 怎么这么多 而且一个个 都好像没有神志 跟疯了一样地冲上来 要不是脑海里 一直有着击杀怪物 获得的经验提示 陈楚仁估计都无聊地要睡着了 虽然这个过程是相当枯燥的 但因为这些暗月之妖的数量 就没有停过 导致短短的几十分钟下来 积累的经验 就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 陈楚仁心里也是一喜 照这个速度 再来个十分钟 杨茧 玄女跟两只兵种 都能够突破到十一级了 然而事与愿违 暗月之妖渐渐被清扫完了 没了吗 陈楚仁看着四周密密麻麻的尸体 心里微微有些小失落 可惜 距离升级还是差了一些 这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通道 杨茧和九天玄女 率先走了进去 一脸警惕 小心翼翼地 感知着四周的情况 一有不对 他们就会立刻回到陈楚仁身边 将她护住 很快 众人通过了这个宽敞的通道 进入了另外一间石室 说是石室恐怕也不太妥当 因为这个石室 足足有蓝星好几个体育场那么大 然而这都没什么 最让陈楚仁感到震撼的 是躺在石室中央的 那小山般的躯体 外表和之前的那些暗月之妖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就是小boss了 死 小boss暗月之妖猛地睁开眼 张开满是鲜血的大口 朝着陈楚仁等人低声嘶吼 暗月之妖领袖 等级 三十二 技能 血之沼泽 触手缠绕 介绍 有技能的怪物 不用多说了 陈楚仁也是心里一惊 这还是到目前为止 他看到过第一个拥有技能的怪物 而且还是有两个 这种怪物是相当特殊的 它是可以和领主签订契约 成为英雄的 而且 这不会占据领主原本的英雄位 所以 这种特殊的怪物 可谓是相当的抢手 一旦陈楚仁把消息放了出去 恐怕又会掀起一阵腥风血雨 不过 一般来说 这种怪物 是相当难以签订契约 成为英雄的 一来 暗月之妖的智慧太低 几乎全凭本能形式 很难沟通 一旦打起来 就是不怕死的 很难签订契约 二来 就算勉强签订了契约 暗月之妖 也充满了危险性 说不定那天半夜发疯 就直接冲进领主房间 把领主给吃了 领主一死 他也会死亡 但是暗月之妖 根本也不会意识到 这个问题 毕竟他的智慧程度 太低了 陈楚人也自然是 看不上这暗月之妖的 这个暗月之妖 就算勉强签订了契约 也才只是C级英雄 而且 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对于陈楚人来说 风险和收益 并不成正比 速战速决 陈楚人缓缓说道 得到陈楚人的命令 杨茧和九天玄女 便瞬间冲了出去 好 暗月之妖 勃然大怒 看着眼前 这两个蚂蚁般的身影 居然敢主动冲上来 心里顿时生起了怒气 他立刻使用了技能 血之沼泽 顿时 四周涌出了一滩滩浓浓的血水 整个时势里 瞬间充满了恶心的血腥味 而且那些血水当中 还不断冒着泡 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努力钻出来一样 可以预见 一旦被这些血水给沾上 恐怕就不能够轻易脱身了 然而 这些东西 对于杨茧和九天玄女来说 不过而 披衫 杨茧率先腾空一跃 高举起手中的焚天眼月刀 刹那之间 一道红色光芒 照耀了整个时势 紧接着 磅礴浩瀚的灵力 以他为中心凝聚 气势瞬间攀升到了极点 斩 杨茧大喝一声 一刀砍下 一道数十米长的刀芒 暴射而出 如果不是在地下宫殿里 恐怕连天地都要暗淡失色 暗月之妖见状 瞳孔猛的一缩 此刻 在他眼里 那原本渺小的身影 仿佛变得不可直视了一般 自己才是那个蝼蚁 暗月之妖 心底瞬间涌出了恐惧 这是他从未有过的情绪 然而 还没等他做出任何反应 那道斜卷一切 充满毁灭气息的刀芒 就将他吞噬了 哄 一声巨响 暗月之妖 那庞大的身躯 瞬间四分五裂 随后 一股灵力的能量 将暗月之妖的区块包裹 然后直接粉碎成灰幕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显胜真君 击杀了一头暗月之妖领袖 获得四万点经验 天玄果树种子乘五 天玄土壤成十单位 陈楚人一喜 这天玄果树 可是相当珍贵的 它结出的天玄果 能够让英雄和领主的体质 大幅度增强 更重要的 可以用来提升领主的物性 可以说 这比其他提升英雄兵种的材料 还要珍贵许多 不过天玄果树的种植条件 也相当苛刻 只有天玄土壤上 才能够种植 不过还在自己运气还不错 配套的天玄土壤也给了 还算够意思 第七十三章 暗月古刀 击败完那只小包后 又是一波怪物巢 花了几十分钟 才扫荡干净 不过 经验是海量的 直接让两只兵种 纷纷突破到了十一级 要知道 随着等级提升 想要升级 就愈发的困难 即便是有着定向指南针 能够快速找到精英级怪物巢学 十多天都不一定能够升一级了 每升一级 下一级所需要的经验 都会成倍增加 清理完一波小怪之后 便又是一个小boss 暗月之灵 等级 33级 技能 血月杀 暗月血爪 触手缠绕 介绍 暗月之妖的变异体 更加强大 三个技能的含金量 也不用多说了 暗月之灵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皱 暗月之妖 在各版的教材当中 都有提到 不过侧重不同 不如鲁教版 人教版琢磨较多 介绍详细 还是考试的一大重点 而鼠教版这些教材 就只是一笔带过 但是 所有教材都没有提到过 暗月之妖 还有编译体 因此 陈楚人也慎重起来 面对未知的东西 必须要打起 十二分的谨慎 陈楚人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暗月之灵的外表 大小体型 和那些普通的暗月之妖 差不多大 但是体表的血色 更加暗沉 看起来更具一股 恐怖邪恶的气息 除此之外 两只手臂旁边 还刺出了一道 不知道什么东西 构成的尖锐物 看起来十分的锋利 而且 他那一双新红的毛子 更加妖艺无比 虽然这个暗月之灵 跟先前那个小boss相比 就跟一个蚂蚁一样 但是陈楚人能够清晰地感知到 这个暗月之灵 还要更加强大几分 你们小心一些 陈楚人叮嘱道 他道 不是对杨俭和九天玄女的实力 有所怀疑 只是因为 这头暗月之灵是未知的 陈楚人觉得 需要多多小心 谨慎一些为好 明白 杨俭和玄女点了点头 便上前和那头暗月之灵对峙 真君 先前让你抢了先 这次可得把这头怪物留给我 九天玄女缓缓说道 自从杨俭到来之后 向来淡漠的她 居然也开始有了攀比之心 主要是 杨俭的功伐之力 的确在她之上 这段时间 自家领主大人 似乎都越来越依赖杨俭了 大小战士总是会优先交给杨俭 这让九天玄女产生了危机感 自己可是最先来的 可不能被领主大人冷落了 于是 九天玄女也想趁这次机会 好好地表现一下 那好 不过玄女大人也万事小心 杨俭点了点头 她倒是也没有想那么多 多谢 九天玄女轻声道 随即狱卒轻轻一点 整个曼妙的身体 轻拧而起 划过了一道优美的弧线 喉 暗月之灵妖异的瞳孔之中 闪过几丝异样的光芒 双臂上的利刃猛的一缩 寒光乍现 紧接着 暗月之妖猛的一跃 身体化作了一道黑红的流光 朝着九天玄女直冲而去 哼 萧小鼠败 九天玄女眼神一冷 右手猛的一抬 身后的红铃瞬间暴射而出 破 速度之快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便刺穿了暗月之灵的胸膛 九天玄女嘴角轻轻上扬 露出了几分欣喜 然而此时 陈楚人却是缓缓皱起了眉头 因为她并没有得到 暗月之灵被击杀的提示音 玄女 小心 陈楚人连忙提醒道 听到陈楚人的话 九天玄女也是立马反应了过来 奇怪 这怪物居然还没死 九天玄女这才感知到 那暗月之灵的气息 虽然变得十分微弱了 但是并没有完全消散 哼 忽然 一声低吼从四面八方传来 原本偌大的时事四周溢出了一滩滩浓血 散发着阵阵恶丑 紧接着 那些浓血仿佛有着灵性一样 快速涌进了暗月之灵的身体 两秒之后 暗月之灵的胸口缝合了 她的身躯也变大了 足足有好几倍 背后又长出了好几根尖锐的粒子 面部更加猙獰 身体上的浓血也越来越多 然后还时不时地往下滴 就像是一个刚从水里爬起来的一样 只不过 她身上滴的是血罢了 玄女 立刻解决她 陈楚人连忙说道 虽然她也不清楚 暗月之灵这是什么情况 但毫无疑问的是 暗月之灵的变化 会让她的实力得到增强 保险起见 必须得打断她的变化 九天玄女得到命令 也是反应了过来 或许是因为这几天过于焦虑了 导致她有些心神不宁的 今天的战斗 才会出现了这种低级错误 九天玄女也意识到了 心想回去得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 紧接着 九天玄女立刻运转起全身的灵力 身上缠绕的红铃飘舞起来 仿佛迎着一阵狂风盘 星月神话 九天玄女大喝一声 灵力巨线 一颗颗耀眼的星辰凝聚 紧接着 在九天玄女的指引下 迅速化作了一颗颗陨石 朝着暗月之灵杂取 顿时 整个时事里都充满了毁灭的气息 暗月之灵 完全凭本能的使出技能 四周的浓血 化作的一滩滩沼泽 瞬间回笼 然后形成了一层尖锐的利刃 覆盖在双臂上 血月杀 无数利刃 瞬间朝向九天玄女 然后暗月之灵爆发出相当恐怖的速度 朝着九天玄女刺取 轰轰轰 一声声巨响 暗月之灵被一颗颗陨石击中 实力差距太大了 直接被九天玄女这一招给秒杀了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暗月之灵 获得四万两千点经验 暗月鼓刀乘一 暗月鼓刀 使用后可以召唤出一头暗月之灵 根据灵力注入不同 召唤的暗月之灵存在时间也不同 这玩意儿也不错 因为召唤出来的暗月之灵 是万万全全受自己控制的 可以说 除了要消耗灵力召唤外 相比于契约暗月之灵为英雄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第七十四章 最终BOSS 暗月妖王 收拾完之后 陈楚人等人继续前进 不出所料 又是一波的普通暗月之灵的怪物潮 花了几十分钟 才清扫干净 这个时候 万灵之拳的作用 又一次显露无遗 这些怪物 虽然对于两只SSS 级兵种来说十分弱小 但奈何数量实在是源源不绝 没有万灵之拳的话 众人的灵力 早就消耗殆尽了 终于 最后的一个通道打开了 陈楚人有种预感 这应该就是最后了 众人小心翼翼地穿过通道 一座巨大的地下宫殿 映入眼帘 愚蠢的人族 居然敢擅闯我的领地 一道威严 又有些阴森的声音 从四面八方响起 陈楚人定睛一看 正前方缓缓走出了一道身影 看体型和自己好像差不多 暗月之妖王 等级 三十五级 技能 妖灵召唤 血月沼泽 暗月领域 介绍 暗月之妖的王 于血月之中诞生 即万物血气为一体的强大存在 说实话 如果光看体型的话 这个暗月之妖王 和前面的普通小怪差不多 远远不如前面的那个小boss 但是 这暗月之妖王所散发出来的气势 如一座大山般 笼罩在所有人上空 这股气势 是前面的所有怪物 都无法比拟的 陈楚人 瞳孔微微一缩 不得不说 这头暗月之妖王 是陈楚人目前为止 所遇到过最强大的怪物了 杨姐 玄女 就交给你们了 陈楚人缓缓说道 是 言罢 两人瞬间冲了出去 结结结结 真是愚蠢的人类呢 也罢 既然你们想要来送死 那就化作我的养料吧 暗月之妖王脸上 挂着一副阴森圣人的笑容 身上披着一件暗红色的袍子 一根根圣人的鼓爪 在绣袍里若隐若现 也愈发的阴森圣人 让人不寒而栗 他脸上的表情 看起来颇为兴奋 丝毫没有因为自己的手下 被涂露干净而感到愤怒 只要他有足够的血气 就能够源源不断地 制造出暗月之妖 至于陈楚人 遇到的那两个小boss 也只是需要的血气多一点 制造的时间长一点罢了 而且 暗月之妖王能够感知到 眼前的这两名英雄的气血 十分强大 只要他能够吞噬这两人 恐怕实力 还能够得到一个恐怖的提升 暗月之妖王 下意识地舔了舔嘴唇 脸上的兴奋之色 愈发浓郁了 他已经被卡在这个等级很久了 迫切地想要提升自己 如今这么好的机会放在眼前 心情自然是相当激动的 当然 他也从来没有想过 眼前的这两个人类 实力会在他之上 因为他也感知到了 杨俭和玄女的气血异常强大 不过等级却只有十级 啊 聂处 休要张狂 杨俭见到暗月妖王的模样 心中自然是无比厌恶的 手心紧紧地攥住了坟天眼月刀 想要立马一刀劈过去 体内的灵力 也如浪涛一般汹涌澎湃 随时准备倾泻而出 不过 他并没有轻举妄动 这头暗月妖王的气息 也是相当强大 杨俭向来比较谨慎 真君 那我就去打探一下 这头畜生的实力 九天玄女说道 不过 有了先前的教训 九天玄女也知道 不能够轻敌 因此 哪怕是面对如此低劣的畜生 九天玄女依旧拿出了十二分的注意 姐姐 真是有趣 不知道是谁给你们的勇气 让只有十级的你们来挑战我 暗月妖王得意地笑着 随后猛地抬起双掌 脚下瞬间蔓延出了一滩血水 然后浓血当中 突然刺出了一根根触手 这就是先前那两个小boss的技能 触手缠绕 而暗月妖王的技能简介里 并没有提到这个技能 这就说明 对于暗月妖王来说 已经只是普通攻击了 破 九天玄女玉手猛的一台 灵力在掌心凝聚 瞬间化作一道冲击波射了出去 将那一根根触手 尽数击落 九天玄女觉得 这些东西实在是太恶心了 不想再把自己的红灵给弄脏了 紧接着 九天玄女体内的灵力 尽数狂涌起来 狱卒轻轻一台 狱警微扬 曼妙的郊区再次飞了起来 九天乱舞 刹那之间 整个地下宫殿里的气流 都变得无比凌乱起来 所有的灵力 都被九天玄女给同质化了 变成了淡淡的粉色 看起来有几分美闻美奂 但其中却蕴含了恐怖的能量 哼 九天玄女大喝一声 随即将四周的灵气尽数压缩 然后再猛地释放了出去 就像一根弹簧被压缩到了极点 所释放出了数十倍的力量 哄 一声巨响 恐怖的能量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冲击波 直接吞噬了暗月妖王 速度之快 让它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怎么可能 它不是才十级吗 为什么会这么强 暗月妖王心中无比震撼 又无比疑惑 震撼的是 九天玄女所释放出来的攻击 让它根本生不出一丝反抗的心思 也是力量差距实在是太悬殊了 就是一只兔子落到了一头狮子嘴下 哪里还有反抗的余地呢 可是暗月妖王无比不解 自己可是三十多级啊 对面这女人不是才十级吗 为什么 明明比自己低了二十多级 却拥有着足以秒杀自己的力量 然而很快 暗月妖王的意识便迅速模糊了 在恐怖的冲击波下 她的身体直接被淹灭了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 看起来 九天玄女击杀暗月妖王 比先前的那个小boss还要轻松一些 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 一开始 九天玄女着急着要展现自己的力量 一时大意 而这一次 九天玄女明显谨慎了很多 一上来便没有保留多少灵力 因此 便直接秒杀了暗月妖王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击杀了一头暗月妖王 获得五万点经验 暗月之符乘一 终极强化石成石 暗月之符 陈楚人下意识地喃喃道 然后查看了起来 暗月之符 使用之后 周围环境将会变为暗月世界 召唤出大量的暗月之妖 建议和暗月鼓刀配合使用 陈楚人点了点头 这个倒也有用 另外 这次还爆出了十个终极强化石 这还是陈楚人第一次得到终极强化石 之前的这段时间里 只拿到了一些普通强化石和初级强化石 第75章 陷入危机的宁红叶 随即 清点完之后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回到了领地 此时已经停晚了 陈楚人把之前得到的天玄土壤和天玄果树种子 交给了几个职守的民兵 便让众人休息了 天玄果树从发芽到开花道结果 这个过程也是比较长的 即便是陈楚人各个称号和其他的加成效果 估计也得花上不少时间 第二天一早 陈楚人收到一个有些意外的好消息 那就是兵种技能学习塔里的那一百人 已经成功领悟了新技能 陈楚人大喜过望 这才多久 一般来说 按照SSS及兵种的技能学习 难度来说 怎么也得七八天吧 显然 草头军和玄女军的平均悟性 是相当恐怖的 不愧是神话输出品的 就是厉害 陈楚人心里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老实说 陈楚人觉得自己的英雄和兵种 恐怕不仅仅只是SSS级那么简单 其他的那些SSS级英雄和兵种 他们之所以是SSS级 是因为他们只有这个水平 而杨简 九天玄女 还有草头军和玄女军 他们之所以是SSS级 是因为最高只有SSS级 想到这里 陈楚人心里又是有些激动 不错不错 陈楚人美滋滋地想着 既然这批士兵已经学习完了技能 陈楚人便将他们换下 如此再轮换个几次 两只兵种便可以将那两个强大的技能学习完了 这样一来 两只兵种的战斗力又要提升好几个档次 以一敌百都是轻轻松松 兵种之间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兵种整体之间 而单体之间的差距其实并不是特别大 但是对于玄女军和草头军来说 他们和其他兵种之间整体差距很大 单体差距更大 几乎是可以匹敌一些品质较低的英雄了 这时 陈楚人突然收到了一条紧急消息 嗯 陈楚人连忙打开一看 是宁红叶发来的求救信号 这妮子遇上什么危险了 陈楚人脸色颇有几分紧张 连忙锁定了宁红叶的坐标 然后带着杨简 九天玄女和一部分士兵传送了过去 画面一转 陈楚人等人来到了一座巨大的沼泽地当中 嗯 陈楚人眉头一皱 因为他感觉这片空间似乎有点问题 而且 他仔细地观察了四周 并没有发现宁红叶的踪迹 但是他通过首领权限确定的 拟宁红叶的坐标就是在这里 不会有错的 领主大人 你看那边 这时 九天玄女指着前方的 一座枯树干说道 陈楚人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 沼泽怪boss怪物巢穴 等级 九级 介绍 沼泽怪的老巢 没想到这妮子运气这么好 居然又碰到了boss巢穴 陈楚人眉头一挑 心想 宁红叶的运气 是不是也有点太好了吧 先是一个领主巢穴 现在又是一个boss巢穴 这运气 陈楚人都有些羡慕了 不过 宁红叶居然冒冒失失地就跑进去了 这可就不应该啊 这妮子也真是心大 boss巢穴 比平常的怪物巢穴厉害很多 怎么就这么貌似呢 陈楚人不禁皱起眉头 颇有些生气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进入了这个boss巢穴 此时 沼泽怪boss巢穴当中 咕噜 密密麻麻的沼泽怪 拖着他们那粘稠的身躯 朝着宁红叶不断地靠近 此时 宁红叶的士兵们已经损耗殆尽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士兵战死了 这些怪物倒不是很强 但是奈何数量太多了 宁红叶的兵种 几乎已经耗尽了所有灵力 这才难以抵挡沼泽怪的攻击 纷纷战死 领主大人 我们掩护 您带着一小队人逃回去吧 宁红叶的英雄 万花精灵说道 一边运转灵力 用一片片刀刃般的绿叶 击杀了一头沼泽怪 宁红叶也没有犹豫 虽然他心里也十分不忍 但他也知道 英雄战死了 花费巨大代价 还是可以复活的 可他要是死了 那么整个领地里的 所有生物都会死 于是 春风精灵和万花精灵两人 不断地抵挡着 冲上来的沼泽怪 宁红叶则是带领着 剩下的十名士兵 朝着入口靠近 咕噜 然而事与愿违 又出现了一批沼泽怪 抵挡住了宁红叶的退路 可恶 宁红叶暗骂了一声 眉头紧皱 他心里无比焦急和后悔 当时就不应该贸然 进入这个boss巢穴的 咕噜 几只沼泽怪 猛地扑了上来 宁红叶的兵种 立刻冲了上来 两刀下去 沼泽怪便被击杀了 但士兵的体力和灵力 也都见底了 一个没反应过来 便被另外的一只 沼泽怪偷袭战死了 此时 万花精灵和春风精灵的灵力 也快见底了 他们也都被数十只 沼泽怪团团围住 看着宁红叶即将遭遇危险 他们也只能甘着急 咕噜 几只沼泽怪 朝着宁红叶猛扑了上去 宁红叶瞳孔一阵 一下子倒坐在地上 然后抬起手 闭上眼睛 这一下真的完蛋了 宁红叶心中开始哀鸣 早知道 他就不进这个boss巢穴了 他的大好年华 就这么葬送在这里 妈妈 爸爸 陈主人 宁红叶喃喃道 脑海里不断浮现出 几人的面庞 他想趁最后的时间 再仔细看一看几人的脸 So 突然 一根利剑直射而来 那个即将扑到 宁红叶脸上的沼泽怪应声倒地 嗯 宁红叶一愣 缓缓地放下挡在脸上的御手 睁开眼睛看了过去 只见一对整齐有序 气势磅礴的神射手兵种 立在通道口 士兵的最中央 站立着一道绝世俊美的身影 正是陈楚人 陈 陈楚人 PS 建了一个粉丝群 没有限制 帅哥们加加群吧 我也喜欢水群的 第76章 震惊的宁红叶 陈楚人 宁红叶大喜过望 激动的眼泪 都要流出来了 没事吧 陈楚人微微一笑 缓缓地走到宁红叶面前 没 没事 好吧 要是你晚来一秒 我可能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宁红叶一下子 直接扑到了陈楚人的怀里 激动地哭了起来 陈楚人眼角微微抽出了一下 有些不知所措 他感觉自己胸前的衣服 都被宁红叶给弄湿了 没事了 我来了 陈楚人缓缓说道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落到宁红叶里 如同一颗定心丸一般 嗯 宁红叶知宁一声 脑袋全部埋进了陈楚人的怀里 不然的话 陈楚人就能够看到 此刻宁红叶的翘脸 已经红到了极点 杨简 玄女 就交给你们了 陈楚人朝一旁的两名英雄说道 是 杨简和九天玄女 两人互视一眼 点了点头 便兵分两路 杨简直接冲向了万花精灵 和春风精灵那里 而九天玄女 则是带着人 清扫其余的沼泽怪 斩 杨简高举起焚天眼月刀 顿时 一道灼热如骄阳的刀芒 静直地披向了万花精灵两人身前 哄 一声巨响 恐怖的能量 瞬间将周围的沼泽怪击灭 万花精灵和春风精灵 目瞪口呆 他们也感知到了 这股力量有多么的强大 心中无比震撼 没事吧 杨简缓缓地走上前问道 没 没事 万花精灵和春风精灵愣了一下 看着走到面前那风神俊朗的身姿 顿时翘脸一红 两人羞涩地撇过脑袋 低了下去 似乎有些不敢 和杨简对视 杨简点了点头 并没有注意到两女的异样 便转过身朝自家灵主走去 这时 万花精灵和春风精灵两女才抬起头 目光直直地望着杨简的背影 美眸中一彩连连 美艳动人的脸上 隐隐露出了一副花痴模样 很快 这片沼泽怪便被九天玄女等人清扫干净了 前方出现了一个通道 陈楚人这才有时间询问起来 宁红叶 你怎么这么冒失 明知道是Boss巢穴 你还乱跑进来 陈楚人颇有些责怪的问道 刚才要不是他及时赶到 宁红叶可就要葬身在这里了 对 对不起 宁红叶低下头 像一个做错事的小孩子一样 我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看这个Boss巢穴的等级才八级 我以为凭借万花精灵 他们应该能应付的 没想到 这沼泽怪 居然有这么多 万花精灵他们的体力灵力 被消磨殆尽了 对 对不起 麻烦你大老远跑一趟来救我 宁红叶鼓起嘴 满脸歉意 陈楚人笑了笑 轻轻地摸了摸宁红叶的脑袋 行了 下回可别这么冒失了 陈楚人也不想责怪宁红叶什么 只是希望这次的教训 能够让宁红叶障点记性 在陈楚人眼里 宁红叶一直都有些小女生气 在这一点上 远远不如催灵儿成熟稳重 行了 那我们现在就去把这个Boss巢穴攻打下来吧 陈楚人看了看面前的通道 随后便带着众人走了过去 陈楚人 我们真要继续走下去吗 宁红叶怯生生地问道 他也清楚Boss巢穴的大致流程 几波小怪 两三个小Boss 最后是一个强大无比的大Boss 他连第一波小怪都没能打过 如何面对后面的怪物 因此 宁红叶不禁有些担忧 没事 陈楚人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一个八级的Boss巢穴 对于陈楚人来说 跟一群蚂蚁没什么区别 脚踩不死 那就再来一脚 宁红叶愣了一下 此刻 陈楚人的笑容在他眼里 仿佛变成了天空当中的那轮温暖的骄阳 一时间 宁红叶心里 还颇有些后怕的情绪 也稳定了下来 好 宁红叶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刻 他的心里暖洋洋的 整个人仿佛泡在了一汪温泉里 无比舒适惬意 他的心底 无比相信陈楚人 于是 接下来的十多分钟 陈楚人带领杨俭和九天玄女 轻轻松松地 将一波波小怪和小Boss清扫干净了 看着这一幕 宁红叶和他的两个英雄 以及残余的士兵 全部都目瞪口呆 原本他们觉得无比棘手的怪物 在杨俭等人手下 如同一块块豆腐一般 脆弱不堪 还有一点 他们发现 无论是杨俭和九天玄女 还是那草头君和玄女君 战斗起来 没有丝毫地节省灵力 仿佛完全不在意灵力消耗一般 一开始 宁红叶还有些担忧 想要提醒陈楚人 让他们节省一下灵力消耗 然而随着一波又一波的怪物 被清扫干净 而陈楚人手下的众人 却没有一丝的疲惫 依然是保持着一开始的斗志昂扬 宁红叶等人 心中早就掀起了惊涛骇浪 这 他们这是有多少灵力啊 宁红叶下意识地喃喃道 此刻 他又一次感受到了 和陈楚人的巨大差距 看着陈楚人的背影 宁红叶心底 不禁生出一股无力感 似乎 陈楚人越走越远 自己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宁红叶很害怕 害怕自己会再也看不到 陈楚人的背影 这时 陈楚人打断了他的思绪 宁红叶 这头怪物 你想不想让他跟你契约 成为你的英雄 缓缓说道 示意宁红叶看一下前方的怪物 沼泽之王 等级 13级 技能 泥泞沼泽 触手袭击 介绍 很恶心的怪物 沼泽之王 大概只有D级英雄的水准 不过比较可控 若是能够契约成新英雄 倒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至少对于宁红叶来说 还是一大助力 啊 宁红叶看着沼泽之王 瞳孔猛的一缩 一滩滩恶心的浓水 从沼泽之王的身体里流出 滴在地面上 散发着阵阵恶丑 宁红叶只打了一个寒战 他猛地摇了摇头 心里一阵恶心 不 不用了 这头沼泽之王 实在是太恶心了 我受不了 宁红叶连连摆手 然后撇过头 不想再看这恶心的东西一眼 那好吧 陈楚人耸了耸肩 便示意杨俭和九天玄女动手 一道寒光乍现 恭喜 您的英雄杨俭 击杀了一头沼泽之王 获得四千点经验 触及强化石城石 第七十七章 无奈的大侠 恭喜 您的英雄杨俭 击杀了一头沼泽之王 获得四千点经验 触及强化石城石 老实说 这点经验和奖励 陈楚人还真看不上 要不是为了救宁红叶 他才懒得来扫荡这个boss巢穴 等级太低了 这点经验微乎其微 收拾完之后 陈楚人便带着宁红叶等人 离开了这座boss巢穴 下回可不能再这样冒失了 陈楚人再三叮嘱完后 才通过传送门回到了领地 虽然清扫了一个怪物巢穴 但陈楚人一行人 根本就没有受到损伤 于是 杨俭和九天玄女 便带着大军离开了领地 就在这时 天道突然发布了一则重要消息 首领争霸赛即将开始 请各大战区首领做好准备 首领争霸赛将于三天后十二点开启 顿时 整个卫面所有人都心神一震 那群樱花人 可谓是欢天喜地 而洪荒战区则是一阵忧心忡忡 哈哈 太好了 终于等到首领争霸赛了 这一下看那个大下人该怎么办 这次的争霸赛 只有各区的首领参加 我倒要看看 这个陈楚人怎么打赢 我们九个樱花首领 九个樱花战区的人顿时沸腾了 一个个都开始庆祝了起来 好像争霸赛还没有开始 结果就已经注定了一样 此时 洪荒战区的众人 一个个都愁眉苦脸 这一下怎么办 没想到首领争霸赛这么快就来了 怎么办 这次争霸赛 那九个樱花战区的首领 肯定会联手针对首领大大的 就算首领大大再强 也不可能以一敌酒啊 一时间 整个洪荒战区哀红遍野 争霸赛里 那些樱花人就可以联手了 这样一来 自家首领肯定就会被首先针对 原本还斗志高昂的众人 此刻瞬间死气沉沉 像是突然被判处了死刑一般 大下 万族战场总局 寒老 洪荒战区所在的卫面 将会在三日后 开启首领争霸赛 那名年轻研究员 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寒老一听 顿时拍案而起 什么 怎么会这么快 寒老十分震惊 要知道 通常来说 首领争霸赛 都是在解锁卫面频道几个月后 才会开启 怎么洪荒战区 他们这么快就开启了 樱花那边回复了吗 寒老焦急地问道 回复了 他们让我们尽快把东西给他们 不然过期不后 研究员怯声声地说道 寒老身吸了一口气 东西都备好了吧 备好了 那就赶快运给樱花人吧 不过 让他们必须在首领争霸赛 之前完成战区迁移 是 研究员应声道 不过 他的语气也颇有些无奈 换作是谁 都会十分难受吧 准备了一大堆珍稀的材料 居然要拱手送给那群可恶的樱花小鬼子 研究员本来就年轻气盛 哪里能够咽得下这口气 可是 他也知道没有办法 只能够通过这个方法 来拯救洪荒战区了 很快 洪荒战区所在卫面 即将开启争霸赛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大厦 哎 没想到这洪荒战区 居然如此倒霉 和九个樱花战区 在同一个卫面 谁说不是啊 而且首领争霸赛 居然这么快就要开始了 看来这次幸运女神 站在了樱花人那边 哎 可惜啊 不过政府已经派人 和樱花那边谈好了 把洪荒战区和樱花 他们另外一个战区 交换出来 是啊 听说这次樱花人 可是狮子大开口 真是可恶至极 樱花人的本性 就是这样 贪婪无耻 众人愤愤不平 但是也无可奈何 关于和樱花人的交易 是万族战场总局 故意放出来的消息 就是为了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件事情传播得很快 在整个蓝星上 都引起了热烈讨论 大厦万族战场总局 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防止樱花人耍赖 老实说 樱花人在大厦面前 没有任何的信誉可言 不过有了各国的见证 樱花再想要赖账的话 可就要好好想一想 自己在国际上的声誉了 此时 天照战区 不知火箱看着天道发布的消息 脸上顿时一喜 真是天照大神保佑 不知火箱无比狂喜 本来还有些担心 这段时间里 洪荒战区的发展 会逐渐产生威胁 没想到 天道这么快 就开启了首领争霸赛 这一次 是十个战区的首领之间的战争 这样一来 不知火箱等九个樱花战区的首领 完完全全可以先联手淘汰掉陈楚人 甚至 直接在争霸赛当中 击杀陈楚人 这样一来 整个洪荒战区 肯定就会群龙无首 陷入混乱 那时 他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将洪荒战区 变成自己的附属战区 这时 不知火箱也收到了蓝星的来信 箱 大夏已经把赎金发过来了 你怎么想的 不知火箱前些日子 也知道了大夏的交易 不过并没有在意 组长他们是怎么想的 组长他们的意思是 看你 看我 没错 这次大夏给的赎金里面 刚好有那件东西 不过前面 给另外一个领主传送了道具 需要等三天 才能进行跨区传送给你 有了这件道具 配合你体内的天照神印 一定能够在万族战场里 打下弱大疆域 因此 这个卫面之主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可是 就算把洪荒战区转移走了 我的卫面之主 不是也没有影响吗 少祖长那边 也能够拿下卫面之主 所以 他不是很想要转移过来 行 那我明白了 不知火箱缓缓抬起头 美眸里闪过一丝阴狠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就干脆 第七十八章 两位太君 此时 崔灵也得到了蓝星传来的消息 便立刻告知了陈楚人 没想到国家已经安排好了 陈楚人难难道 脸色颇有几分无奈 老实说 他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 打算在这次首领争霸赛当中 狠狠地收拾一下这群樱花人 结果国家都已经把东西交给樱花了 陈楚人也只能听从国家的安排 总不能让这些材料浪费了 只能等后面有机会了 再来收拾这群樱花人了 不过 陈楚人心里莫名地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怎么说呢 他觉得 这次恐怕不会像总局的那些人 说得那么顺利 想了想 陈楚人决定还是得做好两手准备 夜晚降临 陈楚人正在领主府里 清点着最近的收获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气运 2.5 领主之心 蓝色 二级 称号 乾隆新秀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至尊英雄之主 至尊兵种之主 领地建筑王 作物开墾王 兵种 普通民兵 五级 乘三五 铁匠 五级 乘五 玄女军 十一级 乘二百 草头军 十一级 乘二百 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真军养检 建筑 领主府 二级 乘一 兵营 二级 乘一 招募台 二级 乘一 铁匠铺 二级 乘一 火箭塔 二级 乘八 零塔 二级 乘一 普通炮台 二级 乘六 万灵之拳 二级 乘一 瞭望塔 二级 乘四 酒馆乘一 旅馆乘一 毒馆乘一 兵种技能学习塔 二级 乘一 传送阵 二级 乘一 道具 普通强化石乘三十 初级强化石乘二十六 中级强化石乘十 暗月骨刀乘一 暗月之符乘一 中级兵种招募令乘五 中级英雄招募令乘三 青铜级装备乘四五 黑铁级装备乘二五一 材料 木材乘1429420 石头乘98860 金铁石乘92141 特殊 金铁石矿脉 血腰祭坛 森林之王巢穴 领主币 69万7千 装备多了不少 陈楚人打算先留着 等后面兵种数量增多了 再装配上去 免得到时候又缺装备 然后 陈楚人现在得到的血腰结晶 也存了不少 便开始尝试 给杨检和九天玄女身上的装备 进行二重薰印 二重薰印所消耗的血腰结晶 增加了许多 而且成功率大幅度下降 一开始 一克血腰结晶 便可以给青铜级装备一重薰印 而且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 而二重薰印所消耗的血腰结晶 就直接达到了五克 而且成功率只有百分之五十 陈楚人这段时间存下的血腰结晶 勉强只够将两个英雄身上的装备 薰印二重 对了 那两件薄金级装备 没有二重薰印 因为薰印所消耗的材料 以及成功率 也和装备品质有关 薄金级想要二重薰印 所消耗的血腰结晶 几乎是这些白银级装备的总和了 血腰结晶不够了 哎 等后面三重薰印 得消耗多少的血腰结晶啊 陈楚人不禁感叹道 薰印重数增加 血气增强效果也会增强 当薰印重数达到一个固定等级时 将会额外产生一个特殊的效果 这才是薰印最强大的地方 对于血腰结晶来说 当全身装备薰印达到五重时 将会获得特殊的血气铠甲效果 血气铠甲除了能够大幅度增强使用者的各项属性以外 还可以获得一个随机的血气技能 不过想要达到薰印五重 恐怕还要挺长的一段时间 紧接着 陈楚人开始为杨简和九天玄女的装备进行强化 呼 又是一番操作 九天玄女 品质 SSS级 等级 十级 装备 勇气护腕 白银级 天玄灵甲 黄金级 玄灵金簪 白银级 天玄灵 白银级 天玄项链 黄金级 玄天尔坠 薄金级 战斗力 4520 天赋 天书兵法 技能 九天乱武 星月神话 天书兵魂 二郎显胜真军 杨简 品质 SSS级 等级 十级 装备 焚天眼月刀 薄金级 天赤甲 黄金级 战灵护腕 黄金级 勇气战靴 白银级 勇气护腿 白银级 战斗力 448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射日 九天玄女和杨简的战斗力 战斗力又得到了不少提升 两人都差不多4500点的战斗力 可谓是恐怖至极 哪怕是完全抛开了装备加成 两人的战斗力 也是同等级普通英雄的数倍 甚至是数十倍 这还只是十级 随着等级的提高 SSS级英雄和A级英雄的差距 还会越来越大 到时候 可能就是几十倍的差距了 那时 杨简轻轻往那里一站 仅凭一个眼神 恐怕就能够秒杀一大片同等级的英雄了 当然 此时的杨简也能够秒杀一大片十级的英雄了 陈楚人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 虽然说 他们洪荒战区 马上就要和另外一个樱花战区转移了 不过转移之后 所在的新卫面 也迟早会开启首领争霸赛的 所以 现在提前做好准备 也是可以的 随后 陈楚人便休息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突然发现 安置在苏浩岭地外的真实之眼 发出了预警 陈楚人连忙坐起身查看 寂静得夜晚 苏浩带着一队士兵守在领地外面 与此同时 一座巨大的传送门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妖西 山本县人一脸笑容地从传送门里走了出来 紧接着 他的身后跟着另外一个武士装扮的男子 山田良剑 也是天照战区的一位高层 在他们身后 一共跟着有接近一百名的士兵 两只A级兵种流传武士 两只A级兵种剑斗士和引人者 看见这一幕 苏浩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他的也是A级兵种 但是和这两人的兵种比起来 那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一时间 苏浩心里的那丝犹豫 也瞬间荡然无存 然后一脸谄媚的笑容赢了上去 两位太君 第79章 陈楚人 你中计了 两位太君 苏浩一脸谄媚地赢了上去 你就是 苏浩 山本县人仔细想了一下 才记起苏浩的名字 不过 他看向苏浩的眼神 极其的轻蔑 都快要把鼻孔 直接对着苏浩了 你现在知道 几个领主的坐标 山本县人问道 这个 只知道三个人的领地坐标 不过他们 都只是普通领主 还没有我强 苏浩缓缓说道 脸上谄媚的笑容更盛 都是普通领主吗 算了 能杀一个算一个 山本县人脸上 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这 苏浩顿时神色一将 太军 我们难道不是 去杀尘楚人吗 苏浩连忙问道 怎么和说好的不一样 嗯 你是想命令我们吗 山本县人冷冰冰地看着苏浩 心想一条摇尾起怜的狗 居然敢质疑自己的命令 不敢不敢 太军 我不是这个意思 苏浩连连求饶道 生怕把山本县人惹毛了 他现在已经彻底 没有回头路可以走了 老实说 苏浩现在颇有几分后悔 当时实在是有些冲动了 可是现如今这个情况 陈楚人那边已经彻底得罪死了 他也只能够一路走到黑了 有些东西 一旦开始 就无法再轻易脱身了 苏浩抬起头 眼神当中闪过一丝坚决 自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太军 这就是我知道的几个坐标 您看 我们是歇息一晚在动身 还是 苏浩关切地问道 不知道的 看到他这副模样 还以为是在舔女神呢 不用歇息了 直接趁夜色偷袭 争取速战速决 山本县人历生说道 心想这还休息个屁啊 自己大半夜跑过来 不就是为了趁这个时候 别人都在休息 然后偷袭 争取以最小的伤亡 换取对洪荒战区最大的破坏 再说了 自己要休息 也不会跑到这个寒酸地方来休息啊 山本县人瞥了一眼苏浩的灵主府 眼底闪过一丝毫无掩藏的嫌弃 然后扫射了一圈 发现苏浩的领地里 连个女人都没有 心里更是一阵烦闷 山本县人小腹下又是一阵急躁和火热 一想到前段时间看到的那只美人兵种 心里就是眼线不已 他这几天可谓是朝思暮想 恨不得立马把那些美人压在身下 狠狠地蹂躏 特别是这群美人又十分强大 征服起来那肯定是更加的快感十足 一想到那香艳无比的画面 山本县人嘴角哈拉子直流 山本君 这时 一旁的山田良界见状 有些疑惑戳了戳山本县人 嗨嗨 山本县人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有些失态 脸上颇有几分尴尬 行了 那我们就赶快动身吧 山本县人说道 随即 苏浩便把几个坐标 发给了山本县人 山本拿出了一台仪器 看样子 应该是临时传送阵 临时传送阵 是一种消耗品 在同一个战区里 大概只能够传送个四五次 就报废了 不过即便如此 这也是 相当珍贵的道具了 山本县人都拿不出来 还是靠着不知火箱家族的底蕴弄来的 毕竟 这可是樱花的第一大族 由此可见 为了击垮洪荒战区 不知火箱这次 可谓是下了不少的代价 随即 山本县人便开始输入坐标 准备开始袭击了 不过 苏浩却是眉头微微一皱 因为他发现 这山本县人看起来 似乎并不是很着急的模样 感觉像是在等着什么似的 苏浩也没有再多想 连忙让伙事去整顿士兵 就在这时光芒乍现 一道传送门出现在了苏浩的领地门口 苏浩 你可真够可以的呀 居然敢投靠樱花人 还想带着这群樱花人去残害同胞 陈楚人缓缓地从传送门当中走出来 九天玄女也是一脸厌恶地跟着走了出来 在后面是将近一百名的玄女君 苏浩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脸上一阵惊恐 陈楚人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苏浩下意识地往后推了几步 将身子往伙事后面躲了躲 哼 陈楚人冷哼一声 那冰寒的目光如同一把把利刃一般 刺在苏浩的身上 这让苏浩不寒而栗 心底瞬间生出了一股恐惧 双腿不由自主地开始打战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边都还没有行动呢 陈楚人居然就已经察觉到了 首领权限什么时候有这么大了 苏浩心里很势不解 陈楚人自然也不会去打理苏浩心中的疑惑 这时 一个玄女兵走了上来 指着山本仙人说道 领主大人 那人就是之前袭击领地巢穴的猥琐男 陈楚人微微眯起了眼睛 打亮着山本仙人 山本仙人和山田梁界两人脸上 似乎隐隐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紧接着 他们立刻下令让手下的士兵将陈楚人等人围住 然后他们二人则是缓缓地一到了传送门前方 陈楚人 既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也省得我们去找你 去死吧 山本仙人一声令下 将近一百个士兵直接朝着陈楚人等人冲了过来 切 一群乌合之重霸了 陈楚人不屑地冷哼一声 随即 身后的玄女军便上前将陈楚人保护在中央 紧接着 一股庞大的灵力释放出来 哄 一声巨大的轰鸣 玄女军凝聚出了一杆实质化的灵力巨枪 然后往这群武士和仁者猛地刺去 携卷着一股灵力无比的天地刚气 像是一头远古凶兽张着血盆大口一般 山本仙人和山田梁界两人脸色结实一变 这恐怖的气势让他们震撼不已 倍感压力 这 这 这泥马也太强了吧 一旁的苏浩看到这一幕双眼一阵涣散 心底被震撼充满 一瞬间 苏浩的心底生出了一阵后悔 哄 山本仙人两人所带来的士兵全部被一击毙命 咕咚 山本仙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然后颤巍巍地指着陈楚人 陈楚人 你别得意 你已经中计了 第八十章 沙苏浩 罕见必须死 陈楚人 你别得意 你已经中计了 山本仙人满脸战红地说道 哦 中计 陈楚人嘴角轻轻往上一扬 露出一个颇有几分邪魅的笑容 哼 陈楚人 你怕是不知道吧 现在 你的那个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恐怕已经被我们给破坏了 说不定 你的领地 现在也已经被涂露干净了 山本仙人得意的大吼道 随即 他立刻拿出了一张卷轴 然后用力一捏 那张卷轴瞬间化为粉碎 散落成了点点星光 下一秒 在场众人只觉得 仿佛进入了一间封闭的房间一般 陈楚人回头一瞥 发现身后的传送门被封禁了 啊 居然还用了封锁卷轴 看来你们樱花人 这次还是下了血本啊 陈楚人有些惊讶地说道 当然 陈楚人也颇有几分钦佩 不知火香 这么昂贵的道具 说用就用 果然是一个有些棘手的对手 不过 也只是有些棘手罢了 在绝对的实力差距面前 这些也都只是如纸壶般脆弱不堪 行了 我自己领地的事情 就用不着 你操心了 陈楚人冷哼道 脸上仿佛丝毫不在意 山本仙人所说的话 随即 陈楚人便一声令下 先把这群樱花人清理了吧 九天玄女立马应声 随即便直接一跃而起 满天滑沙接连而起 绚烂又瑰磊 但最直面人心的 是那股恐怖的威亚 山本仙人和山田梁界 两人皆是心神一颤 双腿直连打颤 陈楚人 你 你 你要干什么 两人立刻往传送门上一扣 然而 传送门已经被他们的封锁卷轴给封锁了 得一小时之后才会开启 本来 他们的计划 只是用这个拖住陈楚人 他们知道 可能不会是陈楚人的对手 可是没想到 居然连一个小时都撑不住 之前山本仙人 也是感受到了玄女军的强大 所以这一次 特意找来了山田梁界 山田梁界的兵种等级 要比他高一级 实力也强大许多 然而即便如此 在陈楚人手下 依旧没有走过一周 此刻 山本仙人心里满是后悔 早知道就不来了 然而现在后悔 又有什么用吗 我做什么 呵呵呵 我要做的 就是你们想做的 陈楚人冷笑一声 此时 九天玄女 跃至半空之中 玉手轻轻一抬 四面八方 皆是落下满天归丽的星辰 一道道如刀刃般的红铃 直射而出 瞬间穿透了山本仙人 和山田梁界两人的胸膛 扑 星红四剑 扑通 两人的身体变得僵硬无比 直直地倒了下去 咕咚 苏昊瞳孔一震 脸上惊恐到了极点 眼前那两道身影倒下去 在他心里如同地震了一般 随即 陈楚人的目光 缓缓地移到了苏昊的身上 扑通 苏昊立马跪了下去 陈楚人 不 首领大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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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被迫的呀 都是这群樱花人 胁迫我做的这些事情 都是这群桑尽天良的樱花人 我也不想当罕见的 苏昊立刻磕头 哭天喊地起来 陈楚人眼角瞥了他一眼 满是厌恶 胁迫 我看你泰君喊得不是很开心吗 陈楚人冷笑着说道 苏昊脸色一僵 心想 陈楚人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眼下 他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个了 首领大人 这 这 这冤枉啊 都是这群樱花人 暗中挟持我的家人 强迫我给他们做事 我知道 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可是 我也只是 为了挽救我的家人啊 苏昊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哭诉着 仿佛成了跪拜在衙门里哭诉的弱女子一般 陈楚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苏昊说的这番话 他是一个字都不信 樱花人是吃饱了撑的 大老远跑去大厦 冒那么大的风险 去挟持苏昊的家人 让苏昊来给他们做事 这个风险和收益 完全就不成正比 况且 大厦的守卫 也不是吃素的 怎么可能 让樱花人在自己的地盘 挟持自己的人 陈楚人甚至觉得 恐怕都是苏昊自己上门去联系的樱花人吧 首领大人 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我也是为了家人 才受樱花人驱使 苏昊哭诉道 要是宁红叶在这 恐怕都会信了苏昊的话 产生恻隐之心 然后原谅苏昊 但是陈楚人又不是宁红叶 又不是圣母 苏昊 以前高中的时候 那些事情 我其实也并没有想过报复你 因为我不屑于和一群高中生一般见识 之前 你对我使用讨伐令 我在成为首领之后 也没有给你穿小鞋吧 那个森林之子的兵种 我也让不管年纪招募了 然而即便这样 你却丝毫没有感恩之心 反而还投靠樱花人 当罕见 陈楚人历声说道 苏昊身子一震 神情恍惚 陈楚人 我 苏昊有些不相信陈楚人的话 难道说 陈楚人真的没有想过报复自己 这怎么可能 苏昊心里一万个不相信 自己都那样做了 陈楚人怎么可能会放过自己 正如苏氏和佛印的故事 佛有心生 心中有佛 所见万物皆是佛 心中是牛屎 所见皆化为牛屎 苏昊自己牙字必报 便觉得所有人都牙字必报 陈楚人眼神冰寒无比 让苏昊如坠冰窖 九天玄女缓缓地站立在一旁 漠然地看着苏昊等人 他心里对苏昊 也是厌恶到了极点 但却并没有出手 他在等自家领主的命令 此时 苏昊的两名英雄 走到了苏昊面前 老实说 他们也看不起自家领主的选择 但是 苏昊毕竟是他们的领主 他们要对自家领主忠诚 因为好感度 还没有低于六十 领主大人 你先回领主府躲一下吧 火势缓缓说道 脸上颇有一些无奈之色 他其实心里也十分清楚 面对九天玄女那恐怖的实力 他们站出来 只有送死的份 不过苏昊并没有听火势的话 因为他知道 躲到领主府里 是没有用的 唯一的生机 就是祈求哭诉 让陈楚人心软 陈楚人 我也是无奈啊 那群樱花人 携扯我的家人 没办法呀 自古忠孝两难全 苏昊继续发挥着自己的演技 陈楚人缓缓地转过身 走到苏昊的面前 俯视着他 你觉得 我会信吗 第八十一章 吓破胆的三人 你觉得 我会信吗 陈楚人目光如炬 但却又冰寒无比 陈楚人 苏昊身子猛的一阵 整个人的心神 都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不必多说了 陈楚人冷冷道 随后便转过身 背对着苏昊 随即 陈楚人轻轻摆了摆手 九天玄女和玄女君 顿时明白了陈楚人的意思 点了点头 九天玄女 脚尖轻轻一点 郊躯一跃而起 灵力汇聚在掌心 见状 苏昊的两名英雄 立刻上前两步 纷纷施展手段抵挡 可是 他们和九天玄女的差距太大了 不仅仅是等级差 还有英雄品质差 还有装备差 导致他们的战斗力差距 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两人调动起了全身上下的灵力 来抵挡九天玄女 然而九天玄女 仅仅只是御长移送 射出的一道能量波 便直接击穿了两人 您的英雄伙势已死亡 您的英雄常见其事已死亡 苏昊的脑海里 传来了英雄战死的消息 顿时脸色煞白 陈楚人 求求你 别杀我嫌不行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眼下 苏昊也明白了 陈楚人根本就不能被自己骗到 于是彻底地放下了伪装 开始祈求道 真是过躁 陈楚人不耐烦地掏了掏耳朵 九天玄女自然明白了陈楚人的意思 便立马抬起手 对准了苏昊 此时 苏昊领地里的那些兵种们 也纷纷冲了出来 玄女军也直接发动了攻击 没有丝毫地留守 顷刻之间 一股磅礴如洪水般的灵力 便倾泻而出 直接将那一种兵种横扫 您的兵种冲锋兵已死亡 您的兵种冲锋兵已死亡 一瞬间 苏昊的所有士兵 全部战死 随后 九天玄女也不再磨蹭 直接抬手一掌落下 哄 一道轰鸣声炸起 苏昊便直接死亡了 随后 陈楚人整理一下先前留下的照片 然后发到了战区聊天频道里 苏昊勾结樱花人 意图残害我们洪荒战区的同胞 现在已被我救地正法 陈楚人说道 大半夜的 谁还不睡在这发消息啊 嗯 首领大人 这是 什么 苏昊居然成了狗喊剑 我去 那两个人 好像就是天照战区的高层 对对对 之前他们在未面频道里 还发过自拍 在那里找妹子 顿时 原本寂静的聊天频道又炸了 因为陈楚人的首领特权 一旦发消息 就会自动艾特所有人 紧接着 陈楚人提取出了真事之眼里的视频 两位太君 视频里 苏昊那谄媚的模样 显露无遗 我去 这苏昊 也太可恶了吧 居然敢串通樱花人 就是 你看苏昊那太君叫得这么如鱼得水 建议严查他祖上三代 得想办法通知蓝星那边 我感觉苏昊他们家里 会不会也有问题啊 说的也是 估计首领他们 应该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的 接下来 陈楚人便让玄女军 去清点苏昊领地里的资源 恭喜获得 木材乘15677 石头乘9144 铁矿石乘355 苏昊的领地里 基础资源并不多 和陈楚人比起来 那肯定是差远了 除此之外的一些道具 陈楚人也基本都看不上 一股奶 全部卖给了交易所 恭喜 交易成功 获得领主币 乘17550 这就是苏昊的全部家当了 老实说 跟陈楚人这么一比 实在是太寒酸了 则则则 陈楚人暗自咋舌 心想着苏昊 居然越混越差 一开始 他可还是比宁红业高一名 但是现在的发展 比宁红业都差了一截 当然 这也和宁红业 成为了战区高层 有着一定的关系 高层和首领 有着一些额外的权限 在资源获取上面 也有着巨大的帮助 看样子 那边也应该解决了 陈楚人难难道 不过眼下封锁卷轴的效果 还在 他暂时也无法离开 大约一小时前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游戏 一道猥琐的声音响起 伴随着传送光门的出现 一道道身影走出 猥琐的是几个日式穿着的男人 一共有三人 他们分别是 伊邪纳美战区 伊邪纳七战区 以及高天原战区的首领 他们接到了不知火香的命令 便联手前来 根据不知火香的计划 先由山本县人 和山田梁界 两人前往苏浩的领地 将陈楚人吸引过去 然后让这三人 传送到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毁掉森林之王领地巢穴之后 再顺着传送门 直接进入陈楚人的领地 破坏掉他的大本营 不知火香也知道 陈楚人的实力强大 所以便让山本县人 用封锁卷轴 拖住陈楚人一小时 给这三人争取时间 尽最大的力气 去削弱陈楚人的实力 然后 披衫 正当三人幻想着美好未来时 突然听到一声威严的爆合 只见一位身着金色铠甲 神武威严的高大身影 猛地朝他们冲过来 正是杨茧 三人瞳孔一震 立刻往后一缩 紧接着 三人身后将近三百名士兵冲上来 进行防御 他们三人毕竟是战区首领 在兵种的实力方面 肯定是比山本县人强上一些的 但即便如此 对于杨茧来说 依旧只是一群蚂蚁 杨茧举起焚天眼月刀 直接重重地往下一批 仿佛一座五指山压了下来 接近三百名士兵 尽数运转起灵力抵挡 哄 一声巨响 您的兵种拦跃武士已死亡 您的兵种引刀位已死亡 您的兵种冲锋兵已死亡 听到脑海当中密密麻麻的死亡通报 三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然后 三人直接钻回了传送门 传送门关闭 第82章 震怒得不知火香 很快 一小时的时间便过去了 陈楚人打开了传送门 回到了领地 此时 杨茧也已经回来了 如何了 陈楚人问道 信不辱命 已经将敌人全部击退 杨茧抱拳道 随后 陈楚人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 果然 这群家伙想要钓虎离山 真正的目的还是我 陈楚人缓缓说道 一开始 他就觉得樱花人有些奇怪 苏昊很明显已经暴露了 但他们 还是通过苏昊 潜入了洪荒战区 所以 陈楚人便怀疑 这群家伙是故意来迷惑自己 真正的主力 应该是在其他地方 那么 应该会是哪里呢 自然便只有森林之王领地巢穴了 站在不知火箱的位置 仔细想一想 原因很简单 第一 樱花人目前得到的坐标 除了苏昊的 便只有森林之王领地巢穴了 第二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有着陈楚人建立的传送门 可以直接通往陈楚人的领地 第三 因为之前山本县人 已经入侵过森林之王领地巢穴了 不知火箱觉得 陈楚人肯定认为他们 不会再从同一个地方入侵 不知火箱的目的是陈楚人 那么便肯定会选择攻占 森林之王领地巢穴 所以 陈楚人做了两手准备 自己带着九天玄女 和部分玄女军 去苏昊领地 然后 让杨俭带着部分草头军 去森林之王领地巢穴埋伏起来 然后剩下的草头军 和玄女军留守领地 然后通知了崔玲三人 让他们密切注意战区里的情况 一有不对 随机应变 陈楚人对自己手下的英雄和兵种 是十分自信的 就那群樱花人 哪怕是那几个首领高层 草头军和玄女军也能够轻松以一敌石 一机下去 便能够直接秒杀 杨俭 派人助手一下 其他人就先休息吧 陈楚人说道 以防万一 免得樱花人还有后手 然后便陈楚人回到了领主 这时 陈楚人和三个高层的聊天群里 发来了消息 陈楚人 苏昊那边的事情 你就直接这么杀了 不担心 宁红叶发来消息 有些担忧地问道 他倒不是觉得陈楚人残忍 而是担心 苏家会对陈楚人报复 而且还有一点 在天道没有特殊允许的地方和时间里 击杀童族领主 是会增加血腥值的 血腥值会逐渐影响领主的神志 也会对英雄和兵种造成影响 更重要的 当血腥值达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该领主将会被血腥领主特殊标记 所有人可见 这时 其他人击杀血腥领主 将不会获得任何的惩罚 反而还会获得大量奖励 所以 没有人愿意沾染上血腥值 这也算是天道的一种约束 无妨 我也是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苏浩这种罕见 无论怎样都必须铲除 陈楚人说道 见此 宁红叶也不再说什么 不过 他心里也已经暗暗发下决心 以后得想办法帮陈楚人消除血腥值 真没想到 这苏浩居然敢投靠樱花人 真是我们大下人的耻辱 拜嘞 崔玲恶狠狠地在群里说道 就是 之前还是我负责 给他招募的森林之子兵种 没想到这家伙还是白眼狼 一点都不知道敢 罗合成也是无比气愤 恨不得穿越回去 在见到苏浩的时候 直接杀了他 更不要说 还帮苏浩招募兵种了 可恶 我这就让人在蓝星 好好调查一下苏家 苏浩居然能够毫无负担地 投靠樱花人 想必他们苏家的屁股 也不一定是正的 崔玲说道 随后便立刻 把消息发送到了蓝星 好了 没必要为苏浩这种人大动肝火 大家早点休息吧 陈楚人说道 也是 这两天还要转移战区 我得赶快去搜集 另外那个未免的消息 没错 我们也得早做准备 于是 聊天群便安静了下去 只是 陈楚人的眉头 却深深地皱了下去 这一次 樱花人突然来了一个袭击 如果说是趁陈楚人 他们离开之前报复一下 出口恶气 倒也说得过去 但是陈楚人却感觉 事情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天照战区 废物 一群废物 不知火箱半裸着凌乱的衣精 从一阵硬挺当中抽了出来 脸上的潮红 已经变成了愤怒的杖红 这么多人 我还给他们 准备了这么多的道具 这样居然都没有进入陈楚人的领地 山本县人 那两个蠢货 还被杀了 真是一群废物 不知火箱越说越气 雪白的胸口不断起伏 两只诱人的小白兔不断跳动 该死 该死 不知火箱的情绪变得无比暴躁 直接一手捏了捏身旁英雄的某处部位 以此来发泄心中的怒气 死 那名英雄瞬间捂住身下 脸色铁青 额头瞬间布满了汗珠 一股钻心的疼痛传遍全身 即便他是A级英雄 也难以抵挡 这生理上无法避免的痛楚 不准叫 不知火箱立声说道 面容都变得有些扭曲了起来 那名英雄只能咬紧牙关 竭尽全力让自己不发出声音 凌厉运转 试图来减轻身下的痛楚 哼 不知火箱冷哼一声 随后整理好衣服走出了林主府 此时 他的民兵们正整齐有序地开采材料 虽然 现在已经是大半夜了 该死的陈楚人 没想到 这样都拿不下你 不知火箱怒气冲冲地说道 早知道这群废物这么不省事 这次就应该自己带队了 不知火箱心里颇有些后悔 本来以为这次是十拿九稳了 毕竟足足派出了五个人 其中三个 还是另外三个战区的首领 而且 不知火箱还给他们准备了不少道具 封禁卷轴 金刚盾服 狂暴丹 但实际上 除了山本县人一开始使用的封禁卷轴 其他的道具 他们都还没来得及用 人就已经没了 不知火箱深吸了几口气 脸上的怒意缓缓地消散了少许 冷静下来 虽然连陈楚人的领地都没有进去 但想必陈楚人应该也损失了不少兵种 这样一来 首领争霸赛 那我就更有把握了 不知火箱难难道 本来想着 直接趁这次机会 看看能不能除掉陈楚人 不过也能够削弱陈楚人的实力 那就等首领争霸赛 再除掉陈楚人好了 不知火箱这样想的 不过他不知道的是 自己的人都是直接被秒杀的 陈楚人压根就没任何损伤 第83章 纷纷升级 蓝星 大夏 万族战场总局 苏浩勾结樱花人的消息 第一时间便传遍了总局 韩老也没有制止 于是 这个消息很快便散播了出去 相关的照片和视频 也都流传到了网上 可恶 这个苏浩实在是可恶 居然敢勾结樱花人 这几声太军喊的 建议严查祖上三代 就是就是 幸好那个首领反应过来 及时击杀了苏浩 不然这苏浩 恐怕就要祸害掉好几个同胞了 不仅是苏浩这个狗罕见 还有这群樱花人 不是都说好把红荒战区转移出来了吗 居然被地里还来了这么一手 实在是无耻之由 就是 樱花人实在是可恶 估计是想着 在转移之前 趁着红荒战区放松警惕时 狠狠地掠夺一笔资源 无论是蓝星还是万族战场上 这群樱花人都是一样的无耻 网友们义愤填膺 不仅仅是在国内的各大论坛上发泄怒火 还跑到油罐 国际版斗营上 怒斥樱花人的罪行 一时间 樱花国在国际上的名声急剧下降 漂亮国网友 这群樱花人最喜欢搞偷袭 几十年前偷袭我们珍珠港 怕和谐 在万族战场里 也改不了这个传统 东大英分国网友 樱花人的确是无耻 不过说到底 还是大厦不够强大 如果是面对我们东大英国 想必樱花人是 不敢有丝毫的坏心思 大英帝国网友 别吹了行不行 以前都还只是我们的一个分局 现在动不动就去碰瓷人家大厦 东大英帝国网友急了 你们不也是被我们打跑的吗 神气什么 毛子国网友 我们五常说话你插什么嘴 东大英帝国网友 你你你 我们这就去申请 罢免你的五常之位 毛子国网友 大英帝国网友 漂亮国网友 大厦网友 法棍国网友 东大英国怎么也喜欢说大话 我还以为就炮菜国是这样的呢 炮菜国网友 你不要污蔑斯密达 此时的樱花国万族战常总局 因为这件事情 让樱花国名誉大减 整个总局也都倍感压力沉重 满本军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 一个八字胡武士打扮的男人问道 他在整个总局也是地位十分高的 他的面前坐着一个老者 脸上满是皱纹 但却有着一股锐意 如同翘中叙事待发的宝剑 无妨 这点声誉无关紧要 只要等不知火家的计划成功 那么我们樱花成为万族战场最强的国家 便是迟早的问题 那时 我们要用在意这些声誉吗 还需要加在大厦和漂亮国之间 看漂亮国的颜色吗 板本军历生说道 那双深邃的瞳孔里 满是激动和憧憬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 樱花国凌驾在各国之上的场景 那我们 那个武士打扮的男人 有些犹豫 通知各大家族 尽全力辅佐不知火家族 确保他们的计划顺利进行 板本军历生说道 眼眸当中满是坚毅之色 嗨 那名武士男子应声道 然后立马退了下去 万族战场 此时 陈楚人正带着众人扫荡怪物巢穴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刺猬猪 获得三千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 击杀了一头刺猬猪 获得三千点经验 一天下来 又是好几个精英级的怪物巢穴 感觉照这个速度下去 周围刷新的怪物巢穴等级 恐怕就要突破到三十五级了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等级提升至十一级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 显胜真君等级提升至十一级 终于 九天玄女和杨俭 也纷纷突破到了十一级 陈楚人感觉到了 自己领主之心发生了变化 原本蓝色领主之心里 夹杂的一丝紫色 变得越来越浓 陈楚人估摸着 等杨俭和九天玄女再升几级 自己的领主之心恐怕就要突破到紫色了 蓝色领主之心和白色领主之心的差距 其实并不是很大 但是紫色领主之心就不一样了 当领主之心等级达到三级时 紫色领主之心将能够得到一个特殊的天赋 这些特殊天赋有强有弱 有的能够直接让领主逆袭 也有的如鸡肋般实之无畏 弃之可惜 而若是金色领主之心 甚至是传说中的红色领主之心 获得强大天赋的概率会更大 因为这一原因 那些强大的领主之中 就没有一个人领主之心低于紫色的 所以说 许多人都坚信 只有拥有紫色领主之心 才有资格在万族战场上站稳脚跟 陈楚人原本并没有在意这个天赋的 因为自己已经有了神话书了 当然 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陈楚人一开始也没有想过 自己的领主之心还能给升级 如果这样的话 感觉加把劲 可以在升三本之前 把领主之心进化成紫色 陈楚人有些兴奋地说道 距离升三本 还有一段距离 陈楚人仔细观察了一下 自己的领主之心 已经有接近十分之八九的紫色了 而且等级越高 提升一级所能够带来的变化 也就越强 陈楚人估摸着 杨剑和九天玄女最多再升两级 自己的领主之心就能够进化了 天色已晚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回到了领地 此时 陈楚人微微皱起眉头 望向了天边的夕阳 明天就是首领争霸赛了 也不知道樱花人会不会信守承诺 PS 求帅哥们给个好评吧 四星也行 第八十四章 寒老的果爵 明天就是首领争霸赛了 也不知道樱花人会不会信守承诺 陈楚人有些担忧的喃喃道 昨天晚上 樱花人的突然袭击 让陈楚人实在是有些担忧 他感觉 樱花人可能不会那么容易 把洪荒战区转移出去 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陈楚人心里默默想着 领主大人 晚膳已经做好了 九天玄女走上去汉手道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便走进了领主府 现在资源越来越多 食物也越来越丰富 加上陈楚人专门弄了美食图件给民兵 现在他的晚饭 可是不输蓝星上米其林五星级餐厅 晚饭的话 陈楚人一般都是和杨俭九天玄女 两人一起吃的 不过因为明天晚上 就是首领争霸赛了 杨俭便主动请英 休息了一会儿后 又带着草头军出去了 对于杨俭的主动申请加班 陈楚人倒也没有拒绝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轻轻撩起衣袖 加了一块诱人的五花肉给陈楚人 媚眼如丝 含情默默地望着陈楚人 往日端庄圣洁的九天玄女 在陈楚人面前 却变成了一个诱人的魔女一般 九天玄女见今天杨俭不在 心里一阵窃喜 心想这可是和领主大人 亲近的绝佳机会 可不能错过了 陈楚人看了看碗中的五花肉 点了点头 谢谢 然后陈楚人便夹着送进了嘴巴里 全程都没有看九天玄女一眼 见状 九天玄女下意识地鼓起嘴 有些不悦 心想领主大人 也还真是个木头 九天玄女心里也有些郁闷 一时间 她开始怀疑起了自己的魅力了 难道说时过境迁 自己已经不符合现在的审美了吗 九天玄女低下头 开始打量起了自己 眼前被一片雪白挡住 正是她那傲人的资本 这时 九天玄女余光撇到了一根黑影 抬头一看 居然是一双夹着红烧肉的筷子 九天玄女眉眼一条 脸上的一丝丝韵怒 瞬间被惊喜所替代 谢谢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 带着几分撒娇的语气说道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应了一声 目光也并没有转过来 但即便这样 九天玄女心里 也是流淌过一股暖流 暖洋洋的 很舒服 日月交替 到了第二天 陈楚人早早地起来 便带着众人离开领地 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当然 陈楚人还是留了一部分士兵守卫领地 不过随着时间流逝 聊天频道里越来越热闹了 也越来越担忧了 不是说 樱花国已经答应把我们置换出去吗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作啊 就是啊 这群樱花人的效率 有这么低吗 关键是 今晚上十二点首领争霸赛就开始了呀 到时候 两个战区就置换不了了呀 该死 这群樱花人 不会是想要毁约吧 这个应该不会 毕竟这可是两个国家之间的重要协议 樱花人要是真敢毁约 那么他在国际上的名声 不就彻底臭了 到时候 谁敢跟他合作 没错 樱花人应该是不会撕毁协议的 不过他们的小动作 应该不会少 昨天不就是牵着苏号 想要对首领图谋不轨吗 唉 这种事情 我也只能看着 却没有丝毫办法 这种感觉真是糟透了 陈楚人也在默默地 关注着聊天频道里的消息 很明显 随着离首领争霸赛越来越近 洪荒战区里 不少人都开始担忧焦虑了起来 陈楚人也有些疑惑 樱花人一直这么拖着 到底是想要干什么 难道说 他们真的敢撕毁协议 不知道为什么 陈楚人下意识地觉得 樱花人又在图谋着什么 另一边 罗合成跟崔梨两人 也都在加紧联系着蓝星的情况 老实说 他们也十分着急 蓝星 大夏 万族战场总局 一堆人围在桌子上 着急无比 这群樱花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们的要求我们也都给了 居然还在拖 韩老无比气愤地垂着桌子 恨不得立刻冲到樱花首相面前 给一耳光 韩老 这时 那个年轻研究员急匆匆地跑了进来 小李 樱花国那边怎么说 韩老和其他众人的目光 瞬间齐刷刷地看向了小李 这个年轻的研究员 还是第一次被这么多大佬凝视 一时间颇有些不自在 那个 韩老 赵老 陈老 中老 小李朝吉老一一点头 这是职场基本礼仪 行了小李 赶快说 这个时候 就不要在意这些东西了 韩老不耐烦地说道 哦 小李连连点头 然后立马说道 樱花国那边说 他们暂时联系不上那个战区首领 估计那人还在睡觉 让我们先别急 小李的声音越说越小 但还是清晰地落在了 会议室众人的耳朵里 说完小李低下头 身子一缩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 接下来要发生什么 可恶 这群无耻的樱花人 韩老勃然大怒 拍案而起 其他重劳也是 无比气愤 他们知道 樱花人向来无耻贪婪 但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无耻到这个地步 从他们交付完资源到现在 都多少天了 樱花人拖个一天 他们也都能够接受 可是现在 距离首领争霸赛 只有不到12个小时了 韩老深吸了几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过来几秒 他的脸上 才没有愈怒地跳动了 韩老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拨通了桌子上的电话 嘟嘟嘟 几秒之后 电话接通了 现在 立刻 调动北海东海的舰队 全部驶向樱花海 顿时 整个会议室 都陷入了死寂 所有人都无比震惊地 望着韩老 这么大的军事动作 一个弄不好 可能就会引起两国交战的呀 虽然大夏的军事力量 碾压樱花 但是这样可是会落下画饼 不符合大国风范啊 韩老 这个 电话那头的声音 也是无比犹豫 你在质疑我的命令吗 你是军人 服从命令 是 韩老缓缓地放下电话 眼里满是怒火 然而 这熊熊怒火当中 充斥着坚毅和锋利 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决定 可能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 但是 樱花人都已经欺辱到了这个地步 他们在不有所行动 恐怕会让不少人看不起 只有雷厉风行的动作 让这群无耻的小人胆寒 才能让他们彻底放弃 这些无聊的小动作 第85章 不守信用的樱花人 时间一直流逝 已经到了深夜 该死 这群樱花人到底在干什么 是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转移 难道说 他们真的要撕毁协业 可恶 总局那边 不是已经把东西给樱花人了吗 难道他们真的敢不守信用吗 聊天频道里 众人越来越着急 眼看着离首领争霸赛 越来越近 樱花人却还在拖延时间 该死 崔玲儿现在也完全静不下心来 只能让两个英雄带队 自己则是回到了林主府 联络着蓝星方面 林儿 你别着急 樱花人肯定不敢毁坏协议的 他们还没有那个胆子 崔省长劝慰道 但实际上 他心里也是心急如焚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可是老爸 樱花人这样拖延 实在是太可恶了 崔玲儿气愤地攒紧了拳头 哎 樱花人的确是卑鄙无耻 我想 总局那边 应该已经采取手段了 崔省长无奈地说道 事态已经升级到了两国之间 自己这个省长 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林儿你别着急 樱花人肯定是不敢撕毁协议的 你放宽心 安心发展自己的实力 好吧 南星 大夏 万族战场总局 寒老眉头紧皱 脸色阴沉的 都要滴出水来了 手里将一张纸 死死地攥成一团 可恶 这群樱花人 真是无耻之有 其余几老 也都是低着头眉头紧皱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樱花人居然提前找来了漂亮国 在临海周围 派遣了几艘战舰巡逻 寒老的本意 便是威慑一下樱花人 让他们赶快履行协议 压根就没想过 真的动手 毕竟这牵扯 实在是太大了 但眼下 樱花人找来了漂亮国帮忙 威慑恐怕没用了 可恶 寒老恶狠狠地垂了垂桌子 时间流逝 已经到十一点了 洪荒战区的众人 越来越着急 我去 就只有不到一小时了 这群樱花人 不会真的要毁约吧 兄弟们 怎么办 我开始慌了 我感觉樱花人 好像真的要毁约 完蛋了 这群樱花人 真是太无耻了 就不应该相信他们的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马上就是首领争霸赛了 到时候 首领大大以一滴酒 这还怎么打 看着聊天频道里 众人着急的模样 陈楚人 倒是并没有太过慌乱 他早就有所预感 觉得樱花人 可能不会那么守信 看样子 我得做好最坏的打算了 陈楚人难难道 如果樱花人 在首领争霸赛 之前完成了战区转移 那自然是再好不过 但是如果最后 樱花人真的毁约了 那么自己 就不得不进入 首领争霸赛 面对九个樱花战区的首领了 呵呵 如果你们真的背心弃义 那么可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陈楚人眼神冰冷 如同万载悬兵一般 仅仅只是看一眼 就如坠冰窖 之前杨俭一人 便能够轻松地 击杀三个首领的 一众士兵 这就是SSS 及英雄的强大之处 更何况 杨俭和九天玄女的等级 也甩了他们好几级 装备也同样如此 他们那几个首领 也就只开出了 黄金级的装备 并没有陈楚人的运气那么好 一一敌九 倒也并不是 什么难事 陈楚人默默地在心里想着 这时 凝红叶突然发来了邮件 陈楚人 这个东西你拿着 万一这群樱花人 真的不守信用 多少也能帮你一点 凝红叶说道 他送来了一张金刚盾符 金刚盾符 可以施展出一个 巨大的防护罩 是一个十分珍惜 强大的防御道具 这可是他前不久 遇到的一个精英 及怪物巢穴 爆出来的 珍惜无比 就连陈楚人 都还没有刷到过呢 这妮子的运气 还真是让人羡慕 心想自己之前得到的 那几个史诗宝盒 要是让凝红叶来开的话 可能全都是薄金级装备了 陈楚人心里微微一暖 这个道具 他可能也用不上 但是 这可能是凝红叶 目前为止最珍贵的道具了 他居然就直接送给了自己 陈楚人心里 还是有股莫名的感动 多谢 陈楚人回复道 这也是凝红叶的一片心意 要是拒绝了 那可就有点太不给面子了 而且 凝红叶这妮子 现在估计也十分担心 自己收了 也能让他心安稳一些 此外 崔灵和罗合成二人 也发来了邮件 也是几件比较珍惜强大的道具 一个战斗力翻倍卡 一瓶回灵单 不过这些都没啥用 崔灵发来的这张战斗力翻倍卡 只是普通级别的 只能用于十级以下的兵种和英雄 这也不能怪崔灵 换作是谁也不会想到 陈楚人的兵种和英雄们 早就已经突破了十级 至于那些恢复性的道具 陈楚人也有万灵之拳了 也根本就用不上 陈楚人也懒得解释 便收了下来 这样做 也是让他们安心下来 等首领争霸赛结束之后 再把这些道具 还给他们就是了 随后 陈楚人缓缓地走出了邻主府 杨简和九天玄女二人 也已经将军队整顿完毕 随时可以出击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群樱花人 恐怕是不会信守承诺了 这次首领争霸赛 我们必须得狠狠地教训他们 如果能够就地击杀 那么就 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陈楚人历声说道 脸上布满了以前 从未有过的严肃和凝重 还有狠辣 是 众人齐声道 声音震动天地 首领争霸赛开启 第八十六章 首领争霸赛开启 首领争霸赛开启 天道的声音 回荡在所有人的耳朵里 该死 这群樱花人 居然真的敢不守信用 完蛋了 这下完了 首领大大肯定会被那九个樱花 领主针对的 恐怕 一时间 整个洪荒战区聊天频道里 都是一阵哀嚎声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了 陈楚人在首领争霸赛当中 蝶血的凄惨场景 而陈楚人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他们所有人 也都会受到波及 而且 首领争霸赛之后 樱花人就能够入侵 洪荒战区了 到时候 他们拿什么去抵挡 九个战区的樱花人 该死 这群樱花人 真是无耻至极 星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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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玲 恶狠狠地怒骂了一句脏话 紧接着 脸上的怒意 瞬间变成了浓浓的担忧 哎 陈楚人 这下 我们也没办法了 只能希望你能够平安回来 崔玲 难难道 他也知道 就凭自己给的那些道具 也只能抵挡一时 面对那九个樱花战区首领的围攻 又能够坚持多久呢 现在 他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 一道光门 出现在了陈楚人的面前 走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便带着众人走进了光门 与此同时 另外九个战区的首领 也都跨入了传送门 光芒一转 陈楚人只觉得一股寒风刺骨的扑面来 定睛一看 自己正处于一座冰天雪地当中 首领争霸赛内容 十位首领分别随机传送至了这片空间的某处 这片空间当中 存在着大量被天道放逐的种族 击杀该种族 获得相应的积分 最后争霸赛排名 以积分为准 三天后结算积分 特别注意 击杀其他战区首领 将能够得到对方的所有积分 果然 首领争霸是允许相互厮杀的 甚至 这还是在鼓励首领之间相互厮杀 自己一个个地去扫荡被放逐的怪物种族 那效率 自然没有击杀首领 得到积分来得快 想必那些几个樱花人 应该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到我了 呵呵 陈楚人冷笑两声 三天当中的最后一天 估计那群樱花人 就要来说大肆搜捕自己了 自己在他们的眼中 那妥妥地就是一块肥肉 不过嘛 到底谁是肥肉 这个还真说不准啊 陈楚人带着众人前进 开始搜寻 这片空间的环境十分恶劣 看样子 就是专门用来放逐这些种族的 不过被天道放逐的理由 就不得而知了 陈楚人也没时间去了解这些 没过多久 陈楚人便找到了一个部落 暗邻族部落 被放逐状态 等级 15级 普通暗邻族 乘40 暗邻族精英 乘1 简介 暗邻族血脉强大 拥有着清河黑暗的力量 不禁天道 故而被放逐 不禁天道 这就是他们被放逐的原因吗 陈楚人难难道 心里有些拔凉拔凉的 没想到这个原因看起有些 陈楚人不太敢继续想下去了 免得让天道认为自己 也产生了不禁的想法 杨简 玄女 速战速决 两分钟后 恭喜 您的兵种草头军击杀了一头普通暗邻族 获得1000点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击杀了一头普通暗邻族 获得1000点经验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击杀了一头暗邻族精英 获得5000点经验 陈楚人清点了一下获得的积分 这41个暗邻族加起来一共也才50 普通暗邻族一人一积分 那个精英暗邻族一人就值10积分 没想到积分居然这么少 不过这才只是15级的 不知道这片空间有没有等级高一些的种族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便继续前行 不得不说 这片空间的环境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 风雪满天之下 资源相当的匮乏 好在有着万灵之泉在 可以源源不断地补充士兵们的状态 而其他人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不行 这里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不知火箱皱着眉头 一脸忧郁 如果大军继续前行 恐怕坚持不了一天 就要开始检员了 这可是相当致命的损失 在这次首领争霸赛当中 每检员一人 就是一点战力的损伤 因为在这片空间里 领主也无法使用领主 来复活英雄和兵种 所以 为了保持自己的战斗力 不知火箱绝对不允许有一点检员的情况 所有人先原地休息 等状态恢复了 再出发寻找下一个部落 不知火箱一声令下 众人便开始原地休息 这里是他们刚刚清扫完的部落 里面还有着不少食物资源 还有大量抵御风雪的建筑设施 不过这样一来的话 获取积分的速度 就大大降低了 不知火箱眉头紧皱 测试 还没有搜寻到陈楚人的位置吗 不知火箱问向一旁的英雄 灵璇测试 他有着可以感应敌人的技能 不过 这肯定是有着一定的距离限制 不然的话 在天照战区时 就直接用这个技能 去搜寻陈楚人的领地坐标了 因为这次争霸赛 两人都处在同一片空间当中 这片空间的范围应当不会特别的大 这样才会让首领之间 有相互预见的可能 所以 从一进入这片空间 不知火箱便让灵璇测试 搜寻陈楚人的位置 回灵主大人 这片空间的风雪实在是厉害 让我的技能有些失效 暂时还没有搜寻到 等我适应了 应该就能够很快搜寻到陈楚人的位置 灵璇测试半跪着说道 也罢 那就先休息一下吧 不知火箱有些慵懒地说道 随后便走进了一间 刚刚打扫过的屋子 去把银月叫过来 一起休息会儿 屋子里传来不知火箱的声音 有着几分疲惫慵懒 也有着几分魅惑 是 灵璇测试点了点头 立刻就去叫不知火箱的另一位英雄 银月武士 PS 帅哥们加加群呀 点开我的主页 点个关注 就可以加群了 第87章 那就杀了吧 阿秋 高天园战区的首领高天下野 打了一个喷嚏 身子下意识地蜷缩在一起 马德 这也太冷了吧 高天下野怒骂道 心想 天道是不是有毛病啊 好好的首领争霸赛 非得选个环境这么恶劣的地方 同时 他也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该先在之前 前宫下的那个部落休息一会儿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个部落 赤后回来禀报道 太好了 高天下野大喜 连忙命令大军冲了过去 把这个部落清扫完 必须得好好休息一下了 不然的话 自己就得被冻死了 暗邻族部落 被放逐状态 等级 十六级 普通暗邻族 乘四灵 暗邻族精英 乘一 简介 暗邻族血脉强大 拥有着清河黑暗的力量 不进天道 故而被放逐 居然是十六级的 高天下野顿时停下了脚步 他先前遇到的那个部落 也才只是十级 耗了不小的静才攻下 这个十六级的暗邻族部落 自己恐怕不是对手啊 高天下野眉头紧皱 最后只能选择绕道 以他现在的实力 根本打不赢十六级的怪物部落 该死 要不是之前被不止火箱骗去 偷袭陈楚人 导致我的主力大军全部战死 我现在也不会这么窘迫 高天下野恶狠狠地说道 之前为了偷袭陈楚人的领地 他可是把自己的精锐 全部带上了 偷袭失败后 高天下野花了极大的代价 也才只复活了一半的士兵 这让他的战斗力 直接下降了一大截 小心点 千万别把这群家伙给惊动到了 高天下野叮嘱到 然后带着大军绕开了 领主大人 前方有片树林 要不我们先去那里安营扎寨 休息一下吧 高天下野的一位英雄说道 行 高天下野点了点头 于是 一众人便进入了森林 此时 陈楚人这边 已经清扫了三个部落了 两个暗邻族部落 一个潮西族部落 等级都不高 全都是15级16级的样子 规模也都相同 已经210的积分了 这个速度 应该比其他人快不少吧 陈楚人难难道 这时 陈楚人发现 天色变暗了 陈楚人这才注意 原来这片空间的时间不一样 他进来的时候 洪荒战区可是深夜 这边却是白昼 杨姐 雪女 我们先找个地方安营扎寨吧 天色马上要黑了 我担心这里的环境 会变得更糟糕 陈楚人有些担忧地说道 这片空间 对于陈楚人来说 是完全未知 万一天黑之后 风雪变得更加厉害了 没有休息的地方 还是会有些危险 而且 说不定还会冒出一些 其他的东西 也说不定 领主大人 前面有一片森林 我们可以去那里安营扎寨 杨姐说道 森林吗 陈楚人上前 顺着杨姐指的方向望去 视野最极限的地方 勉强能够看到一点 在一片雪白之下 透露出的几点绿色 那好 我们就先去那片森林吧 陈楚人说道 大军便朝着森林靠近 领主大人 帐篷已经搭好了 您先进去休息吧 一个士兵走到高天下野的面前 恭敬地说道 不错 高天下野 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便走进了帐篷 这个帐篷虽然无比简陋 但好歹也能够遮风避雨了 幸好我以前带了一些临时帐篷 不然的话 这回就得吹冷风了 高天下野得意地想着 十分佩服自己的足智多谋 远见之明 也不知道其他人进展如何了 不过反正马上就天黑了 我估计其他人可能还在想办法 怎么度过这个寒夜呢 毕竟他们可没有我这么什么远虑 提前准备了帐篷 一想到陈楚人在冰天雪地里 瑟瑟发抖的模样 嘖嘖嘖 真是可怜啊 高天下野幸灾乐祸地想着 嗨嗨 高天下野干咳了两声 有些口渴了 于是便把脑袋探出了帐篷 喂 给我打点水过来 然而就在这时 他突然看见了 前方走来了一波乌泱泱的人 嗯 难道是其他区的哪位首领 高天下野眉头微微一簇 不过倒也没有惊慌 他以为应该是另外八个樱花战区的首领之一 大家都是同胞 还可以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地方 互帮互助 然而 人影的走近 高天元这才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 陈 陈楚人 高天下野大惊失色 他自然也是 见过陈楚人的照片的 靠 这么运气这么背 高天下野 立马从帐篷里面钻了出来 快 快收拾东西跑 算了 快点跑 这些东西不要了 高天下野慌乱无比 他虽然没有和陈楚人正面交过手 但他是见过杨俭的恐怖的 当时一人便直接横扫了他们几个首领的联合大军 此时 陈楚人自然也注意到了高天下野的动作 随即冷笑了两声 哼 想跑吗 杨俭 去把那个家伙抓住 杨俭点了点头 随后脚尖一点 整个人便直接冲了出去 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杨俭便已经飞到了高天下野的头顶 嗖 坟天眼月刀直接横在了高天下野的脖子上 领主大人 顿时 周围的士兵和他的两个英雄都神情一景 咕咚 高天下野咽了咽唾沫 害怕得浑身颤抖起来 你是 陈楚人走了过来 看着高天下野的脸 仔细回想了一下 九个樱花战区首领的照片 他也从崔灵那边看过了 高天下野是吧 陈楚人终于想起了他的名字 陈楚人 有话好说 高天下野 连忙想要求饶 然而陈楚人并不感兴趣 直接打断了他 你知道其他八个人的位置吗 高天下野摇了摇头 陈楚人撇了撇嘴 漫不经心地说道 那就杀了吧 第八十八章 风雪中的怪物 那就杀了吧 杨姐没有一刻耽误 直接横刀一抹 滚烫的鲜血四箭 喷洒到四周 原本厚厚的雪地 也都融化出了一个个血色斑点 紧接着 高天下野的士兵和英雄 瞬间化作了点点光辉 直接消散了 陈楚人也懒得跟高天下野废话 本来 陈楚人想着 这些樱花人会不会有什么 能够互相联系的手段 如果有的话 从高天下野嘴里撬出来 一个个全部除掉 也是 这片空间的风雪有些奇异 似乎能够阻挡感知 想必寻常的道具 也应该是用不了的 陈楚人难难道 怎 才这么点积分 陈楚人看了看 从高天下野那里得到的积分 一时间露出了几分比一的神色 他都已经清扫了好几个部落了 结果这个高天下野 才只清扫了一个 效率真低啊 随即 陈楚人看了看四周散落的几个帐篷 火堆 以及还没有搭建好的围栏 不错嘛 刚好给我省了不少功夫 陈楚人轻轻一笑 便钻进了帐篷 本来他想着进森林安营扎寨 估计还要花费一会儿功夫 没想到遇见了高天下野 对方不仅带了帐篷 还把四周的栅栏火堆 也弄得差不多了 给自己节省了不少的时间 呼 这帐篷还真是暖和啊 陈楚人叔父惬意地感叹了一句 随后便让杨检等人 也安定下来休息一晚上 此时 高天园战区 战区首领高天下 也已死亡 战区首领高天下 也已死亡 战区首领高天下 也已死亡 天道在高天园战区 接连通报了三声 这群樱花人 一脸都不敢相信 什么 首领死了 不可能吧 高天君居然死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第一个死亡的 不是那个大厦人 一时间 整个高天园战区 陷入了慌乱 整个高天园战区里 最强大的 就是高天下野了 他这一死 其他人和另外九个战区的 实力差距就变得很大了 这样一来 他们高天园战区 就真的要成万年垫底了 由于首领战死 战区弃运一 三日后将开启 新的首领考核 选出新任首领 什么 首领死亡 实际还要扣出弃运 我的天 我刚刚在这刷怪 都已经看到 怪物的尸体冒金光了 结果一瞬间 那金色的东西就消失了 战区弃运大减 原本他们能够 爆出的珍惜道具 直接就没了 我靠 我灵天里的作物全部死了 我的也是 还有 我怎么感觉 灵气也变稀薄了 还真是 完蛋了 这下我们的发展 肯定会被其他战区甩下去的 一时间 整个高天园战区聊天频道里 都在鬼哭狼嚎 那三位高层 则是开始安慰起了众人 试图笼络人心 为自己争夺新人首领做准备 原本在高天下野手下 他们也都老老实实 安安分分地 做着管理战区的工作 也没有有过其他心思 毕竟高天下野的实力背景 都在他们之上 不过 这下高天下野死了 群龙无首 而他们三个高层之间的战力差距 都十分相近 也就是说 他们都有机会 成为新任战区首领 要知道 普通的高层和首领之间的待遇 可谓是天差地别 比普通领主 跟高层之间的差距还大 所以 他们三人此刻都无比兴奋 心中都十分狂热 想要争夺那个首领之位 深夜 呼呼呼 寒风狂笑 啪啪啪 树梢上的血团 在狂风中四散飞落 陈楚人感觉 这顶帐篷都要被掀开了 晚上的风居然这么大 陈楚人缩了缩身子 打了个寒战 自己的领主之心都二级了 而且也快进化成紫色了 领主之心对自己 也有着极大的强化 再加上之前负责甘露的瑞泽 陈楚人现在的体魄 已经可以媲美一些英雄了 毫不夸张地说 陈楚人就是赤身裸体 跑到南北极泡个几天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即便如此 陈楚人都被这片世界的 冷血寒风所刺痛 白天都感觉还好 这晚上的风雪 足足又翻了一倍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九天玄女和杨检二人 突然站在了帐篷外面 领主大人 有东西靠过来了 九天玄女立声说道 语气颇有几分凝重 陈楚人眉头一紧 连忙从帐篷当中走了出来 他还是很少见到 杨检和九天玄女 如此凝重 这也说明 二人口中的怪物 很不简单 没过几秒 陈楚人便感受到了 地面好像在震动 咚咚咚 不是好像 是地面真的在震动 陈楚人瞳孔一震 只见不远处 朦朦胧胧胧的 出现在了一座小山 那什么时候有座山呢 那不是山 陈楚人瞳孔猛的一缩 那小山般的身影 正在朝着自己靠近 风暴之王 等级 39级 技能 暴风雪 地动山摇 冰霜护盾 介绍 拥有着操控风雪能力的强大存在 但被放逐之后 失去了神志 白天会找个地方睡觉 夜晚则会陷入狂暴 在未被放逐前 也是一方豪强 由于长期处于狂暴状态 不建议契约为英雄 祝 风暴之王 不会攻击被放逐种族的部落聚集地 居然是39级的怪物 陈楚人下意识地喃喃道 这可是 他到目前为止 遇到过等级最高的怪物了 而且在这片世界里 陈楚人之前遇到的都是十几级的部落 这一下子就跳跃了二十多级 而且 根据信息面板的描述 这个风暴之王可不是寻常的怪物 居然能够操控风雪 也就是说 这片世界的漫天风雪 都是他操控的 不过随即 陈楚人便摇了摇头 这个不太可能 操纵整片世界的风雪 仅仅只是39级的怪物 不可能做到的 哪怕是在强大的风暴之王 等级已经限制在了那里 玄女 杨俭 能行吗 陈楚人问道 嗯 两人点了点头 虽然这头风暴之王的确很强 但并不代表着 他们不是对手 两人心里也涌出了一股战意 希望这头畜生 能够给自己一点战斗的乐趣吧 九天玄女轻笑一声 便率先冲了出去 杨俭健壮 也不甘示弱 踢着焚天掩月刀 也一跃而起 第89章 第二天 此时 红荒战区 以及另外八个樱花战区 也都得知了高天下野死亡的消息 另外八个樱花战区的人都是 相当震惊 一个是惊讶于 这才只过去了不到一天 便有首领死亡了 二个震惊的 就是死亡的首领 居然不是陈楚人 九个樱花战区的人连手 居然都打不赢一个陈楚人吗 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 他们也无法看到 首领争霸赛的情况 自然不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十个战区里 还是有一些聪明人的 看样子 各个首领 应该是被迫单独行动的 这样一来的话 陈楚人的实力明显更强 说不定还真会让他威胁到我们 几个樱花人 心里默默地思考着 脸上布满了担忧的神色 从之前的情报当中 可以分析出 九个樱花战区的首领里面 恐怕也只有不知火箱 能够和陈楚人抗衡了 至于其他八个人 还是差了一些 但是有几个人 倒是知道一些隐秘 不知火箱这一次 有了一张无与伦比的底牌 绝对是可以横扫所有人的 不知火小姐 一定要斩杀陈楚人啊 樱花人在心里默默念叨 此时 崔莉儿几人心中的担忧 也都减少了几分 他们也都猜出来了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那几个樱花人 目前应该还没有联手 陈楚人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 宁红叶心里默默地祈祷着 他真的很害怕 万一天到下一个通报的 就是陈楚人 不行不行 别想着这种晦气的东西 宁红叶连连晃了晃小脑袋 把这个担忧甩了出去 披衫 杨简大喝一声 手中的坟天掩月刀 绽放出极咒的光芒 将整片黑夜 都照亮得如同白昼一般 一旁的九天玄女 舞动着曼妙的身姿 四周群星闪耀 星辰坠落 恐怖的能量 从二人身体当中迸发出来 连天地都避让了三分 好 风暴之王怒吹了胸口几下 大吼一声 像那星星一样 他也释放出了全身的灵力 四周漫天都风雪 都听从着他的指挥 朝着杨简和九天玄女狂涌而来 恐怖的寒浪 刺骨无比 即便陈楚人隔着很远的距离 都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寒战 九天玄女施展着漫天化沙 不断飞出的红铃 将风暴之王死死地捆住 哄 一声巨响 杨简一刀劈了下去 杨简身高八尺 风暴之王面前就像个蚂蚁一般 可即便如此 杨简一刀重重地 劈在风暴之王的头顶 风暴之王瞬间目自欲裂 仿佛受到了极其恐怖 无法承受的疼痛 紧接着 一道裂缝从杨简直劈的位置出现 然后向下蔓延 裂缝如同癌细胞一般 迅速分裂蔓延 仅仅只是片刻 无数的裂缝 便蔓延到了风暴之王的全身 砰 一声巨响 风暴之王的身体 直接炸裂开来 不过并没有血肉四件 风暴之王的躯体 像是一个个冰块堆积起来的 恭喜 您的英雄杨简 击杀了一头风暴之王 获得十万点经验 风暴之眼乘一 杨简获得了这十万的经验 直接升级了 同时 这头风暴之王也有着积分 足足有一万 风暴之眼 可以生成持续半小时的大型风暴 对几方没有任何影响 冷却时间三十天 陈楚人将风暴之眼收了起来 这玩意儿倒也是个相当不错的道具 领主大人 信不辱命 杨简走到陈楚人面前拱手抱歉道 态度十分恭敬 一旁的九天玄女则是悄悄地嘟了嘟嘴 似乎有些不太服气的模样 陈楚人大概也知道为什么 杨简和九天玄女两人相比 杨简地攻伐之术更强 单体作战能力也是优于九天玄女的 所以 遇到这些高等级的怪物 基本上都是由杨简斩杀的 长此以来 九天玄女渐渐地感觉自己 像是成了个辅助一样 心里自然也是有点小别扭 陈楚人轻轻一笑 九天玄女 这还是有些小女生的脾气 毕竟杨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 修炼成神 而九天玄女 则是一直住在昆仑 不安逝世 两人各有忧恋 论单体作战能力 九天玄女 自然是略训杨简一筹 但是九天玄女最强的 并不是单体作战啊 九天玄女可是东方的战争女神 她最强大的是战争 等到后面 兵种的数量继续扩大 领主与领主之间的战斗 进阶成了战争 那个时候 就是九天玄女大放异彩之时 玄女 等后面领军作战 可还是得靠你的呀 陈楚人轻柔地说道 是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应声道 心中也是一暖 没想到领主大人 居然如此心思细腻 注意到了自己的情绪变化 不由的 九天玄女的俏脸 又升起了一朵红蕴 好了 先休息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接着便钻进了帐篷当中 随后 杨俭和九天玄女两人 安排好巡逻的守卫 便也休息了 一夜无话 首领争霸赛第二天 白天的风雪 比夜晚小了许多 陈楚人走出帐篷 伸了伸懒腰 然后便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对了杨俭 记得时不时探查一下 能不能找到 那群樱花人的踪迹 陈楚人说道 是 领主大人 杨俭点了点头 他有着天眼 感知范围十分广旺 但是受限于他自身的等级 以及这片世界诡异的风雪 只能勉强探查出 一百公里范围以内的东西 不足以前 巅峰时期的万分之一 不过杨俭心里也并不着急 他相信自己 在领主的带领下 一定能够重现辉煌 甚至是更上一层楼 九天玄女心里 也是一样的想法 PS 第二个实习颇有些难度 感觉做不出来啊 编程好男 有五董的帅哥 第九十章 强大的暗星精灵 此时 不知火香这边 领主大人 我找到了另外一队人 测试有些激动地说道 第二天的风雪减弱了不少 他也适应了一些 终于可以施展自己的探查技能了 哦 是谁 不知火香连忙问道 啊 测试双眼紧闭着 还在努力探查着 终于 他看清楚了对方的脸 是须左战区的首领 安倍菜子小姐 原来是菜子啊 不知火香难难道 安倍菜子出身于安倍家族 安倍家族也是日本的顶尖大族 也就只比不知火家族略逊一筹 两人的关系也是不错 好久没看到他了 正好 不知火香难难道 于是便让测试指明方向 众人开始赶路 过了将近有几个小时 不知火香才找到了安倍菜子一行人 香姐姐 安倍菜子惊喜地说道 原本他还一脸戒备 心想会是谁呢 好久不见了 不知火香笑盈盈地走了上去 他们在进入万族战场之前 也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过了 香姐姐 这次首领争霸赛 可就要承蒙你照顾了 安倍菜子玩耳一笑地说道 行 那我们就一起吧 另外 找一找陈楚人那个家伙 不知火香缓缓说道 一提到陈楚人 他的眼神就阴狠了下来 嗯 安倍菜子点了点头 他也是樱花人 自然是想要先排除掉 陈楚人这个异族人 对了 香姐姐 我听家里说 不知火家已经把那件东西 给你了 安倍菜子 小心翼翼地问道 不知火香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似乎犹豫了一下 不过 随即还是点了点头 缓缓开口道 是的 安倍菜子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脸上闪过一丝惊叉 没想到香姐姐居然真的 驾驭了那件东西 看来 我们樱花民族 终于要在万族战场上 扬名利万了 安倍菜子脸上 满是兴奋和激动 哈哈 哪有那么容易 这些东西 只是给了我强大的资本 最后能够走到哪一步 还是得看自己的努力发展才行 不知火香难难道 随即 他缓缓低下头 心中意念一动 额头顿时出现了一道紫色的纹路 散发着妖意无比的光芒 仔细一看的话 那道图案 赫然便是八条缠绕在一起的大蛇 争鸣无比 对了 湘姐姐 先前我遇到了一个十八级的部落 我直接绕开了 现在有你在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扫荡下来了 安倍菜子说道 十八级的部落 不知火香眼神一亮脸上 虽然只是比他先前扫荡的部落高了三四级 但能到的积分恐怕能够翻好几倍呢 菜子 赶快带路 不知火香催促道 好 大夏 万族战场总局 韩老 这群樱花人如此嚣张 公然背信弃义 眼下都直接不回复我们了 那又能怎么办 漂亮国也派出了好几艘最新的军舰 上面都有着 他们在万族战场当中得到的先进装备 要是真打起来 我们肯定会吃亏的 唉 早知道就不应该找樱花人交易的 为了救那个洪荒战区 直接让我们损失了这么多的资源 就连龙大人的那个 当初我就说了 为了一个洪荒战区 不值得花费如此大的代价 这下好了 东西没了 人也没就回来 会议室里 极老议论纷纷 三四个人一直抱怨 另外几个人则是低着头 默不作声 你们这样说也不合适吧 我们总不可能一开始 就放弃掉洪荒战区吧 谁知道樱花人这次 居然如此无耻 就是 我觉得我们的决策并没有问题 谁能料到 樱花人居然如此败坏自己的名誉 再说了 如果不和樱花人交易 难道你们就眼睁睁地 看着洪荒战区陷落 你们又给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吗 又有两人说道 好了好了 终于 坐在最上方的寒老发话了 原本还想要反驳的几人 也都坐了回去 闭上了嘴巴 这次交易 是我主动提出来的 因此 所有的责任我都接了 那些资源 我会想办法补回来的 寒老缓缓地站了起来 先前那几个抱怨的人听闻 脸色微微一松 不过 如果我们连自己的人民 都不肯去挽救 那么我们 还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 大厦 不是我们的大厦 是所有大厦人的大厦 也是洪荒战区 所有人的大厦 我们没有道理放弃他们 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寒老突然怒吼道 目光缓缓地落到了 先前抱怨的那几人身上 顿时 几人身子猛地一颤 我希望 这是我最后听到 这样的抱怨声 如果再有下次 寒老没有再说下去 而是静止地甩了甩袖子 冷哼一声 直接夺门而出 光荡 会议室的门 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那几人脸色一变 神情有些异样 相互瞥了瞥几眼 切 本来就是 吓唬谁呢 威胁的话都说了好几遍了 就是就是 因为这次的事情 估计他也在这个位置 做不下去了 也是 估计他也就是 趁自己还没下台 再微风两下 那几个先前抱怨的人聚在一起 窃窃私语了起来 另外几人见状 微微摇了摇头 但却并没有说什么 首领争霸赛的风雪世界中 陈楚人又遇到了一座新的部落 暗星精灵族被放逐状态 等级 二十集 普通暗星精灵乘三十 精英暗星精灵乘一 介绍 曾经的精灵族一大之脉 哪怕是和天使精灵一族相比 也都不遑多让 不过由于犯下了滔天罪行 被天道所放逐 暗星精灵族 陈楚人难难道 这个种族他倒是没有听说过 但是那个天使精灵族 可谓是如雷贯耳 那可是万族当中 最为鼎盛的大族 强横无比 即便在广袤无垠 浩瀚无边的万族战场 那也是顶尖大族 可远不是人族能够比拟的 没想到 居然遇上了如此厉害的种族 陈楚人心里 打起了十二分的警惕 这暗星精灵族 可不容小觑 即便只有二十集 可能都有着不下于 三四世纪怪物的强大实力 第九十一章 在于樱花人 昨天晚上击杀的那头风暴之王 足足给了有一万的积分 如果只是按之前的那种效率 哪怕是三天加起来 都不一定有一千积分 也就是说 陈楚人现在完完全全 可以找个扫荡过的部落待着 一直到首领争霸赛结束 不过陈楚人肯定不会选择这么做 那多没意思啊 再说了 以防万一 多弄点积分肯定是更好的 于是 陈楚人一行人 便走到了暗星精灵部落门前 很快 三十多名暗星精灵 纷纷提着武器冲了出来 全是人族 为首的那名精英暗星精灵 有些意外 在他的印象里 人族可一直都是最弱小的种族 连进入万族战场的资格都没有 能来到这里 说明他也是成为了领主 没想到时过境迁 如今的万族战场 门槛都这么低了吗 暗星精灵摇了摇头 轻笑两声 眼眸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 陈楚人眼睛微微一眯 打亮着这个精英暗星精灵 不得不说 这个家伙要是能够契约成英雄的话 可能都有S级的品质了 陈楚人都有些异动 不过很可惜 他们毕竟都是被天道放逐的 要是真契约了的话 陈楚人担心多少会有些麻烦 想想还是算了 陈楚人也打消了 和这些暗星精灵交谈的想法 便直接让杨姐和九天玄女动手 切 才十多级 就敢来攻击我们 人族现在都这么狂妄了吗 也好 就让我来让你们回忆一下 无数年以前被奴役的情形 暗星精灵们 也纷纷运转起自身的力量 狂妄 杨姐面容冷峻 不屑地冷哼一声 随后便抬起了手中的 坟天眼月刀 顿时 一股灼热的气浪爆发开来 恐怖的威压 直接笼罩在了 重暗星精灵头顶 有点意思 为首的精英暗星精灵 眯起眼睛 眼眸中闪烁着一丝惊讶的神采 显然 他没有料到 仅仅只有十二级的人族英雄 居然能够爆发出 如此强悍的威压 哼 终究只是孱弱的人族罢了 就让你见识一下 曾经作为精灵王族的强大吧 他大吼一声 随即猛地抬起双手 翻掌朝天 体内的灵力狂涌 眨眼之间 便在头顶凝聚成了一颗 暗沉的球形物体 散发着一股股黑暗气息的强大力量 杨姐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随即便提起坟天眼月刀 直接冲了上去 用力一劈 精英暗星精灵双掌 猛地往前一送 那颗暗沉的大球 也朝着杨姐扔来 速度十分之快 砰 坟天眼月刀和暗沉大球 碰撞在了一起 居然直接停住在了半空当中 双方都好像无法奈何对方 刀尖在球面激烈摩擦 见出了无数的火花 杨姐猛地往前一用力 刀刃火光一闪 直接将那颗大球击飞 然后整个人顺势往后退去了几步 不错 杨姐眼底闪过了一丝兴奋 显然 这个精英暗星精灵 比之前任何的怪物都要强大 虽然只有二十级 但比那头四十级的风暴之王 还要强大几分 杨姐心中也是有几分喜悦 终于可以让自己稍微认真点了 杨姐微微一仰头 眼眸当中闪烁着光辉 体内的灵力狂泻而出 形成了一股漫天的威压 披山 杨姐大喝一声 紧接着 灵力尽数狂涌到了手中的 坟天眼月刀上 坟天眼月刀绽放出了耀眼无比的光芒 只能将整片天幕遮蔽 恐怖的威压尽数散发开来 比之先前的还要恐怖好几分 精英暗星精灵眉头紧皱 额头上留下了几滴汗珠 该死 这个人族居然还隐藏了实力 他不是才十级吗 怎么可能会这么强 那个精英暗星精灵心中无比震惊 原本还有所轻视的态度 立马变得无比严肃 斩 杨姐一跃而起 大喝一声 身后灵力狂涌 形成了一道淡淡的神威虚影 糟糕 那头精英暗星精灵顿时瞳孔一阵 连忙使出浑身解数来抵挡 身前瞬间凝聚出了一颗颗的暗尘大球 然后粘连在一起 形成了一堵漆黑无比的护盾 将它全方位地牢牢地保护在其中 哄 一声巨响 杨姐一刀劈下来 背后的天幕透射出一丝缝隙 仿佛是被杨姐一刀劈成了两半似的 这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暗星精灵心头大震 面前传来的力量越来越强 即便它使出浑身解数 也越来越难以抵挡 可是 面前的这不是人族吗 而且比自己还低了好几节 怎么会这么强 人族什么时候诞生出如此强大的家伙了 然而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的 因为 哄 一声巨响 精英暗星精灵身前的护盾 直接炸裂开来 杨姐那耀眼的刀芒 直接一展而下 精英暗星精灵 瞳孔一震 眼眸当中 早已被焚天眼月刀的刀芒给充满了 噗刺 一道暗色的鲜血飙了出来 精英暗星精灵 双眼一翻 身子重重地倒了下去 恭喜 您的英雄杨姐击杀了一头精英暗星精灵 获得三万点经验 暗星球乘一 暗星球 精英暗星精灵才能够产出的灵力聚合物 蕴含着庞大的灵力 用途广泛 这时 九天玄女走了上来 真具 这只怪物都让你抢先了 那剩下的 就给我和玄女军吧 杨姐点了点头 也没有拒绝 于是 九天玄女便带着玄女军冲了上去 剩余的普通暗星精灵 见自己头领都死了 士气大俭 溃不成军 几分钟 便被玄女军们击杀干净了 恭喜 您的兵种玄女军 击杀了一头普通暗星精灵 就在这时 杨姐突然感知到了一波气息 有人来了 第九十二章 再杀樱花首领 有人来了 随即 众人立刻警惕起来 陈主人凝重地问道 有多少人 杨姐闭上眼 仔细地感知了一番 过了两秒再说道 两队人 加起来得有两三百人了 陈主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看样子 估计又是两个樱花战区的首领 聚在了一起 两队 杨姐 走 我们去看看 陈主人嘴角微微往上一扬 这次首领争霸赛 他说什么 也得让这群樱花人大出血 很快 陈主人便看到了前来的两队人 为首的便是 伊邪纳齐战区 和伊邪纳美战区的首领 一对兄妹 藤元昊和藤元月 兄长 你看 两兄妹自然也是 看到了陈主人的到来 陈主人 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藤元昊大喜过望 仰头大笑起来 要说一对一 他自然知道 自己不会是陈主人的对手 但是眼下 自己兄妹联手 拿下陈主人一如反掌 到时候 自己就可以拿着陈主人的手机 到不知火小姐面前邀功了 甚至还会得到不知火小姐的赏识 一问方则也说不定 想着不知火香那娇媚无比的脸 藤元昊小父就是一阵火热 似乎有什么硬挺的东西 忍不住昂扬起来 嗨嗨 藤元昊收回了心神 压制下心中的邪火 陈主人 遇见我们两兄妹 你就自认倒霉吧 把资源什么的都主动交出来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藤元昊微微仰起头 用下眼角撇着陈主人 一脸的得意神器 藤元昊自然也是有着自傲的资本 他们两兄妹的英雄 都是清一色的A级 兵种也是三个A级 一个B级 特别是藤元昊手里的那王牌兵种 暗淫忍者 即便在一种A级兵种里 也是名列前茅的存在 陈主人一听 轻轻笑了起来 摇了摇头 则则则 你们樱花人都是这么自大吗 就凭你们两个 哼 要不我给你们点时间 把另外六个人也叫过来 陈主人一脸玩味的笑容 陈主人 你可别嚣张 藤元昊顿时大怒 心想这陈主人也太嚣张了吧 居然如此轻视自己 的确 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可是现在是二打一的局面 他都能够说出这么嚣张的话 一时间 藤元昊心里的得意 全部转变成了愤怒 本来他还想着 趁这个机会 好好地掐灭一下 陈主人嚣张的气焰 让自己爽一爽 结果陈主人 居然依旧如此强硬 另外六个人 一旁的藤元昊 倒是没有动怒 反而注意到了 陈主人说的另外六个人 很明显 陈主人的意思 不可能会是说 他只能以一敌八 多一个人就打不了 糟糕 看样子已经有人遇上陈主人 遭遇了他的毒手 藤元昊心头一颤 忽然间 他心里也开始 有几分慌乱了起来 他开始怀疑 自己和兄长二人 究竟会不会是 陈主人的对手 要不 先走 联系上其他人再来 然而 正当他盘算的时候 一旁的藤元昊 就已经忍不住了 银子武士 天皇立士 直接上 藤元昊一声令下 两名英雄 便直接冲了出去 兄长 别绑撞啊 藤元昊连忙 想要劝阻道 怕什么 我们两个人 你也快点 让你的英雄上去 速战速决 藤元昊不但不听 反而还连忙催促藤元昊 见状 藤元昊心中 也是一阵无奈 没办法 他也只能命令 自己的英雄跟了上去 杨剑 玄女 交给你们了 对了 那两个人先留着 我一会儿有点事情 想问一下 陈楚人缓缓说道 是 两人抱拳应声道 随即便直接冲了出去 哼 我们的可都是A级英雄 你以为你能一打二吗 藤元昊冷哼一声 然而陈楚人却是轻轻一笑 我可没想过 一打二 反正都是秒杀 一打即有什么区别呢 陈楚人嘴角轻轻上扬 然后耸了耸肩 秒杀 大言不惭 藤元昊眼角一阵抽搐 还秒杀 陈楚人真是嚣张到了极点 前面几次没有人收拾你 这次你还以为能无法无天了吗 然而下一秒 藤元昊的脸色便僵住了 扑辞 一道道鲜血四剑 刀芒和红灵交错 伴随着一阵阵狂飙而出的鲜血 您的英雄银子武士已死亡 您的英雄天皇力士已死亡 顿时 藤元昊和藤元月两人脸上惨白无比 他们引以为傲的A级英雄 人数还是陈楚人的两倍 可即便如此 居然就直接被秒杀了 这怎么可能 陈楚人的英雄 究竟是什么怪物啊 两人瞳孔猛的一缩 惊恐地望着杨茧和九天玄女的身影 随后 草头军释放出灵力 一道剑与骑射而出 精准地落在了藤元兄妹身后的每一个兵种头顶 这些士兵们想要防御 但却直接被利剑刺穿了 顷客之间 便只剩下了藤元兄妹二人 周围则是一片血海 故东 两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陈楚人 我 我们 我们只是一时冲动 大家都是东亚人 何其生财 藤元昊连忙求饶道 说着说着 脸上便挂出了一副谄媚的笑容 一旁的藤元月 也是连忙求饶 陈楚人 我们兄妹一时冲动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两人低声下气起来 全然没有了先前的神器 他们也清楚 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要是想杀自己 那就真的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陈楚人越过杨茧和九天玄女 缓缓地站到两人面前 问你们一个问题 问问问 但是 你得答应我们 回答之后 必须得放了我们 藤元昊眼睛一亮 心里忽然又有了几分底气 你觉得 你们有资格跟我跟我谈条件吗 陈楚人眼神一狠 手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一把长剑 直接横在了藤元昊的脖子上 一旁的杨茧 也是眼神一瞪 直接释放出了威压 让藤元兄妹二人动弹不得 藤元昊瞳孔一阵 脸色瞬间煞白无比 额头上布满了汗珠 你 你问吧 我知道的 我肯定都会说 陈楚人顿了顿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打亮着藤元昊 藤元昊浑身一击灵 一瞬间仿佛置身在了一片冰天雪地当中 第九十三章 不知火香的神秘底牌 你们樱花国为什么不守信用 陈楚人历生质问道 不守信用 什么不守信用 藤元昊一脸不解 他心想 我们樱花人不是整个蓝星最守信用的民族了吗 明知故问 陈楚人眼神瞬间冰冷了下来 藤元昊浑身一颤 仿佛有着无数根冰锥刺来一般 我说我说 一旁的藤元月连忙开口道 自己这个哥哥是真的有点呆啊 哦 陈楚人缓缓看向了藤元月 藤元月的容貌颇为秀丽 若是放到了大夏 也算是斑花一级的美女了 加上现在的情况 颇有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让人忍不住心生怜爱之意 换作是其他人 可能都会忍不住放过藤元月 收入胯下 不过陈楚人可不是那种惊虫上脑的蠢货 行 那你回答我 陈楚人冷冷地问道 随即缓缓地收回了 横在藤元昊脖子上的长剑 呼 顿时 藤元昊如释重负 连忙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接着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身旁的妹妹 心想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不守信用的事情 难道说 我拖欠高天下野钱的事情 被知道了 这次总局之所以没有履行协议 有好几方面的原因 主要是两个 一是另外一个战区的首领 也是不知火家族的 他有把握在那个卫面争夺卫面之主 如果转移过来 就会让我们樱花国损失一位卫面之主 至于第二个原因 也是最主要的 通过这次大厦送来的资源 成功让不知火家族 唤醒了血脉祈福 如今 那不知火箱应该应该 已经觉醒了不知火家族的血脉之力 听完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皱 血脉之力 这是什么 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也不怪陈楚人 毕竟这一世 他是孤儿出身 他的背景 注定了无法接触到这些隐秘 大厦也有着几个千年世家 存在着血脉之力 不知火箱的血脉之力 到底是什么 陈楚人问道 藤原月摇了摇头 这是不知火家族的秘星 我们藤原家族 虽然也是名门望族 但是不知火家族差太远了 哪里会知道这些 陈楚人不禁有些失望 不过倒也没有太意外 要是真随便谁都知道了 也就不叫做秘星了 不过这样一来 那个不知火箱可能就存在变故了 陈楚人不清楚 那个所谓的血脉之力 究竟有多么强大 虽然感觉再强 应该也不至于弥补 和杨检等人的差距 但是陈楚人向来比较谨慎 以防万一 得早点做好准备 看来 之后要是遇到不知火箱 可不能掉以轻心了 陈楚人难难道 那你们知道其他人的位置吗 陈楚人接着问道 藤原月摇了摇头 心想 这不是废话吗 要是知道其他人的位置 可能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也不至于两个人 被陈楚人团灭了 这样啊 陈楚人缓缓收回目光 眼底闪过一丝狠辣 接着 陈楚人转过身 背对着两人 杀了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藤原号两兄妹 瞬间瞳孔一震 陈楚人 你 我可没说过 会放你们性命 陈楚人冷哼一声 面对这群无耻的樱花人 手段自然要狠辣 扑呲 一道刀芒落下 藤原号两兄妹的身体 便僵硬地倒了下去 陈楚人表情淡然 然后查看起了积分 藤原两兄妹加起来 一共有接近四百的积分 挺不错的 先前暗星精灵部落 又得到了小两千的积分 陈楚人 现在一共有接近一万三的积分了 接下来 陈楚人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一边搜寻着怪物部落 一边也在寻找着 其他樱花首领的位置 战区首领藤原号已死亡 战区首领藤原月已死亡 由于首领战死 战区弃运一 新的首领考核选出新任首领 一邪纳美和一邪纳齐两个战区 同时想起了天道的播报 一时间 两个战区的樱花人都傻眼了 这怎么可能 我们首领大大也死了 难道说 又是陈楚人干的吗 怎么会这样 没想到 我们也步了高天元战区的后尘 顿时 两个战区所有人都哀嚎了起来 除了那几个高层 一邪纳美和一邪纳齐两大战区 由于气运衰减 灵气稀薄了不少 战区里的作物等等也死亡了许多 刷怪的调宝率也大大降低 和高天元战区同成了天涯沦落人 洪荒战区 很快 众人也得到了藤原兄妹死亡的消息 我的天 樱花九个战区 已经有三个战区的首领死亡了 是啊 这么看来 咱们首领大大还是猛啊 真是的 我们就不应该怀疑首领大大的 首领大大继续冲 干脆直接杀光这群无耻的樱花人 就是就是 让他们不守信用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无耻的樱花人 也不知道 他们樱花总局知道了这个消息 会是什么表情 估计比撤士还难看 就是 他们现在肠子不得悔清了 当初要是按照协议 跟我们置换一下 也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了 相比于樱花战区那边的鬼哭狼嚎 洪荒战区这边自然是欢天喜地 樱花人的死亡损失 对于他们来说 那可就最好的消息了 而且 加上现在又是同一个未免的竞争关系 削减敌人的实力 那就是 在变相增加他们的实力 原本已经不抱有什么希望的众人 又重新开始期待了起来 或许 他们的首领 又能再次创造奇迹 第九十四章 蓝星反应 蓝星 大夏 中央 老哈 这次的事情 我也不会怪你的 朴素的桌子上 一个神情凝重的老人 缓缓说道 他就是大夏的首长 首长 但这次白白便宜了樱花人那么多的资源 说什么也是我的失误 寒老巍巍地低下了脑袋 首长摇了摇头 即便是我 也都没有料到樱花人会如此无耻 首长缓缓说道 眼眸当中闪过了一丝疑惑 就算樱花人找到了漂亮国人 但他们也没有道理公然毁坏协议 这样一来 他们在国际上的声誉不就彻底臭了 眼下谁还敢跟他们合作 樱花人也不应该会如此短视才对 还是说 他们有什么仪仗 首长低下眼帘 陷入了沉思 不过并没有得到答案 首长 韩老南南一声 没事的老韩 这件事情我也是支持的 不然那些资源 哪里会调动得那么快 你也别自责了 这件事情不怪你 那洪荒战区 毕竟也是我们大厦同胞 无论是多少资源 也都无法交换的 只是这一次 就看他们的造化了 首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虽然他口中说的看他们的造化 但他心里 其实也都明白 韩老心里也明白 那还有什么造化 一亿敌酒 就算陈楚人发展得再好 也不可能翻盘的 这群可恶的樱花人 要不是最近大厦 在万族战场当中的表现屡屡不佳 让漂亮国嚣张了许久 这一次也就不会那么被动了 不过 这笔账肯定是要狠狠地清算 首长大人 这时 秘书慌慌张张地冲了进来 安秘书 不是说过很多次了吗 不要慌慌张张地 首长微微皱起眉头 这个新来的秘书年轻漂亮 也十分地温柔体贴 哪里都好 就是有一个缺点 一遇到什么事情 就慌慌张张大惊小怪的 首长大人 真的是急事 你看 秘书连忙将手中的文件 放在首长的桌子上 急事 首长微微皱起眉头 心里一咯噔 不会又是什么糟糕的消息吧 然而 等他看完上面的内容后 神情猛的一阵 脸上满是不可思议的神色 这怎么可能 韩老顿时一挫眉头 不由得好奇 这文件上到底写了什么 首长 发生什么事了 韩老忍不住问道 身子都微微往前凑了凑 下意识地想要看桌子上的那份文件 你自己看吧 首长将文件递给了他 韩老接过 深吸了一口气 心中做好最坏的准备 然而下一秒 韩老的面容也一下子僵住了 然后转变成了狂喜 陈主人居然连杀了三名樱花首领 韩老无比兴奋地大喊道 嘿嘿 你小声一点 首长白了他一眼 心想 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 还这么一惊一乍的 看我就这么镇定自若 是是是 我就是太兴奋了 韩老连忙压低了S音量 但是微微有些颤抖的声音里 丝毫压制不住心中的那份狂喜和激动 现在还不清楚 是不是陈主人杀的呢 万一那三人 是在首领争霸赛里的怪物所杀 也说不定 首长南南道 的确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至少 陈主人还是有着几分胜算的 韩老南南道 眼眸当中 又重新燃起了几次希望 行了 你先回去吧 密切注意万族战场的消息 除了洪荒战区 另外三十多个战区 也别忘了 首长说道 明白 韩老点了点头 便想起身 另外 这次的事情 不会影响你的位置 那些家伙的意见 我都压了下去 有些人真的是在椅子上坐久了 一点血气都没有了 首长南南道 眼眸当中 闪过了一丝痛恨 看来 是时候清算一下了 樱花国 首相大人息怒 首相大人息怒 首相府中 不知火镜三 气愤地直摔桌子 一旁的官员连忙劝阻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板本人哪 让他赶快连见我 九个咱们的人 居然在首领争霸赛里 就已经死了三个了 那个大厦人 反而还安然无恙 别告诉我 明天首领争霸赛结束 最后的赢家 反而是大厦的那个臭小鬼 到时候 我们樱花帝国的脸面 还往哪里搁 岂不是让全蓝星的人 看我们的笑话 不知火镜三大怒 胸口不断起伏 忽然 胸口一阵脚痛 不知火镜三连忙按住胸口 首相大人 身旁的秘书 连忙上前辅助不知火镜三 然后一边用自己硕大的胸口 来减缓不知火镜三 倒下的冲击 一边在抽屉里找出了药 然后立刻打开给 不知火镜三扶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 不知火镜三这才缓缓地坐了起来 扶了扶胸口 不过 他脸上震怒之余 似乎还有着一丝怀恋 嗨嗨 这一次 我们可是 违背了和大夏的协议 算是彻底地得罪了大夏 如果我们在万族战场当中 再有任何的损失 对于我们樱花国来说 那可就是相当灾难的 希望你们所有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不知火镜三大吼道 那些官员们纷纷缩了缩脑袋 小湘啊 这一次家族可谓是倾尽全力培养你 千万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不知火镜三难难道 眼眸当中满是期许和憧憬 只要不知火镜按照计划 成长起来 那么他们樱花国 就能够问顶整个蓝星了 再也不用东看看西看看别人的脸色 畏手畏脚 好了 你们都先出去吧 不知火镜三摆了摆手 似乎有些心累的模样 将众人赶了出去 等等 秘书留下 顺便把门关上 首相突然说道 秘书心领神会 十分熟练地转过身 靠在门背上 包囤下那丰满的蜜桃轻轻一顶 便把门关上了 首相脸上的震怒 顷刻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然后脸上满是笑容 有些淫荡的笑容 房间里又是一阵的快活 第95章 风暴得杀戮 首领争霸赛 风雪世界当中 第二天也过去了 世界再次陷入了黑夜 陈楚人提前选择了一个 攻占下来的部落休息 如果在外面安营扎寨 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 而且还有着莫大的危机 不过嘛 这个危机 也是对其他首领来说的 对陈楚人来说 那就是大号的金燕宝宝 真军 那今晚上 便有劳你去清扫怪物了 九天玄女 对着杨俭抱拳说道 夜晚会出现更加强大的怪物 得到的积分也就越多 所以他们便打算看 能不能再猎杀一两个 不过九天玄女 又担心陈楚人的安危 于是就想留下了 让杨俭带队出去 没问题 那领主大人 就交给玄女殿下了 杨俭抱拳说道 随后便率领着草头军 走出了部落 因为这些怪物 是不会攻击部落的 九天玄女 看着杨俭的背影 嘴角微微往上一扬 露出了一个欢喜雀悦的模样 嘿嘿 九天玄女连忙转过身 跑到了陈楚人的房门前 死 九天玄女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敲了敲门 咚咚咚 进来 陈楚人喊道 九天玄女便打开门 走了进去 玄女 你没有和杨俭一起出去吗 陈楚人有些惊诧地问道 我实在是担心 领主大人的安全 所以就留了下来 九天玄女 轻轻走到陈楚人的床边 然后坐了下来 这一坐 陈楚人便闻到了 扑面来的香气 这种香气 并不是各种香水的香气 而是一种体香 空秒清零 让人心旷神疑 九天玄女玩耳一笑 如同冰雪中 绽放的奥力强威 再说了 真君实力强大 也不用帮忙 陈楚人点了点头 心道也是 杨俭一人一军 应该也能够轻松应付 这里面的怪物了 那好吧 陈楚人点了点头 然后缓缓地缩了回去 行吧 那我先休息了 你也早点休息吧 陈楚人说道 嗯 九天玄女轻轻地知您一声 然后轻轻地关上了房间门 过了两秒 陈楚人耳边传来了 嘻嘻嘻嘻的声音 接着 陈楚人感觉到了一股温热 有人进了她的被窝 陈楚人下意识地起身 掀起被窝一看 只见九天玄女 捏手捏脚地爬上床 一双玉手 轻轻地搭在了她的腰上 那张华贵美艳的脸上 生起了两团诱人无比的霞红 嗨 玄女 你这是干嘛 陈楚人脸一红 有些尴尬地说道 领主大人 外面有些冷 九天玄女轻声说道 语气当中 似乎还有着几分撒娇的味道 可是 你不是也有房间吗 里面有暖火 应该不冷吧 陈楚人眼角微微一阵抽搐地说道 我这样 不也是更加能够方便保护你吗 九天玄女微微仰起头 那张绝美的脸 在陈楚人眼中一览无余 甚至因为陈楚人从上往下俯视 还能给看到 九天玄女预警下面的一片雪白 陈楚人哪里受过这种刺激 前世他也是个小楚男啊 嗨嗨 说的倒是也有几分道理 陈楚人微微撇过头 掩饰着脸上的羞涩 不过九天玄女还是看出来了 盈盈一笑 居然敢嘲笑你家领主 找打 陈楚人嘴角一扬 随即大手落下 打在了一处丰满之上 一夜无话 清晨 九天玄女整理好衣经 便早早地从陈楚人房间里溜了出来 玄女殿下 首领大人醒了吗 这时 背后传来了杨简的声音 九天玄女顿时身子一僵 像是被当场抓获的小偷一般 这个我刚刚进去看了一下 领主大人似乎还没有起来 九天玄女连忙正色道 这样啊 杨简点了点头 便让一众草头军先休息下去了 他也没有多想 便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 呼呼 九天玄女轻轻抚了抚胸口 一脸庆幸 还好还好 没有让杨简怀疑 于是 九天玄女连忙走到了 玄女军的营地当中 过了一会儿 陈楚人才伸了一个懒腰 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 领主大人 杨简见状连忙走上去 陈楚人吓了一跳 上下打量了一番杨简 然后眼神有些做贼心虚 一般的躲闪 嘿嘿 杨简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陈楚人装作一副 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 这样啊 陈楚人心中也松了一口气 那你们赶快休息吧 过一会儿再出发 陈楚人说道 然后便又回到了房间里 杨简看着陈楚人逃尸的背影 不禁有些疑惑地皱起了眉头 怎么一大早的 玄女和领主大人 都感觉有些怪怪的 想了想 杨简也没有想出个什么所以然 便索性不再想 休整了小一会儿之后 陈楚人才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今天便是首领争霸赛的最后一天了 另外一边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几头异常凶猛的怪物 一位英雄连忙给自家领主报告 神情无比焦急 哦 有多强 那人问道 这 恐怕我们不是对手 那名英雄犹豫了片刻 最后还是如实说道 那人便开始思考了起来 然而 就是这么片刻的功夫 两座小山般的身影 便已经将他笼罩了 如果陈楚人在这里的话 他一定认识 这两头怪物 都是风暴之王 好 两头风暴之王狂笑一声 恐怖的阴浪 直接将周围的士兵给击飞了 然后重拳朝着那人落下 不 那人瞳孔猛的一缩 爆发出了无比不甘的哀嚎声 哄 一声巨响 四周尘土飞扬 万族战场 比两板战区 战区首领伊藤泽二已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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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首领战死 战区弃运一 三日后将开启新的首领考核 选出新任首领 第九十六章 不知火香的血脉之力 八旗大蛇 另一边 不知火香和安倍菜子 两人也清扫了不少的部落 不知火香的积分 已经有接近七八百了 安倍菜子则要少一些 刚刚才四百出头 香姐姐 先前我助手的士兵说 昨天晚上 好像看到了一个体驱庞大的怪物 一旁的安倍菜子 缓缓说道 体驱庞大的怪物 不知火香不由得有些惊讶 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难道说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除了这些被放逐的部落 还有着其他的生物 不知火香想了想 心中盘算了一下 如果照这个速度 到首领争霸赛结束 他的积分也都突破不了一千 虽然已经足够多了 但是陈楚人很有可能比他还多 就目前为止遇到的这些部落 以陈楚人的实力 也是能够轻松应付的 所以 为了能够领先 他必须得击杀等级更高的怪物 测试 你能够感知到 那头怪物留下的踪迹吗 不知火香问道 一旁的测试 立刻闭上了眼睛 灵力运转 感知着周围的一切 过了几秒之后 测试缓缓地睁开眼睛 指了指一个方向 领主大人 那边 不知火香一听 立刻便带着众人冲了过去 诶 测试见状 脸色一紧 还想要说什么 可是不知火香 便着急忙慌地离开了 唉 测试只能无奈地叹了口气 然后跟了上去 本来他还想说 他感觉那头怪物的气息 有些过于强横了 过了将近有半个小时 不知火香等人 终于找寻到了那个风暴之王 此时的风暴之王 躺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当中 覆盖着矮矮白雪 若是不仔细地看 还以为这是一座小山呢 咕咚 不知火香和安倍菜子 两女 纷纷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身旁的一众士兵 也是神色惊恐 风暴之王 不知火香和安倍菜子 两人看到了风暴之王的面板 心中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香姐姐 这头怪物也太强了 要不我们先走吧 安倍菜子颤微微地说道 极力地压低了自己的音量 害怕惊扰到风暴之王 嗯 不知火香点了点头 随即 两人便打算撤退 哄 然而就在这时 那座小山一般的身躯 忽然动了一下 顿时 所有人身子一僵 心神紧绷 不敢有分毫的动静 过了半晌 那座小山并没有任何动静 不知火香等人 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家快走 别把这家伙给吵醒了 不知火香小心翼翼地说道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火香突然觉得天色暗了下来 抬头一看 一道遮天蔽日的剧长 正在自己头顶 不知火香瞳孔猛地一说 领主大人小心 一道荧光闪过 银月武士将不知火香救了出来 呼呼呼 不知火香大口地喘着气 胸口不断起伏 好险 差一点点他就没命了 不知火香连忙望去 那只风暴之王 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 一双星红的瞳孔 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 菜子 不知火香看着风暴之王手掌下的血迹 不由地大吼一声 安倍菜子的英雄 没有银月武士反应快 导致没能救下他 紧接着 安倍菜子的英雄和兵种 也瞬间消失了 可恶 不知火香恶狠狠地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死亡来得这么突然 领主大人 我们掩护你 你快跑吧 银月武士焦急地说道 一旁的侧室 也连忙带着士兵们围了上来 是啊 领主大人 我们给你电号 然而不知火香 确实并没有答应下来 目光紧紧地盯着 那头庞然大雾 他知道 这头怪物无比强劲 哪怕是自己跑了 两位英雄和一众士兵 也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 请客之间 就会全军覆没 到时候 风暴之王眨眼之间 就能够追上自己 那还不如 不知火香眼眸当中 闪过了一丝坚毅的光芒 测试 银月 你们站到我面前来 不知火香力声说道 两位英雄明显愣了一下 但见到自家领主 如此严肃凝重的模样 也就没有犹豫 立刻站到了不知火香的面前 好 风暴之王俯视着不知火香等人 血腥眼眸当中满是震怒 似乎是因为不知火香等人 打扰了他的睡眠 不可饶恕 风暴之王大吼一声 随后猛地抬起右臂 上面还有着安倍菜子的鲜血 至于肉身 则早就被砸成了一滩肉泥 随即 风暴之王调动起了体内的力量 汇聚在右臂之上 猛地朝不知火香砸去 拳风凌厉浩瀚 将四周的风暴 都斜卷地狂暴了好几倍 若是陈楚人在这里 一定会发现 这这头风暴之王的等级 虽然和之前遇到的等级差不多 但是实力要弱上好几倍 因为白天的风雪比夜间小了好几倍 这似乎也削弱了风暴之王的力量 不知道是因为这片世界的规则所致 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 灵力的巨掌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落下 毫无疑问 这一掌落下来 不知火香等人绝对是凶多吉少 然而此时的不知火香 眼神当中却没有一丝的害怕和惊恐 反而满是果决于狠辣 就让你这怪物见识一下 我们樱花民族的最强血脉 不知火香大喝一声 顿时 他那白皙的额头突然出现了一道暗紫色的光芒 一道猙獰无比的图案浮现 紧接着 不知火香身体里突然散发出了一阵阵黑紫色的烟雾 黑烟不断凝聚 仿佛变成了一条条巨蟒 死 虚空之间传来一阵阴森圣人多吐息声 接着 那一条条黑色的烟雾 尽数飘向了侧室和音乐舞室 啊 两人大叫一声 那些黑气直接钻进了他们的身体里 暗紫色的光芒大作 紧接着 两人仰天长啸一整 身体瞬间膨胀起来 眼眸也变成了暗紫色 看起来妖艺无比 此时 风暴之王的那只巨长已经落在了他们的头顶 四周的空气都尽数被这恐怖的气势给击散 仿佛苍穹坍塌了下来一般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音乐舞室和侧室两人眼眸一闪 妖艺的紫光大胜 四只手臂猛地往上一台 哄 顿时 整个天地都产生了一道精明之声 第97章 不知火箱击杀风暴之王 那道遮天蔽日的大掌突然停住了 就连风暴之王的脸上都闪过了一丝惊叉 眼前这两个只是六七级的人族明明应该十分孱弱才对 怎么突然爆发出了如此强大的力量 风暴之王十分不解 不过他也没有过多的震惊 立刻收回了手掌 呼 这时测试和音乐舞室这才松了一口气 别看他们一下子挡住了风暴之王的攻击 可实际上那是相当的吃力 为了挡住这一掌 他们感觉自己全身上下的血管都要爆开了 要是风暴之王再用力一点 他们可就挡不住了 见状 不知火箱也自然知道两人有些吃力 于是眼眸当中的暗子光又闪了一下 顿时又是一阵浓浓的如蟒蛇一般的黑烟 这些黑烟尽数笼罩到了不知火箱的士兵上 然后进入了士兵们的体内 同样 士兵们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身上开始散发出了淡淡的紫气 全身都爆出了肌肉 显然 他们的实力也上升了许多 一起上 杀了这头畜赏 不知火箱大吼道 原本被这些黑气影响的双眸 又变成了血红色 他现在无比愤怒 恨不得将这头风暴之王撕得粉碎 好 士兵们爆发出来巨大的声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突然感受到了 体内凭空出现的强大力量 随即 侧士与音乐武士便带着大军冲了上去 远远看去 仿佛一群黑色蚂蚁扑向了一头大象 这群蚂蚁散发着浓浓的黑气 阴森圣人 仿佛有着连天幕都要遮蔽的气势 好 风暴之王也愤怒了 挥舞起他那粗壮的双臂 四周的风雪也越发地暴躁起来 气温又陡然下降 Z换做之前的不知火箱 此刻可能都已经被冻得瑟瑟发抖了 不过现在的不知火箱 身体里不断散发着的黑气 让他的身体素质 也达到了一个十分恐怖的层次 虽然肯定是比不上两个英雄 但也比那些士兵强了不少 不愧是我不知火箱 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八旗大蛇血脉 果然强大无比 不知火箱有些兴奋的南南道 他也是第一次使用这份力量 心中也是十分震惊 哈哈 这也多亏了那些大厦人 送来了奇黄灵石 不然的话 我这八旗血脉也不会这么早就觉醒 作为报答 就先把陈楚人杀了吧 不知火箱玩味地舔了舔嘴唇 眼底闪过了一丝阴痕 吼 风暴之王不断地爆发出怒吼 声音震天动地 与此同时 两位英雄和一众士兵身上的黑气 越来越浓烈 爆发出的阴寒之气也越来越强大 渐渐地 风暴之王陷入了下风 测试 营月 再加把剑 不知火箱大吼道 紧紧地攥住拳头 娇媚的脸上极其用力 十分地激动 营月劈 营月武士横刀一斩 寒光乍现 天边仿佛闪过了一道银色的光横 与此同时 一旁的侧士双手舞动起来 一根根虚线从指缝中射出 将风暴之王捆住 哄 风暴之王自然也不会束手就擒 体内磅礴的气势迸发出来 四周的风雪变得愈发浓烈狂暴 那寒风如同一把把利刃 刮在众人的身上 不一会儿 众人身上便出现了一道道血口 身上弥漫着冰霜 他们还需要时刻运转出一部分灵力 来抵挡这股寒冷 幸好不知 火箱离风暴之王十分远 不然的话 此刻早就已经被冻成了一座冰雕 有过了足足半个小时 风暴之王终于应声倒地 声息全无 恭喜 您的英雄银月武士 击杀了一头风暴之王 获得九万点经验 风暴之王的骨骼乘一 恭喜 您的英雄银月武士等级提升至九级 银月武士 直接从六级连升三级 身上的所有伤势 也都瞬间痊愈 不过其他人的状况 就十分糟糕了 即便是在不知火箱血脉之力的加持下 士兵的死亡数 也接近一半了 而测试的伤势也十分严重 全身上下的灵力 也不足十分之一 短时间内 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 恐怕连床上都不太行了 不知火箱眼底 闪过了一丝失望 不过收获的确是十分丰厚 随即 不知火箱查看了积分 脸上瞬间布满了震惊之色 这头风暴之王 足足有八千五百的积分 现在 他的总积分 已经超过了九千 这实在是恐怖无比 哈哈 真是天助我眼 不知火箱得意地大笑了几声 这样一来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自己便能够轻松获胜了 什么陈楚人 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吧 不知火箱脑海里 不禁浮现出了陈楚人跪拜在自己脚下 跪舔着自己狱卒的场景 心中更是畅快不已 哈哈 这次还真是多亏了陈楚人 不然大夏也不会送来齐皇灵石 让我提前觉醒八七血脉 也正是因为八七血脉 才让我击杀了这头强大的畜生 不知火箱心中大喜 随后 便带领着众人 回到之前的那个部落休息 他现在已经不打算再继续扫荡了 一头风暴之王的积分 哪怕是清扫数百个部落 都不一定能够赚到 而整个卫面的十个战区里 除了自己有着八七血脉 才勉强能够击杀一头风暴之王 其他人恐怕连风暴之王的一根手指 都撼动不了 至于那陈楚人 顶多也就比其他几个废物首领 强上一些罢了 再强 也不可能击杀一头风暴之王 不知火箱回到房间 高枕无忧地躺在床上 银月武士也跟着爬了上去 等级突破之后 他的身体素质又增强了不少 至于测试 只能在旁边安安静静地养伤 毕竟现在的他 头都抬不起来 第九十八章 与不知火箱的相遇 此时 领主大人 您看 陈楚人一行人 发现了前方那座风暴之王的尸体 庞大的身躯 倒在冰天雪地当中 身上覆盖着矮矮白雪 再过一会儿 整个尸体都要被冰雪覆盖 变成一座冰山了 陈楚人上前仔细地观察了一下 这头风暴之王 才刚被击杀没多久 陈楚人心中十分地震惊 要知道 风暴之王的强大 他是领略过的 如果不是杨俭和九天玄女强大无比 自己怎么可能击杀一头风暴之王 然而现在 这片天地当中 除了自己 还有其他人能够击杀风暴之王 陈楚人心中 怎么可能不震惊 不由的 陈楚人想到了之前藤月月说的 不知火箱的血脉之力 看来 这不知火箱的底牌 也不会弱到哪里去 陈楚人难难道 眼眸当中 闪过沉思的目光 不过即便这样 陈楚人依然不会害怕 不知火箱 小小樱花 就算血脉之力再强 又岂是杨俭和九天玄女的对手 随即 陈楚人心里便做出了决定 杨俭 你仔细搜寻一下附近 击杀风暴之王的人 应该还没有走太远 陈楚人缓缓说道 领主大人 先前我已经感知到了 在那个方向 杨俭指了指一边 先前陈楚人在沉思的时候 他就已经在感知着周遭了 不过 怕打扰到陈楚人思考 就没有说 好 全速前进 陈楚人高声说道 没过一会儿 陈楚人等人便来到了那座部落面前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一个士兵猛地冲进了房间 然而此时房间里 正是相艳与雪白交织的画面 啊 不好意思领主大人 那名士兵立刻捂住眼睛 不过指缝还是微微挪了挪 近来不知道敲门的吗 不知火箱大吼道 然后才不急不慢的那被子 来遮住自己那暴露的郊区 不是 首领大人 外面突然来了一拨人 气势汹汹 我这才慌忙地跑进来 那名士兵连忙道 来了人 不知火箱心头一颤 然后连忙穿好衣服 心想这个时候会是谁 另外几个战区的首领 还是陈楚人 随后 不知火箱连忙带着两个英雄 冲出了房间 来到部落门口 陈楚人 不知火箱眼神冰冷 哟 换来是不知火箱小姐 陈楚人轻声一笑 心道果然是他 哼 陈楚人 本来我还想着去找你呢 没想到你倒还自己送上门来了 不知火箱大笑了两声 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我想 你来的时候 应该也看到那头风暴之王的尸体了吧 那可是三十九级的怪物 但却依旧被我杀了 怎么样 不知火箱得意地说道 一只仙仙玉手 插着小蛮腰 散发着风情万种 陈楚人只是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并没有像不知火箱想象的 露出震惊无比的神色 这让不知火箱有些生气 陈楚人 怎么 你这是不相信我的话 随即 不知火箱便认为 陈楚人并不相信自己的话 不由地开始嘲讽陈楚人 坐井观天 相信 当然相信 陈楚人依然是保持着 那副温柔的笑容 这让不知火箱 更加地疑惑了起来 那你笑什么 不知火眉头紧皱地问道 我在笑 有些人不自量力 陈楚人缓缓说道 闻言 不知火箱顿时勃然大怒 不自量力 哼 我倒要看看 不自量力的究竟是谁 不知火大喝一声 随后 周围的士兵齐刷刷地拔出武器 一脸愤怒地瞪着陈楚人 见状 草头军和玄女军自然也不会示弱 直接释放出了磅礴的气势 顿时 不知火箱只感觉一片大山压了过来 都要喘不过气了 这家伙 这些兵种到底是什么品质的 怎么会拥有这么恐怖的威亚 难道说 是传说中的S级兵种 不知火箱心中涌出了一个可怕的猜测 要知道 整个蓝星都已经许多年 没有出现过S级的英雄和兵种了 历史上 也就那些文明世界的顶尖雄主 才有着S级品质的英雄和兵种 不可能 不可能 S级兵种和S级英雄 怎么也得超级招募令才可以 就算陈楚人运气再逆天 不知火箱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过很快 他就冷静了下来 就算陈楚人真的招募到了S级的兵种 那又如何 自己有着八旗血脉之力 所以抹平A级兵种和S级兵种之间的差距 于是 不知火箱脸上 又再度露出了那副自信的浅浅笑容 陈楚人 我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愿意带领洪荒战区臣服于我 做我天照战区的附属战区 我便饶你们性命 如何 不知火箱缓缓说道 脸上狐媚的笑容更甚了 那双娇媚的眼眸当中 饱含着秋水 似乎都要拉丝了 但凡换一个人在这里 恐怕便直接沦陷到了 不知火箱的美眸当中 然而 陈楚人又岂会那些 只用下半身思考的男人 妾 还想勾引我家领主大人 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 不知廉耻的东西 一旁的九天玄女 在心中 已经把不知火箱 钉死在了耻辱柱上 这种女人居然敢对自家领主 入出这样的神情 罪无可恕 她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去 把不知火箱那狐媚的脸给撕烂 九天玄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段时间 她从高高在上 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女 变成了一个宛若青春的小女生一般 原本九天玄女 常年居住在昆仑 不安逝世 也没有和其他人有什么接触 这段时间跟陈楚人相处 也就越来越变得像个小女生了 九天玄女 其实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心态变化 毕竟她可是神女 只是 九天玄女觉得 自己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 相比于在昆仑枯燥无味的生活 这里 有着陈楚人在 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有趣 此时的陈楚人 丝毫没有注意到 九天玄女的变化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不知火箱 脸上闪过一丝玩味的表情 呵呵 那好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把我们大厦 给你们的资源加倍吐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第99章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那好 我也给你一个机会 只要你把我们大厦 给你们的资源加倍吐出来 我就饶你一命 陈楚人的声音突然增大 立合道 一想到这群樱花人不守信用 陈楚人心中就是一阵气愤 一开始 陈楚人对他们的恶意 都是来自于过去两国之间的仇恨 但是现在 陈楚人切身体会到了 这群樱花人的嘴脸 贪婪无耻 陈楚人也清楚 这次大厦 为了救洪荒战区 给了多少珍贵的资源 然而即便这样 樱花人却依旧选择了单方面违背协议 陈楚人心中的怒火 已经到达了极点 饶我一命 陈楚人 恐怕 你还不知道 我现在有多强 不知火香得意地仰天一笑 玩味地看着陈楚人 多强 同样的话 我也还给你 你不知道现在的我有多强 陈楚人冷笑着说道 不知火香眼睛微微一眯 他的眼神变得冰冷起来 既然这样 那可就别怪我不给你机会了 要怪 就怪你自己的愚蠢吧 话音刚落 不知火香便抬手往下一锤 测试和音乐武士 纷纷上前几步 爆发出体内的灵力 一股磅礴的气势 倾泻而出 周围的士兵们 也是齐刷刷地释放出灵力 陈楚人轻笑一声 就这点水平 在自己面前 实在是不够看 草头军 玄女军 猎阵 陈楚人一声令下 顿时 两军爆发出了一阵大吼 士气直冲天际 紧接着 草头军和玄女军 纷纷释放出灵力 那磅礴的气势 瞬间便压倒了 不知火香的军队 如果说 不知火香士兵们的灵力气势 是一条蜿蜒的河流 那么 草头军和玄女军的灵力气势 就是一汪浩瀚的海洋 居然 这么强 不知火香等人 脸色结实一变 果然 陈楚人的两支兵种 的确是强大无比 不知火香深吸了两口气 很快便平复了心中的震惊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火香瞳孔又是一阵 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赠 两具高大的虚影 凝聚在草头军和玄女军头顶 正是两军的军魂 一道威严神武的神将 一道英姿萨爽的神女 散发着恐怖 无比如天威般的气势 让不知火香等人 顿时心中满是震撼 一股如同天塌下来的 恐怖威压重重地笼罩在他们心头 这 这 这 怎么可能 不知火香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该死 没想到陈楚人居然这么强 哪怕是S级兵种 也不可能这么早就凝聚出了军魂才对 难道说 陈楚人的领主之心是金色的 有什么特殊天赋 让两只兵种变得十分强大 不可能啊 我记得陈楚人的情报里显示 他只是个白板的领主之心 或者说 陈楚人也是那几个家族的 觉醒了血脉之力 一时间 不知火香心底瞬间涌出了无数个猜测 可是又被一一否决 不知火香的心理已经掀起了惊涛骇浪 不过 他的心理素质也是十分强大的 很快 他就勉强压下了心中的震撼 无论如何 现在的情况 已经不允许 他再浪费时间了 哼 就算是有着军魂 但在我八七血脉的加持下 依旧只会是土鸡娃狗 不知火香眼神一灵 随即便闭上了眼睛 沟通着体内那股力量 刹那之间 一道阴森圣人的力量 再度从他的体内蔓延出来 那一道道凝食的黑气 不断地将不知火香的英雄和士兵们笼罩 死 虚空之间 陈楚人仿佛听到了一阵阵吐息的声音 这是 八七大蛇 陈楚人看着那黑气凝聚出来的几条 若隐若现的身影 顿时眉头一皱 八七大蛇 可是樱花神话里最凶猛的妖兽了 难怪这次樱花人 居然如此肆意妄为 原来是有了这等的血脉之力 这气息 着实有些邪恶 九天玄女厌恶地瞥了一眼 她原本就是圣洁的代表 和八七大蛇那邪恶的气息 完全就是相斥的 当然 八七大蛇的这点气息 对于九天玄女来说 也算不得什么 这气息 一旁的杨俭皱起眉头 目光紧紧地看着那几道黑气 总觉得有些熟悉 原来如此 这不是那猴子以前砍下了一个脑袋的九鹰吗 怎么气息变得如此邪恶了 杨俭想起来了 眉头一挑 九鹰也是洪荒当中比较强大的妖族之一了 当然 也算不上最顶尖的那一流 当年被猴子砍了一个头颅之后 这九鹰便不知所踪 看样子 是跑到那群樱花的地盘上了 黑气缭绕 测试和音乐舞师的身体 又膨胀了几分 体内隐隐散发着一道道黑紫色的流光 眼眸也变成了黑紫色 看起来 如同幽冥里走出的鬼匠一般 给我上 务必拿下陈楚人的手机 不知火箱怒气冲冲的大吼一声 顿时 测试和音乐舞师便带着一众士兵冲了上去 如同漫天的黑云连天幕都要吞噬 但凡换了其他的领主在这里 恐怕直接都要被这阵仗给吓尿了 杨俭 玄女 交给你们了 对了 那个女人先留着 我有用 陈楚人缓缓说道 眼眸里闪烁着淡漠的神采 像是在说着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是 两人领命 随后便爆发出灵力 带着大军直冲而上 九天玄女御守一台 身侧瞬间射出了一道红灵 银月斩 银月武士握紧手中的长刀 猛地朝前一批 体内的灵力顿时奔涌起来 一道银色的光芒夺目而出 其中还夹杂着几丝黑气 然而红灵袭来 那道灵力的刀光瞬间变像豆腐一般 直接被刺穿了 怎么可能 银月武士瞳孔一阵 满脸的震撼 刺激这一刀 可是凝聚了足足七八成的力量 在对方的面前居然如此地不堪一计 第一百章 委屈求全的不知火香 扑刺 那道红灵如同一把利刃 直接便穿透了银月武士的胸膛 鲜血直流 血迹都被那股黑气染成了乌黑 怎么 可能 银月武士不敢相信地 看着自己的胸膛 他得益于自己领主大人的血脉之力 全身上下的力量都提升了数倍 防御也是大大提升 可以说是刀枪不入 然而即便这样 自己那坚硬如铁的身躯 在对方的红灵面前 却依旧脆如纸糊 很快 银月武士双眼一黑 便失去了意识 您的英雄银月武士已死亡 紧接着 另外一边 杨茧一刀 直接将侧氏的身体 砍成了两半 您的英雄凌玄侧氏已死亡 听到脑海里接连两道通报 不知火香脸色又是一阵巨变 两位英雄的战死 他也是尽收眼底 两人都是 直接被一击秒杀 不知火香心中满是震撼 要知道 他可是动用了血脉之力的 让英雄和士兵 直接提升了数倍数十倍 可即便如此 仍旧被陈楚人的英雄 给一击秒杀了 事让他怎么能够接受 不知火香瞳孔猛的一缩 脸上的神情 瞬间变成了惊恐 他最大的仪仗 在陈楚人面前 居然如此的不堪一击 随即 草头军和玄女军 也使出了杀招 那恐怖的两道虚影 也发出了恐怖的攻击 哄 哄 两声巨响 直接将不知火香面前 移为了平地 所有的士兵 直接被横扫 您的兵种兰武士已死亡 您的兵种兰武士已死亡 见状 不知火香的脸色 变得更加的惨白 毫无血色 咕咚 不知火香下意识地 咽了咽口水 脸上的惊恐之色 愈发的浓重 仅仅只是几秒之间 他那原本浩浩荡荡的大军 便被禁数屠戮干净 只剩下了他这一个孤家寡人 这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 缓缓地退回到了 陈楚人的身后 草头军和玄女军 也都收起了自己的气势 在陈楚人面前 让出了一条道 陈楚人抬起脚 缓缓地走了过去 咕咚 不知火香看着陈楚人 朝自己走来 又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陈楚人 别 别杀我 不知火香立刻求饶道 切 陈楚人冷笑一声 心想你刚才那嚣张劲呢 现在知道怕了 陈楚人走上前 微微低下头 俯瞰着不知火香 不知火香扑通一声 直接双腿一倒 跪在了陈楚人的面前 不知火香的确是相当骄傲 出身于樱花第一大族 又背负着八旗血脉 尊贵无比 从小到大 都是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不过 不知火香也是知晓形式 并不是那种 被骄傲冲昏头的蠢货 他心里无比清楚 眼下的局面 他只有委屈求全 才能够博得一线生机 陈楚人 你别杀我 这次大夏 给的资源 我一定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不知火香连忙说道 走走走 看来 你还是没有把我先前说的话 放在心上 陈楚人难难道 语气里颇有着几分失望和愤怒 顿时 不知火香有些急了 不不不 我一定会加倍奉还 十倍奉还都行 只要你这次肯放了我 不知火香连忙说道 生怕陈楚人心意狠 便把自己给杀了 反正他现在什么都可以答应下来 先把命保住 只要命在 什么都好说 命没了 那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再说了 等回去之后 再想想办法 到底还不还 那还不是看自己的 其他的资源都好说 但是那奇黄灵石 他们整个樱花都没有 别说十倍奉还 就是一块都拿不出来 所以 不知火香 现在也只是想要稳住陈楚人罢了 不知火香在心中盘算着 十倍奉还 陈楚人冷笑一声 轻轻摇了摇头 你们樱花人向来不守信用 光凭你这张嘴 我可不敢相信啊 要是我现在把你放了 回头你们樱花又不认账 那我找谁说力去 陈楚人说道 不知火香脸上顿了顿 一时之间 也找不到其他的借口 那 那你说怎么办 不知火香颤巍巍地说道 要我说啊 陈楚人难难道 夺不起来 在不知火香周围绕了绕 我觉得还是杀了更好 陈楚人突然凑到不知火香耳边 轻轻说道 那温热的气息 扑到不知火香的脖梗上 却是那么的冰寒 不 陈楚人 你不能杀我 不知火香的面容 惊恐地扭曲了起来 不能杀 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你倒是说说 我凭什么不能杀 陈楚人大笑一声 饶有兴致地 看着不知火香的表演 老实说 他也是很想拿回大厦给的资源 但是樱花人不守信用的前车之鉴在 陈楚人也不会再相信他们了 干脆 就直接狠狠地惩治他们一番 不过嘛 陈楚人也想折磨一下这个不知火香 我 我 不知火香脸上 闪过几丝犹豫之色 最终 他直接爬了几步 上前拉住了陈楚人的裤脚 我可以服侍你 你想要什么姿势我都可以 我床上功夫很厉害的 一定可以 让你满意 说完 不知火香露出了一副魅惑的表情 看起来颇有几分楚楚动人 惹人怜惜 不过这对陈楚人没有用 不知火香的容貌身材的确都是顶尖 但跟九天玄女比起来可就差远了 而且 陈楚人看到不知火香那狐媚的脸 就有些犯恶心 感觉不知火香身上一股子银档味 不太干净的样子 陈楚人可看不上他 一旁的九天玄女一听 心中也是顿时大怒起来 好你个贱女人 快要死了 都还敢基于我家领主大人 要是碍于陈楚人在旁边 九天玄女都恨不得直接冲上去 抽不知火香及耳光 不对 直接抽死这个骚狐狸 不过 九天玄女还是颇有些担忧地看着陈楚人 害怕自家领主 万一被这骚狐狸给迷住了 一时鬼迷心窍 把她留下来 那可怎么办 不行 绝对不行 九天玄女心中开始盘算 要不下回 自己也表现得这样一点 是不是男人都更喜欢这种 领主大人也不例外 第101章 杀不知火香 领主大人 我看这个女人压根就没有安好心 切勿相信她 九天玄女连忙说道 生怕陈楚人一时激动 就把这个女人收下了 闻言 不知火香顿时心里一阵火 恶狠狠地瞪了九天玄女一眼 我再跟陈楚人说话 你一个英雄插什么嘴 不知火香冷哼道 心想 这是领主和领主之间的对话 你一个英雄 有什么资格在那里插嘴 不知火香在心底 把这些英雄 都视作了高等一点的奴仆罢了 听到不知火香的话 九天玄女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气鼓鼓地攥紧了玉拳 不过 她还是默默地退了下去 是啊 我毕竟只是领主大人的英雄 哪有资格去干扰领主大人的选择 一时间 九天玄女微微垂下眼帘 神情有些低落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掌 忽然落在了她的肩膀上 九天玄女抬头一看 只见陈楚人 带着令人如沐春风般的笑容看着她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正正道 玄女 何必在意她的话 对于我来说 你不仅仅只是一个英雄 你和杨姐 都是我的伙伴 朋友 亲人 陈楚人缓缓说道 语气十分温柔 领主大人 九天玄女美眸里 秋水涌动 仿佛一颗颗星辰 宛如一位怀春的少女 听着陈楚人的话 她心里瞬间充满了感动的暖流 当然 她自动忽略了陈楚人说的和杨姐 由于你的温柔体贴 九天玄女的好感度加二 陈楚人心里一惊 又加二 昨天晚上 九天玄女的好感度也增加了不少 现在好感度有多少了 当前九天玄女的好感度为一百 我去 都一百了呀 陈楚人心中一喜 毕竟这好感度 肯定是越多越好嘛 而且 一旦好感度达到了一百 非特殊情况 一般是不会再掉下去的 不过很快 陈楚人就从这份小喜悦当中抽了出来 脸色一冷 转向了不知火香 陈楚人 不知火香也愣住了 她完全没有料到 陈楚人居然会是这个态度 这些英雄不都是领主的私有物啊 是她战斗的工具 是她谢雨的工具 可是陈楚人却 伙伴 亲人 真是可笑 陈楚人是不是樱花动漫看多了 怎么这么中耳 不过 不知火香不敢再脸露出一丝的不悦 陈楚人 对不起 是我嘴贱 我这给你的英雄赔不是 不知火香立马低头认错 还做事扇了自己几个耳光 当然 她怎么可能真的认错 不过是想要先稳住陈楚人罢了 而且 不知火香在心底里 也记恨上了九天玄女 这个女人真是坏神 而且 生得居然还这么好看 连我都要逊色几分 还有着身材 这熊 居然比我的都大 可恶 不知火香低着头 眼底满是极度之色 不过 随即她便在心里冷笑了起来 不过这个女人看起来就一副端庄圣洁的样子 床上功夫肯定大不如我 等我在床上降服了陈楚人 到时候 第一个便把她给弄死 然后 让陈楚人倒向我们樱花 为我做事 不知火香开始畅想起来 她有这个自信 让陈楚人败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 毕竟她可是日日夜夜和测试营月 两人熬战 一身功夫 可谓是登峰造极 而陈楚人 虽然面容冷峻 眼神深邃 但不知火香凭惊艳 一眼就能够看出 陈楚人 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少年 因此 不知火香也更有信心 能够轻松拿捏陈楚人 陈楚人 你看 我都道歉了 你就原谅我刚刚的一时口误 我会各种舒爽的姿势 你要不信 现在就可以试一下 如何 不知火香眨了眨眼 那修长的睫毛 轻轻搭了两下 不知火香一只手捂着胸口 不过却更加给人一种 想要探清楚 里面虚实的欲望 另外一只手 则是轻轻撩了撩裙摆 露出了雪白的大腿 要是换做了其他人 恐怕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见状 一旁的九天玄女 更加的愤怒了 心想这个女人怎么 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 做出如此淫荡的样子 就这种人 还敢染指领主大人 至于旁边的杨俭 则是淡漠地撇过了脑袋 虽然他看着不知火香的模样 并没有生出任何异样的感觉 不过他也知道 若是一直盯着 会不太好 他也不敢确定 领主大人会不会收下这个女人 当然 他也没有因此放松警惕 神识时刻盯紧着不知火香 若是不知火香 但凡有点异动 他手中的焚天掩月刀 可就立刻就会劈下去 此时 陈楚人有些无奈地吐了一口气 老实说 不知火香 的确是有些超乎他预料的能屈能伸 但是 实在是让陈楚人 有些犯恶心 不得不承认 不知火香的容貌 的确是顶尖 放在蓝星 那肯定是无数宅男们 梦寐以求的女神 但是 如此放荡不堪的女人 陈楚人连正眼都不会瞧一眼 之前 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 陈楚人冷冰冰地说道 如果一开始 不知火香 就愿意把东西全部吐出来 陈楚人或许还真会留他一命 也说不定 但人总是这样 不见棺材不落泪 可往往这个时候 都已经太迟了 至少陈楚人 已经没有耐心了 而且 现在也是第三天了 陈楚人也懒得 从不知火香嘴里 去撬出其他樱花领主的位置了 知道了位置 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去管 而且 这几个樱花里面 也就只有不知火香 有点手段罢了 至于其他人 不过是一群歪瓜裂藏罢了 当然 陈楚人也考虑过 挟持住不知火香 让樱花国出一大笔赎金 但是首领争霸赛结束 陈楚人不能确定 天道会不会直接把不知火香 传送回去 所以想想还是算了 玄女 动手了解他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九天玄女一听 立马大喜 果然 领主大人就不是那样的人 随即 他便抬起手掌 一股庞大的灵力 凝聚在手心 陈楚人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我们不知火家族 樱花帝国 都不会放过你的 第102章 不知火香死 动乱的樱花战区 陈楚人 你不能杀我 你杀了我 我们不知火家族 樱花帝国 都不会放过你的 不知火香脸色巨变 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他没有想到 陈楚人居然真的如此拒绝 切 你放心 你背后的不知火家族 还有樱花国 我以后会慢慢清算的 陈楚人冷冷说道 眼眸中满是狠辣之色 不过18岁的陈楚人 此刻看起来是那么的坚毅 让人再也看不出那份志气 陈楚人 你不能杀我 我们不知 火家族可是樱花第一家族 你要是杀了我 我们不知火家族 肯定会不惜动用全国之力 来报复你的 不知火香彻底急了 眼下 他也不再委屈求全 因为已经没有用了 所以他开始转变为威胁 试图让陈楚人放弃 你以为 我会怕你们樱花国的报复吗 这之后 万族战场也不会强制 我们返回蓝星 我可以一直待在万族战场 你们的那些高级领主 也不可能跨越避障 来找我的麻烦 反而我倒是可以狠狠地 清算同位面的樱花人 不是吗 陈楚人冷笑着 脸上满是顽味之色 看着不知火香那焦急无比的脸 陈楚人心里涌出了几次的畅快之意 玄女 直接动手吧 陈楚人也不想再废话了 便直接转过身 是 九天玄女应声道 随即便一掌下去 不要 不要 不 不知火香的求饶声 戛然而止 九天玄女一掌下去 灵力瞬间 进入不知火香的身体里 哄 一声清明 不知火香的身体 直接便被这股灵力 轰成了一点点碎片 然后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连一点血肉都没有留下 这是九天玄女 特意用灵力处理的 与此同时 天照战区便得到了天道的播报 战区首领 不知火香已死亡 战区首领 不知火香已死亡 战区首领 不知火香已死亡 由于战区首领死亡 战区弃运医 将在三日后 开启新任首领选拔考核 什么 不知火大姐头居然死了 怎么可能 我不是在做梦吧 我刚刚掐了一下我的英雄 他很疼 好像的确不是做梦 可是 不知火大姐头那么强 怎么可能会死在首领争霸赛里 有谁能够杀死他 会不会就是那个陈楚人啊 毕竟十个首领里面 就他一个大吓人 而且这次我们又这么针对他 不可能 不可能 就他一个人 怎么可能杀掉不知火大姐头 我看啊 之前那些首领 也不一定都是陈楚人杀的 或许这次争霸赛里面 有着什么十分危险的东西 的确 我也赞成这个说法 我估计 这次争霸赛 颇有些危险 之前的那几个首领 也大多都是因为运气不好 才死亡的 不知火大姐头 可能也是这样 反而那个陈楚人运气好 倒是逃过一减 天照战区的众人们 议论纷纷 原本之前那几个首领的死亡 所有人都认为 是陈楚人下的杀手 但是 现在他们不这么认为了 就算陈楚人再强 因为不至于 能够杀死不知火箱吧 所以 不知火箱可能是死在了 这次争霸赛当中的 怪物手里 可是 现在我们大姐头也死了 那这样一来 岂不是就没有人能够 和那个大下人争风了吗 是啊 这样一来 那些大下人不就能够 借势大力发展 我们说不定还会被反超 一时间 众人开始担忧了起来 毕竟首领死亡 对一个战区的实力影响 是十分恐怖的 大家别慌 虽然不知火大姐头死了 但也正说明了 这次争霸赛的危险 那个陈楚人 说不定也会死 到时候 大家又重新回到了 同一起跑线 说得对 连不知火大姐头 都不敌的怪物 那陈楚人肯定也不是对手 我不信陈楚人的运气 会那么好 可是 就只有不到半天的时间了 万一陈楚人 真的运气好活着回来了 那怎么办 不准说这些丧气话 陈楚人又没有 天照大神保佑 他凭什么有那么好的运气 可是 没什么可是 一时间 天照战区 也有些乱了起来 先是两个高层死亡 现在作为最强的首领也死了 这一下 天照战区的高端战力 几乎直接被移平了 原本天照战区 还是石区之首 樱花人自认的 但现在几乎就要 掉到末尾去了 他们怎么能够接受 这么大的落差呢 再回到首领争霸赛 哟 居然也有一万多的积分 陈楚人着实有些惊讶 不过想想也是 毕竟不知火香 也杀了一头风暴之王 还有半天时间 陈楚人难难道 最后这点时间 估计也找不到几个部落了 不过陈楚人 还是有些好奇的是 为什么不知火香 会在大白天的 遇到风暴之王 他记得当时 风暴之王的介绍上面 不是说 只有在夜晚才会出没吗 杨检 你能不能感知一下 附近有没有风暴之王 陈楚人问道 回领主大人 先前我便感知到了一只 杨检说道 当时陈楚人 正在和不知火香交谈 而他感知到的 那头风暴之王 也有一段距离 所以他就没有立马通报 走 只剩下最后不到半天时间了 抓紧点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一众人 立刻动身 很快 一下午的时间便过去 夜幕悄然降临 首领争霸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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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着 一道光芒出现在了陈楚人的面前 瞬间将他和众人吞噬 两秒之后 陈楚人再睁开眼睛 自己等人便已经回到了领地里面 结束了吗 陈楚人喃喃道 一下午的时间 他们又解决了一头风暴之王 和一个部落 陈楚人的积分也接近七万了 想来 怎么也是第一名了 就连唯一有点麻烦的不知火香 也已经被解决了 首领争霸赛已结束 现在公布排名 第103章 再度蝉联第一 震惊的众人 首领争霸赛已结束 现在公布排名 由于高天下野 藤圆月 藤圆浩 安倍菜子 不知火香 一腾则二在首领争霸赛中死亡 此次排名只有前四名 陈楚人看着这一幕 微微有些疑惑 自己只杀了四个樱花首领 没想到 居然还有另外两个樱花首领也死了 看样子 估计应该是 遇到了风暴之王 死在了风暴之王的首领 我去 居然一下子 死了六个樱花首领 妈呀 这次争霸赛这么吓人 难道说 全都是陈楚人大佬做的吗 应该 不是吧 六个人啊 这个太离谱了吧 你们看 就连那个天照战区的首领 不知火香都死了 我去 之前天照战区的人 不是特别神气吗 天天吹他们首领 笑死我了 果然 还是得我们陈楚人大大 这样看来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我们又能够再次踩在那群樱花人头顶了 洪荒战区的众人 纷纷震撼不已 首领战死 只有自己战区 才会收到通报 而洪荒战区 本来就和樱花战区没什么交流 自然也没得那么快就得知 不知火香死亡的消息 很快 天道也没有啰嗦 便直接开始公布排名了 第四名 松下人 所属战区 第一名 陈楚人 所属战区 洪荒战区 积分 69,110 获得奖励 战区气运加1 个人气运加1 领主必成100大百六 史诗饱和乘二 奖励还是相当的丰厚的 除了气悦 还有两个史诗饱和 为什么 陈楚人又是第一 而且他的积分 足足有接近七万了 就连第二名的山田军 都才只有两三千 这陈楚人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一时间 所有的樱花人都不镇定了 陈楚人第一 他们倒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可是一看积分 这尼玛也差得太多了点吧 我感觉 那六个首领的死 恐怕还真和陈楚人脱不了关系 不然的话 他怎么能这么短时间内 得到那么多的积分 不管怎么说 这一次我们樱花国是大败啊 恐怕短时间内 是难以遏制住 洪荒战区上升的事态了 是啊 接连损失了六位首领大佬 就连不知火箱 大姐头都遭遇不测 如今面对洪荒战区 我们也只能暂避其风 樱花战区一众哀叹 他们本来还想着 靠这次首领争霸赛 直接将洪荒战区踢出局 结果现在到好 反倒是他们这边损失惨重 而洪荒战区 则又获得了一大波的奖励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他们也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洪荒战区 踏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 哎 天赵大神 为什么不能保佑 一下你的子民呢 是啊 为什么反而是让 陈主人那个大下人 活蹦乱跳 嘶 有没有一种可能 那个陈主人 其实也是我们樱花血脉 哎 有道理啊 那个陈主人 我记得好像是孤儿出身啊 是了 是了 绝对没错 陈主人肯定是我们樱花血脉 不然天赵大神 怎么会保佑一个外族人呢 一时间 这群樱花人眼睛一亮 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纷纷涌到卫面频道里 开始爱特起了陈主人 陈主人 你身上有着我们樱花血脉 赶快回来认祖归宗吧 没错 千万不要再和这群大下人 同流合污下去了 看着这一幕 整个洪荒战区的人都是 一阵无语 怎么 樱花无耻到 连泡菜国的天赋技能 都要偷学吗 这群樱花人 陈主人眼角一阵抽搐 实在是有些无语 紧接着 还没等陈主人发话呢 洪荒战区的老哥们 就已经纷纷化身键盘侠 开始征讨 这群无耻的樱花人 这时 宁红叶等人 也给陈主人发来了消息 陈主人 你也太厉害了吧 居然又拿下了第一名 崔玲 是啊 没想到连那个不知火箱都死了 他们都是 你杀的吗 罗合成 陈兄 可否给我们详细讲一讲 这三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于是 陈主人便简略地 将这三天的精力 告知了他们三人 当然 陈主人也特意模糊了 风暴之王的等级 只让宁红叶几人觉得 风暴之王十分强大 陈主人也只是艰难取胜 原来如此 没想到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居然如此危险 崔玲 难难道 以往的首领争霸赛 虽然形势也都差不多 但是危险系数 不会有这么高的 都很少会有首领死亡的情况 说到这里 陈主人也觉得有些奇怪 这次首领争霸赛里面 居然会有着四十级的风暴之王 这个算是严重超纲了吧 首领争霸赛的内容 在 未面发展学 苏教版 里面有详细介绍 大部分都是不到十级的怪物 而这次 最普遍的部落都是十四五级 更有着四十级的恐怖存在 想了想 陈主人只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 首领争霸赛 其实是按照十位首领的平均战力 来计算难度 因为有着自己在 那恐怖的战斗力 直接拔高了天道的考核标准 因此 难度大大增加 所以 哪怕另外两个 不是陈主人亲手杀死的樱花首领 其实也算是陈主人间接杀死的 此时 万族战场才天天刚亮 陈主人便让杨检等人先休息一下 下午再出去 此时的崔灵 也连忙给家里发送喜报 果然 陈主人又给我们带来了惊喜 当初若是我成为了首领 恐怕这次争霸赛 凶多吉少了 崔灵难难道 心头也是一阵的庆幸 这一次 他又清晰地知道了 自己和陈主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崔灵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哦 一定要好好辅佐陈主人 把洪荒战区做大做强 PS 帅哥们的暑假是咋过的呀 实在是要热死人了 实在是不想出去 家里锻炼又不方便 真是苦恼啊 第104章 蓝星震动 蓝星 大夏万族战场总局 很快 众人便得到了 这次首领争霸赛的消息 众人脸上皆是无比震撼 脸上满是意料之外的狂喜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陈主人居然以一敌酒力挽狂澜 拿下了第一 而且 九个樱花首领里面 居然有六个都死亡了 其中还有那个被樱花国 寄予厚望的不知火香 哈哈 这次樱花国 真是遭到报应了 让他们不守信用 这下好了 反倒是他们损失惨重 就是就是 要是他们遵守协议 说不定就没有这些事了 他们的首领 也不会死这么多 真是爽 这个陈主人真是又给了我们一个大惊喜啊 没想到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能够再次力挽狂澜 是啊 我觉得洪荒战区的潜力 恐怕还远不止于此 要不 我们给陈主人发点奖励 在一众赞叹中 有人提议到 奖励 倒也可以 不过该给什么呢 的确 我觉得他的表现足够颁奖了 众人又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嗨嗨 终于 韩老发话了 会议室里顿时又安静了下来 关于奖励的事情 等陈主人下次回蓝星 我们再详细商讨吧 现在 我们该讨论讨论 关于樱花国这次不守信用的问题 韩老眉头紧皱 脸上满是愈怒之色 这一次 如果不是陈主人力挽狂澜 那么整个洪荒战区 都会陷入樱花人的魔爪当中 奖励当然不会吝啬 不过眼下陈主人还在万族战场当中 只有等回到蓝星再颁发 但是可恶的樱花人 韩老始终厌不下心中的那口恶气 韩老 这件事情 我们有权利决定吗 有人怯生生地问道 虽然他心中也是万般愤怒 但是 这已经是上升到两国之间了 那是中央最上层才能够决定的 他们万族战场总局 也只是负责万族战场的所有相关事宜 这个不用担心 首长已经下令 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全权负责 韩老缓缓道 语气之中 也带有着几分坚毅 首长大人支持我们吗 全权负责 天啊 首长大人居然这么支持我们 顿时 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 脸上满是震惊 全权负责这四个字 可代表了太多的含义 那么韩老 我们该怎么做呢 众人冷静下来 开始商讨 我打算 还是先和樱花国商讨 如果他们能够双倍奉还那些资源的话 我可以不追究 韩老缓缓说道 毕竟是两国之间 牵一发而动全身 即便首长说 让他全权负责 他也不想贸然引发两国交战 所以 他还是愿意 再给樱花国一次机会 但是 不代表他就会轻易原谅这群 贪婪无耻的家伙 这些资源的分量相当重 双倍奉还 也会让樱花国伤筋动骨 的确 是得让樱花国付出一些代价 就是就是 这次要不是有陈楚人在 还不知道要被樱花国 坑得有多惨呢 双倍奉还我感觉都有点少了 要不再加一倍 算了吧 就樱花国那点体量 你要三倍 他们就快得破产了 到时候 说不定直接与死网破了 有道理 就按韩老安排的做吧 于是 众人纷纷点了点头 赞同了韩老的决定 韩老健壮 也是点了点头 然后挥了挥手 小李 年轻研究员小李 立马跑了过来 你把这些发给樱花国 若是三日内交不出来 那么就等着我们的反击吧 韩老狠狠地说道 眼底闪过一丝果决 是 小李文言 立马应道 这一次 他也是十分的激动 必须得让樱花国付出代价 另一边 樱花国 樱花万族站长总局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版本大发雷霆 怒视着会议室的众人 众人皆是低着头 压根就不敢回应版本的怒视 都把头抬起来 版本怒吼一声 众人这才怯生生地抬起头 版本君 这一次我们也没有想到 是啊 谁能想到 连不知火香小姐都 几人怯生生地说道 谁能告诉我 这次首领争霸赛里 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怎么一下子 死了六个领主 连不知火香小姐 都惨遭不测 版本怒斥道 是这样的 这次首领争霸赛的大致内容 和以往的 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遇到的怪物等级明显很高 普通的怪物 都是十四五级 一人站起来回答道 普通的都是十四五级 怎么会这么高 文言 版本顿时一阵惊讶 以往那么多未免的首领争霸赛 怪物都是七八级 最多十级就顶天了 不过 即便十四五级 对于他们 这几个战区首领来说 就算棘手 也不至于会生死吧 版本问道 特别是不知火香 它可是有着血脉之力的 对付这些怪物 不应该是相当轻松吗 除了那些普通怪物 他们有人发现 夜晚会出现一个体型巨大 几乎像小山一样的怪物 即便隔得很远 都能够感受到那种心机的恐惧 所以 我们推测 那些死亡的领主 恐怕都是遇到了这个怪物 听完 版本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像小山一样大的怪物 虽然体型和实力 不一定是成正比的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体型那么大 等级自然也不会很低 这样看来的话 看样子 这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首领争霸赛的危险程度 上升了许多 你们赶快通知另外那个战区 让他们做好准备 别掉以轻心 是 随即 版本便开始思考了起来 这样看来的话 倒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至少 这些人应该都是 死在了那个怪物手里 而不是死在了那个大下人手里 如果连不知火箱 都死在了那个大下人手里 说明那个大下人 有着超越其他人数十倍的实力 但眼下看来 应该不会 那个大下人 也只是运气好罢了 没有碰到那头怪物 虽然松了一口气 但是版本还是十分头疼 不知火箱 可谓是耗费了全樱花的资源培养的 结果就这么半途夭折了 而且 现在他们还要面对大下的怒火 唉 第105章 樱花国首相之变 此时 樱花首相正在房间里 和秘书玩乐 首相大人 您之前答应我的职位 秘书胯坐在首相的腿上 胶滴滴地在他的胸口上滑了两下 放心 已经再安排了 不过吗 首相迎笑一声 随后猛地翻过身 把秘书压在了身下 一分钟之后 呼 首相紧了紧皮带 裤子往上提了提 脸上满是愉悦和自信 像是一位刚刚打了胜仗的将军一样 呼呼呼 秘书也是脸颊一片飞红 吐着香气 看起来也是颇为尽兴 不过他微微撇过头 翻了翻白眼 然后下一秒 神情又恢复了之前的魅惑 然后粘在了首相的身上 首相大人 我的职位可就靠你了 放心吧 估计这两天就能安排下来了 首相整理好一斤 坐了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 门突然被打开了 我不是让你们先敲门吗 首相大吼一声 心想这群人怎么如此的不懂规矩 幸好自己速度够快 不然现在就要被人给看到了 然而下一秒 首相脸上的震怒 瞬间变成了慌乱 因为他发现 来人居然是不知火家族的族长 不知火太郎 不知火族长 您怎么来了 首相连忙上前 微微拱着身子 脸上满是谄媚之色 不知火太郎轻轻捏了 捏满是皱纹的额头 瞥了一眼旁边 正在整理衣经的秘书 怎么 打扰到你了 不知火太郎冷冷地说道 没有没有 哪里会打扰到我 您坐您坐 首相连忙把椅子拉出来 让不知火太郎坐下 不用了 不知火太郎摆了白手道 他也不想浪费时间 你收拾东西 做一下发言准备 首相一下愣住了 收拾东西 发言准备 什么意思 不知火大人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怎么不太明白 首相颤巍巍地问道 哼 就是让你下台 不知火太郎冷哼道 下 下台 首相瞳孔一震 心想 怎么这么突然 自己这才当了几个月的首相啊 屁股都还没做热呢 秘书都还没玩几次呢 怎么就让自己下台了 不知火大人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大夏已经向我们施压了 这次万族战场 我们又损失惨重 连我的宝贝孙女 都不幸惨死 可是 我也是按照您的命令行事啊 没错 不过我现在命令 是让你滚下去 怎么 你现在就不听从 我的命令了吗 不知火大人上前一步 凶恶地瞪着首相 的确 首相也是听从他的命令行事 但是 如今大夏已经施压了 不可能一直靠漂亮国吧 那群人更靠不住 所以 不知火大人只能选择 抛弃掉这个首相 多少还是能够平息一下 大夏的怒火 也好给他们缓和一下冲突 不 不敢 首相连连摇头 不知火家族 可是樱花第一大族 就连现如今的天皇 都是被不知火家族控制 他一个首相 在不知火家族面前 也只是一个 可以随意替换掉的玩偶罢了 虽然心中万般无奈 首相也无法有任何的反对 于是 他便只能失落地收拾东西 然后离开了首相办公室 在几名保镖的陪同下 离开了首相服 外面 则是已经围坐着一大堆新闻记者 此时 秘书也整理好衣服 有些失落 他都给首相玩了那么久了 眼看着职位 要到手了 结果首相下台了 唉 秘书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即便想要办公室 不知火大人 那我就先下去了 等等 这时 不知火太郎叫住了他 秘书一愣 把门关上 顺便反锁 然后过来 不知火太郎坐在椅子上 朝秘书露出了一个淫荡的笑容 再配合 他那张满是皱纹的老脸 更是让人看了 反味恶心 秘书愣了一下 不过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他当然明白 不知火太郎是什么意思 只是 他着实有些意外 这老头看起来都七八十岁了 虽然还能那啥 老实说 他有些恶心 但是首相已经靠不住了 而眼前这个老男人 可是不知火家族的族长 那才是这个国家的掌权人 于是 秘书脸上有露出了那幅魅惑的笑容 翘臀轻轻一顶 将门给关上了 不知火大人 没想到您居然还 切 别小看我呀 有个成语 叫老当义壮 于是 办公室里又充满了快活的气氛 而首相府外 首相则是满脸无奈地 回答着记者们的问题 万族战场 陈楚人得到了天道的奖励 准备开箱了 两个史诗宝盒 有极小的概率 能够开出薄荆级的装备 呼 呼 陈楚人朝首相连吹了两口气 试图让自己手气好一点 恭喜获得黄金级装备 天君印乘一 恭喜获得黄金级装备 神女护腕乘一 陈楚人微微有些失望 两个史诗宝盒 都没能开出薄荆级装备 不过这也算很正常的了 天君印是卦士 刚好杨茧还缺卦士 神女护腕 刚好也可以直接替换 九天玄女的勇气护腕 白银级 都没有重复部位的黄金级装备 倒也算是运气不错了 两件黄金级装备 又让两人战斗力大增 这一下 几乎就要突破5000战斗力大关了 因为杨茧的等级要高一级 所以战斗力要比九天玄女高一点 呼呼 陈楚人长输了一口气 这次首领争霸赛 也算是圆满结束了 自己再次稳固第一名的宝座 并且中错了樱花战区 算得上是大获全胜了 这后面就是未免之主争夺战了 我得在这之前将领地提升至三级 陈楚人难难道 眼下距离升到三本 已经只有一小段距离了 第106章 升本计划 陈楚人简单地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面板 木材 石头都已经有好几十万了 但是升三本 有不少的建筑都需要金铁石 而陈楚人的金铁石 目前才只有几万 差得有点多啊 陈楚人不禁皱起眉头 他现在也就只有两座金铁石矿 这个产量是远远不够的 等产出足够的金铁石 都不知道是猴年满月了 那这样的话 只有去交易所买了 可是这些金铁石矿 要是去交易所买 那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至少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是的 陈楚人不禁皱起眉头 往后的金铁石消耗 只会越来越多 总不可能一直去交易所买吧 可是自己现在就只有两座小型的金铁石矿卖 要是能多有几座就好了 嗯 多有几座 我怎么把它给忘了 陈楚人这才恍然大悟 于是连忙把杨检叫了过来 杨检 立刻带人搜寻金铁石矿卖 陈楚人说道 现在已经是下午了 众人也都休整得差不多了 可以出发了 是 杨检抱拳应道 随后 他便立刻拿出了定向指南针 开始搜寻金铁石矿卖 之前陈楚人倒是忘了这一查 定向指南针 还可以用来搜寻这些比较常见的矿卖资源 搜寻中 搜索完成 陈楚人一看 一共有四五处的金铁石矿卖 而且 其中还有着一座中型的金铁石矿卖 中型的金铁石矿卖 产量足足是小型金铁石矿卖的十倍不值 走 我们立刻出发 陈楚人也不想休息了 立刻便带着众人 前往了定向指南针给的坐标 这些矿卖 都是被怪物巢穴给占据了 想要得到矿卖 就必须先把这些怪物巢穴给扫荡干净 蜂狼怪物巢穴 普通蜂狼 二十级 乘三十 精英蜂狼 二十五级 乘一 特殊 蕴含一条中型金铁石矿卖 两分钟过后 杨简便清扫完了怪物巢穴 恭喜获得中型金铁石矿卖 走 去下一个 一下午的时间 陈楚人将周围的几条金铁石矿卖 全部占据了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气运 三点五 领主之心 蓝色 二级 称号 乾隆星宿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至尊英雄之主 至尊兵种之主 领地建筑王 作物开墾王 兵种 普通民兵 五级 乘三五 铁匠 五级 乘五 玄女军 十一级 乘二百 草头军 十一级 乘二百 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真君杨简 建筑 领主府 二级 乘一 兵营 三级 乘一 招募台 二级 乘一 铁匠铺 二级 乘一 火箭塔 二级 乘八 零塔 二级 乘一 普通炮台 二级 乘六 万灵之拳 二级 乘一 瞭望塔 二级 乘四 酒馆乘一 旅馆乘一 毒馆乘一 兵种技能学习塔 二级 乘一 传送阵 二级 乘一 道具 普通强化石成三十 初级强化石成二十六 中级强化石成十 暗月古刀乘一 暗月之符乘一 中级兵种招募令乘五 中级英雄招募令乘三 青铜级装备乘四五 黑铁级装备乘二五一 风暴之眼乘一 暗星球乘一 材料 木材乘1429420 石头乘398860 金铁石乘92141 特殊 金铁石矿脉乘七 血妖祭坛乘三 森林之王巢穴乘一 领主币七十一万七千五百六十 一共占据了七条金铁石矿脉 其中六条小型矿脉 一条中型矿脉 加起来一天大概能够有着 接近一千多的产量 还是有些慢啊 陈楚人难难道 产量除了和矿脉的大小数量有关 还和开采的人数有关 开采的人越多 那肯定产量就高啊 现在兵营已经快要满了 不过随即 陈楚人还是打算扩充民兵的数量 只要升到了三本 到时候兵营就可以升到四级 到时候兵营就有更多的位置了 而且现在民兵的数量 的确是有些少了 眼下 兵营还有六十个位置 陈楚人也没有犹豫 索性全部都扩充民兵了 恭喜招募民兵乘六龄 紧接着 陈楚人想了想 打算让九天玄女和杨检 也带着两只士兵 去帮忙开采金铁石 当然 树叶有专攻 玄女军和草头军 哪怕是SSS级兵种 也不可能在这方面打败民兵 但是人多点速度总还是要快一些 陈楚人不得不承认 自己现在的确是有些心急 因为这次首领争霸赛 突然提前了许多 让陈楚人担心 卫面之主争夺战也会提前 那个时候 另外九个樱花战区 肯定是会抱团取暖的 所以 自己必须在卫面之主争夺战来临之前 以最快的速度 来扩大自己的优势 升到三本 自己就可以再招募一位英雄 和一只兵种了 陈楚人不仅有些期待 下一位英雄 又会是哪位神话人物呢 这段时间就要辛苦大家了 等升到三本之后 领地里的酒馆毒馆 为大家免费开放 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陈楚人承诺道 自己这可不是在画大饼啊 自己向来是说到做到的 唉 像自己这么良心的领主 现在可不好找啊 不是陈楚人自己吹嘘自己 像其他领主 绝大部分都是十分压榨的 谢领主大人 谢领主大人 一众士兵们纷纷感恩道 更加卖力地开采了起来 又是一天的时间下来 金铁石足足开采了有七八千 除了开采人数的大幅度增加 还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的天书兵法 能够大幅度增加兵种的各项能力 所以 有着九天玄女的带领 众人开采的速度 也上升了不少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 陈楚人也适当地 在交易所购买了一批金铁石 加起来的话 一天大概能有 这一万金铁石入账了 找这个速度下去的话 估计用不了太久 自己就能够升到三本了 PS 突然一下子停电了 充了五十电费 过了半天电来了 然后看消息 还有两百的余额额 我还以为是欠费了 真是奇了怪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两天地震雷震雨 电力系统出问题了 第107章 大厦的支持 又是几天过去了 洪荒战区 都是一片祥和有序地发展着 而另外六个樱花战区 也终于是选举出了新任的首领 天照战区的新首领 就是原来仅剩下的那个高层 不知火天 也是出自不知火家族的 不过地位和不知火乡 可谓是差了不止一星半点 不过现在 不知火家族 也只能将资源倾斜到了他的身上 没办法 上面的人都没了 只能推而求其次 把他给推了上来 不知火天也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 居然能够翻身上位 而这一切 都因为一个大吓人 真是世事无常啊 不知火天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脸上满是抑制不住的欣喜 私信现在已经满了 他也懒得去查看 无非就是那些 前来巴结讨好自己的罢了 原本 他只是不知火家族 一个普通的族人 因为年龄和不知火乡小姐相近 便被安排到了这边 辅佐不知火乡 谁能够料到 现在他居然直接 顶替了不知火乡的位置 不知火天还有些没有适应 毕竟这变化反转 实在是有些太突然了 陈主任 这次可还真的好好谢谢你呢 下回见面 就给你一个痛快好了 不知火天难难道 他当然知道 自己怎么可能会是 陈楚人的对手 不过 下一次见面 那就是卫面之主争夺战了 无论考核形势是怎么样的 他们九个樱花战区 肯定会抱成一团 到时候 九个樱花战区 齐力保护他 成为卫面之主 那个时候 自己成为了卫面之主 还不是想怎么处置陈楚人 就怎么处置陈楚人 想到这里 不知火天心中 就是一阵舒爽畅快 随后 他拉了一个小群 里面便是另外八个战区的首领 方便以后交流沟通 统一作战 南兴 迫于压力 樱花终于选择了低头 将大夏送来的资源 双倍赔偿 不过那齐皇灵石 他们实在是没有 便找来了其他的东西代替 大夏也没有在意 毕竟他们也不知道 齐皇灵石 对于不知火家族的特殊作用 韩老坐在会议室里 眉头依然紧紧地皱起 丝毫没有因为樱花人的低头 而感到丝毫的喜悦 诸位 虽然樱花这次低头赔偿了 但是问题却依旧没有解决 洪荒战区 依旧在九个樱花战区的包围当中 韩老宁重地说道 会议室里的气氛 也陷入了沉重冰冷 虽然这次首领争霸赛 陈楚人拿下了第一名 但是这也是因为樱花人被分散了 他们自己推测的 而卫面之主争夺战 就不一样了 到时候 樱花人肯定会拼尽全力 及九大战区之力宝一个领主 陈楚人和洪荒战区 一旦卫面之主 落入了樱花人手里 那么洪荒战区 就会彻底成为樱花人菜板上的鱼肉 任人宰割 可是韩老 现如今首领争霸赛已经过了 战区也已经被锁定 无法置换了 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 眼下我们也是束手无策呀 众人纷纷无奈地说道 战区置换 只能够在首领争霸赛以前进行 因为各个卫面的进度不一样 比如洪荒战区这边 已经完成了首领争霸赛 而想要置换的那个樱花战区所在的位面 还没有开始 如果置换了 洪荒战区后面 就还可以参加一次首领争霸赛 而那个置换过来的樱花战区 不就少了一个首领争霸赛 那肯定是不公平的 所以 天道也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 韩老眉头紧皱着 半赏了都没有说话 这时 那个年轻的研究员 小李走了进来 手中是一份加密的信封 韩老 这是上面传来的文件 小李严肃地说道 将信封交给了韩老 嗯 还是绝命 韩老有些意外 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心想 这个时候总不可能发自己一份高考试卷吧 韩老打开一看 原本紧皱的眉头 舒展开了几分 嗨嗨 韩老干咳了两下 顿时 众人也是一脸好奇地忘了过去 都想要知道 这信封里面说的是什么 首长大人已经和中央决议 为了保护洪荒战区的发展 将会极大程度上调动资源 支持洪荒战区 韩老缓缓说道 调动资源 那岂不是说 要从那几个战区的资源里 分出一部分了 看来这次的事情 让首长和中央都十分重视洪荒战区 没想到连那些资源都愿意动用 众人纷纷说道 虽然信封上的内容并没有指明 这些资源是什么 但在座的众人都没有这是什么意思 每个国家都会有着自己 大力扶持的官方战区 这些战区里面 都是国家军队培养的人才 简单来说 像陈楚人他们这些绝大多数的战区 都是民营的 而那些都军区国营的 樱花只有一个 那就是九个战区之外的那个战区 由不知火家族的少族长带领 而大厦这边则是有好几个 通常来说 像陈楚人他们这些战区 都是比拼自己和自己背后家族的力量 国家都不会插手的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十分特殊 陈楚人也展现出了自己强大的天赋 让国家重视起来 自然 国家也愿意培养他 可是韩老 即便我们愿意花费资源培养 可是有着天道的限制 再怎么样 也是有限的呀 终究是难以弥补一对九的巨大差距 是啊 我们这样 岂不是打水漂吗 就是啊 我觉得 要不让首长他们再考虑一下 几个人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们并不看好 其他人也是默不作声 显然 他们觉得 这话说的有道理 够了 难道我们就什么都不做 放弃吗 至少 我们做了 能够多增加一份胜算 第108章 领地升级 大厦送来的道具 两天时间下来 陈楚人的资源又增加了许多 另一边 陈楚人在交易所花重金 买来了专属锻造锤 有了锻造锤 这几个铁匠生产的速度和质量 都能够大幅度提升 他们每天锻造的青铜级装备 都卖给了交易所 这也是陈楚人目前一大经济来源 他现在要经济和矿产两手抓 以最快的速度 凑齐生三本的材料资源 陈楚人看了看目前的金铁石 大概只够一部分的建筑 先把一些建筑升到三级好了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就开始了升级建筑 除了兵营以外 其他的都是二级 陈楚人先让林主府 招木台还有铁匠铺升到了三级 嗯 还剩下一线 陈楚人看了看剩下的金铁石 只够几个防御建筑升级了 防御建筑的升级消耗要小一些 于是 陈楚人便选择了火箭塔和灵塔 升到三级 这一下又见底了 陈楚人叹了口气 自己领地 还有一大堆建筑要升级呢 随着领地的发展 各种防御建筑肯定是会越来越多 这也就导致每次升级 所消耗的资源 都是成几何倍数增长 如果陈楚人 不是把所有人手 都调去开采金铁石矿卖 恐怕还得有一两个月 才能够升本 更不要说其他的普通领主 他们还没有那么多的民兵 想要升本 估计还得好几个月呢 就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突然收到了一封邮件 陈楚人有些奇怪地打开一看 愣了一下 居然是大厦寄来的 陈楚人 你好 这是大厦万族战场总局寄来的道具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也希望你带领洪荒战区继续发展 争作新时代新领主 创新发展新希望 陈楚人没有细看 重点是大厦给的道具 作为一国的万族战场总局 出手自然不会小气的 陈楚人美滋滋地一看 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一次 居然足足给了三件道具 五谷风登道具卡乘一 兵种进化卡 限S级以下品质的兵种使用乘一 英雄进化卡 限S级以下品质的英雄使用乘一 我去 这 这 这还真是财大气粗啊 陈楚人被震惊到了 五谷风登道具卡 可以直接让整个领地里 所有资源获取的效果翻倍 而且是持续足足一周 也就是说 有了这个道具 就直接能够将陈楚人的 十天时间缩短到五天 这可是相当珍贵的道具了 然而 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最让陈楚人震惊的 还是后面两个道具 兵种进化卡和英雄进化卡 可以直接将英雄和兵种的品质 提升一级 虽然有着限制 只能够对S级以下兵种 和英雄使用 但是 这也就意味着 可以将A级进化到S级 S级 什么概念 目前为止 整个蓝星有几个S级的 没想到这次大夏 居然如此够意气 不过有些可惜 这后面两个道具说实话 对陈楚人没有什么太大用处 因为他的英雄兵种 都是SSS级啊 用不了啊 但即便是第一个道具 也已经能够解决燃眉之急了 虽然上一次 万族战场总局 可以说是好心办坏事 帮了倒忙 但这次可真是够意思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没有犹豫 便立刻使用了 五股风灯道具卡 原本需要十天 才能够集齐材料资源 现在五天就足够了 要知道 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五天时间 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至少 以现在的速率 恐怕能够让两只兵种 和九天玄女 再升上一级了 那个时候 陈楚人的优势 就能够再进一步地扩大 可以说是遥遥领先 那么 这两张道具 该怎么用吗 陈楚人有些范畴了 老实说 虽然对自己没用 但是如此大手笔的道具 陈楚人心中 还是很感动的 这两张道具的珍贵程度 就连不知火箱都拿不出来 毕竟 这可是 直接将A级英雄和兵种 进化成S级 要是樱花国能够拿得出来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 给不知火箱使用 陈楚人倒也是想过 给自己的民兵 但是 这样一来 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 兵种进化卡 和英雄进化卡 不是没有 但是大多数都是限制在B级 C级以下的 能够让A级进化成S级的 哪怕是整个大厦 恐怕都没有多少吧 要是拿给民兵使用 那肯定是太浪费了 毕竟也是总局的一片心意 想了半天 陈楚人也没有想到 什么妥善的处理方式 便先收起来 以后再说吧 时间一换五天过去了 终于 陈楚人凑齐了所有的材料 升级 领地里的各个建筑 一个接一个的升级 最后 一道光芒落入了领主之心 恭喜 您的领地已提升至三级 终于升到三本了 陈楚人无比畅快地吐了一口气出来 杨俭和九天玄女等一众人 也是一脸喜悦 异于言表 老实说 对于草头军和玄女军来说 他们是好战的兵种 一直去采矿 多少还是有些不太适应的 如今终于可以不用采矿了 他们也长输了一口气 接下来 陈楚人便把剩余的兵种 安排进了兵种技能学习塔里 依次让所有人都学会技能 一波一波地轮换 学习完的 就在杨俭和九天玄女的带领下去刷经验 呼 陈楚人又长输了一口气 按耐住心中有些激动的心情 陈楚人缓缓地走到招募台前 心中越来越激动和紧张 有点按耐不住了 也不知道 这一次会是哪位神话人物 二郎神都来了 猴哥会不会来 陈楚人好奇地想到 他的那本神话书里面 可是啥都有 什么哪怕不在正统神话当中的 比如《风神榜》和《西游记》里的 也都有收入 陈楚人那本神话书 更像是后世编撰的一本神话大权 是各个体系的总和 是否消耗一枚终极英雄招募令 陈楚人现在一堆终极英雄招募令 反而没有普通的招募令 他也懒得去换了 直接就用吧 反正多着呢 是 招募台顿时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与此同时 一道灵光射进了陈楚人的尸海 那本古朴的神话书 再次翻动了起来 半场 翻动的书页终于停了下来 陈楚人凭住呼吸定睛一看 第109章 新英雄慈航大士 只见那夜上面 刻画着一位栩栩如生的一袭白衣 面容祥和的女子 精致的面容 却让人无法生出一丝银邪之意 一道耀眼的金光 从他身后照耀 如同一轮明日 他端坐在蒲团之上 一手托着一个白玉般的玉瓶 另一只手 则是轻轻地粘起一个绿枝 端庄 神圣 陈楚人瞪大了眼睛 无论怎么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招募到这一位存在 恭喜招募SSS 及英雄慈航大士 慈航大士 也就是慈航道人 是根据佛教当中的 观世音为原形创造的人物 在风神演义当中 慈航道人入西方教 成为了观音大士 嗨嗨 为了避免一些和谐问题 就不用观音这个称呼 改用道号家大士称呼 希望大家体谅一下 新人作者太卑微了 一瞻点 就容易被审核毙掉 接着 光芒闪过 一袭白衣 站至陈楚人身前 一双狱卒赤裸着 却并未沾地 脚下仿佛踩着一团祥云 见过领主大人 慈航大士微微汗手道 不必多礼 陈楚人缓缓说道 上前轻轻扶住 慈航大士的御臂 这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走了上来 杨俭瞳一缩 脸上不由地 闪过了一丝惊讶的神色 他连忙上前几步 犹豫了片刻 但还是行了一个礼 见过诗 然而慈航大士 立马便打断了他 既已来此 往日之事便不再提 往后 以同僚平背相称即可 慈航缓缓说道 脸上依旧看不出 一丝的情绪波动 杨俭微微愣了一下 然后点了点头 九天玄女走了上来 有些警惕地 打量了慈航大士一番 毕竟 慈航大士也是女生 相貌精致 而且还带着一种 无法亵渎的出臣之气 不过九天玄女也知道 慈航大士 乃是佛门中人 自然不会威胁到他 只不过是女人心底的 那些警惕在作祟 陈楚人倒是没有在意这些 而是立马查看起了 慈航大士的信息面板 慈航大士 品质 SSS级 等级 一级 装备 无 战斗力 100 天赋 慈悲为怀 技能 慈航普度 功德无量 阳干柳露 陈楚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他的目光落在了 慈航普度这个技能上面 佛门擅长度化 度化 说直白一点 就是洗脑 所以 陈楚人心想 慈航大士的技能里 会不会有着类似的功效 而这个慈航普度 恐怕就是 有着度化功效的 有机会的话 得找个人试一试了 陈楚人难难道 心中开始盘算起来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那么这群樱花人 倒也是 可以利用一下了 接下来 陈楚人开始准备了 慈航大士刚来 才一级 首先就是得想办法提升等级 然后还有装备 现在陈楚人已经实现了青铜级装备自由 但是作为一名英雄 怎么可能和普通士兵 用一个等级的装备呢 要知道 陈楚人的那些民兵手里的斧头锄头 全部都是青铜级装备 要是慈航大士 也用青铜级装备 多少也有些掉价了 稍等一下 陈楚人仔细地翻找了一下 白银级装备倒是还有一些 但是并没有适合慈航大士的 首先 慈航大士的武器 自然是玉镜瓶 虽然自己不可能找到玉镜瓶 但是可以用同类的武器替代 就像九天玄女的红灵 和杨俭的焚天眼月刀 则则 看样子 只能带着慈航大士 出去刷怪爆装备了 陈楚人难难道 之前每次都是这样 招募新英雄之后 刷出来的装备都刚好比较契合 不过陈楚人也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其他的装备慈航大士应该怎么穿 杨俭本身就是神将 一身铠甲自然是没有一点的违和 九天玄女也是穿着软甲 她本身也是战争女神 但是 慈航大士一袭圣白软衣 不可能让她穿铠甲战靴吧 啊 陈楚人有些愣了一下 心想天道应该会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吧 比如装备不险 也不知道可不可以 主要是 陈楚人觉得 要是慈航大士穿着铠甲战靴 那模样实在是违和的不得了 算了 还是先解决一下 郁静平替代品的问题 陈楚人直接在聊天频道里发布消息 高架击球一件瓶类武器 白银级及以上 有益者私信 身为战区首领 陈楚人一发消息 便立刻自动提醒了所有人 哦 瓶类武器 怎么首领大大找的东西这么奇怪 就是啊 瓶子还能够当武器的吗 还是白银级以上的 我现在一件白银级的装备都没有 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首领大大自然是眼光高 难不成还要青铜级啊 一时间 众人一头雾水 他们也都没有见过 武器 在他们眼里 都是刀枪剑戟棍棒这些 哪里听说过瓶子还能够当武器的 陈楚人也没有说什么 他本来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只是试一试 不过就在陈楚人正打算关闭聊天频道见面时 突然谈出了一个私信 嗯 陈楚人微微愣了一下 难道说真有人有 陈楚人连忙点开一看 寒天风 首领大大 你看我这个刻意不 紧接着一张图片发了过来 陈楚人定睛一看 瞳孔一缩 脸色一惊 图片里面 赫然便是一个白色的瓷瓶 大概二三十厘米长 虽然不大 但是模样造型和预镜瓶颇有几分相似 淋浴瓷瓶 品质 白银级 白银级 也行 陈楚人难难道 便问道 你是想要交换物品 还是想要用领主必支付 寒天风 嗯 我最近有点缺装备 首领大大 要是有多的装备交换 给我也行 于是 陈楚人便直接找来了一套白银级装备 发了过去 毕竟自己承诺了高价收购 一套白银级装备 对陈楚人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第110章 新兵种同仁罗汉 寒天风顿时大喜过望 对他来说 一件没用的白银级武器 居然直接换了一整套的白银级装备 这不赚妈了 多谢首领大大 多谢首领大大 寒天风连连道谢 随后 陈楚人便将这领域瓷瓶 交给了慈航大使 多谢领主大人 慈航大使微微恭身道谢 大使不必多礼 陈楚人连忙 扶了扶他的手臂 随后 陈楚人便回到了招募台前 如今英雄已经招募了 那么也该迎接新兵种了 只是 陈楚人有些好奇 慈航大使领导的 会是什么兵种 也没听说过 这些个菩萨还带兵的 是否消耗一枚终极兵种招募令 是 顿时 一道灵光再度射进了陈楚人的石海 将那本神话书照亮 依然还是停留在慈航大使的那一夜 光芒闪过 恭喜招募SSS及兵种 同仁罗汉 同仁罗汉 陈楚人定睛一看 只见眼前出现了十位通体 赠量如黄铜般的僧人 皆是上身赤裸着 浑身肌肉爆棚 陈楚人心里一惊 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个兵种 这些同仁罗汉 自然不会是灵山上的那些罗汉 那些可都是得到 果未铸就今生的罗汉 当个SSS及英雄 都绰绰有余了 当然 肯定是不如杨俭玄女 和慈航大使的 这些同仁罗汉 更像是陈楚人前世看的 少林寺里的那种 草头军差不多 想来 这些同仁 应该就是守卫灵山的那种 精锐武僧吧 比那些天兵天将 还要强上不少 警告 当前兵营容量已满 请尽快采取措施 突然 陈楚人脑海里响起了警报 靠 忘了这查 之前为了提高效率 陈楚人把仅剩的名额 全部拿去扩充了民兵 这就导致 现在兵营 已经没有多的位置了 只能给将兵营升级了 但是眼下的金铁石 也已经不够了 唉 失误了 现在只能够去交易所买了 陈楚人无奈地打开交易所 看着升级材料 所需要的领主币 不禁一阵肉疼 刚刚富裕起来 又快没多少了 陈楚人咬了咬牙 还是选择了购买 没办法 要是再不扩充 到时候这多出来的十个人 岂不是被退回去 那怎么可能 将兵营升到四节 一道光芒将兵营笼罩 几秒之后 光芒散去 兵营瞬间扩大了 接近有三倍 容量从五百增加到了一千五 陈楚人看了看钱包里 瞬间干瘪的领主币 心中一阵肉疼 算了 反正迟早都会赚回来的 而且兵种越多 实力越强 赚钱的速度 自然也就会更快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便把剩下的领主币 拿去扩充兵种 草头军和玄女军 都是两百人 所以 陈楚人自然也将同仁罗汉 扩充到了两百人 至此 陈楚人的钱包彻底空了 好了 大家出发吧 三军整装待发 陈楚人便打算带领众人出发 把钱转回来 同时 也得攒经验 给慈杭大士 和同仁罗汉升级 还请领主大人稍等片刻 这时 慈杭大士微攻低营了一句 然后走到一株柳树旁 只见他缓缓抬起玉手 纤细洁白的手指 轻轻一动 灵光从玉枝般的掌心飞出 落到了柳树的一根枝条上 灵光包裹住那根枝条 缓缓地落到了 慈杭大士的掌心 随后 慈杭大士御守轻轻一年 将那根柳条插进了玉坪当中 然后 走到万灵之泉旁边 指尖轻轻一晃 一团清水便直接涌了出来 落入了灵域慈坪当中 做完这一切 慈杭大士这才缓缓地 走到陈楚人面前 抱歉 让领主大人久等了 无妨 倒是委屈了大事 只能用这些将就一下了 领主大人说笑了 都是些身外之物 能够意念所托 便是极好 于是 众人便离开了领地 保险起见 陈楚人先找到了一个 普通的怪物巢穴 地精巢穴 等级 25级 普通地精 24级 乘20 地精领袖 28级 乘1 虽然只是普通的怪物巢穴 但是怪物的等级 是摆在那里的 差距有些大 大士 你们先来试试手吧 陈楚人说道 是 慈杭大士点了点头 上前几步 两百同仁罗汉 也是大喝一声 手中的长棍往前一抵 瞬间爆发出了惊人的气势 随后 陈楚人朝两旁的杨茧 和九天玄女叮嘱道 你们看仔细一点 要是情况不利 记得帮一下大士 是 领主大人 倒不是说陈楚人觉得 慈杭大士弱 主要是现在的怪物等级 已经很高了 而慈杭大士等人都是一级 陈楚人多少有些担忧 不过很快 陈楚人就明白 自己的担忧 完全是多余 那头地精领袖 挥舞着一根粗大的木棒 凶神恶煞地瞪着慈杭大士 慈杭大士胆长低音了一句 下一秒 体内的力量 直接汹涌澎湃地爆发出去 阿弥陀佛 刹那之间 天地之间都回荡着阵阵范音 吾呼 顿时 一众地精的双眼 开始迷离起来 就连那头地精领袖 也是精神涣散 手中的木棍 一下子落在了地上 我佛慈悲 慈杭大士 又是低头吟唱了一句 顿时 四周的范音变得越来越大 那些地精 纷纷抱头倒地 紧接着 慈杭大士体内的力量 再度爆发出去 仿佛形成了一座五指山 将这些地精压在下面 丝毫无法动弹 速速将它们送往极乐世界 免遭现世之苦 慈杭大士低音一声 胆掌立在身前 美眸微微低垂 看起来 正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佛陀菩萨 哼 同仁罗汉大喝一声 声音震天动地 手中的长棍结实往前一次 顿时爆发出了恐怖的能量 哼 一声巨响便直接将这些地精 尽数湮灭 恭喜 您的兵种同仁罗汉 击杀了一头普通地精 获得经验 恭喜 您的兵种同仁罗汉 击杀了一头普通地精 获得经验 二十多集怪物带来的经验 对于慈杭大士和同仁罗汉来说 是海量的 直接让他们升到了四季 我佛慈悲 慈杭大士低头沉吟了一句 随后玉手轻轻拧起玉瓶中的柳条 往前轻轻一洒 一滴滴晶莹的露水洒落 原本被同仁罗汉的力量摧毁的四周 瞬间恢复了原状 第111章 在玉领地巢穴 这几天 陈楚人一直带领着慈杭大士 和同仁罗汉刷集 为了不拖延整体进度 陈楚人把定向指南针 交给了杨简和九天玄女 让他们单独去扫荡精英巢穴 加上有着经验储存器 几天下来 也让慈杭大士和同仁罗汉 纷纷升到了八级 面对这些普通的怪物巢穴 虽然都是二十多级 接近三十级了 慈杭大士和同仁罗汉 也都能够轻松秒杀 这些怪物 在他们手里 毫无反抗之力 差不多也该让大士他们 扫荡精英巢穴了 陈楚人想了想 现在大部队可以会合了 以现在慈杭大士 和同仁罗汉等人的实力 面对那些精英级的怪物巢穴 也不会拖延整体进度了 甚至也可以和杨检他们一样 直接秒杀 不过唯一有些可惜的是 到目前为止 都还没有爆出 适合慈杭大士的装备 而且 同仁罗汉 虽然都已经装备好了 青铜级装备 但还并没有进行薰衣 血腰结晶的数量 也差了一些 不过这些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过一小段时间就足够了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处 有些特殊的怪物巢穴 这时 慈杭大士缓缓说道 特殊的怪物巢穴 陈楚人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几天 他们也遇到过 各种各样的怪物巢穴 其中也有两个精英级的怪物巢穴 慈杭大士口中的特殊 莫非是BOSS巢穴 或者说领地巢穴 陈楚人顿时心中一喜 无论是这两个怪物巢穴中的哪一个 都是十分稀有的 里面的奖励 也是相当丰厚 走 陈楚人马不停蹄地 带着众人前进 很快 陈楚人便看到了 这座特殊怪物巢穴的 庐山真面目 丛林兽人的领地巢穴 等级 30级 普通的丛林兽人 25级 500加 兽人王 32级 乘1 介绍 攻战之后 可以招募特殊兵种 丛林兽人 没想到 居然是领地巢穴 陈楚人颇有些惊喜 这样一来 他就又可以多一个兵种作为奖励 还帮助战区里的其他人发展 大士 可以吗 陈楚人问道 毕竟 这可是30级的怪物巢穴 而且数量有多 奈头兽人王 还是32级的怪物 实力强大无比 而反观 慈航大士等人 不过才8级 而且 装备还要比杨检等人差不少 请领主大人放心 左右不过一群孽障马了 慈航大士微微汗手 波澜不惊的面容上 隐隐露出一丝自信之色 好 那就交给你们了 陈楚人点了点头 他自然是相信慈航大士的 随即 慈航大士便抬起头 缓缓注视着前方 意念一动 脚下的祥云便拖着他 飘到了兽人领地巢穴之前 好 人类 居然敢踏入我的领地 我要让你们有来无回 领地巢穴里 爆发出了一阵低音的怒吼声 顿时 密密麻麻的身影冲了出来 全是丛林兽人 随后 这些丛林兽人 让出了一条道 紧接着 一个体型足足有两三个丛林兽人 那么大的身影走了出来 他就是32级的兽人王 身穿一身狼皮衣 手中拿着一根长毛 看起来凶恶无比 阿弥陀佛 放下屠刀 立一地成佛 慈航大士 微微低下头 沉映道 顿时 四周又响起了一阵犯音 什么鸟语 听起来浑身不舒 兽人王眉头紧皱着说道 然而 话还没有说完 眼神便开始有些涣散了起来 而他身后的那些丛林兽人 则是已经失去了神智 呆滞的力在那里 哪怕是身旁响起了轰天炮 恐怕也回不过神来 呵 突然 兽人王大喝一声 眼眸当中回过了神采 他连忙转过身 扫视了一圈 顿时心神易景 原本 他还十分轻蔑对待这些人族 毕竟才八级 而他们可都是接近三十级的 自己更是三十二级 然而没想到 眼前这个身段娇柔的女人 却有着如此恐怖的手段 连他刚才都差点陷入了进去 好 兽人王突然又爆发了一阵怒吼 试图叫醒这些丛林兽人 然而并没有起什么用 可恶 兽人怒骂一声 更加警惕起来 手下意识地握紧了长矛 恶狠狠地瞪着慈杭大士 慈杭大士也看着兽人王 眼底闪过了一丝惊诧 有些意外 兽人王居然能够回过神来 不过慈杭大士的面容 依旧是云淡风轻 波澜不惊 随后 慈杭大士单手掐绝 眼帘低垂 口中默念起来 慈行普陀 刹那之间 天帝未知变幻 然而仅仅只是持续了片刻 天帝便又恢复了清明 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 此刻 兽人王瞳孔猛地缩成了风间 他的眼里 世界变成了一片血海 四周满是猙獰的尸骨 耳边还时不时传来各种圣人的叫声 天幕都被撕裂成了两半 中间的缝隙里 倾泻而出的心红鲜血 死了 四周的白骨 忽然诡异地扭动了起来 朝着他蹒跚而来 顿时 兽人王瞳孔猛的一阵 心中涌出了无尽的恐惧和害怕 可是四周都是血海 而他则是 站在血海当中的孤岛上 哪里有退路 然而就在这时 一艘洁白的青周 缓缓地飘来 那洁白无暇 与四周的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如果他现在处身在地狱的话 那么这艘小周 便一定是解救他 通往天堂的路 兽人王没有一丝犹豫 直接冲了过去 用尽浑身的力量一跃而起 身体重重地落在了洁白的青周之上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兽人王眼前的画面 瞬间消失了 然而眼前一黑 身子直接倒了下去 阿弥陀佛 最后 他的耳边依稀听到了一声低音 恭喜 您的英雄慈航大士 击杀了一头兽人王 获得经验 零金坠 白银吉 成一 灵木玉镯 白银吉 成一 灵水玉带 白银吉 成一 灵火炼 白银吉 成一 第112章 玄黄塔之正 我去 这直接给了一套装备啊 陈楚人大惊 不过随即便皱起了眉头 仔细一看 这四件装备不都是挂饰吗 这怎么穿 然而很快陈楚人便注意到了 虽然这四件装备都是挂饰 但却分别在不同的位置上 灵金坠是耳坠 灵木玉镯是在手腕上 灵水玉带是脚腕上 灵火炼则是脖子上 是不是刚好可以替代战靴 护臂 甲兆呢 陈楚人便拿出四件装备 递给了慈航大士 多谢灵主大人 慈航大士答谢道 随后便将四件装备接了过去 灵光一闪便穿戴好了 居然真的可以 陈楚人心中一惊 他刚才也只是猜测罢了 没想到还真可以 看来 这几件装备 还真是为慈航大士量身定做的 紧接着 同仁罗汉将剩余的丛林兽人 尽数清扫了干净 恭喜 您的兵种同仁罗汉 击杀了一头丛林兽人 获得惊艳 恭喜 您的兵种同仁罗汉 击杀了一头丛林兽人 获得惊艳 随后 一杆长矛缓缓缓地 漂浮到了陈楚人的手心 正是先前兽人王手里的那杆长矛 兽人王的长矛 可以凭借此物 招募兵种 丛林兽人 丛林兽人是C级兵种 品质一般 估计崔莲他们几人 都不一定看得上 但是对于其他的普通领主来说 依旧是相当强大的 毕竟还有一大堆的人 都是一些地级 甚至品质更低的兵种 于是 陈楚人便在这里打造了一个传送门 安排几人在这里助手 然而 在战区的聊天坪里说道 根据大家的贡献增长率排名 有原来的第一名改成了前两名 分别可以获得 招募一只森林之子兵种 和丛林兽人兵种的机会 顿时 聊天频道里又热闹了起来 又增加了一个兵种 也就是说 首领大大 又发现了一个领地巢穴 不愧是首领大大 丛林兽人也是C级兵种 我到现在最强的 都只是D级兵种呢 太好了太好了 上回我只差一点 这一次增加成了前两名 我肯定能够得到一个兵种 顿时 所有人都无比激动 更加振奋 一只C级兵种 对他们的诱惑 也是相当之大的 随后 陈楚人也通知了崔玲儿几人 毕竟有他们帮忙的话 做什么效率都要高一些 又是几天下来 慈航大士和同仁罗汉 纷纷突破到了诗集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同仁罗汉 来到了兵种技能学习塔 同仁罗汉可学习的技能 也是两个 一个是戒律诚治 一个是佛怒之阵 前者是单体攻击 后者则是多人配合 形成的大范围攻击阵法 还是老规矩 让一部分人先学 然后不断地轮换 陈楚人 陈楚人 快过来 这时 宁红叶突然发来的消息 看起来十分紧急的模样 陈楚人走到传送阵 传送到了宁红叶的位置 发生什么事情了 陈楚人问道 只见宁红叶 一脸紧张地跑上来 伸出手心 你看 我突然爆出了这个东西 宁红叶说道 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爆出这个东西 一时之间 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想着陈楚人有传送阵 又有首领权限 可以随便传送 就赶忙叫陈楚人过来 这是 玄黄塔之证 陈楚人大惊 玄黄塔之证 是用来开启玄黄塔的 玄黄塔 是一座存在于 万族战场虚空当中的 特殊建筑 里面收录了许多强大的英雄 和兵种的战斗信息 领主们可以通过玄黄塔 和里面收录的英雄 和兵种战斗 不仅可以和击杀怪物一样 得到大量经验以及装备道具 还能够获得玄黄塔赐下的奖励 这你还在犹豫什么 陈楚人不禁有些醋没问道 要是他拿到了这个 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使用 这不是之前我 卫免之争 那本书没学好吗 有点忘了 这个玄黄塔之证 使用了之后 是在战区范围内开启 还是卫免范围内开启啊 凝红也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脑袋 脸颊一红 微微发烫 我记得是整个战区范围内 所有人都可以进入玄黄塔 不过通报 是在整个卫免范围内 陈楚人缓缓说道 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用了的话 那些樱花人只能看 又进不来 凝红也顿时一喜 没错 陈楚人点了点头 玄黄塔之证使用之后 将会在整个战区范围 开启玄黄塔 战区里的所有人 都能够进入玄黄塔 但是 同卫免的其他战区无法进入 只能给得到玄黄塔的通报 比如说 陈楚人通关了第几层 用了多久的时间 玄黄塔会自动在 整个卫免范围内通报 那我这就用 凝红也迫不及待地 攥紧了手心的玄黄塔之证 是否使用玄黄塔之证 是 顿时 凝红也手心的玄黄塔之证 便化作了一个个光点 消散在了天地之间 与此同时 天道之音传遍了整个卫免 红黄战区领主宁红也 使用了玄黄塔之证 红黄战区即刻解锁玄黄塔 红黄战区所以临主每日 可获得一次进入玄黄塔的机会 得到这个消息 整个红黄战区都沸腾了 我去 宁红也大佬 运气居然这妖牛 连玄黄塔之证都爆出来了 哇塞 我们真是幸福啊 前有首领大大的两支兵种奖励 现在又有宁红也大佬 开启了玄黄塔 是啊 玄黄塔里的刷金验的速度可快多了 而且 每次通关一层 都有着不少的奖励 这一下赚大发了 哈哈 你们快看卫免聊天频道 那群樱花人气疯了 有人欢喜 有人愁 陈楚人目光看向了卫免聊天频道 那群樱花人开始抱怨了 为什么天照大神不保佑一下他的子民 每次都让这群大下人站进了仙机 玄黄塔的奖励 他们也都无比眼馋 如果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开启玄黄塔 那么一段时间过后 洪荒战区的整体水平 肯定会远远高出他们 陈楚人之前得到的两支特殊兵种 每天的产量都是有限的 在一个战区十几万人面前 几乎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顶多让中高层实力增强一些 但是这次的玄黄塔就不一样了 那可是面向整个战区所有人的 这群樱花人自然是无比着急 要不 我们还是祭拜一下幸运女神好了 有樱花人颤巍巍地说道 第113章 玄黄塔开启 可恶 这群大下人运气怎么就那么好 不知火天恶狠狠地重锤了一下桌子 他心里十分地着急 不行 必须得想办法 既然大下人能够刷出玄黄塔之症 那么我们肯定也可以 随即 不知火天立刻在战区聊天频道里发话 让所有人都立刻去刷怪 樱花人自然也知道 现在的情况不容乐观 也都纷纷自觉地 加快了刷怪的速度 他们也都被迫开始卷了起来 不然到时候 他们落后了 挨打的就是他们了 嘿嘿 陈楚人 这回我算是立了大功吧 宁红叶插着腰 笑眯眯地望着陈楚人 水灵灵的美眸里充满了期待 当然 陈楚人点了点头 这一次 宁红叶可谓是让整个洪荒战区的实力 集体上了一个台阶 玄黄塔之症的作用 可比那几个领地巢穴大多了 于是 陈楚人觉得 也应该给宁红叶一点奖励 来增强大家的积极性 嗯 陈楚人看着自己的一堆物品道具 目光最后停留在了 那两张进化卡上面 这两张进化卡 对于陈楚人来说 的确是没有什么用了 如果拿出来奖励宁红叶 那可是一举多得 自己的发展固然重要 但是往后的争霸之路漫长无比 也需要集体的发展 身为首领的陈楚人 战区的领主越强 对他的好处自然也就越多 所以 把进化卡当作奖励 送给宁红叶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但是问题就来了 送哪个 兵种进化卡 还是英雄进化卡 两个 都给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陈楚人已经想好了 两个进化卡可以当作两次功劳奖赏 对了 你的英雄和兵种都是什么品质的 陈楚人问道 都是A级的啊 怎么了 宁红叶心里有些疑惑 心想 陈楚人怎么突然问这个 不想给奖励就直说吗 没必要故意转换话题的 当然 宁红叶心里也没有生气 他本来就是故意打去 才说的有没有奖励 这样啊 陈楚人想了想 然后拿出了英雄进化卡 这个给你 你的奖励 陈楚人微微一笑 宁红叶那水灵灵的大眼睛 瞬间张大了几分 愣了一下才缓缓结果 定睛一看 英雄进化卡 限S级以下品质的英雄使用 这 这是英雄进化卡 居然是能够对A级英雄使用的 顿时 宁红叶不可思议的大呼道 他本来就是随口一说 结果陈楚人居然给出了如此珍贵的道具 不要说他家了 就是整个蓝星 恐怕也就只有 那几个大国才能够拿得出来 兵种进化卡 和英雄进化卡并不是十分稀有 但是基本上都是只能对那些低品质的英雄和兵种使用 而限S级以下品质使用的 那才是真的无比罕见 没想到陈楚人居然拿得出来 而且 还是送给自己 这 这 这 宁红叶连忙揉了揉自己的眼睛 结果发现 手心捧的真的是英雄进化卡 陈楚人 这也太贵重了吧 我不能收 宁红叶撇过脑袋 闭上眼睛 猛地将手对到了陈楚人的面前 显然 他内心也是做出了极大的挣扎 你就拿着吧 这我已经用不上了 陈楚人淡淡一笑 摇了摇头 便踏入传送门离开了 哎 宁红叶刚想要叫住陈楚人 结果传送门就已经关闭了 刚刚陈楚人说什么 忽然 宁红叶意识到了什么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下一秒 他的瞳孔猛被一震 用 用不上了 也就是说 陈楚人的英雄已经是S级了 回到领地之后 杨俭和九天玄女 已经带着两只兵种回来了 就在宁红叶使用了玄黄塔之证时 陈楚人就立刻通知两人回领地 领主大人 领主大人 杨俭和九天玄女两人 微微躬身抱拳道 九天玄女 微微瞥了一眼陈楚人身旁的慈航大士 心里稍稍的有些羡慕 哼 为什么陪在领主大人旁边的 不是我呢 九天玄女下意识地嘟起了嘴 好了 大家准备一下 趁时间还早 去玄黄塔看看 陈楚人说道 几分钟之后 陈楚人带着众人进入了玄黄塔 欢迎来到玄黄塔 每通关一层 可选择继续下一层 或是退出玄黄塔结束挑战 英雄和兵种全部战死时 将会自动将领主传送出玄黄塔 结束本次挑战 所有的通关奖励 将在挑战结束时统一发放 紧接着光芒一闪 欢迎来到玄黄塔第一层 四周是漫无边际的沙漠 不过眼前就出现了一座领地 10269号领地 兵种冲锋兵A级数量55等级5级 兵种灵力军B级数量55等级5级 英雄大力战士B级等级7级 英雄悬海浪人B级等级7级 陈楚人看了看 便直接让慈航大士带着同仁罗汉冲了过去 三两下便轻松解决了 毕竟只是玄黄塔第一层 里面的领地都十分弱 然后又找到了三个领地 兵种的等级数量也都差不多 很快便清扫完了 恭喜 成功通关第一层 是否继续挑战 是 陈楚人没有一点犹豫 PS 三点多打雷给我吵醒了 半天都睡不着 雷震宇一直下到现在 另外 求帅哥们打赏点免费小礼物吧 同桌快吃不起饭了 哦 第114章 樱花首领 我人妈了 恭喜 成功通关第一层 是否继续挑战 是 陈楚人没有一点犹豫 随后光芒一闪 陈楚人等人便来到了第二层 第二层地处一片一望无际的草原 杨俭 能找到附近的领地吗 陈楚人问道 随即 杨俭双眼一瞪 眼眸瞬间发出了金色的光芒 过了两秒 领主大人 前面几里园有一座领地 走 于是浩浩荡荡的大军再度出发 25671号领地 兵种 海浪鱼人 A级 数量50 等级8级 兵种 乱刀战士 B级 数量50 等级8级 英雄 灵虎兽人 B级 等级 9级 英雄 幽冥护卫 A级 等级 9级 这个领地的等级 比第一层高了一点 但实力可以说是翻了两倍 不过在陈楚人面前 已经不够看 慈航大士带着同仁罗汉 轻轻松松便秒杀干净了 于是 就这样 一共又清扫了四个领地之后 便通过了第二层 恭喜 您已通关第二层 是否进入下一层 是 就这样 陈楚人一直来到了第十层 1111号领地 兵种 玄灵甲卫 S级 数量 60 等级 18 兵种 冲锋兵 A级 数量 60 等级 17 英雄 狂暴灵侯 S级 等级 18 英雄 潮汐神卫 A级 等级 18 陈楚人微微有些惊讶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S级的兵种和英雄 玄黄塔里的领地 都是曾经进入过玄黄塔领主麾下的头影 能够拥有S级的英雄和兵种 这个领主 想必也不会是什么无名之辈 大士 可以吗 陈楚人问道 请领主大人放心 慈航大士微微汗手 依旧保持着胆掌立在胸前 面容平淡无比 只见他低头轻盈起来 天地之间又响起了一阵阵的范音 果不其然 哪怕是等级比慈航大士高很多的S级英雄 也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同仁罗汉们 其初 轻轻松松地便击杀了一众兵种 很好 我们继续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第十层的领地比第九层的强大了数倍 但对于自己的顶级配置来说 依旧能够做到轻松秒杀 于是 陈楚人带领着众人继续前进 与此同时 天照战区 不知火天正和其他八个樱花首领紧急商议 你们有刷出来玄黄塔之症吗 没有啊 我都命远全力清扫精英巢穴了 但半天过去了 还是没有一点消息 他们现在能够刷出来的精英巢穴 基本上也就八九级 精英巢穴爆出稀有物品的概率 要比普通巢穴高很多 可恶 这群大下人怎么运气就这么好 就是 难道说天照大神这段时间去忙其他事情了吗 嘘 可不能随便议论天照大神 这时 有人突然发话了 我说 大家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呀 白本君 你这是什么意思 玄黄塔里面有多少好东西 你不会不清楚吧 是啊 一两天可能还看不出什么来 但是这样下去 不出一个月 洪荒战区和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会凸显出来了 其他人顿时有些生气 心想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不心急 不是 你们是不是忘记了一件事情 玄黄塔第一层的领地 基本上都是七八级的兵种和英雄 现在洪荒战区能通关的又有多少 听到他这么一说 其余人也才猛然惊醒 对啊 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 还是版本君记性好 我们这一着急 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 顿时 其余人纷纷脸上露出了几分喜色 松了一口气 兵种和英雄都是七八级 整个洪荒战区 恐怕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 才能够达到这个层次 也就是说 能够通关第一层的 顶天了 也就只有十分之一 至于通关第二层的 那只会更少 恐怕都只有各位数了 这样一来的话 短时间内 洪荒战区也无法凭借玄黄塔 扩大太多的优势 大部分人能够刷出玄黄塔之证 都基本上已经是三本或者四本时期了 那个时候的英雄和兵种的等级 普遍都是二十级网上了 所以能够轻松通关玄黄塔前面几层 每天都能给得到几层的通关奖励 这样累积下来 也是相当丰厚的 因此 这才让樱花人们着急了起来 自乱阵脚 忽略了玄黄塔本身的难度 是啊 我们都被大厦人给吓了一跳 居然忘记了这么重要的事情 就是 那些大厦人要是天天进入玄黄塔死磕 但是一个领地都打不下来 不仅拿不到奖励经验 还会浪费他们的时间 这样一来 说不定还会拖延他们的发展 有道理 有道理 一时间 九个樱花首领心情大好 不过 我们也得尽快刷出玄黄塔之证了 至少对于我们 和那些高层来说 玄黄塔 还是能够得到不少的奖励 没错没错 玄黄塔之证 肯定还是得抓紧时间搜 不过也不用太着急了 反正短时间内 大厦人也没有什么进展 哪怕是那个陈楚人 能够通关三四层 就已经顶天了 几人说道 原本紧张焦急的气氛 一扫而空 众人心头也是 弥漫着轻松愉悦的感觉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天道之音 忽然传遍了整个位面 恭喜 领主陈楚人 已通关玄黄塔第十层 恭喜 领主陈楚人 已通关玄黄塔第十层 恭喜 领主陈楚人 已通关玄黄塔第十层 天道之音 回荡了足足三次 不知火天等人脸上的笑容 全部都凝固住了 他们直接人骂了 第十层 陈楚人都已经通关第十层了 不是说好了三四层 就已经顶天了吗 他们几个首领 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他们虽然也知道 陈楚人的实力强大 但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他们自认为 勉强也能够通关玄黄塔第二层 所以认为 陈楚人通关三四层 已经是顶天了 结果 人家这会儿功夫 就已经跑到第十层了 第115章 退出玄黄塔的三位高层 整个位面所有人 都听到了天道的传音 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第十层 我记得 第十层的领地 都基本上是有着 接近二十级的兵种和英雄了吧 对啊 我也记得是这样的 这个陈楚人 居然能够通关第十层 这也太离谱了吧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这群樱花人 还正在忙着扫荡怪物 试图刷出玄黄塔之症 结果这回功夫 别人就已经通关第十层了 这个陈楚人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啊 大部分升到三本的领主 都还无法突破第十层呢 对啊 难道说陈楚人 已经领先我们太多了 都突破到三本了吗 不可能吧 这才多久啊 哪怕是以前 不知火大姐投在的时候 这回估计 也才只攒够了 不到三分之一的材料 就是就是 我这才刚升到二本呢 陈楚人就算作为最强首领 也不至于领先这么多 除非他开挂 可是 那怎么解释陈楚人 如此恐怖的表现 这 我看 我们讨论半天 也讨论不出什么 不然还是先刷怪 早点把玄黄塔之症刷出来吧 也是 于是 樱花人强行按捺住心中的震惊 然后继续刷怪去了 另一边 洪荒战区这边 可就相当热闹了 不是吧 首领大大都已经通关第十层了 我去 我连第一关都没打过 就被踢出来了 我更菜 第一个领地都没打赢 算算时间 这才过去了不到半个小时 手领大大 居然就打到第十关了 这速度 也太哈人了吧 我算算 玄黄塔里的时间流速 和外面 是几笔几来着 我第一关打了半个多小时 出来一看 才过了不到三分钟 不愧是首领大大 我记得第十层的 都是些接近二十级的兵种和英雄啊 还要击败三四个领地 才能够通关 这差距 实在是太大了 首领大大 当真是恐怖如斯 也不知道首领大大 最后能够打到第几层 嗯 说实话 能够通关第十层 就已经很厉害了 哪怕是止步于此 也已经是秒杀我们所有人了 洪荒战区的所有人 一边惊叹于陈楚人的强大 另一边也是十分兴奋和激动 和最开始不同 大家都是同一个起点出发的竞争对手 看到别人超过了自己 心中难免会有极度之情 但是现在不同了 陈楚人已经成为了他们的领导者 他们自然是不会生出一丝的极度之情 反而会以此为傲 宁红叶开启玄黄塔之后 整个洪荒战区的所有人 基本上都是第一时间进入了玄黄塔 而现在 已经是过去了快一小时了 玄黄塔当中的时间 也过去了将近半天 洪荒战区的领主当中 还待在玄黄塔的 也就只剩下了崔灵 宁红叶以及罗河城三位高层 当然 还有陈楚人 此时 崔灵三人都才刚刚通过了第二关 恭喜 成功通关第二层 是否进入下一层 看着选项 三人都不约而同地犹豫了起来 虽然通关了第二层 但是他们也都十分勉强 一众士兵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第三次的领地还要强大不守 哪怕是亲近了所有士兵 恐怕也都不一定能够攻下一个领地 而且 离开玄黄塔之后 复活死去的士兵和英雄 那也是一大笔资源 因此 三人都选择了退出 放弃进入第三层 恭喜获得金铁石乘1000 经验十万五千点 可自由支配 领主必乘15000 这些奖励虽然不是很多 但是这才只是通过了第二层的奖励 越到后面 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多 而且 每天都可以进入玄黄塔 这些奖励也能够轻松再得 没想到第二层就已经这么勉强了 也不知道陈楚人能够打到第几层 四层 五层 崔莉儿难难道 随后便回到了自己的领地 他知道 陈楚人的实力远胜于自己 但是他怎么也不敢想象 陈楚人会通关第十层 另一边 宁红叶回到领地之后 则开始思考 这张英雄进化卡的使用 两个英雄 只有一张进化卡 这让他怎么选择 先前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就直接进玄黄塔了 给自己多留点时间考虑 但是现在还是发愁 没办法了 那就投硬币好了 正面给万花姐姐 反面给春风姐姐 宁红叶拿出了一枚硬币 然后往上一抛 再稳稳接住 宁红叶缓缓打开手掌一看 那就给万花姐姐 蓝星 万族战场总局 也得到了宁红叶 刷出玄黄塔之正的消息 没想到洪荒战区的运气 倒是变好了不少 居然这么早就能够开启玄黄塔 之前倒霉 现在终于要转运了吗 这段时间 洪荒战区 也一直吸引了他们大量的关注 毕竟通常来说 总局大部分注意力 都是放在了自己的军区战区里 但是有个问题 洪荒战区这么早开启玄黄塔 其实也没啥用啊 毕竟这个时候 绝大部分人连第一层都过不了啊 是啊 我们这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哎 早点开还是能有点优势的 话是这样说 不过和我们给的奖励比起来 还是差远了 那是自然 想必陈主人现在一定是无比感激我们 几个位高权重的家伙 自信得意地说道 在他们看来 这次奖励说到底 都是他们施下的恩赐 他们可不觉得 陈主人的功劳 值得两张A级使用的进化卡 那么接下来 我们也该把资源 倾斜回我们的战区了吧 没错没错 我们最近已经在洪荒战区上 浪费太多时间了 我们自己的那几个战区 最近也遇到了些困难 我的孙子 昨天都给我发消息抱怨了 我孙女不也是 他们现在跟漂亮国的人干起来了 有些混乱 韩老没有说话 只是紧皱着眉头 这群家伙 第116章 通关第20层 玄黄塔之中 又过去了 接近三四个小时 陈楚人终于来到了第20层 第19层 基本上都是一些 25级的兵种和英雄了 快是养减他们的三倍了 不过三位英雄 和三只兵种 着实强大无比 依旧没有减缘 陈楚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这第20层 如果没猜错的话 恐怕就会出现 267级的S级兵种和英雄了 那实力 恐怕会是第19层的数倍 到时候 自己手下的兵种 恐怕多少会有些伤亡 陈楚人多少有些心疼 不过既然来了 还是先把第20层通关了再说 很快 陈楚人便遇见了第一个领地 77411号领地 兵种 阴阳建卫 S级 等级 25级 兵种 玄灵死士 S级 等级 25级 英雄 聚灵将军 S级 等级 25级 英雄 山水居士 S级 等级 25级 陈楚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虽然他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 没想到兵种和英雄 居然全都是S级 不过还是有一点 让陈楚人松了一口气 那就是 兵种和英雄 都是没有扩大到三位 不然的话 难度恐怕又会上升一个T度 哼 这一次 倒是对方先出手了 只见阴阳剑卫大喝一声 纷纷提起手中的长剑 刹那之间 一股股灵力从他们体内涌出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太极图 四周顿时弥漫着一股强横的威压 另一边的玄灵死室 也是纷纷爆发出了自己的力量 一股股阴寒的死气弥漫出 笼罩着四周 玄女军和草头军率先上前 嗖嗖嗖 草头军立刻齐齐射出剑语 那一根根耀眼的光芒齐射而下 如同天上落下来了无数的光剑 那张灵力凝聚的太极图 在这剑语的冲刷下 在几秒之后又会被新的灵力补全 但是整体上来看 太极图的光芒减弱了不少 玄女军则是纷纷刺出了长矛 锋利的钢气齐刷刷地爆发出去 似乎连四周的空气都要撕裂 玄灵死室散发出来的黑气 也直接被这股钢气给冲散了 这个时候巨灵将军 提着一杆巨锤走了出来 哄哄哄 他那庞大的身躯 足足有四五米高 手中的巨锤还要更长 每走一步 地面都在剧烈地抖动了一下 一旁 一个拿着毛笔的书生走了出来 周身还缠绕着若隐若现 如墨之般的水流 他那柔弱的身躯 和旁边巨灵将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杨简提起焚天眼月刀冲了出去 如同一道长虹直冲天际 焚天眼月刀 顿时绽放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 连天空中的那轮骄阳 似乎都避让了三分 一刀斩下 哄 一声巨响 顿时爆发出了恐怖的气浪 周围的士兵 还受到了强烈的波及 前排的几名玄灵死士 直接被冲击成了粉末 幸好玄女军隔得还比较远 不然的话被冲击到了 恐怕也会出现损伤 杨简稳住身形 轻轻地立在半空当中 而那巨灵将军 则是双手握着锯锤 身体不断地往后退 最后一个亮枪倒了下去 哄 整个地面都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巨灵将军这一倒 又压死了接近十个士兵 另一边 九天玄女 则是和那山水巨师打了起来 山水巨师单手持笔 不断地在空中虚化 一道道水墨在他笔下凝聚 形成了无数灵力的攻击 好脏 九天玄女无比厌恶地看着那些 朝着自己飞来的水墨 女生嘛 自然都是爱干净的 九天玄女也不例外 这可都是灵主大人赏赐的红灵 可不能被这墨水给弄脏了 于是 九天玄女没有用出红灵 而且御手舞动起来 灵力朝着周围四溢开来 然后凝聚成了一只只灵动的黄鸟 紧接着 那些黄鸟发出了尖锐的提鸣声 然后纷纷化作了一道流光 朝着山水巨师冲了过去 见状 山水巨师立刻在身前一滑 一道浓重的水墨凭空出现 然后化开 形成了一道漆黑的护盾 此时 慈航大士轻轻朝前飘了几步的距离 然后低声音唱了起来 顿时 天地之间再度涌出了一股浩瀚空鸟的范音 一时间所有人心神都是一颤 特别是那两只士兵 几乎是在这范音之下 被震荡的魂不守舍 于是 草头军和玄女军抓住机会 直接释放出了灵力的攻击 将他们尽数击毙 另一边 距离将军和山水巨师 也是心神一颤 就像是一台严密工作的机器 突然卡顿了一下 杨检和九天玄女抓住了这个破绽 没有丝毫的犹豫 立刻出手 将他们一击毙命 阿弥陀佛 慈航大士低声道 缓缓闭上眼 低下头 继续吟唱了两句 四周的范音逐渐消散 慈航大士的范音 对心神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哪怕是高了30多级的S级英雄 都会被影响 足以可见有多么的恐怖 如果没有慈航大士的辅助 杨检和九天玄女 当然也能够击败敌人 但是肯定要耽误不少的功夫 接下来 众人继续前进 没过多久 又清扫了三个领地 配置都是一样的 40级的两只S级兵种 和40级的两个S级英雄 虽然还是毫无阻碍地击败了 但是玄女军和草头军 冲在最前线 还是出现了检员的情况 所以 陈楚人便不打算再继续下去了 下一层的领地 又会变强不守 到时候 两只兵种的损伤 恐怕还会扩大许多 像第十层和第二十层 这种整十整百的奖励 通常是十分丰厚的 而普通的通关奖励 其实就比较一般 所以 陈楚人觉得 没必要为了多一层的奖励 去浪费自己的兵种 毕竟 SSS级兵种 复活消耗的资源 也是很多的 恭喜通关第二十层 是否进入下一层 陈楚人果断选择了否 于是光芒一转 众人便回到了领地 恭喜获得经验900W 可自由分配 金铁式矿成20W 领主B成100W 坦木成1000 奖励还是相当丰厚的 除了海量经验以外 还有着大量的领主B 和各种材料 陈楚人直接把经验 分给了慈航大士和同仁罗汉 让他们纷纷升到了十一级 至此 慈航大士和同仁罗汉的等级 也终于拉了上来 第117章 恐惧的樱花众人 恭喜洪荒战区 陈楚人通关玄黄塔第二十层 恭喜洪荒战区 陈楚人通关玄黄塔第二十层 恭喜洪荒战区 陈楚人通关玄黄塔第二十层 就在这个时候 天道的声音 突然传遍了整个位面 当事人陈楚人都愣了一下 嗨嗨 陈楚人摸了摸鼻子 然后便带着众人离开了领地 继续向外扩张 但是其他人可就没有陈楚人那么镇定了 不是吧 首领大大居然都打到第二十层了 我的天啊 第二十层 那是得多强啊 第二十层大概是什么等级啊 你们谁还记得 忘了 但怎么也是二十五级了吧 不愧是首领大大 当真是恐怖如斯 洪荒战区的众人 再一次在聊天频道里面炸开了 自己第一层都是拼了老命 才勉强通关的 结果陈楚人就已经通关第二十层了 就像班级里 你日日夜夜努力学习 终于考上了本科 结果一看 一个班的同学都已经考上清北了 另一边 崔莲得到这个消息 心里也是掀起了惊涛骇浪 差距居然都这么大了吗 崔莲正正道 毫不夸张地说 他即便是用尽全部实力 顶天了也最多只能通关第四层 而陈楚人 却已经通关第二十层了 这个差距 崔莲有些无力地摇了摇头 虽然他早就已经放弃了 和陈楚人竞争的想法 但是看到差距越来越大 心中终究有些不适滋味 遥想前不久 他还自信满满地 和陈楚人争夺首领之位 仅仅只是一个多月过去了 他们之间的差距 居然就已经悬殊到了如此地步 或者说 其实从一开始 他就已经领先我们很多了 崔莲难难道 另一边 宁红叶一只手 拖着有些肉乎乎的脸颊 脸上升起了两朵红蕴 陈楚人可真是厉害呢 怪不得 他都舍得把那张英雄进化卡给我 我们之间的差距 可真有点太大了吧 一时间 宁红叶的翘脸上 也闪烁着失落的神色 他总有些担心 陈楚人会越走越远 一直到他连背影都看不上 不行 我也要加油了 至少 也不能拖陈楚人的后腿 宁红叶攥紧了袖拳 眼底又充满了坚毅之色 他很想能够一直陪在陈楚人的身边 但是他心里也明白 自己和陈楚人之间的差距 有多么大 而且这个差距 会随着时间越来越大 但是 他想要努力 尽量地去减缓这个过程 让自己能多看到陈楚人一会儿 此时的樱花战区 已经彻底炸开了锅埃 众人再也进不下心来去刷怪了 巴尬 这还怎么玩啊 陈楚人都已经通关第二十层了 是啊 这对我们来说 不是降维打击了吗 我现在严重怀疑 陈楚人是不是提前几个月 进入万族战场囤了资源 不然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离谱 几个月 几个月的资源 就能够让你打到玄黄塔第二十层 我看 这得几年的资源 才能够培养到这个程度了吧 欧卡桑 欧卡桑 我想回家了 这大厦人太凶残了 一时间 整个樱花九大战区的士气 都跌入了谷底 人心惶惶 怎么说呢 就像是一场游戏里面 所有人都在依靠着自己的技术运气厮杀比拼 开挂一通乱杀 所有人都想摆烂了 这实在是太破坏游戏体验了 因此 陈楚人的存在 也极大的摧毁了他们的领主体验 大家别慌 陈楚人就算再强 那也终究只是一个人 今天也就只有他一个人触发了天道之音 不是吗 就是说啊 陈楚人只有一个人 他们大厦只有一个战区 我们人数足足是他们的九倍 大家怕什么 等到后面卫免之主争夺战 到时候 我们九个战区联合起来 肯定是可以轻松击败洪荒战区的 没错 到时候 我们樱花人成为了卫免之主 陈楚人再强 也翻不起任何风浪 几个樱花首领 纷纷下场说道 连忙稳住人心 这个时候 绝对不能让人心溃散 不然的话 那岂不是出师为洁身先死了吗 听到几人的劝说 这些樱花人 这才又打起了几分精神 首领大人说得对 陈楚人再强 终究只是一个人 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拿下这卫免之主 陈楚人再强 也只是问中捉鳖吧 就是就是 到时候一定要狠狠地收拾陈楚人一顿 出一口恶气 也是 那我还是继续刷怪吧 争取早点把玄黄塔之症刷出来 有道理 还是先刷怪好了 于是 这些樱花人便又继续刷怪了 只是效率和干净 都下降了不少 此时的不知火天 正坐在领主府里 一脸愁容 眉头紧皱 毫不夸张地说 他那眉头 都可以直接夹死蚊子了 二十层 玄黄塔二十层 不知火天嘴里喃喃道 陷入了沉思 他在努力回忆 玄黄塔第二十层 都是什么级别的领地 扮上 他缓缓地抬起了头 大概 应该有接近二十五级了吧 不知火天有些不确定 可是心里早就无法平静下来了 震惊 恐惧 害怕 各种各样的情绪 在心头交织 一时间 他十分的手足无措 不行不行 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只能祈求这次的 卫面之主争夺战 不是擂台赛这种形式 不然的话 可就彻底没戏了 卫面之主争夺战的形式 有很多种 大多都是比拼 十个战区的总体水平 但偶尔也会有擂台赛这种形式 希望别是擂台赛 其他的都行 第118章 山海秘境 又过了几天时间 同仁罗汉 也都将两个技能学习完了 接下来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继续扫荡怪物 将九天玄女和雌行大势 也提升到了12级 领主大人 前方似乎有一个特殊的结界 这时 杨检微微皱眉说道 结界 陈楚人眉头一紧 他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个情况 走 去看看 于是 众人便立刻前往 到了地方 陈楚人顿时心中大喜 山海秘境 介绍 蕴含着庞大的山海资源 柱 建议兵种和英雄达到15级再进入 秘境 这可是秘境 陈楚人心中无比震惊 没想到 自己又走了狗狱 秘境和怪物巢穴完全不一样 那是另外的一片空间 有人工开辟的秘境 也有自然形成的秘境 山海秘境 应该就是后者自然形成的秘境了 秘境里面 有着无比丰厚的资源 各种珍惜无比的道具宝物等等 不过相对的 秘境里面 也有着不小的危机 越是资源丰富的秘境 里面所隐藏的危机 也就越大 除了秘境本身 还有着一个 让人无法忽视的危险 那就是竞争者 秘境是游离在万族战场外的独立空间 因此 他在万族战场的入口 就不止一个 而且都是分散在万族战场各地 所以 进入秘境之后 陈楚人很有可能会遇到其他未免的领主 甚至是 其他的种族 万族战场的领主 可不只有人族 建议兵种和英雄达到15级再进入 陈楚人难难道 这看来的话 这个秘境 应该算是个新手秘境了 陈楚人可能遇到的竞争对手 多半也不会比这个等级高太多 那就去看看 陈楚人做出了决断 便带着众人进入了秘境 光芒一闪 画面一转 陈楚人等人便来到了一片 如有山水画卷一般的世界当中 左边是丛山茂林 云雾缭绕 山西流淌 其间还有着圆明鹤蹄 右边则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汪洋 时不时传来清爽的海风 扑在脸上 居然有海啊 但是现在也没有海军啊 陈楚人难难道 兵种里面大致也能够分出三种 地面作战 空中作战和海上作战 通常来说 海战的偏少 大部分都是地面作战 空中作战的 也是十分稀有 走吧 我们先进山里面搜一搜 看能不能找到什么好东西 陈楚人带着众人进入了山林 支支支 树上 时不时有着几只野猴子 望着陈楚人等人 好奇地挠了挠那飞红的脸 空气清新 芳香扑鼻 陈楚人心情也是 颇有些舒畅 这里真像个世外桃源一般 自从进入万族战场之后 几乎每天都在奔波 还没有怎么好好休息一下呢 好 忽然 前方传来了一折低沉的兽吼 领主大人 前方有一头凶兽 正朝着我们快速冲过来 杨检警惕地说道 全军戒备 陈楚人立刻一声令下 顿时 众人戒备起来 不一会儿 一头长着鸡脚的野猪冲了过来 体型十分之大 将近有着四五米高了 血牙野猪 等级 十六 介绍 居住在秘境当中的特殊物种 十分强大 不过击杀之后掉落的物品 也相当丰厚哦 好 血牙野猪大吼一声 嘴角里探出的两根尖牙 恶狠狠地朝着前方顶了顶 一双血色的眼睛 恶狠狠地瞪着陈楚人 杨检二话不说 便直接提起焚天眼月刀 一跃而起 斩 金光闪烁着 伴随着焚天眼月刀劈下 直接形成了一道耀眼夺目的刀芒 仿佛连这片天地 不要直接撕裂开 四周的树木 更是直接被散发出来的气势给斩断 方圆几百米内 瞬间寸草不生 好 血牙野猪立刻抬起头 张开了他那血盆大口 一双长牙上 凝聚出了庞大的灵力 试图来抵挡杨检的攻击 哄 两道恐怖的灵力碰撞在一起 瞬间爆发出了无比恐怖的气势 半晌 这恐怖的气势才缓缓散去 恭喜 您的英雄杨检 击杀了一头蟹牙野猪 获得山海猪乘武 山海猪 陈楚人微微一愣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 于是连忙查看起来 山海猪 山海秘境的特殊产物 对灵主有着极大增益 灵主使用后 可以吸收山海猪当中的血气 极大的提升自身的力量 当使用了一定程度之后 甚至能够拥有山海距离 居然是针对灵主的宝物 陈楚人心中颇有些惊讶 要知道 前期能够增强灵主实力的宝物 可是相当稀少的 虽然说击杀这些凶兽 居然没有产出经验 但是这山海猪 可比那点经验强多了 就十几集怪物产出的经验 对于杨检他们来说 连塞牙缝都不够呢 但是这些山海猪 对自己可是有着极大的帮助啊 看来 击杀秘境里的怪物 便可以得到这个山海猪 陈楚人难难道 心里有些激动和兴奋 这山海猪可是好东西啊 走 继续猎杀这些凶兽 陈楚人连忙说道 杨检等人也明白 这玩意儿 似乎对领主大人十分有用 便也打起了精神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曼罗沙蟒 获得山海猪乘五 恭喜 您的英雄雌行大士 击杀了一头玄灵盾虫 获得山海猪乘五 恭喜 显胜真君杨检 击杀了一头地灵青蟒 获得山海猪乘五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 显胜真君杨检 击杀了一头血灵猿 获得了山海猪乘七 没过多久 杨检等人便击杀了不少的凶兽 得到了几十颗山海猪 陈楚人心中颇有些激动 要不是这个地方实在是不太安静 不适合修炼 他都想直接开始 吸收这些山海猪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杨检 九天玄女和雌杭大士三人 结实眉头一皱 脸色变得凝重了几分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队人 不对 不是 第119章 天人足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队人 不对 不是 杨检凝重地说道 不是人 陈楚人微微皱起眉头 一开始 他还以为会是什么凶兽 但是杨检说是一对 陈楚人便以为会是遇到其他的领主 但突然说 不是人 这就有点超出陈楚人的预料了 难道说 领主大人 我们现在怎么办 杨检问道 杨检 你能感知到他们是多少级吗 陈楚人问道 气息波动上来看 估计有二十级左右 二十级 那就去看看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小心翼翼地靠近 他也有些期待 另一边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对 人足 一个背后长着六双翅膀的天使说道 人足 有意思 一个长发雪白 面容精致的男子 轻轻一笑 他的头上 也长着一双微微凸起的鸡脚 看起来 倒是增添了几分高贵之气 领主大人 我感觉对方的气息 有些深不可测 深不可测 多少级 好像 好像才十二级 十二级你 跟我说什么深不可测 男子顿时有些震怒 心想 自己这英雄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怂了 区区几个人足罢了 无非蝼蚁 深不可测 真是笑话 男子摇了摇头 眼底闪过一丝轻蔑之意 他可是堂堂的天人族 那些人族在他眼里 不过是一群低烈的种族罢了 来万族战场 也有一段时间了 颇有些无趣 走 去玩啊 男子放肆地大笑了一声 仿佛是看到了几个有趣的玩具一般 于是便带着一众士兵 朝着陈楚人的方向走了过去 很快 双方便相遇了 这事 陈楚人的目光 紧紧地落在了对方的领主上 那头顶突出的两根犄角 看起来颇有些奇异 天人族吗 陈楚人难难道 天人族可以算是万族当中 最强大的种族之一了 而人族 在万族战场当中 虽然名声倒是挺广的 但是实力却属于末尾 不然的话 人族也不用一直归缩在蓝星之上 哟 这几个英雄还不错吗 那个天人族男子的目光 直接忽略了陈楚人 落在了九天玄女 和慈航大士两人身上 不断地上下打量起来 即便是他 见过了各族无数的顶尖美人 也依旧被九天玄女 和慈航大士给震撼到了 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姿态 更是让他欲罢不能 恨不能立刻一吻方泽 九天玄女姿态滑贵 身段优雅 散发着不可亵渎的神圣之气 而慈航大士 则是反扑归真 庄重严肃 更是有着一股不容亵渎的威严 这对他更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 喂 那个人族领主 只要你肯定把这两个英雄 主动送给我 我就饶你一命 天人族青年 微微扬起脑袋 鼻孔对着陈楚人说道 他的脸上满是不屑之色 似乎压根 就没有把陈楚人放在眼里 听到他的话 九天玄女勃然大怒 那精致圣洁的脸上 顿时闪烁着怒色 秀权死死的攥紧 身旁的红铃 都开始轻轻舞动起来 似乎已经做好了 随时动手的准备 九天玄女周身 也隐隐散发出一道道光彩 那是实质化的强大灵力 蕴含着无比恐怖的威能 一旁的慈杭大士 则是微微汗手 眼眸微微眯着 脸上依旧是那副淡漠之色 但是还是能够隐约 看出一丝怒意 阁下这话 未免有些过分了 陈楚人缓缓上前两步 语气强硬地回道 这家伙 居然打上了自己英雄的主意 九天玄女和慈杭大士 都是自己的英雄 又不是可以随意交换的物品 陈楚人心里十分生气 缠弱的人族倒是还有几分骨气 不过在悬殊的实力差距面前 没有一丝一毫的用处 这个事件 可是讲实力的 天人族青年 脸上闪过一丝惊讶 倒是有些意外陈楚人的表现 原本他还以为 陈楚人看到自己的身份和实力之后 会立马乖乖地投降 不过 即便天人族青年 收回了几丝轻视之意 但并没有打算放过陈楚人 在他看来 一只敢于忤逆自己的蝼蚁 纵然能够让自己高看几分 但也要承受自己的怒火 欧依 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主动交出他们 不然我自己动手的话 可就不会那么客气了 欧依 摆清楚自己的位置 你们人族连给我们天人族 当奴隶的资格都没有 我看上了你的英雄 那可是你十辈子 都攒不下来的福分 天人族青年的头 又微微上扬了几度 眼底满是狠辣之色 那冰冷的眼神 如同一把把利刃 直接朝着陈楚人刺来 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躲闪空间 福分 阁下既然如此无礼 那也别怪我防卫 不知下手轻重了 陈楚人冷哼一声 丝毫没有惧怕之色 陈楚人也是向来比较礼貌的 但是这天人族青年如此嚣张 就差直接在陈楚人头顶 脱裤子拉屎了 换做是谁都忍不了了 此 无知的蝼蚁 见到陈楚人 居然还大言不惭地想要反抗 天人族青年 顿时不懈地冷哼了一声 不过躺臂当车 皮肤汗术罢了 既然如此的话 那我也没有必要浪费自己的人词之心了 天人族青年冷哼道 眼眸当中满是狠辣之色 这一刻 他那高傲华贵的脸上 却闪烁着犹如柜子手般的戾气 此时 他身后的两名英雄 缓缓走了上来 都是被升六亿的天使 不过颜色不太一样 看样子 应该是擅长不同的元素 就在这个时候 这个天人族青年 忽然瞥见了陈楚人身旁的杨俭 这 他居然已经有三个英雄了 杨俭那气宇轩昂的模样 天人族青年也感受到了那不凡的气息 但是 这也就意味着 眼前这个孱弱的人族已经升三本了 不是 这些英雄兵种不是才十二级吗 怎么就已经是三本了 我都还没升到三本呢 第120章 无法接受的天人族青年 天人族青年很快便冷静了下来 虽然心里无比意外 看样子这家伙 估计是有什么 能够加快领地建设的特殊天赋吧 天人族青年想到 他自己也是一颗红色的领主之心 一开始便自带一个特殊天赋 能够加快自家兵种和英雄的恢复能力 不足为虑 天人族青年想明白了之后 便又恢复了先前的自信 一起上 速度解决 不过千万不能伤到了那两个美人 那个领主 只要别弄死就行 天人族青年说道 陈楚人还是领主 要是死了的话 英雄也会跟着消失 所以 在让陈楚人主动解除英雄契约前 是绝对不能让他死亡的 两位天使英雄 便挥动着背后的六翼 眼神冰冷 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气息 玄女 大士 你们也不用留守 陈楚人说道 天人族青年那可恶的模样 他知道 九天玄女和雌行大士 心里恐怕早就已经无比愤怒了 至于天人族青年的那两个天使英雄 陈楚人估摸着 应该是S级英雄 最高顶天了 也只有SS级 在他的印象里 人族历史上 也有人契约过这种英雄 也是六翼的 好像就是S级 虽然等级稍微比九天玄女他们高一些 但是论战力 恐怕还差了一大截呢 亵渎主人的蝼蚁 罪该万死 浑身通红的赤火天使大喝一声 双手一抬 两团激烈的火焰 顿时燃烧起来 接着猛地朝下方的兵种砸去 哼 同仁罗汉们大喝一声 不断地舞动着手中的长棍 随着棍风扰动 在众人上分 形成了一道钢器护盾 火球砸下来 却没有任何的损伤 这兵种 居然能够挡下 我赤火天使的攻击 这怎么可能 天人族青年健壮 顿时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赤火天使可是S级英雄 再加上六翼天使的血脉 甚至能够比肩一些SS级英雄 哪怕只是 随手两道攻击 也绝对不是普通品种能够抵挡的 天人族青年 脸色也变得凝重了起来 他收起了几分轻蔑之意 显然 面前这个人族 不能以常理来对待 你们也立刻上去帮忙 天人族青年 转头对身后的两只兵种说道 两只兵种 都是青一色的S级兵种 这也是他强大的底牌 呵 两只兵种大喝一声 齐刷刷地释放出了 那庞大精纯的灵力 如同一张巨大的黑手 将整个天幕给遮住了 玄女军和草头军 自然也不甘示弱 纷纷上前 释放出了自己的灵力 三支军队立刻运转灵力 相互之间意念流转 刹那之间 庞大精纯的灵力 在他们头顶不断地凝聚 四周的气流 都被这庞大的灵力所挟卷 天地都为之变色 顿时 三道庞大的金色虚影 缓缓凝聚 除了玄女军和草头军 凝聚出来的神女神将外 还有同仁罗汉凝聚出来的 一尊怒目金刚像 三道虚影 都散发着不可阻挡的神圣之气 如同天威一般 这 这什么军魂 天人族青年瞪大了眼睛 哪怕是他们天人族 也没有听说过 谁能够在十多级 就凝聚出军魂的呀 而且 他也是见过不少军魂的 但从来没有哪个军魂 能够有着如此伟岸 让人喘不过气 一瞬间 天人族青年只感觉自己 像是神庙当中跪拜祈求的蝼蚁 面对着三尊高高在上 不容亵渎的神像 这个人族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兵种 我 我不会是在做梦吧 天人族青年 下意识地掐了自己一下 疼痛感立刻传来 不是在做梦 咕咚 天人族青年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这一刻 他脸上的镇定自信之色 荡然无存 取而代之的是惊慌恐惧 他有些无法接受 什么时候 这群蝼蚁般的人族 居然能有这么强大的兵种和英雄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不可能啊 人族进入万族战场 才几千年 根本就拿不到超级招募令 和更高级的招募令 怎么会有如此强大兵种和英雄 难道是万族战场里 遇到的野生英雄和兵种 那也不可能啊 十多级怎么可能会遇到 这么强大的高级怪物朝鲜 天人族青年 脑海里飞速运转 可是怎么也想不明白 为什么会这样 随后 三道军魂立刻施展着攻击 降下了满天的光芒 轰轰轰 一声声巨响中 天人族青年的两只兵种 尽数被湮灭 您的兵种天玄灵位已死亡 您的兵种天玄灵位已死亡 您的兵种朝天军事已死亡 天人族青年的脑海里 不断地传来天道的播报 他的兵种尽数死亡 就在这眨眼之间 这 他脸上的表情 都变得有些失魂落魄了 不可思议地望着这一幕 顿时 他的心底涌出了无尽的恐惧 一时间 他已经萌生了退意 然而这个时候 他的两个天使英雄 已经被九天玄女 和雌行大使给缠住了 四周一直降落着无数的星光 密密麻麻的 让两个天使根本无法后退 九天玄女早就封死了他们的退路 雌行大使 则是托着手中的玉瓶 另一只仙仙玉手 轻轻地粘起瓶中的柳条 轻轻往前一挡 那点点滴滴的露水洒出 然后瞬间化作了漫天的光辉 那极昼般刺眼的光芒 让两名天使英雄 根本就睁不开眼 这 这是什么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耳边突然又传来了 一阵阵的泛音 如同在空谷当中 回响的钟声 从耳膜一直穿透到了 内心最深处 灵魂最深处 嗡 那猛的一声回荡 瞬间让他们心神一震 变得无比恍惚 哼 为虎作娼的家伙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九天玄女厌恶地冷哼一声 随即玉手猛地往前一送 周身的红铃 瞬间化作了无数的利刃 朝着两个天使英雄猛地刺去 不到一息之间 便传来了一道道利刃刺穿血肉的扑瓷声 两个天使英雄 被身体里传来的剧烈疼痛清醒了 那高贵的面容因为痛苦而瞬间扭曲起来 一根根红铃穿透了他们的胸膛 如同两只刺猬一般 一道道金色的液体顺着他们的伤口流淌出来 这是他们的血液 天使一族的金色血液 天人族青年眼球里血丝交错 都要凸出来了 死死地盯着这一幕 脸上满是不敢相信的神色 这不可能 您的英雄赤火天使已死亡 您的英雄灵水天使已死亡 第121章 大风烧 怎么 可能 天人族青年 目自欲裂 眼球都要凸出来了 现在 他那浩浩荡荡的大军 就只剩下他这个光感司令了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天人族青年神志涣散 呆呆地喃喃道 则 陈楚人微微一扎舌 缓缓走上前 看着天人族青年 那有些失魂落魄的模样 不由得觉得有些好笑 先前那傲慢得意的样子呢 陈楚人轻笑着摇了摇头 随后缓缓抬起手 凭空握紧了一把利刃 横在了天人族青年的脖梗上 那冰凉的触感 瞬间让天人族青年身子一击灵 他终于恢复了几分清明 一股死亡的气息 瞬间笼罩在了他的心头 别 别杀我 只要你肯放过我 我可以把所有东西都给你 天人族连忙求饶 陈楚人眉头一挑 顿时来了几分兴趣 哦 你身上带了啥好东西 陈楚人饶有兴趣地问道 我 我 天人族青年 立马打开了自己的领主背包 他的道具还是挺多的 而且都十分的珍贵 毕竟出身天人族 你 你得答应放了我 天人族警惕地说道 则 陈楚人轻蔑一笑 随即便摇了摇头 转过身 动手吧 陈楚人话音一落 九天玄女立刻就抬起手 一条红铃直接射了过去 别别别 天人族青年顿时脸色一变 他刚想要把东西交给陈楚人 然而为时已晚 那根红铃已经刺穿了他的胸膛 人族 你居然敢杀我 我们天人族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捂着胸口 恶狠狠地瞪着陈楚人 似乎都想要把陈楚人给活吞了下去 扑刺 天人族青年瞪大了眼睛 身子很快便僵硬了 重重地摔倒下去 紧接着 他的尸体便化作了一道道光辉消散了 切 怎么死到临头 都喜欢说这些没用的废话 危险 呵呵 陈楚人摇了摇头 便走上前 先前天人族青年所在的地方 留下了不少的道具 还跟我讲条件 把你杀了 这些道具不还是我的吗 陈楚人不屑地冷哼一声 随后便开始清点 天人族青年调出的道具 不得不说 天人族的家伙就是父 身上的道具 无一不价值连城 哟 这家伙居然也有几十颗山海珠 陈楚人有些意外 看样子 这个天人族的家伙 也击杀了不少的凶手 加上陈楚人自己的 山海珠已经有接近两百颗了 但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尼玛 这家伙居然还有一张英雄净化卡 而且也同样是A级英雄能够使用的 陈楚人心中无比震惊 要知道 整个蓝星那么多的国家 恐怕也就只拿得出几个净化卡 而自己随便碰到的一个天人族青年 就有一张 陈楚人深吸了两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除此之外 还有一枚高级英雄招募令 和一枚高级兵种招募令 看样子 这是那个天人族青年 卫生三本准备的 另外 陈楚人还发现了两瓶丹药 天人丹 天人族大师炼制而成的丹药 能够大幅度增强领主的灵力 陈楚人瞳孔一阵 这天人丹 他倒是也有所耳闻 天人族能够在万族当中脱颖而出 除了他们那傲人的种族天赋以外 这天人丹 可谓是占了一大部分的功劳 天人族有着特殊秘术炼制而成的天人丹 能够增强领主的灵力 才能够从英雄那里得到灵力反馈 从而拥有强大的实力 当然 生四本之后 也会打通经脉 自己修炼 而天人族本身就能够吸纳万族战场当中的灵力 再加上天人丹的辅助 那更是如虎天意 实力进步神速 而且 天人族也利用天人丹 和那些强大的种族联盟 这才让他们在万族当中 占据了最上层的位置 反观人族 天生经脉闭塞 无法吸纳万族战场当中的灵力 只能够将领地提升到四级后 才能够通过英雄的反补 打通全身经脉 开始修炼 万族当中 像人族这样的种族不计其数 因此 天生能否吸纳灵气 便是衡量一个种族强弱的绝佳标准 陈楚人之前受到了福泽甘露 体内的经脉 已经打通得七七八八了 但是想要开始修炼 那还是有点困难 但是有着这些天人丹的话 陈楚人眼睛一亮 心中不由地激动起来了 没想到这天人族的家伙 居然给我送来了这么多的好东西 陈楚人大喜 要是那天人族青年 能够死而复生 站在自己面前 陈楚人肯定要好好地道谢一番 然后再把他杀了 毫不夸张地说 天人族青年掉落的这么多物品当中 最珍贵的 无疑是那张英雄进化卡 但是对陈楚人来说 十张英雄进化卡 都比不上一瓶天人丹 有了天人丹 他就能够彻底打通经脉 开始吸纳灵气修炼了 然后这山海珠 又能够增强自己的血气 这一次的收获实在是远超陈楚人的预料 呼 陈楚人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将两瓶天人丹收好 杨剑 玄女 大师 我们继续出发 陈楚人没有再耽搁 带着众人继续出发 毕竟这秘境开启了之后 也是有着时间限制的 得趁这个时间抓紧机会 获取山海珠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险胜真君 击杀了一头荆棘珠 获得山海珠成六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地甲牛 获得山海珠成五 天色已经不早了 陈楚人的收获相当丰富 足足得到了 有接近五百的山海珠 不过这时 杨剑突然又感觉到了一股强大气息 领主大人 前方有股强大的气息 第12章 秘境的霸主 巨山魔猿 吼 一声巨响 仿佛从亘古传来 那游荡之声 直接将地面剧烈地震动起来 陈楚人能够从这个红中般的声音中听出 相隔的距离十分远 可即便如此 都已经有着如此恐怖的能量 毫无疑问 这道声音的主人定然不容小觑 走 我们去看看 陈楚人略微思考了一下 便带着众人朝着声援方向前进 很快 陈楚人等人便见到了声援的庐山真面目 那是一头如山般的巨大猿猴 哪怕是在丛山峻岭当中 也是无比凸显 巨山魔猿 等级 35集 介绍 生活在山海秘境当中的霸主之一 该跑跑 别犹豫 山海秘境当中的霸主 陈楚人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隔着将近有一公里 但是那座山岳般的身影 也给了陈楚人 一股莫大的威压 让他都有些喘不过气来 这头巨山魔猿 足足有35集 比先前的那些凶兽高了 不止一个层次 而且 陈楚人感受着这股 时不时散发出来的威势 比之前首领争霸赛当中 遇到的风暴之王 还要强横几分 虽然这头巨山魔猿的等级 只有35集 但恐怕已经能够轻松碾死 不少40多集的怪物了 陈楚人不得不慎重起来 杨剑 雪女 大士 就交给你们了 陈楚人缓缓说道 虽然巨山魔猿十分强大 但若是三位英雄联手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请领主大人放心 三人都起声道 随后化作了三道流光 朝着那头巨山魔猿冲了过去 随后 陈楚人朝着三只兵种道 你们也上去助阵 是 领主大人 三只兵种立刻起步冲了上去 好 巨山魔猿自然也发现了杨剑等三人的靠近 顿时有些震怒地捶了捶胸口 恐怖的音浪再度传来 直接将四周的树木都掀飞了不少 还是和往常的战斗差不多 杨剑和九天玄女两人率先冲了上去 一道仿佛能够将天幕一分为二的恐怖刀芒 一道仿佛能够贯穿天地的红铃 而慈航大士则是缓缓地漂浮在二人身后 力掌低头 朱唇微微张扬 低音着 天地之间不断地传来一阵阵范音 好 巨山魔猿听到耳膜里不断传来的范音 脸上顿时变得有些痛苦了起来 好 他不断地捶着自己的胸口 发出一道道怒吼 就在这时 杨剑和九天玄女的攻击也已经刺到了身前 巨山魔猿如同巨石一般的两只拳头顿时往前一砸 脸上的恍惚之色也荡然无存 显然 慈航大士单纯的范音 对他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不过片刻之间便挣脱了范音的影响 哄 一声巨响 杨剑和九天玄女脸色微微一变 顺着前方爆发出来的余波往后倒退了数百米 然后立在半空 慈航大士踩着祥云也缓缓地立在两人身旁 好 巨山魔猿双臂缓缓打开 朝着杨剑三人怒吼了一声 倒也有几分得意 居然能够凭借肉身力量挡住杨剑和九天玄女的攻击 而且慈航大士的范音对他的影响也这么微弱 陈楚人见到这一幕 心脏并不免有些惊讶 到目前为止 可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棘手的场面 巨山魔猿光凭这个肉身力量 恐怕就能够战胜不少五世纪的怪物了 陈楚人也发现了 这山海秘境里的凶兽 肉身力量都要比外面的怪物强大许多 怪不得能够产出山海珠这种能够增加血气的宝物 血气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肉身力量的增强 也不知道这头巨山魔猿能够产出多少山海珠 陈楚人有些期待了起来 虽然杨俭和九天玄女刚刚的那一击 并没有对巨山魔猿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 但陈楚人知道 杨俭和九天玄女两人可都还没有拿出半分的认真呢 这头畜生倒是有些手段 看来我们也不用太留守了 杨俭低声道 九天玄女和慈航大士也是赞同地点了点头 随即 三人立刻运转体内的灵力 瞬间化作了三道耀眼无比的光芒 披山射日 杨俭以灵力凝聚出了两道身影 一道挥舞着焚天掩月刀 朝前猛地一盏 浑浊的天空都被这刀芒 直接撕裂出了一道口子 另一道身影则是凭空一握 拉开一把神功虚影 随后一送 射出了一道灌日的长红 九天乱舞 九天玄女鲜鲜欲止 灵活地舞动起来 周深的红灵 如同一条条游龙般盘旋而起 四周仿佛变成了无尽星空 不断地落下密密麻麻的星光 伴随着那一条条粉色的游龙 爆发出无比震撼的能量 朝着巨山魔猿狂袭而去 羊肝柳落 慈航大士轻轻粘起玉瓶中的柳条 然后朝着杨俭和九天玄女 猛地一洒 无数颗晶莹剔透的露水 落在两人的身上 顿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二人身上 都散发着一阵金光 随即 他们释放出的攻击也陡然亮起 气势直接翻倍 四 巨山魔猿见到这一幕 顿时瞳孔一缩 脸上先前的得意之色荡然无存 他也没有犹豫 直接双拳握紧 朝地面猛地一砸 哄 一声巨响 地面均裂出无数的缝隙 如同漠视一般 那灼热的岩浆不断涌出 随着均裂的岩石一起凸起 然后猛地上升 在巨山魔猿身前 形成了一座巨山般的屏障 砰 杨俭和九天玄女的攻击落下 爆发出来巨大的声响 朝着四周不断扩散的余威 比先前还要猛烈数十倍 方圆百里的树木被横腰拦断 四周的空气仿佛都湮灭了 让其中的所有生物直接窒息暴毙 巨山魔猿身前的屏障瞬间崩塌 化作了一点点的粉末 然而 杨俭和九天玄女的攻击却并没有消散 扑呲 灵力的攻击瞬间刺穿了他的胸膛 吼 巨山魔猿低音一声 声音颤颤微微无比微弱 他缓缓地低下头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幕 胸膛被一杆光芒神剑刺穿 接着又是一道道粉色游龙穿了过去 整个巨山般的身躯被打成了蜂窝版 最后 又是一道无尽的刀芒 彻底地将他的身躯砍成了两半 哼 恐怖的能量从巨山魔猿的身体爆出来 瞬间化成了无数的血肉粉末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显胜真君和九天玄女 击杀了一头巨山魔猿 获得山海珠乘500 藏宝图乘1 第123章 欧罗巴领主 怀特 居然有足足500颗山海珠 陈楚人十分震惊 要知道 他到目前为止 也才只有500颗不到啊 这一下 几乎就有着1000颗山海珠了 陈楚人脸上抑制不住的笑容 彰显着他内心的喜悦 随后 陈楚人想让杨检三人休整一下 领主大人 我们并没有消耗太多灵力 真君说的没错 一头畜生罢了 杨检和九天玄女说道 一旁的雌杭大士也是点了点头 那行 既然这样 我们就继续前进吧 陈楚人说道 他注意到 先前已经有些暗的天色 此刻仿佛凝固住了一般 都过去这么一会儿了 要说早就应该天黑了 但是天色却依旧维持着 先前的黄昏之色 既然这样的话 陈楚人拿出了 先前击杀巨山魔源掉落的藏宝图 是否使用藏宝图 使用 顿时 藏宝图化作了一道光点 融入了陈楚人的额头 一瞬间 陈楚人便得到了一个清晰的坐标 走 那个方向 没过一会儿 陈楚人便来到了坐标指示的地方 这里 是一座巨大的山谷 赢 山谷里时不时地回荡出各种提名声 毫无疑问 这座山谷里 恐怕有着不少的凶兽 但是 这不是陈楚人最在意的 他最在意的 当然还是藏宝图指示的宝藏 究竟会是什么呢 毕竟 那可是巨山魔源掉出来的藏宝图 绝对不会是什么凡物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走了进去 没过一会儿 便遇到了两头凶兽 等级要比外面的高尚一些 足足有二十几 不过还是被杨检一刀砍死了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显胜真君 击杀了一头某某 获得山海诸城十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显胜真君 击杀了一头城城 获得山海诸城十一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杨检三人突然又是眉头一蹴 陈楚人自然是注意到了 怎么了 又有什么发现吗 陈楚人疑惑地问道 杨检走了上来 回领主大人 我们感知到了 前方有一队人马 正朝着我们靠近 哦 知道是什么种族吗 应该人族 不过看起来 不像是我们大厦正统 陈楚人微微皱起眉头 听杨检的描述 看样子 多半是欧罗巴 或是漂亮国那边的人 这倒是引起了 陈楚人的几分兴趣 那对方的实力如何 气息偏弱 估摸着只有十四五级的样子 杨检说道 那行 我们也去看看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很快 便见到了杨检说的那对人 带队的是一个金发蓝眼 鼻梁高挺的男子 他隔着几百米的距离 远远端向着陈楚人 随后又细细地打量起了 陈楚人身旁的杨检三人 紧接着 他缓缓地露出了一个和善的笑容 在下怀特 来自欧罗巴 阁下可是来自大厦 陈楚人点了点头 不错 在下陈楚人 陈楚人也回礼道 对方目前表露的态度还算不错 他倒也不想主动惹事 怀特上前几步 目光依旧打量着陈楚人身后的兵种 他的心里颇有些吃惊 因为对方的英雄和兵种都只有十二级 要知道 哪怕他的英雄和兵种都已经接近十五级了 面对那些凶兽也都有些棘手 这不 他的大军已经出现了不少的损伤 所以便打算退出这个山谷了 这山谷深处的凶兽T 已经有出现超过二十级的了 还请阁下慎重 怀特也不再多说什么废话 虽然在这里遇到了一个有些奇怪的大侠人 让他颇有些好奇 但是好不容易进入秘境 肯定是得节省时间多弄点资源 换做其他时候 他肯定得好好和陈楚人交流一会儿 不过现在嘛 他还是得离开山谷 去外面找些弱一点的凶兽 获得山海珠 多谢阁下提醒 若是遇到不敌的情况 我自然会离开 陈楚人微笑着汗手道 心里对这个欧罗巴人也微微有些好感 毕竟对方也是出于好意提醒自己 怀特健壮 便也不再劝阻 只是心里觉得陈楚人有些太冒失了 那里面可是有着好几头群居的二十级凶兽 要不是我反应快 都不一定能够轻易脱身 这家伙既然不听劝 那也只能是自找的 怀特心里估摸着陈楚人这次进去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两人就此别过 陈楚人注意到 怀特一行人看起来颇为狼狈 想必是在前面吃了苦头 这才打算撤退的 这也意味着 那藏宝图指示的宝物 应该并没有被他夺走 陈楚人也是松了一口气 要是宝物被人截足先登了 那可就亏大了 不过因为怀特的出现 陈楚人心里也有些着急了起来 万一又有其他人跑过来跟自己抢 那可就不太妙了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加快了前进的速度 游走了一会儿 四周的悬崖峭壁越来越多了 周围的鸟叫受名声也变得越来越喜数了 这也就意味着 前方的也越来越危险了 好 一道急促的兽吼从山谷深处传来 声音当中隐隐能够听出几分愤怒 领主大人 前方有两头凶兽 似乎也感知到了我们的靠近 杨检说道 哦 怪不得似乎有些愤怒 看来是因为我们踏进了他们的领地 陈楚人点了点头 心里并没有太大的波动 走 我们去看看 陈楚人没有犹豫 带着众人进入了山谷深处 好 山谷深处 两头身长数十米的巨蟒 盘旋在此 说是莽道也有些不太合适 因为他们的头顶 都有着两块凸起的鸡脚 第124章 真正的藏宝地 很快 陈楚人等人便来到了山谷的最深处 灵痴 等级 25级 介绍 体内汇聚了庞大精纯的灵力 已经隐隐有着画龙的迹象 灵骄 等级 25级 介绍 过江后化而为骄 隐隐有着画龙的迹象 陈楚人微微眯起了眼睛 没想到这两头凶兽 一头是痴 一头是骄 这两个可都是有着龙族血脉的啊 特别是痴 那可是龙生九子当中一子 不过显然 这头灵痴自然也不是纯种的痴 但是介绍里面都有提到 这两头凶兽 都有着画龙的迹象 毫无疑问 这两头凶兽 都是无比强大的 这两头凶兽 环似在一棵茂密的古树旁 陈楚人的目光 被古树吸引了过去 只见那棵古树上 接着十几棵的果子 这些果子通体如琉璃般透亮 真正意义上的晶莹剔透 散发着一股 令人着迷的气味 陈楚人能够肯定 这些果子绝对是好东西 不然也不会让两头 强大的凶兽守在这里 杨剑 玄女 交给你们了 陈楚人说道 随即 得到了陈楚人的命令 杨剑两人迫不及待地 便上前发动攻击 灵池和灵娇 也早就虎视眈眈了 见杨剑两人上前 他们也都纷纷施展了攻击 只见那灵池盘旋而起 猛地张开他的血盆大口 一道肉眼可见的新红之气 从他的口子喷尸而出 这吐息当中 已经隐隐蕴含了几次龙威 气势无比惊人 要是换作了其他的妖兽在这里 恐怕直接就被这龙威 给吓得胆寒了 这头灵池头顶 已经有着两个凸起 比之普通的吃药强大不少 因为吃是无脚的 而这头灵池 已经有着画龙的迹象了 杨剑握紧焚天掩月刀 猛地朝前一挥 一道披天盖地的刀芒 呼啸而出 另一边 那头灵娇也是盘旋而起 两根凸起的鸡脚 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显然 它正在将灵力 不断地汇聚在双脚当中 紧接着 两个鸡脚猛地射出了一道流光 伴随着恐怖的气势 所过之处 就连空气 都被这流光给湮灭了 九天玄女鲜鲜欲止 在身前舞动着掐绝 周深的红铃顿时游动起来 像是一条条 蜿蜒棉根的游龙 随后 这些红铃化作了一道道 锋利的刀刃般 朝着那头灵娇猛地刺去 哄 哄 两道剧烈地声响 整个山谷都剧烈地震动了一下 因为这里是山谷的最深处了 头顶两方的悬崖峭壁 十分地逼则 因此 上方落下来了不少的巨石 众人根本没有躲闪的空间 哼 见状 三只兵种纷纷其喝一声 释放出了体内的灵力 在头顶形成了一个厚大的灵力护盾 砰砰砰 那一颗颗巨石落下来 被这灵力护盾给抵挡在了上方 三只兵种还在不断地增加灵力 那灵力护盾顿时开始发出了光芒 上方大的那些巨石 逐渐地被这光芒吞噬 然后湮灭 此时 杨检等人的攻击爆发开来 将那灵骄和灵痴 直接震到了山壁上 噗 他们口中一甜 直接吐出了一口腥红的淤血 陈楚人见状 不由地感叹一声 不愧是有着龙族血脉的凶兽 这可真是皮糙肉厚 要知道 哪怕是三十多级的凶兽 也都很难在杨检和九天玄女 两人手下走过一招 不过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了 那头灵痴和灵骄虽然没死 但已经彻底地丧失了战斗能力 已经是半死不活的状态了 杨检健壮 轻轻抬起焚天掩月刀 往前一挥 又是一道刀芒 这一次的攻击还不如之前 但是灵骄和灵痴 根本就没有抵挡的能力了 刀芒闪过 两头凶兽的身体被一分为二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险胜真军 击杀了一头灵痴 获得山海诸城十五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险胜真军 击杀了一头灵骄 获得山海诸乘十五 两头凶兽都贡献了十五颗山海诸 倒是有些出乎陈楚人的意料 陈楚人上前 走到了那棵古树前 缓缓伸出手 那十几颗果子 就像是受到了指引一般 直接落了下来 陈楚人赶快让人拿出口袋接好 山海果 山海秘境的特殊产物 服用后能够大幅度增加领主的血气之力 效果是山海诸的百倍 效果居然是山海诸的百倍 陈楚人心中一惊 没想到这山海果效果居然这么强 那岂不是说 这十几颗果子 就已经抵得过他 辛辛苦苦存的一千多颗山海诸了 陈楚人连忙将这些果子收好 要是先前那个欧罗巴人知道了 恐怕不得后悔死 陈楚人轻笑了两声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突然注意到了事情 那就是 这里和藏宝图给的坐标 似乎还有些距离 难道说 这还不是藏宝图指示的宝物 陈楚人不禁有些激动了起来 这十几颗山海果就已经如此珍惜了 连这都不是藏宝图指示的宝物 那么真正的宝物 是该有多么的恐怖啊 陈楚人环顾了一下四周 除了进来的路 其他方向都已经是悬崖峭壁了 根据藏宝图的坐标 好像是在 陈楚人缓缓走到灵痴 和灵交失守后的石壁面前 藏宝图的坐标 好像是在这座石壁后面 杨简 陈楚人说道 明白 杨简点了点头 上前两步 然后灵力汇聚 额头顿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天眼 开 过了两秒 杨简便收回了天眼 如何 陈楚人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道 回灵主大人 石壁后面 有着一座施展了封镜的洞窟 施展了封镜的洞窟 陈楚人喃喃道 心想 怪不得先前杨简等人都没有察觉到 不过居然还有着封镜 看样子 里面的东西 恐怕是真的不得了 能解决吗 陈楚人问道 杨简点了点头 随后他再度运转起了灵力 哄 一声巨响 山壁上似乎出现了一条条漆黑的巨大锁链 然后被杨简的光辉慢慢吞噬掉了 半上 这些锁链尽数消散 轰隆 石壁发出了巨大的声响 一阵尘土四起 过了几秒 这些尘土逐渐消散 一个巨大的洞口 出现在了陈楚人等人的面前 第125章 神秘兽弹 陈楚人没有犹豫 让一部分的士兵守在外面 然后就带着众人进入了洞窟 之所以让人守在外面 一是洞窟容纳不下那么多人 二来也是需要提防其他人闯进来 可不能让别人坏了自己的好事 洞窟的入口并不大 估摸着只能让二十几个人同时并排进入 陈楚人等人进入之后 先生火照明 噗 漆黑的洞窟里瞬间闪烁着一团团火焰 洞窟的真面目也映入了众人眼帘 这是 但 陈楚人微微有些意外 洞窟里有着无数的但 蛋壳上面都快石化了 绝大多数的蛋都是死蛋 在时间的冲刷下都快成化石了 不会全都是死蛋吧 陈楚人走到离他最近的那颗蛋面前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这里的蛋体积都十分大 快接近陈楚人的腰了 不过很可惜 里面没有一丝生命迹象 领主大人 那边好像有一颗 还有着微弱的生命迹象 这时 九天玄女说道 陈楚人顿时眼睛一亮 顺着九天玄女的只是跑了过去 在洞窟的最深处 有着一座小石坛 四周似乎还刻画着一些奇奇怪怪的符号和纹路 神秘兽蛋 介绍 似乎是什么强大的凶兽产下的蛋 不过生命迹象有些微弱 好好滋养 说不定能够孵化出什么强大的凶兽幼崽 这颗蛋的体型 还要比周围的蛋大上不少 都快到陈楚人的脖子那么高了 蛋壳上面满是灰尘和泥土 陈楚人轻轻地擦了擦 蛋壳上面露出了原本的浅红色花纹 那些花纹 像是一团团火苗一般 莫名地给人一种灼热之感 看起来很是不凡 外面的那两只凶兽都有着龙族血脉 这个洞窟里的蛋 恐怕来的也不会小 难不成会是真龙 陈楚人有些激动地想着 但是 随即他便摇了摇头 知道这不太现实 真龙 那可是站在了万族顶端的存在 怎么可能运气那么好 别说龙了 哪怕是条有着蛟龙血脉的凶兽 都已经是无比珍贵了 兽蛋可不像是那些野生的凶兽 通常来说野生的凶兽是不可能收服的 所以 先前见到灵骄和灵痴 陈楚人也都没有想过收服 但是这种兽蛋就不一样了 只要能够将其孵化 那么就很容易收服这些凶兽幼崽 好好培养的话 那可是不弱于普通英雄的存在 陈楚人将这颗兽蛋 小心翼翼地收进了灵主空间 便达到回府了 走之前 陈楚人还特意让九天玄女等人 仔细地排查了一番 确认了其他的蛋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离开洞窟后 陈楚人又遇到了几头凶兽 击杀后又得到了几十颗的山海珠 秘境将在五分钟后关闭 请各位领主确认 自己的物品有无遗失 如有遗留在秘境当中的物品 请自行负责 秘境要关闭了 只有五分钟了 陈楚人让杨检搜寻了一下四周 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凶兽 索性便在原地休整 陈楚人也轻点着自己的收获 山海果一共有十八颗 山海珠有接近一千两百颗 陈楚人按耐住了内心的激动 还是等回到领地再使用这些山海珠和山海果吧 很快 五分钟的时间便过去了 一道巨大的光芒将陈楚人等人笼罩 随后光芒一转 陈楚人等人便回到了先前发现秘境的地方 此时 天色也已经很暗了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回到了领地 该怎么孵化呢 陈楚人有些发愁了 这么多年的教材里 也很少有提到这些东西 陈楚人想了想 先打开了交易所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帮助的东西 但是看了半天下来 依旧是一无所获 要不去问问崔灵 她能够接触到的东西比我多 说不定有办法呢 陈楚人难难道 像崔灵这种背景深厚的人 总是会接触到一些陈楚人这种普通人接触不到的东西 而且最主要的是 她可以动用自己背后的资源 从其他的地方弄来特殊道具 比如之前的定向指南针 这时 陈楚人突然收到了一条讯息 点开一看 是宁红叶发来的 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宁红叶抱着一只刚孵化出来的白色小乌龟 陈楚人 你看 这是我刚刚孵化出来的白石龟 可爱吧 陈楚人顿时眼睛一亮 宁红叶居然有一头刚孵化白石龟 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宁红叶可能有着能够孵化兽弹的道具 于是 陈楚人立马问道 你是怎么孵化的 我击杀那个精英级怪物的时候 爆出了一台孵化仪 然后就孵化了 孵化仪 陈楚人眼睛一亮 果然 这妮子的运气 实在是好得有点太离谱了吧 陈楚人都给羡慕坏了 嘿嘿 那个 你那个孵化仪 能够借我用一段时间吗 我可以付租金 要多少你开 陈楚人说道 你也有兽弹吗 要什么租金啊 你以前都帮了我那么多忙了 宁红叶没有耽搁 立刻就把孵化仪 发给了陈楚人 多谢 陈楚人无比激动 连忙拿出宁红叶发过来的孵化仪 将孵化仪安置在房间 然后就拿出了那颗兽弹 放了上去 检测中 已检测到生命体 预估孵化时间为十天 是否开始孵化 是 赶快 陈楚人连忙说道 恨不得立刻开始孵化 开始孵化 孵化仪开始运作起来 全要十天 陈楚人有些意外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绝大多数的兽弹 基本上只需要一天的时间孵化 而这颗兽弹 全要足足十天 陈楚人心里更加地期待起来 这颗兽弹里 究竟会孵化出什么样的凶兽幼崽呢 第126章 天照战区间的避障 陈楚人拿出了秘境里面 得到山海珠和山海果 开始炼化 山海果简单 直接吞下去便好了 用肠胃的消化之力 来吸收起其中的能量 陈楚人的身体表面 也浮现出了一层淡淡的红韵 红韵之中 又夹杂着几分血色 啊 陈楚人缓缓地打了一个阁 这才吃了两三个 肚子就十分胀了 没有灵力 连这些增强血气的宝物 都无法炼化 陈楚人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现在是深深地感受到了 和那些天生能够吸纳灵气种族的差距 难怪 人族在万族当中 一直都是处于被欺凌的对象 陈楚人想了想 把九天玄女叫了进来 没过几秒 灵主大人 九天玄女兴冲冲地跑了进来 那白皙绝美的脸颊上 生起了一抹红韵 他心里有些紧张和兴奋 大晚上的 灵主大人叫自己来他房间里 难道 九天玄女 没有在细想那修人的场景 但是脸颊越来越红 越来越烫 玄女 你过来 陈楚人坐在床上招了招手 实在是肚子胀得有点难受了 他现在动都不想动 好 九天玄女低着头 捏手捏脚地爬上了陈楚人的床 紧接着 她的脸越来越红 都不敢正眼看陈楚人了 然后她轻轻地解开了自己的腰带 陈楚人 玄女 你干嘛 啊 玄女愣在那里 一双细腻白皙的手 停在了腰带上 但凡再动一下 那绫罗衣裳便要滑落下去了 那啥 我是想让你看看 能不能帮我炼化了体内的山海果 和这些山海猪 陈楚人有些尴尬地说道 她刚刚可能没来得及说清楚 估计让九天玄女误会了什么吧 啊 哦 九天玄女呆呆地点了点头 脸上红润越发浓重了 和之前的羞涩不同 现在满是羞愧尴尬 随后 九天玄女盘坐在陈楚人的身后 双掌轻轻按在陈楚人的背上 灵力流转 不断地渗入陈楚人的体内 将那些山海果一一炼化 九天玄女的灵力十分强大 炼化这些东西轻轻松松 一晚上的时间 便将山海猪和山海果全部炼化 陈楚人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一拳都能打死一头十级的怪物了 陈楚人估计的 又过了几天 一众兵种和英雄 纷纷突破到了十三级 兵种可是直接连跨两级 因为现在刷出的怪物巢穴等级又增加了 足足有四十级了 得到的经验也变多了许多 所以陈楚人便用经验储存器 重点提升三支兵种 还有加上了 每天玄黄塔里得到的海量经验 越往后 需要的经验就越来越多 陈楚人时不时地去观察着 那颗兽蛋的孵化情况 原本兽蛋里 只能感受到一股微弱的生命迹象 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了正常 陈楚人还特意找来了一些 能够帮助恢复的材料加入到了孵化仪当中 这时 崔莲和罗合成给陈楚人发来了紧急消息 陈楚人连忙使用传送阵跑了过去 三人来到了战区边界 前方就是一堵厚厚的臂杖 陈楚人眉头紧皱 因为他发现这里的臂杖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崔莲两人也是眉头紧皱着 不一会儿 宁红叶也赶了过来 他屁股下面还坐着那个白色的乌龟 几天的时间 这个白石甲龟又大了好几圈 红叶妹妹 你这白石甲龟长得可真快啊 崔莲下意识地感叹了一句 语气当中颇有几分羡慕 像兽蛋这种东西 哪怕只是最普通的凶兽 都是相当珍贵了 因为孵化出来的幼崽可以轻松地收服 然后签订契约成为座棋 这玩意儿纯属看运气啊 就连向来冷淡的罗合成 也是十分羡慕地打量着白石甲龟 嘿嘿 我也不知道小白居然能长得这么快 宁红叶笑了笑说道 下方的白石甲龟似乎也听懂了崔莲儿的话 有些得意地扬起了她的狗一头 好了 先看看这是个什么情况吧 陈楚人喃喃道 眼下可是有着着急的证实 好 随后 四人分成了两波 朝着相反的方向一路检查 没想到这裂缝和缺口居然到处都是 陈楚人眉头紧皱起来 弱大无边的战区避障上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裂缝 严重一点的地方都已经有很多缺口了 走了许久 陈楚人等人也大致明白了情况 再往后走也没有什么用了 于是又回来会合 怎么样 我们那边基本上都有裂缝和缺口 我们那边也是 四人简单地汇报了一下情况 果然 陈楚人眉头紧锁 看样子 这个应该不是人为造成的裂缝 而是战区之间的保护避障 自动削减了 陈楚人说道 这个战区之间的避障 可以理解为新手保护期的护盾 但是渡过新手期之后 这些护盾就会自动消失 如果前期有人的实力超过了避障的预值 也是能够打破的 一开始 陈楚人等人也是担心这个情况 但是现在看来 这个避障是天道自动削减的 也就是说 天道认为整个卫面已经快渡过新手期了 可是 这个战区之间的避障 不是要等卫面之主选出来之后 才会消散吗 为什么我们的避障 这么早就没了 罗合成疑惑地问道 的确 基本上所有的卫面里 都是在卫面之主选出来之后 才认为是渡过了新手前期 战区之间的避障 也就会消散 我觉得 可能是我们卫面的整体实力 发展更快吧 陈楚人说道 其他人倒是正常的水准 反正他自己的发展 是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正常水平 陈楚人觉得 恐怕又是因为自己 让天道判断整体水平 已经接近渡过新手前期的标准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崔灵看向陈楚人问道 毕竟陈楚人才是首领 这段时间 加派点人手巡视吧 除此之外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 如果樱花人 真的敢有什么小动作的话 等卫面之主争夺战的时候 我绝对不会轻易 放过他们 陈楚人历声说道 卫面之主争夺战 崔灵三人皆是一惊 听陈楚人的话 他是对卫面之主争夺战 十分的有信心 陈楚人 卫面之主争夺战 你真的有信心吗 崔灵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实说 说到底 陈楚人再强 那也只是一个人 就算樱花战区 原来的首领死了好几个 顶端战力 恐怕还比如他们三人 但是毕竟樱花人的数量优势 摆在那里啊 放心吧 我有很大的把握 陈楚人点了点头 脸上露出了一个自信的笑容 行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跟我说 我也是 还有我 崔灵三人连忙说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好 那今天就先这样吧 回去安排一下 巡逻驻守避障的人员 随后 四人便分开了 第127章 风声鹤唳的不知火天 此时 另外一遍 不知火军 您看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避障 不知火天在手下的带领下 来到了避障前 看着那裂缝和缺口 不知火天脸上也是一阵愁容 怎么这么早避障就开始消散了 不应该啊 难道说 是对面的家伙自己打破的 不知火天连忙在九个首领的群里询问 你们有谁主动攻击过战区间的避障吗 过了一会儿 其余八人纷纷回复 没有 没有 八人全部都否认了 怎么 不知火军发现了战区间的避障 没错 而且避障已经出现了很多裂缝和缺口 什么 这么早避障就开始消散了吗 不一定 说不准是对面的人主动打破的 可是我们连避障都还没有发现呢 群里面也激烈地讨论了起来 还有一种可能 对面的战区就是洪荒战区 不知火天说道 洪荒战区 也是 除了我们也就是他们了 可是 洪荒战区肯定知道 避障后面是我们樱花人 他们又怎么会主动攻击避障呢 对啊 别说主动攻击避障了 他们难道不应该把避障牢牢地看守起来吗 不知火天眉头紧皱着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总有些不太好的预感 难道说 这洪荒战区有着什么底牌 想要直接攻破我们 不知火天眉头一挑 心里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或许 大厦那边给了洪荒战区什么大杀气 他们想要趁我们不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攻破一个战区 这样一来 就能够极大地减缓洪荒战区的压力了 不行 立刻传令下去 让靠近避障的所有领主 全部派入来巡逻 哪怕是耽误了领地正常发展 也必须派士兵来 陈楚人不知道的是 因为自己的实力发展太快了 导致天道提前开始消除战区间的避障 这居然会产生连锁反应 让不知火天风声鹤唳 草木皆兵 宁可牺牲战区内其他领主的发展 来守卫接壤的避障 陈楚人回来之后 则是继续发展着自己的实力 经过这段时间的累积 血腰结晶的数量也积攒了许多 陈楚人将同仁罗汉的装备 也都全部熏应了一边 本身同仁罗汉便是金刚之能 肉身强大无比 经过熏应增幅的血气之力 效果比草头军和玄女军还要强上一些 现在 陈楚人得为卫面之主争夺战做好准备了 的确 自己的实力足以碾压九大樱花战区的任何人 但是卫面之主争夺战 光靠个人之力是很难扭转战局的 而之前宁红叶开启的玄黄塔 能够让洪荒战区的全体领主整体提升不少 但说实话 他们的实力太弱了 以至于基本上只能在第一层徘徊 能够得到的奖励也少得可怜 所以短时间内 玄黄塔对他们的提升就很有限 而陈楚人的两个领地巢穴 也给战区各个领主提供不少的兵种 但目前为止 也只是增强了洪荒战区上层领主的实力 因为每天产出的兵种就只有那么多 实力处于中下层的领主 也很难得到兵种奖励 所以 整体来看 洪荒战区的实力 肯定是强于九个樱花战区的 但是也不会强太多 所以 陈楚人必须得趁现在 多增强自己的实力 等到他的实力强大到了一个层次 自然就能够产生质的飞跃 弥补和九个樱花战区的人数差距 正常来说 战区之间的避杖 是在卫面之主选出来之后 才会消失 而现在那些避杖 已经出现了不少的裂缝和缺口 也就是说 卫面之主争夺战 恐怕马上就要来了 眼下 最快提升战斗力的方式 也就只有升级装备了 陈楚人难难道 装备对战斗力的提升 是相当恐怖的 特别是在前期 英雄和兵种的等级都偏低 每升一级所增加的战斗力都偏少 哪怕是SSS级 在前期升一级 可能也就只增加几十或者一百的战斗力 但是到了后期 升一级 可能都直接增加好几千的战斗力 而一件白银级的装备 就能够增加 足足一百五十点的战斗力 这段时间里 陈楚人倒也积攒了不少的白银级装备 但是三只兵种 足足有六百名士兵 这点白银级装备 可谓是杯水车薪 算了 实在不行的话 只能先满足一小部分的士兵了 陈楚人决定 先在三只兵种当中 选出一批精锐 率先更换装备 其他人只能以后再慢慢更换装备了 这个过程 估计也不会太短 毕竟三位英雄身上 可都还有着不少的白银级装备 特别是雌行大士 都没有薄金级装备 比杨俭和九天玄女 两人要差了不少 于是 陈楚人便叫来了杨俭 九天玄女 和雌行大士三人 让他们选出各个兵种里的精锐 同时 把六十件白银级装备 分发了下去 第二天 陈楚人 还是先进入了玄黄塔里 这一次 他刷到了二十五层 才停了下来 倒不是说后面的打不赢 只是再进入下一层 想要通关的话 恐怕就得有不少的损伤了 划不来 又是一大波的经验 陈楚人 先平均分给了三位英雄 因为杨俭三人 马上就要升级了 第128章 领主之心升级 紫色 吼 一头四十三级的山虎王 大吼一声 庞大的身躯 重重地倒了下去 鲜血直流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显胜真君 击杀了一头山虎王 获得了二十W点经验 流离成一百 恭喜 您的英雄二郎 显胜真君等级提升至十四级 陈楚人大喜 随后 又将经验储存器里的经验 平均分给了九天玄女 和雌杭大士二人 恭喜 您的英雄九天玄女 等级提升至十四级 恭喜 您的英雄 雌杭大士等级提升至十四级 就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的领主之心 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领主之心光芒闪烁 只见原本蓝色的领主之心 越发地深了 已经快接近紫色了 陈楚人心中难掩地激动 紫色的领主之心 和蓝色白色的领主之心 有着致命的差距 那就是天赋 当升到四本之后 紫色及以上的领主之心 会获得一个随机的天赋 而蓝色白色领主之心 则就没有 这个天赋 将会在后来产生巨大的作用 也会彻底地拉开 紫色领主之心 和蓝白色领主之心的差距 所以 如果没有紫色的领主之心的话 在万族战场是 走不了太远的 就像是修仙小说里的零根一样 一个杂零根的 也只是堪堪 能够吸收灵气成为修仙者 但是那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而那些拥有上品灵根的 吸纳灵气的速度 是杂零根的数百倍 甚至更多 当杂零根苦修数十年 还在为了筑基而苦恼的时候 别人上品灵根 恐怕已经是金丹七了 弹指就能够灭掉 一大堆的筑基修饰 而且 几十年光阴过去 那些杂零根的 也很难筑基 这也就代表着 他们的寿命快要到头了 而金丹七的大能 则都还有着几百年的寿命 修仙之徒十分漫长 所以 能够在万族战场 走到后期的领主 几乎都是紫色领主之星 及以上的 领主之星的等级越高 天赋自然也就越强大 但至少你有天赋 才有和其他人竞争的资格 而如果升到四本之后 你没有天赋 那和其他人的差距 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大 呼 陈楚人长输了一口气 其实体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毕竟领主之星 还并没有真的升级 而且 就算领主之星升级到了紫色 也只有突破到了四本时 领主之星才会发生质的变化 一个是天赋 还有一个 就是打通全身的经脉 让他可以自主地吸纳灵气修炼 在之前的负责甘露滋润下 陈楚人体内的经脉 不像其他人那样全部闭塞 打通了七七八八 但是还是无法吸纳灵气 陈楚人也想过 让九天玄女他们 帮自己打通经脉 但是发现 这有着天道的限制 他们也不能动手 不过之前山海秘境里 得到的一众宝物 也让陈楚人的肉身 得到了十分恐怖的加强 之前在玄黄塔里测试了一番 陈楚人光凭肉身力量 就能够击败十级的A级兵种 要是等后面打通经脉 能够吸纳灵气之后 加上这肉身的力量 陈楚人的个人实力 那就相当地恐怖了 不过眼下 还是先把这位面之主 争夺战的事情准备好吧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夜幕降临 众人才回到了领地 陈楚人打开交易所 发现又上了五件白银级的装备 陈楚人毫不犹豫地直接买下 自从升到了三本之后 交易所首领特权的专区里 便多出了五件白银级装备 每天更新一次 这几天 陈楚人又弄了几十件的白银级装备 分发下去 不得不说 这可真是刚打哈欠 就有人送枕头啊 白银级装备的价格 也是十分高昂的 几天下来 都花了陈楚人快两百万领主币了 不过这对于现在的陈楚人来说 倒也算不了什么了 蓝星 万族战场总局 韩老坐在办公室里 眉头紧皱 没想到这次军区的情况 也不容乐观 哪怕有龙天的带领 居然也还是陷入了劣势 看来得重新分配 一下资源了 只能牺牲一下 其他战区了的资源 韩老喃喃道 随后便开始在桌子上的文件上审批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静 韩老说道 小李走了进来 小李 有什么事吗 这 韩老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小李眉头微微皱着 似乎有些犹豫 要不要开口 什么事 韩老有些疑惑 停下了手中的笔 看着小李 事情是这样的 您之前不是在首长的手肯下 奖励了那个洪荒战区的首领陈楚人 一张英雄进化卡 和一张兵种进化卡吗 没错 出什么事了吗 韩老脸上 瞬间有些担忧和紧张起来了 这两个道具的价值不言而喻 哪怕是那些中等体量的国家 倾尽全国之力 都拿不出来 如此珍贵的道具 难道说出了什么差错吗 是这样的 我们得到消息 其中一张英雄进化卡 陈楚人好像送给了洪荒战区的一个高层 什么 韩老瞳孔猛的一缩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他 他 他居然送人了 韩老身吸了两口气 一只手捂着胸口 身子躺在椅背上 那可是能够让A级英雄 进化成S级的道具啊 陈楚人那小子 居然就这么送人了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 他送给谁了 韩老问道 洪荒战区的高层 好像还是陈楚人以前的同桌 我想问 男的女的 女的 顿时 韩老脸色一黑 陈楚人在他心里的形象 也瞬间变成了一个小丑舔狗 这小子 难道就不清楚 这道具有多么珍贵吗 拿这个去追女生 真是气煞我眼 韩老恶狠狠地拍了拍桌子 那个韩老 我们也调查过了 陈楚人好像和那个女生之间 并没有什么 小李连忙说道 听到这里 韩老眉头一皱 冷静了下来 那为什么会送给别人 韩老沉思了片刻 心中很是疑惑 这可是能够让A级英雄 进化到S级的道具 珍贵程度自然是不言而喻 本来 这可是给那位准备的 是他和首长大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才毅然决定给 陈楚人的 他们也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和压力 做出的这个决定 忽然 他 想到了什么 瞳孔猛的一缩 难道说 陈楚人根本用不上这个道具 他的英雄 已经是S级了 PS 本章修改了一下 不影响观看体验 第129章 水灵蛟龙 难道说 陈楚人根本用不上这个道具 他的英雄 已经是S级了 韩老心中大惊 越想越觉得 这个想法是对的 难怪 陈楚人能够力压一众樱花首领 在首领争霸赛当中的积分 甩了其他人那么多 看来 这小子 恐怕还真是有着S级的英雄啊 可是 韩老还是有些不明白 他连忙翻了翻 从抽屉里 找出了陈楚人的资料 这是之前首领争霸赛时调出来的 韩老再一次地翻阅起来 比以往更加地仔细 可是上上下下翻了足足有两三遍 他还是没能看出什么问题 陈楚人的背景 清清白白的孤儿出身 难道说 是他的亲生父母留下的后手 一时间 韩老忽然想到了 电视剧小说里面的常用套路 唉 算了 反正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不知道这小子 能不能再给我带来什么惊喜了 韩老有些期待地 自言自语道 随即 他瞥了一眼身旁的小李 微微思考了片刻 然后说道 小李 你派几个人 实时关注洪荒战区 一有情况 一定要记录在案 然后定期给我汇报 另外 等洪荒战区 他们开启了未面之主 务必立即通报给我 小李神色变得无比严肃 正经应声道 是 时间流逝 各个战区 都在有条不紊地 发展着自己的实力 陈楚人则是早早地跑了回来 蹲在孵化一面前 因为 孵化倒计时0.0分10秒 孵化倒计时0.0分09秒 孵化倒计时0.0分03秒 孵化倒计时0.0分02秒 孵化倒计时0.0分01秒 终于 陈楚人凭住呼吸 睁大了眼睛 看着孵化仪中的巨蛋 随着倒计时的消失 孵化仪发出了一阵耀眼的光芒 孵化成功 几秒之后 光芒这才逐渐消散 陈楚人连忙看向了孵化仪 只见一头蓝色的小蛇 从蛋壳里钻了出来 吼 听到小蛇发出的声音 陈楚人才注意 它的头顶有两个凸起 也有着四只 不是蛇 是龙 水令蛟龙 等级 一级 介绍 蕴含着一丝五大元素 龙水之龙的血脉 虽然血脉不纯 甚至退化为胶 但也是十分强大的存在 居然还是蛟龙 陈楚人大喜过望 心中无比激动 哪怕是只有一丝 龙族血脉的凶兽幼崽 卖出去都是有价无市 恐怕连那些顶端的领主 都会施以大代价 跨戒而来 四 水令蛟龙轻轻地 飞到陈楚人身边 轻腻地蹭了蹭陈楚人的手臂 陈楚人也是颇为宠溺地 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这些凶兽幼崽 本能地会对破壳而出 见到的第一个生物 十分亲近 因此 陈楚人便毫无阻碍地 和水令蛟龙签订了契约 现在 水令蛟龙 便是陈楚人的坐骑了 四 签订了契约之后 水令蛟龙对陈楚人 更加亲密了几分 在陈楚人身边 欢快地飞了几圈 陈楚人则是打开了交易所 现在有了坐骑之后 交易所里 也对他解锁了一些特殊商品道具 其中便是针对于培养坐骑的 经验储存器 也是可以将经验分给坐骑的 陈楚人看了一下 经验储存器里还有一些 虽然对于杨检他们 和三只兵种来说 连十分之一级都提升不了 但是足够水令蛟龙了 陈楚人没有犹豫 立刻便将经验尽数分配给了水令蛟龙 恭喜 您的坐骑水令蛟龙等级提升至五级 顿时 水令蛟龙发出来一阵耀眼的光芒 等光芒散去 水令蛟龙的身体这才 重新暴露在陈楚人的眼里 我去 陈楚人微微一惊 因为水令蛟龙的身躯 足足大了好几圈 原本只有他手臂 那么粗长的水令蛟龙 一下子变得有三四米长了 虽然很明显 还只是幼年期 这个体型 连让陈楚人骑上去 都有些困难 但是陈楚人也很满意了 陈楚人估摸着 再升两三级 自己差不多就能够坐上去了 到时候 自己成龙而起 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出击 那是何等的威风凛凛 陈楚人不由的都有些小激动嘛 于是 陈楚人在交易所上 购买了十颗零售果 这是专门给坐骑服用的果子 除了增加经验外 还能够提升坐骑的灵力 和肉身力量 相当的昂贵 不过 为了培养水令蛟龙 这些都是值得的 水令蛟龙 可是有着五大元素龙之一 水之龙的血脉 光凭这一点 就已经超过了其他的蛟龙 哪怕是 已经快要化龙的蛟 都远不如 只要好好培养 水令蛟龙真正化龙 也是很有希望的 陈楚人心里不由的 有些火热起来 水令蛟龙服用了 这些灵兽果之后 身体又变大了一圈 身上的灵甲 也变得更加神无了几分 恭喜 您的坐骑水令蛟龙 等级提升至七级 现在 陈楚人可以轻轻松松地 坐到水令蛟龙背上 以后就叫你小蓝吧 陈楚人摸了摸水令蛟龙的脑袋 宠溺地说道 水令蛟龙眯着眼睛 似乎十分享受陈楚人的抚摸 表情十分惬意 随后 陈楚人便坐上小蓝 到领地里四处逛了逛 没想到领主大人 居然降服了一头蛟龙 而且还是 有着水之龙血脉的蛟龙 杨俭看着盘旋在领地上空的蓝色身影 不由地感叹一句 一旁的九天玄女 则是直勾勾地盯着陈楚人的身影 美眸里闪着小星星 那是龙吗 领主大人可真厉害 连这么大的龙都能降服 那些民兵们 无比震惊地看着头顶的小蓝 心中对陈楚人更是佩服不已 第130章 魏面之主争夺战 赢 小蓝仰天长笑一声 龙银震撼天地 连升到七级的恐怖能量 顺着这生龙银爆发出来 气势也相当地恐怖 而且 这当中还蕴含了一丝龙威 就连三只兵种剑了 脸上都闪过了一丝凝重之色 哪怕是他们 面对龙威也是一阵心境 就在这时 陈楚人眼前突然出现了一道金色的转体大字 这是 魏面之主争夺战要开始了吗 与此同时 整个魏面的所有领主 也都看到了眼前的金色大字 魏面之主争夺战 将于明日开启 考核形式 沙盘混战 沙盘混战 这是什么 怎么好像没有听说过 陈楚人眉头一皱 仔细地回想着 但一无所获 教材里面提到的 有接近十五种考核形式 那都是考试重点 陈楚人记得清清楚楚 除此之外 也有一些冷门的考核形式 陈楚人也都点印象 可是这沙盘混战 你们听说过沙盘混战吗 群里面 崔一连问道 没有 没有 陈楚人 你听说过吗 陈楚人回道 我也没有听说过 想来 或许是什么新的考核形式吧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担心 毕竟未知的 往往越是会让人紧张 除了洪荒战区 九大樱花战区 也是一脸的不解 你们有谁听说过 这个沙盘混战吗 没有 我上课都打瞌睡去了 别问我 我也不知道 众人纷纷摇头 哪怕是在整个 卫面的聊天频道里 也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这个沙盘混战 到底是什么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你看那混战两个字 肯定是对我们更有利的 山下军说得不错 混战 这不就说明了 是团队赛吗 这样一来 我们九个战区合力 肯定能够轻松战胜 洪荒战区的 说得有道理 看来这一次天赵大神 最终还是站在了我们这边 天赵大神保佑 天赵大神保佑 九个樱花战区这边 大部分都是脸上一喜 正如他们所说 这沙盘混战中 有着混战二字 便说明 不会是首领之间的单打独斗 这样一来 他们樱花战区 占据了绝对的人数优势 只要九个战区 合力帮助天赵战区 那么 拿下这位面之主的位置 岂不是轻轻松松 任那陈楚人再强 只要不知火天 拿下了位面之主 使用位面之主的权限 还不是轻轻松松地 拿捏陈楚人 一想到这里 樱花人脸上的喜悦之色 更是越发的浓重了 特别是不知火天 一想到自己能够成为 位面之主 之后更是能够 凭借位面之主的权限 轻松掌控陈楚人的生死 就连不知火香小姐 都不敌的对手 最后却能够 被自己轻松降服 那莫大的成就感 一时间让他意乱神迷 不过 不知火天既然能够被选中 成为九大樱花战区的带领人 自然也不是什么蠢货 仅仅只是得意了片刻 便恢复了冷静 他连忙和蓝星上的樱花国联系 此时 大夏万族战场总局 也得到了消息 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个什么沙盘混战到底是什么 还没有找到资料吗 韩老无比焦急地问道 现在当务之急事弄清楚 这个考核形式沙盘混战 到底是什么 才好制定后面的计划 韩老 我们翻遍了所有的资料 都没有发现这个沙盘混战 看样子 应该是新出现的考核形式 小李在一旁说道 虽然未面之主的考核形式 基本上就是那十几种形式 但每隔几年十几年 出现一些新的考核形式 也是不奇怪的 文言 众人眉头皱得更紧了 诸位 现在可有什么好对策 韩老问道 然而 众人皆是低下了脑袋 不敢和韩老对视 唉 韩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也知道这几人实在是靠不住啊 韩老 我有句话想说 这时 一个面容稳重的人开口道 他也是万族战场总局资历佬的前辈了 和韩老可是同年 陈老 你说 韩老点了点头 他也是十分敬重对方的 如今那几个军区 也都进入了首领争霸赛 正式紧要关头 我们还是 不要分心 去管其他事情了吧 之前给了两张进化卡 我们也算是人质易尽了 毕竟 那终究不是我们官方的势力 眼下 军区才是重中之重 一旦有损伤 那可是会影响到 我们这未来几年的国运啊 陈老说道 他其实也没有太多的私心 聚聚在里 相比于陈楚人他们这些战区 能够对国家的反补是有限的 因此 所有的国家 都是着重培养着自己的军区战区 整个中央或是地方有权有势的大族 基本上都把亲信放在了军区战区当中 因为国家大部分的资源 都是在这些军区战区里 不过今年樱花国倒是有些例外 居然把宝一股脑的压在了天兆战区上 反而没有怎么打理他们的那几个军区战区 是啊 韩老 眼下可是首领争霸赛了 要是龙少输了 那影响可就大了 就是啊 龙少可是我们举尽全国之力培养的 千万不能出任何差池啊 顿时 其余人也是纷纷说道 韩老扫视了他们一眼 眉头紧皱了起来 这些人当中 绝大部分人 恐怕都是在意着自己的后人 都想要把更多的资源 弄到自己后人的身上 唉 但是韩老也不能否认 这次军区战区的首领争霸赛 实在是关乎重大 不仅有漂亮国 还有着欧罗巴皇室贵族 都是不容小觑的 偏偏在这个时候 韩老心中十分无奈 但凡洪荒战区的未面之主 争夺战早一点或是晚一点 他都还能够多争取一些支持 偏偏在军区战区首领争霸赛的时候 他必须得优先考虑到 军区的资源供应 陈主任 这一次 恐怕就真的无能为力了 韩老心中万般无奈地叹了口气 他最担忧的 还是樱花战区那边 这一次 樱花国不知道抽了什么风 居然将资源尽数 投入到了天兆战区当中 反而没有怎么支持 那个不知火家族大公子 带领的军区战区 这次的未面之主争夺战 洪荒战区 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第131章 沙盘混战 洪荒战区这边 虽然大家也都能够猜到 这次未面之主争夺战 对他们并不是很有利 不过经历了这么久 在这种危机之下 却让他们的心更加凝实 种植成成了起来 这一次 几乎没有什么人 在在聊天频道里面哀嚎了 所有人都在为这次 未面之主争夺战准备着 虽然不知道考核的具体内容 但多半是整个战区之间的对抗 他们也想要出一份力 就这样 夜色之下 整个未面却都没有陷入寂静 反而越发地躁动了起来 很快 便到了第二天 未面之主争夺战开始 规则如下 未面十个战区的所有领主 都将会被传入到沙盘世界当中 沙盘世界当中 布满了各种资源和危机 每个领主都将获得一个沙盘 沙盘被毁 则会自动传送出沙盘世界 存活到最后的领主所在战区获胜 获胜战区的首领 则将成为未面之主 看到这里 陈楚人快速思考了片刻 便立刻在群里说道 大家遇到敌人 提前将沙盘握在手里 若是不敌 一定要及时捏碎沙盘 洪荒战区的众人 顿时大为感动 若是换作了其他的首领 估计是巴不得手下的领主 奋战到底 跟敌人拼命了 这么好的首领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兄弟们 加油干 一定不能让那群樱花人 骑在我们头上 就是 这一次 我们也不能输了 洪荒战区的众人 纷纷涌出了无数战役 随即 一道道光芒从万族战场落下 将整个卫面的所有人笼罩 片刻之后 卫面之主争夺战开始 陈楚人缓缓睁开眼 只见四周皆是一片茫茫的沙漠 抬头一看 头顶高悬着一轮刺眼的火球 老实说 又干又热 特别是对于普通人来说 那是有些煎熬了 不过陈楚人炼化了山海珠和山海果后 身体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这点高温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同样 洪荒战区的众人 也是经历了一次福泽干路 身体也洗净伐髓水了一番 虽然比陈楚人差远了 但抗热抗干旱的能力 还是比那些樱花人强多了 巴嘎 怎么天道挑了这么一个地方 这么热 我感觉再过两分钟就要被烤熟了 一个樱花灵主吐着舌头 靠在一个士兵的背上 另外几个士兵 也是围在他身旁 给他遮阳山峰 他现在是一点干净都没有了 动都不想动 真是的 反正这卫面之主争夺战 对我们这些普通灵主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反而还要在这里白受罪 他吐了一口唾沫 脸上颇为不爽 这时 他眼珠子一转 拿出了一枚沙盘 一进入这片世界 他的手里便多出了一枚沙盘 这一波地方实在是太热了 不行了 我真不想在这里受罪了 反正咱们樱花人多 少我一个不少 干脆 他一狠心 直接捏碎了手中的沙盘 顿时 一道流沙弥漫 他和他的士兵英雄 全部消失不见 被传送出了沙盘事件 同样 这一幕也发生在了 不少的樱花人身上 基本上都是最普通的领主 实力在樱花战区里面 也都是中等偏下 一方面 这个地方的确是太热了 对于他们这些肉体繁胎来说 的确是十分艰苦 另一方面 这次卫免之主争夺战 他们所有人都自信满满 全都抱着少我一个不少的想法 反观洪荒战区这边 几乎所有人都是 攥紧了拳头 眼里战意昂扬 当然 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 陈楚人确确实实的好 发自真心的想要让陈楚人 成为未面之主 带领他们走得更远 另一方面 多少也是因为 受过负责甘露的沐浴 面对着干燥的大漠 还是要能抗一些 陈楚人环视了一圈 也让杨检赶支了一下四周 回领主大人 我赶支到了 大约有五六个气息 不过似乎都是樱花人 杨检说道 无碍 既然遇上了 就送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吧 陈楚人温和地笑了笑 随后 大军便朝着最近的那个倒霉弹前进 不过一会儿 陈楚人便轻松地 将五个樱花人 踢出了沙盘事件 其实 陈楚人都还没动手 那几个樱花人 一见到陈楚人 瞬间脸上一变 然后都不带半分犹豫地 直接捏碎了沙盘 然后他们便被传送出了沙盘事件 开玩笑 虽然他们都认为 这次未面之主争夺战最后的赢家 一定是他们樱花战区 但是他们就是一群炮灰罢了 遇上陈楚人那不是 只有被秒杀的份 唉 只能说运气不太好 免去了在那个沙盘事件里受苦 其中一个樱花人喃喃道 脸上不仅没有一丝 因为被淘汰而失落 反而还有几分窃喜和庆幸 此时 陈楚人又下意识地抬起了头 看着天幕中 那仿佛想要将大地都燃进火球 这次的未面之主争夺战 居然都没有时间限制 十个战区加起来的人有那么多 这个世界又该有多大 陈楚人喃喃道 这时 他突然想起来 之前介绍规则的时候 天道提到过 这片世界里 似乎还有着什么资源 天道竟然还特别提醒了 想必这些资源 应该也不会太小气吧 陈楚人想着 这时 一旁的杨俭三人 似乎心有所感 皆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望去 陈楚人自然也注意到了 三人的动作 怎么了 回领主大人 前方似乎有着宝物的气息 杨俭抱拳说道 陈楚人眉头一挑 宝物 PS 球球帅哥们给个好评 评分一直没动了 哦 第132章 神秘宝箱 过了一会儿 陈楚人带着众人 来到一座沙堡面前 宝物就在里面 陈楚人问道 是的 杨俭点了点头 陈楚人看了看沙堡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眼前也浮现出了沙堡的信息 沙族堡垒 等级 15集 介绍 沙族的大本营 蕴含大量的宝物资源 陈楚人有些意外 这沙族堡垒 也相当于是一个怪物巢穴 没想到 这次未免之主争夺战里 居然还能遇到怪物巢穴 既然这样 那就看看 能刷出什么好东西吧 于是 陈楚人便立刻下令 杨俭三人便带着大军冲了上去 死 沙族堡垒当中 突然流窜出了大量的细沙 然后纷纷汇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个个人形的士兵 手中皆是持着沙力形成的刀枪 这些沙兵 也都是十四五级的模样 而且 数量足足有接近一千人了 密密麻麻地 充斥着整个堡垒镇前 好 突然 堡垒上传来了一阵怒吼 只见堡垒的流沙 不断汇聚在一起 快速凝聚 形成了一个巨人 手中持着一把巨斧 威势相当的恐怖 犹如一尊魔将 要是有着巨物恐惧症的话 见到这个沙将的瞬间 恐怕就直接晕死过去了 杨俭健壮 直接提起焚天眼月刀 便冲了上去 苍穹之中降下神光 将杨俭的身躯 照耀的光彩夺目 仿佛一尊不可直视的天神一般 手中的焚天眼月刀 瞬间绽放出了一道恐怖无比的火焰 剧烈燃烧起来 原本就干燥的沙漠上 瞬间变得如同火山一般 炽热无比 就连隔着老远的陈楚人 额头都瞬间留下了几滴硕大的汗珠 要知道 陈楚人的身体素质 已经被极大的强化了 虽然那我能感受到热感 但并不会轻易地感到不适 可是杨俭爆发出来的余波 就已经让陈楚人大为难受了 九天玄女健壮 连忙御手一挥 两根红铃在陈楚人眼前晃动了一下 一道灵力护盾显现 将陈楚人和那恐怖的热浪隔开 随后 九天玄女还贴心地用灵力制造出了冷气 让陈楚人大感惬意 对于九天玄女她们 本身就是精通五行变化之道 虽然来到这个世界 受到了天道的限制 但对于灵力的浅显运用 还是可以的 哄 一声巨响 杨俭一刀斩了下去 那火焰紧紧包裹住的刀芒 直接将那杀枝巨人的身躯 砍成了两半 然而这时 杨俭却是眉头一周 因为她并没有感觉到 这杀枝巨人的灵力 有任何涣散 反而还在牵引着四周的灵力 有趣 杨俭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喃喃道 没想到 这看起不来十分不起眼的杀枝堡垒 居然还能带给她一点小意外 不过 也就只是一点小意外罢了 杨俭眼神一灵 体内的神威 直接倾泻而出 一股莫大的犹如天威般的威压 顿时笼罩在整个杀枝堡垒上空 此时 那个杀枝巨人的两半身躯 开始重新凝聚 堡垒当中 涌出了无数的满天黄沙 就连堡垒外面的大漠里 都流动出了一条条杀枝龙 朝着杀枝巨人狂涌而来 注入到了她的体内 让杀枝巨人的身躯 又变得更加高大了两分 不仅如此 那些杀龙注入杀枝巨人时 也散落出了不少的细杀 纷纷落到了其余的杀兵身上 那些杀兵 也纷纷像是打了兴奋剂一样 立刻挥舞着武器 朝着三军冲了过来 则 陈楚人倾笑两声 看着这群杀兵 那眼神仿佛是在看一群杀笔 哼 三军齐齐大喝一声 他们的灵力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道遮天蔽日的恐怖光芒 三军连军魂都没有动用 因为这群杀兵 还不至于让他们动真格 光芒落下 那群杀兵 瞬间被记得七零八落 纷纷化作细杀 融入了大漠之中 然而没过几秒 大漠之中的细杀 又开始窜动 在原地又凝聚出了一个个杀兵 哦 陈楚人眉头一挑 颇有些意外 看来 这杀盘世界当中的怪物 也没有那么简单 随即 陈楚人的目光 便落到了 那杀兵身后的巨大沙堡上 他隐隐感觉到 这沙堡里 似乎是有着什么东西在牵引着 让四周的流沙不断凝聚 随即 发现后者也已经锁定了那巨大的沙堡 显然 杨简也一眼发现了端倪 斩 杨简瞬间将灵力汇聚到了 坟天掩月刀上 大喝一声 坟天掩月刀 再次绽放出了恐怖的红光 紧接着猛的一劈 一道巨大的刀芒 瞬间呼啸而过 仿佛就连这大漠 都要被这刀芒给劈开 哄 一声巨响 巨大的沙堡 瞬间被劈中 金家庄区 沙堡开始瓦解 那流沙如同碎裂的山石一般留下 不过片刻功夫 巨大的沙堡 便彻底地成为了几个沙堆 而那些沙兵 和那个沙之巨人 也直接瓦解 化成了一滩沙力 看来 都不用陈楚人他们再动手了 陈楚人走上前 很快便在那沙堡所化的沙堆当中 看到了一个亮晶晶的东西 嗯 陈楚人连忙上前 刨开旁边的沙力一看 居然是一个宝箱 宝箱上面 还镶嵌着几颗金银的玉石 要是放在蓝星的玉石市场里 恐怕也能卖出个不错的价钱 不过这些装饰物 在万族战场里 倒是没什么用 恭喜获得沙堡宝箱乘一 沙堡宝箱 陈楚人没有犹豫 便直接打开了宝箱 一道光芒从宝箱里绽放出来 刺得让陈楚人睁不开眼睛 过了片刻之后 光芒才消散 陈楚人这才转回目光 定睛一看 里面赫然是一张高级英雄 招募令 恭喜获得高级英雄招募令乘一 陈楚人一惊 哪怕是他这段时间 一直扫荡四世纪的精英怪物巢穴 都没有刷到一张高级英雄 招募令 而这个沙之堡垒 不过才十多集 而且 就算在万族战场里 也都只能算是普通的怪物巢穴 顶多那个沙堡 有些奇特之处罢了 没想到这么一个小小的堡垒 一群孱弱的怪物 居然能够爆出高级英雄招募令 陈楚人颇为惊讶 不过脸上也露出了几分喜色 看来 这个沙盘世界当中 资源比自己预想的 还要丰富许多 或许 除了争夺这个未免之主外 自己还可以 趁这个机会 多弄点资源 第133章 陷入危机的韩天风 此时 沙盘世界的另外一边 韩天风是洪荒战区的一员 他的实力 在一众领主当中 也算是比较厉害的了 毕竟当初的几个排行榜 他也勉强进入了前一百的 所以 韩天风对于自己的实力 也是相当自信的 不过眼下 他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了 因为他碰到了两个樱花人 有兮 没想到我们运气这么好 碰到了一个落单的大下人 山本和左远两人 看到韩天风的一瞬间 顿时露出了笑容 他们二打一 那不是轻轻松松吗 山本和左远两人之前并不认识 不过都是同一战区的 刚好遇到了 自然便结伴行 要是单独碰上了大下人 他们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毕竟他们也清楚 洪荒战区的平均水平 还是要比他们高尚一些的 而他们两个在樱花战区里 也只是中流层次 要是单打独斗 那肯定是心里没底的 不过韩天风的脸色 就很差了 可恶 没想到我的运气 居然这么差 韩天风有些不甘地 攥紧了拳头 本来他还打算 在这沙盘混战当中 多淘汰几个樱花人呢 他给自己定了的小目标 淘汰十个樱花人 他们洪荒战区已一敌九 平均下来 就需要他们 一人淘汰九个人才行 韩天风又觉得自己是 洪荒战区里实力上层的领主 至少也得淘汰 十几个樱花人才行吧 可没想到 自己刚进入没多久 就遇到两个樱花人 恐怕要被淘汰了 该死 为什么我运气这么败 但凡是遇到其中一个樱花人 我都能够取上 韩天风心里十分不甘 他扫射了一圈 这两个樱花人 基本上都是D级英雄 D级兵种 两个人加起来 都只有一个C级兵种 而韩天风 可是有着两个C级英雄 两个C级兵种 还有一只陈楚人奖赏的 B级兵种 森林之子 大下人 你要是十项点 就自己捏碎沙盘吧 山本说道 他做出一副十分仁慈的模样 一旁的左员眉头一条 有些不解 山本君 现在他就是我们砧板上的鱼肉 为什么不先折磨他一番在 左员凑到山本耳边问道 折磨 怎么可能 山本顿时轻笑两声 你想想 要是打起来 他看到自己的士兵英雄都被杀了 肯定会第一时间就捏碎沙盘逃走 我们怎么折磨他 而且你看 他还有着一只B级兵种 一旦打起来 对我们也颇有损耗 还不如让他自己淘汰 也省得消耗我们自己的实力 山本缓缓说道 一旁的左员 这才恍然大悟 他刚刚太得意了 倒是忘记了这茬 此时 寒天风也在不断地思考 他十分地纠结 不可否认 那两个樱花人说的也没错 自己肯定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可是 寒天风缓缓地抬起头 乐狠狠地瞪着山本和左员 臭鬼子 别白日做梦了 看小爷我今天怎么收拾你 寒天风大吼道 他想明白了 自己要是向这两个樱花人投降 那回去之后 还有什么脸面面对洪荒战区的同胞 怎么面对 给予了自己B级兵种的首领大大 打不了 自己心狠一点 让手下的英雄和兵种拼命 能杀多少算多少 士兵和英雄死了 回到领地之后 都可以复活 无非就是消耗一些资源罢了 但是在这沙盘世界里 这两个樱花人损失的士兵 可是无法恢复的 要是后面有 其他洪荒战区的领主 遇上了这两人 也能够更轻松地击败他们 寒天风咬了咬 便朝着周围的士兵和英雄说道 抱歉了诸位 这次我可能就要辛苦大家了 寒天风说得比较委婉 但众人也都明白他的意思 领主大人不必放在心上 这本就是我等职责 两位英雄 纷纷半跪在寒天风的身前 这一次 他们感受到自家领主的决心 心中颇有些钦佩 他们是战士 本来就应该勇往直前 誓死如归 顿时 寒天风的大军 爆发出了一股坚韧的气势 呵呵呵 山本和左援皆是冷笑着 他们也有些意外 寒天风的选择 倒是有几分骨气 不够吗 没什么用 左援军 我们速战速决吧 好 于是 山本二人立刻下令 浩浩荡荡的四只兵种 立刻朝着寒天风猛扑过来 乍一看 寒天风有三只兵种 山本和左援加起来四只兵种 看起来 差距并不是很大 而且 寒天风的兵种品质还更高 更是有着一只 陈楚人奖励的B级兵种 森林之子 不过可惜的是 这只森林之子兵种的等级 却只有六级 寒天风还没有来得及提升 所以 现在山本和左援二人 还是占据了人数的优势 乒乒乓乓乓 一阵刀光剑影交错 鲜血在一道道寒光当中 似箭而出 寒天风的脸色越来越凝重 一开始 他和山本二人的差距还并不大 甚至是势均力敌 但是他的森林之子等级偏低 无法发挥出B级兵种的优势 加上人数又处于劣势 他的大军已经开始节节败退 人数不断地骤减 两名英雄 在四人的围攻下 也是十分地狼狈 寒天风眉头紧皱着 下意识地从怀里拿出了沙盘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等所以的兵种和英雄战死时 就立刻捏碎沙盘 而山本二人 则是开始晃着手扇着风 好热啊 又过去了十多分钟 寒天风最后的一名森林之子战死 紧接着 两名英雄也是灵力耗尽 体力不支被斩杀叠血 当然 山本二人这边也是损失惨重 四名英雄也战死了一位 兵种也是死去了将近三分之二 可恶 寒天风咬紧牙关 纵使心中有万般不甘 但也无可奈何 他打算捏碎沙盘 就在这时 山本二人看着寒天风的身后 瞳孔一阵 第134章 不知火天 这些沙兵怎么打不死呢 斩 一道灵力无比的刀光直射而出 哄 一声巨响 山本和左远两人的三位英雄 根本来不及躲闪 直接被这刀光劈成了碎片 这 两人脸色瞬间黑到了极点 下意识地往后退却了两步 残余的士兵也纷纷汇聚在他们身前 想要保护他们 寒天风连忙回头一看 只见乌泱泱的一片人朝着他快速靠近 头顶则是飘着一位手持长刀的男人 剑眉心目 身穿金色铠甲 甲昼金光翼翼 看起来神威无比 正是杨简 你是 寒天风对吧 陈楚人走过来 仔细地回想了一番 记起了寒天风的名字 首领大大 没想到您居然还记得我 寒天风喜极而泣 直接冲了上去 一副恨不得抱住陈楚人大腿哭诉的模样 此时 那山本和左远两人 看清楚陈楚人的那一刻 脸上瞬间变得比吃了屎还难受 陈楚人的模样 他们也是深深地刻在脑海里 巴嘎 我们的运气居然这么差吗 山本忍不住吐槽道 这一下 攻守之势一眼 撤退 山本当机立断 连忙下令 残余的士兵掩护两人 则 还想跑吗 陈楚人冷笑两声 轻轻地挥了挥手 身后的草头君 立刻明白了陈楚人的意思 纷纷拉开手中的长弓 灵力运转 刹那之间 天地风云流转 为之变色 嗖嗖嗖 一根根斜卷着恐怖气势的剑雨 朝着山本二人骑射而去 这 这也太恐怖了吧 山本和左远两人瞳孔一缩 看着那朝着自己射来的漫天剑雨 顿时恐惧无比 这强大到极点的气势 就连他的英雄加起来 都不足其十分之一 左远军 我们走吧 山本说完 便立刻捏碎了沙盘 他清楚 这漫天剑雨落下来 就他们这些歪瓜裂走 哪里有什么抵挡能力呢 他对自己的实力认知 还是很清晰的 见状 左远也连忙捏碎了沙盘 于是 两人便瞬间消失了 那些残余的士兵 也一同消散 首领大大 你这也太强了吧 寒天风看着这一幕 心中可谓是无比震惊 那草头军刚刚射出的剑雨 即便是没有锁定住他 却仍旧让他产生了 无比心计的感觉 他感觉 但凡要是一根剑雨锁定了他 他恐怕就难逃一死 而且 寒天风这才仔细地 环视了一圈 看着这乌泱泱的一片大军 心中震撼不已 他倒是知道 首领和高层是有特殊权限 能够在前期 就用领主臂扩充军队 但是 这也扩充得太多了吧 寒天风大致估算了一下 这怎么也有个五六百了吧 而且 寒天风感受着三只兵种收敛的气息 他感觉要比自己的那B级兵种森林之子 强大许多 怪不得首领大大都不招募森林之子 原来是根本就瞧不上 而他可谓是 把那森林之子视若珍宝 毕竟 那可是他品质最高的兵种了 这差距 不错 能够把他们二人打成这个样子 也没有辜负我的森林之子兵种了 陈楚人赞赏地看着寒天风说道 虽然寒天风的实力比那山本和左缘当中任何一人都强 但都还处于同一层面 数量上的巨大差距是难以弥补的 得到陈楚人的夸赞 寒天风心底止不住地涌出喜悦 多谢首领大大夸奖 我以后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寒天风正色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不过 你现在兵种和英雄都全部战死了 你要不还是先离开沙盘世界吧 陈楚人说道 毕竟没了兵种和英雄 寒天风一个人留在这里 也没啥用了 首领大大说的是 寒天风也知道 于是便捏碎了沙盘 首领大大再见 祝首领大大齐开得胜 随即 寒天风的身体便也消失了 经过了这么一个小插曲 陈楚人等人的步伐也没有担得太久 立马便继续前进了 另外一边 不知火天身边已经集结了有五六个领主了 他这一路过来遇到的樱花领主 无意不是想要跟随他 毕竟自从之前首领争霸赛的哲己 樱花国已经改变了策略 让九大战区以天照战区为主 由不知火天统一带领 避免又出现什么差错 所以 哪怕这些樱花人并不是天照战区的 但也都听从不知火天的命令 不知火天看着身旁谄媚的五六个人 不由得眉头一皱 人太多了 而且 这几个家伙的实力 在九大战区里面 还都处于中下游 对于不知火天来说 那完全就是累赘啊 不知火天还打算仔细搜寻一下 天道说的资源呢 但是这些人跟着自己 实在是太拖延自己的效率了 该怎么办呢 不知火天心中盘算着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英雄突然凑上来说道 领主大人 前面发现了一个怪物巢穴 哦 不知火天有些意外 没想到这沙盘世界里 还有怪物巢穴 连忙带着众人前进 沙族堡垒 等级 十二级 介绍 沙族的大本营 蕴含大量的宝物资源 居然是十二级的怪物巢穴 不知火天有些惊讶 要知道 就连他自己等级最高的兵种 都才只有九级罢了 不过他们现在有这么多人 完全可以拿下 不知道这所谓的大量宝物资源 到底有多少 不知火天眼里 闪烁着火热的光芒 你们 先派人上去试探一下 不知火天朝身旁的几人说道 几人面面相去 他们也看到了 这沙族堡垒的等级 让他们的人上去 那不是送死是什么 可是他们也不敢忤逆 不知火天的命令 只能咬咬牙 硬着头皮 让手下的士兵冲了上去 十多分钟之后 几十名士兵 纷纷死在了沙兵手下 然而 那些沙兵的身体被击碎之后 却又诡异得重新凝聚在了一起 不知火天眉头紧皱 可恶 这些沙兵 为什么打不死呢 不知火天又看了看身旁的那五六人 他们的脸色 也都无比阴异 毕竟他们的士兵 基本上都死了将近一半了 不知火天心中有些纠结了起来 他不可能让这些人的士兵 全部死干净 不然的话 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可是 不知火看了看那个巨大的沙族堡垒 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据垂军掩护 其余人随我撤退 第135章 大夏的纠结 蓝星 大夏 怎么样 首领争霸赛 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了 听说欧罗巴那边 也死了一个首领了 什么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 为何会如此凶险 不知道啊 从今年最早是洪荒战区所在的卫面 首领争霸赛 死了五六个首领呢 唉 也不知道龙少能不能赢 万族战场总局里 大家又无比焦急地讨论着 显然 出现了第一个死亡的人 让他们都有些心慌了起来 大家先别急 龙少可是有着两名S级英雄 这个阵容 也就只有漂亮国的一位领主 能够与之媲美 再加上 我们一共有三个战区 人数上面 也没有陷入烈士 还是有着极大的希望 夺得第一的 陈老说道 看到众人都有些慌乱不安 他便想要将众人安稳下来 不过效果有限 可是我听说 那漂亮国和欧罗巴这次联手了 想要先把我们排除掉 是啊 欧罗巴加上漂亮国 一共就有五个战区了 那几个首领加起来 有三个S级英雄 其他的也都是A级英雄 更何况 听说欧罗巴着重培养的那个 还有着一只S级兵种 唉 之前我就说 干脆和樱花联手 毕竟同属东方 要是之前放弃掉洪荒战区的话 这次肯定就能够和他们联手了 一个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 叹着气说道 文言 整个会议室都陷入了死寂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不过那人并没有因此 有任何的慌乱 反而语气 还变得更加严肃了几分 因为之前洪荒战区的事情 加上那不知火家族的大小姐生死 樱花国现在也是彻底和我们决裂 倒向了漂亮国 不然的话 啪的一声 众人身体结实一阵 连忙看了过去 只见韩老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恶狠狠地瞪着那人 你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吗 韩老愤怒的 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那双眼眸里满是怒火 几乎都恨不得直接喷出来 把那人活活烧死 顿时 其余人也是下意识地咽了一口唾沫 韩老 有些话 我自然是不会在外面乱说 但是你也应该清楚 如果当初及时放弃掉洪荒战区 那些资源也不会浪费 这次的首领争霸赛也能够将樱花国拉到我们战线上 为了一个洪荒战区 反而损失掉了我们三大军区 以及龙少 这后果 真的值得吗 那人直接站了起来 直冲着韩老说道 丝毫没有退让 这让他周围的几人颇有些惊讶 此时 会议室里陷入了死寂 其余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心里都有些想法 但都不敢冒头 所以 那洪荒战区的十多万人 便不是我们大厦人了吗 如果当初就这样放弃掉他们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当然 我会因此陷入愧疚 但是 用洪荒战区的牺牲 来换取更多人的发展 当然是值得的 韩老 我们是决策者 本身就应该为了大局而服务 那人说道 韩老沉默了 身子也微微往下沉了几分 他承认 对方的话 的确是有些触动到了他 可是 整个会议室里沉默了许久 其他人犹豫了许久 终于有人忍不住冒头了 韩老 为了一个洪荒战区 反而让我们三大军区战区 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甚至是让龙绍身处险境 这责任 我们真的是 背不起啊 是啊 其余人也是纷纷附和道 可知 韩老死死地攥住了拳头 脸色更加地阴沉了几分 他哪里会不明白这些人的想法 无非就是害怕 这次首领争霸赛施力 他们想要躲过上面的追责罢了 毕竟若是龙绍 真的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恐怕整个万族 战场总局都要被掀翻了 韩老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环视了一圈众人 这次凝重地开口道 行了 我清楚你们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若是这次首领争霸赛 有任何的闪失 所有的责任 都有我一力承担 韩老心事重重地 来到了首长府 进来吧 首长让他进去 首长 坐吧 韩老有些拘谨地 坐在了首长的面前 此时 首长还在处理着手下的文书 韩老也很识趣地没有说话 静静地等着 过了一会儿 首长长舒了一口气 将钢笔盖上帽 插回了笔筒 啊 首长伸了个懒腰 将身子重重地靠在了椅背上面 显然 忙了一天 首长也是有些疲惫 随即 他缓缓地看向了韩老 老韩啊 首长大人 上午 龙老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首长缓缓说道 文言 韩老瞬间瞳孔一阵 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 龙老 他当然知道 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代表什么 他也知道 对方打来的这个电话 大致是为了什么 韩老的眼底 闪过了一丝落寞 似乎像是一个苦苦挣扎了许久的人 终于选择了放弃 之前的事情就算了 不过挨这之后 我们还是得把重心 放到几个军区战区上 或者说是 放到龙少的身上 毕竟这才是我大厦的根本 为了整体利益 我们只能牺牲掉一小部分人了 首长有些无奈地说道 虽然他坐上了这个位置 但有些事情 还是无能为力啊 那洪荒战区 韩老支支吾吾的 脸上还是有些不忍 一亿敌酒 终究是没有胜算的 算了吧 我明白了 PS 记记记了 暑假还有两三天就结束了 第136章 诸位 真是好巧啊 此时的沙盘世界当中 陈楚人从坐骑空间里 召唤出了小蓝 那蓝白色通透的身躯 在半空中盘旋 仅仅只是看了几眼 仿佛就要体感温度凉爽了不少 陈楚人纵身一跃 便直接跳了十几米高 轻松地落在了小蓝的背上 现在陈楚人的身体 已经强化到了相当恐怖的层次 用力一跃 便能够跳二三十米高 还能够平稳落地 这要是放在蓝星 都成超人了 陈楚人远跳 刚好看到了 天边有一波小黑点 看起来 应该是有着不少人 这时 杨简也飞到了陈楚人的身边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几个樱花领主 为首的那人 兵种和英雄 基本上达到了八级左右 八级 在洪荒战区 也就只有三个高层 能够达到这个级别 而九大樱花战区里面 恐怕也就只有 那几个首领 和少数的一些个高层 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了 不过对陈楚人来说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走 去把这些人淘汰掉 陈楚人说道 既然遇见了 那可不能就把这些樱花人 给放跑了 刚好还是好几个人 也省得了自己 一个个去找的麻烦 领主大人 前方有一队人马 正在朝我们快速靠近 几个樱花人当中 高天原战区的新首领 齐木君手下的英雄 率先感知到了 陈楚人等人的气息 只有一队人 齐木君问道 是的 得到了手下英雄的肯定 齐木君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走 上去看看 若是我们自己人 加入进来 我们的实力又能增强几分 若是大下人的话 节节节节 齐木君冷笑着 脸上露出了无比残忍的表情 身旁的几个樱花人 也是大笑起来 他们进入这沙盘世界里 可都想着能够多虐杀几个大下人 都这么久了 一路上就遇到他们几个 一个大下人都没有看到 一时间几人都有些手痒了 他们加起来也有六人了 足足有着接近三百的兵种 哪怕是碰到了大下的三位高层 他们也有信心一战 他们心里都不约而同地 升起了一个想法 希望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大下人 走走走 加快速度 万一这次遇到的是大下人 可不能让他给跑了 齐木君有些着急地说道 连忙催促手下的士兵 他有种十分强烈的预感 这一次遇到的肯定是大下人 肯定是 他的预感很少有处错过 曾经他在偷尝禁果之时 忽然感觉到了危机 及时寸直 果不其然 父母回来了 如果不是他的预感 他被发现了 恐怕皮子都要被扒下一层 自此之后 他的预感也时常灵念 齐木君因此极为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很快 他便看到了前方乌泱泱的一片 瞬间 齐木君几人脸色结实一变 巴嘎雅鲁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齐木君被这恐怖的人数给吓到了 他连忙质问 刚刚给他通报的那个英雄 巴嘎 你不是只有一队人马吗 怎么会有这么多士兵 齐木君怒不可遏 居然直接一巴掌 打在了那个英雄的脸上 领主大人息怒 我 我刚才的确只感知到了一个领主的气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名英雄 捂着有些发红的半边脸 连忙半跪在齐木君面前 惊恐无比 哼 齐木君冷哼一声 心中无比愤怒 齐木君 你仔细看 对方好像只有三只兵种 这时 旁边一个眼尖的领主说道 三只兵种 齐木君这才仔细端向了一番 果然是三只兵种 正常来说 每个领主招募到的英雄和兵种 都是不尽相同的 几乎很少能有招募到相同兵种的两个人 哪怕是那些比较大众的兵种 比如A级兵种里的冲锋兵 一个战区里面 能有两个领主同时招募到 就已经是十分凑巧的了 而对面却只有三只兵种 那么也就意味着 对面最多也就只有两个领主 两个领主便有着 五六百人 这怎么可能 普通领主一只兵种 只能给使用兵种招募令扩充一次 也就是说 二本领主最多能拥有自己招募的兵种四十个 所以 面前的恐怕是其他战区的高层或者是首领 齐木君自己也是首领 但他也才只有不到一百名士兵 而对面 两个人就坐拥接近六百人 这差距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对 怎么没有看到对方的领主呢 齐木君仔细地搜寻着 但始终没有看到对方的领主 真是奇了怪了 不过齐木君还是上前几步 不知前方的朋友是来自那个战区 杨检等人停住在几百米外 并没有继续前进 洪荒 杨检面不改色地说道 洪荒战区 顿时 齐木君等人脸色一变 糟糕 对面恐怕是陈楚人和他们洪荒战区的高层 快撤退 齐木君瞬间变得惊恐无比 话还没说完 便直接掉头就跑 两个英雄则是连忙跟上护住他 见状 另外几人也是纷纷跑路 原本他们还以为集结了这么多人 哪怕是遇到了陈楚人 也不拒 可是没想到 仅仅只是三只兵种 便有着接近六百人 他们引以为傲的人数优势 也是瞬间荡然无存 还不跑路 那不是等死吗 然而他们还没有跑出十几米远呢 突然就听到头顶的云层之中 传来了声响 好 一道震耳欲聋的声音 瞬间将他们笼罩 恐怖的音浪 似乎都要直接震破他们的耳膜了 齐木君等人 下意识地停滞了下来 缓缓地抬起头 瞳孔猛地一缩 他们身旁的英雄们 也是纷纷上前几步 下意识地想要保护自己的领主 然而 抬起头的一瞬间 心底涌出了一股无穷无尽的巨异 好 伴随着恐怖的音浪 一只蓝色的庞大身影 缓缓地从云层之中飞下 而他们的目光 顺着那龙身 发现了一道极为熟悉的身影 诸位 真是好巧啊 第137章 沙漠风暴 诸位 真是好巧啊 陈楚人缓缓地站立在小蓝背上 神色淡然 水灵蛟龙那庞大威武的身躯 持续散发着恐怖的威压 而背上的陈楚人 更是被衬托的威严神武 陈楚人微微一笑 若是放在日常场合当中 这笑容看起来无比的和善 可是现在 在奇目君几人眼里 那就像是恶魔吃人之前的笑容一般 陈 陈楚人 奇目等人顿时无比惊恐 害怕地咽了咽口水 他们十分意外 没想到运气这么差 偏偏遇到了洪荒战区的首领陈楚人 扑通一声 一个樱花领主直接跪了下来 满眼祈求地望着陈楚人 陈楚人 我 我无意和你为敌 还请您大人有大量 啪 他话还没说完 奇目君直接上去就是一巴掌 把他给打倒在地 你个废物 奇目君恶狠狠地朝他身上吐了一口唾沫 马德 这直接把他们樱花的脸都给丢尽了 这个蠢货 脑子真是喂狗去了 这次卫面之主争夺战 又不会有性命危险 要是感觉不妙你 直接捏碎沙盘 不就完了 用得着跪下来求陈楚人吗 事实上 那人实在是被陈楚人给吓到了 一时间忘记了 可以直接捏碎沙盘传送回去 陈楚人 你也别太得意了 就算是你再强 但是双拳难敌四手 面对我们樱花帝国这么多人 你不可能赢的 若是现在向我们臣服 之后我们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下寻你一些好处 奇目君强装着镇顶说道 他毕竟也是一个战区的首领 因此 即便知道自己不是陈楚人的对手 但气势上可不能输 哦 那我要是不向你们臣服呢 陈楚人饶有兴趣地问道 那等不知火天夺得了卫面之主 你可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奇目君恶狠狠地说道 实际上 说完这句话 奇目君心里就有点发出了 死路一条 哈哈 陈楚人忍不住仰头大笑起来 过了两秒 才缓缓收起了笑容 然后慢慢地注视着奇目君 陈楚人的眉头一条 嘴角微微一脸 那我倒是想看看 你们怎么让我死路一条 陈楚人历声说道 随后便示意脚下的小兰 好 小兰猛地张大了她的血盆大口 一股恐怖的气势倾泻而出 龙威 哪怕小兰只是蛟龙 龙族血脉稀薄 但只要是蕴含了一丝龙威 那也不是奇目君 这些A级 B级英雄和兵种 能够抵挡的 该死 这陈楚人 居然还降服了一条 如此强大的蛟龙 真是羡慕死人了 奇目君咬紧牙关 看着那强大无比的水灵蛟龙 心中那是羡慕死了 别说蛟龙了 哪怕是一头强大一点的狼虎 她都没能找到幼崽签订契约成为座齐 而陈楚人一找座齐 就找到了蛟龙 马德 怎么好事全让这陈楚人一个人给占完了 这陈楚人实在是恐怖 不是我能抵挡的 这次卫免之主争夺战 实属运气不佳 奇目君心中无奈地喃喃道 便只好拿出了沙盘 没有犹豫 直接捏碎 奇目和他的一百士兵英雄 全部消失 周围的几人健壮 顿时瞳孔一震 马德 跑得居然比我们还快 好歹你也是一个战区的首领啊 怎么比我们这些普通领主都不如 见状 几人也是纷纷捏碎了沙盘 原本的几百士兵和英雄 也是请客之间消散得没有一丝痕迹 啊 我这都还没开始攻击呢 陈楚人有些无语 心想这几个家伙 未免也太胆小了吧 自己这都还没有动手呢 怎么就跑得一干二净了 算了 陈楚人耸了耸肩 无所谓了 杨姐 我们继续前进吧 于是 大军便又踏上了前路 就在这时 天道之音突然出现 通报 沙盘世界当中将会随即出现沙漠风暴 沙漠风暴之中会伴随着大量强大的沙族 请各位领主注意 另外 沙漠风暴之中也会出现大量的宝物 沙漠风暴 宝物 陈楚人微微一惊 看来这沙盘世界当中的确没有那么简单 这所谓的沙族士兵 想必应该就和之前遇到的沙族堡垒里的差不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沙漠风暴应该就不会太危险 陈楚人有些好奇 这所谓的宝物会有些什么呢 杨简 玄女 大士 你们密切注意四周有没有那个沙漠风暴 是 与此同时 另外一遍 宁红夜一路上也遇到了几个樱花人 一一将其淘汰 但是一路上下来 他的士兵也损耗了一大半 好在他的森林之子兵种实力保存的较好 哪怕是遇到两三个普通的樱花领主 也能够击败 沙漠风暴 宝物 宁红夜摇了摇头 心想还是多淘汰几个樱花人吧 卫面之主争夺战前 家里也想办法给他弄来了一些能够恢复的道具 但即便如此 他的损耗也是有些大 再加上 这沙盘世界里实在是太晒了 宁红夜担心自己再多晒一会儿 就得成黑妹了 那自己还怎么见陈楚人啊 我的面膜也用了快三分之一了 一路上 宁红夜都是贴着面膜防晒 这时 万花精灵突然飞到了宁红夜的耳边 无比焦急地说道 领主大人 前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风暴 正朝着我们快速袭来 宁红夜顿时身子一震 风暴 不会就是刚刚天道说的那个沙漠风暴吧 万花姐姐 春风姐姐 那沙漠风暴很强吗 宁红夜问道 回领主大人 那沙漠风暴里 似乎能够不断地凝聚出沙族士兵 基本上都有着十二三级 实力不弱 不过由我们带领 应该能够解决他们 PS 上一章一直在卡审核 就是展开细说了 一下那个偷吃尽果 本来以为没啥 结果还是被宣披毙掉了 抱歉抱歉 让大家久等了 第138章 无奈的樱花人 很快 宁红夜等人便看到了那沙漠风暴 巨大的沙尘暴直冲天际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卷起了漫天的黄沙 宁红夜看着这沙尘暴 心里微微有些发怵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沙尘暴 不过随即 他便看到了沙尘暴之中 开始凝聚出了一个个黑点 哼 一个个沙族士兵从沙尘暴当中走了出来 而那沙尘暴 也因为沙族士兵的走出而停了下来 看样子 这个沙尘暴 是这些沙族士兵弄出来的 万花姐姐 春风姐姐 交给你们了 宁红夜说道 是 灵主大人 随即 万花精灵和春风精灵 便带着一众士兵冲了上去 哄哄哄 一道道恐怖的灵力交锋之后 宁红夜的两只兵种瞬间死伤无数 只有那森灵之子 还幸存了不少 不过沙族士兵也损伤了许多 那沙尘暴 明显地被削弱了一大半 宁红夜有些心疼 自己三只兵种里面 前两只兵种 就已经损伤惨重了 该用那个了 宁红夜没有在犹豫 立刻拿出了 事先准备好的兵种恢复剂 是否使用兵种恢复剂 是 光芒一闪 两只兵种又出现在了宁红夜的眼前 兵种恢复剂 可以一次性复活一只兵种 价格十分昂贵 甚至比在领地里直接复活 还要昂贵许多 但是在这个特殊时期 宁红夜也没有其他的选择 紧接着 两只兵种又再次冲了上去 此时 万花精灵已经飞入了沙尘暴之中 他要找到封眼 一举摧毁沙尘暴 这时 万花精灵仔细一看 发现沙尘暴最核心的地方 居然是一块晶莹的黄色石头 黄色石头周围 全都是暴虐的灵力 哪怕是他都无法靠近 那就只能尝试用蛮力摧毁了 万花精灵眼神一灵 催动起了体内磅礴的灵力 万花飞舞 刹那之间 体内的灵力 如同一道道绿色的利刃 飞射而出 尽数朝着那黄色石头射去 轰轰轰 一声声巨响 那黄色石头周围 暴虐的灵力减少了一大半 可行 万花精灵绝美的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惊喜 幸好之前 宁红夜用进化卡 将万花精灵的品质提升到了S级 让万花精灵的全体能力 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增强 不然的话 光凭A级英雄的力量 恐怕是难以将这黄石四周的灵力击散 紧接着 万花精灵加大了灵力运转 四周飞舞的绿色利刃 又增加了两倍有余 轰轰轰 一声声更为震荡的巨响爆发而出 终于 那黄石周围的灵力被禁数击散 万花精灵锁定住黄石 立刻引导着利刃刺去 砰 黄石直接炸裂开来 顿时 周围狂暴的沙尘暴消散了 正在和兵种们陷入敖战的沙族士兵们 也随风而逝 成功了吗 宁红叶健壮 顿时脸上一袭 待确认了安全之后 便迫不及待地跑了上去 随着沙尘暴的消散 万花精灵的身影 也清晰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里 万花姐姐 这次可辛苦你了 宁红叶兴奋地走了上去 领主大人 万花精灵也飞了过来 他的手中还捧着一个流金的宝箱 宁红叶接了过来 细细地打量着 这里面就有宝物吗 宁红叶打开宝箱 恭喜获得黄金级装备成衣 宁红叶大喜 连忙将黄金装备取出 刚好又是适合万花精灵的 便直接让万花精灵装备了 现如今 万花精灵的品质提升到了S级 是他最强的英雄 自然要优先考虑 春风姐姐 先委屈你了 只能下次再给你弄 宁红叶有些抱歉地 对春风精灵说道 之前的进化卡 也是给了万花精灵 这让宁红叶颇有些不好意思 没关系的 春风精灵笑了笑 他心里也很明白 只有万花精灵 才能将这件装备 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随后 宁红叶便带着士兵继续出发了 万花姐姐 现在要是遇到了那沙尘暴 你能不更快一点解决吗 宁红叶问道 当然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我至少能够缩短一半的时间 万花精灵自信地说道 有了先前的经验 下一次 他自然是更加的轻车熟路 加上那件黄金级装备的加持 让他的实力又强大了许多 那就太好了 宁红叶大喜过望 那个沙漠风暴 的确是相当强大 别看万花精灵击碎了黄石 便解除了沙尘暴 那是因为 宁红叶消耗了大量的士兵 给万花精灵争取时间 而且 如果不是万花精灵的品质 提升到了S级 恐怕根本就无法解决 这个沙漠风暴 那些沙族士兵强大无比 仅仅只是几个照面 他的两只A级兵种 便损失惨重 现在 宁红叶的兵种恢复剂 也只剩下两三个了 而这才刚刚进入 沙盘事件没多久呢 能省一点是一点 但不得不说 那沙漠风暴里蕴含的宝物 实在是太吸引人了 黄金级装备啊 宁红叶 怎么能够抵挡这强大的诱惑呢 另外一边 樱花战区的几个首领 也都遇到了沙漠风暴 伊贤纳美战区的首领 藤原礼手下 也聚集了四个领主 藤原礼 也对那所谓的宝物有些眼馋 便让手下四个领主 先上去探查 四人知道自己 这是被当成了炮灰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他们都只是普通领主 哪里敢违逆战区首领的命令 所以只能硬着头皮 让手下的兵种冲了上去 五 沙族士兵显现 挥舞手中的沙毛 请客之间 黄沙四起 瞬间便将他们冲上去的士兵 给吞噬了 这 这也太强了吧 仅仅只是一个照面 几十个士兵 便瞬间被击杀了 顿时 那几人脸色变得无比难看 这可是他们几乎全部的心血 就这么没了 居然这么强 藤原礼心中 也是相当的震惊 该死 这些沙族士兵 居然有十二级 藤原礼心中开始盘算着 这些沙族士兵 估摸着有着五六十个 而他的两只兵种 才刚刚九级 数量倒是有一百个 本来他还打算 让那几个废物牵扯一二 结果一个照面 就全军覆没了 就算他自己的士兵数量 是沙族士兵的两倍 那也多半打不过来 就算打过了 也绝对是损失惨重 那后面 还怎么在这沙盘世界里存活下去 只能后面再找人一起来了 藤原礼心中十分无奈 撤退 第139章 流传三兄弟 整个沙盘世界当中 大约出现了几十座沙漠风暴 但是和十个战区 那庞大的人数相比 那可就微不足道了 要是遇见 那可以说 是被幸运女神无比偏爱了 或者 是被厄运之神钟爱 此时 沙盘世界的某处 三个模样 长得十分相似的 三个灵主走在一起 身后约莫 有着接近120个兵种 他们是流传三兄弟 他们自己 也没有想到 进入沙盘世界之后 距离这么近 没走多久 三兄弟居然就遇到了一起 真是天照大神保佑我们 居然让我们聚在了一起 哈 老大很是兴奋 他们兄弟三个 实力都不弱 在櫻花九大战区里面 也算是比较强的了 除了那些首领和高层以外 基本上 就是数他们 这一批 实力最强了 因此 三人聚集 他们有信心 干掉洪荒战区的高层 基本上 在这沙盘世界里面 遇到的洪荒战区领主 基本上都不会是他们的对手 哪怕是四五个一起的 他们也不会惧怕 这次就是他们了立下大功的绝好机会 大哥 你看前面 这时 老三突然发现了 前方似乎有着什么黄黄的东西 因为和这漫天黄沙融合的极为融洽 不仔细看的话 是根本看不出来的 那是什么 老大眉头一挑 连忙让手下的英雄感知一番 回领主大人 好像是沙尘暴 而且不是普通的沙尘暴 我在里面感受到了不少强大的气息 听到英雄所言 三兄弟顿时眉头一皱 沙尘暴 难道这就是天道所说的沙漠风暴 估计是了 天道不是说里面还有着宝物吗 以我们三兄弟的实力 肯定是轻轻松松就解决了 不错 那我们赶快上去解决 也不知道这宝物究竟有多么珍贵 连天道都还特意提醒了 老大 这还用说吗 肯定是相当珍贵的 我们赶快上去吧 于是 三兄弟眼神无比火热 迫不及待地便带着众人冲了上去 很快 沙漠风暴便席卷到了他们不远处 这沙漠风暴似乎还有点东西 看着漫天黄沙都被这风暴给卷起 气势无比骇人 仿佛一头能够吞噬一切的凶兽 对着他们张着血盆大口 流川三兄弟皆是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然后相视一眼 显然 他们都有些犹豫了 老大 老大 先试试吧 于是 老大便率先让手下的英雄带上一只兵种 上前试探 砰 十多名沙族士兵从沙漠风暴当中走了出来 卧槽 全都是十二级的士兵 三兄弟顿时吓了一跳 十二级啊 他们兄弟三人里 等级最高的兵种都才只有八级 差了整整四级啊 这上去不是被虐菜吗 完蛋了 老大心头大震 他知道 自己的这点士兵肯定是不够对方塞牙缝的 快回来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 那沙族士兵便纷纷挥舞起了手中的长矛 顿时 背后那停滞住的沙尘暴当中涌出了无数的黄沙 那密密麻麻的黄沙 如同一只密不透风的巨王 瞬间便将那些士兵给困住了 包括那个带队的英雄 紧接着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 这些士兵和英雄便死亡了 您的英雄龙套立士已死亡 您的兵种龙套兵已死亡 您的兵种龙套兵已死亡 我的龙套 老大瞬间发出来撕心裂肺的哭喊 那可是他的心血啊 没想到在对方的面前如此的脆弱不堪 大哥 看样子这沙漠风暴的确是有些棘手 要不我们先跑吧 是啊大哥 大夏有句话说得好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留得青山在不怕煤柴烧 不亏是去大夏留过穴的 老三你这肚子里还真有些墨水啊 哎 二哥谬赞了 我这不也只是学了点皮毛吗 哎 老三你就不用谦虚了 正所谓 一旁的老大捂住胸口 脸色黑到了极点 尼玛 感情死的不是你们的兵种和英雄 你们就不心疼是吧 不是说撤退吗 怎么你俩还商业互吹了起来 撤退 老大上去给了老二老三一人一拳 然后立刻带着大军撤退 以最快的速度撤退 老大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 身后的那些沙族士兵已经消失了 应该是全部回到了沙漠风暴当中 我靠 老大瞳孔一震 他发现身后的那沙漠风暴 居然也加快了速度 快快快 千万别被追上了 众人仓皇逃窜 三兄弟脸上 哪里还有半分之前的自信从容 什么几百洪荒战区高层 什么立下大功 这些想法早就被抛之脑后了 相较于宁红叶 几人的兵种 若是能再强一些 或许也能够勉强拖住这些沙族士兵 再加上六名英雄联手 或许也能够击破 那沙漠风暴里的核心黄石 只是 他们三人手下的英雄里面 并没有能够感知到 沙漠风暴的内部 要么等级高一些 要么就是英雄的品质高一些 感知才能突破沙漠风暴外的 那一层层的黄沙 三兄弟狼狈被逃窜了 约莫有十多分钟 眼看着身后的沙漠风暴越来越近 已经有好几个士兵 被沙尘暴给吸进去了 大哥 你看前面有一大队人 还真是 顿时 三兄弟脸上皆是一喜 他们发现 前面乌泱泱的一片 怎么也得 有个几百人了吧 太好了 前面 估计是我们哪个战区的首领 聚集了不少领主 我们赶快过去 有他们的帮助 这后面的沙尘暴 便不足为虑 三兄弟立刻使出了最后的劲 朝着前方极力靠近 此时 陈楚人看着眼前狼狈逃来的众人 嘴角微微上扬 第140章 快跑 那是陈楚人 杨俭 好好招待一下他们 是 杨俭应声道 紧握着坟天掩月刀 便上前一步 体内的灵力开始运转起来 随时准备爆发出去 流川兄弟三人越来越近 终于 他们看清楚了陈楚人的脸 大哥 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是啊 我也觉得 老二和老三两人 极力地回忆着 这时 老大心神一颤 他猛然想起来了 不好 快跑 那家伙是陈楚人 洪荒战区的首领陈楚人 顿时 老大连忙拉住老二老三 一个急刹车 三人下意识地往后一回头 前有陈楚人 后有沙漠风暴 这往哪跑 大哥 现在该怎么办啊 要不我们跟陈楚人拼了 毕竟我们人多 说不定 拼个头 你是看不到陈楚人后面 那密密麻麻的士兵吗 起码也有五百多了 那咋办 此时身后的沙尘暴 也越来越近 三兄弟都已经能够明显地感受到 背后的强大犀利 仿佛有着无数双大手 在用力拽着他们 流传老大也事前看一看 然后回过头看看后面 紧皱的眉头上面 不断地流下汗珠 老大 大哥 听着老二老三的求助 他心里也是一阵焦急 最后 老大终于做出了抉择 行了 我们回去吧 老二老三愣了一下 回去 意思是 只见老大缓缓地拿出沙盘 一把捏碎 现如今 前后无论是哪边 他们三兄弟都没有一丝的胜算 与其白白地让手下的英雄和士兵去送死 还不如主动退出划算 见状 老二老三也是 纷纷拿出了沙盘 然后用力捏碎 呼 一众身影顿时随风消逝 见状 陈楚人脸上瞬间露出了不懈的笑容 这三个家伙 居然就直接被吓跑了 这也太胆小了吧 不过 既然这些家伙直接跑了 那么自己也来懒得去对付他们了 陈楚人缓缓地看向那袭来的沙尘暴 眉头微微一蹴 这个应该就是天道说的那个沙漠风暴了吧 宝物 不知道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 陈楚人喃喃道 便让杨俭带队出击 沙尘暴渐停止了前进 一个个沙族士兵从风暴当中钻了出来 居然才十二级 陈楚人有些意外 原本他还以为 怎么也会比之前遇到的沙族堡垒要强一些呢 这样一来的话 凭借杨俭和草头军 应该就能够毫发无损地轻松拿下 杨俭紧握着焚天掩月刀 立马便感知到了风暴内部的情况 看样子 这风暴是有着特殊的法阵形成的 还需要这些沙族士兵的灵力 才能正常运行 只要摧毁了这风暴里的核心法阵 便可以一举击破这些沙族士兵 显然 有了之前沙族堡垒的一战 杨俭有了经验 若是直接和沙族士兵搏斗 恐怕这些沙族 又能够从风暴和四周的黄沙当中汲取能量 不断地恢复 那风暴里的核心法阵 不仅仅是维持风暴 肯定也在不断地为沙族士兵提供能量 你们缠住这些沙族士兵 杨俭朝草头军吩咐道 随后脚尖一点 杨俭便直接飞进了那风暴当中 风暴外围那凌乱的黄沙 在急速的催动下 也是蕴含着十分凌厉的攻击 像之前宁红叶的万花精灵 也是费了不少的力 才穿过外层的风沙 而杨俭则是直接穿了进来 毫无阻碍 这些风沙对他来说 脑痒痒都没有感觉 要是那万花精灵见到了这一幕 恐怕又是一阵眼冒小星星 果然 杨俭悬浮在那黄石前 黄石周围 还裹着一层更为凌厉的风沙 杨俭用焚天掩月刀往下一批 刺 黄石周围的黄沙瞬间消散 砰 黄石直接炸裂开来 风暴停了 那些沙族士兵 也是随风化作了一堂黄沙 没有了之前的升级 风暴消散之后 黄石的碎片里 也蹦出了一个宝箱 飞到了杨俭的手里 杨俭连忙飞回到了陈楚人的身旁 将宝箱递给了陈楚人 领主大人 这是在那沙尘暴里发现的宝箱 陈楚人接过 心想这个 应该就是天道所说的宝物了吧 看起来似乎要比之前 那沙族堡垒刷出来的宝箱 要豪华一点 这宝箱上面 还镶嵌着一些亮晶晶的宝石玉石 陈楚人也不是婆婆妈妈的人 再说了 都开了这么多次箱子了 早就已经波澜不惊了 直接面无表情地打开了宝箱 恭喜获得妙法白沙 黄金级 橙衣 居然是黄金级装备 陈楚人有些惊讶 这么久以来 哪怕是那些四世纪的精英怪物巢穴 都没有爆出黄金级装备 不知道是不是陈楚人太黑了的原因 这可比那高级英雄招募令珍贵多了 这样一看的话 这沙盘世界倒是个刷装备的好地方 陈楚人难难道 如果不是要争夺这个未免之主 陈楚人恨不得把所有时间 都拿去搜寻这沙漠风暴 陈楚人看了看 这个妙法白沙 好像是专门给慈航大士准备的一样 这个头饰 也只有他能够装备 所以陈楚人也没有犹豫 直接交给了慈航大士 毕竟现在慈航大士的装备 还要比杨俭和九天玄女差一些 后面还是得想办法 给慈航大士弄个薄金级装备了 不过嘛 这个恐怕得等到后面 和其他未免竞争的时候了 那个时候 可就不仅仅只是他们这些人了 最大的竞争对手 无疑便是各国的军区战区 不对 应该是军区统治的未免 那可是各国官方扶持的 可不他们这种 简单来说 一个是国企 背靠的可是国家 而陈楚人他们 这些都是私企 只能靠自己和背后家族的力量 当然 国家也会根据情况给一些支持 但肯定不如支持军区的多 还有一点 国家那些背景最深厚的人 基本上也都是在军区里面 所以 等领主的战争扩大到未免之时 这些军区统治的未免 才是最大的对手 还有一点 到了那个时候 恐怕自己也会受到一些限制了 陈楚人收回思绪 有些想远了 还是先把眼下的未免之主 拿到手再说吧 PS 可三终于过了 可把我担心坏了 当然 这可能对于各位帅哥来说都是 轻轻松松的 不像我这么小题大做 第141章 大夏和樱花的决策 蓝星 听说了吗 之前的那个洪荒战区 他们现在已经开始 未免之主争夺战了 诶 这么快吗 我记得 咱们那几个军区 不是才首领争霸赛吗 不知道诶 之前和樱花国交易的时候 洪荒战区 就已经是首领争霸赛了 啊 洪荒战区 他们的进度 居然这么快 为什么啊 不知道啊 不过洪荒战区 这次肯定是不好过了 未免之主 争夺战里的人数优势 实在是太大了 很难靠个人力量扭转啊 是啊是啊 不过这洪荒战区的是小 那几个军区 可是关乎到我们国家脸面的 这才是重中之重 你这话就有点不太好吧 哪个战区能是小事 那可是几万十几万的人啊 嗨嗨 我的意思是 和那几个军区相比 洪荒战区的事情 就可以往后放一放了 老实说 洪荒战区这次肯定是没戏了 毕竟未免之主争夺战 不像首领争霸赛的变数那么多 唉 我还是希望能够出现奇迹 希望吧 不过 还是得早点做好心理准备 万族战场的事情 基本上都是当下的热点新闻 毕竟 万族战场关乎到了整个国家 甚至是人族的利益和发展 不过显然 所有人都对洪荒战区不看好 而另外一边 樱花国 不知火家族 族长 我们之前天照战区的首领争霸赛 损失惨重 这次我们必须得狠狠地出一口恶气 就是就是 不能放过洪荒战区 上次为了赔罪 让我们整个不知火家族都丢进了脸面 全都是因为这个洪荒战区 没错 不能放过洪荒战区 这次就算大厦开出再诱人的条件 我们都不能放走洪荒战区里的大厦人 族会里 众人可谓是义愤填膺 要是不知道的人见了 还以为洪荒战区 这是对他们做了什么惨绝人寰的事情呢 但是实际上 最初的源头 不就是他们樱花国先不遵守协议的吗 显然 这群骄傲自满的家伙 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或者说 根本就不在意这一点 对于他们来说 谁对谁错根本就不重要 只有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不过可惜 他们还没有那种实力 不知火组长端坐在最前方 似乎是有意 让众人畅所欲言 不过大家说了这么久 依旧是没有一个确切的计划安排 行了 族长悠悠开口 众人顿时便安静了下来 大家的想法 我也都清楚了 现在天照战区等 九个战区所在的卫免 开始了卫免之主争夺战 而不知火战区 现在也和大夏 漂亮国等国家的军区 开始了首领争霸赛 天照战区 我也选好了新的代理人 也给予了相应的资源帮助 再加上足足是洪荒战区九倍的人数 哪怕洪荒战区运气再好 这次卫免之主争夺战 也已经毫无悬念了 所以 当务之急 我们还是仔细地分析一下 不知火战区的走势吧 至于洪荒战区的事情 等卫免之主争夺战结束再考虑 也是绰绰有余的 众人信服地点了点头 组长大人说得对 大夏 漂亮国 还有欧罗巴他们 每一个军区战区都不容小觑 好在这次能够和漂亮国合作 想必应该是可以打压大夏的那几个军区了 不过欧罗巴似乎还有些摇摆不定啊 万一 放心 欧罗巴肯定不会和大夏他们联手的 众人又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只是不知 火组长却是眉头一皱 似乎并没有听到他所想的声音 唉 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顿时 整个会议室里便安静了下来 众人平住呼吸 难道说 你们就没有想过 让太郎成为未免之主吗 众人顿时一阵错愕 这 组长大人 即便是我们能够打压大夏 可是我们拿什么去和漂亮国争未免之主啊 是啊 哪怕是欧罗巴我们也赢不了啊 他们不仅人数比我们多 我们早期的资源也基本上都投给了大小姐 众人很是疑惑 不过还是有人反应了过来 组长大人的意思是 让不知火战区在首领争霸赛之前 转移到其他未免 此话一出 其余人这才猛地恍然大悟 这个办法 好像的确是不错啊 是啊 我怎么就给忘了呢 那我们找哪个国家和我们换呢 毕竟不知火锁在未免里 可全是这几个大国的军区啊 对啊 谁会和我们换啊 这个是个大问题 健壮 不知火族长的眉头 这才微微舒展了几分 嗨嗨 大家也应该很清楚 一个未免之主所能带来的资源 是多么庞大的 所以 我们还是要争取一下 至于谁会和我们换 先尝试找一下另外几个大国 付出一些资源 看他们答不答应 若是不行的话 那就去找找东南亚洲的那几个小国 看他们敢不敢得罪我们 众人顿时眼睛一亮 显然 他们都明白了 族长大人的意思 重点是 找那几个小国 一番威逼力诱之下 那些小国 肯定是不敢忤逆他们的 族长大人 我这就命人去办 我也去 不知火族长点了点头 这才勉强满意 随即 他便挥了挥手 行吧 今天的族会就到这里 大家下去尽快落实吧 是 于是 众人便纷纷离开了会议室 这时 一个穿着黑色职业短裙的秘书走了进来 笔直修长的双腿上裹着一层透明的黑丝 将他那饱满的玉腿 衬托得更为诱人 这就是前任樱花国首相的秘书 组长大人 秘书娇滴滴地趴在了不知火组长身前 然后会议室里 响起了一阵 稀稀苏苏快活的声音 第142章 兴奋的不知火天 此时 不知火天带着浩浩荡荡的大军 在沙漠里面前行 一路上 他身边集结了有七八个领主 还有一个其他战区的高层 加起来 一共都有小五百的兵种了 一开始 不知火天觉得 这些家伙就是累赘 但是自从发现了那些沙族堡垒 还有沙漠风暴之后 不知火天忽然觉得 这些家伙也是不错的炮灰 领主大人 前方发现了一座沙尘暴 正快速朝我们吸来 不知火天的英雄连忙说道 闻言 不知火天顿时一喜 他这段时间 一直聚集这些人 就是为了送出去当炮灰 现在终于遇到了沙漠风暴 不知道这宝物 究竟会是什么呢 不知火天无比期待起来 于是他连忙加快了速度 呼呼呼 暴虐的沙尘暴 很快便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很快 一排排的沙族士兵 便从沙尘暴里面走了出来 浑身都是沙石形成的铠甲 看起来坚硬无比 手中的沙毛也是 无比凌厉 不容小觑 居然都是十二级的 不知火天微微眯起眼睛 随后便朝身旁看了看 九历军 田园军 还有历河军 你们三人各出一只兵种打头阵吧 这 明白了 三人颇有些犹豫 但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面对十二级的沙族士兵 他也明白自己的兵种 也只有当炮灰的命 可是他们也不敢违逆 不知火天的命令 于是 他们还是让自己的一只兵种 冲了上去 砰砰砰 只见那一排沙兵 齐刷刷地挥舞起了手中的长矛 顿时一股漫天的黄沙袭来 便将那些兵种全部吞噬 那三个领主的脸色 瞬间变得如炭 一般漆黑 他们一共就两只兵种了 这一瞬间 就损失了一半 别担心 等我夺下了未面之主 会补偿你们的 不知火天宽慰道 三人点了点头 便默默地退到了一旁 暗自神上 随即 不知火天看向了一旁的两个英雄 如何 可看出了什么端倪吗 两名英雄点了点头 道 回领主大人 先前我们仔细去观察了一番 那些沙兵攻击时 都是从沙尘暴当中 引导出了一股力量 所以 这些沙兵的力量来源 应该也是 在那沙尘暴当中 只要摧毁了沙尘暴内部的能量来源 应该就可以轻松解决了 不知火天顿时一喜 太好了 这宝物 马上就是 我的囊中之物了 于是 不知火天迫不及待地 朝着身旁的另外几个领主喊道 你们其余人也各派出一只兵种 竭尽全力去牵扯出这些沙兵 然后所有的英雄都来配合我的英雄 是 众人点了点头 于是 浩浩荡荡地接近150人的兵种冲了上去 再加上不知火天自己的一只A级兵种 爆发出来强悍无比的气势 呼呼呼 沙兵们纷纷挥舞起了长矛 身后又是凝聚出了一股黄沙 如同蝗虫过境一般 哼 接近150人的众多兵种 齐齐释放出了灵力 顿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 这才连忙抵挡住了那漫天的黄沙 不过这些兵种都十分的吃力 显然 他们估计也撑不了太久 四五级的等级差距 本质上是双方灵力的巨大差距 砰砰砰 一众英雄飞跃到了沙尘暴前 纷纷施展出自己的攻击 急剧一点 终于撕裂出了一个巨大的口子 然后纷纷冲了进去 见状 不知火天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喜色 丝毫没有在意 眼前那不断倒下的兵种 砰砰砰 那些兵种当中 时不时地倒下一人 因为灵力耗尽了 而不知火天的那只A级兵种 暂时还没有出现简缘 毕竟它的兵种品质要高尚一些 自然也更强大 而不知火天身旁的几人 看着自己不断倒下的士兵 心中也是一阵心疼 马德 这家伙一开始 估计就是 想让我们当炮灰 可恶 完全被这家伙给利用了 不少人心里都出现了不满的声音 不过都只是在心里 没有谁敢当面说出来 又过了将近十多分钟 这些士兵都快顶不住了 不知火天的士兵 也开始有人倒下了 而其他人的兵种 基本上都倒下了三分之二了 他们凝聚出来的护照越来越小 被那黄沙一点点的蚕食 还没好吗 不知火天脸上越来越焦急 不断地朝沙尘暴上 被打开的口子望去 终于 在不知火天的殷切盼望之中 那道口子里 终于飞出了几道白点 正是那几位英雄 与此同时 那狂乱的沙尘暴 顷客之间随风而逝 那一排排的沙兵 也是纷纷化作了一滩普通的黄沙 在无知前的恐怖气势 呼 看到这里 众人才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士兵 终于不会再出现新的死亡了 只是 几个领主 也是下意识地皱着眉头 他们心中 对不知火天的怒火 越来越大 领主大人 信不如命 不知火天的两个英雄 连忙跑了回来 兴冲冲地将那个宝箱献给了不知火天 而他们身后 其余的几个英雄则是伤痕累累 有几个甚至嘴角都还残存着血迹 显然 这几个英雄可是受了不小的伤 不过 不知火天全然没有在意这些 目光全部落在来那个宝箱上面 这就是天道所说的宝物吗 不知火天一脸兴奋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宝箱 恭喜获得玄黄战靴 黄金级 成衣 不知火天瞳孔一阵 双手都不由自主地颤抖了起来 居然是 黄金级装备 不知火天下意识地惊呼道 脸上瞬间布满了兴奋的笑容 到现在为止 他也才只有几件白银级装备 还都是之前的那几个排行榜得到的 毕竟当时的榜翼基本上 也都被不知火箱和几个高层瓜分了 不知火天一个史诗宝盒都内拿到 顿时 周围的几个领主 脸色愈发地阴沉了起来 马德 我们死了这么多人 这家伙的英雄和兵种 却是没什么事 居然还让他得到了一件黄金级装备 不行 这次不知火天尝到了大田头 后面估计又得让我剩下的兵种 出去当炮灰 众人心中也开始活络了起来 第143章 震惊的三人 时间不断地流逝 沙盘世界里 却一直没有黑夜 一直在大漠当中行走 渐渐地 便很容易忘记时间 如今已是过去了 足足有三天 在沙盘世界里的各个角落里 爆发着源源不断的冲突 特别是红荒战区 和九个樱花战区之间 整个洪荒战区 几乎所有领主都拼尽了全力 像寒天风那样 即便明知对方人多势众 自己根本不是对手 但还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才捏碎了沙盘 此时 洪荒战区比较强大的领主身边 都陆陆续续聚集了不少领主 经过了三天时间 大部分人都已经是成群结队了 当前沙盘世界剩余人数通报 洪荒战区6192人 天照战区7300人 伊贤纳美战区1670人 虚走战区1941 高天元战区4115人 九个樱花战区的人数差距颇有些大 最强的天照战区足足还剩7000人 而最弱的战区只有1000人出头 但是加起来却还有着3万人 而洪荒战区这边却只剩下了6000人 不过这和刚开始的形势相比 还算不错了 从一开始的1比9 变成了现在的1比5 该死 洪荒战区居然还剩下这么多人 其他人究竟在干什么 一群废物 不知火天健壮 顿时无比气愤 然而身旁的几个领主 都是下意识地撇过脑袋 然后翻了翻白眼 心想这段时间 你倒是一直去找这些宝物 压根都没有去管过那些大侠人 连你这个天照战区的首领都不放在心上 现在还去怪别人废物 不过还是老规矩 他们可不敢在不知火天面前 表现出一丝不悦 不然可就要倒大霉了 此时的陈楚人 也正好遇见了几个抱团的洪荒战区领主 太好了 没想到居然遇到了首领大大 太好了 这一下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三人十分兴奋 他们一路上也是遇到了几次樱花人 要不是运气好 他们早早地聚在了一起 而那些樱花人也都是耽搁耽搁的 不然的话 他们也早就被淘汰了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损伤也十分惨重 三个人都各自只剩下了一个英雄 剩余的兵种加起来都才只有三十人 这时他们点了点脚尖 纵目一望 陈楚人身后那密密麻麻的士兵 这你妈得好几百人了吧 三人都被吓了一跳 首领大大 这些难道都是你的兵种吗 三人问道 眼里满是震撼 他们哪里遇到过这么大的阵仗 没错 陈楚人点了点头 顿时 三人的身子下意识的一阵 脸上瞬间露出了一个极度震惊的表情 嘴巴全部张大到了极点 不愧是 首领大大 三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唾沫 瞬间感受到了这巨大的差距 怪不得别人是首领吗 怪不得能够立押九大樱花首领 好了 你们就跟着我吧 先让手下的士兵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陈楚人淡淡地说道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微笑 多谢领主大人 三人大喜 虽然对于陈楚人来说 三人根本没有什么帮助 完全就是累赘 但毕竟是自己战区的人 陈楚人身为战区首领 自然也需要凝聚人心 如果不是往日陈楚人失下了各种恩惠 这一次 洪荒战区的领主们 也不会那么的努力 说不定就和陈楚人之间 遇到的几个樱花领主差不多 见到不是对方的对手 便直接捏碎沙盘逃跑 再说了 陈楚人失下的那些恩惠 本来也都是 对他没什么用的 所以 也不存在说 耽误自己的发展 当然 一个战区的人心众望所归 在后面 也是有着极大的作用的 陈楚人绝对是不能够忽视的 特别是对于陈楚人这种没有背景的人来说 一旦进入到了后面的卫面之间的竞争 如果人心不齐 恐怕会被同国家的其他卫面所影响 哇塞 首领大大 你这英雄也太帅了吧 就是 你看这铠甲 这大刀 真是太帅了 三人好奇地打量着一旁的杨俭 不得不说 杨俭的确是神威无比 而且还自带着那种神性光辉 当然 一旁的九天玄女 和雌行大士的气质也是不凡 但毕竟是女的 三人害怕贸然盯上去 会惹得陈楚人不悦 哈哈 陈楚人笑了笑 毕竟那可是二郎神啊 要是把小兰给你召唤出来 恐怕又得 把你们吓一跳吧 小兰之前出来了一会儿 然后就回坐骑空间里睡大觉去了 陈楚人带领着众人继续前进 没过多久 便遇到了一对人 七八个樱花领主 为首的是一个樱花战区的高层 加起来 一共有些奇怪四五百人的样子 龟南军 对面的人好多啊 你们看 为首的那人 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嘶 那个家伙 好像是洪荒战区的首领陈楚人啊 我靠 还真是 顿时 几人瞬间慌乱了起来 陈楚人的名字 在九大樱花战区里 那可是不亚于死神的名号 该死 我们先撤退吧 为首的那个高层龟南军 连忙说道 他大概扫尸了一眼 陈楚人身后的兵种数量 居然还比他们多一些 再加上又是陈楚人带领 他们肯定不是对手 三十六计 走为上策 然而陈楚人又怎么会让他们轻易离开呢 杨俭 动手 是 只见杨俭化作了一道惊天的流光 爆发出来的气势 无比害人 瞬间便挡在了龟南军等人的退路上 紧接着 草头军上前一步骑射而出 漫天的箭雨 找他们射去 众人纷纷抵挡 斩 杨俭一刀挥出 刹那之间 仿佛天地都被劈成了两半 陈楚人身后 那三人的嘴巴张大的嘴角都要裂了 第144章 小兰显微 刀芒一闪 龟南军等人的英雄瞬间被劈死了 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 他们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心中满是恐惧 这时 草头军的箭雨也已经射了过来 嗖嗖嗖 他们的士兵纷纷释放出灵力抵挡 可是效果甚微 大批大批的士兵倒了下去 该死 为什么差距会这么大 龟南军无法接受 自己好歹 也是一个高层 为什么和陈楚人的差距如此之大 一众英雄连对方的一刀都接不下来 兵种也是 龟南军 我们该怎么办 身旁的几个樱花领主 无比焦急地问道 龟南军眉头紧皱 他现在也是吓到了 走吧 我们不是陈楚人的对手 最后 他无奈地拿出了沙盘 一把捏碎 见状 其余人也是纷纷捏碎了自己的沙盘 一众人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此时 陈楚人身后的 那三人脸上的表情 就一直没有收起来 震惊 震惊 极度地震撼 先前杨茧的那一刀 他们也是一阵心迹啊 这 再想想自己的英雄 那差距可不是一心半点啊 自己三人面对这些樱花人 那可是抱头数窜 而反观陈楚人 仅仅只是两三下 便吓得对方主动捏碎了沙盘 不愧是首领大人 而陈楚人面容波澜不惊 丝毫不在意 仿佛就像是才死了几只蚂蚁一般 不能这么说 要是才死了几只蚂蚁 陈楚人可能还会自责两秒 走吧 陈楚人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赵雪 是洪荒战区的一个普通小领主 实力处于中下游 进入沙盘世界之后 运气不是更好 到现在为止 一路上都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大下人 但是运气也好 三天时间了 也没有碰到一个樱花人 就这样 让她安然度过了三天时间 可是 运气总有用完的时候 这次 她便遇到了一对樱花人 游戏 花姑娘爹 为首的 那名樱花人 见到赵雪的一瞬间 眼睛顿时大亮 贪婪地打量着赵雪 恨不得将她身上的衣服扒个干净 赵雪的容貌 也是颇为秀丽 身材也是颇有起色 赵雪脸色有些惊恐 她自然也是感受到了 对面几人那淫荡的目光 再看看双方的差距 对面足足有着快一百人 而自己这边才四十人 赵雪胆子本来就比较小 身子下意识地颤抖了起来 是因为害怕 不是什么电动玩具 嘿嘿嘿 大家冲 尽量把那个花姑娘擒住 别让她给跑了 为首的樱花人一声令下 几十个士兵便直接冲了出去 赵雪瞳孔一阵 连忙让手下的士兵冲上去抵挡 砰砰砰 一阵刀光剑影 赵雪的士兵们被打得节节败退 双方兵种的等级和品质 基本上都是一样 但是人数差距太大了 这 这 这该怎么办 赵雪有些不知所措 右手下意识地伸进了怀里 握住了那个沙盘 他已经准备好捏碎沙盘了 见状 那几个樱花人顿时有些着急了 别让他给跑了 他连忙大喊 顿时 身旁的四名英雄瞬间冲了上去 一眨眼的功夫便来到了赵雪的身前 和赵雪的两个英雄缠斗了起来 不过四打二 赵雪的英雄自然也是不敌的 于是 樱花的两个英雄抽出了手 便直接朝着赵雪袭来 不好 赵雪的两名英雄顿时大惊 连忙想要回防 可是面前樱花英雄的攻击 又凌厉了几分 让他们根本抽不出手 领主大人 快捏碎沙盘 他们连忙大喊 这也是他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了 赵雪大惊失色 连忙想要用力 可是两道进风 瞬间扑到了脸上 看着那朝自己袭来的两个英雄 赵雪一时惊恐无比 大脑陷入了一片空白 全然忘了手中的动作 眼看着那两个英雄 就要抓住赵雪了 好 突然 一道强大的怒吼传来 伴随着的 是一道恐怖无比的音波 那两个樱花英雄 瞬间被震退了数百米 这是 赵雪下意识地回头望去 只见一条通体蓝白色的巨龙 盘旋在半空之中 那条巨龙背上 还站着一道鼻挺潇洒的身影 臣 臣处然 赵雪呆呆地望着那道身影 眉眸之中秋水涌动 而那几个樱花人 也是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这 这是龙 他们望着 小蓝那庞大的身躯 眼里满是恐惧 紧接着 他们也发现了陈楚人的身影 那条巨龙背上 居然有人 天哪 这条巨龙 是他收服的坐骑吗 我去 这人怎么看着 有点眼熟呢 不好 是陈楚人 顿时 几个樱花领主 瞳孔又是猛的一阵 连忙让出战的士兵和英雄回来 好像就他一个 要不 几人撇了撇后方 并没有发现援军 便动了一些心思 要是他们能够淘汰掉陈楚人 那可是大功一箭啊 到时候不知火天 绝对会大大的嘉奖他们 全军听令 攻击那条巨龙 务必要让陈楚人 捏碎自己的沙盘 一声令下 顿时 所有的士兵和英雄 便朝着陈楚人冲了过去 小兰 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 陈楚人轻轻一笑道 小兰仰头咆哮了一声 好 紧接着 小兰猛地盘旋了一圈 龙须不断地飞舞着 好 一道恐怖的气势爆发出去 直接将那些士兵给震死了 那几个英雄 倒是施展出防御 抵挡了下来 该死 这头龙 居然这么强吗 几个樱花人 脸色瞬间变得难堪了几分 他们这么多人 连陈楚人的一头坐骑 都拿不下来 呼 小兰猛地一吐 一股圣人的寒气猛地袭来 那些英雄 连忙防御或是躲避 可是这股寒气弥漫的速度 实在是太快了 仅仅只是一眨眼的功夫 这些英雄便瞬间被冻成了一个个冰雕 您的英雄狂野力士已死亡 您的英雄寒刀武士已死亡 您的英雄长风将军已死亡 听到自己英雄的死亡通报 几人的脸色黑到了极点 水灵蛟龙终究是蛟龙 和这些B级C级英雄相比 肉身和血脉实在是碾压 哪怕是等级差不多 也能够轻轻松松以一抵摆 一口寒冰吐吸下去 没有一个英雄有还手之力 第145章 卫面之主 1 跑吧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不知道是谁先喊了一句 随后那几个领主便直接捏碎了沙盘 消失不见 则 陈楚人轻轻扎舌 然后让小兰降落了下来 此时 赵雪呆呆地望着陈楚人降落下来的身影 小嘴下意识地张大成了O形 水灵蛟龙那庞大的身躯落在地面上 小兰微微仰起头 似乎颇有些得意 陈楚人缓缓走下来 看了看赵雪 忽然有些错愕 有点眼熟 你是 赵雪对吧 嗯嗯嗯 赵雪连连点头 很是惊喜 没想到陈楚人居然还记得他 赵雪是陈楚人的高中同学 不过好像三年下来 根本就没有说过话 当时 班上不少人都瞧不起陈楚人的出身 不过赵雪不在此恋 就只是普通的同学罢了 没有交恶 也没有其他的交情 好久不见 赵雪脸上绽放出了一抹笑容 如果不是陈楚人及时出现的话 现在他肯定只有捏碎沙盘 灰溜溜地逃出沙盘世界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这时 杨俭带着大军赶了过来 杨雪看过去 顿时吓了一跳 密密麻麻的人 这得有六百人了吧 首领大大 您这跑得也太快了吧 首领大大 您这坐起 也太帅了吧 那三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然后瞥见了赵雪 顿时眼睛一亮 即使是在往日的日常生活中 赵雪的容貌也是颇为出色 拥有着一大堆舔狗的那种 更不要说 他们进入万族战场之后 哪里有遇到过女人 不过碍于陈楚人在旁边 他们也是连忙克制住 上前索要联系方式的冲动 嗨嗨 那个首领大大 这位也是我们洪荒战区的领主吗 他们连忙问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顿时三人脸色一喜 你们好 我叫赵雪 那个美女你好 我叫谭武 我叫 就这样 又过了足足两天 沙盘世界里的人数 急剧减少 一开始 每次争端 可能就只是两个领主之间的战斗 但是到了现在 一开战 那可就是十多个领主的战斗了 现在基本上 是没有独自一人的领主了 就连三四人的这种小团体 估计都没有几个能够存活下来 基本上 洪荒战区幸存下来的 基本上都是七八个人抱团在一起的 甚至是十多个人抱团在一起的 沙盘世界里的沙漠风暴 变得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了 而且 等级也提高了许多 甚至是连沙漠风暴的速度 都大幅度提高 让不少领主跑都跑不掉 这些沙漠风暴也淘汰了不少人 不过对于陈楚人来说 这可就是大大的福利了 这两天下来 又遇到了两个沙漠风暴 和一个沙族堡垒 又得到了两张高级兵种 招募令 和一张高级英雄 招募令 除此之外 陈楚人也遇到了三拨樱花人 平均每一拨樱花人 都是七八个人聚在一起 兵种加起来都有两百人 他们在之前 肯定也和其他人交战过 兵种都有所损失 不过他们在陈楚人的三支SSS兵种面前 那是毫无抵抗能力 赵雪四人 已经不知道震惊了多少次了 都已经震惊地麻木了起来 他们一路上的表情 都是瞳孔放大到了极点 嘴巴张大到了极点 先前的震惊 都还没有缓过来的时候 下一波震惊就又来了 通报当前各战区剩余人数 洪荒战区 169人 天照战区 385人 伊贤纳美战区 251人 九个樱花战区加起来 一共还剩大概800人 大部分都是天照战区的 没想到仅仅才过了两天 居然一下子 就少了这么多人 陈楚人有些惊讶地感叹道 看来 这两天的战斗程度 比自己预想的 还要激烈很多啊 没想到 咱们洪荒战区 居然就剩100多人了 是啊 也是幸亏我们运气好 遇到了首领大大 不然就凭我们自己的实力 早就被淘汰了 赵雪几人 也是在一旁感叹起来 他们自己的兵种 之前就已经损失惨重了 这两天一直在休息 才恢复了一些 但死去的士兵 却无法复活 所以 他们的战斗力 依旧十分弱 好在陈楚人 从来就没有让他们出手 一直都是草头军打头阵 然后玄女军 和同仁罗汉收割 遇到的敌人 基本上都是被秒杀了 他们是一点损耗都没有 沙盘世界当中 将会随机出现五处宫殿 宫殿当中 蕴含着大量的宝物 请各位领主自由探索 这时 天道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随着天道声音的落下 大的突然震动了起来 轰轰轰 起声巨响 从天降了五道巨大的光柱 陈楚人望去 每一道光柱 都散发着无比恐怖的气息 哪怕是隔得很远 陈楚人的目光 落到了最大的那根光柱上 因为这道光柱 肯定是离他们最近的 这些光柱落下的位置 应该就是刚刚天道说的宫殿了 随即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朝着那道光柱快速靠近 而另外一边 不知火天自然也是迫不及待地 朝着最近的一个光柱赶去 他的身边 也聚集了有十来个樱花领主 九个战区的都有 不过之前的好几个面孔都不在了 显然 他们已经被不知火天 拿去当炮灰利用完了 就只有捏碎沙盘 离开了沙盘世界 有这些炮灰在 不仅能够轻松牵扯住那些沙兵 不用损失我自己的兵种 还能够帮助我夺的宝物 真是一举两得啊 不知火天美滋滋地想着 很快 他便来到了光柱落下的地方 不过此时 不远处也来了一波浩浩荡荡的大军 大军上空 还盘旋着一条蓝色的巨龙 巨龙背上 似乎还站立着一道身影 第146章 樱花的底牌 扒起水晶石 哟 没想到还有额外之血 陈楚人缓缓地注视着 下方的不知火天等人 嘴角微微地扬起 樱花战区的一些情况 他也有所耳闻 那不知火香死亡之后 樱花国便扶持出了不知火天 做新任天照战区首领 并让他统领九个樱花战区 所以 不知火天肯定是九个樱花战区当中最强的 陈楚人并不认为 不知火天能比之前的不知火香强多少 但是就是不知道 这次樱花国给他准备了什么道具 有了不知火香的前车之鉴 樱花国应该不会再那么掉以轻心了 没想到 居然是陈楚人 他好了 不知火天也是大喜 自己现在已经聚集了这么多人 再加上组长大人给的底牌 肯定可以轻松击杀陈楚人 就算陈楚人提前捏碎了沙盘 没能杀掉他 但是这样一来 这未面之主 也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再无半点变数了 可以说 这未面之主的争夺 就完全取决于 他们两人之间的战斗 不过不知火天 也没有小觑陈楚人 陈楚人身下的那条巨龙 也是让不知火天心计不已 那可是龙啊 陈楚人何德何能 居然能够拥有一头巨龙当作起 不知火天心里 早就被极度的火焰包裹了 周围的那些樱花领主 也是一阵惊叹 相比于陈楚人后面的那些士兵 这头水灵蛟龙 自然是带来了更大的视觉冲击力 不知火天冷静下来 一想到大小节不知火香的惨状 连忙告诫自己 千万不能大意 哪怕是有着绝对的把握 不到最后一刻 也绝对不能放松警惕 不知火天 打量着陈楚人后面的那些士兵 除却陈楚人之外 也就只有四个领主 但是这兵种怎么都有接近六百个了 不对 好像有六百多个了 而且 居然只有三只兵种 不知火天瞳孔一震 他猛然惊觉 虽然他没看出 那三只兵种是什么来头 但可以肯定的 是绝对不是什么大众货色 也就是说 这三只兵种 很可能便是陈楚人一人的 陈楚人已经升到了三本 而且 一个兵种 居然就能有接近两百人 不知火天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想要升到三本 怎么说 也都还要一个多月了吧 陈楚人居然这么快 而且 首领权限可以提前使用领主币 来扩充兵种 但是 那可是相当昂贵的呀 几百个兵种 就算币级兵种 也都需要几十万了 更不要说装备 升级经验这些 马德 陈楚人这个家伙 绝对不能再留了 不然的话 绝对会成为这一届领主当中 我们樱花国的最大隐患 不知火天咬了咬牙 然后回头看了看自己这边的情况 兵种数目上 他们已经不占有优势了 并希望英雄数量上的优势 能够扩大一下吧 眼下陈楚人身边 还没有聚集更多的大侠人 优势还是在自己这边 所以 务必要趁这个机会 淘汰掉陈楚人 不知火天从怀里 拿出了一颗漆黑的水晶石 水晶石上 似乎还隐隐缠绕着几丝黑气 哦 陈楚人见状 微微咪了起来 他感觉到了一丝诡异 且熟悉的气息 他之前在不知火箱身上 感受到过这股气息 又是那个什么八旗血脉吗 陈楚人喃喃道 不知火天闭上眼 嘴里还念叨着什么 那颗水晶石 顿时开始发出了一阵阵光芒 妖艺无比 一道道漆黑的光流 从水晶石中射了出来 精确地落到了每一个英雄身上 顿时 那些英雄身上 爆发出了一股强悍的气息 身躯都在这股黑暗光流的催养下 便大了几圈 显然 他们的战斗力 得到了不少的提升 这颗水晶石 便是不知火家族的底牌 每年通过对八旗大蛇神兵的供奉 能够得到不知火家族血脉 凝聚而出的八旗水晶石 而这八旗水晶石 也具有着八旗血脉的效果 只是效果明显 要比不知火香的血脉之力 要弱上几分 不知火家已经很多年 没人能够觉醒血脉了 一直以来都是靠着八旗水晶石 而每年也就只能凝聚出两三颗罢了 但即便如此 也让不知火家族带领樱花国 在万族战场当中 打下了赫赫威名 蓝星各国范围内 所有人 清朝出动 务必淘汰掉陈楚人 不知火天一声令下 顿时 几百名士兵清朝而出 那十多个英雄 也是爆发出了强悍的能量 朝着陈楚人飞去 我靠 见到这副场景 赵雪四人皆是脸色一变 这群樱花人爆发出来的气息 让他们心机不已 首领大大应该能赢吧 肯定能赢的 其实四人心里也没有底 他们也看到了 不知火家族拿出的那颗水晶石 让那些英雄 瞬间强大了许多 祖族十多个英雄啊 虽然他们有些害怕 但还是让自己的英雄和士兵 全部出手 陈楚人看着冲上来的樱花大军 脸上并没有一丝的惧怕 小兰 看你的 陈楚人轻声说道 小兰得到命令 立刻仰起头 体内的灵力 瞬间汇聚到了口中 呼 顿时 一道寒冰土溪落下 那些扑上来的英雄 瞬间被这气息给冰冻住了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体内瞬间迸发出了一股黑气 将身体外面的冰晶炸裂 虽然小兰有着龙族血脉 十分强大 但这些英雄等级 还要比小兰高一点 加上那八旗血脉的强化 倒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冰冻住的 不过即便解除了不必感动 这些英雄也不好受 特别是那几个品质比较低的英雄 皮肤上都出现了一大块一大块的冰霜 此时杨简 九天玄女 还有雌行大士 早就已经飞到了陈楚人的身旁 行了 不完了 你们上吧 陈楚人淡淡地说道 仿佛眼前的十多个强大的英雄 在他面前 不过是一群微不足道的蝼蚁一般 哼 陈楚人 这可是被八旗血脉强化过的 如果人数相同 或许还真不一定能够拿下你 但是十多个人 有着八旗血脉相连 能够爆发出意外的效果 你要是这么不放在心上的话 那可就怪不得别人了 不知火天脸上 顿时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神色 显然 他已经觉得 胜券在握了 这次的未面之主争夺战 已经没有悬念了 第147章 绝望的不知火天 杨简闭目沟通着体内的灵力 身体顿时绽放出了耀眼的光芒 那磅礴的气势倾泻而出 威严无比 九天玄女和雌行大士 也是不遑多让 三人眼神一领 便化作了一道道流光冲了上去 展 杨简大喝一声 率先挥出一道惊天动地的刀芒 四面八方 瞬间席卷起了灵力无比的狂风 乌云流动 天地变色 哄 一声巨响 三个前排的樱花英雄 瞬间被刀芒砍中 恐怖的能量 从刀芒当中倾泻出来 让他们的身体 都出现了一道道的军裂缝隙 就在这时 他们体内立刻飘出了一道道黑气 那些裂缝明显地闪烁了几下 黑气的能量和刀芒当中 能量相互冲击 过了几秒 黑气最终占据了上风 将那些裂缝修补好了 杨简这一刀 只是单纯地将灵力释放出去 可谓是质简无比 其中也没有一丝神威 再加上又分散到了三人体内 因此 威力也骤简了不少 杨简本来也就只是想要试探一下 经过这一击 他大概摸清楚了 这股黑气 对这些英雄的加强程度了 对此 杨简的评价只有四个字 不过如此 慈航大士和九天玄女两人 也是从刚才杨简的攻击当中 看出了几次端倪 对于这些英雄的实力 有着一个大致的估计了 慈航大士闭上眼 开始低音 顿时 四面八方涌来 一阵阵泛音 虚空之中 都仿佛出现了一座座慈眉善目的佛陀 这 这是什么 不知火天等人瞬间大海 蓝星可没有什么福到 他们只觉得 这道苍茫的声音 仿佛能够直击他们的心灵 忍不住 想要跪下忏悔 不知火天连忙压制住心底的想法 瞪大了眼睛 仔细地观察着上空的战斗 不容有任何的闪失 然而 事情并不如他所愿 那一道道的范英 将那十多个英雄 尽数包围在里面 那些英雄们的身体 纷纷摇晃起来 双眼涣散 神志迷离 显然 慈航大士施展出的范英 对他们的心神影响极大 那些黑气 不过只能够加强他们的肉身灵力 对于慈航大士的范英 并没有什么抵抗力 不知火天心头大震 糟了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真的又要再在陈楚人的手里了 此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 纷纷施展出了攻击 杨俭将自身的威能和灵力 尽数灌注到了焚天眼月刀之中 四周浮现出了阵阵大道韵律 九天玄女周身的红灵 也是宛如一幅万龙游图般 恐怖无比 再配上一阵阵耀眼的霞光 更是让人心惊动魄 斩 杨俭一声大喝 焚天眼月刀的火光 已经燃烧到了极点 伴随着杨俭猛的一挥 顿时绽放出了一道耀眼无比的火光 犹如星辰之间的剧烈撞击 所迸发出来的恐怖光芒 苍穹之中 乌云涌动 连天穹似乎都在避让这道刀芒 九天玄女也不甘示弱 一念一动 周身的红灵瞬间发射出去 如同一条条粉色的巨龙一般 斜卷着恐怖无比的气势 不好 不知火天瞬间脸色一变 即便他隔着很远的距离 也能够感受到 这两道攻击 所蕴含着多么恐怖的气息 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不知火天连震惊的时间都没有了 整颗星都悬了起来 快点做出反应啊 他无比焦急地在心中大喊 顺着他焦急地视线望去 那被范英包围的一众英雄 全然没有意识到 朝他们袭来的恐怖攻击 终于 杨俭的刀芒 和九天玄女红灵幻化的光影 已经打到了他们面前 哄 一声巨响 天空之中 仿佛绽放了一个绚烂的烟火 然而此刻 不知火天等人的脸色 瞬间黑到了极点 您的英雄灵寒剑客已死亡 您的英雄雪月忍者已死亡 您的英雄 不知火天等人的脑海里 不断地响起自己英雄死亡的播报 呼呼呼 一阵清风吹过 那些英雄死亡之处 飘起了一阵阵的黑气 紧接着 那些范英伴随着一道道佛光 将那些黑气 瞬间净化得一干二净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不知火天瞪大了眼睛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十多个人 居然都拿不下 陈楚人的三个英雄 而且 他还使用了八旗水晶石啊 有着八旗大神的血脉加持 是能够越级战斗的啊 可即便如此 在陈楚人的英雄手下 却是那么的不堪一击 不知火天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 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这不可能 那失魂落魄的模样 和之前自信满满 截然相反 这也太强了吧 杨雪张大了嘴巴 美眸里满是不可思议 那足足有十多个英雄啊 就这么被解决了 如果只是解决了这十多个英雄 杨雪几人或许还不会这么震惊 但关键是 这些英雄居然毫无抵抗能力 陈楚人到底是怎么培养英雄的啊 这也太强了吧 杨雪难难道 不由得回忆起了高中的时候 陈楚人给他留下的点点印象 如果能够回到那个时候 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去和陈楚人拉近关系 现在虽然运气好 得到了陈楚人的庇佑 但是杨雪知道 这只是暂时的 一旦卫面之主争夺战结束后 离开了沙盘世界 陈楚人也不会再跟他有什么交集 想到这里 杨雪心中便是一阵后悔莫及 不过 他也十分庆幸 那个时候 他从来没有去嘲讽过陈楚人 不然的话 现在他恐怕也没脸待在这里了 PS 最热的时候军训 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苦逼都大三了 还被拉出来 第148章 斩不知火天 为什么会是这样 不知火天呆呆地望着头顶上空 那蓝色巨龙背上的身影 遥想当初 不知火天得知 大小姐死在了首领争霸当中的时候 有多么的震惊 但是 随后组长提拔他 让他统领九个战区 心中的瞬间便被狂喜充满了 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任何情绪 相比于首领争霸赛 魏面之主争夺战 在人数上的差距 显然是无法弥补的 加上组长大人特意赏赐的八旗水晶石 不知火天一度认为自己 一定可以成为魏面之主 他甚至一度认为 自己就是各种漫画清小说里的男主角 主角光环 终于开始发挥作用了 然而就在此刻 他的美好幻想 终于还是被陈楚人无情地打碎了 不知火军 要不我们先撤吧 不知火天周围的几个领主 连忙走了上来 劝慰道 现在 他们的十多个英雄全部战死了 兵种上面也没有任何优势 再打下去 也是徒增伤亡 是啊 不知火军 现在走 至少还可以保留一部分实力 不知火军 我们还是先走为妙吧 几人连忙劝慰道 眼神余光时不时地 瞟一眼前方的大军 还有天空中的几道身影 要是陈楚人的三个英雄 冲他们过来 他们拿什么抵挡 前方的士兵 也都根本没有余力来保护他们 哼 草头军大喝一声 顿时凝聚出了自己的灵力军魂 一到几十米高的神武将军 紧握神弓 然后用力一拉 如同一轮弯跃 随后骤然一松 一道恐怖无比的剑 便脱衔而出 剑上面包裹着无数凝联的灵力 足足有十多米长 如同一道激光似的 天穷之上 乌云又是一阵篡动 仿佛天穷都在畏惧 一剑射出 连天穷都能够射穿 不过幸好 这一剑并未朝着朝着天穷射去 乌云缓缓地消散了 像是松了一口气 仅仅只是一眨眼的缝隙 这一剑便瞬间射入了 樱花种冰种当中 这 几个樱花领主 顿时脸色一变 原本他们还想着自己的冰种 多少能够撑一下 可是陈楚人的冰种 所爆发出来的攻击 气势早就已经超过了 他们所能够承受的无数倍 哼 一声巨响 剑雨落下 恐怖的能量 直接爆炸出来 尘土飞扬 所有人都愣住了 这 这也太离谱了吧 我 我 我们这还怎么打呀 那些樱花人 下巴都要掉到了地上 一连两次极度的震惊 英雄强也就算了 兵种为什么也这么强 陈楚人到底是怎么培养的 哪怕是在整个蓝星的历史上 那也是闻所未闻的 赵雪等人 也是一脸震惊 他们之前也见过草头军出手 不过草头军都只是各自凝聚灵力 然后释放出一道道漫天的剑雨 威力的确强悍无比 但是 没想到居然还留了一手 草头军居然都能够凝聚出军魂了 刚刚射出的那一剑 哪怕是上千的同等级A级兵种 都不一定能够抵挡吧 居然 居然是军魂 不可能吧 军魂不是要三四十级 才有可能凝聚出来吗 是啊 哪怕是A级兵种 能够在三十级凝聚出军魂的 都已经相当罕见了 赵雪身旁的三人已经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要是他们知道草头军 选女军还有同仁罗汉 一级就能够凝聚军魂 那得惊讶到什么地步 可能直接就昏厥了过去 也说不定 不知火军 我们赶快跑吧 是啊是啊 再不跑那陈楚人万一动杀心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那陈楚人肯定是想杀了我们 见到自己所有的兵种 全部被秒杀了 那些樱花领主 全部开始急了 现在 他们可真就成了手无缚机之力了 再不跑的话 那岂不是送死吗 然而不知火天眼神还是涣散无比 似乎依旧没能从那震惊当中缓过神来 巴嘎 我不管了 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领主 直接便拿出了沙盘 一把捏碎 都这个时候了 他才不管不知火天的命令了 先保住自己的小命再说 有了一人的开头 其余人也是纷纷捏碎了自己的沙盘 顿时 原本浩浩荡荡的大军 便只剩下了不知火天这一个光感司令 陈楚人站在小兰的背上 默然地看着这一切 如果不是有着沙盘的存在 他肯定是想要让这些樱花人全部留在这里 这个不知火天的心理承受能力 也实在是太差了一点吧 陈楚人有些轻蔑地笑了笑 果然 这种临时被推出来的小角色 肯定是不如不知火香这个这儿 巴金培养的大小剑 不知火香都知道 第一时间想尽各种办法活命 如果是不知火香 恐怕在见到慈航大士使出范音的时候 就已经毫不犹豫地捏碎沙盘了 杨姐 既然她不走的话 那就把她留下来吧 陈楚人冷冷地说道 杨姐点了点头 随即 她便朝着下方的不知火天 轻轻地一挥 一道刀芒落下 刹那之间 便直接贯穿了不知火天的身躯 扑 终于 不知火天的眼神恢复了几丝神采 下意识地向下看去 自己的身躯已经被砍成了两半了 接着 就没有了意识 这 这 赵雪有些害怕地撇过头 旁边的三人也是无比震惊 一时间还有些无法适应 进入万族战场之后 虽然一直和九个樱花战区有争端 但是他们还从来没有死过人啊 哪怕是这次卫面之主争夺战礼 基本上都是打不赢 就直接捏碎沙盘跑就是了 也没有生命危险 可是这一次 他们切切实实地看到了一个鲜活的躯体 就横死在了他们的面前 五 杨雪卫里一阵翻涌 条件反射地蹲在了一旁 呕吐了半天 他一个女生 哪里见到过这种场面 一想到先前那刀血爆出的场景 就无比恶心 旁边的三人也是脸色轻黄 一时间也适应不不了 其中一人缓缓地仰起头 看向了天空之中的陈楚人 只见陈楚人鼻挺地站在小蓝身上 两只手自然地背在身后 表情淡漠至极 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般 两鬓的发尾和衣角 在风中轻轻飘舞着 不愧是首领大大 就是这么的云淡风轻 他心里对陈楚人 是更加的钦佩了几分 第149章 沙漠宫殿 解决完樱花之后 陈楚人便看向了那座宫殿 是一座类似西方建筑风格的宫殿 恢弘无比 若非陈楚人站在小蓝的背上 恐怕都忘不到宫殿的边界 沙漠宫殿 等级 22集 介绍 蕴含着沙族的大量宝物 不过也蕴藏着 沙族最后也是最强的守备力量 和天道所说的差不多 这里面绝对是有着大量的宝物 不过陈楚人倒是有些好奇 这沙族 莫非也是首领争霸赛里面遇到的那些 被放逐的种族吗 不过陈楚人并没有过多地去想这些 没什么意义 走吧 随即 陈楚人将小蓝收回了座器空间 便带着众人进入了沙族宫殿 一进去 便是一条长达数百米长的走廊 走廊的尽头 隐隐有着一团发光的东西 因为太远 不过陈楚人的肉身得到了不小的强化 视力也增强了不少 他大致看清了那团发光的东西 好像是个水晶石 咚咚咚 这时 走廊两边传来了一阵阵的声响 紧接着 数十个沙族士兵 从走廊两边的墙壁当中走了出来 手中紧紧地攥着长矛 杨剑 你去把那颗水晶石拿过来 陈楚人缓缓说道 根据之前的经验 这些沙族士兵 恐怕也都是有着能量源泉 能够让他们不断地修补 这座走廊里也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那颗水晶石了 是 杨剑应声道 随后便化作一道流光 直接冲了出去 所过之处爆发出的能量 便直接将几个沙族士兵的身躯 给冲得稀巴烂 不过正如陈楚人所料 那些沙族士兵的身躯 又重新凝聚了出来 嗖嗖嗖 草头军纷纷射出了箭雨 来牵制住这些沙族士兵 以免他们影响到杨剑的行动 箭雨封锁了这些沙族士兵 所有的移动空间 加上他们的实力 远远不如草头军 自然毫无招架之力 一根根箭雨 直接将他们的身躯洞穿 不过很快 一股股莫名的力量 又让他们的身躯修补了 此时 杨剑已经落到了那颗水晶石面前 几百米的距离 对他来说不过一息的时间 杨剑快速观察了一番 随后才伸出手掌 释放出灵力 牵引着那颗水晶石 光荡 一声轻响 那颗水晶石从底座上松动了一下 然后便飘向了杨剑的手里 就在这个时候 陈楚人面前的那几十个沙族士兵 瞬间化作了一滩沙子 走吧 陈楚人缓缓地走了过去 杨剑飞了回来 把水晶石递了上来 陈楚人拿过来 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沙族水晶石 介绍 沙族灵力的结晶 可以调动封沙之力 在沙漠中使用 能够拥有着莫大的威能 宛如沙漠中皇帝 操纵着沙漠中的一切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皱 感觉这玩意儿没啥用啊 限制范围也太大了 万族战场当中 能有几个沙漠 看看这后面 能不能在这沙盘世界里用一用 不然的话 卖给交易所 应该能有个好价钱 陈楚人难难道 随后带着众人继续前进 走廊过后 是一座巨大的花园 说是花园也有些不太对 这里只有两边的灌木和草丛 然后中间有着一个小水潭 但是 这可是在沙漠当中 能有这些都算是奇迹了 这沙族 难道都是把宫殿建在了绿洲之上吗 陈楚人难难道 就在这个时候 地面上又凝聚出了接近一百个沙兵 又是故技重施吗 陈楚人有些无语了 怎么回回都是这样 一点心意也都没有 自己都觉得有些无聊了 很快 陈楚人就皱起眉头了 因为他并没有发现 四周有什么特殊的东西 能够给这些沙兵输送能量 会是哪里呢 陈楚人不断地扫视着四周 这时 陈楚人发现 一旁的杨俭 缓缓地盯着那座水潭 杨俭 可是那水潭 陈楚人问道 他毕竟无法感知灵力 所以不能确定 杨俭点了点头 那就交给你了 陈楚人说道 于是 杨俭再度一跃而上 然后握紧焚天眼月刀 往那水潭猛地一插 一道强大的冲击 从刀尖迸发而出 哄 一声巨响 那水潭瞬间炸裂 紧接着 几道蓝色的光点从当中飘了出来 缓缓地飘到了陈楚人的面前 陈楚人伸出手 那些光点便安稳地落到了他的手掌当中 光芒消散 露出了他们的面貌 是一个个如同玻璃的碎片 杀片 介绍 沙漠当中自然形成之物 蕴含着庞大精纯的能量 能够极大地提升领主的灵力 陈楚人眉头一挑 心中大喜 没想到 居然是能够提升领主的物品 这可是相当珍贵的啊 不过他眼下经脉还没有打通 暂时是用不了的 无妨 现在已经突破到了三本 四本指日可待了 不远了 不远了 陈楚人心中宽慰着自己 便将这些杀片收好 之前的那些什么杀足水晶石 出了杀盘世界之后 就可以直接卖给交易所了 但是这杀片自然是要留着的 这时 挡在陈楚人面前的 一百名杀足士兵不攻自破 众人穿过了花园 终于来到了正殿 正殿的大门都有着几十米高 气势无比恢弘 此时 杨俭三人眉头一皱 领主大人 这里面似乎有着几道 十分强悍的气息 陈楚人来了几分兴趣 按照惯例 守卫者越强 那能够得到的宝物 自然也就越珍贵 杨雪四人也看了看自家的英雄 问他们有没有感知到什么 几人的英雄 一脸迷惑地摇了摇头 他们啥都没感觉到 第150章 真正的沙漠皇帝 杨俭 九天玄女 还有慈航大士三人走上前 将陈楚人挡在身后 如果有什么危机的话 他们也能够第一时间保护陈楚人 对你们有威胁吗 见状 陈楚人不由得好奇地问道 杨俭三人皆是摇了摇头 的确 先前杨俭说他感知到了几股强悍的气息 但也只是和前面的那些沙族士兵相比而言 跟他们三人相比 那还是差了一大减 见状 杨雪几人也是下意识地撇了撇嘴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感觉到了一股凡尔赛的气息 当然 他们也没有怀疑什么 毕竟先前杨俭三人的实力 他们也是亏见一斑 面对十多个英雄的围攻 依旧能够碾压 可想而知 杨俭三人若是全力爆发 恐怕还要再强大数倍 他们都难以想象 这得有多么强大了 于是 陈楚人还是放心地交给了杨俭三人 宫殿正殿前方 有着一道灵力屏障 十分稳固 哪怕是先前不止火天等人的 那十多个英雄联手 也不一定能够破开 杨俭看了几眼 便提起焚天掩月刀 然后注入灵力 一刀挥了下去 哄 整个宫殿仿佛都震动了一下 那道灵力屏 站在这一刀面前 脆弱得如同纸壶一般 屏障没了 众人便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 不过刚刚踏入正殿的那一瞬间 众人便感受到了一股强横的灵力气势 好强 我感觉自己都要被吹飞了 杨雪身旁的艺人说道 即便他们站在陈楚人身后 都能够感受到如此强大的威压 陈楚人倒还好 毕竟肉身比他们强大了不少 没想到光气势都这么强 陈楚人有些惊喜地难难道 当然 这点气势在杨俭三人面前也不怎么够看 杨俭三人平时都是将自己的气息极度收敛起来 不然的话 随便释放一些就能让杨雪几人直接被压得趴在地上 动弹不得分好 要是全部爆发出来 恐怕整个宫殿都被要湮灭 这可不是夸大 陈楚人顺着前方望去 只见几百米远 正殿的最前方有着三个巨大的王座 三个王座并排 并且最中央的王座还要比旁边两个高一些 大一些更加豪华威武 王座上面端坐着三道身影 中间的是一个浑身穿着金黄色铠甲的男人 只有脚腕手腕等少数几处裸露出来 头顶还带着一座镶嵌了各种各样的宝石 看起来滑贵无比 身旁两个则是穿着一系暗黄色长裙的女子 但脸上也都戴着半边面具 不过整体的气质也依旧是相当的滑贵雍容 只不过 陈楚人却敏锐地观察到 这两个女人的眼睛里似乎有些暗淡 不太像是正常的神采 有点像傀儡木偶 陈楚人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心中便警惕了起来 杨检三人也是感觉到了不对劲 但是奈何来到万族战场之后 天道对他们的压制太强了 哪怕是有着以往的百分之一 也能够一眼洞穿对方的一切 但是没办法 便只能小心一些了 欢迎各位 忽然 那中央王座上的男人突然开口道 话语当中明显有着一丝强压的喜悦 紧接着 男人站了起来 身旁的两个女人停顿了一秒 然后才跟着站起来 搀扶着男人的两只手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这座宫殿的主人 也是沙族唯一的皇帝 你们也可以称呼 我为沙漠皇帝 男人笑了笑 随着他说完 大殿四周 似乎都涌起了一股股漫天的黄沙 来配合着他 沙漠皇帝 陈楚人难难道 这个名字倒是有些眼熟 哼哼 你应该清楚 我们是敌人吧 陈楚人冷冷地说道 按理来说 陈楚人对于这些沙族来说 就相当于是入侵者 结果这个什么沙漠皇帝 居然还这么客气礼貌 肯定会不安好心 不过陈楚人倒是想看看 这个家伙打着什么主意 只见那个男人轻笑了一下 然后摇了摇头 不 你们不仅不是我的敌人 甚至还会是我的朋友 男人缓缓说道 脸上是一副颇为和善温和的笑容 不过他越是这样 却越让陈楚人心中更加警惕 哦 什么意思 陈楚人问道 想必几位在这世界里待了这么久 也应该大概明白 我们的处境了 我们沙族因为一些原因 被天道放逐到了这个沙盘世界里 彻底地和万族战场隔绝 现在 也只能沦落成了各位的魔刀石 当然 这一切并不怪你们 说到底 还是因为我们的原因 惹怒了天道 男人说着说着 脸上满是追忆之色 眼眸里充斥着无奈和后悔 不过转瞬即逝 男人的眼神又恢复了之前的坚定 直勾勾地盯着陈楚人 所以 我愿意拿我这宫殿里所有的财宝 请阁下帮一个小忙 男人说道 他也看明白了 这一对人里最强大的 虽然是那前方的三人 强大到连他都看不透这三人的底细 但是 明显身后的那个普通人 才是核心 那三人也是听命于他 帮个忙 陈楚人的眉头 下意识地皱起来 是的 我可以保证 对于阁下来说 绝对是顺手之事 而且也对阁下有着莫大的好处 除此之外 我这宫殿里的财宝 也可以尽数赠予阁下 我这财宝 可要比另外四个家伙多不少吗 男人笑着说道 他口中所说的另外四个家伙 应该就是另外四个光珠落下的地方 那里面应该也是有着四座宫殿 里面也有着和男人差不多的家伙 陈楚人微微眯着眼睛 仔细地打量着男人 不过半天了 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但是男人那脸上一直挂着的笑容 却是让陈楚人心底有些不太放心 不管怎么样 先看看这个家伙 到底想要自己做什么吧 陈楚人打定主意 便开口道 你先说说 看你要我帮你什么忙 男人眼底闪过了一丝意料之内的喜悦 接着 他缓缓地拿下了头顶的那个 镶嵌着满满当当宝石的王冠 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 然后微微往前一送 看着那顶王冠 男人眼底闪过了一丝不舍 但最后咬了咬牙 还是开口一字一句地道 我想请阁下将我这顶王冠带出沙盘世界 第151章 沙族皇冠 阴谋的味道 我想请阁下将我这顶王冠带出沙盘世界 话音一落 众人的目光全部落到了那顶皇冠之上 皆是一脸不解 这皇冠的确很是华贵 但是也不用特别带出去吧 或者说 这顶皇冠还有着什么特殊之处吗 众人看向了男人 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这顶皇冠 承载着我们沙族的力量 有了他 便可以招募出我们沙族的精英将士 男人继续说道 话音一落 杨雪四人顿时身体一震 原来 这个皇冠居然能够招募沙族士兵 他们之前也是见识过沙族士兵的 虽然在陈楚人手下走不过一招 但也可不是他们能够比拟的 要是能够招募兵种的话 至少也是B级兵种吧 甚至很大代率是A级兵种 杨雪几人拥有的兵种 基本上都是C级D级兵种 哦 陈楚人眉头一挑 倒是有些意外 这 你把这皇冠交给我的话 那岂不是让你的子民 给我做牛做马 要知道 那些领地巢穴的boss 可没有谁愿意让自己的子民 去其他人那里做牛做马 然而 这沙漠皇帝居然主动把皇冠交出来 甚至还是用请求的口吻 这实在是太匪一所思了 只见那沙漠皇帝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阁下有所不知 我们沙族被天道放逐在这片世界里 如果不是你们来到这里 这个世界就完全没有了时间流动 像是死了一样 但是我们又不会死 却依旧能够感知到 无穷无尽的时间流逝 已经不知道 过了多少个会员了 沙漠皇帝靠在了王座上 像是浑身无力一般 身旁的两个女子 也是跟着坐了下去 只不过肢体明显有些僵硬 所以 相比于一直待在这个死亡的世界里 我宁愿让我们沙族的二郎们 回到万族战场上厮杀 也算是 让我们沙族的血脉续存下去 沙漠皇帝缓缓说道 轻轻地闭上了眼 像是一个接受了自己 即将死亡的驰木老者 杨学几人颇有些动容 仿佛看到了一个 心绪子民的王国之君 心中涌出了一股感动和同情 如果沙漠皇帝问的是他们的话 他们恐怕立刻就答应下来了 然而 陈楚人却是眉头一皱 并没有立刻答应下来 虽然这沙漠皇帝说的 倒是有模有样 理由动机看起来也很充分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直觉告诉他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陈楚人想了想 然后让杨简走到自己身旁 压低了声音 杨简 你去拿那个皇冠 仔细看看有没有问题 明白 杨简走了上去 行 我答应了 把王冠交给我的英雄吧 陈楚人露出了一个微笑 温和地看着沙漠皇帝 沙漠皇帝见状 目光落到了 走到自己面前的杨简身上 顿时 他的身体下意识地颤抖了一下 心里一股心悸 他的脸色明显犹豫了一下 不过仅仅只过了一秒 他便反应了过来 连忙将犹豫之色收了回去 然后 将皇冠小心翼翼地 递到了杨简的手中 眼神看起来颇为不舍 但是陈楚人却觉得沙漠皇帝 是故意装出的这副模样 杨简接过皇冠 表面上并没有多看几眼 但暗地里 却是仔细地感知了一番 随即 他缓缓地皱起眉头 十多分钟之后 陈楚人等人 从沙族宫殿当中走了出来 同时 他们也得到了沙漠皇帝 给的所有财宝 陈楚人大致看了一下 这些东西 他倒是用不上 但应该十分地值钱 若是卖给交易所 少说也得有个一两百万吧 这还只是陈楚人保守估计罢了 但是一踏出沙族宫殿之后 陈楚人那淡然的脸色 瞬间眉头一皱 陈楚人看了看手中的皇冠 那毒辣的阳光洒下来 照在这上面的宝石上 璀璨无比 耀眼的 都让人无法睁开眼睛 沙族皇冠 介绍 沙族帝王所拥有的皇冠 里面集结了整个沙族的心血结晶 可以使用此物招募兵种 沙族士兵 同时 陈楚人也了解到 这个沙族士兵居然是A级兵种 看来 另外四座宫殿里 应该也是一样的套路 A级兵种啊 我想 应该没有谁能够抵挡这份诱惑吧 陈楚人难难道 哪怕是崔璃儿那几个高层 恐怕都会引红几分 如果没有陈楚人的话 A级兵种 就几乎是蓝星各国 所能够拥有的最高级兵种了 任谁能不心动 呵 陈楚人看着手心的皇冠 轻蔑地笑了笑 然后无所谓地将皇冠抛了抛 像是在随意玩弄一件不值钱的玩具一般 这一幕落到杨雪四人眼里 那是直接吓了他们一跳啊 他们的心 都仿佛随着这皇冠一上一下的起伏 也就是首领大大了 这么珍贵的道具 居然如此淡定 甚至是 满不在乎 几人无比艳羡地说道 不过他们 也生不出什么极度的想法 只有在同一个层次的 看到我别人比自己好 才会容易生出极度之情 而陈楚人 明显已经超越他们太多了 早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了 陈楚人挑了挑如风般俊逸的眉梦 嘴角微微上扬 要是那不知火天进去了 估计就已经上套了 只可惜啊 你遇上的人是我 只能说你时运不济了 陈楚人笑了笑 不过随即 他便有些担忧了起来 万一催连他们几个 也进入了那几座宫殿里 恐怕也拿了这个皇冠 看来 等离开了沙盘世界 就得第一时间联系他们三个了 陈楚人心中想着 随后把皇冠交给杨姐 便带着众人继续上路 第152章 不知火天 已经被我淘汰了 就在陈楚人离开宫殿之后 沙漠皇帝缓缓地坐回到了王座之上 紧闭的双眼忽然睁开了 然后嘴角一扬 露出了一个十分诡异邪魅的笑容 没想到这个家伙 居然还挺警惕的 不过这么多年准备的手段 又岂是那么容易看出来的 不过那三个家伙的气息 居然如此浑厚 我居然都感知不出他们的深浅 不过应该也拦不住我的 说完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一瞬间 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然后干扁了下去 像一个突然漏气的气球一样 然后整个身体都直接瘫倒在了王座之上 就像是一具尸体 完全没了先前的那股生机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左边的那个女人的眼睛忽然闪了一下 通报当前沙盘世界剩余人数 洪荒战区12人 天照战区16人 伊邪纳美战区3人 高天元战区0人 9个樱花战区居然只剩下了不到40人 而洪荒战区居然还有12人 双方的差距居然缩小到了这个地步 陈楚人都有些惊讶 看来 崔莉儿他们应该也聚集了不少人 陈楚人难难道 自己这边就有5人了 也就是说 崔莉儿他们三个高层 至少有一位还存活在沙盘世界里 并且周围聚集了6位洪荒领主 这对于陈楚人来说 可是一个不错的好消息 樱花战区里最强大的 也就是那个不知火天了 现在不知火天也被轻松解决了 剩下的都是些虾兵蟹将 不足为虑 可以说 未免之主已经可以确定是陈楚人了 接下来就该去把剩下的家伙清扫干净了 陈楚人难难道 总剩余人数 已小于100 现将所有领主 全部传送到沙族擂台 绝出最后的圣者 天道的声音刚刚落下 一道光芒 便瞬间将陈楚人等人吞噬 两秒之后 陈楚人等人在睁开眼睛 便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圆形沙盘之上 这应该就是天道所说的沙族擂台了 与此同时 另外也有四道光团落下 显然便是另外四座宫殿聚集的人 其中有三对人都是樱花人 剩下的一对便是他们洪荒战区之人 为首的是崔莲和宁红叶 陈楚人 宁红叶一眼便看到了陈楚人 顿时兴奋地跑了过来 崔莲连忙带着剩下的人跑了过来 正如陈楚人所预想的那样 整个沙盘世界里面 洪荒战区便只剩下了他们这两拨人 太好了 我就知道 你肯定不会有事的 宁红叶冲到了陈楚人的面前 脸颊兴奋得红润无比 起伏的胸脯也是一阵舒缓 显然是松了一口气 虽然宁红叶知道陈楚人的实力深不可测 但是这沙盘世界里实在是太多人了 他一直都很担心 万一陈楚人运气不好 遇上了一大堆樱花人的围剿 那该怎么办 不过现在终于看到了陈楚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陈楚人也是回忆了一个温和的笑容 然后便打量起了他们一行人 兵种数量加起来也只有两百多了 显然 他们这一路上也是损失了不少 实际上 若不是宁红叶和崔灵儿都有着一些恢复道具 不然的话 他们的兵种早就消耗殆尽了 能不能坚持走到这里 都是一个大问题 紧接着 崔灵儿几人将目光放到了陈楚人的身后 看着那乌泱泱的一片 顿时瞳孔一阵 陈楚人 这些都是你的兵种 崔灵儿捂着小嘴 满脸震撼地问道 他心思细腻 自然是一眼便观察到了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三个兵种 你 你已经突破到了三本 他郊躯一阵 随即 宁红叶这才注意到 陈楚人背后的庞大军队 也是吓了一大跳 在他们震撼的目光当中 陈楚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神色没有一丝的巨傲 十分地平常 这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这怎么也得有接近六百人了吧 你是有多么富啊 居然能够扩充这么多人 而且领地建设居然也没有落下 还甩了我一大截 我想要升级到三本 哪怕是权力发展建设 都至少要半个多元 崔灵儿 无比震惊 哪怕是他 几乎花光了全部的积蓄 都才只在原来的两只兵种上 扩充了不到一百人 而陈楚人 居然都是他的六倍了 崔灵儿不知道的是 陈楚人的兵种 还是SSS级的 扩充所需要的领主币 可是他的数十倍 甚至上百倍 我的运气向来不错 陈楚人笑了笑说道 运气 你觉得我会信 崔灵儿忍不住翻了一个白眼 他现在都越来越怀疑 陈楚人不会是 中央哪位大佬的亲儿子 故意放到他们这些 普通战区里来历练的了 但仔细一想 也不是很合理 他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时 那三波樱花人 也都聚集在了一起 奇怪 不知火军去哪里了 怎么没见到他人呢 比两版战区的首领小野太郎 仔细看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不知火天的身影 不由得很是疑惑 难道说不知火天没有去那五座宫殿 所以没有被传送过来 可是也不对啊 天道并没有说 只把去了宫殿的人传送过来 于是 小野太郎便清点了一下领主的人数 数完之后 小野太郎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会 然后他连忙又数了一遍 两遍 怎么可能 小野太郎脸色瞬间黑到了极点 仿佛双清同轰 38个人 刚刚天道通报的时候 我算过了 我们一共还有38个人 可是这里就已经有38个人 也就是说 不知火军已经被淘汰了 小野太郎不敢相信 可是他已经数了好几遍了 自己的确是没有数错 即便他再怎么不敢相信 也只有这一个可能了 不知火军已经被淘汰了 此时 催里儿几人 也是观察到了小野太郎这边的慌乱 不由得有些疑惑 那个好像是比良版战区的首领 怎么脸色看起来跟死了双清似的 奇怪 怎么没看到那个天照战区的首领呢 不是说 这一次樱花九大战区 全部都听那家伙的吗 催里儿和宁红叶都有些疑惑 他们也知道 樱花战区现在最强的 便是那不知火天 在未免之主争夺战开始之前 他们几个可都是做了不少的准备 仔细地调查了不知火天 他们也知道 樱花国这次是把希望多压在了不知火天身上 有着樱花国的支持 哪怕是 他们两人联手都打不赢不知火天 所以 他们也十分地担忧 这时 陈楚人走过来 淡淡地说道 你们是说 不知火天吗 他已经被我淘汰了 第153章 争夺战的尾声 你们是说 不知火天吗 他已经被我淘汰了 陈楚人淡淡的声音 落入了他们的耳朵里 如同平地惊雷一般 什么 不知火天已经被你淘汰了 两人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楚人 两双美眸都要凸出来了 嗯 陈楚人点了点头 这时 杨雪身后的三人 小心翼翼地叹了过来 那个 我们几个可以作证 先前在那个宫殿门口 我们遇上了不知火天 带着的十多个樱花领主 然而 他们在首领大大面前 就跟豆腐一样 毫无抵挡能力 就是就是 先前首领大大可帅气了 绞成巨龙 谈笑间 便让那十多个英雄 和几百个士兵 灰飞烟灭 几人忍不住畅谈起来 不过 倒也并没有夸大的成分 这的确是事实 听完 崔莲和宁红叶的情绪 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十多个英雄 几百个士兵 在陈楚人面前 不堪一击 老实说 他们是怎么 也不会相信的 可是 他们又仔细地观察了一番 陈楚人背后的军队 整齐有序 气势昂扬 浑身上下没有一丝的伤痕 和疲惫之色 完全不像是经历了一场战斗的军队 这样一看的话 那三人所说的 未必不是事实 可是 这也太离谱了吧 好了 不说这个了 先看看这群家伙的行动吧 陈楚人转移了话题 现在也不是纠结不知火天的时候了 眼下 他们的敌人 便是这些樱花人了 崔莲和宁红叶 也是点了点头 收张好了自己的情绪 他们也是 分得轻轻重缓急的 众人望去 只见那些樱花人 也从原先的嘈杂慌乱 变得安稳了一些 小野太郎也接受了现实 竭尽全力地 在挽回着众人的军心 大家别灰心 我们人数是他们的三倍 一定可以击败他们的 到时候 不知火军肯定大大的赏赐我们 这可是我们立功的绝佳机会啊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眼下他们就剩十二个领主了 我们这么多人 你们还怕什么 可是 小野军 他们这兵种加起来 也得有七百多了吧 咱们现在也就只剩五百多了 喜仁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们的人数优势 在兵种数量上 已经完全被逆转了 只有在英雄数量上 才仍旧保持着巨大的优势 没事 我们的英雄数量优势巨大 兵种数量差距并不大 只要稍微拖一拖 便足够我们的英雄击溃他们 到时候 陈楚人他们 也只能选择捏碎沙盘 小野太郎坚定地说道 老实说 他心里其实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毕竟这么久以来 那么多比他强的 都在陈楚人身上 一次次翻车了 可是现在 哪怕是他一丝胜算都没有 都必须做出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不然的话 连他都没了信心 这一战 就真的不用打了 听完小野太郎的话 众人明显要好了一些 小野军 我们都听你的 好 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 小野点了点头 眼底闪过一丝决绝和坚定 他也不想再耽误下去了 直接开启大决战吧 于是 他深吸了一口气 目光坚毅地看着陈楚人方向 随即 他一声令吓 冲 优先攻击陈楚人 顿时 手下的四五十个英雄 鱼贯而出 尽数冲向了陈楚人 虽然领主还有三十多个 但是一路上 还是损耗了一些英雄 紧接着 五百名士兵 也是纷纷冲了出去 气势凝聚而出 仿佛蝗虫过境 寸草不生 不好 他们居然就直接冲过来了 崔璃儿顿时心中一紧 连忙想要手下的士兵们 释放出灵力防御 这时 陈楚人上前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肩膀 交给我吧 陈楚人淡淡地说道 不用言说 杨俭和九天玄女 以及慈航大士 便走上前了 他们直面那几十名英雄冲了出去 自然是英雄对英雄 哼 没想到这陈楚人 居然如此自大 见状 小野太郎嘴角一撇 眼神当中多了几分轻蔑 如果陈楚人立刻让所有人出动 那么他们的这些英雄想要取胜 恐怕都要花费一段时间 但是陈楚人居然如此自大 仅仅派出了自己的三个英雄 这不是再给他机会吗 小野太郎心中顿时窃息起来 他终于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这一次 他可算是能够力挽狂澜了 离开沙盘世界之后 那不知火天该怎么感谢自己呢 嗯 等等 最后的赢家是我啊 是我比两板战区 也就是说 卫免之主是我的了 想到这里 小野太郎顿时心中狂喜起来 虽然说上面下了命令 让他们所有人 听从不知火天的安排 以天照战区为首 可是 这次完全是不知火天 自己不争气 居然提前被淘汰了 自己赢了陈楚人 不知火家族 也完全没有理由来怪罪自己 甚至还得大大的犒赏自己 不然的话 卫免之主 可就得落到陈楚人的手里了 哈哈 一想到之后的美好前途 小野太郎便忍不住狂喜起来 权力 金钱 甚至是美女 一切的一切 都将是唾手可得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道尸体从天而降 落到了他面前 顿时 小野太郎脸色黑到了极点 因为那些尸体 全都是他刚刚派出去的英雄 第154章 结束 洪荒未面 就在一分钟前 杨检 九天玄女 还有慈杭大士三人 纷纷冲了出去 与那几十名樱花 英雄交战 慈杭大士 率先闭上眼帘 低头开始轻盈 顿时 一道道佛陀虚影 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仿佛穿越了 亘古长河而来 带着苍茫无尽的气息 顿时 这些樱花英雄 全部都愣了一下 这些佛陀虚影 将他们包围 看起来有些不妙 虽然他们也不知道 这些佛陀是什么玩意儿 但是本能地感知到了 一股莫大的危机 下一秒 那些佛陀开始低营 一道道梵音 从四面八方涌来 那声音 直入他们的内心最深处 仅仅是一瞬间 他们便失神了 随后 杨茜和九天玄女 便直接释放出了 自己的攻击 一道披天盖地的刀芒 一群粉色凌厉的游龙 皆是携卷着 毁天灭地的气势 哄 几道巨大的声响 密集的根本就分不清 爆炸了几下 两三秒的时间里 巨大的尘土和烟雾 便将所有人笼罩 随后 这些樱花英雄的尸体 便重重地摔落下来 喷喷喷 您的英雄 寒剑侠客已死亡 您的英雄 风花刺客已死亡 您的英雄 一众樱花领主的脸色 瞬间黑到了极点 脑海里不断地传来 自己英雄死亡的播报 随着那一道道尸体的落下 他们的心也越来越冰冷 炎热的沙漠里 酷热的沙盘泪台上 他们却如坠冰枯 这 怎么可能啊 小野太郎瞪大了眼睛 那两只眼球都要从眼眶里凸出来了 看起来有些吓人 他无法接受眼前的这一幕 自己这可是有着几十名英雄啊 而对面才三个英雄 要知道 五十只羚羊 都能够把三头健壮的狼给捅死 可是 他们的这些英雄 却连一分钟都没有坚持下来 咕咚 小野太郎身后的那些领主 皆是无比恐惧地望着陈楚人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随后 不知道是谁意识害怕到了极点 居然直接从怀里拿出了沙盘 直接捏碎 他也懒得去管这些兵种了 连人数占优的英雄都死得这么惨 这些兵种更是没有希望了 还不如直接跑了 小野太郎这边 军心已经彻底被击散了 有了一人的开头 其余人也是纷纷捏碎了沙盘 随着他们的离开 前方正在冲刺的樱花大军 也是十多个几十个的人瞬间消失 短短的几十秒过去 便只剩下了小野太郎的那六十多人 小野太郎的身后 那些领主已经全部跑完了 便只剩下了小野太郎一人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挑 这一幕太眼熟了 他都看了好几回了 不过 这倒也是人之常情 哪怕是他自认为 洪荒战区的凝聚力 远远超过了这些樱花战区 但要是真遇到了这种 远胜自己的强敌 恐怕其他人的表现 也不会比这些樱花人强多少 就连夫妻本是铜铃鸟 大男铃头个自飞 陈楚人上前几步 但默地看着小野太郎 眼下 整个沙盘擂台当中 便只剩下了小野太郎 这一个樱花人 还有他的几十名兵种 他的兵种们 也早就退了回去 慌张地望着陈楚人这边 先把他的兵种解决吧 陈楚人喃喃道 随即 草头军便纷纷拉弓 注入灵力 一道道光剑骑射而出 将整片天幕都给遮蔽了 嗖嗖嗖 漫天的剑雨袭来 见到这一幕 小野太郎顿时瞳孔一震 他终于反应了过来 连忙从怀里拿出了沙盘 一把捏碎 然后便消失了 我还以为会像 不知火天那个傻缺一样呢 陈楚人轻轻则舌 不过无所谓了 这些人跑不跑 对他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现在 自己便能够拿下 未免之主的位置了 那时 有着未免之主的权限 这些樱花人在自己面前 就如同蝼蚁一般 根本就掀不起任何的风浪 到时候 自己想怎么收拾他们 就怎么收拾 不用着急这一会儿 这时 崔莲和宁红叶走了上来 绝美的脸上 满是震惊之色 那诱人的小嘴 已经张大到了极点 若是一些变态看到了 恐怕立马就生出了 塞进一些东西的想法 他们终于是亲眼见识到了 陈楚人的恐怖实力 三个英雄 轻轻松松便解决了对方 几十名英雄的围攻 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 陈楚人的那三个英雄 实力起码是他们的十多倍 虽然之前听杨学几人说过 但是亲眼见到了 心中才是震撼到了极点 陈楚人 你到底是怎么培养的 为什么你的英雄 居然强大到了这种地步 崔莲下意识地问道 他心里就像是有着 一万只蚂蚁在爬一样 真的恨不得把陈楚人 扒光来看看 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或者说特长之处 特长之处 那肯定是有的 陈楚人眼角一阵抽搐 然后无奈地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陈楚人可没有撒谎 他是真不知道 脑海里莫名其妙出现的 那本神话书 他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莲鼓起嘴 美好气地 白了陈楚人一眼 不过他也知道 自己有些失礼了 于是他平复好 自己的情绪 然后向陈楚人 微微低了低头 不好意思 刚刚实在是有些太激动了 所以才有些失礼 陈楚人摆了摆手 道 没事 他自然也不会放在心上 人之常情吗 像之前宁红叶也是这样 他都习惯了 而且 以后估计也还会碰到 不少这样的情况 想到这里 陈楚人心里 也不免有着几分得意和窃喜 这时 一道道光芒 又将陈楚人等人笼罩 画面一转 陈楚人便发现自己 回到了领地里 糟了 忘记跟崔灵和宁红叶 说那个杀族皇冠的事情了 陈楚人眉头一皱 心里有些担忧了起来 这时 天道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卫面 卫面之主争夺战已结束 获胜战区 洪荒战区 洪荒战区所有领主 获得气运加0.5 洪荒战区首领陈楚人 获得气运加1 洪荒战区首领陈楚人将成为 卫面之主 同时 十大战区之间的避障 也将彻底消失 各大战区彻底融合 随后 一道光芒出现在了陈楚人的面前 请为当前卫面命名 陈楚人没有犹豫 便将两个字写了上去 洪荒 当前卫面命名为 洪荒 第155章 卫面之主 当前卫面命名为 洪荒 当前卫面命名为 洪荒 当前卫面命名为 洪荒 天道的声音 传遍了整个卫面 现在 十个战区已经融为了一体 也就没有战区之分了 洪荒战区 也就不复存在 现在 有的只有洪荒卫面 而陈楚人 便是这洪荒卫面的 卫面之主 此时 那些樱花人彻底的慌了 怎么回事 为什么最后赢的是 洪荒战区 这怎么可能 我们族族是他们的九辈 为什么会输了 一众樱花人 在卫面聊天频道里 咆哮着问道 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虽然 他们在沙盘世界里 由于里面的沙族士兵 或者是面对洪荒战区的领主 被淘汰了 但是他们依然觉得 优势在他们那里 从来就没有怀疑过 最后的结果 居然会是洪荒战区取得胜利 天啊 我们这次居然会输给大下人 这岂不是要被整个 蓝星的人给笑死了 我还有什么脸 回去见我的家人啊 樱花人们继续哀嚎着 他们怎么都没有想到 最后居然会是这个结果 在这之前 他们都在脑海里幻想过无数回 等卫面之主争夺战结束之后 该如何地虐待陈楚人 和一众大下人 那个时候 陈楚人和这些大下人都 只会是他们嘴里的肥肉 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最后的结果 却是大大相反 现在他们成为了 洪荒战区众人砧板上的鱼肉 完蛋了 这下完蛋了 我的领主生涯 就这么结束了吗 我不甘心啊 不 不 此时 剩余的几个樱花首领 连忙商量了起来 怎么回事 不知火天人人呢 他们发现 不知火天居然失踪了 不知火军 不会是死在了沙盘世界里吧 有人说道 不会吧 不是有沙盘吗 遇到危险 直接捏碎沙盘就行了 也来得及啊 怎么会死呢 有人不解地说道 该死 我记得 不知火家族 不是给了不知火天什么宝物吗 为什么还会说 就是啊 我们打不过陈楚人就算了 不知火军怎么也输了 难不成 他运气不好 单独遇上了陈楚人 不至于吧 毕竟我们人这么多 不知火天的运气 不至于那么呗 众人议论纷纷 但最后 他们也都无奈地确认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不知火天多半是死在了沙盘世界当中 现在 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陈楚人成为了卫面之主 恐怕第一时间就要清算我们 的确 陈楚人本来就强得过分 现在有了卫面之主的权限 更加方便了 轻轻松松就能够将我们解决 众人开始害怕担心了起来 有了卫面之主的权限 陈楚人就可以直接传送到他们领地里来 他们现在就害怕 下一秒自己的陈楚人大门就被陈楚人给轰开了 我已经联系总局的人了 看他们能不能商量出什么对策吧 唉 只能这样了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吧 不然那陈楚人万一真的如此狠辣 我实在是有些担心啊 此时 蓝星 樱花国万族战场总局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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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局长无比愤怒地拍着桌子 眼珠子气愤地都要突出来了 周围的人全部都低着脑袋 默不作声 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输的 九个战区 足足是洪荒战区的九倍人数 还有那不知火天 我们可是给了他一颗八旗水晶石 都这样了 居然还能输掉 他无比愤怒 胸口一上一下半天都平静不下来 换做其他人 再怎么生气 也都不敢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骂不知火天 毕竟不知火天 可是不知火家族扶持起来的 之所以他敢这么骂 是因为这个新任局长 便是不知火家族的一位长老 自从上回首领争霸赛 不知火箱死亡 不知火家族震怒 便派下他来 全权接管万族战场总局 因此 他也利用自己的势力 将资源大幅度地倾斜到了 不知火天的身上 可是最后全是这个结果 这不知火天真是扶不上墙 烂泥一探 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道 要不是不知火箱小姐死了 族里哪里会扶持这么一个蠢货 不知火天还没有联系上吗 他怒斥道 回大人 不知火天好像 好像已经死在了那个沙盘世界当中 其中一人颤巍巍地站起来说道 死了 他一听 眉头顿时一皱 不过心中倒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反而还觉得有些解气 死了也好 真是个废物 他恶狠狠地朝一边吐了一口唾沫 他心中的怒火 已经完全把它燃烧了 让他完全不管自己的形象了 巴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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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怒骂了好几分钟 这时 一个有些年轻的研究员 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那个 局长大人 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 是怎么处理这九个樱花战区的领主 新任局长缓缓地看向了他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顿时 后者身子猛地颤抖了几下 说的也是 这却是时光一个十分紧急的问题 他点了点头 然后看了看众人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要跟大厦商量商量吗 他环视了一圈 可以 嗯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众人传来了嘻嘻嘻嘻的声音 可以个屁 突然 新任局长重重地拍了拍桌子 脸上的五官愤怒地扭曲在了一起 一群废物 有什么值得我们浪费资源 去向大厦妥协的 第156章 杀族皇冠里的女人 领地里 陈楚人开始清点自己的收获 随后 陈楚人立马给崔莲和宁红叶发消息 你们快把那杀族宫殿里得到的皇冠交给我 那个皇冠是有问题的 收到陈楚人的消息 崔莲和宁红叶皆是心中意紧 他们的确是在其中一个宫殿当中得到了一座皇冠 和陈楚人的遭遇几乎是一模一样 两人对陈楚人也是无比幸福的 没有多说便立刻把皇冠发送给了陈楚人 陈楚人连忙拿出皇冠 然后交给了杨俭 杨俭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 明白 随即 杨俭释放出灵力 牵引着将两个皇冠 悬浮在了自己的身前 随后额头的天眼猛地睁开 顿时 一道恐怖灵力的光芒 从天眼当中暴射而出 天眼之下 一切痕迹无所遁形 两道虚幻的身影 渐渐地从皇冠当中显现出来 最后 形成了两道 身穿黄色华服的女子 陈楚人定睛一看 其中一个 便是先前他看到的那个沙漠皇帝身旁的女子 嗯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皱 他原以为会是那个沙漠皇帝呢 没想到 居然会是个女人 此时 那两道身影无比慌乱 惊恐地环顾着四周 面对着身前的杨茧 她们十分地畏惧 居然被发现了 这怎么可能 两女心中无比震撼 为了脱身 她们在无尽岁月之前 就开始筹划 一点点地将自己的灵力神石 注入到了这皇冠当中 然后 趁着她们的丈夫沉睡之际 悄然地一点点蚕食她们的神石 最后纠战雀巢 占据了她们的身躯 获得了沙族最强大的力量 随后 她们控制着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沙漠皇帝的身躯 将这沙族皇冠彻底炼化 将自己的大部分灵力 寄托在了上面 又用无尽岁月的时间去遮掩 可以说是天衣无缝 哪怕是天道 都没有半分的察觉 不然的话 在陈楚人她们 带着沙族皇冠 离开沙盘世界的瞬间 天道就会湮灭她们的意识 但是天道并没有发现 她们心中无比的窃喜和兴奋 折服了无尽岁月 终于可以逃出 那个死亡禁止的牢笼了 外面那广阔的世界和自由 正在等待着她们 可是还没有高兴多久呢 便被杨简那天眼 给直接逼了出来 两位 有什么话说吗 陈楚人凝重地看着她们 眼神中满是警惕地质问道 这 两人面面相去 对视了两眼 便达成了一致 她们为了炼化这沙族皇冠 加上在那个死亡禁止的 世界当中存活下来 已经消磨了绝大多数的灵力 现在的她们 实力实不存一 哪里会是陈楚人等人的对手 这一点 她们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可是费尽了千辛万苦 眼看着自由终于来到了身前 只差一步便唾手可得 她们又怎么会放弃呢 对不起 大人 我们不是有意瞒着大人的 两人立马尾声下蹲 低着头求饶道 我们也只是想要逃离 那个禁止死亡的世界 为了躲避天道的巡查 不得不出此下策 还请大人原谅 我们愿意为大人做牛做马 说完 两人便轻轻地撩了撩衣服 不小心地展露着她们 那曼妙的身姿 的确 她们能够成为沙漠皇帝的妃子 本前还是相当雄厚的 即便是在那沙盘世界里 度过了无数个会员 依旧有着动人的身姿 让人小腹自然而然地 升起了一团火热 一旁的九天玄女健壮 顿时眉头一簇 一时间 看向这两人的目光 更加地凶恶了几分 似乎恨不得把她们给吃了一半 陈楚人没有在意 两人那充满了女性魅力的部位 而是打量着她们的灵力 虽然陈楚人现在也无法修炼 但直觉告诉她 这两个女人的灵力 似乎有些飘忽不定 不过 这不是最主要的 最让陈楚人对她们十分警惕的 还是她们的手段 陈楚人大致也猜到了几分 这两个女人 靠着心狠手辣的手段 把那几个沙漠皇帝 都留在了沙盘世界当中 不得不说 陈楚人也是 有些佩服这两个女人的手段 但也正是这样 陈楚人对她们一点都放心不了 这样的女人 的确是有点滋涩 但也伴随着莫大的风险 陈楚人不可能为了 那短暂的几十分钟欢愉 便将自己和整个领地的安危 弃之不顾 要是真把她们收了 恐怕以后 她们也会一点点地蚕食自己 就像那个沙漠皇帝一般 这两个女人 就像是定时炸弹一样 留不得 再说了 论滋涩 这两人加起来 都还不如九天玄女 也就勉强比玄女军要强上一点 陈楚人也不怎么看得上 杨简 把她们清理干净 陈楚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冷冰冰地说道 顿时 两女瞳孔一震 彻底慌了 大人 还请大人再考虑一下 两女彻底慌了 再也顾不得什么 直接将胸口的衣布撕烂 两团雪白的大白兔 在空气中晃动起来 然而 陈楚人则是面无表情地转过身 杨简看着这一幕 心里也是波澜不惊 他堂堂二郎显胜真君 又岂会被这点小小美色 动乱自己的道心 随即 杨简灵力凝聚 然后一刀麾下 见状 两女也顾不得其他了 连忙运转全身的灵力抵挡 可是她们的灵力 本就实不存一 又哪里会是杨简的对手 只听见一声轻轻的轰鸣 两女那曼妙的身躯 便被一道灵力的刀芒斩断 接着 两女的身躯 化作了一点点的流沙 随风而逝 一旁的九天玄女见状 心中也是微微一喜 果然 自己的担心 完全就是多余的 灵主大人 又岂会那种人 随即 陈楚人便看向了手中的 两个沙族皇冠 都是一模一样的 沙族皇冠 介绍 沙族帝王所拥有的皇冠 里面集结了整个沙族的 心血结晶 可以使用此物招募兵种 沙族士兵 简介并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沙族皇冠 的确是可以招募 沙族士兵 这个全新的兵种 而且 随着沙族被放逐到了 沙盘世界当中 也不可能有人通过招募台 招募出这个兵种 因为他一直都觉得 这些沙族士兵 跟纸湖没什么区别 一刀就碎 但实际上 完完全全就是 陈楚人手下的士兵和英雄 太过于变态了 随后 陈楚人便把崔璃的那个皇冠 还给了他 至于自己这个 还是老规矩 留着作为奖励 激励其他人 第157章 驱逐樱花人 陈楚人简单地跟崔璃 两人解释了一下 两人也都有些意外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样的危险 他们也都不会信得过 那两个女人 紧接着 陈楚人就要开始实行 自己未免之主的权利了 其实在未免之主 争夺战开始之前 陈楚人也都已经思考过 该如何处置这些樱花人 九个樱花战区 人实在是太多了 陈楚人也无法大规模地 将这些人一次性 全部清理掉 于是 陈楚人便先将崔璃 宁洪夜 以及罗和城三人 提拔为了未免高层 他们也拥有了一些权限 在陈楚人的示意下 能够拥有驱逐领主的权利 陈楚人和他们商量一番之后 便有了决策 给这些樱花人 两个小时的时间 自行以个人单位 迁移出洪荒卫免 或者直接摧毁 自己的领主之心 回到蓝星 如果两个小时之后 还没有离开洪荒卫免的 就由他们亲自出手 那可就不是驱逐那么简单了 毕竟人太多了 他们无法进行批量的驱逐 只能一个一个地驱逐 所以很费时费力 不然的话 陈楚人也不想轻易地 放过这些家伙 陈楚人打算等一会儿 再通知这个消息 因为在这之前 他还有些其他的打算 陈楚人使用领主权限 将剩余的几个樱花领主的坐标 全部查了出来 然后将这些坐标 分给了杨检三人 你们带队 各自前往这些坐标 尽全力将这几个家伙击杀 陈楚人恶狠狠地说道 这些樱花人前面无比嚣张 甚至早就有了凌辱他们的想法 所以 陈楚人自然不会放过 这几个为首的家伙 这些家伙在樱花国基本上都是些有背景的 但陈楚人可不再怕的 杀了他们的后果 陈楚人才不在意 明白 杨检三人应声道 随即便立马带着三只兵种 踏上了传送阵 依次前往这些剩余的樱花首领的领地 卫面之主争夺战刚刚结束 这些家伙都是被淘汰的 兵种和英雄估计都死得差不多了 一时半会儿 可没那么快恢复过来 加上杨检三人和三只兵种的强大 完完全全可以做到横扫 此时 小野太郎正在焦急忙慌地和家里联系 他们小野家在京都也是名门望族 还具有着天皇血脉 得到洪荒未免的消息之后 他们先是震惊 随后便立马开始想尽各种办法 小野太郎可是他们家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小野家自然不会轻易放弃 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 小野家便给小野太郎安排好了退路 太郎 我们已经把高级牵移令发给你了 你用这个先牵移到马来战区 他们刚刚结束了首领争霸赛 等后面我再想办法 能不能把你弄到不知火少爷的战区里 好 谢谢爷爷 小野太郎顿时大喜 连忙提取了邮件发来的高级牵移令 着急慌乱无比的心终于冷静了一些 太好了 太好了 小野太郎一脸庆幸地抚了抚自己的胸口 然后浑身泄力往椅子上一摊 砰 突然 林主府的大门被直接轰开了 怎么回事 小野太郎直接从椅子上跳了下来 只见一道威武的身影 站在了林主府大门口 小野太郎定睛一看 顿时瞳孔一震 那道身影可谓是在他脑海里刻下了深刻印象 就是他 在先前的未免之主争夺战当中 击杀了自己这方不少的英雄 糟了 陈楚人想要杀我 小野太郎顿时明白了陈楚人的想法 心中瞬间充满了恐惧 他连忙想要使用那个高级牵移令 可是 这个道具的使用并不像那个杀盘一样 那么便捷 是否使用高级牵移令 牵移到指定位置 是是是 能不能快点 小野太郎顿时大吉 心想这个真的是耽误事 就不能是顺发的吗 就是这么一功夫 杨茧的刀芒便已经砍了过来 不 看着那已至眼前 即将要把自己吞噬的恐怖刀芒 小野太郎心中瞬间涌出了无尽的不甘 一时间 他眼前浮现出了 自己刚进入万族战场时的场景 这一次 我小野太郎一定要在万族战场当中打下赫赫威名 重振我们小野家的威望 那时的他 是无比的自信 怎么也不会想到 会有今天的这一幕 我不甘心啊 走马灯结束 小野太郎 终究是没能躲掉 以他那孱弱的身躯 杨茧这随意挥出的一刀 便让他的身体 直接灰飞烟灭 随后 杨茧留下了几人 搜缴领地里剩余的材料物品 他带着其余人去下一个樱花首领的领地 很快 过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杨茧三人便纷纷回来复命 那些樱花首领 无意人逃脱 尽数被击毙 然后他们也将那些樱花首领的材料物品 尽数搜刮了回来 这 就这么点啊 陈楚人有些嫌弃地说道 这些家伙的材料加起来 都还不如他当初生三本所消耗的一半 陈楚人只有两个字评价 真穷 不过蚊子再小也是肉 陈楚人便让他们将这些材料整理好 放入了仓库 接下来 陈楚人便让崔莉三人发下了通知 通知 所有的樱花领主 必须在两个小时内 自行离开洪荒未免 若有不从者 杀无赦 简单的一句话 也没有多余的解释 PS 军训从早上八点到晚上九点 中间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吃饭和午睡 留给我马子的时间 真的太少了 存稿也只有一点点 可军训一共有十四天 我都担心 后面几天 能不能按时上传章节了 第158章 震怒得樱花国 通知 所有的樱花领主 必须在两个小时内 自行离开洪荒未免 若有不从者 杀无赦 通知 所有的樱花领主 必须在两个小时内 自行离开洪荒未免 若有不从者 杀无赦 通报在整个未免 足足回荡了四五次 那些樱花人 正正地抬起脑袋 一阵失神 遥想一开始 他们知道十大战区的处境 那是欣喜若狂 无比兴奋 以为可以轻轻松松地 把洪荒战区这群大下人 踩在下面 然而最后 却是这样的结果 樱花人们无比无奈 没想到 居然会输得这么彻底 是啊 谁能料到会是这个结果呢 他们心灰意冷 万般无奈 虽然心中有着无数的不甘 但他们 也都渐渐地接受了这个事实 也没有人敢跳出来 反抗陈楚人 他们发布的暴政 对于他们樱花的暴政 他们其实心里也很明白 如果是他们樱花国赢了 他们对待洪荒战区的手段 恐怕还要更加残忍 于是 那些家里有关系的 则是开始联络家里想办法 至于那些普通家境出身的樱花人 则是在心灰意冷之下 直接摧毁了自己的领主之心 领主之心已损坏 将自动传送离开万族战场 领主之心已损坏 将自动传送离开万族战场 领主之心已损坏 将自动传送离开万族战场 天道的播报声不断地 在那些樱花人脑海当中 此起彼伏 一道道光芒落下 将这些樱花人传送回了蓝星 领主之心被毁 这也意味着他们主动放弃了领主的资格 再也无法回到万族战场了 很快 樱花国上下一片震动 因为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 居然有接近十多万人 从万族战场当中驱逐了出来 万族战场也是十分惨烈的 他们也都知道 几乎每天都有人从万族战场当中 被驱逐了出来 可是头一回有这么大规模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族战场里发生了什么 樱花网友们纷纷不解 很快 消息便传播了出去 那你 洪荒战区居然打赢了我们九大战区的联手 怎么可能 我不相信 天哪 这也太离谱了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是真的 九个樱花战区的人都被赶出来了 这不是事实吗 樱花国上下震动 明星大将 今年的这一批领主 总共才十个战区 除去了那个军区战区 剩下的九个战区 几乎是全军覆灭了 这也就意味着 他们樱花国 在万族战场的新生力量几乎完全被歼灭了 这一次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断层 但凡是一个体量小一点的国家 恐怕就要面临负灭的危机了 即便是自视甚高的樱花国 他们也明白这对他们国力的损伤有多么大 加上之前几乎耗尽了全国资源赔给大夏 这导致现在的樱花国本就十分困难 元气大伤了 恐怕未来的好几年内 都不一定能够恢复过来 废物 一群废物 这么多人 居然都打不赢一个大夏战区 实在是把我们樱花民族的脸 都给丢尽了 那几个战区首领呢 究竟是怎么带领的 必须送他们上军事法庭 切服谢罪 同意 让这些家伙上军事法庭 切服谢罪 一时间 整个樱花国涌来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声 就连那些名门望族也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那几个首领背后的家族 纷纷召集了紧急会议 商量着如何解决这次巨大的公关危机 不过同时 他们也都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那就是 他们突然和自家的那几个首领没了联系 怎么突然联系不上了 难道说 太郎害怕我们苛责他 故意躲起来了 先去联系一下马来战区的人 问一下什么情况 很快 樱花人便得到了消息 那些樱花首领毫无例外 全部生死了 好好好 这群废物本来就该死 活着回来 简直是浪费我们的空气 真是死有余辜 死不足惜 一群酒囊饭带 明明有着那么好的资源 却不做事 这些大家族的少爷们 真是娇生惯养 一群废物 一时间 樱花各个名门望族的名声 降到了谷底 当天下午 那位上任不过一个月的 樱花国万族站常总局局长 悄悄退位 委任了一位出身普通的官员 担任局长 然后在几天之后 迫于国内高涨的名声 这位新任局长 便召开了记者发布会 表达了自己的失职 然而 这次新闻发布会上 一位男子隐秘在其中 趁机一枪 杀害了这位新任局长 这在国际上 引起了广泛关注 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在樱花领主 一个接一个离开洪荒 卫面时 洪荒战区的众人 可谓是兴奋到了极点 首领大大牛逼 首领大大牛逼 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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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言万语 最后会成了这简洁 质朴的两个字 他们也十分的震惊 没想到 居然真的能够赢过樱花人 他们自己 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然 他们也都明白 这多半也都是靠着 陈楚人的力挽狂澜 随后 陈楚人便放开了聊天频道 这次卫面之主 争夺战圆满结束了 也都是多亏了 大家的齐心协力 说实话 如果不是靠着 整个洪荒战区万众一星 也不会将人数 比越拉越小 这才能让陈楚人 在最后的擂台上 只遇到了几十个樱花领主 如果不是大家的艰苦奋战 恐怕在遇到沙族宫殿之前 陈楚人就要被上百名 樱花领主围攻了 当然 陈楚人也不是说是害怕 上百名樱花领主的围攻 但多少会让他付出不小的担价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轻轻松松地取得胜利 我们也将所有的樱花人驱逐了 现在整个卫面的资源 就会有极大的剩余 希望大家竭尽全力地开发 发展自己的实力 让我们继续共创辉煌 共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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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9章 激动的大侠 原本整个卫面有十个战区 现在总人数 变成了原先的十分之一 这样一来 资源就显得无比富裕了 短时间内 会让洪荒卫面的众人 快速发展 但是也有一个极大的弊端 那就是 洪荒卫面的人数太少了 一般来说 卫面之主争夺战结束之后 也都是收编其他国家的战区 很少有像陈楚人这么极端的 所以 一开始商量的时候 崔玲三人 也都有些担心这个问题 不过陈楚人觉得 这群樱花人 实在是可恶至极 无论怎么样 都不想放过他们 再说了 陈楚人也有信心 再次带领着众人 创造奇迹 再说了 就算陈楚人他们 把这些樱花人收编了 等后面卫面和卫面之间的 战斗开始了 这群樱花人可靠不住 与其这样 还不如早早地把他们赶出去 这样也能多出许多的资源 来壮大他们自己人 于是 两个小时过去了 陈楚人四人开始清理 那些樱花人 全部都已经退出了洪荒卫面 有的想办法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剩下的绝大部分人 都是选择退出了万族战场 于是 陈楚人重新划分了区域 尽可能让大家 能够开发更多的资源 紧接着 陈楚人便开始打造 卫面所需要的东西了 卫面统一之后 解锁了一些特殊的东西 任务所 天道将会颁布相应的任务 卫面之主也可以自行调节任务 任务所面对卫面所有领主开放 玄黄塔 玄黄塔将面对整个卫面开放 贡献所 卫面内所有领主发展自身的同时 只要做出了增强卫面整体实力的贡献 都能够获得贡献点 在贡献所当中 可以兑换相应的资源物品 卫面之主 也可以自行调节贡献所当中的资源物品 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对卫面有着极大的助力 除了玄黄塔 因为早在之前 宁红叶刷出了玄黄塔之证 便让洪荒战区的所有人 提前开启了玄黄塔 而现在整个卫面里 也就只剩下原来洪荒战区的人了 陈楚人看了一下任务所 里面自动颁布的任务都不是很难 报酬也是比较丰厚 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颁布任务 但任务报酬就得自己提供了 而且颁布的任务 也需要陈楚人审核 不过陈楚人把审核的工作 全权交给了宁红叶三人 紧接着 贡献所 这个可以极大的提高所有人的积极性 陈楚人想了想 便把之前得到的森林之王的巨斧 兽人王的长矛 还有这次卫面之主 得到的沙族皇冠 对应的兵种 都作为奖励放了进去 只要他们攒够了足够的贡献点 便可以自行来兑换招募兵种的资格 不过由于这些兵种 都是每天产出一部分 所有陈楚人 也把这些奖励 设置成了每日限量 然后 陈楚人还有一大堆的工作 毕竟未免刚刚整合 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蓝星 大夏 此时 整个大夏也都震动了 我的天 洪荒战区居然赢了 洪荒战区 是我们的哪个军区吗 不是说 国家已经出面 让咱们的军区 全部转移到了其他位面吗 洪荒战区啊 就是之前被 几九个樱花战区围攻的那个 原来是他们 我的天 这居然赢了 太不可思议了吧 一言假 这怎么可能 我知道 大家想要发点Wing的 但是能不能早点 看起来真一点的发 这也太假了吧 假 你自己看看新闻吧 樱花那边 都骂成什么样了 我去 我看了一下 居然是真的 抱歉 是我鲁莽了 一时间 整个大厦也都热烈地讨论了起来 特别是西南地区的这几个省份 因为洪荒战区里的大部分人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西南地区的这几个省份 特别是罗家 原本他们都已经打算放弃罗河城了 转而去培养罗家的第二位顺位继承人 结果没想到 洪荒战区居然赢了 而罗河城也水涨船高 成为了卫面的高层 这让罗家无比激动 同样 高兴的还有不少人 林江市市长也得到了省里的嘉奖 已经下了调令 准备把他提拔到省里 哈哈 太好了 我就知道 这头子没有错 市长看着调令上盖的省厅印章 心中无比的激动 一旁的秘书也是十分欣喜 不过还是有些娇媚的打去了两句 我怎么记得 前段时间 谁好像还在那里后悔呢 好啊你 居然敢打救我 市长黑黑一笑 然后猛地将秘书给抱了过来 哎呀 门还没锁呢 秘书一脸娇羞 小声地在市长耳边轻声道 那鲜艳的红唇里 不断地吐出一股香气 惹得市长是一阵火热 那快去锁上 市长拍了拍秘书的屁股 然后秘书就扭着小蛮腰 那风鱼的臀部 风情万种地走上去锁上了门 然后转过身 面朝着市长 轻轻地撩了撩头发 然后拉了拉衣领 把他那傲人的资本 变得更雪白了几分 看得市长眼睛都直了 真是舍不得你 这个小妖精啊 市长舔了舔嘴唇 然后便迫不及待地 解开了自己的皮带 窗外则是一片萧条 秋天已然到来 然而此时 办公室里却是春光无限 此时 万族战场总局 也是紧急召开了会议 热烈讨论着这次的影响 没想到洪荒战区 运气居然又这么好 这都能赢 就是 实在是匪夷所思 不过这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极好的消息 没错 等后面卫面之间的争夺 就可以让洪荒战区 全力辅佐龙少 这样一来 我们的优势就很大了 没错没错 我也是这样想的 会议室里 众人眉飞色舞地讨论着 看着他们这副模样 和一副把洪荒战区 瓜分干净的语气 韩老顿时眉头紧重 第160章 暗流涌动的总局 大夏的几个军区战区 和樱花 漂亮国和欧罗巴的几个军区 战区分到了同一个卫面 就在陈楚人他们进入沙盘世界之前 这些军区所在的卫面 也即将开始首领争霸赛 其实 这些军区战区之间的摩擦很多 但不会真的打起来 要知道 这些军区战区都在同一个卫面里 到时候 只能出现一个卫面之主 那么 其他国家的军区战区怎么办 各国都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所以 一般来说 都是在前期施压 然后逼迫其他国家的军区战区迁移出去 从而获取一些利益 因此 最后几国进行了几次协商 最终大厦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才致欢到了另外一个卫面 致欢到的那个卫面 好些都是大厦自己人的战区 剩下的几个也都是小国人 不足为虑 最后 原来所在的那个卫面 便被漂亮国统治了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最后的卫面之主 便是漂亮国的人 各国之间的较量 一般都是从卫面间的战争开始 所以 各国都在想尽办法 得到更多的卫面 一般来说 每年大厦能够控制的卫面 也就只有四五个 按照万族战场总局的规划 三个军区 各自能够统治一个卫面 便有了三个 还有几十个战区 分散在各个卫面里 运气好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再多出几个卫面之主 而现在 洪荒战区居然出乎了他们的意料 拿下了卫面之主 对于他们来说 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此时 这些人兴奋地讨论着 日后的规划安排 全然没有注意到 正上方的寒冷 眉头紧锁 你们觉得 洪荒战区会听从我们的命令 辅佐龙少吗 韩老冷冰冰地说道 他敢违抗我们的命令 怎么可能 一人轻蔑地笑道 那模样 仿佛是听到了什么 十分滑稽的事情 其余人也都是轻笑了起来 完全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 不过 还是有一部分人没有说话 显然 他们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我说 你们为什么下意识地 就把洪荒战区 当做了龙少的下属 这未免有些过分了吧 有人站起来 打抱不平地说道 他出身清白干净 完完全全是从底层 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而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和各大势力 以及大人物 有着不小关系 背后是一个遍及 整个国家的庞大关系网 这也是 他们的力量来源 你难不成觉得 一个小小的洪荒战区 能和我们的军区战区相比 就是 如果没有我们自己人的带领 这些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的普通人 能够走到多远 几人站起来反驳道 神色无一例外的 全部都是高傲和轻蔑 就是 龙少有着 我们大厦唯一的一颗 半步红色领主之心 潜力不可限量 有着他的带领 才能让我们大厦 有机会迈上新的一个台阶 如果洪荒战区 敢不遵守龙少的命令 那我觉得 就可以直接放弃他们了 没错 我们不需要不听话的人 和龙少相比 洪荒战区 一个未免说多也不多 影响并不大 万族战场可不是游戏 我们必须要保证 所有的力量集中一点 他们继续说道 神色巨傲无比 与其之中 丝毫没有把洪荒战区 放在一眼 寒老缓缓地放下了 搭在胸前的手 润了润嗓子 示意众人安静下来 万族战场的确不是游戏 我们也要尽可能地 将大家的力量集中起来 但这并不代表着 我们就要放弃掉 洪荒战区的自主权 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到时候 让他们合力对外 内部在良性竞争 决定有谁统领不就好了 寒老缓缓说道 不少人也都赞同地点了点头 可是先前的那部分人 却是下意识地嘴角一瞥 十分不屑 良性竞争 不会真有人觉得 洪荒战区的歪瓜裂走 能跟龙少比吧 就是 不过是运气好罢了 再怎么说 也比不上龙少的 何必这么重视他们 简直是浪费时间 浪费资源 我就说嘛 当初就不该给洪荒战区 那两张进化卡 给我们自己人多好 就是 也不知道寒老为什么这么偏心 你们说 那个洪荒战区 不会寒老的人吧 还真有可能 嘘 几人闭上了嘴 如无其事地 摆弄着身前的文件 而寒老则是脸色 如同冰霜一般 会议室就这么大点 他们相互交谈的声音 自然也能够清晰地 落到其他人耳朵里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 故意这么说的 寒老也是一阵气愤 可是也有些无可奈何 这群家伙背后的势力 错综复杂 哪怕是手掌来了 也得仔细斟酌一番 更何况是他 所以 这群家伙 才这么有恃无恐 各知 寒老捏紧了拳头 他早就 想要整治这群家伙了 可是 奈何他们背景雄厚 加上这种事情 也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够促成的 他也只能暂时忍耐 行了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 寒老松开了拳头 冷冷地说道 随后便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会议室 见状 那几人脸上 瞬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仿佛打了什么胜仗一般 寒老离开会议室之后 便静止地前往了首长府 几天之后 洪荒卫免 在陈楚仁和崔莲三个高层的合力安排下 终于让所有人 恢复了正常的发展轨迹 洪荒卫免的所有领主 也都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 毕竟一下子少了那么多人 整个卫免的资源 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个人吃一整头牛羊 短时间里 哪里能够消化得下来 崔莲三人 也都用那个沙族皇冠 各自招募了一只沙族士兵兵种 然后把沙族皇冠 也作为奖励 放到了贡献所里 随后 几人也开始按部就班地 回到了自己发展的轨迹上 卫免统一之后 产生了一个对陈楚仁极其不利的影响 那就是 卫免里所有的怪物巢穴 都变成了统一刷新 也就是说 陈楚仁现在几乎是无法找到 30多级40多级的怪物巢穴了 因为现在的怪物巢穴等级 都是按照卫免的平均水平 等级越高的怪物巢穴刷新概率 会呈倍数降低 第161章 未免排位赛即将开启 像之前 它的怪物巢穴等级 都是根据你自身的战力来 逐渐递增的 现在变了 可以说是按照正台分布函数的 怪物巢穴的等级 大多都是战区的平均水平 高等级的怪物巢穴 就会逐渐减少 也就是说 以前陈楚仁遇到的三四十级怪物巢穴 恐怕一天下来都找不到一个了 好在有着定向指南真在 不过即便如此 效率也是大不如前 没想到反而还被卫面给拖累了 陈楚仁有些无语 他其实也知道自己成为卫面之主后 这个问题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他们整个卫面的进度有些太快了 卫面之主争夺战的时候 其他卫面连首领争霸赛 都还不一定开始了 因此 本来陈楚仁还以为 能够再发展一段时间的 光靠定向指南真 效率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看来只能调整计划安排了 陈楚仁之前 便想好了几个计划 现在 他决定把大部分的时间 用在玄黄塔上面 玄黄塔就成了他获得经验的主要途径 如果崔莉儿他们 遇到了什么高等级的怪物巢穴 再来通知自己 就这样 两个月过去了 洪荒卫面的众人 全部都进入了快速发展 这也导致 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 绝大部分的人都已经达到了三本 而陈楚仁 则已经快要提升到四本了 因为整个卫面的人 少了足足十分之九 对于洪荒卫面的人来说 这资源实在是太充沛了 不然的话 两个月的时间 恐怕只有接近五分之一的人 才能够升到三本 陈楚仁带着众人 从玄黄塔当中走了出来 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三个英雄和三只兵种 全都提升到了二十级 没错 只提升了六级 因为越到后面 每升一级所需要的经验 就会越来越多 陈楚仁这个速率 已经是相当快了 而三只兵种 也都提升到了十九级 并且 陈楚仁把三只兵种 各自都扩充到了三百人 民兵和铁匠 陈楚仁也把他们都升到了十级 因为准备升四本了 民兵们的等级越高 领地建设的速度 也就越快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仁 气韵 四点五 领主之心 蓝色 三级 称号 乾隆新秀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至尊英雄之主 至尊兵种之主 领地建筑王 作物开垦王 作骑 水灵蛟龙 十九级 兵种 普通民兵 十级 乘九五 铁匠 十级 乘五 玄女军 二十级 乘三百 草头军 二十级 乘三百 同仁罗汉 二十级 乘三百 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显胜真君养俭 慈航大势 建筑 林主府 四级 乘一 兵营 四级 乘一 招木台 四级 乘一 铁匠铺 四级 乘一 火箭塔 四级 乘八 零塔 四级 乘一 普通炮台 三级 乘六 万灵之拳 三级 乘一 瞭望塔 三级 乘四 酒馆乘一 旅馆乘一 毒馆乘一 兵种技能学习塔 三级 乘一 传送阵 三级 乘一 道具 普通强化石乘三十 初级强化石乘二十六 中级强化石乘十 按月鼓刀乘一 按月支符乘一 中级兵种招木令乘五 中级英雄招木令乘三 风暴之眼乘一 按星球乘一 兵种进化卡 线S级以下 乘一 英雄进化卡 线S级以下 高级英雄 招木令乘六 高级兵种招木令乘七 材料 木材乘256W 石头乘69.5W 金铁石乘15.6W 刘皇城1.1W 特殊 金铁石矿脉乘七 血妖祭坛乘三 森林之王巢穴乘一 领主B 146W 就连坐骑水灵蛟龙 也都提升到了19级 不过小蓝有些懒 如果陈楚人不主动叫她的话 她基本上 一直都缩在坐骑空间里 陈楚人觉得这个性格不是很好 另外 玄黄塔给的奖励当中 也有许多的中级 高级的招木令 陈楚人也都把这些 放到了贡献所里 特别是前段时间 大家纷纷提升到三本 又多了一个英雄位 整个卫免的人 都在疯狂地刷贡献点 去抢高级招木令 虽然陈楚人刷出了 不少的高级招木令 但是对于 整个卫免的人来说 就显得沧海一宿了 而洪荒卫免的人 也都无比急切兴奋 毕竟 高级招木令 可不是他们这些普通人 能够接触到的 不是谁都能有这么好的运气 遇到陈楚人 这么无私的首领 不对 现在应该叫未免之主了 陈楚人收拾了一下 把今天刷到的招木令 也都放进了贡献所 然后几秒之后 这些招木令 全部都被兑换干净了 还真快啊 陈楚人轻笑道 虽然大部分人 都已经升到 三本有一小段时间了 但许多人都还没有着急 招木英雄和兵种 而是守在贡献所 时时刻刻 关注着招木令的捕获 然后一卡空 毕竟 一个高级招木令 只要运气不是太黑 怎么也都能够 招木到B级品质的 要是运气稍微好点 就能招木到A级品质的了 如果他们靠着 自己的中级招木令 和初级招木令 基本上最高 也就才C级品质 这差距 可谓是天欠之别 相比之下 等个十多天 又算得了什么呢 现在 陈楚人都觉得 自己是不是应该 提高兑换的限制了 就在这个时候 天道的声音 突然浮现在了 所有人的面前 所有卫免的卫免之主 都已经产生 三日之后 将开启卫免排位赛 将开启卫免排位赛 请各个卫免注意 三日之后 将开启卫免排位赛 请各个卫免注意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蹴 这卫免排位赛 终于来了 PS 今天下雨 在室内看视频教学 舒服多了 第162章 战前准备 卫免排位赛 便是对所有卫免的统一竞争 这可就不只是局限于蓝星的这些 还有着万族战场当中的许多种族 比如陈楚人之前 遇到的那个天人族青年 这可是相当激烈的 而且 要是起了冲突 那可不就是之前的那种打闹了 和其他种族的人遇到了 很多都是会下死守的 因此 每年卫免排位赛 死的灵主可都不少 卫免排位赛 终于来了吗 我有点紧张啊 卫免排位赛的危险系数 可是相当高的 你说 一看你平时上课就不认真 卫免排位赛 只有卫免之主 和卫免高层可以参加 我们没资格的 你担心个屁啊 啊 是这样的啊 那我就放心多了 你小子 就不担心一下 首领大大他们吗 哎呀 首领大大他们那么强 肯定不会有事的 甚至说不定 还能拿下一个十分靠前的名次呢 这话倒也是不假 不过这也说不准 还是希望首领大大 他们安全放在第一 排名成绩什么的 都是次要的 没错没错 我们现在的资源 都已经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了 还是安全第一 没有必要为了这些排名奖励帽 那么大的风险 洪荒未免的众人 一润纷纷 大家都希望陈楚人等人 不要太执着于最后的排名了 相比之下 他们更加希望陈楚人等人能够平安归来 他们这是发自内心的 没有掺杂一丝其他的想法 他们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 已经相当的知足了 哪怕是其他未免获胜的战区 都没有他们发展的好 三日之后嘛 陈楚人难难道 他现在倒也没有什么可准备的了 有着万灵之拳在 三只兵种 几乎都没有什么损伤 不过就是不知道 那个卫免排位赛的空间里面 这万灵之拳还能不能用 比如卫免之主争夺战 和首领争霸赛的那两个特殊世界里 万灵之拳便用不了 不然的话 陈楚人早就在里面横行了 此时 崔莉儿三人也是连忙和家里取得联系 争取在卫免排位赛之前 多准备一些 毕竟 这可是所有卫免的竞争 别说和其他种族了 他们和漂亮国欧罗巴 比起来都是烈士 也是幸亏有着陈楚人 让洪荒战区的整体实力超过了其他人 这才让崔莉儿三人 勉强弥补了和其他大国高层的差距 但是到了卫免排位赛里 面对更加强大的种族 他们的烈士就更大了 所以 他们也不想拖陈楚人的后腿 只能竭尽全力让家里帮帮忙了 此时 世界各国的万族战场总局 都立刻召集了紧急会议 和之前的首领争霸赛 卫免之主争夺战不同 首领争霸赛和卫免之主争夺战 都是根据各个卫免的进度 导致开始的时间也不同 但是这卫免排位赛就不一样了 是万族战场里所有卫免统一的 等所有卫免的卫免之主选出来之后 才会开启 这也是各国都无比重视的 甚至是关乎到整个蓝星的集体利益 蓝星 樱花国 不知火家族已经召开了紧急会议 族里所有说的上话的人都来了 这次卫免排位赛 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不知火组长环视了一圈 众人皆是低着头 半天都没有人开口 现在樱花国就只剩下了一个战区 虽然这个战区也在转移卫免之后 取得了卫免之主 但是整体实力甚至比泡菜国都要弱一点 这还怎么玩 不知火组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开口道 现如今我们只剩下一个军区战区了 光靠八旗水晶石也无济于事 若是想要继续发展 也只能和其他国家联手了 众人开始讨论了起来 如果是和其他国家合作的话 那还是有些搞头的 大家有什么想法和意见都可以说 不知火组长连忙说道 他现在可谓是一筹莫展 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且 不知火组长眉头皱了皱 有些疲惫地捏了捏他的腰 一想到那魔人的小妖精 不知火组长是又累又痴迷 搞得他最近都有些有心无力 精神不稳 不知火组长现在终于是体会到 自己老了的事实 很快 众人商讨的声音便逐渐趋于一致 嘈杂的声音最后只剩下了几种 不知火组长回过神来 扫视了一圈 大家都商量好了吗 一个个来吧 随即 中间便站起来了一个八字胡的男人 组长大人 我觉得 我们还是和漂亮国合作吧 首先 漂亮国需要我们的力量 去制约大厦 有着这层关系 更利于我们从中取得更多的利益 虽然漂亮国也一直在警惕着我们 但是有着大厦挡在前面 漂亮国应该会极大的资助我们 八字胡男人滔滔不绝地说道 众人也是连连点头 不过 不知火组长紧皱的眉头 却并没有松开多少 因为八字胡男人所说的 就连那些网上的见证爱好者 都能说出来 诚然 漂亮国肯定是他们的最佳合作人 但这也是与虎谋皮 他想要的是一个确切的计划安排 不做好准备的话 一个不留神 就会被漂亮国给一块吃进嘴里了 行了 不知火组长缓缓说道 抬起手示意那个八字胡男人坐下 八字胡男人有些错愕 心想自己的满腹经纶才只说了一半呢 不过他也不敢违逆自家组长 只能信心地做了回去 随后 不知火组长再一次环视了一圈 的确 漂亮国可能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帮手了 但我希望大家能够始终牢记 漂亮国可从来没有彻底对我们放下防备之心 所以 我们需要制定一个详细的计划 不知火组长缓缓说道 听到这里 众人才明白 为什么组长先前露出了有些失望的表情 这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这个工作 可就有点烫手了 见没有人主动站出来 不知火组长眼里的失望之色 又浓重了几分 最后 只能看向了先前那个八字胡男人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交给你了 森山 那个八字胡男人瞬间身子一僵 这 我明白了 他有些无奈地低下了脑袋 只能硬下来 第163章 一员来访 龙渊未面 此时 陈楚人则是依然和往常一样 在玄黄塔里刷一刷 然后去刷一刷催链 他们遇到的高级怪物巢穴 未面排位赛的即将到来 倒是对陈楚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主要是 也没啥可以准备的 倒是这段时间 玄黄塔给的奖励 还是比较丰厚的 让陈楚人升到四本的进度 又提高了不少 不过 就算现在的材料 够升到四本 陈楚人也不会升 因为陈楚人的领主之心 还没有升到紫色 紫色的领主之心 可以在提升到四本时 觉醒出一个特殊天赋 这可是相当的重要 如果升到了四本之后 领主之心才突破到紫色 陈楚人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有特殊天赋 所以 保险起见 陈楚人必须在升四本之前 把领主之心提升到紫色 现在 陈楚人的领主之心 已经十分接近紫色了 按照陈楚人的估计 只要杨减三人 各自再升一级 恐怕就能让领主之心 彻底进化成紫色 虽然这才只是 能够获得天赋最低级的品质 但也是 相当强了 毕竟陈楚人 可是从白色领主之心 升级上来的 当然 这样不代表着陈楚人 就会满足于紫色领主之心了 既然自己的英雄升级 能够反馈到领主之心 那么陈楚人肯定是要 努力提升的 一直到后面的金色领主之心 甚至是传说中的 红色领主之心 别问我 为什么红色比金色等级高 来源于一款游戏 这时 陈楚人突然收到了 嗯 陈楚人眉头紧皱 因为这个视频通话邀请的来源 并不是他的好友 什么鬼 不是好友的 还能直接给我打视频 陈楚人有些奇怪 殊不知 这便是克金的力量 哪怕是在万族战场 也是一样的道理 陈楚人看了看对方的ID 大夏 宋云 陈楚人微微皱起眉头 这个名字 没听说过 肯定不是自己认识的 不过 既然是大夏的 陈楚人还是选择了接通 视频一接通 对面便传来了影像 是个老头 只见这个宋云 坐在一个檀木桌前 面容虽然算是和蔼 但陈楚人却感觉有些异样的巨傲 就是那种上位者 虽然表面对你和和气气的 但是骨子里面 依旧是瞧不上你 这老头给陈楚人的第一印象 就有些不太好 如果韩老在这里的话 恐怕立刻就攥紧拳头了 因为这个宋云 便是经常和他作对的那几个老家伙 你好 你就是陈楚人对吧 宋云微微一笑 轻声温和地说道 如果不是看着他眼睛里 那隐藏不住的巨傲 或许还会以为 这个老头是个和蔼可亲的长辈 没错 不知道您是 陈楚人也没有表现出什么 只是淡淡地点了点头 然后问道 你好 我是大夏万族战场总局的议员 宋云 宋云缓缓说道 神色当中的巨傲之色 依旧没有减弱几分 原来是宋云员 你好 陈楚人点了点头 神色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见到陈楚人的表情 宋云的眼睛却是微微一眯 显然 他原以为自己自我介绍后 陈楚人应该会露出震惊恭敬 甚至是受宠若惊的模样 结果却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 这让宋云的虚荣心 受到了极大的打击 顿时 他心里有些不爽了 嗨嗨 那个 我是万族战场总局的议员 是总局的议员 宋云说道 还特意把总局 议员这几个字 强调了一下 他想着 是不是陈楚人没有听清楚他说的 是万族战场总局 不是什么地方的小破局 嗯嗯 我听到了 你有什么事情吗 陈楚人点了点头 表情依旧是毫无波澜 心里在想 这老头是不是耳朵不好 没听到 自己已经回应了他吗 嗨嗨 见状 宋生有些尴尬 不过眉头却是猛的一皱 然后连忙舒展开来 但是陈楚人自然是察觉到了 知道这个老家伙 心里恐怕是动了怒意 莫名其妙的 陈楚人心里付匪道 随即 宋生吻了吻情绪 脸上恢复了先前的平淡之色 是这样的 我这次来 是为了未免排位赛的事情 根据我们的情报推断 欧罗巴已经和漂亮国联手了 樱花国和泡菜国 如果不出意外 应该也会和漂亮国联手 这样一来 我们的处境就有些危险了 宋云说到 语气也是相当的紧急迫切 陈楚人点了点头 这个情况 他自然也是猜到了 蓝星的各国势力关系 基本上也都是这样 大夏的处境 一直都不太好 我明白了 陈楚人点了点头 紧接着 宋云并没有结束话题 相反 他刚刚说的都不是重点 只不过是为了 引出后面的内容 所以 为了最大程度上 保证我们大夏 各大战区的力量 我们总局商议了许久 决定让各个战区 统一调配 这样 我们才能够在 漂亮国等国的包夹下 保存最大的力量 陈楚人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他当然也明白 这老头说的话 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是 呵呵 打的是这个主意吗 显然 陈楚人也明白了 对方的真正意图 那宋云元的意思是 不是我 是我们总局 经过商量之后的安排 让各个大厦的卫面 统一听从龙渊卫面的调令 龙渊卫面 龙渊卫面 是我们今年军区 第一战区统治的卫面 自然也是我们大厦 最强大的卫面 宋云颇为自豪地说道 陈楚人心里却是冷笑一声 最强大的卫面 这可不见得吧 PS 即 又阳了 请示三个个人 全给躺床上 第164章 宋云的心思 陈楚人没有立刻回应宋云 的确 现在这个时候 抱团取暖 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过 但这宋云 居然连基本的调查都没有 就让自己完全听从 龙渊卫面的命令 这就有点过分了 龙渊卫区 陈楚人好像有点印象 第一军区卫区吗 这么一看 龙渊卫面 估计就是这群掌握着 极大权柄的家伙支持的 当然 陈楚人肯定也不会否定 龙渊卫面的实力 毕竟 作为第一军区战区 肯定是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 如果是按正常的发展 肯定是远远超过了洪荒卫面 可惜 遇上了陈楚人这个变数 有什么问题吗 见陈楚人半天没有回话 宋云下意识的眉头一皱 心想 这个家伙 难道还有什么其他想法吗 这可是他们官方下达的命令 不是来询问你的意见的 是来通知你的 宋云心里早就生起了不耐烦的怒火 不过脸上还是极力地掩饰着 尽量让自己表现得和善一些 不过 一些难以控制的微表情 还是让陈楚人 看出了他已经动怒了 陈楚人对宋云 更是有些嗤之以鼻 能够坐上万族战场总局议员的位置 结果就这点定力 则则 看来这家伙 估计是靠着关系走上去的 我想知道 如果龙渊卫面的命令 会损害到我们的利益该怎么办 陈楚人缓缓问道 顿时 宋云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不会的 而且 为了大局 自然应当牺牲一点个人利益 陈楚人啊 你能够成为未面之主 相信这点奉献精神总是有的 这点觉悟应该也有吧 宋云低声道 语气当中明显有了一些不悦 甚至是 有着一丝丝的威胁之意 仿佛陈楚人要是再有意义 就有些大逆不道了一般 听到宋云的话 陈楚人心里则是一阵冷笑 奉献精神 觉悟 你怎么不先来显示 一下自己的奉献 自己坐在上位 享受着各种资源和权利 然后张口闭口就只谈奉献 虚伪的家伙 您的意思是 龙渊卫面就是大局 我们洪荒卫面 就是可以牺牲掉的个人利益了 陈楚人冷冷地问道 显然 他也有些生气了 这宋云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在表达着对陈楚人和洪荒卫面的轻视 似乎在他眼里 洪荒卫面这种非军区领导的 便是随时可以放弃牺牲 微不足道的存在 大家都是同一个级别的 陈楚人怎么可能受这个屈辱 陈楚人 你这是什么态度 宋云的声音也提高了不少 语气也变得强硬了很多 你要明白 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 难道你就这么自私吗 你要明白 这次卫面排位赛 对我们整个国家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你难道就要为了一己私欲 看着国家陷入危难而不顾吗 宋云历生质问道 不得不说 毕竟是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的老家伙 这种说起来是一套一套的 一下子就给你扣个大帽子下来 要是换做其他人 估计立马就慌神了 陈楚人却是轻轻一笑 一元这顶大帽子 可是有点吓人了 我身为大厦的一份子 自然是不会做出 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 陈楚人正色说道 见状 宋云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下 心中涌出了几分得意 哼 我堂堂总局议员 还镇不住你一个矛头小子 这不随便下两下 就让你怂了 宋云嘴角还微微翘了翘 他以为陈楚人已经服软了 然而陈楚人接下来的话 却是让他的脸色瞬间又阴沉了下去 不过议员大人 正所谓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身为一国同胞 龙云未面若是遇到了危机 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我自然是不会袖手旁观 但是 让我放弃掉自身和洪荒未面这么多人 去维护龙云未面 那我是做不到的 所以 一元大人还是请回吧 陈楚人冷冷地说道 宋云额头清惊一阵抽搐 连忙又想要开口继续说道 陈楚人便直接中断了视频通话 然后拉黑 真是的 不是好友都能够直接打视频过来 天倒是怎么搞的 陈楚人忍不住吐槽道 像这种远距离的视频通话 如果没有领主之间的好友关系 也是可以做到的 不过 那可就得付出不小的代价了 那宋云身为万族战场总局的一员 能够调动的资源自然是不可想象的 这点代价对他来说也算不得什么 再说了 报销也是一句话的事情 此时 看到陈楚人直接挂断了视频通话 宋云脸上的表情彻底地管理不住了 整张满是皱纹的脸上 瞬间扭曲了起来 丝毫没有之前的那副云淡风轻之色 可恶 这个陈楚人居然如此的不识抬举 能够给龙少打下手 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 真是个见识短浅的蠢货 不会真以为靠着运气 就能够在万族战场上走多久吧 宋云气愤地说道 然后又忍不住破口大骂了几句 接着 宋云深吸了几口气 让自己冷静了下来 现在洪荒未免的事情 出了一些差错 他得想想办法了 这时 秘书便给他打来了消息 宋云元 韩局长召开了会议 时间在五分钟后 温柔的女生从电话里传来 宋云瞬间心神舒畅了不少 不过电话里说的内容 可就有些不好了 我知道了 宋云点了点头 便放下了电话 换作平时 他可能还会再调戏女秘书两句 但是现在 他是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因为他清楚 姓韩的这个老家伙 为什么要召开会议 无非便是商讨大厦的 这几个卫面 怎么安排 军区的几个卫面 毫无疑问 肯定就是以龙渊卫面为主导 但是另外三个卫面 韩老觉得 应该给他们足够的自主权 但是宋云他们 已经他们背后那个庞然大物 可不这么想 在他们眼里 这些普通人 就应该以他们为尊 所以 宋云便想着 先掌后奏 提前威逼力 又让这三个卫面低头 结果刚开始 这洪荒卫面就出了问题 可恶 这些可就麻烦了 宋云怒骂了一句 然后简单地收拾了一下 便走出了办公室 朝着会议室走去 第165章 卫面排位赛 没过多久 陈楚人便收到了 崔灵三人发来的消息 他们也都各自收到了 万族战场总局来人的消息 他们背后的家族 都让他们尽力去配合 龙渊卫面的命令 陈楚人 你怎么打算呢 我们都听你的 罗和成说道 要是换座之前 他肯定是听从家族里的安排 但是现在 相比于一个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 龙渊卫面 他还是更加相信陈楚人 同样 崔灵和宁红叶也是一样 可以说 他们三人都已经被陈楚人的魅力所折服 他们可不觉得 龙渊卫面的那个卫面之主 能有陈楚人厉害 特别是崔灵和宁红叶 他们可是亲眼见到过 陈楚人手下的英雄 有多么强大 那可是能够以一党时的强大存在 而且 这还是最直接的秒杀 恐怕几十个没有同等级的英雄联手围攻 陈楚人手下的那三个英雄 都无法发挥出全部实力 这在整个蓝星的历史上 也都没有听说过 如此恐怖的战绩 他们其实也和家里人说过了 但是没人信 主要是 这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 真的是很难相信的 就连罗和成 听到崔灵两人说的时候 都觉得有些太夸张了 先前总局的一个议员 直接给我打了一个视频通话 他的意思 是让我们听从龙渊卫面的命令 他的意思 说白了 就是让我们去给龙渊卫面打下手 你们愿意吗 陈楚人问道 愿意个屁 宁红叶小脸气鼓鼓的 直接攥紧拳头怒吓一声 只是他那本就有些嗲嗲的声音 听起来煞是可爱 我们辛辛苦苦走到这一步 为什么要寄人篱下 就因为他们是军区 我们就得听他们呢 我可不服 就是 那几个军区统治的卫面 恐怕实力还不一定比我们强 凭什么就让我们听他们呢 崔灵和罗和成也附和了起来 随着这段时间的发展 他们的实力可谓是突飞猛进 换作之前 他们可从来没有想过 能够有这么一天 基本上 他们这种没有国家级别关系的 是很难走到卫面高层的位置的 到了后面的卫面间的竞争 他们就更说不上话了 只能在各个军区下面打打下手 争取能多走一段时间 但是 自从在陈楚人的带领下 他们的实力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发展轨迹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现在 他们的实力可以说是不弱于其他 卫面的任何一位高层 仅限蓝星范围 所以 崔灵三人自然也就有了更大的信心 啥也不说 就让他们给别人打下手 这谁能够咽下这口气 如果说龙渊卫面的实力在他们之上 他们肯定也不会多说什么 服从强者 他们心里也没有什么怨气 但是现在 明显陈楚人的实力远超其他人 可是他们不信 崔灵几人也没有办法 既然这样的话 那他们也不是那么听话的 随后 陈楚人也大致说了一下宋云的话 顿时 崔灵三人脸色皆是有些铁青 他们也不傻 自然明白 对方话里的真实意思是什么 这群家伙 难道是想 我们当炮灰吗 别怀疑了 肯定是的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我们又没背景的 不是最好的炮灰吗 就是 军区里面的那些人 个个都算得上是王公贵族 自然需要我们这些普通人 来给他们当盾牌 三人无比气愤地说道 皆是死死地攥住了自己的拳头 难怪 为什么每年 基本上最后都只剩下了那些军区的领主 原来都是因为他们 把这些普通的卫免战区 拿去当炮灰了 宋云的话并没有那么直接 甚至很多人也不会反应过来 毕竟常年都受到什么团队精神 奉献 这种教育 当然 不是说不好 但是 一说好处就从来不会分下来 反而一遇到这种情况 就张口闭口的奉献 就像工作里 你干着一万的话 拿着三千的工资 然后公司越来越好 但是你的工资 却依旧没有变 你去找老板说 要求涨工资 但是老板 却是张口闭口谈贡献 谈团队精神 但凡有点骨气的 都不会受这鸟气 那既然大 前十三万名 龙天狂血 一直到了接近正午时分 这些恶魔士兵的等级 终于增加到了二十八级 数量达到了四百八十 然后就一直维持在了这个水平 龙天可是松了一口气 这些恶魔士兵的等级和数量 终于不再增加了 但即便如此 他也是损失惨重 如果不是有着大量珍贵的恢复剂 他都支撑不到现在 领主大人 敌人已经尽数击变 一个身穿着金黄色铠甲的男人 走到龙天面前 宫镜的屈膝在地说道 这是龙天的最强英雄 黄金灵匠 S级品质 这是他的第一个英雄 另外两个英雄 原本是A级 但是龙天使用了英雄进化卡 纷纷提升到了S级 但还是比黄金灵匠差了一些 而且 黄金灵匠身上有着 唯一一件的薄金级装备 之前战区里的奖励 他自然是全部包揽了第一名 但是却没有陈楚人 那么逆天的运气 只开出了几件黄金级的装备 这件薄金级的装备 还是靠他背后的家族才得到的 龙天出自于龙家 这龙家 不太好说呢 这个家族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超然于世 毫不客气地说 龙家才是这个国家的掌权者 因此 龙家掌握着超然于国家之上的资源 这才能够花费出 常人无法想象的代价 给龙天弄来了一件薄金级装备 正是靠着这件装备 让黄金灵匠的实力大增 可以说龙天能够撑到现在 那些恢复剂占了五成的功劳 另外五成的功劳 便是这件薄金级装备 呼呼呼 龙天也是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直紧绷的心神 让他也有些受不了了 天边的黑气 又开始慢慢凝聚了 不过速度比较慢 距离下一步攻击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这时 天道的声音突然响起 当前剩余领主人数 193451人 当前剩余领主人数 193451人 当前剩余领主人数 193451人 居然只剩不到20万人了 这么快 龙天十分惊讶 这才过去一半的时间啊 整个万族战场 何其的浩瀚 这20万人 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龙天脸上的疲惫之色 瞬间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 是一副无比兴奋和激动 和往常波澜不惊的模样 截然不同 没想到 现在居然就已经进入前20万了 龙天很是惊喜 要知道 历年的卫面排位赛 整个蓝星里面 也都没有能够进入前50万的 哈哈 太好了 我倒要看看 漂亮国 欧罗巴他们 还怎么和我斗 龙天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 果然 自己依旧是最强的 漂亮国 欧罗巴 切 不过如此罢了 龙天身体上的疲惫感 瞬间被这兴奋和喜悦冲散了 他都可以想象 等卫面排位赛的结果公布出来的时候 蓝星将会产生多么大的震动 哈哈 向来沉稳的龙天 此刻也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他看了看自己兵种和英雄的状况 机会已经到了弹尽良绝的地步了 于是 他再次拿出三个恢复剂 顿时 三只兵种又恢复了活力 现在恢复剂越来越少了 不过 若是在家把劲 或许还有希望能够冲进前十万名 龙天很是兴奋 要知道 整个蓝星 已经数百年 没有人能够冲入前十万名吗 他若是真的能够做到 那在往后的日子里 他甚至能够有希望 整顿整个蓝星的领主力量 龙天的野心极大 前十万名 肯定可以 龙天眼底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因为 他还有着自己的底牌 没有动用 这就是他的底气所在 此时 陈楚人这边 也已经收到了天道的播报 十二万人 陈楚人难难道 他自然也是清楚 历年蓝星的大体成绩 像这个名次 都很久没有出现过了 没想到 这么看来的话 我还能够冲击更高的名次 甚至是 最前面的名次 万族战场 何其的浩瀚 里面有着无数强大的种族 人族 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罢了 而且 人族的实力 算是最为孱弱的一类了 只有达到四本 才能够通过天道的力量 打破体内的经脉枷锁 然后才能够吸纳灵气 还有一点 那就是灵主之星 灵主之星的品级 也是十分重要的 只有紫色及以上的灵主之星 才能够在突破到四本时 获得一个特殊的天赋 所以 灵主之星 也是决定 种族强大弱小的一个标准 而蓝星 基本上大部分人 都只能有蓝色的灵主之星 只有那些有权有势的 才有办法 弄到紫色的灵主之星 至于金色的灵主之星 那更是只有大国 才能够拿得出来 而红色 则是闻所未闻 但是这只是蓝星 而那些更加强大的种族 就不一样了 他们高级别灵主之星的 占有比例 远远高于蓝星的诸国 所以 综合来看 蓝星的整体水平 在万族战场当中 只能算是中下游 想要挤进前十万名 那是难如登天 陈楚人凝视着 天边缓缓凝聚的黑气 眉头微微皱着 倒是没有想到 居然这么轻松 就进入前十三万名了 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 以催连三人的水平 估计是很难坚持到现在 那么整个蓝星 恐怕也就只有 那几个大国 亲力培养的天骄 才有一线希望 比如 龙渊未免的那位 不过陈楚人并不担心 再强也不会比自己更强的 三个SSS级英雄 三只SSS级兵种 在这浩瀚的万族战场当中 陈楚人都不需任何人 就这样 足足过了有一个小时 天边才终于凝聚出了 一个个恶魔士兵 又是一轮攻击 全军戒备 哼 于是 又是一轮的防卫 这次的恶魔士兵等级和数量 都没有变化 因此 对于陈楚人来说 还是十分轻松得便解决了 而此时 蓝星各国的领主都已经被传送回了自己的领地当中 可恶 没想到居然连第二天都坚持不了 欧罗巴今年最强的领主凯撒 恶狠狠地说道 他在第二天上午便被淘汰了 哪怕他动用了自己的血脉之力 也依旧于事无补 那些恶魔士兵的强大 超乎了他的预料 算了 毕竟那些恶魔士兵太强了 其他人也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 他缓缓说道 第169章 第二天结束 很快 第二天的守卫战便接近了尾声 陈楚人盘坐在战旗旁边 目光远眺 天边的那些黑气 全部都开始消散了 三只兵种和三位英雄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但是足足两天的守卫 也是消耗了不少的灵力 不过肯定是还没有到使用恢复剂的地步 普通的恢复剂 便可以将冰死的兵种 全部恢复至正常水平 因此 即便是最普通的恢复剂 都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能够拿出来的 更何况 还有跨区传送所需要的巨大代价 就连宁红叶和罗合城家里 都是耗费了绝大半的抵御 而陈楚人这点恢复剂 也是崔灵帮忙的 本来陈楚人是没有想过要的 毕竟他也知道 其中的代价之高昂 但崔灵还是咬咬牙 帮他拿了几个 陈楚人也就确之不公了 日后多照顾一下崔灵 陈楚人想了想 还是没有使用恢复剂 因为一众士兵 虽然灵力消耗不少 但还没有到枯竭的地步 现在用的话 就有些浪费了 而另外一边 龙天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一直手捂着胸口 坐在地面上 他的身上 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金色光辉 再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暗淡 与此同时 一点点金色的光点 从他四周的士兵和英雄身体里飞了出来 汇聚到了龙天的身体里 渐渐地 随着光芒暗淡 龙天不断起伏的胸口 也变得平稳了一些 呼吸也逐渐趋于正常 呼 最后 龙天尝出了一口气 身上的光辉 尽数融入了他的身躯 没了光芒 不过在最后的一瞬间 龙天的额头闪烁了一下 似乎是有着一个什么金色的图案 闪烁了一下 然后瞬间便消失了 这就是龙天的血脉之力 完整的血脉之力 可不是不知火香 那还需要特殊媒介觉醒的 博杂血脉 能够比拟的 呼 还真是耗费我的心神 龙天眉头微微皱着 有些疲惫地说道 这对我的负担 还是不容忽视 难怪老头子说 让我在四本之前 尽量不要用 龙天的血脉之力 强大无比 但也有着一些不小的负担 而龙天虽然也接受过 负责甘露的滋养 但肉身强度 自然是比不上那些 能够吸纳灵气的人 再说了 陈楚人之前也炼化了 不少的山海猪等 增强血气力量的宝物 光凭肉身 就已经能够 杀死一些十多级的怪物了 要是换做陈楚人 这点小小的负担 自然是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对于龙天来说 就有些难以支撑了 所以 最好还是在四本之后再使用 唉 龙天一只手撑着膝盖 然后用力站了起来 有些疲惫地叹了一口气 不过看着天边那消散的黑气 龙天紧皱的眉头 也终于舒展了几分 今天的守卫战 估计也是到这里就结束了 又坚持了半天 自己这边虽然是损失惨重 而且也被逼出了自己的底牌 使用了血脉之力 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第三天的时间 应该足够让自己进入前十万名了吧 龙天心中盘算着 嘴角忍不住又敲了起来 就在这时 天道的声音再一次响了起来 第二天守卫结束 当前圣灵主人数 七万八千五百一十五人 十小时后 将会开始第三天的战期守卫战 皆是将会公布具体规则 天道的声音很快便散去了 龙天的脸上顿时露出了喜色 七万人 他好了 龙天人忍不住欢呼道 这也就意味着 他至少也是七万多的名次 若是明天再撑一会儿 说不定还能够进入前五万名 要是真这样的话 那他可就是创造了整个蓝星的历史 到时候 他越来越强 然后慢慢整合整个蓝星 在万族战场当中的力量 最后成为蓝星唯一的真主 绕势向来冷静的龙天 想到这里 都十分激动了起来 不过 龙天也不是什么马虎的人 下一秒 他便注意到了天道所说的规则 顿时 龙天的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眉头轻轻一皱 皆是公布规则 另外一边 陈楚人也是皱起了眉头 也就是说 第三条的规则 肯定和前两天不一样 果然 我就知道 不会有这么简单的 陈楚人难难道 不过现在 他也猜不出具体的规则 会变成什么样 干脆就懒得去琢磨 反正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好了 大家准备休息吧 还是和昨天一样 十人十人轮流巡视 随后 陈楚人也开始休息了 此时 万族战场当中 崔灵三人正讨论着 这都第二天了 陈楚人居然还没有出来 实在是太厉害了 废话 你别忘了 他那几个英雄 有多么强 崔灵和宁红叶两女 颇有些兴奋地交谈着 一旁的罗合成 则是陪笑着 毕竟当初在沙盘世界里 他运气不太好 被一群樱花人围攻 最后只能捏碎沙盘离开 因此并没有见到 最后陈楚人的出手 不过他也听到 崔灵两人 绘声绘色地说过好几次了 真有这么厉害吗 他知道陈楚人很厉害 恐怕比龙渊未免的 哪位还要强 可是 真有崔灵他们说的 那么天花乱坠吗 罗合成在一旁憨笑着 心里还是有些不太相信 但是 陈楚人能够坚持这么久 说明肯定是很强大的 只是现在 也看不了实时排名 也不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 希望陈楚人 能够取得一个好成绩吧 PS 好消息 同桌我居然过了六集 预料之外啊 单词就记了一半 本来以为肯定过不了的 第170章 第三天 规则变化 此时 万族战场总局这边 也是密切地关注着 未免排位赛的情况 不只是大夏 蓝星各国的万族战场总局 都是如此 怎么样 现在什么情况了 高启他们几个都已经出来了 现在我们几个军区里面 就只有龙少还在坚持 这都已经第二天快结束了 龙少能够坚持到现在 恐怕能够取得一个很高的排名 不错不错 万族战场总局里 众人都十分高兴 特别是宋云几人 他们背后最大的扶持 便是龙家 欧罗巴和漂亮国那边呢 有得到最新消息吗 韩老问道 下面的人摇了摇头 漂亮国和欧罗巴那边 消息封锁得很严 加上他们的卫面里 也没有我们的人 估计暂时撬不出来 不过泡菜国和樱花国 他们的人 已经全部被淘汰了 哦 这倒是个好消息 切 泡菜国和樱花国 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这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说的也是 还是继续打听 漂亮国和欧罗巴的消息吧 我们也不要高兴 太早了 嗯嗯 不过我相信 龙少肯定能够带给我们 一个巨大的惊喜 又是寂静的一晚过去了 依旧没有任何的意外 陈楚人早早地变起来了 眺望着远处 那里的黑气 已经彻底地消散了 难道说 最后一天 跟这些恶魔士兵 没有什么关系了吗 陈楚人难难道 因为这些恶魔出现前 那些黑气 都会不断地凝聚 而今天却没有这个现象 说明这些恶魔士兵 多半不会出现了 这就让陈楚人 有些好奇了起来 这最后一天的规则 究竟是怎么样的 忽然 陈楚人想到了之前 让杨检找到 其他人的领地 难道说 又会变成领主之间的 直接对抗 陈楚人越想越觉得有可能 终于 天道的声音 再一次落到了 每一个人的耳朵里 第三天战棋守卫战 即将开始 规则如下 每位领主面前 都将会出现两道门 一扇门进攻 一扇门防守 打开防守门 将会随即连通一位 打开来进攻门的领主 若守卫成功 将获得五点积分 失败则被淘汰 若选择进入进攻门 将会随机连通到一位 打开防守门的领主 若是攻击成功 将会获得三点积分 失败则无惩罚 注意 进攻门冷却时间为一小时 防守门无冷却时间 最后以积分进行排名 第三天守卫战 即将开始 请各位领主做好准备 伴随着天道之音的消失 两道巨大的门 凭空出现在了 陈楚人等人的前方 左边的大门上 刻着刀剑交叉的图案 右边的大门上 刻画着一个盾牌的图案 显然 左边便是进攻门 右边是防守门 陈楚人开始思考起来 根据天道的解释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这里 也没有什么防御建筑 所以 防守方的优势 并没有很大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不同 同样是输 防守方便直接被淘汰了 而进攻方输了 却没有任何惩罚 再看奖励 防守方有五分 进攻有三分 其实差距并不大 这么看来 防守的收益和危险 并不是成正比的 因此 最好还是选择进攻门 不过冷却时间 还是有着限制 防守门无冷却 进攻门一小时 而这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 对于陈楚人 想要获得更多积分的话 选择防守门才是 积攒积分最快的途径 的确 防守门要是失败了 可就直接被淘汰了 那可是相当的危险 不过 陈楚人还是十分自信的 三个SSS级英雄 三只SSS级的兵种 整个浩瀚无比的万族战场 恐怕也没有几个敌手吧 这就是陈楚人的底气所在 再加上 自己还有几个恢复剂没有使用 这防守之门 杨简 你们觉得呢 陈楚人作为一个十分民主的领主 自然还是先问一下 杨简三人有没有啥意见 毕竟 他们三人更清楚自己的实力 领主大人放心 我们自然是没问题的 不错 只要有人敢来 定然将他们送往西方极乐世界 杨简三人点了点头 自然是没有意见的 好 陈楚人点了点头 随即便也没有再犹豫 直接上前 一把推开了防守之门 支呀 紧接着 门后面是一道漆黑的漩涡 陈楚人连忙后退了十米远 很快 整个防守之门便发出了光芒 闪烁了两下 紧接着 一道道光束 从大门里射了出来 落到了陈楚人面前 两三百米远 光芒散去 陈楚人定睛一看 居然是接近四百人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而且气势也不弱 最中央的是一位面容铁青的男子 真正意义上的铁青色 陈楚人没认出来这是什么种族的 反正不会是人族 在那个家伙的身边 则是站立着三位气势不凡的英雄 这三名英雄和陈楚人以往见过的很不一样 没有一个是人形的 换句话说 像是以前陈楚人杀的那些怪物 哟 没想到 居然是孱弱的人族 还真是有些意外呢 没想到 居然有人族能够坚持这么久 青面男子饶有兴趣地笑着说道 人族的孱弱之名 他也是听说过的 看到陈楚人的一瞬间 着实让他有些惊讶 不过 人族终究是孱弱无比的 没想到 这次运气居然这么好 能够碰到一个人族 这三分的积分 可就轻松拿下了 正当青面男子 心中无比窃喜的时间 一旁的一位英雄 却眉头紧皱着凑了过来 领主大人 对方的那几位英雄 气息内敛 我们看不出对方的深浅 顿时 青面男子瞳孔下意识的一缩 自己的英雄 可都是S级品质啊 而且 等级也已经达到了15级 就算等级差一些 也不至于完全看不出 对方的深浅 难道说 对方的英雄品质 还在自己之上吗 SS级英雄 这不可能 人族孱弱无比 哪里会拥有SS级的英雄 就连族里 也都十多年 才能够培养出一个SS级英雄 青面男子心中震撼不已 他是怎么也不可能相信 眼前这个孱弱的人族 居然能够招募到 品质比自己的英雄还高 多半是用了什么遮掩气息的装备 或是道具 来虚张声势罢了 第171章 防守之门 青面男子 多半是用了什么遮掩气息的装备 或是道具 来虚张声势罢了 青面男子冷哼着说道 刚才他的确是被吓了一跳 不过随即转念一想 便发觉十分的不合理 人族孱弱 怎么可能有SS级的英雄 连他自己都才只是S级呢 很明显 这个人族虽然实力不强 但却是有些小聪明 一般来说 双方的英雄 如果等级相近 是可以直接看到对方的等级 而气息就不同了 一般来说 强的一方若是故意隐匿 那么弱的一方就很难感知到 所以 青面男子听到自己的英雄说 居然无法看清楚 对方英雄的气息 顿时慌了一下 他下意识地以为 对方的英雄 比自己的英雄强 他能够肯定 自己的英雄等级虽然算不上高 但肯定不会低太多 再加上S级的品质 战力能够比不少 20级的A级英雄强大许多 所以 这一切都指明 对方的英雄品质 很有可能比自己的还要高 若是今天 他遇到的是其他种族的领主 青面男人 恐怕就直接认输了 因为他肯定要优先保存自己的实力 反正输了也没有什么惩罚 无非是要等上一小时的时间冷却 但是对面的是人族啊 人族向来孱弱 资源评级在万族战场当中也是排在下游的 哪里有可能招募到SS级的英雄 他们压根就没有超级招募卡 连S级英雄都招募不出来 所以 怎么可能有SS级英雄 绝对是有着什么道具装备 隔绝了自己英雄的感知 差点就上了你的当了 青面男子 嘴角忍不住轻轻翘起 以为自己已经看破了对方的小伎俩 要是他刚刚没反应过来 可就白白便宜了这个人族 所有人 把这些孱弱的人族全部杀光 一个不留 青面男子恶狠狠地说道 脸上的五官都因为十分用力而扭曲在了一起 顿时 手下的大军如同拖鞋的利剑一般射了出去 只是 他的那三个英雄显然愣了一下 相视了一眼 显然 他们并不赞同自家领主的想法 直觉告诉他们 对面的那三个英雄十分的不简单 恐怕不是靠着什么特殊的装备和道具隐秘自己的气息 不过最后 他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了出去 陈楚人见状 也是有些疑惑 他疑惑的是 那青面男子的脸色 怎么变得这么快 刚刚一副被吓到了的模样 结果没过一会儿 就变成了得意的笑容 嘖嘖 不过 对方已经来势汹汹 陈楚人自然也懒得 在想其他的 于是 陈楚人一声令下 杨俭三人便也带着三支大军 直接冲了出去 杨俭提着焚天眼月刀 冲在了最前面 体内那磅礴的灵力 此刻倾泻而出 在周身形成了一道道耀眼的光芒 直冲云霄 看起来神武无比 那恐怖的气势 如同一尊天神下凡般 让青面男子的大军 顿时愣神了片刻 紧接着 慈航大士也是力掌掐掘 开始轻声低音了起来 顿时 四面八方出现了一座座佛陀须影 皆是慈眉善目 嘴里缓缓地吟唱着漫天的范音 那一道道梵音 在四周不断交织 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 将青面男子的大军 尽数笼罩在了下面 顿时 青面男子的脸色一变 他开始有些慌张了起来 看着那空中的一道道佛陀须影 不知道怎么的 他的心里 就是一阵心计和恐慌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会给我一种 无比恐怖的感觉 看着慈眉善目的 似乎还有着 比天使更强的进化之力 青面男子正正道 心中震撼不已 就是这么一瞬间 他后悔了 糟糕了 自己误判 这个人族 好像真有点东西 不对 不止是一点 狂唬 快撤退 快点撤退 青面男子连忙大叫道 之前为了撑过前两天的恶魔攻击 他也是消耗了一些恢复剂 后面还有一天争夺积分呢 这恢复剂能省一点是一点 如果自己的大军 在这里损伤惨重的话 肯定会严重影响到他后面的积分 此时 他的三位英雄 也是连忙运转灵力 来抵挡不断钻入耳朵里的范英 领主和英雄之间心意相通 他们自然也知道了撤退的命令 可是眼下 他们哪里有机会撤退 四周那如潮水般涌来的范英 几乎是无孔不入 哪怕他们已经拼尽全力 使用灵力格挡 却依旧无法阻止这范英传入大脑 那一道道的范英 如同魔咒一般 让他们心神震荡 三位英雄都尚且如此 下方的那一众士兵 则早就已经没了神志 身子软弱无力 手中的武器 快撤退啊 狂狐 你们到底听没听到 轻面男子彻底急了 开始不顾一切的大吼 他其实也看明白了 自家的英雄也难以招架对方的攻击 可是他现在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急得不行啊 要是全军覆没了 自己仅存的恢复剂 怕是要被消耗得一干二净 甚至有可能还不够呢 轻面男子心中大急 可不能让自己的大军 就这么葬送在这里了啊 不行 不能白白浪费 狂狐 如果撤退不了 那就反击吧 轻面男子连忙说道 他现在慌得都有些自乱阵脚了 自己的三个英雄都这样了 哪里还有什么余力去反攻 听到自家领主的命令 那三个英雄心中顿时是一阵无语 心想 以前怎么没发现自家领主这么蠢呢 没看到他们连防御这点声音都无比吃力了 哪里有机会反攻 他们能坚持多久 都是一个大问题 第172章 战斗开始 这时 杨简和九天玄女也互相示意 然后纷纷开始施展攻击 斩 杨简握紧手中的焚天掩月刀 猛的一挥 顿时 一道金色火焰包裹的刀芒 呼啸而出 一时间 天空之乌云涌动 为之变色 似乎都在畏惧这一道恐怖的刀芒 紧接着 一旁的九天玄女 自然是不甘落后 两只纤细滑嫩的玉手 在身前舞动 体内的灵力喷涌出 在她那曼妙的身姿背后 形成了一道道美轮美奂的霞光 让人眼花缭乱 心神荡漾 紧接着 霞光闪烁 四周忽然变成了灿烂的星河 一颗颗硕大的星辰 开始一闪一闪 一道道恐怖的气息 从那一颗颗星辰当中落下 无数恐怖的气息 弥漫而下 轻面男子健壮 嘴巴张到了最大 脸上的表情 已经彻底凝固住了 她现在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喉咙仿佛被什么东西 给堵住了一般 而她的那些英雄们 则是目瞪口呆 感受着这扑面而来的恐怖威压 心中一片悲凉 这 这怎么打得赢 他们心中 已经彻底不抱任何希望了 实力差距 实在是太悬殊了 很快 不到一个呼吸之间 杨茧和九天玄女的攻击 便悍然落下 哄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您的英雄狂虎战士已死亡 您的英雄 听着脑海里传来的三声死亡播报 轻面男子的脸色 阴沉到了极点 仅仅只是一瞬间 他向来引以为傲的三个S级英雄 就全部战死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你 的这几个英雄 究竟是什么评级的 轻面男子彻底慌了 一脸不敢置信地质问着陈楚人 哼哼 重要吗 就算你知道了 现在也于事无补 陈楚人冷笑了两声 他才懒得跟这个轻面男子 多说些废话 随后 草头军也是纷纷凝聚出强大的剑语 骑射而出 而轻面男子的那些兵种 此刻早就已经沉浸在了漫天范英当中 完全试了神志 浑然不觉已经刺入到他们身躯里的剑语 您的兵种虎狼是已死亡 您的兵种虎狼是已死亡 又是一连串的播报 轻面男子脸色已经轻到了极致 他的双腿也开始忍不住地打战 轻面男子心中一片悲凉 很是后悔 早知道先前自己英雄提醒的时候 就应该直接撤退的 反正输了也没有惩罚 现在好了 全军覆没了 就算他把剩下所有的恢复剂都用了 都无法将所有人全部恢复到全胜状态 这样 他还怎么继续攻击其他的领主 赚取积分 显然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他的卫免排位赛 就只能走到这里了 轻面男子已经没了斗志 有些颓废地愣在那里 和先前刚来之时 傲慢得意的样子 判若两人 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被他无比轻视看不起的人族 却能够轻松地击败他 领主大人 此人如何解决 杨简走到陈楚人身前问道 看看能不能斩了他 陈楚人淡淡地说道 随即 杨简便立刻抬手一挥 一道凌厉的刀芒 直接朝着轻面男子砍去 此时的轻面男子 已经失魂落魄了 完全没有感知到 扑面而来的危险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那扇防守之门里 突然射出了一道光芒 将轻面男子笼罩 随后又快速飞进了防守之门当中 防守之门关闭 防守成功 恭喜获得积分五点 陈楚人看着这一幕 下意识地喃喃道 是我下手慢了 还是说 天道不允许击杀领主 陈楚人有些疑惑 如果是前者的话 那么防守之门出手 将轻面男子传送走 实际未免也太巧了 难道是天道不允许击杀领主 或者是说 有意在庇佑领主的性命 就像是之前在杀盘世界当中 天道给每个领主一个杀盘 这就是在保护领主的性命 陈楚人随即一想 便越觉得合力 毕竟 这可都是每个卫免的高层 和卫免之主 这最后一天里面 每个人都要经历不少的战斗 如果不保护一下领主 那么人数绝对是会骤减的 这才刚刚到卫免竞争 就死了这么多人 那势必会影响到 绝大多数的卫免的发展 所以 天道这才有意地 必又败着一方 陈楚人也没有再浪费时间去想这些 就刚刚交手的情况来看 对方的实力 也是远远不如自己的 看对方的配置 还都是三个S级的英雄 哪怕是在强大的种族里 应该也是十分强的领主了 随即 陈楚人便再一次推开了防守之门 防守之门 获胜的积分更高 而且也没有冷却时间的限制 防守之门 发出了阵阵光芒 没过一会儿 防守之门里 便射出了一道巨大的光芒 又是一大波的敌人落下 陈楚人定睛一看 这一次 对方足足有接近500人 显然 也是一个十分强大的领主 发展速度 恐怕比自己慢不了太多 这倒是让陈楚人十分的惊讶 毕竟他之所以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 全靠着英雄和兵种SSS的品质 不然的话 就正常发展 根本不可能将兵种 扩充到如此惊人的地步 而这一次 来者居然不比自己弱多少 陈楚人眼神一灵 表情无比凝重起来 显然 这一次的对手 绝对不简单 哦 人族 这一次 来者是一个头顶有着一对犄角的青年 陈楚人这才注意到 对方居然是天人族的 天人族在整个万族战场里面 也是十分出名 人族也很出名 因为人族的孱弱 几乎是沦为了整个万族战场的笑柄 可天人族不一样 那可是因为强大的天赋 而闻名于整个万族战场 几乎绝大多数的种族 都会极力避免和天人族的争斗 因为他们可承受不了天人族的怒火 而陈楚人 之前在山海秘境里面 便击杀了一个天人族的青年 陈楚人心里有个不好的预感 因为他注意到 眼前这个天人族青年的长相 似乎和山海秘境里的那个家伙 有几分相似 人族 那个天人族青年 眼神变得冰冷了起来 嘴里低声喃喃道 他的目光直勾勾地打量着陈楚人 然后在周围的士兵和杨检三人身上 仔细地徘徊了一会儿 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看样子 这个人族很不简单啊 紧接着 他的眼里闪烁着几丝愤怒 然后朝着陈楚人喊道 不知道阁下 可曾遇到过一位 和我长相颇为相似的青年 第173章 在遇天人族 不知道阁下 可曾遇到过一位 和我长相颇为相似的青年 那人问道 顿时 陈楚人心里一咯噔 不会这要巧吧 不过看样子 眼前这个家伙 和自己之前在山海秘境里 遇到的那个家伙 估计有着不小的关系 只是 陈楚人有些疑惑 为什么这个家伙 看到自己第一眼 就怀疑自己了 总不可能这家伙 见一个就问一遍 有没有看见一个 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吧 实际上 天人族作为顶尖大族 自然是有着自己的手段 特别是这两个天人族青年 他们在天人族里的身份地位 可不低啊 所以 当陈楚人杀掉那个天人族青年之后 天人族立刻便动用手段调查 他们只能查出 是死在了一位人族领主手里 说实话 当得到这个结果 整个天人族里都是震动无比 所有人不敢相信 族里的天骄 居然会死在一个 孱弱的人族领主手里 此时 陈楚人面前的这个天人族青年的脸色 变得阴沉了几分 看向陈楚人的眼神越来越不友善 因为死的那个便是他的亲弟弟 得知死在了人族手里 一时间 不少人都开始嘲讽讥笑 认为他弟弟丢了天人族的脸面 因此 族里也是将这个消息压了下去 没有人愿意大张旗鼓地去报仇 这要是让其他种族知道 他们天人族的天骄 居然会死在孱弱的人族手里 怕是会大肆嘲讽他们 他们可没那个脸面 连带着 族里对他们一家 也都颇有为辞 这次卫免排位赛 原本的一些资源支持 都被削减了不少 原本 他以为自己弟弟 恐怕是被人族算计了 或是运气不好 总之 他才不会相信 孱弱的人族 真的能有实力 击杀自己弟弟 但是现在 他看到了陈楚人的阵容 不说别的 光是那兵种的数量 就已经让其他领主 望尘莫及了 哪怕是他 作为天人族 最顶尖的几位天骄 也是不如 如果人族真的有人 有能力击杀自己的弟弟 那么毫无疑问 只有眼前这个人族了 可知 天人族青年的眼睛里 渐渐地冒出了怒火 似乎恨不得直接上去 把陈楚人杀了 虽然没有证据 但直觉告诉他 弟弟的死亡 多半和这个人族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见状 陈楚人也微微眯起了眼睛 天人族青年 不好意思 这不是才从卫面里面出来吗 哪里有机会 遇到其他种族的人 陈楚人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丝毫看不出来 他在说谎 天人族实力强大 要是真主动承认了 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 陈楚人又不蠢 而且 眼前这个天人族青年 跟那个家伙 恐怕还有着血缘关系吧 不然也不会长这么相似 嘖嘖 呵呵 天人族青年冷哼了几声 他自然是不会相信陈楚人的话 况且 他也不在意 陈楚人说的 到底是真是假 反正 他可以确定的是 自己的弟弟 的确是死在了一个人族手里 缠若如蝼蚁般的种族 居然如此胆大包天 该死 只要是人族 他都想全部杀干净 一个不留 无所谓了 既然你也是人族 那就去死吧 天人族恶狠狠地说道 随即便挥下手臂 如同利刃一般砍下 顿时 身前那三名圣洁如天使一般的英雄冲了出去 磅礴的气势爆发出来 在半空中划过了一道道绚烂的光芒 耀眼无比 三位英雄的带领 那三只S级兵种也尽数冲了出去 呵 一道道凌厉的大喊汇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股震撼天地的声响 那不可阻挡的气势 恐怖无比 见状 陈楚人也下令 杨检三人便带着三只兵种开展了攻击 嗖嗖嗖 草头军的攻击范围最远 自然是最先开始攻击的 磅礴的灵力汇聚出来 射出了满头的剑雨 剑状 天人族青年瞳孔一阵 那些剑雨居然让他产生了心境 有点东西 天人族青年难难道 这气势 已经不比他的精锐部队弱了 没想到 人族居然还能有如此厉害的人物 顿家军 开始防御 天人族青年大喝道 是 一只手拿着方形盾牌的士兵应声道 随即立马走位到最前方 然后猛地将手中的盾牌往下一立 呼 一声奇喝 顿时 磅礴的灵力倾泻而出 在大军面前形成了一道 灵力汇聚而成的巨大盾牌 看起来稳如泰山 天人族青年的嘴角 也是下意识地翘了起来 颇有些得意 相比于族里的其他天骄 他最得意地莫过于这只盾甲军了 顿甲军全力施展下来的防御 固若金汤 哪怕是SS级兵种 都不一定能够攻破 这时 满头的剑羽射了下来 齐刷刷地刺在了这个巨大的盾牌上 轰轰轰 一道道沉闷的声响爆发出来 那原本固若金汤的巨型盾牌 瞬间开始剧烈地颤抖 那些顿甲军也是脸色一变 五官扭曲到了极点 使出了全身的力量 不少人直接被震出了鲜血 流得到处都是 怎么可能 天人族青年无比震惊 这可是 他的王牌部队 哪怕是面对SS级的兵种 都不会有如此的狼狈 这个家伙 这只兵种 到底是什么品质 难道会是SSS级 不可能 连我们天人族 都已经几百年没有出现过SSS级了 一个楼一般的人族 又怎么可能 他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第174章 三天使合机 SSS级品质 作为万族战场最高的品质 自然是凤毛铃脚斑 哪怕是他们天人族 都好几百年 没有出现过了 作为万族战场当中 最顶尖的大族之一 天人族也拥有神级招募令 可是 即便是神级招募令 也只有不到1%的几率 能够招募到SSS级品质的英雄 或是兵种 就算是最强大的种族 一年 也就只有几个神级招募令罢了 一想到这里 天人族青年的眼里 又多了几分憎恶 本来 这一次族里 也应该给他一枚神级招募令的 可正是因为弟弟死在了人族手里 让他也备受冷眼 不然的话 神级招募令发下来 他第三位英雄 就应该是SS级品质的了 该死 他恶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可是眼下 他自然也看出来了 对方的那只神射手兵种 品质绝对不低 很有可能就是SS级的兵种 就算不是 那也是极为擅长攻伐破防的兵种 一时间 天人族青年 心中开始犹豫不决了起来 对方的实力不弱 绝对是一块十分难啃下的骨头 就算自己赢了 但也会损失惨重 眼下自己剩余的恢复剂也不多了 如果在这里损失惨重 那肯定是会严重影响到自己后面的进攻 可恶 正当天人族青年 心中愤愤不已时 草头军再度凝聚出了一波灵力的光剑 骑射而出 嗖嗖嗖 一道道利刃 划破空气的尖锐暴鸣声 那一道道光剑射在了巨型盾牌上 顿时 那面巨型盾牌 开始剧烈地晃动起来 光芒闪耀 下一秒 盾牌上出现了一道道细小的裂缝 紧接着 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 仅仅只过了一两个呼吸 整个盾牌便直接被裂缝充满 军裂爆炸开了 哄 盾牌化作了一道道的灵力碎片 消散在了空气当中 巨大的鱼波 也直接将盾甲军给震飞了 不少盾甲军直接命丧当场 天人族青年的那三名英雄 也是连忙上前运转灵力 施下护照 可即便如此 也没能完全抵挡住这恐怖的威势 怎么会这么强 其中一名六异天使震惊地说道 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 若是这满天剑雨集中到他身上 他恐怕都不一定能够安然接下 为什么会这么强 他不是人族吗 天人族青年此刻震惊到了极点 他不由得下意识咽了咽口水 赤火 你们赶快动手 天人族青年连忙大喊道 赤火天使便是为首的那个六异天使 虽然只是六异 但在S级英雄当中已经算是顶尖 而且擅长的天火 威力强大无比 万物都可以焚烧殆尽 眼下 天人族青年知道对方的兵种恐怕有些厉害 那么便转变策略 先拿下对方的英雄 他也注意看了一下 对方的那三个英雄 虽然看起来有些深不可测的样子 但是也是人族 相比也不会厉害到哪里去 就算再厉害 总不可能比他的三个六异天使还强吧 于是 三名六异天使直接冲了出去 圣洁的光辉随着背后的羽翼煽动 在天空当中留下了三道洁白的光位 为首的赤火天使擅长使用火焰 另外两名天使 一个谁属性 一个则是擅长刀剑的武器 三人皆是爆发出了恐怖无比的威势 审判 赤火天使大喝一声 手中顿时燃起了熊熊的烈火 整个天幕都随之变化 那苍穹之上的云彩 全部都变成了如同火焰一般 整座天地都仿佛变成了一座巨大的火山 四处都充斥着极热的火焰 赤火天使飞到了上空当中 背后的六翼缓缓地煽动着 他面容淡漠 眼神当中满是看向蝼蚁的漠然 仿佛下方的陈楚人等人 在他眼里不过一群蝼蚁 审判裁决 他漠然地大喝一声 顿时 四面八方的热浪朝着他涌来 形成了一个个火红的光柱 整片天空都被照耀成了极致的红色 仅仅只是看一眼 便觉得像是被放在烈火上炙口 紧接着 另外两名天使也是飞到了他的旁边 双掌一送 一股股庞大精纯的灵力 便输送到了赤火天使的身体里 顿时 赤火天使猛地睁开眼 两道如同天地间最精纯的火焰 瞬间在瞳孔中燃了起来 他猛地抬起双臂 置于头顶正上方 庞大的灵力倾泻而出 顿时 整个天地又一次沸腾了起来 那一道道巨大的火柱 全部汇聚到了他的正上方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焰漩涡 不断地释放出灼热无比的热气 仿佛毁灭一切的喷发的火山 随即 那巨大的火焰漩涡开始急速旋转 越来越多的灵力被吸引了进去 紧接着 一点尖锐从火焰漩涡当中刺了出来 是剑锋 剑锋从火焰漩涡当中刺了出来 剑身 剑柄 短短的数秒 一把巨大的火焰之间 便从漩涡当中刺了出来 那庞大的剑驱 带有着莫大的威压 仿佛是上天震怒派来 毁灭世界的利刃一般 赤火天使意念一动 那把浑身沸腾着团团烈火的巨剑 开始猛地朝陈楚人众人刺来 杨剑三人剑状也是飞了上去 哄 剑仿佛是从万丈高空当中刺下 由于那庞大的剑驱看起来很近 但实际上隔着几千米远 这点距离 却也不过是几秒之间的事情罢了 天人族青年剑状 脸上的慌乱之色荡然无存 又恢复了之前的得意之色 哼 这可是我赤火天使最强大的一击 哪怕是同等级的三位S级英雄 都无法轻易接下 天人族青年自信地喃喃道 他已经胜券在握了 就等着陈楚人等人在这一剑下 尽数于命 然而下一秒 他的脸色瞬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 瞳孔猛地一缩 嘴巴张大到了极点 这怎么可能 只见雌行大势面容平淡地飞了上去 然后玉手轻轻碾住玉瓶当中的柳条 然后轻轻往天空上一洒 几滴晶莹的水珠便飞了出去 落在了那把巨剑之上 滋 顿时 那把巨剑仿佛变成了一块落入水中的木炭一般 瞬间被熄灭了 冒出了一阵阵的青烟 光荡 紧接着 巨剑四分五裂化作了点点灵力光辉 消散在了天地当中 怎么可能 那三名天使不敢相信这一切 尤其是那赤火天使 这可是他最为得意的招数 怎么可能就被对方如此轻描淡写地瓦解了 第175章 碾压的胜利 怎么可能 赤火天使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可是 巨剑崩溃所传来的反噬之力 是那么的强烈清晰 轰轰轰 那一股股猛烈冲击的灵力反噬而来 不断地冲击着他体内的经脉 顿时 赤火天使喉咙一甜 猛地吐出了一口淤血 同样 身旁的另外两个天使 也是受到了波及 见状 慈航大士连忙力长掐绝 开始低声吟唱起来 顿时 一道道梵文佛经 在天地之间流转 仿佛和天地规则 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 无比的契合 紧接着 一道道巨大的金色佛陀虚影 出现在了四周 将天人族青年的大军 尽数围在了里面 上空也出现了几道巨大的佛掌 直接朝着那三位天使的头颅 猛地拍去 见状 三个天使连忙运转起了 体内残余的灵力 想要抵挡 不过 先前被慈航大士 破解了他们的攻击 强烈的反噬 让他们的经脉 受到了不小的损伤 灵力运转也相当的阻塞 全力运转之下 还是凝聚出了一个巨大的护照 特别是那位水属性的天使 那圣洁温柔的水流 在他面前流淌 形成了一个厚厚的水墙 显然 他的防御 还要比另外两名英雄强大几分 不过这时 杨俭和九天玄女 也是纷纷施展了攻击 总不可能让慈航大士一人 就把这些家伙解决吧 杨俭批出了一道 十几丈长的刀芒 呼啸而出 九天玄女 则是将周身的红铃 汇聚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条红色的游笼 朝着那三个天使咆哮而去 皆是携卷着无比恐怖的气势 天地之间 原本火红色的汹涌之势 早就四散而开 现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梵音佛经图案 以及那似乎在躲避刀芒 和红龙的一朵朵行云 天地之间 一片肃杀之气 三位天使健壮 顿时瞳孔一缩 这些攻击 是直面着他们而来的 旁人就算能够感知到 再强大的气势 也远没有他们感受到的那么恐怖 他们感觉 自己就像是一只蚂蚁 头顶上方压来了一个巨大的五指山 避无可避 逃无可逃 没有一丝抵抗的能力 他们本来 还在全力运转着体内的灵力 想要抵挡着头顶的佛掌 可是现在 又是两道恐怖的攻击袭来 那恐怖的威压扑面而来 压得他们都喘不过气了 就连原本就有着阻塞的经脉 现在变得更加无法流转了 怎么办 他们心头一阵焦急 那扑面而来的恐怖气息 要是真打下来 恐怕瞬间 就会让他们形神俱灭 那几道佛掌 眨眼间便落下来了 刀芒也已经呼吓而至 那条红色的巨龙 也已经盘旋在他们的面前 张开了血盆大口 恐怖的灵力凝聚其中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三个天使根本就没有反应的时间 哄 一声响彻天地的轰鸣声 此时 天人族青年的脸色 瞬间阴沉到了极点 您的英雄赤火天使已死亡 您的英雄 水灵天使已死亡 您的英雄 武勋天使已死亡 他引以为傲的三名S级 天使英雄 居然全部都命丧当场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那可是我精心培养的S级英雄啊 天人族青年 瞪大了眼睛说道 那双晶莹的蓝眼睛 都快要突出眼眶来了 顿甲军的失利 他都还可以勉强接受 可是自己最引以为傲的 三个S级英雄 在对方的面前 居然仍旧如此不堪 这让天人族青年无法接受了 一直以来 在他的印象里 人族都是孱弱如蝼蚁般的种族 虽然不明白 为什么如此弱小的种族 却时常能够在族里 以及另外几个强大的种族嘴里听到 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种族放在眼里 当得知自己弟弟死在了人族手里 他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蝼蚁般的种族 怎么可能有那个能力 击杀自己弟弟 可是现在 他终于明白了 原来人族里 居然还有如此恐怖的天骄 自己在天人族里 虽然算不上最强 但也是顶尖的几位了 可即便如此 在这个人族面前都如此不堪 可想而知 这个人族究竟强大到了什么地步 人族 难道说一直都是在隐藏实力吗 天人族青年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心里越发地恐惧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人族恐怕是在酝酿着什么极为恐怖的计划 连他们天人族都完全被蒙在鼓里 人族一定是图谋甚大 随后 三只兵种纷纷施展了攻击 同仁罗汉在满天泛因的影响下 身体纷纷发出了黄铜般的光芒 仿佛和那些泛文佛经产生了共鸣 爆发出了更为强大的力量 不到几分钟 天人族青年的兵种便全部战死了 进攻失败 天道的波暴音在他脑海里回响 没想到这家伙 居然如此强横 哎 时运不借啊 看来这次未免排位赛 我的成绩不会太理想了 天人族有些失落的难难道 这一次 他可谓是损失惨重 之后的战斗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和组里的另外几名天骄相比 这一次 他的成绩恐怕是要差上一截了 紧接着 防守之门里便射出了一道光芒 几乎是瞬间便笼罩到了他的身上 然后斜卷着飞进了大门 砰 防守之门关闭 恭喜防守成功 火得积分五点 又是五点积分到账 PS 军训的时间确实太紧了 前面领主之星的等级 估计是当时旺季改设定了 抱歉抱歉 第176章 振奋的龙家 陈楚人看着防守之门 眼睛微微眯了起来 果然 天道似乎有意在保护这些领主 陈楚人估计 若是防守方失败了 天道也会在第一时间将其传送出去 也是 要是不可以保护一下 这次卫免排位赛死的人 恐怕不计其数 那这一年的百分之八九十的卫免 恐怕都会受到严重的波及 随即 陈楚人便继续选择了防守之门 就这样 又是半天的时间过去了 陈楚人毫无例外的 全部都是轻松获胜 现在 他已经斩获了65级分 他遇到的这些领主 大部分都是A级英雄和兵种 只有少部分领主 拥有一个或几个S级品质的英雄兵种 本来陈楚人以为 其他种族的实力 要比人族强大许多 现在一看 似乎也不尽然 哪怕是之前 遇到的那个天人族青年 也不过才只是S级品质的英雄和兵种 虽然全部都是S级 但品质上 也不过催莲他们高一级罢了 差距并没有陈楚人想得那么大 也就是说 气势归根结底 还是人族自身经脉阻塞 落后了其他种族一截 不过 到目前为止 陈楚人还没有见过那个领主 自己冲上来的 毕竟他们的大军 全部都被陈楚人轻松横扫了 哪怕他们自身力量再强 也不可能比一个大军还强吧 自然也就没有人傻乎乎地冲上来了 这时 陈楚人忽然想起来 之前他让杨检 还去搜寻了一下附近 还是有着几个领主 不过现在想想 估计周围的已经被淘汰了 毕竟这次参加 卫免排位赛的领主何其多 两天的时间 便已经刷下了几乎九成的领主 再加上这半天的时间 依旧坚持下来的领主 更是少之又少 随即 陈楚人又推开了防守之门 光芒闪耀 此时 龙天也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当中 他的配置在万族战场当中 其实也算是相当好的配置了 不过 资源还是要比那些大族的要差一些 仅仅进攻了两次 得到了六点积分 便几乎耗尽了他 剩余的所有恢复剂 无奈之下 他便选择打开防守之门 试图背水一战 然而结果可想而知 他输了 单论英雄和兵种的战力 他甚至还是略胜一筹 双方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龙天还剩下了一个A级英雄 不过那名A级英雄 也已经伤痕累累 正当龙天大喜过望 以为赢了的时候 对面的那个领主突然爆起 一拳将自己的英雄给击败了 对方是一个浑身肌肉爆棚的兽人 拳脚之间也有着灵力流转 刚刚那一拳 几乎是爆发出了 接近15级A级英雄的力量 龙天的那名英雄 本来就只剩下了两口气 哪里还有余力抵挡 于是自然便被轻松击杀了 龙天的脸色瞬间黑到了极点 内心像坐过山车似的 一秒天堂 一秒地狱 龙天心中无比不甘 但他知道 对方可是先天 能够吸纳灵力的种族 一拳下来 自己恐怕瞬间就会被砸成肉泥 没办法 他只能认输 然后便被传送出去了 唉 时运不及啊 龙天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他依然觉得 以自己的实力 本应该多撑一段时间的 至少不会这么早被淘汰 他把一切的原因 都归咎到了运气上面 不过 即便如此 龙天也已经完成了巨大的壮举 这一次 我可能要明镇整个蓝星了 龙天很是激动和兴奋 第二天结束 他便已经是进入了13万名 自己第三天 又坚持了几轮攻击 说不定很有希望 进入前十万名 再说了 第三天最后的排名 是按积分来算的 自己好歹 也赢了两把 有六点积分 怎么也能再刷一些人下去 龙天美滋滋地想到 他向来都是十分冷静沉稳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这次的出色表现 心里也是忍不住的激动和兴奋 于是 他便立刻和蓝星的家族开始联络 想要在万族战场和蓝星之间联络 那可是相当费劲和烧资源的 通常来说 也就只有一些大家族才具备和万族战场里的族人联系的手段 而且没传讯一次都要耗费许多资源 像在新手期 联络消耗的资源都还少很多 但是现在都已经到了未免排位赛了 每传讯一次都是不可估量的资源 寻常家族哪里经得起这种消耗 所以 越到后面 万族战场里的消息就越闭塞 基本上只有那些大背景 或者是军区掌握的卫免 才能和蓝星联络 不过能够成为卫免之主的 无一例外的 都是大家族出身 唯有陈楚人例外 于是 龙天便把自己这次卫免排位赛的情况 传回了蓝星的龙家 此时 蓝星之上 大厦京城的最中央 有着一处不为人知的殿群 这里便是龙家 大厦最强大的家族 此时 大殿当中 分两列坐着七八个长户的老者 每个人看起来都十分有精神 一点也没有老年人的默契 天已经传信回来了 第二天结束 他便已经进入了前十三万名 坐在最上方的老者 缓缓开口道 不过眉眼之间 还是能够看出 抑制不住的喜悦之色 他便是龙家的老家主 也是龙天的亲爷爷 前十三万名 顿时 下方的几人无一步震惊无比 都有些失态地站了起来 天啊 咱们整个蓝星 都好多年 没人能够进入前二十万名了 少族长果然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是啊 虽然我知道 少族长天赋一饼 强大无比 但是进入了前十三万名 这也实在是太令人震惊了 众人热烈地讨论着 这个消息 无疑是相当振奋的 到时候 他们龙家的声望 无疑将会在整个蓝星上 达到顶上 不仅如此 天儿在第三天 又坚持了两轮 他说 很有希望进入前十万名 龙老家主继续说道 什么 前十万名 这一下 众人是彻底抑制不住心中的震惊了 别看十三万和十万相差不大 但这可是天差地别 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那可是相当恐怖的 整个蓝星历史上 都没有出现过 如此傲人的战绩 万族战场和其浩瀚 强大的种族和领主 不计其数 人族和蓝星在其中 也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 第177章 杀鸡锦猴 太好了 这下 我倒看看 那几个家伙 还有什么话说 胆敢违背我们的命令 就是 原本那两张进化卡 说好了给龙少 他们却临时变卦 给了一个不知道 哪里冒出来的野小子 这段时间 我们龙家也是忍让了许多 现在刚好少组长 取得了如此惊人的成绩 我们也趁机清扫一下 这群不听话的家伙吧 下方的几人突然 又激动了起来 龙家一直以来 都是大厦最具有权势的家族 乃至于表面上的大厦最高领导人 也都是他们一手扶持的 但是这任的首长 却有些超出他们的掌握了 不仅培养出了不弱的力量 还开始和他们的意志相违背 特别是之前 对待洪荒战区的事情上 一开始 洪荒战区被樱花国战区围攻 龙家也同意 让总局和樱花国交涉 哪怕是付出一定代价 也要被洪荒战区置换出来 但是后来樱花国世子大开口 龙家不少人 都有些不愿意了 但是碍于首长 他们的强硬态度 龙家也点头了 结果樱花人居然公然违背约定 龙家震怒的同时 也对首长和万族战场总局 颇为不满 后来 洪荒战区居然赢了 首长和万族战场总局 想要奖励洪荒战区 龙家自然也没有意见 但是 他们居然把那两张进化卡 作为奖励给了洪荒战区的首领 这让龙家彻底震怒了 因为这两张进化卡 原本龙家是打算给龙天的 这两张进化卡 严格来说是国家的资源 但是对于龙家来说 就是他们的进卵 而首长和万族战场总局 居然公然把他们的东西给外人 这让他们怎么可能不震怒 但是 碍于现在首长的势力 以及明面上的影响 龙家也只能咽下了这口气 龙家也明白 他们在上面太久了 下面有些人 已经不满这个状况了 所以 首长为首的这拨人 都想要撼动他们的势力 改变现有的格局 所以 龙家自然也不会放任这种形式 继续蔓延下去 首长他们似乎有意 想要用洪荒战区 来和他们龙家对抗 特意扶持洪荒战区 不过这次未免排位赛 龙天可谓是大获全胜 到时候 首长他们 还有什么底气 来违逆龙家 因此 在座的众人心中 都是一阵畅快 他们恨不得立刻就跑去首长府 把龙天的战绩拿到他面前 看看他的脸色 究竟会变成什么样 龙老家主坐在最上方 看着热烈讨论的众人 也并没有阻止 他心里 其实也有着这个心思 作为龙家的老组长 掌控了这个国家多年 又怎么会愿意见到 下面有人违逆自己 只不过 现在网络发达了 让他们不得不考虑到舆论 因此 在不少的事情上 都做出了让步 这次未免排位赛 的确是个绝佳的机会 来狠狠地错一错他们的锐气 让这些家伙明白 他们龙家可不是 随随便便就可以忤逆的 龙老家主在心里盘算着 等未免排位赛结束了 该怎么处置首长那些家伙 老实说 首长的治国 才能是相当的优秀的 哪怕是有着和自己 做对的心思 但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 这样的人才 龙老家主 其实也很想收入麾下 当初之所以 把他推上了首长之位 也是看中了 他那出色的才能 但是没想到 这家伙现在居然 开始反叛自己 试图改变这个 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格局 这让龙老家主心中 也是十分愤怒的 但是如果想要换掉首长 一时之间 他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再说了 更换首长这件事情 本身也是相当麻烦的 现在又是正值 各国争斗的时期 贸然更换首长 无疑也会让国内 安定的形势 产生一些动荡 甚至也会让 其他国家 产生一些想法 甚至是采取一些 各种各样的手段 唉 真是麻烦 龙老家主 也有些头疼 家主 我们现在要不要 对首长他们施压 这时 下面的人又开始骚动了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要去炫耀了 狠狠地打一打 那些反抗他们的人 龙家几千年的荣誉 又岂能够如此受辱 龙老家族也没有意见 自然是点了点头 施压当然是要施压的 不过嘛 我觉得首长府的那几位 若是能够让他们诚心服乐 倒也可以继续留着 众人一听 自然也没有意见 那组长大人 首长府的人 我们可以考虑留下 可是那万族战场总局的 那几个老家伙 却是十分嚣张 特别是那个姓函的局长 几乎完全不把我们的人 放在眼里 就是就是 我觉得有必要肃清一下 万族战场总局了 负义负义 首长府的确实不好动 但不可能全部放过吧 怎么也要杀鸡儆猴 不然以后 我们龙家的威压何在 众人愤慨无比 首长的地位摆在那里 他们也不好明着动手 但是万族战场总局的话 那他们可以发挥的就太多了 龙老家主略微沉思了片刻 然后便点了点头 的确 万族战场总局也是关乎甚大 毕竟是可以直接和万族 战场里的那些军区未免联系 可谓是相当重要 如果不是因为首长的原因 他们也不可能把局长的位置 让给外人 眼下 也是时候把万族战场总局收回来了 既然如此 那么等未免排位赛结束 便向首长府施压 不管怎么样 必须把万族战场总局 那几个不安分的家伙弄掉 杀鸡儆猴 家主英明 家主英明 PS 帮帮想想新的书名啊 越吸引人越好 这很重要 第178章 排位赛结束 此时 另外几个国家也都不平静 樱花国 万族战场总局 所有人脸上都是一片愁容 看起来很是忧虑 哎 万族战场那边已经传回消息了 这次未免排位赛的规则不是很友好 没有机会和漂亮国他们联手 艺人无奈地说道 本来他们好不容易和漂亮国达成了协定 帮助他们在这次未免排位赛当中 取得更好的名次 结果 这次未免排位赛 居然是单打独斗 这可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他们仅剩的那一个未免 即便使尽了浑身解数 也只能刚刚坚持到第二天 便抵挡不住那些恶魔的攻击了 根据他们了解到的信息 不只是漂亮国 就连欧罗巴他们坚持的时间 都还要长不守 这一下 差距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具体的名次 但是毫无疑问 肯定是远远不如欧罗巴漂亮国 原本他们和欧罗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可是现在 欧罗巴那几个未免都比他们的成绩好 而且还有一个致命的点 他们这一届 只剩下了一个独苗未免 整个樱花国的万族战场总局里 都是一片哀叹声 所有人头上都仿佛笼罩了一片 密不透风的乌云 他们心里都明白 今年这一届万族战场 他们樱花国可谓是十分的失败 该死 若不是那洪荒战区 我们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 就是 该死的洪荒战区 该死的大吓人 一时间 众人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发泄口 恨不得把心里的所有怒气 全部发泄出来 整个会议室里 瞬间充斥着众人 对洪荒战区的谩骂 仿佛陈楚人和洪荒战区 成了他们的杀父仇人一般 罪恶滔天 要是陈楚人在他们面前 恐怕他们恨不得 立刻把陈楚人分尸了 现在说 这些已经没有用了 这次我们的失利 恐怕会严重影响到 我们接下来 几年里的国力 当务之急 是想想怎么补救 局长忧心忡忡地说道 他正是前前任局长 来自不知火家族的那位 之前为了平息国民的怒火 不知火家族连忙让他下位 推出了一个新的局长来替罪 结果那个倒霉蛋 居然被枪杀了 这不 过了几天 等国民的注意力消退之后 他又回来继续担任局长 老实说 他也无比庆幸 要不是组里及时见情况不对劲 立马把他调回去了 不然的话 那个被枪杀的倒霉蛋 可能就是他了 局长大人说得对 眼下我们还是 想想办法吧 于是 众人又开始思考了起来 但是能有什么办法 他们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 很难再给予更多的资源了 唉 众人心中皆是十分无奈 此时 未免排位赛当中 终于 时间一点点流逝 第三天即将结束 呼 陈楚人长舒了一口气 终于要结束了 到目前为止 他已经得到了225点积分 陈楚人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歇息 杨检等三位英雄倒是还好 出手的次数不多 但是中间三只兵种 灵力都消耗殆尽了 陈楚人用恢复剂补充了两次 不过和其他领主的战斗 倒是比陈楚人预想的轻松多了 基本上 绝大多数的领主拥有的 也就是A级品质的英雄和兵种了 能够有S级品质的 都是占少数 SS级以上的 更是没有遇到过 一整天的时间下来 陈楚人可以确信 哪怕是在整个浩瀚的万族战场当中 在无数强大的种族当中 SS级品质的都是无比稀少的 更不要说SSS级品质了 陈楚人心中有些激情澎湃了起来 这也就意味着 自己手下的SSS级英雄和兵种 将会是冠绝整个万族战场的存在 这一切都源自于陈楚人脑海里的 那本神话书 这本神话书究竟是什么来头 陈楚人不禁有些好奇了起来 前世的时候 这本神话书平平无奇 根本就没有显现出任何的奇异之处 然而 穿越到了这个世界 在万族战场当中 神话书却给陈楚人 带来了如此恐怖的改变 因为这一世出身不好 陈楚人一直以来都无比地刻苦学习 就是为了用努力来弥补差距 想要在万族战场当中出人头地 但是 作为一个普通人 想要和那些背景深厚的人比拟 哪里会是那么容易 从一开始的领主之心 和招募令的 就是两座不可逾越的鸿沟 哪怕是你理论知识学得再好 也根本无法弥补这巨大的差距 然而 神话书的出现 却让陈楚人直接扭转了局面 英雄和兵种 全部都是来自于华夏神话 强大无比 无一例外都是SSS级 甚至 陈楚人觉得 之所以是SSS级 是因为最高只有SSS级 这并不是神话书的最高等级 就在陈楚人思考的片刻 身前的那两扇门 突然发出了一阵阵浅浅的光芒 随后两道门闪烁了一下 便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天道的声音 回荡在了所有人的脑海里 卫免排位赛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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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道那浑厚威严 没有一丝感情的声音 淡淡地回响着 随即 一道光芒便从天降 将陈楚人等人全部笼罩了进去 下一秒 陈楚人再睁开眼 便发现自己 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领地当中 卫免排位赛 结束了 此时 所有人也都得到了 卫免排位赛结束的消息 于是 崔灵几人 立马给陈楚人发来的消息 陈楚人 陈楚人 你居然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真是不敢相信 这样的话 你最后的排名一定很高吧 陈楚人 快点告诉我们 你排名多少啊 有没有进入 前二十万 崔灵无比激动地问道 就连罗和城 也都没有了往日的冷淡 同样 洪荒战区的其他人 也无比好奇 首领大大 居然坚持到了最后吗 天哪 这次的排名肯定很高 我先前听说 隔壁卫免 他们的卫免之主 第一天晚上就被淘汰了 切 你以为谁都可以跟我们首领比啊 首领大大果然一如既往 居然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天 恐怕都能够进入前几十万名了吧 几十万 我觉得 至少也是前五十万名 大胆一点 前四十万名 洪荒卫免的众人 兴奋地讨论着 当时卫免排位赛里 公布了一次剩余人数 也只是在排位赛 内部公开的 并没有在整个万族 战场范围内通报 因此 绝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 陈楚人坚持到第三天 究竟是有多么的恐怖 第179章 最终排名 开始公布 此时 不仅仅只是洪荒卫免 整个蓝星的所有卫免 以及整个万族战场 所有卫免的领主 无一不紧张地等待着最后的排名 现在开始公布 本次卫免排位赛的最终排名 所有人无一不紧绷心神 全神贯注地 看着眼前的那几行金色大字 虽然这次卫免排位赛 都只有卫免之主和高层 才能够参加 他们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但是最后的结果 却是关乎到了 整个卫免的奖励 所以 没有哪个领主 会不关心这次卫免排位赛的结果 卫免排位赛的人数 实在是太多了 天道自然是不可能 从最后一个一个地公布 天道将这次排名 分成了三个梯度 第一个梯度是100万名级以后的 直接在各自的卫免里 通报成绩 龙渊卫免高层高详 排名3152451名 获得白银级宝香乘1 龙渊卫免高层陈寒 排名2101120名 获得白银级宝香乘1 龙渊卫免高层陈末 排名1053021名 获得白银级宝香乘1 龙渊卫免 三个卫免高层的排名 全都出了 可恶 就差一点 就能够进入前100万名了 沉默垂胸顿足 他刚好卡在了105万的位置上 但凡他多坚持个十来分钟 妥妥地能够进入前100万名了 要知道 别看这只是 相差了5万名 但是100万名 可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 他的名次 比另外两个高层 高了一两百万多名 但是奖励都是一样的 但是 哪怕是99万名 只比他高了不到6万名的位置 奖励就上升了一个级别 因此 这让沉默相当的懊恼 我恨啊 早知道就让家里多弄一 哪怕多弄一个恢复剂 半瓶恢复剂也足够了呀 沉默在那里垂胸顿足 无比懊恼 但是可惜 现在结果早就已经尘埃落定 后悔有什么用呢 又过了好几分钟 众人发现 迟迟没有看到龙天的排名 没有龙少的排名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 龙少已经进入了前一百万名 肯定是 那可是龙少啊 自然是能够轻松进入前一百万名的 不止 我觉得以龙少的实力 怎么也能够进入前五十万名 甚至是前四十万名 龙渊未免的众人激烈地讨论着 这里面大部分都是原来龙渊未免的领主 他们能够进入军区战区 背后的关系 基本上也都不简单 军区战区的人数 虽然比普通战区的人数少一些 但是每一个领主背后 都有着大量的资源 哪怕是宁红叶 罗和成他们放到军区战区里相比 他们的资源也只能算是中下水平 罗和成 宁红叶他们背后家族 能够给予的资源 其实也不算少 但是 他们毕竟没有中央的关系 不然的话 宁家罗家想破头皮 也会把他们弄到军区战区里面 因此 如果不是遇上了陈楚人 他们的实力 肯定是比这几个高层低了一大截的 此时 龙渊未免的众人都十分激动 龙天的排名迟迟没有公布 这也就意味着 龙天的进入了前一百万名 卫免排位赛的奖励 不仅仅只是卫免之主和高层可以获得 还有关乎到整个卫免发展的奖励 比如最直接的契约 不过卫免的奖励 需要等到卫免之主 和高层所有人的排名奖励都出了 才会公布 而卫免之主 他们几人的排名越高 卫免的奖励自然也就越高 所以 龙渊卫免的众人 无一不翘首以盼 西级龙天的排名越高越好 此时 蓝星的其他卫免 也都陆陆续续地公布了排名 洪荒卫免 洪荒卫免高层罗合成 排名245万2675名 获得白银级宝香乘一 洪荒卫免高层宁红叶 排名 100万75万3170名 获得白银级宝香乘一 居然能有一百多万名 宁红叶有些惊讶地喃喃道 美眸里满是喜悦 他的排名居然还要比罗合成还高 不过这也在意料之中了 毕竟他可是有着一位S级的英雄 可以说 如果不是有着这一位S级的英雄 宁红叶这一次的排名 绝对会比罗合成低不少 不过宁红叶还是觉得有些些可惜 他没有把这一位S级英雄的实力 发挥到最大 相比于罗合成跟崔灵 宁红叶的底蕴要差上不少 这导致他还没能把这个S级英雄 完全培养好 装备也没跟上 新招募的A级英雄等级 也没有练上去 不然的话 光凭一个S级英雄 也能够让他进入前八十多万了 毕竟崔灵一个S级英雄都没有 依旧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 唉 陈楚人都把这张金华卡给我了 结果却是这个成绩 感觉有点对不起陈楚人的信任 宁红叶脸上的欣喜 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剩下了失落 陈楚人这么信任他 这么帮助他 但是他的表现 却是有些不尽人意 宁红叶都为自己感到有些羞愧了 不行 还是得努力 不能让陈楚人失望 不能白白浪费了那张进化卡 宁红叶握紧袖拳 眼里又是充满了斗志 随后 他里面拿出了先前奖励的白银级宝箱 没有犹豫 直接打开 忽然 一道耀眼的金光宝箱当中 迸发而出 这是 宁红叶顿时张大了嘴巴 有些不敢相信 恭喜获得洛英灵杖 黄金级 第180章 各方震动 后悔无奈的寒老 唉 还是没有看到崔大姐头 和首领大大的排名 这是啥意思 你个笨笔 这次天道只公布了一百万名以后的 也就是说 崔大姐头和首领 大大全部都进入了前一百万名 什么 天哪 这也太强了吧 不愧是首领大大 不愧是崔大姐头 天哪 前一百万名啊 这些年来 除了那些军区统领的卫面 其他的普通卫面 很难进入前一百万名的 是啊 而且前一百万名的卫面奖励 也比一百万名之后的多多了 洪荒未免的众人也是无比激动 毕竟 陈楚人他们的成绩越好 他们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好 没想到 居然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 崔玲也是有些惊讶 这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 只能说 运气比较好吧 他也不禁有些期待了起来 自己到底会是多少名 九十多万 八十多万 还是七十多万 再往前 他都不敢想了 毕竟整个蓝星 能够进入前五十万名的 那都是屈指可数 这点自知之明 崔玲还是有的 也不知道陈楚人 究竟能够取得什么名次 崔玲不禁有些好奇了起来 说实话 他自己什么水平 他比谁都清楚 所以 他其实也大致能够估摸出 自己的名次在哪个范围 不过陈楚人的位次 他就完全没有把握了 怎么说呢 他总觉得 陈楚人到现在为止 从来都没有权利以赴过 他根本就估摸不出来 陈楚人的真实实力 不知道 陈楚人能不能进入前二十万名 应该可以吧 那前十五万名 前十万名 这个还是算了 整个蓝星这么多年来 好像都没有进入过前十万名的 不过陈楚人 或许能够创造出前五古人的奇迹 也说不定了 崔玲难难道 他心里对于陈楚人 有着一种莫名的信赖 哪怕是任何不可能的事情 只要是放到了陈楚人的身上 就有了那么可能 算了 先看看自己能够达到什么名次吧 崔玲难难道 随即便继续等待着天道播报下一个批次的名字 此时 樱花卫免 所有樱花人的脸色都不是很好 三个高层无一例外的 都倒在了四百万名之后 而他们的卫免之主 不知火家族的少族长 不知火山 也才刚刚一百万零一万名 只差一点就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了 该死 该死 明明就只差那么一点了 可恶 真是可恶啊 但凡多给我一瓶 哪怕是半瓶的恢复剂 也足够让我挺进前一百万名了 甚至是前九十万名 不知火山攥紧了拳头 无比愤怒地一拳砸向了桌子 不过以他的体格 这桌子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不知火山眼里满是愤怒的火焰 本来 以他的实力 不说取得一个多么好的名次 但怎么也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 甚至是前八九十万名 身为不知火家族的少族长 不知火山并没有其他人想得那么潇洒 他的妹妹不知火香 天生的家族血脉便无比浓郁 居然能够不使用八旗水晶石的情况下 便能沟通八旗血脉 只需要通过外力觉醒 便能够毫无阻碍地使用八旗血脉的力量 不像他们 只能够通过八旗水晶石 来获得八旗血脉短暂的微弱力量 因此 不知火香从一开始 就受到了家族权利的培养 但是为了将不知火香保护起来 不知火家族便把不知火山推了出来 作为明面上的不知火家族少族长 甚至让不知火山来领导樱花国的军区战区 但实际上 家族里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投给了不知火香 不知火香才是他们压下的唯一的一块宝 因此 从小到大 不知火山从来没有对自己这个妹妹有一丝的感情 同样 不知火香也丝毫没有把自己这个所谓的哥哥放在眼里 当得知不知火香死了的时候 不知火山可谓是相当开心 而不知火家族 也只能将所有的资源放到了不知火山的身上 也就是说 现在的不知火山才有了真正少族长的地位 不过 在之前和大夏的交锋中樱花国损失惨重 赔付了大量的资源 以至于这段时间以来 不知火山得到的资源支持 甚至还比如泡菜国的那个小戏巴 到了未免排位赛 他也只拿到了两三个恢复剂 而八旗水晶石之前也用了一次 只剩下一半的能量 加上他运气也不是很好 自己的英雄居然会被一个恶魔偷袭致死 不然的话 哪里会说得如此狼狈 可恶 都怪不知火香那个蠢货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明明得到了那么多的资源支持 却还死在了大夏人的手里 不知火山越想越气 如果不是不知火香和大夏起了冲突 他们也不至于赔付给大夏那么多资源 以至于这次未免排位赛 家族给的支持无比寒酸 可恶 也怪那群大夏人 如果不是他们 我也不会这么狼狈 不知火山恶狠狠地说道 这次未免排位赛 他可谓是丢尽了脸面 连泡菜国的那个家伙都比不上 本来还想着 趁这次机会 让家族刮目相看的 该死的洪荒战区 洪荒未免 等后面和漂亮国联手 一定要好好地出一口恶气 不知火天恶狠狠地想到 很快 万族战场的消息 也通过各个渠道 传送到了各国的万族战场总局里 樱花国万族战场总局 一片愁容 而大夏这边 自然是兴奋无比 只不过 坐在最上方的寒老 眉头微微皱着 似乎并不是很开心 这一次 龙渊未免的成绩都还不错 有一个高层 差一点就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了 其实说实话 现在他们无论多少民都已经无所谓了 龙少可是进入了前十万名 光凭这一点 就足够傲视蓝星了 就是就是 我就说嘛 把所有的资源拿去培养龙少 我们大夏肯定能够再次复兴 甚至是 那人便没有再说下去了 有些话可不好说 不过众人的目光 都缓缓地落到了最上方的寒老身上 显然 这次龙天的成绩 让许多人心里都有些不满了起来 他们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 当初为什么不把那两张金花卡给龙少 不然的话 现在龙少只会更强 他们大夏 自然也会水涨船高 寒老自然是知道他们的想法 心中顿时 无比苦涩起来 难道 我真的做错了吗 寒老低下眼帘 心中十分无奈 他之所以想要改变龙家的格局 正是因为这么多年来 龙家越来越为所欲为 把家族的利益 凌驾在国家的利益上 所以 他和首长等人才选择了这么做 不过现在看来 他们或许的确是做错了吧 第181章 陈楚人进入了前十万名 就这样 在众人翘首以盼当中 又过去了十多分钟 天道的金色大字 开始逐渐浮现在每个人眼前 现在公布排名 五万到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名 终于来了 也不知道 咱们龙少会是多少名 我觉得 肯定能够进入前二十万 保守了 大胆一点 前十五万 龙渊未面理 众人无一不激动无比 不过这么多年来 整个蓝星都没有人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因此 即便他们觉得龙天再强 也没有想过 龙天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而且 龙天也并没有把这个消息 透露给这些人 只通知了龙家 现在 也就只有龙家和万族战场总局的那些个高层 知道龙天已经进入了前十三万名的世界 走 十五万 也太小看我了吧 龙天看着他们的聊天 不禁嘴角微微 翘了起来 他是有意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 如果他一回来 就直接跟众人说 我已经进入了前十三万名 而且有很大把握 进入前十万 甚至是前八万 那么众人便会震惊 天啊 龙少居然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这可谓是前五谷人的壮举啊 不可思议 我居然见证了历史 龙少威武 龙少威武 然而 他们也就只有这一次震惊了 从平淡 直接到达了高潮 这样太快了 没有起伏 不是最爽的 必须得让他们慢慢来 先是震惊 龙少居然进入了前一百万名 然后震惊 龙少居然进入了前十万名 最后为此一公布 看到最后的排名 众人的震惊达到了极点 达到了最高潮 这样 才能够收获最大的崇拜 这样 他龙天才能够从这些人身上 感受到最大的成就感 龙天靠在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眼里满是悠然得意 这时 他想到了什么 也不知道 那个洪荒未免的家伙 能够达到什么位子 能够从九大樱花战区当中脱颖而出 自然也是 有点东西的 不过嘛 要是以为这样 就可以和我抗衡了 那未免有些太天真了 那些樱花人 说到底 也只是群歪刮裂早罢了 这次卫免排位赛 你要是连五十万名都没有 那可就太没意思了 龙天倾笑了两声 眼里满是嘲讽 在他看来 五十万名 就已经是十分高估对方了 毕竟只是一个 普通出身的平民罢了 洪荒未免 这次和之前也是一样 只公布了对应 卫免参赛人员的排名 洪荒未免崔林 排名 九十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九名 获得黄金级宝香成一 九十一万 崔大姐头 居然也这么厉害 是啊 这恐怕比不少未免之主 都还要高了 洪荒未免的众人 也是十分为崔林开心 毕竟前一百万名 得到的奖励 又上升了一个级别 黄金级宝香 自从战区里的排行榜之后 便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崔林也十分激动 没想到 仅仅只是九十一万名 就能够得到黄金级宝香的奖励 崔林很是震惊 当然 她也有些吃惊自己的排名 本来以为能有个九十五万 就已经算是运气不错了 没想到 又再一次出乎了她的意料 恭喜啊 林儿姐 恭喜 崔小姐 这时 宁红叶跟罗合成两人发来道喜 哈哈 运气好罢了 崔林开心地回道 宁红叶有些羡慕 心里也有些羞愧 毕竟自己的英雄品质 还要更高一些 结果排名却还差了这么多 不过这些情绪 最后都演化成了 她努力前进的动力 同样 罗合成也是有些异样的情绪 当然 并不是负面的情绪 她有些畅往 一开始 她和崔林儿 几乎是伯仲之间 而且还比宁红叶强不少 然而这段时间过去了 他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 曾经被她甩在后面的宁红叶 都反超了她 这让她有些羞愧 看来 以后 还得更加努力了 罗合成难难道 同时也开始反省自己 自从未免之主争夺战结束之后 没有了压力 她都有些放松懈怠了 这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她的思绪就被打乱了 因为未免聊天频道里 彻底炸锅了 距离崔林儿 名次的通报 已经过去了十多分钟了 众人翘首以盼着陈楚人的排名 却迟迟没有公布 众人也都意识到了 我的天 首领大大这是 这是 这是进入了前十万名吗 不敢相信 天啊 整个蓝星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有人进入过前十万名啊 我们见证了历史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以后我就可以跟别人吹嘘 看 我们以前的首领 大大可是进入过未免排位赛 前十万名的存在 聊天频道彻底炸了 就连崔林儿三人 也同样是被震惊地说不上话来 陈楚人 居然进入了前十万名 PS 领主之星的等级已经修改了 另外就是马上开学了 可想而知 数据又要下降不少 不过希望大家还是认真学习哦 第182章 龙天的排名 七万五千 陈楚人 居然进入了前十万名 崔林儿张大了嘴巴 美眸中满是震惊的神色 他知道 陈楚人的实力远胜于自己 可是 他从来都不敢往前十万名去向 那可是整个蓝星都没有出现过的存在 陈楚人 真的打破历史了 崔林儿正正道 此刻 他的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哪怕是之前首领争霸赛 卫面之主争夺战之中 这些加起来 都远没有这一次的震撼 原来 这家伙居然已经强大到了这个地步 崔林儿难难道 现在他心里被震撼的一片空白 都有些手足无措了 果然 我的选择没有错 之前家族一直让他跟着军区卫面行动 因为他们都觉得 军区卫面背后 是国家的扶持 自然是最强的 但是现在 事实证明 陈楚人远远要比其他人更强大 崔林儿美眸里 秋水涌动 满是坚定之色 现在 他愈发地坚定了 跟着陈楚人的想法 原本 以他的条件 注定了无法在万族战场当中 走得很远 他注定了 无法和那些军区的领主们比拟 但是现在 因为陈楚人 他居然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 这已经超越了那些军区的领主了 恐怕整个蓝星 能够进入前一百万名 都不过双掌之数 崔林儿稳住了激动的心情 开始给家里传消息 既说了自己的排名 也说了陈楚人进入前十万名的事情 又过去了十多分钟 天道开始公布 最后一个批次的排名 这一次 就是在整个万族战场上 依次通报 现在开始公布前十万名 第九万九千九百九名 领主 三台子 所属势力 灵牙族 获得奖励 气运加一 黄金级宝香乘二 第九万九千九百八名 领主 露伊斯 所属势力 天使族 获得奖励 气运加一 黄金级宝香乘二 因为很多人 几乎是好几个排名一起出现 然后快速滑动 变成下一批 但是如果是该位面底 自然会额外标注的 不过现在 整个蓝星的一众位面当中 也就只有洪荒位面 和龙渊位面的人在关注了 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位面 有进入前十万名的 第七万五千名 领主 龙天 所属势力 人足 获得奖励 气运加一点五 黄金级宝香乘三 看到这一幕 整个龙渊位面 瞬间沸腾了起来 天哪 龙绍居然是七万五千名 不可思议 这一次 我们是真的见证了历史 龙绍当真是天神下凡 上天派来 复兴我们大厦的 大厦 格局小了 有龙绍在 恐怕能够带领我们整个蓝星 整个人足 走向更高的台阶 没错没错 这一下 那些其他国家 估计要屁颠屁颠的 来巴结我们了 哈哈 龙绍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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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时 龙渊位面的聊天频道 全部变成了龙绍威武 这些人 基本上都是有着不小的背景 而这些人的背景 在龙家面前 却如同聚龙下的泥丘一般 本身众人便对龙天 十分的敬畏 现在 他们更是心服口服 毕竟 那可是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万名啊 整个蓝星都没有人突破过的极限 万族战场和其浩瀚 绝大部分的种族 几乎从来就没有进入过前十万名的 基本上 这些顶尖战力 都是被那些实力中上 甚至是顶尖的大族 给瓜分干净了 而在万族当中 处于中下 甚至是下层的人族 别说前十万名了 二十万名都是一个不可逾越 可望而不可及的鸿沟 因此 这一次龙天不仅仅只是进入了前十万名 还是七万五千名 这可谓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件 这是一件值得在人史册 名垂青史的伟业 是的 这一点也不夸张 只是 凡事都是有对比的 如果没有成主人的话 那么龙天 或许能够在这几千年的历史里 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不过此时的龙渊未免 还并没有意识到 整个蓝星 也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此时 龙天的排名清晰显眼地 落在了整个蓝星领主的眼前 What the fuck 这个龙天是谁 听名字像是大厦人 哦 我向主祈求 可是主 为什么保佑大厦人 天哪 难道是我还不够虔诚吗 真是让人惊讶 这个来自神秘东方古国的龙天 居然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实在是不可思议 欧罗巴和漂亮国等国的领主 都是无比震惊 特别是那几个军区卫免的卫免之主 他们作为各自国家亲力培养的天骄 自然是把大厦的这位天骄 视为同级别的竞争对手 可是现在他们发现原来自己和对方的差距居然如此之大 一想到之前 漂亮国和欧罗巴还联合樱花他们为难过龙天 他们便有些慌了 一时间不少人便开始盘算起来 该怎么和大厦缓和一下关系了 这一次卫免排位赛 他们这些参加了的卫免之主和高层是最清楚的 完完全全是对自己实力的考核很难靠运气的 就算有运气的成分 那也是因为他实力强大到了一个地步 比如说 你有着100万名的实力运气好 或许能够有个95万名 但是绝对不可能进入前80万名 同样 龙天就算是运气再好 那肯定也是自身有着前9万甚至是前8万的实力 这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是无比恐怖的 欧罗巴和漂亮国最高的才只有21万名 他们都还十分兴奋了 这已经他们这么多年来最好的成绩了 同样 震惊的还有其他国家 泡菜国 这个龙天是大厦人吗 会不会是东北边境的 会不会是我们泡菜民族的血脉 肯定啊 大厦这种穷乡僻壤 怎么可能诞生如此天骄 绝对是我们泡菜民族流落在外的血脉 必须让外交部施压 让大厦交出龙天 让他认祖归宗 复义复义 不能让我们泡菜民族的血脉流落在外 于是 不少泡菜国领主立刻传讯到了蓝星 泡菜国民知道了 纷纷跟打了鸡血一样 在网上铺天盖地的谩骂大厦 偷他们的精英血脉 然后让外交部立刻施压大厦 得到这个消息 大厦网友们自然是愤愤不已 直接和泡菜国网民兑现起来 但是最气的 还得是龙家 龙家老家主气的血压都差点崩了 他们这种大世家 最在意的便是血脉传承了 泡菜弹丸小国 居然敢如此口不遮拦 于是 龙家震怒 大厦直接便派出了几艘军舰 然后在外貌上全方面封锁了泡菜国 泡菜国彻底慌了 连忙道歉 流程之一气呵成 都让人以为是樱花人附体了呢 大厦自己的网友也是有些惊讶 心想这一次怎么如此硬气了 还以为又只是奉劝 警告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第183章 依然没有出现的名字 除了泡菜国 樱花卫免的众人 也是彻底慌了 不知火山的脸色 比吃了老八蜜之小汉堡还难看 整个蓝星当中 和大厦妓院最深的 毫无疑问 就是他们樱花国了 加上前不久 天照九大战区 和洪荒战区的事情 和大厦发生了不小的摩擦 靠 为什么这个龙天 居然能够进入前十万面 这怎么可能 龙天 龙家 可是龙家的血脉之力 虽然比我们强 但也不至于强这么多吧 不知火山无比震惊 心中满是不敢相信 血脉之力 那些传承久远的家族 基本上都有 樱花国 就只有他们 不知火家族 泡菜国没有 他们只有编转的历史 漂亮国有三个 这两个都是曾经 从欧罗巴发展过去的 随着时间流逝 逐渐发展的 比原来欧罗巴的还好 欧罗巴则是有六个 而大厦是最多 有足足九个 其中 龙家是最强的 而且是可以碾压后面 八个家族之和的恐怖存在 龙家的血脉之力 和他们的信誓一样 能够沟通龙的力量 附着到英雄和兵种身上 等四本之后 自身可以锤炼灵力了 血脉之力 自然也可以附着到自身 看来 这龙天应该和不知火香差不多 是直接觉醒的血脉 不是我们这种 依靠血脉结晶的 不知火山难难道 可是即便如此 他也十分不解 毕竟血脉之力再强大 也不至于拉开 如此恐怖的差距吧 不知火山百思而不得其解 他不知道的是 龙天之所以能够得到 龙家全足 清净一切的资源培养 正是因为 他对于血脉之力超高的契合度 龙天 不仅天生 便直接觉醒了血脉之力 不用依靠血脉结晶 也不用依靠外物来觉醒 另外 龙天能够发挥出的血脉之力 是其他人的好几倍 血脉之力 才是龙天最大的依掌 那些恢复剂的作用 也不过锦上添花了 此刻 不知火山心中很是恐慌 先把这个消息 传回给了樱花国 樱花国得知这个消息后 也是连忙召开了 一个个紧急会议 商量着如何补救和大夏的关系 此时 大夏 龙天的排名 也传到了龙家 和万族战场总局这边 虽然他们早就知道 龙天能够进入前十万名 但是当真的公布了排名 七万五千名 他们依旧是无比震惊 此刻 万族战场总局当中 那些本就是背靠龙家的众人 脸上洋溢着止不住的笑容 还时不时地撇一下最上方的寒老 脸上的幸灾乐祸 和得意之色 没有丝毫地掩饰 看这家伙 现在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就是 让你当初不支持龙少 现在后悔了吧 可是后悔没用了 他们心中纷纷窃喜无比 幸灾乐祸 此时的寒老 坐在位置上低着头 一言不发 也没有在意 那些人异样的眼光 他现在已经没心思了 之前 他还想着 把这些人清除干净 这段时间里 一些危机的证据 也都掌握了不少 可是眼下 就算有着再多的证据 也都没用了 寒老心中万般无奈 的确 龙天的表现 让他无比震惊 也让他颇有些后悔 但是他后悔的只是 当初如果支持龙天 或许能够 让龙天走得更远一点 让大夏更好 但是当初之所以不这么做 便是想要压制住 龙家嚣张的气焰 一直以来 龙家的那些族人 可谓是丝毫没有 把他们这些国家要员 放在眼里 丝毫没有把国家的律法 放在眼里 在他们看来 他们是凌驾在 普通人之上的 王公贵族 哪怕是寒老他们 这些国家重要人物 也只不过是 给他们打工的罢了 在以往 不少龙家的族人 都会从国家的资源当中 吞没许多 转化为自己的私利 完全不顾国家的利益 而他们扶持的那些家伙 也都是些这种货色 对于国家来说 没有丝毫的帮助 不仅仅只是他 也不仅仅只是首长 在这么多年里 有着许多任首长 都有过改革的想法 但是无奈 龙家的力量 实在是太过于庞大了 几千年的庞大底蕴 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想象的 或许真的是我们太天真了 韩老苦笑起来 心中无比无奈 这时 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两个穿着龙家服饰的人 走了进来 脸上皆是傲气无比 丝毫没有把在座的众人 放在眼里 他们走到韩老的面前 仰着头 仿佛是用鼻孔在看 你就是寒风是吧 你现在被因为涉嫌 中宝私囊 谋取私利的罪名 已经被革职了 一人冷冰冰地说道 中宝私囊 谋取私利 你们有证据吗 韩老质问道 顿时 那两人互视一眼 然后极其不懈地大笑起来 证据 这就是证据 他指了指胸前龙家的族徽 韩老见状 也不再说什么 此时 万族战场里 继续公布着排名 现在公布前100名 第99名 领主 哥哥武 所属势力 乌龄族 获得气韵家三 薄金吉宝香成一 然而到了现在 陈楚人的名字 依然没有出现 第184章 陈楚人 前10名 此时 洪荒的众人 有些担忧了起来 这都前100名了 还没有出现 陈楚人的名字 会不会 首领大大 根本就没有进入 前几百万名 实际上是很早就被淘汰了 然后一直不露面 装作还在排位赛当中 但是 以首领大大的实力 怎么可能呢 一时间 原本期待满满的 洪荒未免众人 都有些失落了 聊天频道 也是诡异地陷入了死寂 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家心里 都有些这个疑惑 难道说 首领大大的排名 还没有几个高层高吗 他们也不敢问 只是渐渐地 没有再去关注 那个公布的排名了 开玩笑 都已经是前100名了 整个蓝星几千年来 也就这一次的龙天才 进入了前十万名 位列七万五千名 再往前 他们可是真的不敢想了 基本上 到了前两三万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怀疑 动摇了 更不要说 现在已经到了前100名了 整个万族战场 何其的好汉 前100名 那是什么概念 比丑小鸭 变成白天鹅 还要离谱 简单来说 就是不可能 没有这个概率 唉 没想到首领大大居然 有人无奈地叹息到 一时间有些茫然 一直以来 陈楚人不断地创造奇迹 让他对陈楚人 变得无比幸福 但是这一次 开始逐渐动摇了他对陈楚人的信心 另外一边 龙渊卫面 这里就是一片的欢腾 龙天的成绩 让他们无比的振奋 简单来说 就像是古代那些 即将帮助皇子登上皇位的功臣 此时的龙天 也是一直听着天道公布的排名 我记得那洪荒卫面的卫面之主 是叫 陈什么来着吧 没想到 居然还不如他们的几个高层 果然是徒有其名罢了 不足为虑 龙天倾笑了两声 不禁为自己之前还觉得 陈楚人可能是个极大的竞争对手 而感到十分的可笑 如此龙尼 简直是浪费时间 他也是一直在关注着 洪荒卫面的情况 一百万名之后 好像有几个大厦人 其中应该是有洪荒卫面的高层 前一百万名当中 居然也有一个大厦人 而且还不是他们 这几个军区卫面的 军区卫面的这些高层和卫面之主 他都是认识的 所以 他也猜测 应该是洪荒卫面的人 当时看到自己名字的那一瞬间 他还被吓得出了不少冷汗 自己的名字都出了 都还没有看到 洪荒卫面的那个卫面之主 难道这家伙 居然还比自己更高 当时 他几乎是紧张到了极点 可是结果 都看到一两万名了 还是没有看到 那个陈什么家伙的名字 龙天开始怀疑 这家伙 是不是连前几百万名都 没有进 不过龙天 还是觉得有些不合理 他也了解到了 洪荒卫面的情况 照理说 不可能会连几百万名都进不了 但是随着排名的继续公布 都已经到前一百名了 龙天松了一口气 原来这家伙 只不过是徒有其名罢了 连几百万名都进不了 龙天可以确定 不然的话 总不可能进入了前一百名吧 这可能吗 可能个屁 龙天不再关注排名了 这后面的排名 跟他们蓝星 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了 现在 龙天要好好考虑 怎么收编其他国家的卫面里 龙天已经想好了 自己统一蓝星的卫面 在万族战场当中 创下赫赫威名 至少 能够让蓝星的整体 实力上一个台阶 他 将会是蓝星千秋万代 所有人铭记的英雄 一想到这里 龙天的嘴角 就忍不住翘了起来 哪怕是他平日里 再怎么心如止水 面对如此的丰功伟绩 怎么可能不自豪呢 此时 天道排名依旧在公布 不过整个蓝星 也没有人再关注了 除了崔里尔几人 第十二名 领主 法力 所属势力 血族 获得气韵加五 钻石级宝香成一 第十一名 领主 蒂娜 所属势力 天使族 获得气韵加五 钻石级宝香成一 现在公布前十名 以下姓名 没有排名先后之分 前十名分别是 一瞬间 天道的金色大字 直接出现在了 所有人的面前 金光闪烁 充斥着整片视野 若是在房间外面的领主 那金色大字 便是直接充斥着整片天空 散发着天道威严的 十个金色巨字形成的名字 以圆形均匀分布 也没有先后顺序 在视野中缓缓地旋转 而在蓝星一中 位面的领主视线中 有一个名字格外地耀眼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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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 蓝星所有的领主 齐刷刷地望向了自己前方 那圆形旋转的一圈名字 那格外耀眼的名字 对于许多人来说 这个名字 无疑是陌生的 但是这个名字 以及所属势力 可以让他们无比确定的是 这是大夏之人 龙天瞪大了眼睛 脸上的得意之色 瞬间凝固住了 他从来没有如此震惊过 仿佛见到了世界上 最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龙天不可置信地怒吼出来 一声咆哮 充满了愤怒 和先前的得意神色 截然相反 仿佛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此时的崔灵 和宁红叶两女 脸色也都是出奇的一致 绝美的脸蛋上 满是极度的震惊 那双珠唇张大到了极点 这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这不会是在做梦吧 两女震惊地喃喃道 这个名字 正是 陈楚人 所属势力 蓝星 第185章 全球震动 陈楚人 所属势力 蓝星 那耀眼无比的名字 充斥在了所有蓝星领主的眼睛里 前十名 这是前十名 这是整个万族战场 所有卫免里的前十名 此刻 所有人都已经彻底傻眼了 他们怎么也都想不到 陈楚人居然能够进入前十名 特别是龙渊卫免的领主和龙天 他们本来已经开始兴奋地庆祝了 结果突然发现了一个更牛的 七万五千名 前十名 哪怕只是第十名 那都已经是完全地碾压了 相比之下 龙天就如同浩月面前的萤火罢了 为什么 陈楚人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龙天发出了无比不甘的怒吼 他愤怒的 不甘心的 不仅仅只是陈楚人的排名比他高 比他高很多 最重要的是 原本他七万五千名 创造了蓝星的历史 将会是这几千年历史里最耀眼的人 可是陈楚人的出现 直接将他的光芒完全地压制了下去 从此之后 所有人都只会提到陈楚人 而完全不会知道 还有他龙天 这么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 就这么被陈楚人给破坏掉了 是的 龙天的成就 对于整个人族来说都是意义重大的 但最关键的是在于 是这个突破性 可是现在 几乎是同一时间 陈楚人在他们的突破上 还有更恐怖的突破 就像是原始社会里 一个人偶然发现了钻木取火 于是成为了著名的人类始祖碎人士 可要是在同一时间 有人发明了打火机 那么 还会有记得碎人士吗 同理 此刻龙天的荣耀 瞬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他又怎么能够甘心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龙天苦涩一笑 他也明白 即便自己心中万分不甘 也改变不了什么 这巨大的差距摆在面前 他也无能为力 若是比他高个几千名 哪怕是一万名 龙天他都还可以再努力 反超陈楚人 可是足足差了七万多名啊 这个差距 比第十万名 和第一千万名的差距还要大 龙天死死地攥紧了拳头 不甘的情绪充斥着全身 忽然他眼底闪过了一丝狠了 是的 陈楚人的排名比他高了很多 但是现在 陈楚人也只是一个万族战场的新人领主罢了 他们龙家在万族战场当中 也是有着不少扎根深厚的领主 既然无法超越陈楚人 那就直接铲除掉好了 只要他没有成长起来 自己依旧还有机会 是的 还有机会 一时间 龙天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似的 身子止不住地颤抖起来 对 没错 只要没有了陈楚人 那我自然就是那个名垂青史的人 龙天的双眸当中瞬间满是血丝 对于他来说 什么金钱权利地位 他哪样都不缺 他作为龙家唯一的少组长 可谓是应有尽有 越是这样的人 就越是在乎名 特别是这种 能够名垂青史的机会 他自然是想要成为那个 被后世敬仰歌颂的英雄 龙天紧紧地攥住拳头 眼睛里满是狠辣和果决 的确 这样的手段并不光彩 但是 为了能够达成自己的目的 也就只有这个方法了 陈楚人 要怪就怪你自己运气不好 出身平凡 龙天心中难难道 似乎是在极力地减缓自己心中的罪恶感 老实说 如果陈楚人是其他国家培养的天骄 那么龙天也只会无奈地接受现实 可陈楚人偏偏是大夏的 还是一个毫无背景的孤儿出身 而龙天 则是一手掌握大夏的庞大家族出身 两人的身份地位 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都是大夏的 这也让龙天有着极大的把握 可以解决陈楚人 不说能够做得有多么隐蔽 但以龙家的实力 也能够轻松地压下来 那些民众过不了多久就会忘记 原来之前还有陈楚人这么一个人 而那些知道这件事情的家伙 也就只有顶层的几个家伙了 可是他们自然也都是在龙家的掌握当中 随后 龙天深吸了两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把心中的犹豫 尽数扫出了脑海里 然后 开始和家族里面联系 此时 其他国家的众多领主 也是被震惊到了极点 先前龙天的排名 已经让他们震撼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 本来这已经够吓人的了 结果最后发现 原来这还只是开胃小菜 真正的主食 还在最后 前十名 整个万族战场 这一届的前十名 陈楚人 似乎就是洪荒未免的那个家伙吧 就是他 完蛋了 完蛋了 这一下彻底完蛋了 之前我们彻底地得罪了洪荒未免 这一下他们 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 樱花未免的众人 彻底慌了 要说之前 龙天的排名出来后 他们也都有些心惊胆战 但都没有这么恐慌 说到底 是天照九个战区 和洪荒战区的事情 只要他们肯付出一些好处 龙渊未免 自然不会因为洪荒战区的事情 跟他们硬拼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洪荒未免的成绩 居然更好 而且 好的还不是一心半点 他们可是直接地 和洪荒未免起了冲突 那九个战区的人 基本上都被陈楚人 赶出了万族战场 等后面几个未免相遇了 洪荒未免绝对会对他们有所不满 不知火山的脸色 也愈发地阴沉了起来 先前他都已经做好了 大出血的准备 去和大侠协商 缓和关系 现在好了 陈楚人的排名 居然更高 进入了前十 以之前洪荒未免 驱逐九大战区 并把九大战区的高层首领 全部击杀的事情来看 洪荒未免和陈楚人 都是有仇必报的主 可恶 都怪不知火香这个蠢女人 你倒好 死了一聊百聊 留下一堆烂摊子 让我头疼 不知火山心中无比抓狂 本来 他和洪荒未免 一点关系都没有 全都是因为 不知火香他们 跟洪荒战区交恶 交恶也就算了 关键是 九个战区 居然还打不赢 对方一个战区 现在好了 人家彻底发育起来了 真是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废物 不知火山 对不知火香的怨气 再一次达到了极点 真是的 活着的时候 让自己无比头疼 现在死了 留下了更多的麻烦 他倒好 死了一聊百聊 烂摊子全丢自己身上了 PS 开学了 数据要开始大幅度下降了 所以 能不能请帅哥们 给点免费小礼物呀 恰好最近 也有礼物之王的活动 第186章 识别的龙家 当然 欧罗巴和漂亮国的领主们 也是再度被震撼到了 Oh my God Oh my God 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是啊 我都严重怀疑 自己是不是在做梦了 这可是前十啊 大厦不愧是 历史底蕴最深厚的国家 哪怕是这一两百年里落寞了 现在也开始复兴了 估计马上就会进入一个腾飞期了 是啊 大厦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一直都是蓝星各国中的领头羊 现在 又要将过去的辉煌 带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虽然我不喜欢大厦 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认 大厦的确是藏龙卧虎 神秘无比 本以为那个龙天 就已经是做出了跨时代的突破 没想到 虽然还隐藏了更深更强的家伙 不管怎么说 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不错 我们这一件 或许将会因为陈楚人的出现 能够将人族整体实力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漂亮国和欧罗巴这边 众人也都是一片感叹 他们倒是不像樱花人那么恐慌 反而也都有些兴奋 如果说陈楚人 比他们高个几万十几万名 他们或许还会有些不服气 想着以后再和陈楚人分个高下 但是他们最高的排名 才四十多万名 而陈楚人则是前十名 这个差距 已经让他们生不起一丝的不服气了 这个时候 他们都开始感受到了一丝 同为人族的自豪 不过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样 泡菜国的领主们 那可是极度的发疯了 为什么 为什么又是大夏 可恶 可恶 肯定是大夏 又偷走了我们泡菜民族的血脉 泡菜国的传统又开始了 嗯 有道理 阿西吧 肯定是这样的 大夏人向来无耻 知道自己培养不出这样的人才 便想尽办法 从我们这里挖人 就是就是 之前的龙天是这样 这次的陈楚人 肯定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就去编 不是查历史资料 这个陈楚人身体里 肯定留着我们泡菜民族的血脉 于是 泡菜国的人又高潮了 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 其他国家的人都无语了 不过倒也见怪不怪了 要是往常 樱花人还会出来 大骂泡菜国人的无耻 但眼下他们也都没有这个心思了 甚至他们也都和泡菜国一样 真的希望陈楚人能是泡菜国的人 要是陈楚人真是泡菜国人就好了 有樱花人下意识地南南道 别看泡菜国跳得欢 但其综合国力跟大厦比起来 那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陈楚人背靠着国力强大的大厦 那自然是飞速发展 但若是泡菜国能够给予的支持 就要大大缩水了 说不定在一定的程度上 还会拖累陈楚人的发展 这对于樱花国来说 肯定是个好消息 不过嘛 樱花国人并没有泡菜国的人那么魔障 自然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此时 蓝星 大厦万族战场总局 那龙家的两人 嚣张跋扈地 指着自己胸前的族灰 那是一个盘旋而成的龙的图案 龙家 韩老轻蔑一笑 心中也是万般无奈 他心中那燃烧的火苗 也彻底熄灭了 他们的力量在龙家面前 也实在是太渺小了 即便他们再怎么努力 也都无法做出任何的改变 韩老眼里的光也消失了 没有了神采 此刻的他 和那些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 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眼神呆滞 肢体似乎也变得僵硬了许多 见状 那两个龙家的青年 顿时脸上一喜 满是得意的神色 心想 你这死老头 前段时间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不嚣张了 这两个龙家青年 也是出身嫡系的 但是没啥本事 不然也不至于早早地 便从万族战场里面淘汰出来了 但是他们并不觉得 这有什么不好的 相反 他们还觉得 在万族战场里面 完完全全是受罪 在蓝星多好 要什么有什么 每天都有玩不逆的明星模特 前段时间 韩老和首长他们 打压龙家的一些气焰 这两人刚好就撞到枪口上了 他们之前看上了一个 清纯的女大学生 对方拒绝了他们 两人便直接强行 将对方拖到了家里 玩弄了好几天 那个女大学生 直接疯了 两人并没有丝毫的在意 在他们看来 一个普通人罢了 就算是直接杀了 也都无所谓 他们是谁 龙家 谁敢忤逆他们 结果首长和韩老知道之后 立刻用这件事情大做文章 直接将两人给抓进了监狱了 龙家勃然大怒 但是这件事情 他们确实是理亏 也只能认栽 于是 龙家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将两人从监狱里面带了出来 并在组里下令 让所有人收敛一点 最后 这件事情 其实也不了了之了 首长和韩老 虽然觉得 这些家伙 实在是罪大恶极 可是他们现在的力量 实在是太弱小了 根本不可能和龙家硬碰硬 但即便如此 这两个龙家青年 也是无比愤怒 他们足足被关了一天 回到组里之后 可是被其他人嘲笑了许久 在他们看来 这些什么局长首长 不过是给他们龙家打工的罢了 居然有臣子 敢敢对主子出手 他们怎么可能 咽得下这口气呢 但是组里的命令 他们也不敢违背 所以 也只能忍气吞声 但是现在不同了 龙少在万族战场里 大发神威 组里 也决定开始清理 这群不听话的家伙了 于是两人想都没想 立马主动请鹰 以最快的速度跑了过来 两人鹰狠一笑 轻轻地凑到韩老耳边 咬牙切齿地说道 死老头 这下你落到了我们的手里 看我们怎么弄死你 你要为你之前的行为 付出惨痛的代价 现在后悔 也已经没有用了 随后 两人直起身子 仰头大笑起来 韩老的面容 隐隐抽搐了一下 随即眼光又暗淡了几分下去 而其他人 也是默不作声 那些龙家培养的人 自然是巴不得韩老快点滚蛋 而另外一拨人 见识到龙天的排名之后 心里也开始朝着龙家摇摆了 那么 就跟我们走吧 那两个龙家青年冷笑着 韩老也只能木讷地站起来 打算跟着两人离开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穿着年轻的研究员 突然冲了进来 韩老 紧急情况 陈楚人进入了前十名 第187章 龙家的密谋 韩老 紧急情况 陈楚人进入了前十名 研究员小李的声音 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的耳朵里 顿时 整个会议室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愣住了 前十名 什么前十名 蓝星领主前十名吗 小李 什么前十名 韩老微微皱眉问道 心想陈楚人进入蓝星前十名 倒也是正常 没有必要这么大惊小怪吧 再说了 现在说这个 也没有什么用了 那两个龙家的青年也是一点不鲜 有些不耐烦地走上去 轻蔑地瞥了小李一眼 陈楚人 就是洪荒卫免的那个卫免之主是吧 你知道我们龙少是多少名吗 龙天 我知道 他不是七万五千名吗 原来你还知道啊 那你还关心那个陈楚人干什么 赶快让开 别耽误我们的正事 两名龙家青年不耐烦地说道 丝毫没有把小李放在眼里 也是 连韩老他们都没有放在眼里 一个没有背景的研究员 自然也无法入他们的眼 说完 两人便毫不客气地 直接推开了小李 不是 我是说 陈楚人在这次卫免排位赛当中 进入了前十名 是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名 此话一出 顿时整个会议室都陷入了死寂 所有人都是瞳孔一缩 嘴巴张大到了极点 那眼神都仿佛在说 是不是听错了 前十名 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名 小李 你 你在说什么 前十名 陈楚人进入了前十名 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名 韩老瞪大了眼睛 那暗淡的双眸当中 又涌出了激动的神采 对 小李重重地点了点头 随后把文件递给了韩老 韩老伸出颤巍巍的双手 小心翼翼地接过文件一看 这 真的是前十名 这 这实在是太令人不可思议了 韩老的身子都开始颤抖起来 不是因为害怕和恐慌 而是完完全全的激动 前十名 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名 先前龙天的七万五千名 就已经让整个蓝星轰动无比了 而陈楚人更恐怖 直接冲进了前十 怎么可能 那两个龙家青年顿时冲上去 一把从韩老手中夺过那份文件 两人定睛一看 脸色瞬间一变 这 这怎么可能啊 两人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无比 下意识地连连后退了几步 靠在墙上 像是两只受惊的小白兔一般 随即 两人相视一眼 都在询问对方 现在这情况该怎么办 很急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一个电话打了过来 龙家青年连忙接通了电话 是足里打来的 你们两个先回来吧 电话里传来了一声 有些无奈苍老的声音 那总局这边 暂时不管了 先回足里再说吧 电话挂断了 很快 两人便信信离开了 全然没有了刚开始的 那股嚣张跋扈之气 宛若两条丧家之犬似的 见状 韩老也没有说什么 只不过目光紧紧地盯着 两人逃逝的背影 眼神又恢复了几分以往的锐利 韩老座回到了位置上 微微仰起头 扫尸了一圈在座的众人 此刻 整个会议室 又又又陷入了死寂 一时间 众人都有些不知所措 特别是那些 原本就站在龙家一方的那些人 此刻更是如坐针毡 他们心里都开始骂娘了 这特么什么情况 眼看着信函的老家伙 终于要倒台了 结果这陈楚人 怎么突然蹦出来了 钱十明 这怎么可能 这个家伙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现在 他们也懒得去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们只知道 现在麻烦大了 龙家都撤退了 那韩老第一件事 肯定就是要清理他们了 急急急 而另外一边 原本是站在韩老这边 不过因为龙天的牌位 而动摇了的这些人 现在又开始动摇了 陈楚人的排名 可谓是石破天惊 几乎是创造了奇迹 比龙天还要更胜几仇 相比之下 孰优孰劣 也不用多说了 而且说实话 他们本身也不太喜欢龙家的强势 不然也不会在最开始 就站在韩老的一方 韩老扫尸了一圈 并没有说什么 沉默了片刻 才缓缓站起身 停顿了一下后 便走出了会议室 散会 此时 龙家再一次召开了紧急会议 这一次 每个分支的领头人都来了 下方足足坐满了 接近一百多号人 还有着分布在全国各处的分脉 因为来不及 只能采取线上会议的人 相信大家也都明白 为什么会召开这次会议了 陈楚人 也就是那个洪荒卫面的卫面之主 在这次排位赛当中 进入了前十名 坐在最上方的龙家老家主 慢悠悠地说道 语气当中 颇有一丝无奈 陈楚人的背景 我也调查清楚了 的确是个普普通通的孤儿 所以我 大家觉得 此人是否有拉拢的价值 他问道 对于这种普通出身的人来说 拉拢肯定是第一选择 也是最佳的选择 下方的一轮声变起来了 众人意见不一 有些人觉得可行 让陈楚人入赘龙家 成为龙家的一员 也有人觉得不行 那陈楚人终究出身卑微 又岂能污染了他们高贵的血脉 龙老家主的眉头皱得越来越紧了 唉 他悠悠地叹了一口气 随即 整个会议室便安静了下来 龙老家主扫视了一圈 然后悠悠开口道 大家的想法 我都知道了 不过 我倒是还有一个想法 不知道大家觉得可行否 众人瞬间心神紧绷起来 他们还是第一次 见老家主用这种语气说话 你们觉得 可以把陈楚人除掉吗 第188章 龙家的决定 你们觉得 可以把陈楚人除掉吗 此话一出 整个会议室 瞬间变得鸦雀无声 要是一根针落下来 那声音都清晰无比 众人先是一愣 他们完全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直接除掉 老实说 他们都不是很赞同这个想法 可是 这个是老家主提出来的 那么很明显 老家主是有这个想法 之所以说出来 恐怕也不是真的让他们讨论 而是想得到他们的赞同 好名正言顺地执行自己的想法 但是 众人打心里地觉得 这个想法不太行 虽然之前他们和洪荒未免 有些不对付 但从来没有正面冲突过 只要好好谈一下 同为大厦人 应该还是能拉拢陈楚人的 毕竟 他们可是龙家 大厦的第一家族 只要许下重力 陈楚人断然不会拒绝 能够拉拢到这样的一名天骄 对他们龙家来说也是 百利而无一害啊 可为什么 老家主却想要直接除掉对方 难道说 是因为少组长 想到这里 众人更加地紧张了起来 没有一个人敢冒头说话 怎么 大家是有什么意见吗 龙老家主的眼神 微微变得冰冷了几分 扫尸了一圈 顿时 众人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颤 感觉周围的温度 瞬间骤降了许多 没 没有意见 没错 我觉得老家主说的对 或许可以直接除掉陈楚人 我也赞同 我也赞同 顿时 众人纷纷附和道 不管心里究竟是什么想法 现在老家主都摆明了 要除掉陈楚人 他们也不可能忤逆老家主 这特蒙不是吃饱了 没事干吗 反正说实话 对于他们来说 拉拢陈楚人 固然可以让他们龙家的实力 上升不少 但是对于他们这些旁戏的来说 始终要看嫡系的眼色 要是把嫡系得罪了 甭管家族实力上升了多少 肯定是没有自己的份 说不定还要被处处针对 资源骤降 当然 他们其实也都能猜到 为什么老家主 直接想要除掉陈楚人 要知道 按常理来说 像陈楚人这种添交 一般都是优先选择拉拢 哪怕拉拢不了 也会选择结交 只有那种结下了死仇的 才会选择不顾一切 在对方成长起来 痛下杀手 不到万不得已 没有人会想要结下一个仇敌 特别是这种天资卓越的仇敌 要是没杀掉 等对方成长起来 那就要遭殃了 小说里的那些反派 不都是这样吗 既然大家都支持的话 那接下来 龙老家主缓缓说道 开始商量起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同时 他也使用了一些屏蔽手段 那些线上远程会议的人 被实时监控 防止录音录像 而会议室里也一样 这场会议持续了很久 一直到了深夜才结束 会议结束后 老家主回到自己的房间 有些疲惫地坐了下去 神情看起来 似乎也有些纠结 唉 最后 他悠悠地吐出了一口气 天儿 这一次 哪怕是背负万事骂名 也要帮你登上那至高无上的地位 他喃喃道 眼底满是坚定和果决 陈楚人的出现 大大的出乎了他的意料 他怎么也想不到 为什么一个出身如此普通的人 居然能够创造出 如此惊人的奇迹 龙天发来的消息 他也看到了 也明白龙天心中的想法 本来这个荣耀是属于龙家的 能够让龙家从大厦走到整个蓝星 成为蓝星的霸主 但是因为陈楚人的出现 打破了他们的美好畅想 的确 他们可以选择拉拢陈楚人 但是别忘了 陈楚人也是大厦人 以他的天赋 将来一定会凌驾在他们龙家之上 这是他不想看到的 甚至绝大多数的龙家人 到了那个时候 心里都不是滋味 而且 他也知道 之前总局那边就已经派人和陈楚联络了 那个寒风把两张进化卡都给了陈楚人 以这份恩情在 陈楚人肯定是会站在他们那边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龙家的地位 甚至还会被手掌那群家伙给打压下去 那可就真的不妙了 所以 总得来看 除掉陈楚人 或许是个最好的选择 不过想要除掉陈楚人 恐怕也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了 他们这一届的人里面 自然不会有人是陈楚人的对手 而且 他们不能给大张旗鼓联合外人 不然的话 他们龙家的名声 岂不是要一筹万年了 只能暗中下手 那么 就只有从其他界的领主那里 想点办法了 万族战场当中 在前中期 都只有同界的位面相互争斗 是不会和其他界的领主遇上 老领主比新领主多发展了一年 甚至好几年 自然是能够轻松碾压新领主的 所以 龙家打算从上一届的族人的当中挑一个 想办法 弄到洪荒位面当中 击杀陈楚人 也已经定好了 现在他们就是在等机会 以及筹备所需要的资源 想要跨界行动 那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可不是什么小数目 哪怕是对于龙家来说 那也是无比肉痛的 可以说 整个蓝星当中 能够负担得起这个代价的家族 不超过一掌之数 为了刺杀陈楚人龙家 这次付出的代价 恐怕也得需要几年十多年 才能够缓过来 这还是建立在 龙天能够在万族战场当中 大展身手的前提下 只要陈楚人死了 那么以龙天绝对优势的排名位次 自然是能够轻松统一 整个蓝星的位面 他们这一届的实力 必然是空前的强大 那时 龙家在整个蓝星的实力和地位 都将会是一个指的飞跃 诚然 如果是陈楚人的带领下 蓝星自然能够得到更大的增强 可是他们龙家 又这么甘心趋于人下 只要没有了陈楚人 那么领头羊就是他们了 和以往的每一届都不一样 以前 蓝星几个大国的位面排位赛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差距 也都是谁都不服谁 大侠自己一波 漂亮国一波 欧罗巴一波 然后拉着各自的小弟 相互竞争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 龙天和陈楚人两人 对其他人都是碾压 那么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统领所有人 这么大的诱惑 实在是让龙老家主 让龙天 无法拒绝 PS 大家的留言我都有看的 会满足你们的 第189章 真实排名 第一 此时 洪荒未免当中 陈楚人并没有太在意 其他人的喧嚣 就连崔莲三人发来的消息 他都没有看 因为 他的注意力 全部都放在了眼前 天道的通报上 他看到的通报 和其他人看到的通报不同 姓名 陈楚人 积分 510 排名 并列第一 获得奖励 气韵加石 钻石级宝箱乘五 钻石级宝箱倒是 有些意外 第11名 就是一个钻石级宝箱了 陈楚人还以为 能够再升一级呢 不过五个钻石级宝箱 也足够可以了 黄金级之上是薄金级 薄金级之上 便是钻石级 不过这和以前的宝盒不太一样 宝盒里面只有武器装备 而宝箱里面 则是什么都有 不过品质 则是和宝箱品质保持一致 也就是说 陈楚人可以从五个钻石级宝箱当中 开出五个钻石级的道具 或是装备 这也是 相当吸引人了 还是那十点的气运 气运这个东西 虽然说虚无缥缈的 但却是无比重要的 最直观的表现 就是运气 还有领地里的灵气浓郁程度 十点的气运 光是灵气浓郁程度 就足够翻个几十倍了 等陈楚人突破四本之后开始修炼 那就可以直接领先别人一大截了 气运这个东西 几乎是会渗透到方方面面的 随即 陈楚人看了看自己的排名 微微皱起眉头 并列第一 老实说 陈楚人也不是特别意外 因为三天下来 他都还没有用出权力 主要是规则限制 让他能够发挥的空间也很有限 特别是第三天 按照积分排名 并列第一 也就说明了 还有其他人和自己一样 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 碾压对手的大军 并且全胜 想要做到这一点 可不简单 万族战场如此浩瀚 陈楚人在第三天 就遇到了好些拥有 S级品质的英雄 或者兵种的领主 如果想要碾压他们 以最快的速度获胜 哪怕是英雄和兵种 S级品质的都做不到 这也就意味着 和陈楚人并列第一的家伙 绝对是拥有着SS级品质 甚至以上的英雄和兵种 会不会是SS级 陈楚人也不太确定 看样子 后面应该就不会太近我了 陈楚人难难道 S级英雄和兵种 在杨检等人手里 实在是不够看 SS级的怎么也会强一些 这样打起来才更有意思一点 陈楚人看了看前十名另外九人 除了自己的排名能够看到以外 其他九人都只能看到名字和所属势力 陈楚人主要想看的便是所属势力 能够进入前十名的 背后的势力必然是最顶尖的 除了陈楚人这个例外 也就是说 这九人背后的势力 便几乎可以说是万族当中最强大的种族了 天使族 神灵族 恶魔族 鬼族 陈楚人难难道 特别是其中的神灵族 居然足足有三位天骄上榜 看样子 这神灵族应该就是万族战场当中 最强大的种族了吧 神灵 也不知道和我认知里的神有什么区别 陈楚人微微眯起眼睛 心想这神灵族应该不是自己认知里的那种神灵 不过 也该是具有着某些神的特性优势 自然是强大无比的 如果说 这些人里面真的有人拥有SSS级的兵种和英雄 那么毫无疑问 那三个神灵族的 是最有可能的 紧接着 接下来就开始公布卫面的奖励了 卫面的奖励 是和该卫面参赛人员最好的成绩相关联的 台卫赛的结果 只有前十名 那么 洪荒卫面的奖励 自然也是按照前十名的奖励发放 陈楚人自己肯定清楚 这个奖励 其实是按照第一名发放的 这一次 天道也没有那么磨叽了 直接在每个卫面通报了奖励 恭喜 洪荒卫面所有领主气韵加一 获得薄金及宝箱成一 随机建筑建造图纸成实 乘1000000单位 领主必成实W 高级英雄招募令乘一 高级兵种招募令乘一 顿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的天 这 这么多奖励 我靠 十万领主币 资源兑换券也是十万单位 还有 两个高级招募令 我的天啊 这 这是真的吗 我怎么感觉自己是在做梦啊 我做梦都不敢想啊 众人都在惊叹 甚至有些人真的怀疑自己 是在做梦了 不过下一秒 奖励就直接到账了 全是真的 真的是高级招募令 众人无比兴奋 外面的奖励 是直接给所有领主的 无论是领主币还是资源 对于大部分领主来说 都已经是相当丰厚了 但是最让他们激动的 还得是那两张招募令 两张高级招募令 也就意味着 他们突破到四本的时候 至少都能给有一只B级兵种 和一位B级英雄 但凡运气稍微好一点 绝对能够是A级品质的 现在他们全体的气运 都加了好几点了 运气自然是不用多说 可以说 大概半年之后 整个洪荒卫面 几乎就会是人手一个 A级英雄和A级兵种了 这是多么恐怖 不要说是在整个蓝星了 就是放到整个万族战场当中 都是顶尖的水平 当然 肯定是比不过 另外那几个前十的卫面 一来是因为洪荒卫面的人手 二来 洪荒卫面的领主们 前面招募的兵种和英雄品质都一般 不像那些顶尖大族的卫面 估计平均人手 都是B级的英雄和兵种 此时 整个洪荒卫面都彻底地沸腾了 所有人都在聊天频道里面狂刷 首领大大威武 首领大大威武 第190章 韩局长来访 这次卫面排位赛 洪荒卫面可谓是大获全胜 其他的卫面 得到的奖励 也就只有几千的领主币 和一点资源兑换罢了 更不要说 气运和高级招募令了 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领主来说 一个终极招募令 就已经需要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去攒了 基本上 一个毫无背景的领主 没有其他的机缘的话 终极招募令 就已经是最好的了 只有能够做到战区高层的那些人 才能够拥有高级招募令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无论在哪里 绝大部分的资源 都是被少数的上层人 紧紧握在手里 而洪荒卫面的所有人 除了崔莉 他们几人之外 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人出身 顶多也就是 家里有点小钱 可是这点钱 恐怕连一张高级招募令都买不到 所以 当看到这次的卫面奖励当中 居然直接给了两张高级招募令 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 很快 众人便开始清点自己的奖励了 除了招募令以外 还有着大量的领主币 以及资源兑换券 这个得好好想想 该怎么使用啊 陈楚人也接受了卫面奖励 这个是整个卫面人手一份 他自然也有 不过这些东西 对于陈楚人来说 也就聊胜于无了 两张高级招募令 直接扔到了贡献所里面 领主币和资源兑换券吗 虽然不多 但也多少有点用 现在卫面结束了 那么当务之急 便是准备突破四本了 刚好自己的领主之心 也升级成了紫色 再也没有后顾之忧 于是 陈楚人便让杨俭等人 吸收了万灵之泉水 休整了一下 便派出去扫荡了 现在扫荡 陈楚人也懒得跟着了 陈楚人坐在领主府里 拿出了那十张建筑 建造图纸 旷野所建造图纸乘一 破损的瞭望塔 建造图纸乘一 新月酒楼建造图纸乘一 新月青楼建造图纸乘一 新月赌方建造图纸乘一 新月族域建造图纸乘一 新月游乐园建造图纸乘一 十张建造图纸 后面的全都是新月连锁的建筑 最让陈楚人有些无语的 青楼和族域都有 离谱 自己领地里开个青楼 还有族域 这是正规的吗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身为自小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三好学生 自然是下意识地抵触 于是 陈楚人想都没想 把那些没用的建造图纸 直接卖了 比如那个破损的瞭望塔 建造图纸 陈楚人本来就已经有瞭望塔了 自然不需要这个 然后剩下的旷野锁 倒是有用 随着后面的旷卖开采 有了旷野锁 就可以对旷石进行冶炼 得到自己想要的材料 但是现在陈楚人 想要早点升到四本 就没有立刻建造 倒是这几个星月连锁的建筑 只建造一级的话 浪费不了多少材料 而且也不用升级 这些非军式建筑 面向于万族战场当中的旅人的建筑 都不用升级 万族战场当中 也是存在着不少的原住民 穿梭在各个卫面 各个领地 他们大多都是商人 或是强大的修行者 领地建设得越好 自然也就越能够吸引他们 一方面 商贸交易多了 自己也能够从中 得到更多的利润 另一方面 也能够吸引一些 强大修行者定居 甚至是签订契约 成为自己的英雄 不过后者就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蓝星还没有听说过谁 能够做到这一点的 于是 陈楚人便大手一挥 将这几座新建筑落地下去 反正也就是一天的材料罢了 随后 陈楚人便开始计算起来 自己还需要多少天才 能够攒够生四本的材料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又是一通视频通话请求发了过来 陈楚人眉头紧皱 心想怎么又来 点开一看 对方的昵称 是万族战场总局局长韩风 又是万族战场总局的 陈楚人下意识地眯起眼睛 又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宋云 不过这个韩风 他似乎有点印象 好像在哪里看到过这个名字 韩风 韩风 陈英片刻之后 陈楚人眼睛一亮 终于想起来了 之前在洪荒战区的时候 万族战场总局 不是送来了几个奖励吗 其中就有那两张进化卡 当时最后的署名 好像就是总局局长 这么一看的话 总局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恶意才对 就算有恶意 现在自己的排名也公布了 总局估计也得化身舔狗了 想了想 陈楚人还是接通了视频请求 画面一闪 眼前便出现了一个 和蔼可亲的面容 你好 我是万族战场总局局长 韩风 你就是陈楚人小友吧 韩老温和地说道 露出了一个和蔼的笑容 宛如一位慈祥的长辈一般 韩局长你好 陈楚人点了点头 不知道韩局长是有什么要紧事吗 陈楚人直接问道 最早的时候 洪荒战区被九大樱花战区围堵 总局也是费了很大的劲 所以 陈楚人对总局也是颇有几分感激 但是后来 宋云那悟空一切的模样 让陈楚人厌恶到了极点 以至于现在陈楚人 对万族战场总局的态度 有些不冷不热 因为陈楚人摸不清楚 总局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韩老见陈楚人的态度 似乎有些冷冰冰的 也是有些尴尬 嘿嘿 之前宋云的事情我也知道了 我在这里给你道个歉 是我没有管理好万族战场总局 韩老居然出乎意料地站了起来 然后给陈楚人鞠了一躬 陈楚人顿时有些惊讶 连连摆手 韩局长不必如此 老实说 陈楚人是真没有想到 对方可是总局的局长 在整个大厦 那也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虽然自己现在的成绩 实在是耀眼无比 但是也没有让对方 如此卑微的地步吧 一时间 陈楚人对韩风 也是有了一些好感 这个局长和之前的 那个宋云比起来 还真是天差地别 唉 韩老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随后坐了回来 看着陈楚人 眉头微微皱起 似乎在纠结着什么 沉思了片刻 韩老最后还是开口说道 陈楚人小友 我这次来 主要的事情是这样的 第191章 抱歉 我拒绝 陈楚人小友 我这次来 主要的事情是这样的 之前的宋云找过你 想必你也应该了解到了 龙家想要你依附于他们 听从他们的命令 不知道 你对此有什么考量 韩老凝重地问道 眼神飘忽不定 似乎在担心着什么 闻言 陈楚人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心想这个老头 也是来劝说自己的吗 则 陈楚人轻笑了两声 表情变得十分不屑了起来 韩剧长 在排位赛之前 我都已经明确拒绝了 现在 自然是更不可能了 如果韩剧长也是为了此事而来的话 那还是别费力气了 说完 陈楚人便想要直接挂断视频通话了 见状 韩老连忙大喊 小友 小友 你误会我了 于是 陈楚人才胡一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误会 韩老顿了顿 论了论嗓子 然后才继续说道 之前宋云的事情 也是背后龙家指使的 而我 严格意义上来说 何龙家是处在对立面的 对立面 陈楚人微微一皱眉头 不过 却是感觉有几分兴趣来了 是的 韩老点了点头 不过陈楚人倒是有个小小的疑惑 那个 我有个问题 你说 这龙家到底是什么来头 阁下身为万族战场总局局长 都还忌惮他们吗 陈楚人问道 他毕竟出身普通 在他眼里 中央便是权力的最高处了 很难想象 在这种情况下 居然还有着一个家族 能够让这样一位大人物忌惮 而龙家 是陈楚人从来都接触不到的 于是 韩老便将龙家的情况 大致解释了一下 听完 陈楚人有些震惊 没想到 大厦居然还有着土皇帝一般的存在 哎 其实各国大多都是如此 表面上是首相总统 但背后都是一个世家 这些世家掌握着血脉之力 无数年的累积下来 自然是恐怖无比 也就是这一百多年来 这些世家不约而同地引入了幕后 韩老有些苦涩地说道 血脉之力 就是那不知火箱之前用的那个 陈楚人问道 他倒是对不知火箱身上 那股邪恶的气息 有些记忆犹新 是的 不知火箱便是樱花国的第一家族 那不知火箱是不知火家族 这一代最强大的天骄 觉醒了八旗血脉之力 如果不是你提前解决了它 以它的血脉之力 恐怕成就不会比龙天低太多 韩老说道 他其实对龙天的了解 也并不太多 不然也不会说出 不知火箱的成就 不会比龙天低太多 诚然 如果没有陈楚人和龙天的话 以不知火箱觉醒的血脉之力 恐怕会在这次卫面排位赛上 大展身手 极有可能进入前二十万名 在没有陈楚人和龙天的情况下 这个成绩 无疑是十分亮眼的 难怪 陈楚人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世界 还是要比自己想的要复杂一些 或者说 在原来的那个世界里 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 自己层次没有到那个地步 根本接触不到 不过陈楚人也懒得去想这么多 还是着眼于当下吧 那韩局长的意思是 陈楚人试探性地问道 他大致猜到 对方找自己的意图了 我希望小友 能够站在我们这一边 我们能够 给予小友最大的支持 韩老笑咪咪地说道 意思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希望陈楚人 能够选择站在他们这一边 原本龙天的排名 已经让韩风和首长等人 丧失了和龙家为敌的希望 但是陈楚人的排名公布 众人又再一次燃起了斗志 甚至说 只要把陈楚人拉拢过来 那么他们就有极大的把握 在未来的时间里 渐渐地压制住龙家 其实在一开始 首长和韩风等人 也不过是抱着一腔热血 想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格局 但是 真要是有没有把握 其实他们心里都没有底 他们虽然说 是在表面上 站在了国家权力的顶端 可是对手 却是盘踞了数千年的庞然大物 哪里有那么容易扳倒 但是陈楚人的出现 让众人真真切切地看到了希望 这一次的卫免排位赛 陈楚人的成绩 可谓是石破天惊 只要陈楚人能够平稳发育 那么前途不可限量 甚至是能够将整个蓝星的层次 提升一个台阶 那时 一个龙家 自然是不费吹灰之力 可是 这样一来 我不就是彻底地得罪了龙家吗 陈楚人问道 的确 之前和那宋云有过直接冲突 或许龙家对自己心有不满 但也不至于到那种不死不休的地步 以自己现在展现出来的资本 龙家定然也会想办法拉拢自己 至于和宋云的不快 那自然是抛之脑后了 说到底 陈楚人和龙家 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冲突 无非就是 之前他们对自己的实力 没有清晰的认知罢了 陈楚人对龙家没有什么好感 因此 如果龙家来拉拢他 他自然是直接拒绝 但是 他也不想和龙家结仇 好端端的 谁愿意没事找事 多一个仇家 一旦陈楚人选择站在了 韩风这边 那可就是直接站在了 龙家的队里面 那个时候 龙家自然会把自己视为仇敌 到时候 免不了又是一些麻烦 头疼 小友放心 有我们的保护 断然不会让龙家肆意妄为的 韩老拍了拍自己的胸脯 斩钉截铁地说道 陈楚人摇了摇头 抱歉 我暂时还没有考虑过这些东西 也不想参与这些事情 韩剧长请回吧 陈楚人缓缓说道 见状 韩老眼帘微微低下 显然是有些失望 这样吧 先加个好友 到时候若是改主意了 再联系我 跨界联系的费用 我们出 韩老说道 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陈楚人点了点头 便挂断了视频通话 陈楚人以为他肯定不会再联系韩风的 但是他忽略了龙家的野望 第192章 意外提升的林江市长 照常理来说 陈楚人和龙家 压根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摩擦 也算不上得罪 就算自己拒绝了龙家的邀请 龙家肯定也不会主动得罪自己的 因为这样一来 不就是逼迫自己 倒向另外一边吗 所以 保持中立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陈楚人展现出来的资本 也让他有资格保持中立 但是陈楚人不知道的是 这一次 他抢走了龙天 视为囊中之物的 名 也是他最为看重的东西 而陈楚人 终究和他不是一类人 所以并没有意料到 他们的想法会那么激进 很快 陈楚人的排名 也逐渐在整个蓝星扩散 所有人第一反应 都是不可能 以为又是什么 2012世界末日 一样的笑话 然而很快 陆陆续续的 便有人得到风声 这次好像是真的 巴蜀省 省城 林江市市长 刚刚被调回到了省厅里面 可谓是心情大好 当然 他也把自己那个秘书给带上了 刚刚收拾好东西 他正打算和秘书 小小的庆祝一下 这时 桌子上的电话 突然响了起来 林江市长 连忙把手 从温软如玉的 双风上抽了出来 接起了电话 喂 小陈啊 现在收拾完了吗 电话里传来了一阵 富有中性的声音 是省长 顿时 林江市长身子一阵 脸上的淫荡之色 荡然无存 收拾完了 省长大人 那这样的话 现在方便吗 方便方便 那好 现在来我办公室一趟吧 于是林江市长连忙屁颠屁颠地爬起来 秘书也是一脸娇撑的 白了他一眼 感觉都来了 结果提起裤子就跑了 不过 他也只能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心想 这段时间被这个坏家伙弄得 是越来越敏感了 林江市长才没有心思注意这些 他现在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想 这个时候 省长大人找自己干嘛 而且刚刚那语气 听起来如此的亲切 不然的话 他第一反应 肯定是自己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被爆出来了 林江市长整理好衣精 便连忙跑到了省长办公室门前 省长大人 进 推门进去 省长大人顿时喜笑开言 小陈啊 来来来 快坐 省长无比热情地招呼他 像是老熟人一样 把他拉了过去 林江市长有些猛地坐了下去 省长大人 这是有什么事情吗 他有些受宠若惊 自己不过刚刚才从市里调回到省里 怎么省长就这么热情 到底咋回事 没事没事 就说道老家常 别太紧张 省长温和地说道 脸上一直挂着笑容 手里还一边拿来了茶壶 正打算给林江市长沏茶呢 见状 林江市长顿时瞳孔一震 连忙起身 省长大人 这可使不得啊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他连忙从省长手里夺过茶壶 然后有些生疏地 给省长和自己各沏了一杯茶 他在林江市待了那么多年 哪里有给人沏茶过 因此 生疏了也是很正常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堂堂省长居然屈尊 给自己沏茶 这可把他给吓坏了 沏完茶之后 他才战战微微地坐了下来 省长有些诡异的客气 让他心里一阵发毛 省长大人 您就直说嘛 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他无比焦急地问道 别紧张 别紧张 省长轻笑了两下 摆摆手 让他别太紧张了 小陈啊 你这两天 有关注万族战场的消息吗 省长问道 林江市长摇了摇头 道 我这几天 一直在忙着打理交接的工作 还没有来得及怎么休息 所以并没有关注万族战场的消息 万族战场 是出了什么事情吗 他心里颇有些疑惑 心想 万族战场的事情 跟自己能有什么关系 他在脑海里仔细回想 这几年里面 自己虽然也时不时做些那种事情 但都有分寸的 要是会危害到万族战场里的事情 即便给再多钱 他都不会做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能老老实实地 在市长位置上待那么多年 不然的话 早被人给查出来抓进去了 哦 那交接的工作 还剩下多少 省长点了点头问道 没 没多少了 马上就能够弄完了 市长顿时一急 连忙紧张地说道 他都还没怎么做呢 光想着和秘书玩游戏 去了 别紧张 别紧张 这样 剩下的工作 我会找人帮你做完 省长大人 我自己可以做完的 今天我就能完全 别紧张 我不是那个意思 省长笑了笑 市长一心急 身子都直接凑到了桌子上 省长这么一说 才安抚下来 坐了回去 那省长大人 您这是 林江市长越来越疑惑了 省长这到底是啥意思 嘿嘿 这样 你先看一下这个消息 省长把手机 轻轻地放在了他的面前 林江市长疑惑地 把脑袋叹了过去 顿时 瞳孔猛的一阵 只见一众新闻标题 居然清一色的都是 震惊 个人领主 全进入了前十名 震惊 刚毕业的领主碾压 一众万足添交 震惊 卫面排位赛 居然进入了前十的 居然是他 那上面 有着一张张少年的照片 都是不知道 哪里找来的郑剑照 林江市长之所以震惊的 正是因为照片上的那个少年 他认识 不是陈主任 还能是谁 顿时 市长无比紧张了 额头开始不断地冒出密密麻麻的戏汗 糟了 难道说 我暗中投资陈楚人的事情暴露了 他们顺藤摸瓜 查到了我贪污的证据 自己贪的也不多啊 而且都是一些不大不小的事情上 原则上的事情 都没有丝毫的妥协 不应该会查到自己身上的呀 市长心里不断地盘算着 现在该怎么做 该说些什么 还能有挽回的余地 是的 肯定能挽回 市长眼睛一亮 心里豁然开朗 如果真是没有挽回的余地 那么找自己的 肯定就不会是省长 而是检察院的人了 那么省长大人找自己来 肯定就是还有转回的余地 那么 沉思了片刻 林江市长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无比凝重地看向了省长 刚想要主动认罪 请求省长大人原谅的时候 省长大人却主动指了指桌子上的手机 点进去看看 省长笑眯眯地说道 宛如一个慈祥的长辈 林江市长一阵错愕 但也听从了省长的命令 点开了其中的一条新闻 两秒之后 他的瞳孔肉眼可见地瞪达到了极点 满脸的震撼 这 这怎么可能啊 第193章 丰厚奖励 这 这怎么可能啊 林江市长下意识地惊叹道 他连忙又揉了揉眼睛 生怕自己眼花看错了 然而再一看 依然是和先前一样 陈主任 居然进入了前十名 卫免排位赛 可是整个万族战场这一届 所有卫免都参加了 这居然能够进入前十 这不可能吧 林江市长倾笑两声 压根就不相信这些新闻 林江市长摇了摇头 他也是进入过万族战场的 这卫免排位赛的含金量 他也知道 哪怕是各国的天交 排名都是十万 甚至是百万位单位的 林江市长心想 这估计又是那些无良媒体 卫博眼球捏造出来的东西 但关键是 边也不知道 编得像一点 要是前十万名 他都可能还会相信 但是这前十名 是怎么敢想出来的 谁会相信 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吧 不可能吗 然而省长 却是意味深长地笑了笑 这一笑 林江市长顿时感觉 事情似乎有点不对了起来 省长大人 这 这个新闻是 我已经从万族战场总局那里 确认了这条消息的真伪 这次未免排位赛 陈楚仁的确是进入了前十名 什么 顿时 林江市长的眼珠子 都要蹦出来了 这个消息 居然是真的 陈楚仁居然真的进入了前十名 整个万族战场的前十名 要知道 万族战场和其浩瀚 强大的种族不计其数 人族在里面 也不过是十分普通的一只 往些年 能够有个六七十万名 就已经算是不错的成绩了 这 这陈楚仁居然直接就跨了这么一大步 从几十万名 一下子跳跃到了前十名 强烈的震惊之余 他的心里 也涌出了一阵狂喜 他之前主动在陈楚仁的身上 下了一些投资 本来以为陈楚仁战胜了九个樱花战区 成功拿下未免之主 就已经足够让他震惊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才终于被调回到了省里 就当他以为自己的投资 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 陈楚仁又给他带来了一个更大的惊喜 这 省长大人 您真的没有再和我开玩笑吧 他有些不敢相信 下意识地再确认了一遍 省长重重地点了点头 是的 我也是再三确认过了 虽然的确是很难以置信 但这的确是真的 听完 林江市长的脸上 忍不住露出了几分兴奋 没想到 自己无意的一笔投资 居然能够还有这么大的收获 现在仔细一想 他当初给予的那点投资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但是现在陈楚仁随随便便的一点成就 就能够让他鸡犬升天了 他现在多少也猜到 省长为什么要叫自己过来 自己之前的那一点点投资 多少也是和陈楚仁有点交情了 这点交情 足够受到国家中央的重视了 随即 省长便说到 这次陈楚仁的表现 的确是震惊了全球 上面决定 把你调去万族战场总局 也好和陈楚仁多沟通联络一下 紧接着 省长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一份文件 上面白纸黑字红印齐全 临江市长伸出那颤巍巍的双手 小心翼翼地将文件接了过来 目光紧紧地盯着文件上面的内容 万族战场 总局 这 这是真的吗 他无比激动地喃喃道 万族战场总局 那可是中央最重要的一大机构了 甚至还有着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的 优先权和特权 说实话 就连省长都无比眼馋这个位置 但这份文件是上面直接发下来的 他也只能趁现在和临江市长熟落熟落 真是羡慕啊 小陈 你现在才四十多 正值壮年 进入万族战场总局之后 可得好好试展自己的才华 省长笑眯眯地说道 慈祥和蔼的眼神当中 也蕴含着几次羡慕 当然 你有几天时间考虑考虑 和家人好好商量一下 不用商量 不用考虑 我现在就签字 临江市长立马就签好字了 这特么还用商量 还用考虑吗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 再蠢的家伙都不会放走这个机会 临江市长脸上的笑容 完全收不住了 他感觉自己像是在做梦一样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随后 省长又热情地和他攀谈了起来 一直到傍晚 万族战场当中 陈楚人也没有再去思考 万族战场总局和龙家的事情 跟自己没有一点关系 还是老老实实发展自己的领地 紧接着 陈楚人把先前奖励当中的 五个钻石级宝箱拿了出来 也不知道能够开出些啥东西 陈楚人有些期待的难难道 轻轻地在手上吹了两口气 然后便小心翼翼地开箱了 恭喜获得 玲珑玉瓶 钻石级 乘一 恭喜获得 药日灵刀 钻石级 乘一 恭喜获得 星月神灵 钻石级 乘一 恭喜获得 蟒荒果乘一 恭喜获得 龙血反祖石乘一 陈楚人大喜 没想到刚好是三剑十分器和杨减三人的武器 而且全都是钻石级 又能够增长一大波的战力了 除此之外 还有一颗获荒果 能够在钻石级宝箱里的 自然不会是梵物 这获荒果 可以极大的增强领主的境界 这个只有等陈楚人修炼之后 才可以用 最后剩下的 便是一颗龙血反祖石了 第194章 小兰进化 神龙血脉 陈楚人摊开手心 看着那颗鹅卵石般血红色的石头 触感也是隐隐有着 几分滚烫 而且在接触到的一瞬间 陈楚人还感觉到了一股高亢的龙银声 回荡在脑海当中 龙血反祖石 可对英雄兵种和做其使用 能够极大的激发体内细薄的龙族血脉 产生反祖 显然 这个只有拥有龙族血脉的 才能够使用 陈楚人没有龙族血脉 对于杨检三人而言 他们也瞧不上龙族血脉 自然没有 那么就只有 小兰了 小兰是水灵蛟龙 蕴含着比较稀薄的龙族血脉 说是龙 准确地说应该是蛟 距离龙还有着不小的距离 显然 这龙血反祖石 用在小兰身上 无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于是 陈楚人便把小兰从坐骑空间里叫了出来 巨大的身躯 瞬间将整个房间撑满 便小一点 陈楚人说道 小兰扬起脑袋 乖乖地叫了一声 随后身体便发出淡淡的蓝光 缩小了好几倍 陈楚人把龙血反祖石 拿给了小兰 小兰眨巴着水灵灵的大眼睛 有些好奇地打量着 那颗血红色的石头 她感觉到了一股 十分强大的吸引力 那是来自血脉当中的吸引 顿时 龙血反祖石 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然后不可控制地 直接飞向了小兰的头 然后直接没入了小兰的眉心 小兰明显被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给弄得有些不知所措 然而下一秒 一股强大滚烫的力量 便从体内爆发出来了 好 小兰下意识地仰头咆哮一声 恐怖的声浪 直接震得整个领主府都在颤抖 动静这么大吗 陈楚人顿时眉头一皱 然后带着小兰飞出了领主府 从领主府里出来之后 小兰便迫不及待地直冲云霄 身躯瞬间恢复了原状 宛若一条巨柱直冲天际 小兰的身体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就连天空中的明日 都似乎暗淡了几分 好 一道道斜卷着恐怖气势的阴浪 从云层之上爆发出来 即便隔着万丈高空远 依旧能够感受到 那股震慑恐怖的气息 领地里的民兵们 也是好奇地抬起头 在云层里仔细地搜索着小兰的身影 一道道恐怖的阴浪传下来 让他们都有些胆颤 就这样 过了足足十多分钟 云层当中传来的阴浪 渐渐变弱了 与此同时 头顶最上方的那一大片云 忽然染出了一点红色 像是一张白纸上 突然滴下了一滴红色墨水 顷刻之间便将周围尽数染尽 整片云朵都变成了血红色 好 突然 整片天空都剧烈地震动了起来 那一片片云层 仿佛是一只只C寿惊的小羊 四散逃去 只留下了最中央的 那一片血色的大云 好 一声沉闷的低音 血色的云层下 探出了一对龙角 龙角上缠绕着肉眼可见的实质性灵气 看起来神异无比 紧接着 是一个巨大的龙头 然后就是一条如同天柱一般庞大的身躯 小兰原本是通体成蓝白色 上面的灵甲十分浅 但是现在 庞大的身躯上 颜色变成了深蓝色 而且 其中还夹杂着几丝极致的血色 龙躯上的鳞片 也变得清晰明亮 每个鳞片上面 似乎还刻画着一些不可名状的纹路 皆是散发着神异的气息 小兰成功吸收了 那颗龙血反祖时 得到了极大的净化 最直观的 还是她头顶的那两根龙角 之前只能算是一点凸起 和羊角都没有太大的区别 现在彻底变成了巨大的龙角 威武霸气 仅仅只是一对角 就能够感受到 一股独属于龙族的强大威压 好 小兰咆哮一声 陈楚人听得出来 她很是兴奋 紧接着 小兰在领地上兴奋地空盘旋了几圈 这才俯冲下来 然而她这一俯冲 那庞大无比的龙威 自然而然地便爆发出来了 四周的民兵 被吓得纷纷不敢动他 小兰见状 也是有些不好意思 她刚刚进化 一时间还没有怎么适应 这龙威下意识地就释放出来了 于是 小兰连忙收起威势 身躯也缩小了几圈 在陈楚人身边 欢快地盘旋起来 不错 陈楚人满意地点了点头 轻轻地抚摸着小兰的脑袋 还有上面的龙角 然后看了看小兰的信息面板 水灵龙 等级 19级 真龙血脉 1% 小兰从水灵蛟龙 进化成了水灵龙 别看只是少了一个字 那可谓是天差地别 蛟龙虽然带着一个龙字 但依旧只是蛟 即便有着再多的龙族血脉 没有彻底进化成龙摆脱蛟 那么终究算不上是正统龙族 只有彻底进化成了龙 哪怕只是最低级的龙 那也是会被龙族认可 享受龙族气韵的 而焦想要化龙 其中要经历的杜劫 可谓是无比艰难 万不存一 而让陈楚人无比惊讶的是 这可龙血反祖时 居然便直接让小兰一跃化龙 成为了真正的纯血龙族 因此 小兰刚刚没有收住的龙威 可谓是比先前强大了十倍不止 如果小兰刻意释放出龙威 恐怕直接就能够把这些民兵 给碾成血泥 但这还只是最粗浅的表现 更多的 还是在面板最下面的一行字上面 真龙血脉 百分之一 真龙血脉 那可是最强大的龙 龙族当中 也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分支 比如像小兰所属的水玲龙 这种五形玲龙 还有着元素龙 这种都只能算是比较一般 甚至说是比较弱的了 再往上 就是白龙 黑龙 金龙等等 特别是五爪金龙 那更是龙族当中的最强者 而真龙 则是一切龙族始祖 天地间最强大的龙 仅仅只是百分之一的血脉 就已经足够让所有龙族为之疯狂了 小兰之所以能够觉醒出真龙血脉 还是这龙血反祖时的功劳 所有龙族的体内都有着真龙血脉 只不过已经稀薄到了极点 而这龙血反祖时 却成功激发了小兰体内的血脉 反祖觉醒了真龙血脉 这运气 只能说实在是有点逆甜 一方面 可能要归功于陈楚人 现在高达15点的气运值了 另一方面 也是这龙血反祖时的品质极高 毕竟是钻石级宝箱里开出来的 效果也是一顶一的好 第195章 指日可待的四本 这真龙血脉 可谓是相当的珍贵 即便是钻石级 也不会有这个效果才对 这个时候 陈楚人的气运 便发挥作用了 但不得不说 即便如此 小兰的运气 也是好到了极点 一颗钻石级的龙血反祖时 居然能够觉醒出一丝 哪怕是只有1%的真龙血脉 这也就意味着 如今的小兰 已经有着不弱于SS级 甚至是普通SSS级英雄的地步了 当然 跟杨检他们比起来 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即便杨检三人来到万族战场 一身实力 受到了天道的巨大限制 但依旧不是那些普通的SSS级英雄 能够碰瓷的 陈楚人摸了摸小兰脑袋上的极左小兰毛 手感还怪舒服的 和鹿猫的手感差不多 呜呜 小兰闭着眼睛 嘴里轻轻地发出几声污名 脸上一脸舒服享受的表情 她也很喜欢陈楚人 抚摸自己的感觉 陈楚人宠溺地摸了一会儿 轻轻地拍了拍小兰的脑袋 便让她先回做起空间了 小兰虽然进化了 但骨子里的懒并没有改变 一听可以回去睡大觉了 便立马钻了进去 陈楚人笑了笑 也没有说什么 小兰虽然的确有点懒 但只要自己说 她还是会无条件听从自己的命令哦 你好 过了一会儿 接近傍晚了 杨检三人也带着三支大军回来了 陈楚人便把钻石及宝箱里 开出的三件武器给了他们 三人也是颇有些喜悦 毕竟换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武器 更能够发挥出自己的实力 随后 整理完后 陈楚人便清点了一下自己的领地信息 领地 天庭 领主 陈楚人 气韵 十五点五 领主之心 紫色 三级 称号 乾隆新秀 领地保卫者 守护的开端 至尊英雄之主 至尊兵种之主 领地建筑王 作物开垦王 坐骑 水灵龙 十九级 兵种 普通民兵 十级 乘九五 铁匠 十级 乘五 玄女军 二十级 乘三百 草头军 二十级 乘三百 同仁罗汉 二十级 乘三百 英雄 九天玄女 二郎显胜真君养俭 慈航大事 建筑 林主府 四级 乘一 兵营 四级 乘一 招募台 四级 乘一 铁匠铺 四级 乘一 火箭塔 四级 乘八 零塔 四级 乘一 普通炮台 三级 乘六 万灵之泉 三级 乘一 瞭望塔 三级 乘四 酒馆乘一 旅馆乘一 赌馆乘一 新月酒楼乘一 新月赌方乘一 新月族裕乘一 新月游乐园乘一 兵种技能学习塔 三级 乘一 传送阵 三级 乘一 道具 普通强化石乘四五六 处级强化石乘九一 中级强化石乘五六 按月鼓刀乘一 按月支符乘一 青铜级装备乘四五 黑铁级装备乘二五一 风暴之眼乘一 按星球乘一 兵种进化卡 限S级以下乘一 英雄进化卡 限S级以下 满荒果乘一 材料 木材乘五一六W 石头乘一一九五W 金铁石乘二十六六W 硫磺乘二点一W 特殊 金铁石矿脉乘七 血腰祭坛乘三 森林之王巢穴乘一 灵主币 一六六W 基础材料加起来 已经有七百多万了 而剩下的建筑 也不多了 最主要的 还是那个传送阵 传送阵每升一级 所需要消耗的材料 就会增加数倍 甚至是十倍不止 可以说 陈楚人现在的材料 早就足够让剩下的那些建筑 提升到四级了 但是加上传送阵的话 就远远不够了 陈楚人算了算 先把传送阵以外的建筑 全部都升到了四级 一瞬间 基础材料便只剩下了几万 传送阵所需要的材料 也是木材石头和金铁石 分别需要一百五十万 三十万和五万 以陈楚人现在的速率 指日可待了 随后 稍微修整了一下 陈楚人便带着众人 进入了玄黄塔 前面二十多三十多层 依旧是轻轻松松便拿下了 就这样 陈楚人终于来到了第四十层 陈楚人看着前方的大军 不由地皱了皱眉头 第四十层的大军 居然清一色的都达到了四十级 好在和前面一样 都只有两个英雄和两支兵种 都是A级 两支兵种的人数加起来 差不多有两百了 不得不说 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 但凡换做了其他人 早就直接退了出去 毕竟陈楚人现在全体也不过二十级 几乎是横跨了一倍的等级 感受着对方散发出来的强横气势 陈楚人心里也凝重了起来 杨俭 还不等陈楚人说完 杨俭三人便主动上前 领主大人 这点萧小 还不配我们放在眼里 杨俭眼里满是轻蔑之色 诚然 每一次战斗 他都不会大意 但是对待这些不伦不类的怪物 他的态度还是十分轻蔑的 九天玄女也是一样 而慈航大士就微微有点不同 在他看来 只要自己将他们度化了 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见状 陈楚人也不再说什么 那你们上吧 小心点 陈楚人叮嘱道 虽然上一层赢得也是有些轻松 但毕竟是整十的层数 陈楚人心里还是带了几分谨慎 不过十分钟之后 杨俭等人便清扫干净了 众人继续前进 一般来说 每一层只需要扫荡完三个领地 就可以进入下一层了 但是在第四十层 陈楚人扫荡完三个领地之后 却发现并没有被传送出去 奇怪 陈楚人喃喃道 便继续带着众人搜寻 很快 他们又发现了一座领地 陈楚人发现 这个领地的实力 居然要比前三个强悍许多 三个A级英雄 三只A级兵种 等级也没变 每只兵种的数量 也都是小一百 奇怪 同一层的配置应该都一样 为什么这第四个领地 却明显高了一届 第196章 震惊的天人族 奇怪 同一层的配置应该都一样 为什么这第四个领地 却明显高了一届 陈楚人有些疑惑 但已经没有时间想了 因为对方居然主动冲了过来 见状 陈楚人也只能下令进攻 于是 杨俭三人便冲了上去 对方的三个英雄 皆是A级 等级也是高达40级 这也就意味着 杨俭他们没有了人数优势 等级上也是处于绝对的劣势 然而 慈航大士只是轻轻低头陈吟 一道道佛光普照下来 将一众人禁术包裹住 刹那之间 对方的三只兵种 禁术眩运迷离 在一道道佛音当中 失去了神志 而那三名英雄 也同样被佛音给阵炫到了 不过由于等级过于悬殊 他们的眩运 也仅仅只持续了几秒 但是这几秒 已经足够了 杨俭紧握着耀日灵刀 用尽了体内的灵力 一刀劈下 刹那之间 连天幕都发出了阵阵轰鸣 天穹之上 出现了一道赠量的裂缝 仿佛被一道劈成了两半似的 无数磅礴的力量 从中倾泻而下 紧接着 刀芒闪过 三名英雄被一刀毙命 很快 兵种也被清理干净了 随后 一道光芒闪过 恭喜通关第40层 是否进入下一层 陈楚人眉头微微一皱 现在三只兵种 也都有些筋疲力尽了 而且 灵力也消耗殆尽了 而且整十层通关了 再往后一两关的奖励 也都没多少 而且因为兵种灵力耗尽 若是出现了伤亡 复活消耗的 都不止这点 所以 也就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 陈楚人选择了退出 奖励结算中 恭喜 获得了经验乘550W 领主B乘80W 木材乘10W 石头乘5W 水晶10X100 奖励了一大堆材料 其中 基础材料的木材和石头 倒是不少 再来个十天 或许就能够凑够生死本了 除此之外 或许是因为通关了第40层 奖励了一个陈楚人 没有见过的材料 水晶10 陈楚人仔细想了想 这水晶10 好像是一些特殊建筑 才会用到的材料 暂时是用不到 陈楚人也没有管 把获得的经验 仔细分配了下去 刚好够杨检三人个提升一级 陈楚人看了看杨检的信息面板 将险胜真军 杨检 品质 SSS级 等级 21级 装备 耀日灵刀刀 钻石级 天赤甲 黄金级 战灵护腕 黄金级 勇气战靴 白银级 勇气护腿 白银级 天军印 黄金级 战斗力 9300 天赋 天眼 技能 八九玄弓 法天向地 披山斩日 战斗力已经达到了恐怖的9300点 一件钻石级的装备 就增加了2500点 不过随着杨检等级的提高 每升一级所增长的战斗力 也在提高 从最开始升一级 只涨十几点 几十点的战斗力 现在升一级 就能涨好几百的战斗力 当然 这也是因为杨检是SSS级品质的 像其他的A级英雄 现在升一级 最多也就涨个八九十点战斗力了 陈楚人看了看九天仙女 和慈航大士的面板 也都一样 紧接着 光芒闪过 陈楚人等人 便回到了领地里 回到领主府后 陈楚人这才有时间休息 于是点开了领主聊天面板 发现宁红叶他们 给自己发了不少的消息 主要还是关于这次排名的事情 其中 他们问的最多的 就是自己进入了前十 到底是第几名 陈楚人想了想 还是不把第一名的消息 透露出去好了 便回复说自己也看不到 正所谓 木秀于林 风必摧之 堆处于暗 流必湍之 行高于人 重必非之 既然天道都帮他隐匿住了真实排名 陈楚人也懒得去自曝出来 而且还有一点 陈楚人担心那些其他种族的家伙 会对自己不利 万族战场当中 可谓是血腥无比 特别是涉及到了 和其他种族的斗争 本来自己作为一个人族 进入了前十名 就已经够害人听闻了 再要是曝出去第一名 那恐怕就会引来不少的麻烦了 当然 陈楚人也清楚 自己现在恐怕已经暴露在了不少种族的面前了 毕竟自己这个前十名和人族的身份 显得是格外的刺眼 随后 简单地和洪荒卫面里的其他领主寒暄了一会儿 陈楚人便准备休息了 就这样 在大家热烈的讨论中 这次卫面排位赛也落下了帷幕 不管成绩如何 对于其他领主来说 自己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 浩瀚星空当中 有着一颗和蓝星类似的星球 上面满是郁郁葱葱的青草树木 山河流转 宛若仙境一般 这里栖息着一个强大的种族 天人族 此时 天人族召开了大会议 专门讨论 这次卫面排位赛的结果 大部分人都是紧皱着眉头 有些不愿 显然 这次卫面排位赛的成绩 让他们不是很满意 甚至是有些愤怒和失望 几个分支的首领 依次站起来 做了检讨 会议便过去了一个多小时了 最后 为首的那名老者站了起来 关于这次前世名里的那个人族 大家怎么看 他缓缓地说道 人族天生经脉闭塞 在万族当中 也不是什么强大的种族 能够进入前十 实在是令人意外 对了 之前老三家的那个孩子 不是说死在了一个人族手里吗 会不会 还真是 之前我们还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现在看来 那个人族能够进入前十名 老三家的那个孩子 肯定不会是对手 对了 老三今天怎么没来 哎 别提了 听说他大儿子 在这次卫面排位赛里 也遇上了一个人族 结果大巴而归 导致最后的排名十分不理想 老三现在被组长单独叫过去了 又是人族 老三家的大儿子 也是全S级品质吧 整个万族战场里 能够超过他的 也都是凤毛麟角了 这 人族 还能是谁 也就是那个 进入前十名的那个呗 泽泽 老三家是不是跟人族泛冲啊 谁知道呢 不过我觉得 那个人族 既然敢杀害我们天人族的天骄 必须严惩 说的有道理 反正那人族 也不过蝼蚁一般 轻松拿捏 不可 现在我们正和血族闹得不可开交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了 说的也是 第197章 剑种陵园 几天过去了 众人也都在努力发展着自己的领地 陈楚人坐在领主府里 仔细地思考着 规划着领地的建设 这时 杨检突然传讯回来 领主大人 我们发现了一座特殊的地方 于是 陈楚人便直接使用传送阵 传送到了杨检三人身旁 领主大人 杨检三人 上前恭敬地说道 陈楚人点了点头 随后便看向了前方 那是一座巨大的陵园 到处都是残垣断壁 无一步显露着宝金风霜之意 但即便满是残骸 却依旧能够爆发出强悍的气息 陈楚人仅仅只是正面看着 都感觉到了 无数扑面而来的灵力气息 像是一把把利刃在刮脸一样 剑种陵园 等级 25集 介绍 远古战场的无数强者交战 留下了许多残余的武器 蕴含着许多远古强者的意念 随着时间流逝 不断地削弱着陵园里 残余强者的力量 剑种陵园 陈楚人难难道 这又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 远古战场 毫无疑问 里面肯定有着不小的宝物 但同样也蕴含着不小的危机 按照信息面板上的提示 那些远古强者残余的意志力量 已经被削弱的 只剩下了25集的程度 如果这样的话 对于杨简来说 那还是很轻松的 于是 陈楚人便带着杨简和草头军 进入了剑种陵园 一股苍茫寂寥的气息扑面而来 空气中还残余着些许浓浓的血腥味 陈楚人不禁有些诧异 这座剑种陵园 不知道被封华了无数岁月 居然还残留着血腥味 这些血腥味 应该都是来自于交战的双方强者了 仅仅只是残余的鲜血 都能够经历无数岁月 而气味不散 可想而知 这些远古强者在世时 有多么的恐怖了 陈楚人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四周 到处都是残环断壁 一根根断刃倒插在地里 暴露在空气当中的部分 已经被封华得无比陈旧脆弱 那上面满是斑驳的铁锈 无一步显露着岁月的气息 但陈楚人能够感知到 那腐化的铁锈 也只不过是侵蚀了表面 并没有侵入到那些刀剑的内部 只需要有人用灵力沟通那些刀剑 瞬间就能够迸发出崭新的光辉 但是想要沟通 那可不容易 陈楚人不断地扫尸着 四周密密麻麻的刀剑 无意不是重宝 哪怕是经历了无数岁月的洗刷 却依旧有着不下于白银级的品质 甚至还有不少黄金级的品质 陈楚人心中十分震惊 这四周遍地都是白银级以上的武器 甚至还有着不少的甲咒 也同样是白银级以上的品质 这要是全部搜刮回去 完全够他装备出一只千人以上的大不对了 但凡是换做了其他人 此刻估计都已经变成了一个 仿佛见到赤裸美女的饥渴大汉 冲上去开始搜刮这些刀剑了 但陈楚人不会这么鲁莽 这些刀剑上 还残留着那些远古强者的气息 哪怕只是一丝 哪怕已经经历无数岁月的洗刷 那也是相当恐怖的 要是一个个去交战 那可得浪费不少的时间 最明智的办法 还是将这座陵园攻占下来 那时候 就可以将这座陵园 变为自己的建筑了 陈楚人等人 小心翼翼地前进 前方便出现了一阵凌厉的狂风 陈楚人心头一惊 知道这座陵园的守卫要出现了 翁翁翁 顿时 四周的刀剑 纷纷发出了阵阵污名 与此同时 四周仿佛出现了无数刀光剑影 鲜血交错 一道道不可直视的身影 交错其间 迸发出恐怖的能量 这些刀剑的共鸣 居然引动了一些远古战场时的画面 陈楚人没有被这些东西过多的影响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前方 只见刀光剑影下出现了一道道银白色 如刀光般的身影 那是一个个手握长剑 身姿笔挺的强者 每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灵力无比 威严十足的气息 仅仅只是看一眼 那些心有鬼祟的人 恐怕立刻就会胆战心惊 远古强者的残余意志吗 陈楚人难难道 这些应该就是这座陵园里 那些远古强者的意志凝聚出来的 作为这座陵园的守卫 他们虽然葬身在此地 但也不想自己被一些萧小之辈惊扰 自己的传承 也不能被随便什么阿猫阿狗得到 那岂不是剁了自己名上 因此 自然也是需要得到他们意志的认可 才能够掌握这座陵园 中气十足 正气凛然 身上没有一丝邪气 为首的是一个白发须眉的老者 看起来仙气飘飘 他打量着陈楚人 一边自言自语 一边点了点头 见状 陈楚人也是有些吃惊 本来以为这些残留的意志 也只不过是机械的执行身前的夙愿 没想到居然还保留着神志 于是 陈楚人便主动恭敬地作依 见过诸位前辈 那一道道身影 皆是点了点头 为首的那名白发老者 微微上前了几步 深邃凌厉的眼神 依旧停留在陈楚人的身上 仿佛能够将陈楚人整个人看穿 无所遁形 半晌 他才缓缓地收回了目光 颇为满意地笑了笑 点了点头 倒是一个不错的苗子 闻言 陈楚人顿时愣了一下 什么苗子 意思是 自己适合练剑吗 陈楚人不禁有些疑惑 不过还不等陈楚人多想 那名白发老者 便轻轻捋着自己的白须 眼里闪烁着几分蹊击的神色 柔声道 来吧 孩子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接受我们的传承 PS 书名测试开始了 帅哥们给点好评吧 很重要啊 同桌跪械 第198章 剑种转程 来吧 孩子 让我看看 你有没有资格接受我们的传承 白衣老者云淡风轻地说道 闻言 杨检等人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 那晚辈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陈楚人抱拳说道 随即便示意杨检等人动手 前辈 得罪了 话音一落 杨检三人瞬间便冲了出去 见状 那七八名持剑身影也是动了起来 趁着这个时候 陈楚人查看了他们的信息面板 楚江 残魂 等级 二十五 圆 介绍 这是为首的那名白发老者 介绍居然是三个问号 而且 原来的等级也是三个问号 这让陈楚人不禁更加好奇了起来 这名老者原本得是多少级啊 然后 陈楚人又看了看身后的几人 信息面板都差不多 圆等级和介绍 全都是一堆的问号 不过他们现在的等级 要比白发老者低一点 只有二十三和二十四级 但即便如此 也散发着恐怖强大的气息 虽然只有二十多级 但爆发出的气势 已经不比陈楚人之前 遇到的四十级的英雄弱了 可想而知 这些家伙生前是有多么的强大 同等级之下 恐怕能够比肩SSS级英雄了 可以说 这绝对是陈楚人有史以来 遇到过最强大的对手 但陈楚人也知道 只要自己赢了 得到了对方的认可 那么收获 也绝对是超乎自己想象的 除了这座剑装以外 陈楚人 还可以获得白发老者所说的传承 这传承的价值 恐怕还在这座剑种陵园之上 与此同时 三只兵种也没有闲着 纷纷凝聚出自己所有的灵力 此刻 他们也能感受到 对方的实力 C远超以往遇到的任何对手 他们也拿出了全部的实力 草头军凝聚出了那高大的军魂 是一个神威无比 手持巨功的神将 玄女军凝聚的军魂 自然是一位飘渺出城的神女 也散发着不弱于草头军的气息 而同仁罗汉们 则是凝聚出了一个怒目金刚军魂 猙獰的面目 散发着生人物尽的恐怖气息 白发老者等人 也是被这给惊讶到了 这三支军队 到底什么来头 虽然没有我们巅峰时期 1%的力量 但是这气息 居然连我都琢磨不透 他们很是震撼 看向陈楚人的眼神里 也多了几分不解 心想这个年轻人 到底是怎么弄来的 这三支军队 不过也没时间 让他们去想这些了 杨检三人 已经发出了攻击 有意思 白发老者 嘴角微微一扬 脸上婉然一副 长辈教导后辈的自信之色 只见他右手猛然一抬 举过头顶 宽大的袖袍 在凌乱的狂风中飞舞 紧接着 腰剑的配剑 突然爆发出强大的灵力 一道耀眼的白光乍现 随后 那把散发着 极昼般光芒的宝剑F出鞘 悬浮在他的右手上 破削剑 只听白发老者大喝一声 手中的那把剑 瞬间如同拖弦的剑一般射了出来 眨眼间 宝剑划过天际 天目在他多么面前 如同一张脆薄无比的纸 轻而易举地 被划破成了两半 破削 天地间的灵力 骤然朝着宝剑狂涌而来 凝聚着恐怖无比的力量 杨检三人 也是眉头一紧 诚然 这点力量 要是在他们原本看来 也不过是毛毛雨 可是现在 他们一身实力 受到此方天道限制 一身实力万不存一 他们从这一剑当中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当然 也只是有点紧迫感了 距离生死危机 还差远了 杨检三人眼里 皆是燃起了不小的斗志 一直和那些菜机战斗 如同切菜一般 毫无乐趣 而白发老者展现出来的力量 让他们久违地提起了几次兴趣 杨检紧握耀日灵刀 将灵力注入其中 顿时 耀日灵刀爆发出了耀眼夺目的光芒 又带有着几分灼热的气息 杨检运转八九玄弓 体内的力量又猛然增强了数倍 顿时 四周的空间都被这爆发出来的力量给扭曲了 这一幕 落在了白发老者几人眼里 又是无比震撼 居然能够扭曲空间 这怎么可能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这也不是这个层次的人能够做到的 几人心中无比震撼 扭曲空间 他们巅峰时期也能够做到 但是他们 完全是用蛮力 强行将空间扭曲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 也几乎是需要他们巅峰时期的所有力量 才能够做到 显然 此刻的杨检并没有这么强大的力量 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便是对空间法则的感悟 而这 就是对天父极其严苛 哪怕是白发老者他们 一生当中 也只是听闻从未见过 想要领悟法则 哪怕是最简单法则 那也是难上加难 就连他们终其一生 都不敢奢望 能够领悟一二 更不要说法则当中 最晦涩的空间法则了 然而现在 就有这么一个领悟了 空间法则的妖孽 摆在了他们面前 这让他们如何能够不震惊 但实际上 对于杨检来说 这并不算什么 实际上 包括九天仙女 以及慈航大士 他们二人也同样如此 三人原本能够位列大罗金仙 对于这些法则领悟 自然是守到青睐 虽然此方天道 限制了他们的力量 但是对于法则的领悟和运用 却是无法干涉 以往 他们也不屑使用这些 就像是大人和小孩玩闹 又怎么掏出利棍呢 但是此刻 杨检一时间有些斗志昂扬 倒是忽略了这一点 只见他猛然高举手中的长刀 仿佛燃起了天火一般 一刀狠狠地劈下 天地未知变色 空气中原本萧色的气息 瞬间变得燥热无比 剑起 白发老者身后的几人 纷纷运转自己的力量 一把把宝剑 在他们的引洞下飞了起来 嗖嗖嗖 一道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 那一把把飞剑射了出来 组成了一道剑阵 而先前白发老者的破削剑 也从天而降 携卷着不可阻挡的气势落下 与这剑阵组合在一起 更是增添了几分恐怖的力量 紧接着 剑阵开始急速运转 四周的灵力也变得越发的狂暴 一道道灵力的剑影不断闪烁 此时 九天仙女和慈航大士 两人互视一眼 不约而同的上前一步 功德无量 星月神话 第199章 云霄剑宗 功德无量 星月神话 刹那之间 一道道巨大的佛陀虚影 端坐在众人四周 与此同时 他们头顶出现了满天星河 绚烂无比 但那些星辰 却是在急速落下 如同坠落的流星 绚烂无比的同时 又带着无尽毁灭的气息 这 这里面居然都蕴含着法则之列 众人早已经震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迷茫惊恐地看着四周 的确 九天玄女和慈航大士的攻击 单从灵力威力上来说 虽然强大 但在他们巅峰时期看来 也不过耳 可是 这些攻击里面 全部都蕴含着法则 而且还是 好几种法则混合 要知道 哪怕是他们生前巅峰时期 别说几种法则了 就是一种法则的皮毛都没有摸到 但凡他们能够摸到一点法则的皮毛 都不会陨落在这个地方了 怎么可能 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白发老者此刻早已经没有 先前那自信淡然的模样 有些正正地望着四周 那无数绚烂的光芒 在他眼里 那是一道又一道迷人又晦涩无比的玄傲法则 那是他想都不敢想的法则之力 此刻 却是在三个如此弱小的英雄身上看到了 而且他能够看出来 眼前的三人 虽然灵力微弱 但是对于这些法则的运用 可以说是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甚至都没有刻意引动法则的力量 便能够在一朝一世当中融入尽法则的力量 此时 杨检猛地劈出了一道灌绝天地的一刀 四面八方的佛陀也是纷纷立掌 化作了一道五指山般的佛印拍了过来 头顶上方 那一颗颗坠落的星辰也挟卷着云火袭来 他们的剑阵急速运转起来 绽放出一道道密密麻麻的剑影 然而 杨检三人的攻击落下 那无数剑影 顷刻之间便化为了灰烬 仿佛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般 不过随即 杨检三人便不约而同地将攻击收了回来 因为他们的攻击要是落下来了 那么白发老者他们 恐怕是没有再抵挡的力量 还有传承给自己领主大人呢 这回可不能没了 此时 白发老者等人也是面容凝重 甚至是惊恐地看着杨检三人 他们哪里不知道对方故意将攻击收了回去 嗨嗨 白发老者干咳一声 也不再端着了 身子微微弓了几分 小有的几位英雄果然是非同反响 我们甘拜下风 陈楚人走上前 也是颇为礼貌地回道 前辈谬赞了 白发老者有些尴尬地捋了捋自己的白须 随即也不再说什么 袖袍轻轻一挥 一道白色的光团便飞到了陈楚人的手心 小有 这便是我们云霄建宗的传承了 白发老者说道 见此 陈楚人露出了一个微笑 道 多谢前辈了 无妨 无妨 对于小有来说 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 白发老者温和说道 随即 他们的身体便化作了一道道光点 散在了空气中 紧接着 陈楚人看向了一旁的杨俭 杨俭自然明白陈楚人的意思 运转灵力 额头的天眼显化出来 射出了一道金光 扫过了陈楚人手心的白色光团 随后 杨俭点了点头 示意这光团并没有什么问题 陈楚人谨慎惯了 以前看小说里面 经常有那种假借传承之名 实际上却是想要夺射 所以 陈楚人也留了一个心眼 不过 既然杨俭看了也没有问题 那就说明是安全的 随着白发老者等人的消失 陈楚人也得到了博报 恭喜获得特殊建筑 剑种灵园 剑种灵园 包含 白银极宝剑成921 黄金极宝剑成13 白银极宝刀成256 黄金极宝刀成6 薄金极宝剑成1 特殊作用 蕴含着无数远古强者残留的剑翼和刀翼 在灵园当中 能够更快地感悟剑翼和刀翼 是培养兵种的绝佳场所 陈楚人很是震惊 没想到 这里面居然还有薄金极的宝剑 陈楚人现在掌握了剑种灵园 意念一动 那把薄金极的宝剑便从不远处主动飞了过来 陈楚人定睛一看 这把剑还有点眼熟 这不是先前那个白发老者使用的剑吗 好像是叫 破削剑 陈楚人看着手心悬浮着的破削剑 剑身上面还有着几处裂痕 但即便宝金风霜岁月的洗刷 上面依旧还保留着凌厉无比的剑翼 不过 这把剑已经受损严重 品阶直线跌落到了现在的薄金极 可想而知 这把剑原来的品质是有多么高 不仅仅只是破削剑 整个剑种灵园里的所有剑 原来的品阶都十分高 只不过在战争当中受损严重 加上又经过了无数岁月 这才跌落了许多品阶 随即 陈楚人便看了看手中的那个白色光团 一大片信息涌入眼帘 云霄剑宗的传承 介绍 蕴含了远古时期云霄剑宗的大部分绝学功法 注意 同时适合英雄和领主吸收 同时适合英雄和领主吗 陈楚人有些意外 这样看来的话 这个云霄剑宗的传承 就只能给自己用了 说实话 这个远古时期的云霄剑宗 定然是强大无比 但是对于杨检三人来说 那就有些不够看了 杨检他们 只需要不断升级 慢慢地恢复自己的实力就足够了 刚好 马上也就能够升到四本了 到时候自己就可以修炼了 也就能接收这个传承了 不过陈楚人却产生了一个小疑惑 云霄剑宗 万族战场里面也有宗门吗 还是说 以前的万族战场和现在的不一样 当然 也有一种可能 以前根本就没有万族战场 第二百章 万界伤人利卡斯 回到领地之后 陈楚人便开始清理剑种陵园里的宝剑宝刀 三支兵种里面 铜仁罗汉显然是不适合用刀剑的 所以 陈楚人便把那白银级的刀剑 全部装备到了玄女军上 草头军也挑了一部分人 组成近战军 装备了白银级的刀剑 然后 陈楚人从两支兵种当中 挑了几个小队长 把黄金级的刀剑分发了下去 这一幕 要是被其他人看到了 恐怕都要怀疑人生了 除了每个位面帝 几位顶流领主 靠着几个排行榜 得到了几个高品质的箱子 才能够得到黄金级的装备 其他领主顶天了 也就只有白银级的装备 也就是说 他们最高配置的白银级装备 连三个英雄都不够分 到了陈楚人这里 就已经装备了接近两支兵种了 这谁看了不迷惑啊 不错不错 陈楚人很是满意 现在 玄女军几乎算是三支兵种里 最强大的了 的确 对于到了SSS级这个品质的兵种来说 白银级装备算不了什么 但是 那可是足足几百件的白银级装备啊 亮变引起质变 剩下的刀剑全都放到了仓库里面 不过陈楚人并没有就此满足 随着不断的战斗 这些刀剑肯定是会产生磨损破坏的 最好的 还是得掌握锻造技术 可是直到现在 陈楚人也没有获得白银级装备的锻造图纸 交易所里也没有 估计只有等升到了四本之后 交易所升级 看能不能出现白银级装备的锻造图纸了 随后 陈楚人便让杨俭三人继续带着大军清扫 这段时间的相处 九天玄女的好感度最早提升到了一百 之后 杨俭和慈航大师的好感度也都提升了一百 好感度达到一百之后 是绝对的服从和忠诚 而且在这之后 无论怎么样 好感度都不会再衰减了 所以 陈楚人也能够完全百分之一百地相信他们 这些小事 就全权放手交给他们打理 除非遇到特殊情况 再通知自己 有传送阵在 自己也能够及时传送过去 于是 这段时间 陈楚人便在领地里面巡视 不断地观察着领地里的建设 防御建筑 娱乐建筑 还有农田这些 检查检查 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最外围的防御建筑 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每天都有士兵检修 而且说实话 到了现在 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怪物 会主动来袭击领地了 接着 去看了看娱乐设施 赌方酒馆这些有着不少人 很多都是穿梭在万界当中的旅行者和商人 他们也给陈楚人 带来了许多的利润 不过有一点陈楚人倒是觉得有些意外 那就是酒店 本来陈楚人 以为这个建了 也没啥用 毕竟这些旅行者和商人们 穿梭不同的位面和领地 都是来做生意的 闲暇之余 来这里稍作休息玩乐一下 但也不会玩乐到酒店里去吧 毕竟他们领地里面 也没有做那种生意的 可结果大出陈楚人意料 酒店的生意居然爆满 陈楚人了解了一番才知道 原来这些商人 都会在不少原住民部落里面 花重金找来美女 然后带到其他领地的酒店里玩乐 这操作 陈楚人只能说牛皮 随后 陈楚人便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农田 这段时间 扫荡怪物巢穴 也爆出了不少品质不错的种分 比如高级灵米 巨米等等 灵田 等级 四级 容量 5000-5000 介绍 蕴含灵力的田地 可种植基础农作物 随着等级提高 可以解锁种植更多的农作物 灵田升到四级之后 足足有5000单位 产量可谓是远远超出了 陈楚人他们的消耗 于是 陈楚人囤了一部分的食物 剩下多余的 都卖给了那些穿梭万界的商人 也是赚了不少 灵田基本上 也没有什么需要太关注的了 接下来 陈楚人就在思考 自己的领地 还需要些啥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留守的士兵 小跑了过来 领主大人 外面来了一个万界商人 说想要和你谈一笔大生意 闻言 陈楚人倒是来了几分兴趣 他也和这些商人 做过一些交易 但基本上 也都只是卖卖不用的 青铜级黑铁级装备 卖卖多的粮食 除了这些 陈楚人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然而这次来的商人 却是主动说大生意 这让陈楚人有些好奇了起来 会是什么大生意 很快 首位便带着一个 身材肥胖的男人走了进来 男人脸上 满是油腻腻的肥光 穿着打扮 倒是有几分西方的样式 还背着一个小学生式的背包 不过这个背包 可谓是秀里乾坤 里面的空间大到超乎想象 你好 尊敬的领主大人 我是旅行者 也是商人 利卡斯 你好 陈楚人礼貌地 回忆了一个微笑 随后便开门见山地问道 听我的首位说 阁下有一笔大生意要跟我谈 利卡斯笑着点了点头 是的 领主大人 陈楚人好奇地看了过去 顺着陈楚人的目光 利卡斯从怀里 逃出了一个银色的圆盘 尊敬的领主大人 这就是我要谈的大生意 利卡斯一边说着 一边将银色圆盘 恭敬的双手捧上 陈楚人结果 小心翼翼地端向了一番 永世之正 介绍 佩戴之后 可以增强兵种和英雄5%的战斗力 减少5%的灵力消耗 增强5%的灵力恢复 佩戴的时间越长 越能够增强兵种的凝聚力 有利于加快凝聚军魂的速度 不得不说 这个东西的效果 也是十分强大了 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效果 能够帮助兵种凝聚军魂 可以说 就足以让不少灵主疯狂了 兵种之间 除了品质以外 还有一道巨大的分水岭 那就是 能否凝聚出军魂 军魂的强大与否 也是中后期 检验一只兵种战斗力的重要标准 不过这个效果 对于陈楚来说 却是鸡肋 因为陈楚人的三只 全部都已经能够凝聚军魂了 而且还是招募变自带的 这个怎么办 陈楚人淡淡地问道 利卡斯眼睛微微一眯 似乎有些疑惑 他居然没能看到 陈楚人眼里冒出火热的目光 因此大为不解 这个不贵 五千领主必一个 这么便宜 嗨嗨 因为最近手头紧 急需一笔钱 所以只能见卖了 利卡斯有些无奈地 摇了摇头叹息道 陈楚人听了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他 半晌 陈楚人将勇士之证 放在了桌子上 这样 让我考虑一下吧 阁下先去酒店歇歇一下吧 那我就恭候领主大人的好消息了 深夜 酒店里 利卡斯坐在床上 脸上 闪过几丝阴影之色 他从手里拿出了一块玉石 然后朝里面输送了几道灵力 顿时 玉石绽放出了淡淡的光芒 陈楚人暂时没有买 不过 已经进入了他的领地 可以直接传送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